清晨一大早,一脸木讷的晴天抱着一大箱东西,早早地就来到了谷玩一条街,在临近路口的地方占了一个摊位,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都变卖出去,换些钱来,给家里帮上一些忙。 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摊开摆好之后,忧心忡忡的晴天神色黯然地叹了口气。 箱子里的东西全都是以前家里还没有落败的时候,他从谷玩一条街这里买回去的,但但买下这些谷玩的花费就有数百万之多。 如果能够将这些谷玩变卖出去,换成现金,也许还能为家里帮上一些忙。 可恶的副总,可恶的财务主管,回想起这两个人导致家里落败的罪魁祸首来,晴天恨得咬牙切齿。 晴天的父亲秦川,以前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知名的私营企业,一个月以前,秦家的公司准备上市,谁知道就在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做好。 公司如期上市的第二天,公司的财务主管和主管公司经营的一名副总,卷走了公司所有的资金,如同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从此消失不见。 父亲的公司失去了所有的资金,就只剩下一具空壳,强倒众人推,树倒狐尊散。 不过半个月的时间,晴天的父亲就从一个身家数亿的顶级民营企业家沦落到负债累累的流浪汉。 小兄弟,这件东西怎么卖? 可能是临近大陆的缘故,晴天的摊位很快就聚集了不少前来鼓玩一条街简陋的人群。 一个中年胖子,蹲下来指着一件类似于原青花的瓷瓶问道。 大叔,你这眼光真毒,实话不瞒你说,我这些藏品里面只有这件原青花的价值最高,如果不是因为最近家里出了点变故,我还舍不得卖呢。 刚把摊位摆好就有人询问,晴天兴奋的道,当时我买下这件青花瓷花费是210万,这样,临头我就不要了,200万凑个整数。 中年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在这里摆摊的小摊贩都是出了名的忽悠,不过像晴天这样,开口直接200万的摊主倒还真是第一次遇到,刚要开口,一到冷凤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200万? 晴大少,你还真是敢狮子大开口? 李亮! 晴天抬头,只见同班同学李亮一马当仙满脸不屑地走了过来,身后跟着一群混混模样打扮的学生。 事态炎凉,人情冷暖,在家里落败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清楚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思。 拿现在的这个李亮来说,他们家的公司以前有很多的订单都是父亲给他们的,整天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琴歌琴歌的,叫得那叫一个亲热。 可是现在,我怎么了?难不成你还把自己当成以前的那个晴家大少?你们家现在已经破产了? 李亮一脸不屑地继续说道,得瑟的表情带动脸上的横肉已经开始抖动了起来。 以前秦家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不敢把秦天怎么样,连父亲都被秦天的父亲压上一头,现在好不容易带到机会,自然要狠狠地羞辱一番。 被人戳到自己的痛处,秦天那张还算帅气的脸颊瞬间被乌云笼罩了起来,嘴角微微地抽出了几下,几次张了张嘴巴,最终画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李亮走过来之后,不再理会一脸难看的秦天,直接拿起了中年人刚才询问的那件瓷瓶打量了起来,片刻之后,站起身来一只手拎着瓷瓶不屑地道,想钱想疯了。 就你这件连高仿都算不上的赝品瓷器,竟然还敢要两百万? 真是笑话。 对于古玩,李亮虽然不是很懂,但还是有相当的了解的。 秦天这件所谓的青花瓷,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垃圾的赝品货色。 把东西还我,还给你。 好啊,李亮说着,竟是直接松手。 秦天没想到,李亮竟然突然间松手,慌忙伸手去接,可是为时已晚。 砰,瓷瓶掉落地面,摔得粉碎。 嗡,秦天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的意识都变得混乱了起来。 这件瓷器,是他一堆所有的古玩里面,最值钱的一个,价值将近占到一半,现在就这么被李亮给摔碎了。 秦大少,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这可不怪我,谁让你自己没接好呢? 李亮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道。 则则,两百万,两百万就这么没了,秦大少果然不愧是秦大少,家里都落败成这个样子了,居然还这么挥霍,真是好大的魄力啊。 李亮,我CAO你祖宗,回过神来的,晴天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人还未冲过去,就被李亮身后的十来个人给围了起来,想打架。 秦大少,落魄的秦大少,李亮不屑地嘲讽道,接着冲着一群混混模样打扮的学生吩咐道, 打,给老子往死里打,还有,把这些东西全砸了。 一堆破烂货色,居然还敢在这里坑人,得到吩咐,十多个人拳脚相加了起来,晴天根本没有丝毫还手的机会,只是片刻就被一群人给踩在了脚下,脸上鲜红的血液和一片片淤青混合在一起。 大家伙都来看看,这就是大骗子秦川的儿子,他父亲骗完咱们安华父老乡亲们的钱,现在他儿子又开始出来骗钱了。 看着被踩在脚下的晴天,李亮得意地大笑了起来,来回吆喝道,什么,这小子就是秦川那个大骗子的儿子,果然是有什么样的老的,就有什么样的小的。 你妈的,老子公司上市骗走了咱们安华父老乡亲们不少的血汗钱,现在小的又出来骗钱,打得好,打得好。 知道晴天的身份之后,原本的围观者纷纷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晴天。 晴家作为当家一家知名的民营公司,在安华当地拥有很高的名气,上市的第一天,所发行的股票就被认购一空,而且这些股票的购买者几乎全都是安华当地的民众。 第一天公司上市,第二天资金链断裂,不到半个月公司倒闭,所有人都一致坚定地认为,他们被骗了,被晴家给骗了。 我爸不是骗子,他也是被人坑了。 众人纷纷地议论声,犹如一根根最锋利的尖刀,无情地刺穿晴天的内心。 他趴在地上,竭尽权利的大吼道,想要维护父亲的尊严。 不是骗子,不是骗子的话,公司会在上市之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倒闭了。 摆明了,就是想要借公司上市,狠狠地捞上一遍。 大骗子,小骗子,你们全家都是骗子。 晴天无助的撕心裂肺的呐喊声,很快就被愤怒的人群淹没了。 此时,他就像是失去了知觉的行尸走肉一般,无动于衷的任由如同雨点般洒落的拳脚落在身上。 片刻之后,晴天的摊位前已经是一片狼藉,能砸的全都被砸,不能砸的也被丢掉。 人群离开,只剩下浑身上下一片青子塌,瘫倒在自己的摊位前不是骗子。 我爸真的不是骗子,他真的也是被人坑了。 耗尽最后一丝力气,晴天勉强地站起身来,目光怒视着一地的瓷器碎片,拳头紧紧地攥在了一起。 终有一天,我一定会重复秦家昔日的辉煌。 晴天咬着牙,一字一字坚定地道,话音落下,整个人向着一地的瓷器碎片就倒了下去。 锋利的瓷器碎片划破晴天的眼睛,他只感觉眼前一阵灼热的刺痛,接着眼前一黑就昏倒了过去。 晴天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昏迷了多久,当他用力地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发现眼前只是一片黑暗。 瓷器碎片,划伤双眼,我该不会是瞎了吧? 伏双致祸不单行,秦大少快要疯了。 而就在此时,眼前竟然又恢复了光明,他的目光竟然穿过眼皮上那一层厚厚的血疤,纱布,看清楚了房间内的一切。 安华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床前还站着一个一身警服的高挑女子。 女子很漂亮,大约二十七,八岁的模样,瓜子脸,柳叶眉,魅惑的五官,一双性感丰厚的红唇,不经意间就散发出一种致命的诱惑, 举手投足之间风情万种,带着不可抵挡的魅惑。 身材很性感,纤细若柳般的腰肢搭配着胸前一片高高的耸起和身后那浑渊的翘臀,勾勒出一条完美的S型曲线。 结合一身警服的装扮,倒是颇有几分制服诱惑的味道。 随着注意力的集中,秦天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原本把美女浑身上下,几乎快要全部包裹起来的一身警服,竟然慢慢地变得透明地起来,如同披上了一层薄薄的厮纱,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那一抹黑色的风景。 再往后,这层透明的薄纱也完全消失不见,就连那最后一道黑色的防线也彻底地退去了伪装,仙妖翘臀,凶器惊人,还有让人忍不住要流鼻血的。 虽然秦大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过女人的身体,但面对如此一个极品欲解的时候,嗖的一下就起了生理反应。 秦大少不可思议地眨了眨眼睛,眼前的一切竟然又都恢复了正常,一片黑暗,可是随着她的意识,之前的一幕再次重现了出来。 这一刻,秦大少终于没能忍住,鼻血喷了出来,一声,一声,看到秦大少突然喷出了鼻血,美女警花慌乱了,急忙跑了出去。 背影看去,扭动中的翘臀更加性感,秦大少忍不住又透视了一番,一个背面的大特写让秦大少的鼻血喷得更加厉害了起来。 秦天从病床上爬起来,来到洗手间里,解开纱布,镜子里,护住眼睛的血巴已经变成了黑褐色,随着她轻轻一扣,黑褐色的血巴就脱落了下来, 血巴之下,没有一丝痕迹,就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而且整个人叫之前也变得精神了许多,浑身上下似乎有一种使不完的力气感。 透视,回想起刚刚的一幕,秦大少喃喃自语了起来,她没想到自己的双眼被瓷器碎片划伤,不仅没有弄瞎双眼,反倒因祸得福得到了这种神奇的能力。 现在看来,福祸相依,被力量打破了最后的一丝希望,双眼又被瓷器碎片划伤,看似是祸,实则是福。 美女锦花带着医生赶到病房的时候,秦天正好从洗手间走出来,看着眼前的一幕,美女锦花和赶来的医生护士全都愣住了。 一个个傻愣在那里,目瞪口袋的盯着秦大少,说不出话来。 嘿嘿,那个,我脸上有花吗? 秦天开口,打破了沉寂的气氛。 她知道,一定是这位漂亮的美女锦花,将自己送到了医院。 你没事了? 美女锦花不可思议的道。 没事了,刚才醒来觉得难受,就摸到洗手间里,没想到把纱布揭开,扣下血疤,竟然全好了。 疯子,完全就是她妈的一个疯子。 回过神来,主治医生忍不住抱起了粗口。 办好出院手续,秦天坚持将美女锦花垫付的医药费还给对方,然后两人一起离开了医院,各自分道扬镳。 张小雅,安华东区分局瞧着张小雅驾车离开的背影,秦大少自言自语地嘀咕了起来。 唯一可惜的是,没能要到对方的手机号码。 离开医院,秦天打算去一趟谷玩一条街的赌石当,对于她现在的能力来说,赌石才是赚钱最快的办法。 大型的赌石场,她身上那点钱根本就不够看,还是先到谷玩一条街的赌石当壮壮运气,赚点钱再说。 秦天来到谷玩一条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间,赌石当在谷玩一条街的最尽头。 秦大少沿路走过街道两边摆摊的小摊贩那里时,忍不住就四处打量了起来。 她惊讶地发现,这些摊位上的东西,有一些东西上面,她竟然能够看到一些光芒。 当然,这只占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一翻下来,秦大少心中有了大概的结果,在一些金属类器具上,她看到的那种带彩的光芒呈金黄色,瓷器类的物件上是青色, 自画类是黑色,玉石类是绿色等等,路过一家买卖各类杂项的谷玩摊位前时,秦大少发现其中的一件笔筒里面,底部的夹层里竟然镶嵌了一枚铜钳,而这枚铜钳上还散发出金黄色的光芒,很浓,很浓,黑色的笔筒上也散发出一种淡核色的光芒,不过很淡,很淡,淡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小兄弟,过来看看,有什么相中的,我可以给你优惠。 秦大少一身名牌的装扮,落在摊贩老板的眼里,就成了一只戴彩的羔羊。 秦天蹲下来,拿起那件笔筒晃了晃,老板,这件笔筒怎么卖? 此时,秦大少的心中已经有了大概的结论,凡是双眼透视之下,可以看到光芒的东西应该都是真正的老物件,而那些戴彩的光芒越浓厚的老物件价值应该就越高。 当然,这只是他的猜想而已,具体的还有些不大确定。 小兄弟真是好眼力,这可是真宗的黄花梨笔筒,喜欢的话收你一个整数,十万。 十万,你还真敢狮子大开口,你见过哪件黄花梨笔筒是黑色的? 秦大少虽然不懂古玩,但是一些基本常识还是知道的。 黄花梨木产自海南,颜色金黄而温润。 小摊贩老板被戳穿谎言,有些尴尬的笑了笑,一千,一千好了。 三百,卖了我拿走,不买你留着。 小兄弟,你看这样,五百行不行,就一口价,三百,爱卖不卖,不卖拉倒。 秦天说着,装饰转身就要离开。 行,三百就三百。 摊贩老板说道,反正这东西是从乡下花几十块钱收来的,转手赚个两百来块钱也不错。 秦天赶忙掏钱,将这件黑色的笔筒拿在手中再次观看了起来。 嗨,兄弟,你手里的笔筒能否给我看一下? 一道声音,将秦天从思绪中拉了回来。 抬头,一个一身阿玛尼阔哨打扮模样的年轻人走了过来。 张东,秦天愣住了,没想到竟然能在这个地方跃到传说中的安华第一大哨,张东。 在安华,提起张家的张氏集团绝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张家的产业十分庞大。 说起来,家里没有落败之前,其实也是依附于张家的产业,才让父亲把家里的工厂做到资产过亿,可以上市的地步。 当然可以。 秦天说着,将笔筒递了过去。 张东接过笔筒仔细打量了一番,这才把目光转向秦天说道, 兄弟,这东西是你刚买的吧? 你花多少钱买的? 三百。 秦天随口回道。 这样,相信你也看出了这件笔筒的来历,黑龙木笔筒,目前的市场价大概在七八千块钱的样子,我出一万,不如把这件笔筒让给我如何? 你确定,只是想要这件笔筒? 秦天笑呵呵的道。 张东喜欢收藏古玩,尤其是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本人的眼力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过秦天相信,就算是张东眼力不俗,应该也看不出这件笔筒地步暗藏的玄机。 当然了,黑龙木笔筒虽然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但也并不多见。 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张东笑了笑道,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秦天。 行,既然这样,那等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就把这件笔筒卖给你。 秦天笑着说道,张东愣住了,盯着笔筒仔细地打量了起来,一番仔细地观察之后,还是没有发现什么不妥的地方。 兄弟,笔筒里面的东西,这里面哪有什么东西吗? 秦天笑了笑,招呼张东一起走进街边的一家古玩店。 家里没有落败之前,秦天也算是这里的常客。 对于他,古玩一条街这些店铺的老板还是比较熟悉的,至于张东,那就更不用说了。 说明来意之后,老板立马就叫来店里的师傅,按照秦天的指点,将这件黑龙木笔筒的底部打开。 家层打开,一枚铜笔清晰地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奉天光绪奎卯一两一截。 对于杂项类的收藏,张东十分在行,一眼就看出了这枚古铜笔的来历,惊呆地长大嘴巴道。 秦天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虽然他对于古玩方面的专业知识一窍不通,但是对于一些名贵的古玩还是知道的。 奉天光绪奎卯一两一级铜笔,乃至最为昂贵的铜笔之一,曾经在新港家世得拍卖会上拍卖出三百万的天价来。 兄弟,这枚古铜笔你打算怎么处理? 看着秦天手中的奉天光绪奎卯一两一级古铜笔,张东激动地道。 他本人酷爱收藏,尤其是那种比较稀少的杂项类收藏。 而在这些所有杂项类收藏之后,最喜欢的就是铜笔。 张东清楚地知道,这枚奉天光绪奎卯一两一级铜笔的价值,对于他来说,能够收藏到奉天光绪奎卯一两一级铜笔的喜悦,不亚于一个赌士高手,亲手解除了王者翡翠的心情。 卖了,当然是卖了。 秦天笑呵呵地道,家里现在是最缺钱的关键时刻,如果在家里没有落败之前,他肯定会选择收藏,不过现在,只想换成钱。 既然兄弟你打算出手,不如把这东西让给我如何,价格上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 张东激动地道,没问题。 秦天笑呵呵地点点头,新港家世德拍卖行曾经拍卖过这样一枚奉天光绪奎卯一两一级铜笔。 当时的成交价是三百万,不过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最近几年这种特别的铜笔价值涨幅很快,按照现在的行情应该在五百万左右的样子。 不如这样,我逆给溢价百分之十,五百五十万。 张东继续道,五百五十万。 文言,秦天有些激动了起来,没想到下午去了一趟股玩一条街,本来是打算去小打小闹玩点赌食,赚到钱好去大的赌市场赌食赚钱,帮助家里渡过难关。 没想到意外收获的一枚股铜币就卖出了五百五十万的价格,真是意外之喜。 怎么样?如果你没意见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交易。 张东继续道,哥们,你自己也说了,这东西是按照市场加益价百分之十的,这没奉天光绪奎卖一两亿级铜币卖给你没问题,不过我只要五百万。 你如果真的想要的话,五百万你拿走,不要拉倒。 秦天摇了摇头,从小父亲就教育他要做个耿直的人,明知道古老给出的价格是市场加益价百分之十,这样的价格他当然不会接受,尽管家里现在很缺钱。 行,痛快,五百万就五百万,我现在马上开支票给你。 你这个兄弟,我张东交定了。 张东哈哈大笑了起来,秦天爽快的性格倒是很对他的胃口。 小弟秦天,见过张哥,哈哈,开了张五百万的支票交给秦天之后,张东又拿出一万的现金递给秦天,算是支付黑龙木笔筒的钱,这些钱秦天是不打算要的,不过在张东的再三坚持下,最终还是收了下来。 秦老弟,你这眼力可真够毒辣的啊。 哥哥我的眼力虽然比不上那些古玩专家,但是自认还是颇有几分眼力的,这件黑龙木笔筒我前后仔仔细细的看了好几遍都没有发现问题,没想到你随便看上几眼就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张东看得很清楚,秦天从蹲下拿起这件黑龙木笔筒起,只是简单的扫了一眼,并没有细看。 这样的眼力,确实厉害。 运气,运气而已。 秦天笑了笑道,具体的情况,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完全是因为双眼那种可以透视的特殊能力。 行了,你小子也别谦虚了。 张东说着,直接勾起了秦天的脖子。 咱们现在好好庆祝庆祝。 你不知道,哥哥做梦都想可以收藏到这样一枚奉天光绪奎卯一两亿几股铜币。 张哥,要不还是改天吧? 一枚奉天光绪奎卯一两亿几股铜币,卖出了五百万的天价。 秦天现在正在兴奋头上,急切地想要继续在古玩一条街转转,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其他的收获。 不行,必须要去,不然就是不给面子。 张东故作不悦地道,秦天文言只好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当然,他也知道,想要继续简陋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现在的古玩一条街,早已经不是当初的古玩一条街了,到处都充斥着赝品。 别说简陋,没有一定的眼力的话,不被打眼就算很不错的了。 出了古玩一条街,秦天跟着张东上了一辆彪悍的汉马越野车。 张哥,你这车子应该是经过改装了吧? 车子发动,秦天就听出了其中的问题。 对于车子,以前的秦天也有一种近乎狂野的偏爱,他那辆路虎揽胜极光,裸车只有五十来万的样子。 最后经过他的改装下来,全部的花费加起来,已经超过了百万。 嗯,改了,发动机减针什么的,全都换了。 张东应道,秦老弟,看来你也是其中的行家呀。 行家什么的倒也谈不上,只是以前家里还好的时候,也喜欢捣鼓这些东西。 秦天笑了笑道,家里还好的时候,秦天的话让张东有些疑惑地打量了起来。 片刻之后,脑海中忽然想起最近安华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情。 秦老弟,莫非最近闹得那个沸沸扬扬的刚上市的公司就要倒闭的秦家纺织厂,就是你们家的产业。 秦天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张哥,如果我说我父亲也是被人给陷害了,你信吗? 信,当然信了。 虽然和秦天不过才刚刚认识而已,但是通过刚才的事情,张东自认为对于秦天的为人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放着多给的五十万不要,这样的人相信他的父亲定然也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 谢谢。 秦天露出一脸欣慰的笑容,公司的事情,其实是因为公司的副总和财务主管卷走了全部的资金,才倒是资金链断裂。 然后,剩下的话秦天没有说完,但他相信张东一定明白自己的意思。 古安一条街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位置,这里距离中天大酒店不过十几分钟的车程而已,片刻之后,张东就驱车赶到了地方。 中天大酒店,只要是安华人或者是在安华待过的,没有人不知道中天大酒店,即餐饮、喜悦、住宿、健身与一体,可以说是安华当之无愧的第一酒店。 中天大酒店也是张氏集团下属的产业,张东带着秦天到了地方之后,刚停车就有人招呼了起来,随手将要是丢给驳车的车童,拦着秦天的肩膀就走进了酒店。 这里,在家里还没有落败的时候,秦天倒是没少到这里来。 虽然中天大酒店作为安华最豪华的两家大酒店之一,消费非常高昂,但是对于没有落败之前的秦家来说,也算不得什么。 中天大酒店的大厅正中央摆放着一块巨大的鸡血石供宾客观赏,价值数亿,这也是中天大酒店的镇宅的宝贝,但但因为这块价值不菲的鸡血石就为酒店拉拢了不少客源。 老爹,门口新来的这两个银兵小姐还不错吧? 进门之后,张东笑咪咪的挤了几眼道,不错,确实不错,秦天点点头道,将近一米七的身高,粗略估计不超过五十公斤的体重,前突后撬柳腰的魔鬼身材, 都能去参加选秀节目了,而这不过是中天大酒店的两个银兵小姐而已,也侧面反映了中天大酒店的高贵豪华,甚至可以说是奢靡。 哪里不错?张东笑呵呵的眯起了眼睛。 你说呢?秦天忍不住笑了起来,没想到这个安华的顶级大少张东,竟然也有这样的一面。 风思用翘叹小柳腰,柳眉大眼高鼻梁,外加一双小红唇。 说完,张东自己就咧着嘴大笑了起来,秦天跟着也笑了起来,经过这么一番嬉笑, 两人变得更加熟络了起来。 要了个包厢,张东直接招呼服务员将酒店的特色菜全都上了一道,接着又要了两瓶52度的飞天茅台。 一顿饭,足足吃了将近两个小时,虽然只有两个人,但是气氛却异样的活跃,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那种感觉。 老店,你回去问一下叔叔,看看家公司的资金缺口还差多少,到时候给我个电话。 酒足饭饱之后,张东笑了笑道,经过一番交谈之后,郁佳觉得秦天和自己越来越对胃口。 张哥,不用了,我会想办法的。 秦天摇了摇头,老弟,公司上市之后被人卷走资金,这可是一个很大的缺口。 就算是你在古玩方面有些引力,可以想要在短时间内筹集到足够的现金的话,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哥,你的好友我明白,不过真的不用了。 好吧,张东知道再说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无奈地叹了口气道,不过最后还是又叮嘱了一句,有需要的话,尽管打电话给我。 秦天重重地点了点头,心头一阵暖暖的感觉,和张东也不过相识半天的时间而已,对方就能对他做到如此的地步,确实是个值得深交的朋友。 算了,说点高兴的事情。 张东继续道,老弟,喜欢玩赌食吗? 倒是玩过几次,不过都是小打小闹的玩玩也。 秦天笑着回道,这样,再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就是咱们安华的赌食节了,到时候哥哥带你去见识见识。 好啊,没问题。 秦天应道,半个月的时间,凭借他现在可以透视健保的能力,这半个月的时间内,已经足够他转到足够的钱,帮助家里度过眼前的难关了。 当然,积蓄一笔足够赌食用的钱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赌食是一个十分赚钱的行当,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行当,圈内人对于赌食的说法,就是一刀天堂一刀地狱。 你可能一夜之间报复,也可能一夜之间输得倾家荡产,一无所有。 赌食的最大难处在于,没有任何一种仪器可以透视到翡翠原石内部的情况,只能凭眼力和积累下来的经验。 不过这一切对于秦天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双眼的透视能力,除非他故意为之,不然绝对不可能出现看走眼的情况。 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张东潇洒地比了个OK的手势,然后和秦天一起离开了中天大酒店。 我去提车,你等我一会。 酒店的门口,张东说完转身去了地下停车场。 张东把车子提出来之后,驱车载着秦天离开,途径古玩一条街的时候,秦天借口有失下车离开。 这里有家书店,是专门卖一些关于古玩方面的书籍的。 秦天过去买了两本古玩基础知识的书籍,打车回到家中。 别墅门口,秦天拿出钥匙刚准备开门,一道冷漠的声音传了出来。 老秦,你这一拖再拖的,已经拖了将近一个礼拜了吧。 花音落下,接着又是一道冷漠的声音。 老秦,不是我们逼你。 你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声音很难做,我们手头也确实结局。 老宋,老杜,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公司的副总和财务卷走了所有的资金。 看在咱们多年相交的份上,你们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附近秦峰有些无奈的道,你们放心,在宽限,我一些时日,只要把眼前的难关度过去了,我一定尽快把这些钱还给你们。 度过难关再说,老秦,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以你那纺织厂现在的情况,没有几千万的现金,想要起死回生,根本是不可能的。 银行又不给你贷款,你上哪里筹到这么多钱? 合着你的意思是,难关度,不过这钱就不还了? 不是,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老宋,老杜,你们放心,就算是最后公司真的撑不下去了,欠你们的那些定金,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一定还给你们。 秦富无奈的道,行了,你也甭墨迹了,给你两个选择,要么现在还钱,要么拿别墅抵押。 老宋老杜冷漠的道,丝毫不为所动。 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你们这是要赶尽杀绝吗? 秦富的声音,愈加显得无奈和感伤。 话可别这么说,我们只是要回原本属于我们的钱而已。 老宋老杜的声音依旧十分冷漠。 老宋,老杜,我秦峰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求过别人,这一次算我求求你们了,看在咱们相交多年的份上,再宽限我一些时日,成吗? 秦富的声音是那么的凄凉。 不可能,秦富的恳求并没有换来两人的宽限,回答他的只是两到一口同声,冰冷的声音。 瞬间,秦天心头的怒气不可抑制地爆发了出来。 父亲口中的老宋和老杜,他是清楚的,以前家里没有出现变故之前,父亲没少帮过他们的忙, 甚至两人的公司好几次遇到危机,都是父亲先给他们发货,让他们渡过难关,资金回笼之后,才收获款的。 可是现在,父亲竟然都说出那样的话来。 两个人却还是那么的冷漠。 秦天知道,父亲是一个蒸蒸铁骨的汉子,如果不是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话, 是绝对不会轻易说出这个囚字的,这是一个男人的尊严。 碰,秦天一脚踹开了大门,冲进去冲着老宋和老杜,怒吼了起来。 滚出去,你们两个马上从这里给我滚出去。 小天,不得无礼。 见状,秦富慌忙呵斥道。 老宋老杜两人的脸色瞬间难看到了极点,颤抖着手指指着秦天,气得嘴角都哆嗦了起来。 老秦,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好儿子。 滚。 目光直直地逼逝着老宋和老杜,秦天的脸色变得更加冰冷了起来。 好好好,咱们走着瞧。 老宋老杜两人满脸帐红,怒气冲冲地盯着秦峰道。 老秦,别怪我们两个不给你留情面,三天之后就是约定交货的日子。 到时候,如果你交不出货来,就等着支付全款的违约金吧。 说完,两人转身气冲冲地离去。 老宋,老杜,秦富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两个人已经走出了屋门。 大厅内只剩下秦天还有父亲和母亲。 气氛瞬间变得沉静了下来。 小天,你怎么? 妈,母亲叶云无奈地叹了口气道。 妈,爸都开口求他们了,他们还都那样,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可是,算了,你也别怪小天了,老宋和老杜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就算小天没这么做,我再一直求下去也没有用的。 一直沉默的秦富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 我累了,先回房休息了。 秦富继续道,说完站起身来,继续道,转身回了房间。 唉,秦母无奈地叹了口气, 慌忙追了上去。 爸妈,你们先等一下。 秦天慌忙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面额五百万的支票追了上去。 这里有五百万,爸您先拿着。 秦天追上去之后,将支票塞进了父亲的手中。 秦富接过支票,两人看了一眼,华夏银行的现金支票没有任何问题。 小天,过来,秦富的脸色沉了下来,转身走回沙发上,重新坐了下来。 秦母的脸色,此时也有些沉闷了下来。 秦天没有说话,跟着走过去,坐在父亲的对面。 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爸妈,您放心,这些钱的来历绝对很干净。 秦天笑着把在古玩一条街简陋的事情说了一遍。 秦富秦母闻言,脸色这才缓和了起来。 自己的儿子,他们很清楚,从小时候起,秦天就有一个习惯,说谎的时候,习惯用食指去蹭鼻子,刚才秦天完全没有这个动作。 记住,咱们老秦家的孩子,可以穷,但绝对不能穷了志气,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干那些伤天害理,偷鸡摸狗的事情。 秦富语重心长地叮嘱了一句,和秦母一起起身离开。 上楼,秦天回到自己的房间,拿出刚从古玩一条街那边店铺里买来的关于古玩基础知识的书籍。 刚要翻看的时候,隔壁房间,母亲的声音传了过来。 风哥,有了小天这五百万,目前的困境能不能有所缓和? 目前集团的资金缺口大概在三千万的样子,小天这五百万刚刚够解决老杜老送他们的货款问题,只能算是暂时解了一些燃眉之急。 如果三天内筹不到足够足够的资金的话,只能将公司倒闭了。 父亲无奈地叹了口气道,唉,随着母亲的一声叹息声,房间内变得沉静了下来。 爸妈,你们放心,三天之内,我一定会凑足这些钱的。 晴天咬着牙,拳头紧紧地攥在了一起,锋利的指尖刺破掌心都没有察觉。 三千万虽然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晴天相信,凭借自己可以透视健保的能力,三天之内筹足这些钱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坐在书桌前,晴天拿起刚买回来的古玩基础知识翻看了起来,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深夜。 此时,晴天对于古玩的一些基础知识,算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古玩包含很多种类,每个种类下面有包含很多的小类。 按照目前公认的划分标注,大体的可以分为陶瓷类,玉器类,字画类,金属类气巨类和杂像五大类。 五大类之下,又被细分为许多小类,比如陶瓷类,下面就包含有青花瓷,糖三彩,乳瓷,君瓷,粉彩等等。 玉器类又可分为翡翠,软玉,鸡血石,填黄石,玛瑙,钻石,金刚石等。 金属类气具包含很广,如青铜类制品,铁器,还有各种金银制品。 字画类相对比较容易区分,无非就是卷画和卷字而已。 杂像是古玩五大类别中包含最广泛的一个类别,其中包囊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比如金丝楠木,黄花梨木等一些名贵的木器,还包裹纪念勋章,邮票这一类的东西。 当然还有类似于古钱币,银元元大头等等。 除此之外,秦天还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古玩方面的术语。 打眼,错把假货当作真货买下,这叫打眼。 简陋,这和打眼刚好相反,就是碰到不识货的买家,用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把东西买了回来。 这叫简陋,就比如秦天今天买的这面民国时期的铜镜。 开眼,新人跟着老师傅掌掌见识。 掌眼,请别人帮忙鉴定东西,俗称掌掌眼。 总之,古玩这一行水很深,不过说白了也简单,主要就是看眼力。 不过这一切对于秦天现在身怀的异能来说,就是小事一桩了,打眼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在他的身上。 早上七点多钟,秦天早早地就爬了起来,出门简单地吃了些早点,打了个车,一路直奔古玩一条街。 昨天卖了那枚凤天光绪奎卯,一两亿几股铜币的钱,全都给了父亲,他的手头只剩下三千来块钱的样子。 这些钱想要去重温大厦,赌石,根本不够看,毕竟赌石最便宜的,动辄也在上万元的价格。 古玩一条街里面的赌石档,大都经营一些低档的赌石,价格最少的,只有几百块钱,稍微贵点的,再上千。 几千块钱的样子,最贵的,也不够万把块钱。 到了古玩一条街之后,晴天一路直奔尽头的赌石档,其实说是赌石档,不过只是一个露天的大空地而已。 所有的赌石都被杂乱无章地堆在空地上,有些赌石堆上,甚至已经长出了杂草。 时间还早,赌石档里面的人并不多,晴天过去之后,直接开启透视能力,一试了下去。 空的,足足透视了上百块赌石之后,晴天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上百块的赌石里面,全都是一堆废石,连一星一点。 哪怕是最垃圾的窦青众,干种这样货色的翡翠,都没有。 但,怪不得这里的赌石如此便宜,感情全都是一堆废石。 晴天忍不住咒骂了起来,收回郁闷的情绪,继续透视下去,这一次在透视了数十块赌石之后,依旧没有丝毫收获。 强压下心头的怨气,正要继续透视的时候,晴天忽然感觉眼前变得有些恍惚了起来。 原本被堆在地上的一堆赌石,竟然在突然之间跳跃了起来。 怎么回事啊,晴天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一切都又恢复了正常。 不过只是片刻的时间过后,眼前又开始出现了奇怪的一幕。 酒店的房间,裹着浴巾的美女笑花刘茜,消失不见,剩下的只有满地堆积如山的赌石。 幻觉? 幻觉?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晴天完全清醒了过来。 他知道,刚才眼前出现的变化,全都不过是一场幻觉而已。 难道是因为过度透视的原因? 回想起刚才的一幕,晴天心中渐渐地有了一个答案。 虽然他双眼受伤因祸得福,双眼意外获得了透视健保的异能, 不过这种异能过度使用的话,是会产生副作用的。 比如刚才,在他透视过上百块堵石之后,眼前就出现了幻觉。 天歌,一道试探的声音从身后响起,晴天回头,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 冯刚和李亮都是一个班里的同学, 不同于李亮在家里落败之后的变化。 就算是在家里落败之后,冯刚也始终把自己当做他真正的大哥。 而且,当李亮嘲笑自己的时候, 这小子还总是第一个冲出来替自己打抱不平, 就算是被打,打得鼻青脸肿也毫不退缩。 刚子,你小子怎么也来了? 晴天笑了笑道,天歌,真的是你啊。 冯刚走过来,激动地一把抱住了晴天。 晴天没有说话,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天歌,这些天你跑哪里去了,怎么也不来学校了? 打你电话也不接,徐老师也找了你好几次, 冯刚着急地问道,没事,心里烦,出来透透气。 晴天笑了笑道,伯父公司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别担心,我相信好人好报, 伯父的公司一定可以度过眼前的难关的。 冯刚目光坚定地说道,他和晴天的关系, 其实还要从刚开学那会,他在学校门口被人欺负的时候说起。 那个时候,是晴天出面教训了那些欺负他的人, 也正是从那时起。 他的心中,就一直把晴天当成自己的大哥。 嗯,晴天知道, 冯刚平日里就是赌识当的常客, 应了一声,走吧, 咱们接着看看,当时为冯刚出头, 其实不过是看不惯那些人, 做得有些太过过分了而已。 晴天也没想到, 冯刚竟然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头, 真是一个重感情的汉子。 休息了片刻, 晴天再次开启透视能力, 四处扫视了起来, 这一次不过几块的赌识之后, 就又开始出现了幻觉。 不过此时, 恰巧透视到的一块赌识内, 竟然蕴含了一块看上去水头挺不错的翡翠, 几乎是在双眼透视到这块翡翠的同时, 翡翠的内部竟然涌现出一团乳白色的雾气, 接着这团雾气就一股脑的全部涌入到了双眼之中。 突入起来的变故, 让晴天心头一惊, 乳白色的雾气涌入晴天的双目之后, 那种过度透视带来的匮乏感随之消失不见, 随之整个人顿时就变得精神了起来。 难道说, 翡翠中蕴含的这种乳白色的雾气, 可以补充双眼透视所需要耗费的能量? 晴天心头暗自激动地琢磨了起来, 目光开始透视像其他的赌识, 这一次, 足足透视了数十块赌识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那种匮乏感和幻觉。 看来, 翡翠之中蕴含的这种乳白色的雾气, 确实可以补充双眼透视的损耗。 得到肯定的答案, 晴天心头难以抑制地变得兴奋了起来, 真是个惊喜的意外收获。 钢子, 帮个忙, 咱们一起把这块赌识给抬到解释机那边。 不同于重温大厦的赌识厂, 古玩一条街这里的赌识档, 连专门装置赌识的推车都没有, 有看重的, 只能自己动手抬过去, 不过好在这个地方的赌识都不大, 最重的也不过六七十公斤的样子。 在冯刚的帮助下, 两个人抬起赌识, 怎么回事啊, 这么大一块赌识, 怎么抬起了完全没有感觉呢? 抬起赌识之后, 晴天才意识到了不对, 按照这块赌识的块头估算, 起码要有将近五十公斤的赌识, 可是和冯刚两个人抬起来之后, 他竟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沉重感, 他甚至有种感觉, 这块赌识就算是他自己一个人, 也能给轻松的搬起来。 难道说, 双眼得到透视健保的异能之后, 身体也被改造了? 回想起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一幕, 还有双目受伤后恢复的速度。 晴天难以置信的琢磨了起来, 刚子, 你松手。 双手托起赌识, 晴天笑了笑道, 冯刚冷了一下, 天哥, 干嘛呢? 没事, 你先松手, 我一个人试试, 天哥, 这石头重着呢? 咱们俩的抬起来, 我都觉得非常吃力, 冯刚不解得道, 你只管松手好了。 晴天笑着道, 冯刚的话, 让他再次肯定了心中的想法。 冯刚心头虽然有些疑惑, 不过还是缓缓地松开了双手。 晴天感受赌识的重量加重了几分, 但是抱起来依旧十分轻松, 那种感觉就像是抱着一桶十来公斤的桶装水一般。 步履稳健, 片刻之后, 晴天抱着这块将近五十公斤重的堵石就来到了了解时机前。 天哥, 几天不见, 你的力气好像大了许多。 冯刚在后面跟上来, 惊讶地道, 是吗? 当然是真的了, 这块堵石可是将近五十公斤呢。 晴天笑了笑, 没有回话, 双眼得到这种透视健保的能力之后, 还真是惊喜重重, 竟然还有改造身体的能力,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自己暂时还没有察觉的更多能力。 想到这里, 他的心头变得更加期待了起来。 这块堵石的价格是1580, 交易的时候, 老板收了个整数, 1500整。 在冯刚的帮忙下, 晴天将堵石在解时机上固定好, 操作起届时机, 小心翼翼地开始解时。 之前虽然他也玩过堵石, 不过亲手解时还是第一次, 就算是在双眼的透视能力下, 可以清楚地看到堵石内部的情况, 心头依旧不免十分紧张。 此次, 沙伦摩擦堵石发出巨大的声响, 按照透视道的情况, 晴天直接一刀切了下去, 这一刀切下去的时候, 他刻意偏离了翡翠位置一公分的样子。 一刀, 两刀, 三刀, 慢慢地, 晴天越来越大胆了起来, 操作起届时机也变得越来越轻松了起来。 片刻之后, 一块翡翠的大概轮廓就显现了出来, 剩下的就是擦石了。 擦石的时候, 晴天的动作明显就更加熟练了起来, 双眼的透视能力可以让他准确地把控沙轮和堵石直接的接触点。 一块堵石, 不过二十来分钟的时间就被他将多余的废料全部擦掉, 只剩下一些缝隙位置的废料需要用刻刀那种小工具剔除。 这水头, 起码也要有冰种的水头吧。 看着解出来大概轮廓的翡翠, 晴天关闭解石机, 喃喃自语道。 原本坐在摇椅上捣鼓手机的老板, 听到晴天这句话的时候, 顿时就变得精神了起来, 起身正好看到晴天手中拖起来的翡翠, 玻璃中帝王绿。 看清楚晴天手里的这块翡翠之后, 老板的脸色瞬间就凝固在了那里。 两人的距离不过数米远的样子, 他可以清楚地看到, 晴天手里拖着的翡翠, 色泽纯正, 艳绿剔透, 绝对的玻璃中帝王绿翡翠。 看样子, 这块翡翠好像挺不错的, 不知道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头。 冯刚疑惑地道, 不知道, 不过最起码也要有冰重的水头道。 晴天应道, 虽然他以前偶尔的也去重温大厦玩一玩赌食, 不过都很少, 解除翡翠的次数就更少, 至于说高档翡翠更是一次没有。 尽管经过昨天晚上的恶补, 对于古玩和翡翠的基础知识都了解了不少, 但是结合到实际应用之中, 就明显还有很大的差距。 虽然可以看出这块翡翠的水头不错, 但是却并不能看出真正的水头。 不过晴天心里隐隐有一种感觉, 这块翡翠绝对不应该只有冰种的水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一种感觉。 小兄弟, 行啊, 运气不错嘛, 竟然能解除冰种正阳率这样的翡翠。 老板走过来, 笑眯眯地道, 眼底深处, 一丝不易察觉的奸诈被深埋了起来。 冰种正阳率? 没错, 正是冰种正阳率。 你看这翡翠的颜色, 浓厚, 纯正, 艳阳, 这正是正阳率的表现。 而且, 你看阳光照射下翡翠的表现, 这样的透度, 确实已经达到了冰种的水头。 老板寻须善诱地忽悠了起来。 老板的说法, 晴天记得很清楚, 书上对此有明确的说明, 浓厚, 纯正, 艳阳, 确实是正阳率的表现。 而且阳光照射下, 翡翠表现出来的透度, 确实和冰种的记载十分相像。 不过他总感觉, 这块翡翠绝对不只是冰种正阳率而已, 似乎浓度好纯度还有艳度都要比正阳率的表现要好一些。 老板, 这块翡翠应该不只是正阳率吧? 思索的时候, 晴天悄悄地观察了一下老板的神色, 对方眼底那深埋的意思奸诈虽然隐藏得很好, 但是在他双眼的透视能力之下, 还是被敏锐地补查到了。 而且, 尽管他不能准确地判断出翡翠的水头,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翡翠的颜色绝对不只是正阳率的样子。 老板眼神一颤, 随即又被很好地隐藏了下去。 虽然我这赌石档不经常解除这种高档翡翠来, 但是对于翡翠的见解还是颇有几分研究的。 浓厚, 纯正, 艳阳, 这确实是正阳率的表现。 冯刚悄悄地拉了拉晴天, 天歌, 什么是正阳率? 虽然他经常到赌石档玩, 也知道翡翠水头的等级, 但是对于翡翠的了解却还是相知甚少, 只知道什么窦青重、肝种、冰重、高冰重还有玻璃种这些, 至于什么正阳率、祖母率之类的说法就完全不清楚了。 翡翠的价值是根据水头、大小, 还有颜色三个标注来判定的正阳率是绿匪的一种颜色, 除此之外还有祖母率、帝王率。 晴天缓缓地道, 等等,帝王率? 说到这里, 晴天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盯着这块翡翠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一番仔细查看之下, 这才终于明白过来, 怪不得他总觉得这块翡翠因不只是正阳绿的样子, 原来是帝王绿, 正阳绿比祖母绿要好上一些, 而帝王绿则是绿匪之中最好的颜色。 老板,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块翡翠应该是帝王绿而不是什么正阳绿吧? 晴天笑了笑道, 赌师当老板的脸色瞬间就拉了下来, 不过随即就被他很好地隐藏了下来。 是吗? 帝王绿? 我再仔细看看。 老板说着, 盯着这块翡翠又故作仔细打量了起来, 片刻之后, 老板惊呆地道, 帝王绿还真的是帝王绿, 时间长没接触过帝王绿这样的绿匪, 连我都给看走眼了。 晴天没有说话, 只是笑眯眯地盯着赌师当的老板看了一眼, 帝王绿可是绿匪中最顶级的颜色, 不知道小兄弟这块冰重帝王绿翡翠打算怎么处理。 老板不动声色地继续道, 如果晴天只是看出了帝王绿, 而没有看出玻璃中的水头的话, 还是可以捡得大漏的。 卖, 当然是要卖了。 晴天毫不犹豫地回道, 既然要卖, 不如卖给我如何? 三百万, 这么大一块冰种帝王绿最多也就这个价钱了。 三百万的价格, 对于这么大一块冰种帝王绿的翡翠来说, 确实算得上高价了, 但是想要买下眼前的这块翡翠, 未免就有些不够用了, 晴天笑眯眯地道, 双眼直逼对方。 赌石滩老板的眼底闪过一丝慌乱, 不过随即就被他很好地掩饰了下去。 小兄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就听不明白了? 老板, 这块翡翠我确实是真的要出手, 不过老板你如果真心想要的话, 就应该坦诚一点, 这块帝王绿翡翠真的只是冰种的水头吗? 晴天试探地问道, 从赌石滩老板闪烁的眼神中, 他已经可以肯定, 这块翡翠确实不只是冰种的水头。 没想到, 小兄弟倒也是个行家。 赌石滩老板有些炯炯的笑了笑, 现在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过来, 晴天已经知道了这块翡翠的真实价值, 想要再抱着简陋的心态, 拿下这块翡翠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玻璃种帝王绿, 这是翡翠中最顶级的翡翠, 和玻璃种子罗兰, 明皇翡翠, 续玉翡翠并称为四大王者翡翠, 价值很高, 晴天的样子确实是想要出手, 如果能够尽可能地压低一些价格, 将这块玻璃种帝王绿拿下, 转手赚上几十万上百万, 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运气好了, 导手赚个几百万也是有可能的。 好了, 既然小兄弟也看了出来, 那我也就不多弯子了, 你开个价, 合适的话, 这块翡翠我就留下了。 八百万, 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 八百万一口价。 晴天想了想到, 对于翡翠的行情, 他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样大一块高冰重的帝王绿翡翠, 八百万的价格虽然算不上高, 但也绝对不低。 玻璃种帝王绿翡翠的珍贵程度, 晴天是知道的, 他虽然感觉这块翡翠绝对不只是冰种的水头, 而且从赌石档老板的眼神中也察觉出了问题, 但是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这块翡翠竟然是十分罕见的玻璃种。 八百万, 赌石档老板稍稍的冷了一下,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块玻璃种帝王绿对方竟然会只开出八百万的价格, 实在是有些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最低八百万, 价格没商量, 赌石档老板的表情变化, 落在晴天的眼中, 让他误以为对方是嫌价格高, 特意又强调了一遍。 好, 八百万就八百万, 这块翡翠我要了。 回过神来, 赌石档老板慌忙回道, 此时, 他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晴天只是看出了这块翡翠不只是冰种的水头而已, 并没有看出这块翡翠的真实水头。 老爹, 咱们哥俩还真是有缘啊, 没想到今天心血来朝逛了一下古安一条街的赌石档, 竟然还能在这个地方遇到你。 一道高昂的声音响起, 循着声音望去, 晴天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不是别人, 正是有安华第一大少之称的张东。 张哥, 晴天笑呵呵地招呼了一声, 老爹, 你这是在干嘛呢? 张东走过来之后, 这才注意道解实际上的翡翠, 拿在手里翻看了片刻, 瞬间就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这东西是你刚刚解出来的。 晴天点点头, 嗯, 有什么问题吗? 一块高冰种帝王绿翡翠而已, 至于让你这个堂堂安华第一大少如此震惊吗? 你小子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昨天简陋, 搞到奉天光绪奎卯卯一两一级那样的顶级古铜币, 现在居然又解除玻璃种帝王绿这种顶级的王者翡翠。 张东长大嘴巴, 不可思议的道, 这运气实在也太你天了吧? 虽然说剑宝赌石主要靠眼力, 但是俗话说得好, 三分眼力, 七分运气, 想要剪漏就不只是需要眼力那么简单了, 更多的是一种运气。 玻璃种帝王绿, 晴天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精彩了起来, 怪不得刚才他开出八百万的价格之后, 赌石档的老板会短暂的失神, 而后又一口答应了下来, 现在看来, 对方一定是早就看出了这块翡翠的真是水头。 幸亏张东来得及时, 再晚来片刻的话, 恐怕他就已经把一块玻璃种帝王绿翡翠, 荡成高兵种帝王绿给卖了出去。 张哥, 你来得真的是太及时了。 激动之下, 晴天一把紧紧地勾住了张东的肩膀。 滚蛋, 别这么勾勾搭搭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咱们两个是通辈呢? 张东笑骂着, 一把将晴天推开了过去, 这才疑惑得到来得太及时了。 什么意思? 晴天开口, 缓缓地把刚才的事情简单地讲述了一遍。 张东听着, 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尼玛的。 竟然敢忽悠到他张东的兄弟头上, 真是太嚣张了, 刚准备发飙, 不料赌时档的老板竟然率先为难起了他来。 这位兄弟, 你这么做, 未免不太合规矩吧。 规矩? 什么规矩? 张东不屑地道。 哼, 赌时档老板冷恨了一声继续道, 废话我也不多说了, 到手的生意被你黄了, 中间的损失, 你来赔。 哦, 不知道老板你的意思是要我赔多少呢? 刚才谈好的价格八百万, 这块翡翠如果拿出去卖的话, 至少可以卖到三千万左右的样子, 你再给我两千两百万, 这件事情就算到底, 不然的话, 赌时档老板恶狠狠地道, 话里的意思, 威胁的意味很浓。 其实, 从张东走过来的第一眼起, 赌时档老板就注意起了张东, 一身崭新的阿玛尼, 加上手腕上价值过百万的百达翡翠手表, 绝对是有钱人家的富少。 两千两百万虽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是对于能够带得起价值超过百万的百达翡翠手表的富少来说, 还是绝对可以拿出来的。 两千两百万, 你怎么去抢啊? 一直沉默不语的冯刚, 突然冲到了秦天的身前, 怒气冲冲地道, 赌时档的老板来找张东要这些钱, 是因为说穿了翡翠的真实水头, 所以在他看来, 赌时档老板为难张东就是在为难秦天, 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抢? 抢劫是犯法的事情, 咱可是一本正经的生意人, 怎么能去做那种违法乱计的事情? 赌时档老板淡淡地道, 丝毫不为所动。 天哥, 你和张哥你们先走, 这边我来顶着。 冯刚转过身冲着秦天和张东招呼道, 转过身来继续一脸怒视向赌时档的老板,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有本事你就把我这条命给拿走, 你那条命能值两千两百万吗? 赌时档老板不屑地道, 接着话锋一转, 冷冷地道, 想走可没那么容易, 今天不把这些钱拿出来, 一个都别想走。 这小子倒是挺有意思的, 张东饶有兴致地打量了冯刚一眼, 一把将这小子拉了回来, 眯着眼睛盯着赌时档的老板道, 如果我要是不赔这些钱呢? 在古安一条街这地方, 赶赖我胡老二的账的, 你还是第一个。 赌时档老板的脸色变得更加阴狠了起来, 切, 老子还说在安华这地方, 敢威胁老子的, 你还是第一个呢? 张东不屑地道, 他这话倒不是在吹牛, 堂堂安华第一大哨的名头, 可不是吹出来的, 看来, 你今天是打定主意, 不打算赔这些钱了。 赌时档老板一脸冷笑着继续道, 你说呢? 张东的眼睛再次眯了起来, 赌时档老板不再说话, 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挂断电话之后, 牛逼哄哄地道, 有本事你们在这里等着, 对方有三个人, 他只有一个, 现在要是动起手来, 肯定是要吃亏的。 张东不屑地笑了笑, 三个人就这么站在原地, 一句话也没有说。 冯刚倒是有些担心, 几次开口想要劝说晴天离开, 不过看着晴天的样子, 几次张开了嘴巴, 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 不过三分钟的时间, 一群混混就冲了过来, 领头的是一个光头刀疤脸的中年男子, 这丝冲过来之后就嚣张地叫嚣了起来, 谁, 谁他妈的, 话还没说完, 刀疤男脸上的表情就凝固了。 你马的, 不是吧, 竟然是张少, 自己刚才竟然骂张少你他妈的, 完了, 完了, 这一下全完了, 马的, 就是你坏了二爷的生意。 你马的活腻歪了是不是, 小子, 实相地赶紧把钱赔给二爷, 不然的话, 别怪得几个不客气了。 刀疤男的声音刚刚落下, 一群小弟就嚣张地叫嚣了起来, 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刀哥, 就是这小子, 坏了我的生意, 还不赔钱。 赌石档老板凑到刀疤男的跟前, 盯着张东几个人盛气凌人的道, 啪, 回答赌石档老板的, 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声。 刀疤男竟然揪起了赌石档老板的衣领, 一个大嘴巴抽了上去, 接着冲着一群小弟大吼了起来, 闭嘴都他妈的给老子闭嘴。 刀哥, 你这是干嘛呢? 赌石档老板有些不明所以的道, 冯刚此时也傻眼了, 眼前的情况似乎不大对劲啊, 赌石档老板叫人是来收拾他们的, 怎么倒先打起自己人来了? 晴天倒是没有表现出来太多的震惊, 房地产行业可是张氏集团下属的一个重要产业, 张东作为张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安华第一大少, 这些混混孔头子恐怕没有几个不认识他的, 就算没见过真人, 肯定也看过相片。 刀疤男带来的一群小弟, 此时也全都傻傻地愣在了那里, 不明所以地看着眼前的荧幕, 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啪啪啪, 干嘛? 我干你老了? 刀疤男怒骂着, 对着赌石档老板劈头盖脸的一通耳光, 就抽了过去。 待到他松开手的时候, 赌石档老板的脸颊已经肿成了猪头的模样, 鼻血喷出, 连门牙都被打掉了几颗,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连鼻子眼都难以分辨出来。 刘老二, 有些日子不见, 张东这才走上前去, 笑眯眯的道。 张绍, 我真的不知道是您啊, 不然的话, 就是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来啊。 刀疤男委屈得快要哭了, 说起话来, 整个人忍不住都开始哆嗦了起来, 这次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起来, 早知道胡老二这货想要敲诈的对象是张东张绍的话, 说什么也不来凑这个热闹。 张绍, 这个胡老二我已经教训他一顿了,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我接着收拾这个不开眼的东西。 刀疤男继续道, 说着狠狠一脚揣在了赌石档老板的身上, 一脚直接将赌石档老板揣了个仰巴叉, 没有理会一脸恐慌的刀疤男, 张东缓缓地走到了赌石档老板的跟前, 笑眯眯地道, 两千两百万, 现在这些钱还用不用我赔了? 不用了, 不用了, 赌石档老板满脸惊恐, 哆嗦着道, 真的不用, 不用, 真不用了, 赌石档老板委屈得快要哭了,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走吧, 潇洪潇洒地挥了挥手, 招呼擎天两个人抱着解释机上的翡翠离开, 直到几个人离开许久之后, 刀疤男才抹了一把满头的汗珠, 重重地松了口气出来, 刀哥, 那小子是谁啊? 一群小弟诧异地道, 安华第一大少, 张东, 刀疤男心有余悸地吐出几个字来, 嘎, 闻言, 一群混混全都傻愣在了那里, 赌石档老板更是一脸铁青, 耍横竟然耍到安华第一大少张东的头上, 整个安华市估计也就他胡老二独一份了, 张哥, 今天真的是多亏了你及时赶到, 不然的话, 我恐怕已经八百万把这块玻璃种帝王绿翡翠给卖了, 走出古玩一条街, 晴天感慨地道, 老弟, 今天这事情是哥哥凑巧赶到了, 不过以后就不一定有这要巧的事情了, 我看你在古玩方面的眼力不错, 怎么对翡翠方面的了解就这么少呢? 一块玻璃种帝王绿竟然被你当成高冰种, 晴天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有时间的话多去一些珠宝行看看, 看得多了, 这些翡翠的水头其实还是很好分辨的, 张东继续道, 明白了, 张哥, 晴天点点头道, 这块翡翠你打算如何处理? 看了晴天一眼, 张东继续道, 卖了, 家里的资金缺口差不多是三千万左右的样子, 将这块翡翠卖了的话, 加上昨天的那五百万足够应付眼前的难关了, 既然这样, 这块翡翠我就留下了, 价格上咱们就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来, 张东说着, 开了一张面额三千万的支票递给了晴天, 收起支票, 晴天心头瞬间就变得轻松了起来, 家里的难关已经可以平稳渡过去了,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就像是恍若梦境一般, 被人打碎了自己最后的希望, 却因祸得福获得了可以透视健保的逆天能力, 还真是因祸得福啊, 几个人在古玩一条街的入口处闲扯了一会, 叫了一个电话, 然后就慌忙打了个招呼, 火急火燎的离开, 天哥, 这个张东是什么人,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张东离开之后, 冯刚这才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刚才那群混混的表现, 就算他脑袋瓜子在实诚, 也想得明白, 这一切都是因为张东的缘故, 安华第一大少, 张东, 晴天缓缓的吐出了几个字, 冯刚脸上的表情瞬间僵硬在了那里, 虽然他早就猜到张东可能身份不俗,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就是安华第一大少的那个张东, 资金缺口的事情搞定, 晴天迫不及待的就要赶回家中, 和冯刚打了声招呼之后, 直接打了个出租返回家中, 回到别墅, 打开房门, 一屋子的烟气扑别来, 晴天走进去, 看到父母正一脸沉闷的坐在沙发上, 谁都没有说话, 母亲满脸愁云, 父亲则是一根接着一根的不停的抽着烟, 偌大的烟灰缸早就被填得满满的, 爸妈, 你们别担心了, 三千万的资金缺口, 我已经筹到钱了, 打开窗户, 晴天在父母的对面坐了下来, 从口袋里摸出那张三千万的现金支票递了过去, 三千万, 接过晴天递过来的支票, 秦父秦母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在了那里, 小天, 这些钱你是从哪里来的? 晴父语重心长的道, 这些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就算是对于没有落败之前的秦家来说, 也是一笔数目不菲的数字, 秦父秦母很想知道, 这才过去不到一天的时间, 自己的儿子到底是从哪里又搞来的这三千万? 秦家可以落败, 但是他们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去做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赌石的来大, 晴天缓缓地道, 把赌石解除玻璃种帝王绿的事情简单地讲述了一遍, 知道了这笔钱的来历之后, 秦父秦母的脸色并没有丝毫地缓和, 而是语重心长地叮嘱了起来, 小天, 这一次虽然你侥幸解除了玻璃种帝王绿这样的顶级翡翠, 小数人光线的背后不知道隐藏着多少人一夜倾家荡产, 一无所有的凄凉, 这些年生意上不少的合作伙伴都因为赌石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情妇情母深知这其中的危害, 爸妈, 我知道, 你们放心吧, 这次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壮壮运气, 反正身上就那么一点钱不如赌上一把, 晴天笑了笑道, 不过心头则是毫不在意, 双眼拥有可以偷视健保的异能, 这可是了不得的逆天异能, 或许对于别人来说, 赌石确实是个很危险的行当, 但是对于可以透视到赌石内部情况的他来说, 一切完全不是问题, 知道就好, 情妇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下来, 爸妈, 有了这些钱, 家里的难关应该可以平稳度过去了吧, 晴天继续道, 情妇点点头, 嗯, 加上昨天的五百万, 整整三千五百万, 这些钱绝对是足够用了, 家里面临的资金缺口的得到解决之后, 气氛终于缓和了许多, 情妇情母着急工厂的事情, 叮嘱了几句之后, 就慌忙离开了家赶往公司, 资金已经到手, 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解决工厂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在家继续翻开了, 一些关于古玩基础方面的知识, 已经是中午的时间, 父母不在家, 晴天出门, 就竟找了个餐馆吃了点东西, 打了个车去了一趟安华最大的珠宝行, 鼎盛珠宝, 位于安华最繁华的商业街, 寸土寸金, 整个珠宝行, 直接占据了一栋大厦整整一层的位置, 里面全都是珠宝翡翠钻石之类的东西, 晴天来到这里之后, 就直接来到高档翡翠的区域四处观看了起来, 张东说得不错, 想要能够最快地熟悉翡翠水头的区分, 珠宝行这地方确实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个多小时的观看之后, 晴天终于对于翡翠的水头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包括颜色的区分也都更加清楚了起来, 天成人家, 走出珠宝行, 对面大厦上一个牌匾上的几个大字, 吸引了晴天的全部注意力, 晴家没有落败之前, 在安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天成人家这地方, 晴天十分清楚, 表面上是一家经营性的酒店, 其实则暗地里经营着安华最大的地下赌场, 这两天晴天手里虽然赚了不少的钱, 但是这些钱全都给了父母, 用于度过家中目前面对的难关, 他的手中, 现在只剩下不到1500块多一点的样子, 不如去这里的地下赌场, 赚点外快回来, 看着天成人家四个金字大招牌, 晴天心头忽然打起了注意, 既然可以透视, 玩扑克头子什么的, 对他来说再, 自然也就完全没有问题, 地下赌场的玩法虽然有很多, 不过就算是玩法再多, 所使用的东西, 无外乎也就是头子扑克而已, 走入天成人家的地下赌场,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摆放整齐的赌桌, 每张赌桌上都有一个核观负责, 当然, 这里只是地下赌场的普通区域, 真正的大玩家都在VIP贵宾室里对战, 而不是在这种地方作为闲家和赌场派出来的核观玩, 晴天将身上的所有现金全部兑换成了筹码, 不过才只兑换到了三个五百块的筹码而已, 地下赌场的规矩, 下注的最低金额五百起步, 走到一个玩头子的赌桌前停下了脚步, 这种头子的玩法很简单, 三颗头子, 有核观负责摇头子作为庄家, 剩下的闲家猜点数, 可以压单双, 大小, 区间和点数, 集中玩法的赔率也各不相同, 单双大小一赔一, 区间一赔三, 点数一赔六, 晴天走过来之后, 女核观刚好停下手中摇晃的头子, 目光落到晴天的身上时, 女核观就像是发现了新大路一般, 一双美目含情默默地盯着晴天, 先生, 想要玩头子吗? 声音很轻柔, 在搭配上故意作嫩的声音, 倒是很容易刺激每一个男人身上的荷尔蒙分泌, 女核观的还是颇有几分姿色的, 样貌虽然算不上很出众, 但是身体却是异常的火爆, 一身紫色紧身制服的包裹下, 恰到其好的勾勒出每一分的线条, 嗯, 晴天点点头, 轻轻地应了一声, 真正的赌徒里面, 男人居多, 这也是为什么赌场喜欢用女核观的缘故, 比如刚才的一瞬间, 随着女核观一个轻缓的动作和娇柔的声音, 好几个吓住的都忍不住多下了一些筹码, 似乎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 先生, 看你的样子, 应该是第一次到这里来玩吧, 里面有VIP贵宾包房, 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兴趣到里面玩一玩, 女核观继续道, 晴天一身崭新的阿玛尼, 再配上手腕上价值不菲的手表, 绝对是典型的富家子弟, 不用了, 就在这里随便玩玩吧, 晴天有些心虚的道, 三张五百块的筹码, 就这些钱还去里面的VIP贵宾室里玩, 简直是在开玩笑吗, 赌场的筹码面额各种不同, 最低面额五百起步, 除此之外, 还有一千的, 五千的, 一万, 五万, 以及最好十万的筹码, 请下注, 女核观继续道, 晴天微微笑, 集中精力看向了女核观手中的投核, 随着注意力的集中, 投核慢慢的变得透明了起来, 直到最后, 完全消失不见, 五五六, 十六点大, 拿出所有的筹码, 晴天故意摆出了一脸犹豫不决的模样, 在堵桌上方来回摇晃了起来, 三枚面额五百的筹码, 女核观看到晴天手中, 拿出三枚五百的筹码时, 脸色都绿了, 你码的, 这就是富家大哨的气派吗, 居然兑换的全是这种五百面额的最低限度的筹码, 妾, 才下这么一点赌注, 什么富家大哨, 我看也不过如此, 有人不屑的道, 明显对于刚才女核观对晴天表现出的那种热情, 有相当的不满, 对于这些人的嘲笑声, 晴天直接选择了无视, 片刻之后, 捏着筹码的右手再来到十六点这个点数的上方时, 晴天右手故意一松, 假装掉了下来, 三枚筹码准确地落在十六点的数字上, 算了, 就压这个吧, 晴天郁闷地叹了口气道, 当晴天三枚五百面额的筹码落在十六点这个点数上的时候, 女核观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精彩了起来, 刚才摇晃头子的时候, 她并没有用太过复杂的手法, 头盒内的点数她很清楚, 十六点无疑, 这个附加大少虽然小家子气了些, 不过运气倒是还真够逆天的, 而且似乎也蛮帅的嘛, 女核观暗自迪过了一句, 缓缓地打开头盒, 头盒打开, 三颗头子清晰地显露了出来, 五五六刚好十六点, 压点数一赔六, 加上一千五百的本金, 晴天手头的筹码已经有了一万零五百块, 你码的, 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 看清楚头盒内的点数, 其他的一些闲家, 不禁有些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真是太他妈扯淡了, 一个失手, 竟然还真就压中了, 奶奶的, 这样也能行, 众人纷纷地议论声, 晴天再次选择了无事, 不然总不能对着这些人说, 其实刚才的一切都是自己故意的吧, 女核观很快开始再次摇晃起了头子, 第一轮开始, 这一次, 依旧没有变化出太多的手法, 头盒落下, 里面的点数已经了然于心, 先生, 看你的运气似乎不错嘛, 女核观微微一笑道, 双手可以在胸前挤压出了一道弧度, 领口的缝隙很大, 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一抹雪白的弧度, 伴随着女核观的动作, 一些吓住的闲家, 目光再次喷射出了炙热的火焰, 好似恨不得直接钻进那黑色的内搭里面去, 好像确实挺不错的, 晴天笑了笑道, 既然这样, 那这一把不如多压一些, 趁着运气好, 多赚一些, 女核观笑呵呵地继续道, 两条手臂挤压得更加卖力了起来, 核观的收入和为赌场带来的盈利直接挂钩, 创造的盈利越多, 提成就越高, 女核观不遗余力地想要让晴天下到更多的赌注, 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将晴天完全引入上钩, 做了这么久的核观, 他非常清楚人性的弱点, 赢了还好说, 一旦输开了头, 就是一发不可收收拾, 晴天的一身打扮, 完全是附加阔哨的样子, 如果能激发晴天心头的笃信的话, 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肯定能狠狠地从中抽上一笔提成, 时间就像女人的事业线用力积极总会有的, 晴天的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这样一句话来, 目光缓缓地落到女核观面前的头核上, 随着注意力的集中, 头核开始变得透明了起来, 就如同一层透明的玻璃窗, 然后完全消失不见, 一二五八点, 八点八号, 正当晴天思索着要找个什么样的借口下注的时候, 女核观左胸一侧贴着的一个编号给了他很好的提醒, 你是八号? 女核观点点头, 可以得挺了挺胸, 先生, 请下注吧, 既然你说要趁着运气好多赚一些, 那这一把就把这些全押了吧, 晴天说着将身前的筹码全都推到了八点这个点数上, 最后又把目光落到女核观上笑呵呵地道, 美女, 这次我就押你八号,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好运哦, 一定, 女核观勉强挤出一副笑脸道, 头盒内的点数他听得很清楚, 一二五八点, 片刻之后, 当所有人督下注完毕之后, 女核观打开头盒, 看着桌面上静静躺着的三个筛子, 所有人再次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一个比一个夸张, 上一把没拿稳筹码掉到了十六点上, 结果开出来的点数正好是十六点, 这一把压了女核观的编号八号, 结果开出来的点数又正好是八点, 这运气简直是要逆天了, 不知道晴天是不是自从得到异能之后, 运气开始直线飙升, 第三把的点数竟然和今天的日期是同一个数字, 晴天再次全中, 三局下来, 手中的筹码也有1500变为10500, 再到73500, 然后到现在的514500块, 女核观的脸色此时不禁有些颤抖了起来, 一连三局, 晴天的赌注从1500块变成现在的514500万, 这速度实在是太夸张了, 和为赌场带来的利润抽成一样, 一个核观如果为赌场带来巨大的损失的话, 也是需要进行赔付的, 本来看到晴天之后, 还以为来了一条大肥鱼, 可以狠狠地赚上一笔, 结果闹到现在, 肥鱼没逮着, 反倒损失出去了50多万, 这些钱对于赌场来说虽然算不上多, 但是对于普通区域的一张赌桌来说, 而且还是在三局之内输出去这么些钱的时候, 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每个赌场都有高手坐镇, 如果和官损失到一定的数目之后, 是需要请坐镇的高手出马的, 不然的话, 如果和官继续擅自坐主玩下去的话, 剩下的损失就要有和官来承担, 50万, 正是大厅里这些和官所能承受的一个极限, 超过这个数字, 就必须要请赌场坐镇的高手出山, 要不要请杜老出马, 女和官心头有些纠结了起来, 在他看来, 晴天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再继续玩下去的话, 未必就还有这么好的运气, 看来今天的运气还不错, 行了, 我还有事, 就不陪你们玩了, 正当女和官思索的时候, 晴天收起筹码, 起身向着兑换筹码的地方走了过去, 赌场里的那些事情, 晴天很清楚, 赢钱到了一定的数目之后, 如果还不离开的话, 赌场恐怕就要请人了, 50万刚好,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倒是足够他去重温大厦赌食的本金了, 先生, 不再玩一会吗? 女和官再次施展出了浑身的解数, 连衣领位置都被拉低了不少, 昔日的晴天, 好歹也是堂堂的秦大少, 早就见惯了各种各样的女子, 女和官的身材虽然火辣, 但是对于晴天这个昔日的秦大少来说, 杀伤力还是十分有限的, 不玩了, 今天还有事情, 改天吧, 说完, 晴天来对筹码兑换的地方, 将筹码兑换成现金, 让工作人员打入自己指定的卡号, 离开了天成人家的地下赌场, 出了天成人家的地下赌场之后, 时间还早, 不过下午四点多一点的时间, 不如趁着现在去一趟重温大厦, 天成人家距离重温大厦并没有太远的距离, 看了看时间还早之后, 晴天就打算去重温大厦溜达溜达, 刚要挥手招停一辆出租车的时候, 身后忽然响起了一阵惊呼声, 不好了, 有人昏倒了, 寻着声音转过身去, 身后不远处, 大约只有几步的距离, 一个老人昏倒在了地上, 身旁蹲着以为年龄相仿的老太太, 四周一片慌乱, 已经开始有人拿出手机拨通120的急救电话, 老人的脸色很苍白, 呼吸急促, 老周, 老周, 你这是怎么了? 老太太着急的道, 额头上都被惊出了冷汗, 拿出手机, 老太天慌忙拨通一个电话, 小雅, 快点来吧, 你爷爷昏倒了, 哪里? 天成人间这边, 突发心脏病, 这是突发心脏病, 人群中, 一个中年人冲了过来, 看了一眼老者的情况后, 着急的道, 赶快看看, 他身上带没有带药, 突发心脏病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 必须有急救的药物, 及时未服用, 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老太太闻言, 慌忙在老者身上, 来回翻看了起来, 晴天集中精力看向老者的时候, 目光忽然穿透了老者的肌肤, 可以清楚的看到里面的血肉, 再往里面去, 每一根筋骨, 每一条经脉, 每一个血管, 还有五脏六腑, 都清楚的出现在他的眼前, 在老者心脏连接的位置, 一处血管出现了堵塞, 阻断了血液的流通, 看来是血管的阻塞, 导致血液中断流通, 引发心脏宫血不足, 从而导致心脏病的突发, 晴天迷迷糊糊的琢磨了起来, 随着他的精力再度集中, 双目之中, 一道蔚蓝色光芒一闪即逝, 没入到了老者心脏的位置, 蔚蓝色光芒的环绕下, 老者的心脏开始慢慢地恢复了活力, 然后, 血管阻塞的地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慢慢扩展开来, 还可以治病, 晴天傻傻地愣住了, 眼前的情况和清楚, 双眼之中涌射出的这种特殊的光芒, 明显对于老者血管的扩展和强化, 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晴天自己可以感觉得到, 这种蔚蓝色的光芒, 除了他自己之外, 其他人并看不到, 从双目之中涌射出来的时候, 有大拇指那般粗细, 但是随着距离的眼神, 蔚蓝色光芒明显在慢慢减弱变细, 直到包裹起老者心脏附近的血管时, 就只剩下了头发丝的粗细, 莫非距离对于这种能量, 有很大的削弱? 晴天带着这种以后走向了老者, 然后蹲了下去, 双手装模作样地, 放在老者心头的位置, 轻轻地按压了起来, 这是最基本的心跳复苏的手法, 在学校的急救课上, 晴天有学习过, 老奶奶, 你别着急, 我学过一些急救的知识, 我尽量试试看, 能不能起到帮助? 小伙子, 拜托你了, 一定要救救我们家老头子啊, 老太太此时就像是溺水之人, 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拉住晴天的手臂激动地道, 放心吧, 晴天点点头, 微微一笑道, 走近之后, 他已经完全确定了自己的猜想, 随着他近距离地在老者身旁蹲下, 原本缠绕在血管之上, 如同头发丝粗细的蔚蓝色的光芒, 顿时就变回了拇指粗细的大笑, 将受到阻塞的血管, 团团环绕了起来, 随着蔚蓝色光芒的增多, 老者体内被包围起来的血管, 扩张的速度明显加快了不少, 不过片刻之后, 就完全恢复了过来, 而且血管的内壁, 似乎也变得更加强韧了起来, 前后不过一分钟的时间, 血液重新通过血管, 流入到了心脏继续供血, 嗨嗨, 老者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老头子, 老头子, 你没事吧? 老太太着急地道, 没事, 没事, 老者笑了笑道, 目光落到晴天的身上感激地道, 小伙子, 谢谢你了, 老夫这条性命, 算是从鬼门关走上一遭, 又捡回来了, 老者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 急救不及时的话, 等到医院的急救车赶来, 已经是为时已晚, 老爷爷, 以后出门可记得一定要带急救药, 这种情况可是很危险的, 晴天笑呵呵地将老者扶了起来, 张小雅刚好在附近执勤, 接到奶奶的电话就慌忙赶了过来, 带到他走过来之后, 只见爷爷在一个年轻人的搀扶下, 已经站了起来, 这是我孙女, 小雅, 张小雅走过来之后, 老者笑呵呵地道, 小雅, 快点谢谢这个小伙子, 要不是这小伙子的话, 爷爷现在已经到鬼门关报到了, 谢谢, 张小雅话音落下, 这才看清楚晴天的模样, 顿时惊讶地道, 是你, 更让他意外的是, 晴天竟然还会医术, 张警官, 咱们又见面了, 真是缘分啊, 晴天笑眯眯地道, 三六弟美女景花, 对于这个好心, 把自己送到医院的美女景花, 他的记忆可是格外有心, 你们认识, 老者有些意外地道, 张小雅稍稍地冷了一下, 点点头道, 嗯, 算是吧, 晴天被人打得昏倒在地, 是他去了晴天去了医院, 仅此而已, 只能勉强算是做认识而已, 老爷爷, 说起来, 张警官还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呢, 晴天黑黑一乐道, 然后将前天的事情, 简单地讲述了一遍, 说起来, 张小雅也算是他的福星, 将自己送到医院醒过来之后, 结果就发现, 拥有了透视的异能, 然后短短两天时间, 健保赌食, 就凑足了, 可以帮助家里渡过难关的资金, 旺夫, 三六弟的美女景观旺夫, 这么说来, 倒还真是挺有缘的, 老者笑了笑道, 你还会医术, 继续闲聊了一会, 张小雅好奇的道, 嗯, 以前跟着一个老中医学过一些推拿的手法, 也算是略有小成吧, 晴天信口胡念道, 哦, 张小雅呕了一声继续道, 那天动手打你那些人都是什么人, 他们没有再找你麻烦吧, 没有, 晴天点点头道, 张小雅的关心, 倒是让她的心头再次暖洋洋了起来, 能够被美女关心, 的确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尤其还是一位穿上制服的美女, 急救车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几个人闲聊了几句, 急救车就赶到了地方, 虽然老者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不过在老太太和张小雅的坚持下, 还是坐着车去了医院, 随着急救车的后门被关上, 张小雅的身影消失, 晴天忍不住再次透湿了过去, 慢慢的, 急救车的后门变得透明了起来, 然后消失不见, 张可欣身上那完整包裹着的警符, 在一瞬间慢慢凋零, 直到完全消失, 侧面看去, 别有另外一番风味, 晴天的鼻血, 再次不争气地喷了出来, 重温大厦一共分为上下五层, 其中一到三层的位置, 做赌食经营生意, 四楼主要是一些娱乐休闲设施, 五楼则是大厦的安全室, 负责为在这里经营赌食生意的摊位老板, 提供贵重的物品保管服务, 安全室的安全措施非常到位, 采用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安全技术, 瞳孔、指纹、体温、密码四道安全防线, 安全室的大门, 为特制金刚安全门, 可以抵御小型火箭弹的攻击, 凡是在大厦经营赌食生意的摊位老板, 缴纳一定的费用之后, 都可以使用, 大厦的管理方负责这些安全室的安全, 凡是被储存进安全室的东西, 都有登记备录, 一旦发生丢失的情况, 损失由大厦主办方承担, 晴天进入重温大厦之后, 重温大厦一到三层的赌食区, 完全是按照赌食的质量和价格进行区分的, 一楼的赌食质量最次, 价格也是最低, 一般的价格都在一万到十万之间, 二楼的大概在十万到一百万的数字, 三楼则都是一些表现十分不错的赌食, 价格最低的都在百万元靠上的数字, 据说还有几块正常的王牌赌食, 售价已经超过了千万的数目, 晴天走进距离入口处最近的一家摊位, 一块接着一块的赌食透视了过去, 透视之下, 所有的赌食都变得透明了起来, 可以清楚地看到内部的一切, 而且, 随着晴天注意力的继续集中, 这种透视还会继续加深, 到最后, 直接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细小的分子结构, 空的, 还是空的, 有尼玛一个空的, 晴天足足透视了数十块赌食之后, 连一块蕴含翡翠的赌食都没有发现, 尼玛的, 比起赌食到那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郁闷地咒骂了几句, 晴天继续往下透视了过去, 这一次, 倒是有了一些收获, 不过确实最垃圾的窦青众, 干种那样的货色, 完全没有任何价值, 如果是之前, 能够解除这样的翡翠, 对于秦大少来说, 也许还会感觉不错, 不过现在, 有了透视的异能之后, 一般的垃圾翡翠, 根本入不了秦大少的眼睛, 按照他现在的想法, 冰重以下水投的翡翠, 完全不做考虑, 这家赌食当的里面, 靠近角落的位置地上, 摆放了一块赌食, 块头并不大, 但从外面看上去, 也没有什么起眼的地方, 不过就是这块赌食, 却吸引了一位老者的目光, 老者手里一只手拿着放大镜, 一只手拿着手电筒, 在赌食上来来回回地仔细观看着, 这老头, 应该是个行家, 晴天知道一些赌食高手, 是可以通过赌食的外在表现, 判断出一块赌食, 是否蕴含有翡翠, 不过这种凭借经验判断的准确率并不高, 一般的赌食高手, 连五五之术都做不到, 最多只能做到四分眼力, 六分运气, 稍微好一些的, 可以达到珠宝型赌食顾问级别的, 可以做到五分眼力, 五分运气, 在网上的一些顶级高手, 也就是六分眼力, 四分运气的样子, 国内赌食最厉害的, 就是缅南的翡翠王, 据说此人已经达到了八分眼力, 两分运气的地步, 不知道这块赌食到底怎么样, 瞧着老者一副捉摸不定的表情, 擎天缓缓地透视了过去, 随着这块赌食内部的情况慢慢地呈现出来, 秦大少完全傻眼了, 高兵种紫罗兰, 擎天看得很清楚, 这块赌食的内部, 静静地躺着一块高兵种紫罗兰翡翠, 价值虽然比不上玻璃种帝王绿那种四大王者翡翠, 但是也绝对算是相当不错的翡翠了, 翡翠的颜色, 当属紫罗兰,帝王绿, 这一类的最为珍贵, 高兵种紫罗兰, 已经是仅次于四大王者翡翠之外的最顶级的翡翠了, 刘老, 怎么样, 老者身旁站着一位中年人, 看模样像是这家赌食摊位的老板, 刘老是圈内的赌食高手, 对于舅的研究很深, 尤其喜欢一些带舅的赌食, 这块赌食上带有很深很长的一道旧, 如果是一般的赌食人, 只要一眼就直接放弃了, 也就像刘老这样的赌食高手, 才有信心研究, 被称作刘老的老者摇了摇头, 还是算了吧, 这道就太深了, 老先生, 这块赌食您确定不要了? 秦天对于赌食的规矩还是知道的, 凡是有人看着赌食, 在对方没有确定要还是不要之前, 是不能随便出手的, 现在老者虽然已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思, 不过秦天还是又追问了一句, 老者淡淡地扫视了一眼, 不悦地冷哼了一声道, 不要了, 秦天的意思很明显, 摆明了就是要出手拿下这块赌食, 这块赌食上有一道很深的旧, 连他都不敢胡乱出手, 现在这个年轻人却要出手, 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老者自认为, 自己在安华的赌食圈里还算有一些名气, 秦天的举动让他相当不满, 秦大少顿时一脸欣喜地道, 老板, 这块赌食我要了, 三十六公斤, 八百一公斤, 一共是两万八千八, 零头我就不要了, 两万八整好了, 摊卫老板笑咪咪的道, 可以刷卡吧, 我身上没那么多现金, 秦天笑了笑道, 现在他兜里只剩下不到两百块钱, 地下赌场里迎来的那些钱, 全都打到了卡上, 可以, 老板点点头道, 秦天把银行卡递过去, 老板接过卡插入POS机, 秦天接着输入密码, 很快交易完成, 老板将卡又递给了秦天, 小兄弟, 这块赌食, 你是要现在就切了吗? 切, 现在就切了吧, 老板应了一声, 招呼店里的伙计将赌食装入推车推了出去, 负责谢食的是一位三十岁出头的中年人, 秦天在解食之前特意在赌食上按照自己的情况, 画出记号, 叮嘱谢食的师傅按照自己所画的记号进行解食, 谢食是一项技术活, 就算是经验老道的谢食师傅, 有时也可能会出现失误的时候, 对于秦天在赌食上标注的这些记号, 谢食的师傅完全没有任何意见, 这样以来, 就算是真的出现了什么偏差, 与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丝毫的关系, 不知所谓, 瞧着秦天所画出的那些记号, 刘老不屑的道, 正常的情况下, 像这样一块有旧的赌食, 第一刀要切的就是旧的地方, 看看就对内部的破坏到底有多深, 可是现在秦天的切法完全就直接把旧给忽略了过去, 简直是不知所云, 嗡, 打开解食机, 大功率的电剂顿时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滋滋, 沙伦摩擦赌食, 发出滋滋的声响, 赌食场内前来挑选赌食的人不少, 但是真正出手的人却不多, 随着解食机发出的巨大声响, 很快就有大批的赌食者聚集了过来, 不是吧, 既然有人买了这样一块赌食, 这么大一块旧, 旧算是有翡翠, 也完全废了, 这些人凑过来之后, 第一时间就盯着固定在解食机上的赌食打量了起来, 待到他们看清楚, 中间一道很深的旧食, 全都不约而同地摇起了头, 旧, 什么是旧, 秦天有些疑惑地询问道, 旧这个词, 他倒还是第一次听说, 旧你都不知道, 这可是赌食的基本常识, 一位站在秦天身旁的一位中年人, 指了肢解食机上正在解食的这块赌食中间的一道裂痕道, 看到没有, 正中间那道裂痕, 这就是旧, 旧的缝隙越大, 长度越长, 说明旧存在的时间越长, 反之, 存在的时间就越短, 秦大少文言倒是明白了什么是旧, 不过对于旧和赌食的关系, 却依旧是一头雾水, 旧, 连旧都不知道, 还想赌食, 真是笑话, 刘老不屑地冷笑了起来, 他倒是很想看看, 等会这块赌食被完全解除之后, 晴天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依着他的经验来看, 这块赌食上的旧, 应该是天然和这块赌食一起形成的, 所以, 在这块赌食的内部, 姑且不论蕴含的有没有赌食, 就算是有, 也一定早就被破坏掉了, 甚至已经可能风华成了粉末, 大哥, 听你的话, 好像对赌食很了解, 就和赌食有什么关系, 没有理会刘老的冷嘲哼, 秦大少继续好奇地问道, 对于秦大少恭敬的态度, 中年人倒是很受用, 小兄弟, 今天做哥哥的, 就和你说说, 这就和赌食的关系, 就分为两种, 一种是天然和赌食共同生长形成的, 另一种则是在后天的环境中养成的, 无论是天然形成的旧, 还是后天养成的旧, 对于赌食的伤害都是致命的, 就越大, 对于赌食的伤害越大, 就对赌食最大的破坏, 在于它可以破坏赌食内部的结构, 尤其是对于翡翠, 就更是拥有一种近乎吞噬的能力, 一旦就接触到赌食内部蕴含的翡翠的话, 那么很快, 翡翠就会被救破坏, 先是产生裂纹, 到最后就直接风华, 化作粉末, 一些赌食高手凭借自己的眼力, 倒是可以很大程度判断出, 就对赌食内部的破坏情况, 所以赌食之中, 还有一个赌救的说法, 晴天这才算是明白了过来, 怪不得那位刘老在看到他出手拿下这块赌食的时候, 会露出那么一副不屑的神色, 倒了半天, 原来是因为中间这道深深的旧, 小兄弟, 就对赌食的破坏你已经知道了, 以后购买赌食的话, 没有一定的把握, 可千万不要购买那些待旧的赌食, 比如现在这块, 你看中间那道旧的缝隙和长度, 明显是天然与生俱来的, 这块赌食无论内部的情况如何, 都已经是废了, 中间人指着正在解释的这块赌食继续道, 真不知道是哪个傻逼拿下的这块赌食, 这下肯定是血本无归了, 晴天无奈地笑了笑, 大哥, 你说的那个傻逼就是我, 对于别人来说或许确实是在赌救, 但是对于他来说可以直接透视到赌食内部的情况, 就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啊, 中年男子傻眼了, 没想到自己刚才说了半天话, 站在身旁的晴天, 竟然就是这块赌食的主人, 小兄弟, 连舅都不懂你就赶完赌食, 半晌过后, 回过神来的中年男子, 有些炯炯地笑了笑道, 晴天故作无奈地挠了挠头, 倒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谢时的师父动作还是很快的, 按照晴天所标注的记号, 操作解释机缓缓地向下切去, 当沙伦切入三分之二的位置时, 突然溢出了一道紫色的光芒, 出了, 出了, 人群中不知道是哪个眼间的, 最先看到溢出的紫色光芒, 顿时惊呼道, 早就备好的水桶里盛出溢水瓢了上去, 尘埃散去, 一副更加清晰的紫色雾气, 不断地从窃口处涌现出来, 紫色的雾气, 一定是紫罗兰了, 紫罗兰是肯定的了, 只是不知道水头怎么样, 但从窃口溢出的紫色雾气上来看, 色泽鲜亮, 剔透, 明润, 应该会有不错的水头, 围观者议论纷纷了起来, 没想到, 这样一块带着这么长一道深究的赌食, 还能解除翡翠来, 解食的师父心里, 也是颇感一万, 水头再好, 又有什么用? 刘老那不屑的声音, 在此时响了起来, 冷冰冰的, 赌食上的旧, 长度和深度是成正比的, 这块赌食上的旧长度, 完全贯穿整块赌食, 虽然不清楚具体的深度, 但是从长度的表现上来看, 想必至少也要贯身到赌食内部的核心位置, 就对翡翠的破坏性, 只要是玩过赌食的人都清楚, 绝对是致命性的, 所以, 基本上都可以断定完全被救破坏了, 说白了, 就算是解除冰种, 高冰种, 甚至是玻璃种这样的水头, 也不过只是一堆被救破坏过的翡翠而已, 完全失去了翡翠本身应有的价值, 只是一堆垃圾而已, 刘老的声音, 对于正在兴奋头上的众人来说, 无疑是当头一棒, 他们原本都清楚地看到了赌食上的旧, 只不过一时间惯性释然, 被切口出溢出的雾气吸引, 倒是把旧的问题给忽略了, 刘老说的对, 就算这块赌食里能切出玻璃种的紫罗兰来, 也早就变成了一块废料而已, 有人接过话茬, 无奈地叹了口气道, 刘老在安华赌食圈里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 大部分人都还是认得他的, 当然, 刘老的名气也不过仅限于小有名气而已, 和真正的赌食高手比起来, 他那点微末的伎俩根本算不得什么, 玻璃种? 玻璃种的翡翠哪里是那么好遇到的, 尤其还是紫罗兰这种翡翠的玻璃种, 这可是四大王者翡翠之一呢, 不管什么水头, 但想必定然不会是垃圾的货色, 倒是可惜了里面的翡翠, 小兄弟, 真是可惜了, 但从切口一出的雾气来看, 你这块赌食内蕴含的紫罗兰, 差不多已经有了冰重的水头, 可惜了, 真是可惜了, 之前和晴天讲解救的知识的中年人, 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道, 晴天淡淡地笑了笑, 老哥, 就对赌食的伤害真的就那么大吗? 对于众人表现出来的态度, 按照这些人的说法, 就对赌食内部翡翠的伤害完全是致命性的, 可是这块赌食的内部, 那块高兵种的紫罗兰完全好好的没有问题, 根本没有受到丝毫的破坏, 当然了, 你手机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中年人毫不犹豫地回到, 小子, 老夫实话告诉你吧, 这块赌食老夫之所以观察了那么长时间, 就是看出了其中蕴含有水头不错的翡翠, 只是上面的救食在太长了, 这才没有出手, 不然的话, 哪里轮得到你? 刘老冷冰冰的声音再次响起, 想要玩赌食的话, 还是先回家买些书籍, 多了解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再到赌食场多长长见识再说, 赌食这样, 虽说一刀可以天堂, 但是更多的是一刀地狱, 老夫玩了这么多年赌食, 见过太多想要一夜报复的年轻人, 不过最后大多数的义务所有, 倾家荡产, 甚至是家破人亡, 刘老的态度完全是一种冷嘲的热讽, 看似是在劝说晴天, 其实话语里带满了字, 是吗? 晴天的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 如果刘老好言相劝的话, 他倒还是挺感激的, 可是现在, 这个老头摆明了就是在嘲笑他, 而且, 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嘲讽, 就算是晴天再好的脾气, 此时也有些忍耐不住了, 更何况, 平日里秦大少本不就是个省油的主, 笑话, 老夫赌食数十载, 还能骗你这个小娃不成, 受到质疑的刘老, 十分不悦地皱起了眉头, 刘老, 我知道你是区内资深的长辈, 不过赌食这一行, 并不是年龄大, 就代表眼力一定高, 我记得缅男有位翡翠王, 他的弟子不过才二十岁出头的模样, 就已经有了小翡翠王的称号, 号称翡翠王之下的第一人, 论年纪, 翡翠王的这位弟子, 可是比你小了很多, 晴天淡淡的道, 以老卖老, 自以为是的家伙, 而且, 我看这块赌食内部的翡翠, 未必就真的受到了旧的破坏, 赌食内部的情况, 晴天看得很清楚, 一块高冰重的紫罗兰, 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 完好无损, 你, 刘老老脸胀红, 颤抖着手指, 指着晴天说不出话来, 我怎么了,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晴天依旧是一脸淡淡的笑容, 丝毫不为所动, 刘老的老脸更加胀红了, 晴天的这些话, 犹如当着众人的面, 给了他一个狠狠的大嘴巴, 偏偏还让他无法反驳, 小子, 老夫不和你这个无知小辈一般见识, 嘴巴哆嗦了半天, 刘老最终吐出几个字来, 秦大少依旧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样, 切自以为是的老家伙, 嘎, 全场一片愕然, 这小子竟然说, 刘老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老家伙, 刘老终于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 一点也不顾及自己长者的姿态, 也不在乎什么以老气小什么的, 气呼呼地指着晴天道, 小子, 老夫就和你赌一把, 咱们就赌这块赌石内的翡翠, 到底有没有受到旧的破坏, 赌就赌, 莫非我还怕了你不成, 晴天丝毫不为所动, 好, 今天老夫就要当着众人的面, 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无知的厚生小辈, 少说大话, 如果比吹牛的本事的话, 我倒是甘拜下风, 晴天一句话, 直接把刘老气的快要吐血了, 好歹他也算是圈内小有名气的人物, 混迹赌石圈这么些年, 倒是还第一次有像晴天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敢如此和他说话, 好, 很好, 咱们走着瞧, 事情到了现在, 刘老也知道继续说下去, 他是占不到丝毫便宜的, 咬了咬牙, 冲着解石的师父吆喝道, 愣着做什么, 赶紧解石啊, 两人的争执, 让解石的师父都忘记了解石,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直到刘老的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 这才回过神来, 慌忙操作解石机继续开始解石, 虽然心里对于刘老说话的语气颇有不满, 不过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等一下, 晴天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干什么, 怕了吗, 想反悔了, 刘老不屑的道, 脸上再次挂上了一副得意的神色, 在他看来, 晴天这个时候开口, 肯定是害怕要认输了, 啪, 笑话, 晴天不屑的道, 本大嫂只是觉得, 既然是赌局, 总要有赌注吧, 不然岂不是太过没有意思了, 虽然已经赚足了钱, 足以让家里度过眼前的难关, 不过这些钱, 才不过只是, 可以让家里度过眼前的难关而已,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节鱼, 短时间内, 秦大少想要恢复到以前的生活, 就只有靠自己的努力了, 赌注, 不知道你想赌多少, 刘老不屑的道, 晴天手里的钱, 扣出购买赌石的花费, 大概还有49万多的样子, 这些钱加上卡里剩下的一些小钱, 倒是刚好可以凑足50万的数目, 不如这样, 咱们就赌50万好了, 50万? 行, 虽然有些少了, 不过50万就50万嘛, 刘老淡淡的道, 你妈的, 如果不是老子都里现在没那么多钱, 一定非赌到你倾家荡产, 一无所有不可, 秦大少心里很郁闷, 不过去也没有办法, 没办法, 谁让咱是囊中羞涩呢? 赚钱, 赚钱, 再赚钱, 努力赚钱, 秦大少心头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尽快赚到更多的钱, 或许以前赚钱对他来说很难, 不过拥有了可以透视鉴定的异能之后, 对于秦大少来说, 赚钱就变得容易了许多, 比如昨天解出的那块玻璃种帝王率, 如果能再搞出几块了, 身价直接就过亿了, 这个数目, 差不多已经快要赶上加厉以前没有落败之前的全部家当了, 毕竟, 秦家之前的全部资产虽然数亿, 但是大部分都是固定资产, 比如厂房设备等, 真正的资金, 也不过就是一个多亿的数目, 谢时吧, 有了和晴天的赌局, 刘老的心情似乎好了不少, 说起话来, 也客气了许多, 温温, 操作解释机, 谢时的师傅还继续开始解释, 这小子,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和刘老对赌, 这下有好戏看了, 翡翠被就破坏了不说, 还要搭上五十万的赌注, 这次可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伴随着解时机的轰鸣声, 围观者再次议论纷纷了起来, 总之, 所有人之中, 几乎没有一个看好晴天的, 倒是之前和晴天讲解救的问题的中年人, 有些好奇地多打量了几眼, 晴天的神色表情似乎有些太过淡定了, 集中精力, 晴天再次透视向了旧位置, 很快赌石的表皮变得透明了起来, 晴天沿着就从赌石表皮渗入的方向, 一点一点地看过去, 这才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怪不得这块赌石内部的翡翠没有受到旧的破坏, 搞了半天, 原来旧的深度才不过刚刚进入不到两公分的样子, 完全没有深入到赌石的内部, 按照那老头的说法, 旧的长度和深度应该是成正比的, 怎么这倒就会? 晴天心头有些疑惑地嘀咕了起来, 尽管对于刘老为人的性格他十分不齿, 但是并不否认对方的眼力, 尤其是就这种基础性的东西, 对方应该是绝对不会搞错的, 可是眼前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解释的师父动作很快, 第一刀很快就完整地切了下去, 废石翻开, 内壁一侧的翡翠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通过一侧的表现, 已经基本可以断定出翡翠的水头, 眼前这块翡翠, 只要已经达到了冰重的水头, 而且从那种透度上来看, 极有可能是高冰重, 窃口处显露出来的翡翠一侧,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被破坏掉的痕迹, 但从这一侧的表现来看, 内部的翡翠很完整, 没有丝毫缺陷, 怎么回事啊, 明明那么大一道长旧, 为什么内部的翡翠会完好无损呢? 不知道, 这种情况倒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围观者的声音都变得有些疑惑了起来, 刘老的脸色也有些难看了起来, 不过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老头咳嗽了一声缓缓的道, 现在的位置, 距离有旧一侧的位置, 还有很远, 只占到整块堵十五分之一的样子而已, 应该是旧的长度刚刚形成, 内部的深度暂时还未达到同样的程度, 不过就算这一侧的翡翠没有受到破坏, 但是靠近就一侧包裹中间位置的翡翠, 老夫可以肯定, 必然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只是暂时还未扩及到此而已, 文言, 围观者纷纷点头, 表示认可, 晴天淡淡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依旧在心里琢磨起了刚才的问题, 他所画好的记号, 全都是刚好到翡翠的位置, 谢时的师父沿着他做好的记号, 一刀一刀地切下去, 不过片刻过后, 翡翠的大概轮廓已经清晰地显示了出来, 所有的部位都完好无损, 完全没有受到旧的破坏, 此时, 所有人全都不可思议地张大了嘴巴, 那种感觉就像是伟大的航海加戈轮部, 航海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没有破坏, 堵石内的这块翡翠完全没有受到破坏, 奇迹, 绝对是奇迹, 高冰种子罗兰, 这块翡翠的价值恐怕要达到数百万之多, 短暂的震惊之后, 人群再次爆发出纷纷的义润声, 和之前不同, 这次再也没有任何的嘲讽声, 全都是不可思议的义润惊呼声, 不可能,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刘老此时, 就像是丢了魂一样, 喃喃自语道, 这种旧的情况很明显, 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讲, 内部的翡翠, 就算不被完全吞噬成粉末, 起码也要四分五裂, 可是现在一切完好无损, 丝毫没有受到旧的破坏, 哪怕一丝一毫都没有, 这样奇怪的现象, 倒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这块赌石是谁的, 这块翡翠, 我出一百万要了, 人群中, 一个身材臃肿的中年人, 走出人群吆喝道, 一百万, 就想拿下这块高冰重子罗兰, 罗刚, 你这如意算盘, 打得也太轻松了吧, 一个年龄相当, 身材瘦弱的中年人, 接着从人群走出, 一脸不懈地盯着之前, 说话的中年人, 不懈地道, 两百万, 这块赌石谁是主人, 这块翡翠, 我马涛两百万要了, 马涛, 你这是存心和我过不去是吧, 被称作罗刚的中年人, 脸色难看得到, 罗老板, 话可别这么说, 你看上了这块翡翠, 我也看上了, 既然这样, 就只能按照规矩价高者的, 马涛淡淡地道, 想要东西, 又不想放点血, 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 好, 那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谁能最终拿下这块高冰重子罗兰, 罗刚脸色深沉地道, 老罗, 老马, 你们两个先别争了, 到现在赌食的主人是谁, 还不知道呢, 谁知道, 人家到底愿意不愿意卖呢, 一个和罗刚, 马涛年龄相当的中年人, 走上前来劝说道, 充当起了合适老的角色, 卖, 只要价格合适, 当然要卖了, 擎天文言, 慌忙走上前去道, 他现在, 最缺的就是钱, 至于说收藏翡翠, 擎天暂时没有这样的想法, 反正凭借他双眼特殊的异能, 什么样的翡翠, 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 想收藏了, 等以后有钱了也不迟, 两百万, 小兄弟, 这块翡翠, 我出两百万, 马涛继续道, 两百五十万, 三百万, 三百二十万, 最终的价格, 在马涛加价到三百九十万的时候, 罗刚终于停止了加价, 这块翡翠的块头并不算大, 最多也就值得三百万的样子, 现在价格被抬高到三百九十万, 完全是两个人的斗气之争, 再继续加下去的话, 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最终, 这块高兵种的翡翠, 被马涛以三百九十万的价格成功拿下, 罗老板, 不好意思, 这块翡翠, 现在是我的了, 罗刚一脸阴沉的道, 别得意, 三百万的翡翠, 被你用三百九十万拿下, 就算是你拿到了手, 做成成品卖出去, 也没有多少, 利润可言, 马涛笑了笑, 毫不在乎的道, 赚钱不赚钱倒是无所谓, 就算是赔钱也行, 反正, 只要有我在的地方, 你罗刚就别想拿到一块料子, 哼, 罗刚冷哼了一声, 不再说话, 以前这样的争斗, 两个人也没少发生过, 其中好几次, 他还都被马涛给赢了几次, 价格抬高之后, 马涛竟然直接放弃了, 所以搞到现在, 只要价格超过可能营造的利润, 罗刚都是直接放弃, 钱车之鉴, 看来, 这两个人之间, 应该有很深的矛盾, 秦天暗自嘀咕了一句, 他明白罗刚的所言应该不假, 马涛以390万的价格拿下这块赌石, 确实是没有什么利润而言, 如果不是两人有极深的矛盾的话, 马涛应该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达成交易的意向, 马涛很爽快, 开了一张390万的现金支票, 递给秦天, 华夏银行全球通队的现金支票, 秦天一眼就认了出来, 收起支票笑呵呵的道, 马老板, 可以了, 马涛拿出一张名片递给秦天, 小兄弟, 以后有这种好点的翡翠, 直接打上面的电话联系我, 价格上你放心, 老哥帮你满意, 秦天接过名片笑了笑道, 一定, 马老板, 轻蔑地瞥了罗刚一眼, 马涛和秦天到了的别, 抱起刚刚解出来的翡翠, 转身离开, 这么一回的功夫, 谢石的师傅已经完成了打磨的动作, 剩下的就只有那些细小的缝隙里的踢石了, 这就需要更专业的师傅来完成了, 刘老此时依旧在琢磨着旧的问题, 没有对内部的翡翠造成丝毫的翡翠, 这种情况他不光是第一次遇到, 更是从未听闻过, 缓缓地走到解释机前, 刘老拿起切下来的肺石, 从中翻出那块带着一道长长的旧的肺石上, 这一次, 刘老看得很清楚, 旧的深度很薄, 只深入到了内部不足两公分的深度,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刘老喃喃自语了起来, 目光阴沉地落到了秦天身上, 没想到, 这小子还真是好运气, 这次倒真的是他看走眼了, 肚石上那一道长长的裂痕根本不是旧, 而是一种天然的极为罕见的蟒斑, 与就极其相似, 除非是达到大型珠宝型肚石顾问的肚石高手, 否认一般人, 就连像他这样小有名气的肚石高手, 也根本分辨不出来, 我赢了, 翡翠迈出去之后, 秦天笑呵呵地走到了刘老的身旁, 刘老脸色阴沉, 阴狠地盯了秦天一眼, 没有说话, 愿赌服输五十万, 拿来吧, 秦天淡淡地继续说道, 小子, 这次算你运气好, 这种十分罕见, 类似于旧的蟒斑被你遇到了, 下次再有这样的赌石, 你未必就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刘老脸色阴沉地, 开出一张五十万的支票, 递给了秦天, 刘老的话音落下, 就有人议论了起来, 原来是类似于旧的蟒斑, 怪不得没有破坏到内部的翡翠呢, 蟒斑极为罕见, 外形酷似旧, 除非能够达到大型珠宝行赌石顾问的水准, 否则是根本无法分辨出来的, 这小子, 这次真是好运, 可惜了刘老, 这个赌局, 输得窝呢, 刘老在赌石圈虽然小有名气, 但是还完全无法和那些大型珠宝行的赌石顾问相提并论, 所以对于刘老没有看出莽班的事情, 众人并不觉得奇怪, 只能感叹刘老的运气太差, 秦天的运气太好, 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声, 秦天轻轻地弹了一下支票, 笑眯眯地道, 下次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就不劳刘老宁这位赌石高手费心了, 两万八一块赌石, 翡翠卖出了三百九十万, 又赢了五十万, 则则, 这赌石还真是个赚钱的行当, 话里的意思, 讽刺的意味很浓, 刘老听得很明白, 不过却也无话反驳, 早就领教过秦天嘴上功夫的刘老, 最终咬了咬染了下来, 恶狠狠地瞥了一眼秦天之后, 转身离开, 收回支票, 秦天的嘴角勾起更加得意的一抹笑容, 小兄弟, 你今天的运气还真是逆天了, 连蟒班这种罕见的东西都被你遇到了, 之前对秦天讲述旧的问题的中年人凑过来道, 秦天微微一笑, 老哥, 这蟒班到底是什么东西? 蟒班就是一种在赌石上天然形成的蟒带, 也算是赌石上的一种纹路, 不过外形酷似旧, 很难分辨, 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 许多人都会把蟒班物认为是旧的, 中年人继续道, 秦天文言这才明白了过来, 按照中年人对蟒班的解释, 这个流老今天的运气确实是太差了, 蟒班这种罕见的东西, 竟然也被他撞上了, 不过这个自以为是的老头, 吃点教训苦头也好, 省得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样, 继续闲扯了一会, 秦天和中年人越聊越对脾气, 最后又互留了电话号码和姓名, 走吧, 咱们接着玩赌石去, 你小子今天运气贼好, 让老哥也跟着沾沾喜气, 中年人笑呵呵的道, 赌石圈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 如果跟着运气好的人赌石, 也会得到对方的一点气韵的, 没问题, 希望真能给老哥你带来好运, 秦天笑呵呵的应了一声, 两人就近走进一家摊位, 秦天开启双眼的透视能力, 刚刚透视过几块赌石过后,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张东打来的, 喂,张哥,你找我呀, 接通电话, 秦天呵呵的道, 老弟, 哥哥这有件东西拿捏不准, 你过来帮忙瞧瞧, 电话那边, 张东着急的道, 自从在古玩一条街, 见识到秦天在古玩上的表现之后, 张东已经把秦天当成了真正的古玩高手, 飞龙木笔筒中的奉天光绪一两亿级古铜币, 没有相当的严厉, 只绝对无法发现其中的加层的, 哪里, 东大街十六号, 万家古玩城, 张哥, 你稍等片刻, 我这就马上过去, 秦天应了一声, 挂断电话, 和中年人打了声招呼之后, 就匆忙离开了重文大厦赌食厂, 万家古玩城位于安华市南大街五十六号, 和古玩一条街的情况摆摊小贩的情况不一样, 万家古玩城是一家大型的古玩交易场所, 所有的古玩商人都被集中在一栋三层的商厦里, 相对于古玩一条街的混乱, 这里明显要显得正规许多, 秦天出了重文大厦之后, 就拦了个出租直奔了过去, 二十多分钟后, 车子缓缓地停靠在了万家古玩城前方的空地之上, 秦天下车一边走进古玩城, 一边拨通了张东的电话, 喂,张哥, 我到了, 你在什么位置? 电话接通, 秦天问道, 你直接上三楼, 楼梯口右拐第二家店铺, 好,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 秦天沿着楼梯一路直奔三楼, 按照张东所说的位置, 刚走过去, 就看到了张东的影子, 这次此时, 手里正捧着一件瓷瓶, 来回地打量着, 捉摸不定, 张哥, 秦天走过去招呼道, 对于张东, 他的心里一直是挺感激的, 玻璃种帝王绿拿去卖的话, 虽然确实可以卖到三千万的价格, 但是那可能需要时间, 尤其还是他拿着翡翠找上门去的话, 那些珠宝商肯定会要压价的, 价格可能会被压到很低很低, 甚至有可能会被压到两千万的地步, 张东直接给出三千万的价格, 看似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其实已经是在不动声色地帮助自己, 老店, 你可来了, 快点看看这件瓷器如何, 张东迫不及待地把手中的瓷器递给秦天道, 这样的动作, 让秦天的心头再次又感觉清静了不少, 瓷器属于易碎的物品, 一般情况下, 这种东西双方转交的时候都不会直接转交, 而是一方将东西放下, 另外一方再重新拿起来, 圈里的规矩, 如果东西直接移一手的话, 谁转交出去的, 谁负责, 结果瓷瓶, 秦天集中精力看了过去, 慢慢地, 随着注意力的集中, 双眼之中再次放过一道蔚蓝色的光芒, 这种光芒一闪即逝, 直接没入到了瓷瓶的内部, 按照经验, 这种瓷瓶上溢出的雾气, 应该是青色的光芒, 不过秦天在这件瓷瓶上, 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现象, 瓷瓶的瓶身上, 确实溢出了青色的光芒, 很浓厚, 应该是一件贵重的东西, 可是瓷瓶的底部, 却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 别说浓厚的青色光芒, 就算是很淡很淡, 哪怕是一丝一缕的青色光芒都没有, 这他妈算是什么情况呢, 秦大少有些迷茫了, 这种事情, 他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见到秦天如此一副迷茫的神色, 张东着急地道, 怎么样, 这件瓷瓶如何, 张哥, 这件瓷瓶恐怕有问题, 沉思了片刻, 秦天缓缓地道, 想来想去, 他觉得, 只有一种可能, 这件瓷瓶的瓶身和瓶体, 应该不是一个整体, 瓶身确实是真正的古玩, 但是瓶底应该是由于什么原因被破坏了, 然后请人给重新制作了一个, 张东心头一沉, 什么问题, 伴随着他的声音, 店里的伙计有些不悦地看向了秦天, 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 所有人之中, 只有店铺的老板, 露出一副饶有深意的笑容, 秦天没有说话, 仔细地盯着瓶底打亮了起来, 这一次, 随着经历的再次集中, 他的视线直接渗入到了瓷器的内部, 一层层的胎又退去, 底胎清晰地显露了出来, 然后这些底胎开始慢慢扩散, 直到最后, 在秦天的眼中, 完全变成了一幅分子结构图, 果然如此, 在秦天发现了自己的双眼, 还有这种透视到物质本身分子结构的能力时, 也终于明白了这件瓷瓶的问题, 如同他猜想中的一样, 是拼接在一起的, 不过拼接的师傅手艺很高, 一般人很难发现, 如果不是双眼突然发现的这种特殊能力, 秦天也只是怀疑猜测, 根本看不出一样,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件瓷瓶应该不是一个整体, 目光落到张东的身上, 秦天缓缓地道, 什么意思啊, 瓷瓶的瓶身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古玩, 老物件, 但是瓷瓶的瓶底确实后来拼接上, 秦天继续道, 按照我的猜测, 这个瓷瓶的瓶底应该是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然后当时的主人请了高手给重新制作修复了一个, 这种拼接的手法张东是听说过的, 不过这种手法拼接起来的东西, 一般都会留有一定的缺陷的, 只要仔细观察还是很容易发现的, 不可能吧, 这件瓷瓶的瓶底我也仔仔细细地观察了好几次, 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张东疑惑的道, 正常情况下, 如果真的是经过拼接修复的话, 仔细看肯定是可以看出来的, 正常情况下, 那些经过拼接修复的东西, 确实会留下痕迹, 仔细查看的话很容易发现的, 但是有些顶级大师的手法, 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是很难被察觉出来的, 秦天笑了笑道, 这倒也是, 张东点了点头, 这样的高手他就知道一位修复出来的东西, 很少有人看出问题来的, 再次打量了一眼, 张东心头对于秦天更加佩服了起来, 如果真的如同秦天所说的一样的话, 那么秦天的眼力, 绝对达到了那些真正的顶级鉴定师的行列, 秦天的年纪比来他来还要小上几岁, 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的眼力的话, 假以时日的成就, 恐怕会达到一个难以想象的高度, 小兄弟, 继续说说看, 你是怎么看出这其中的问题的? 店铺老板饶有兴致地打量了秦天几眼, 笑呵呵地道, 吴老板, 你早就知道这其中的问题了, 张东脸色沉了下来, 缓缓地道, 谷完店吴老板的话, 意思很明显, 摆明了早就知道这件瓷器的问题, 吴老板点点头, 没错, 这件瓷器, 我确实早就知道了其中的问题, 吴老板, 这样的话, 你这次的事情可是做得有些不厚道了, 张东的脸色有些难看了起来, 两人相识已久, 每次吴老板有什么好东西的话, 都会先打电话通知他, 在他不要了之后, 才会留在店里继续变卖, 这一次, 接到对方的电话之后, 他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没想到, 对方居然给他挖了个坑, 幸亏他虽然没有从这件瓷瓶上发现问题, 但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让他觉得瓷瓶有一些问题, 这才让秦天过来帮忙看了一下, 不然可就真的打眼了, 吴老板笑了笑继续道, 张少, 你先别动怒, 这次的事情可不是我的主意, 张老板的吩咐, 我也没有办法, 你是说我爸, 张东冷了一下道, 吴老板和父亲的关系不错, 如果说两人联手搞出这么一出的话, 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没错, 就是我, 古玩店里, 休息室的房门被打开, 一位中年人缓缓地走了出来, 气宇轩昂, 整个人往那里一站, 浑身上下很自然地, 就散发出一种威严, 不怒而威, 如果不是久居上位者, 是绝对不会散发出这种的气势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张氏集团的掌舵人, 张栋, 晴天不由得多看了两眼, 张氏集团的掌舵人张东, 在安华绝对是响当当的, 家喻户晓的人物, 经常出现在安华当地的电台上, 不过真人, 晴天倒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爸, 你这是玩什么呢, 张东有些迷茫的道, 晴天此时也是一脸的疑惑, 不知道这对父子在搞什么东东, 没什么, 就是想看看, 你最近的眼力有没有进步, 张福淡淡的道, 还算不错, 虽然没有真正的看出问题, 不过却也感觉到了一些端倪, 不然的话, 老子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 古玩店内有监控, 还有录音设备, 休息室内有一台监控设备, 所有的一切通过监控设备上的视频连接,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张福看得很明白, 自己这个儿子, 虽然没有真正的看出磁瓶的问题, 但是也感觉出了一些不妥的地方, 这才叫来晴天帮忙的, 张东没有说话, 冲着晴天无奈的耸了耸肩, 刚才的事情还真的是够显的, 老头子的性子他还是很清楚的, 整天自己倒鼓鼓丸, 偏偏说他不务正业, 瞎胡倒鼓鼓丸, 如果刚才他没有叫来晴天帮忙查看, 而是直接买下了这件瓷瓶, 张东可以清楚地想象得到, 等待自己的后果, 起码, 今年剩下的零花钱要被扣光了, 至于明年的, 估计也要减半, 这位想必就是晴天吧, 我听晴天提起过你, 他那枚奉天光绪一两亿级的古铜币, 就是你简陋得来的, 小小年纪, 当真是好眼力, 目光落到晴天的身上, 张富毫不吝啬地夸赞道, 张叔叔, 您过奖了, 晴天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说说看, 这件瓷器的问题, 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张富好奇地道, 这件瓷器是他心爱的一件藏品, 一次失手平底破碎, 后来被他招到古老给重新制作修复了一个, 古老的手法很高明, 很少有人能看出问题来, 如果不是他知道情况的话, 也不一定可以真正地看出来, 所以对于张冬没有看出问题, 却感觉到了一丝不妥, 张富的心里还是很欣慰的, 张家确实是有钱, 不过却不是丰大的树叶, 随便就可以刮来的, 面对张富的问题, 晴天有些无所适从, 双眼可以从真正的古玩上看出那种颜色各异光芒, 以及可以透视到每一件物体内的分子结构的事情, 是他能够看出这件瓷器真正问题的所在, 可是这种事情根本无法说出去, 其实倒也没什么, 只是后天拼接修复的瓶底, 右色虽然和平身本身的右色十分接近, 但是只要仔细观察, 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晴天心虚的道, 对于什么右色的说法, 他只是从书本上看到一些介绍, 其实根本完全分不清楚, 右色, 张富棱了一下, 再次夸赞道, 年纪轻轻就有如此的好眼力, 真是厚生可畏, 右色的区分, 绝对没有晴天嘴上所说的那么轻松, 张富的心中, 已经把晴天当成了真正的健保专家, 晴天心中羞愧, 暗自下定决心, 回去一定好继续好好学习古玩方面的知识, 不然的话, 如果再遇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 他还恨得不知道该什么解释, 可以看出一件东西的真伪, 却说不出其中的理由来, 不免会引起他人的怀疑, 晴天, 晴东, 老欧, 咱们到里面去, 我这里还有几件东西, 让晴天再给我张张眼, 张富继续道, 招呼几个人走进了隔断后面的休息室, 走进古玩店隔断后的休息室, 里面摆放了几张沙发和茶几, 茶几上摆放着几个木盒, 木盒的大小各异并不相同, 几个人坐下来之后, 晴天开始透视像桌子上的木盒, 这些木盒很精致, 经过一番恶补古玩知识之后, 晴天已经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 这些包装的木盒, 全都是价格不菲的黄花梨木, 每一个木盒的造价, 恐怕都要在数万的价格, 想必里面藏着的宝贝也定然不俗, 透过过几个木盒的内部, 晴天清楚地看到了里面的那些东西, 一件铜器, 两件瓷器, 还有一幅卷画, 这几件东西上, 每一件都散发出很浓厚的光芒, 小天, 看看张叔叔这几件东西如何, 张傅说着, 将几个木盒全部打开, 晴天点点头, 目光再次落到了木盒内藏着的几件宝贝上, 尽管刚才他早就透视过了内部的情况, 不过此时还是装模作样地拿了起来, 洋装仔细地观看了起来, 足足几分钟过后, 晴天才将最后一幅卷画类藏品卷好, 放回了盒子里, 张叔叔真是好眼力,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这些东西全都是价值不菲的真品, 晴天笑了笑, 依依解说道, 这件战国时期的九尊虽然并没有太高的价值, 但是这种东西很少, 收藏的意义还是很大的, 还有这两件瓷器, 一件是青晚期发廊彩的瓷瓶, 一个是唐三彩琉璃码, 全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至于最后一幅卷画就很厉害了, 郑板桥干股局全图, 这可是郑板桥的得意作品之一, 这些东西上的特征很明显, 在他最近恶补的古玩基础知识上都有清楚的记载, 厉害, 果然是好眼力, 张富再次夸赞的竖起了大拇指, 吴老板此时也是同样的表情, 这些东西, 张富已经请过古老过目过, 全都是真品无疑, 晴天能够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鉴定, 着实是厉害, 晴天有些脸红的笑了笑, 哪里是他的眼力厉害, 完全就是异能的作用, 异能可以清楚地鉴别到每件古玩的真位, 只要知道答案, 照本念经地说出一些特征就OK了, 继续在古玩店待了一会, 晴天和张东打了声招呼, 一起离开, 老爹, 今天的真的是好险, 没想到我那变态老爹居然想得出这种法子来, 看来以后买东西下手的时候要额外多留几分心眼里, 不然万一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结果如何可就不知道了, 出了古玩店, 张东心有余悸的道, 还能有什么下场, 无非就是教训两句罢了, 晴天笑了笑道, 教训两句罢了, 要真如你所说的一样, 轻松就好了, 老头子脾气你不知道, 依着他的性格, 如果我今天打眼了, 肯定要扣光我今天剩下的生活费不可, 不是吧, 这么惨, 你以为呢, 而且估计明年的也要减半, 万家古玩城很大, 足足有将近上百家古玩店, 晴天和张东出来之后, 直接拐进了就近的店铺里, 四处打量了起来, 双眼的特殊能力之下, 晴天清楚的可以看到, 这些斩架上所摆放的这些所谓的老物件的真实情况, 古玩城的情况和古玩一条街的情况, 差不多了多少, 就他们现在所走进的这家古玩店银, 晴天看到的几乎全都是青一色的赝品, 真正的老物件不足十分之一, 而且这些散发出各种不同颜色的老物件, 大部分散发出的光芒都很淡, 和黑龙木鼻桶的情况差不多, 就算是稍稍强上一些, 但也没有多出太多, 张哥, 咱们去别的地方再看看嘛, 晴天有些索然无味的道, 这么快就看完了, 张东诧异的道, 大部分都是最普通的赝品,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晴天淡淡的道, 这回, 吹起牛来已经没有了丝毫脸红的觉悟, 牛逼, 张东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出了这家古玩店, 两人干脆一家接着一家的古玩店查看了起来, 晴天的动作很快, 每次走入一家古玩前, 前后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就走了出来, 这份鉴别古玩的速度, 不免让张东再次为止大跌眼镜, 就算是一切如同晴天所说的那样, 都是最低级的赝品, 可是他妈这速度也真的是太快了, 晴天也不知道自己和张东两人到底逛了多少家店铺, 每次都是诚信而入, 败信而出, 一翻下来, 晴天的心头不免有些失望了起来, 尼玛的, 这古玩城赝品, 问你也太多了吧, 晴天无奈的感慨道, 你之前没有到这里来过? 张东诧异地问道, 今天是第一次, 本来以为这里都是正规的古玩店, 没想到和古玩一条街一个鸟样, 晴天回到, 之前他虽然经常往古玩一条街那地方跑, 不过倒是还从来没来过万家古玩城, 在他看来, 像这种看上去比较正规的地方, 应该经营的都是一些真正的老物件, 没想到一看之下才发现, 完全是和古玩一条街一样的情况, 张东闻言也就明白了过来, 怪不得逛了这么多店铺, 晴天这货一直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搞了半天, 原来是因为这样, 古玩城这地方, 说白了无非就是换个花样的玩法而已, 将那些赝品摆摊的小贩集中在一起, 搞个类似于大型商场的模式, 看上去挺正规的, 其实全都是一样的货色, 其实别说古玩城这地方, 就连外面那些大型的古玩店, 现在都是真假赝品, 惨赐不起, 晴天默默地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仔细想想, 也并不难理解, 古玩这一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 就算是有新进发掘出来的东西, 但是和古玩庞大的交易数量比起来, 这些数目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但是这些经营古玩生意的地方, 东西不仅没有出现减少的情况, 反而还呈现出火箭式的井喷, 其中的情况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已经是将近六点钟的时间, 晴天打算逛完就近的这家店铺离开, 走进这家店铺, 情况和之前的大箱径庭, 不过在其中一件精致的匕首上, 晴天却发现了问题, 匕首上有一种淡金色的光芒, 很淡很淡, 不过匕首的手柄上, 居然溢出了一种特殊的光芒, 一抹浓浓的紫色光芒, 这是晴天所从未见到过的, 难道说, 这个匕首的手柄里, 还有暗藏的玄机? 带着这种疑惑, 晴天透视向了匕首的手柄内, 透视之下, 果然被他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里面有一个夹层, 藏着一小块羊皮卷, 羊皮卷上画的好像是一幅地图, 上面用奇怪的字体标注着一些东西, 那一抹浓浓的紫色光芒, 正是从这块羊皮卷上散发出去的, 老板, 这个匕首怎么买? 晴天冲着古玩店的老板喊道, 来了! 古玩店老板应声走了过来, 立马开启神户幼的模式, 小兄弟, 这块匕首可是见了不得的宝贝, 削铁如泥, 行了, 我就是买回家, 削个水果用, 晴天最近几天, 实在是听腻歪了这些话, 不等古玩店的老板说完, 就打断了对方的话语, 嗨嗨, 古玩店老板被晴天一句话呛的咳嗽了起来, 老半天都没能说出话来, 从晴天的话中, 他能够清楚地听出对方的意思, 摆明了已经看出, 这并不是什么真正值钱的东西, 怎么, 看上这把匕首了, 说话的功夫, 张东已经走了过来, 从晴天手中接过匕首翻看了起来, 随即不屑地道, 一把清朝初期的匕首而已,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事不值钱, 买回去就当个百件, 没事削削水果皮也是好的, 晴天笑了笑道, 这倒是个好主意, 用古玩销水果, 有创意, 事情到了现在, 古玩店的老板已经非常清楚了, 这两个年轻人可都是个行家, 一口价, 三万, 三万的价格倒还算是比较合理, 晴天没有继续讨价还价, 刷卡完成交易之后, 带着匕首和张东一起出了古玩城, 晚上, 晴天又被张东拉到了中天大酒店庆祝, 等到返回家中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将近九点钟的时间, 父母不在家, 想必还在为公司的事情再忙活, 回到自己的房间, 晴天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匕首的手柄, 从手柄的夹层中取出那块奇怪的羊皮卷, 一番仔细地研究下来, 晴天最终确定, 这一块羊皮卷应该确实标注的是一幅地图, 上面这些他不认识的奇怪的字体, 应该是一些地名的标注, 而这一块的羊皮卷并不是地图的全部, 从剪开的切口看, 应该大概在四分之一的样子, 不知道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地图, 带着这种疑惑, 晴天将这一块羊皮卷收好放了起来, 虽然暂时还不清楚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地图, 但是从上面那浓浓的紫色光芒上, 可以判断的出来, 必然是块宝贝, 只是他暂时还不清楚罢了, 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将近十一点了, 晴天慌忙冲洗了一番, 开始休息, 已经有些日子没去学校了, 明天又是周一, 好好休息一个晚上, 是要去学校看看了, 第二天一大早, 晴天早早地就爬了起来, 洗漱完毕出门简单地吃了些早点之后, 打了个车直奔向学校, 哟, 这不是晴大嫂吗? 学校门口, 晴天刚下车, 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熟悉的声音响起, 晴天眼底闪过一丝冷漠, 缓缓地扫尸了过去, 李亮正带着几个小跟班走了过来, 其中有几个人晴天看得很清楚, 正是在前几天在古玩一条街, 受到李亮的指示, 对他动手并打碎了他剩下的全部古玩的那几个小子, 嘖嘖, 晴大少就是晴大少, 家里都落败成那个样子了, 居然还舍得打撤, 真是好气盘, 李亮走过来之后, 盯着晴天打亮了几眼, 一脸不屑地道, 脸上的伤好的还挺快, 晴天的眼睛缓缓地眯了起来, 对于李亮这种人, 他发自内心地感到一种厌恶, 尤其前几天在古玩一条街发生的事情, 更是让他对这个可恶的牲口恨之入骨, 不过说起来, 他倒也应该好好地感谢李亮, 如果不是这祸打碎了他的古玩之后, 也许就不会有他双目受伤, 再到后面得到透视健保的异能事情了, 李亮文言灰溜溜地低下了脑袋, 去检查一下, 没什么事情的话就回来上课, 宋宇威继续道, 李亮如释重负, 招呼几个跟班, 慌忙逃窜, 宋老师晴天此时才缓缓地走上前去, 笑微微地招呼道, 对于宋宇威的印象, 他的心中还是十分不错的, 家里没有落败之前, 他顽固, 狂傲, 宋宇威经常教训他, 可是自从家里落败之后, 宋宇威不止一次找他谈话, 劝说他, 并帮助他补, 直到现在, 他的脑海里, 还清楚地记得, 家里落败之后, 宋宇威第一次找他谈话时, 说的那几句话, 晴天, 以后的路你, 只能靠自己了, 虽然现在距离高考, 只有半年的时间, 很短暂, 但是只要你努力的话, 还有希望, 好好学, 以后每天中午, 还有下午放学后, 一小时到我这里来, 我帮你补功课, 争取靠上一所号的大学, 将来还是有出息的, 最近几天, 怎么一直不爱上学, 我说的那些话, 你是不是都当成耳旁风了, 宋宇威怒气冲冲地道, 他知道, 晴天之前虽然纹酷, 但是本性不坏, 不然的话, 也不到同班同学冯刚被人欺负的时候, 挺身而出了, 没, 没有, 晴天慌忙道, 惹眉女班主任发怒, 这可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事情, 晴天和宋宇威一起走进学校, 路上, 晴天对着宋宇威解释了一下, 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 听说晴天界中的难关, 已经可以平稳度过, 宋宇威心头松了口气出来, 原本的大户人家子弟, 偶然间变成义务所有的穷光蛋, 这份落差, 还真的不是一般人就可以承受得住的, 晴天, 你家里的难关已经渡过了, 但老师还是希望你能好好学习, 扭头看了晴天一眼, 宋宇威语重心长地道, 放心吧, 宋老师,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考上一所好的大学, 不辜负你的期望, 晴天点头, 信誓旦旦地道, 目光落在宋宇威那张秀美的脸颊上时, 不由地就又出神了起来, 宋宇威刚刚大学毕业, 也不过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算起来, 比起晴天, 也不过就大上两三岁而已, 两人完全可以说是同龄人, 在大少的眼里, 宋宇威更多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老师, 而是一个姐姐, 当然, 在秦大少的心里, 和所有青春期懵懂的青年一样, 一直都把宋宇威当作自己幻想的对象, 心灵美与外再美并存, 秦大少一直坚定地认为, 如果谁能娶到像宋老师这样的女人做老婆, 那绝对是几辈子才能修来的福分, 宋宇威并没有察觉到, 晴天眼神中那种炙热的光芒, 欣慰地点了点头, 你能这样想老师就放心了, 那你以后还继续去老师那里补习吗? 去, 当然要去了, 我以前功课不好, 拉下了很多, 不抓紧时间补习, 怎么考上好大学呢? 我可不能辜负了宋老师你的期望, 晴天郑重地道, 心头其实则是截然不同的想法, 有机会和美女班主任宋宇威单独待在一起, 这可是全校师生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说着聊着的功夫, 就已经到了教职工办公楼, 上午第一节宋宇威并没有课, 转身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晴天愣在原地, 盯着宋宇威的背影, 直到拐入楼梯, 完全消失在视线的范围内, 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 期间, 她几次都差点没忍住开启自己的透视异能, 不过最终都被她强忍了下来, 在秦大少的心中, 宋宇威就是仙女一般的存在, 她不忍心破坏了心中这份美好的念想, 天歌, 别看了, 宋老师早就没影了, 冯刚跟在后面, 笑呵呵地道, 还说我, 瞧瞧你那样子, 口水都快流了出来, 晴天回头, 美好气得道, 真的, 不是吧, 冯刚说着, 伸手抹了一把, 这才放下心来, 天歌, 你又耍我, 伴随着几声爽朗的笑声, 晴天和冯刚一起走向了教室, 安华一种是一所及初中高中与一体的 高级中学, 高三班的位置, 在所有教学楼最后面的一栋, 前面有一处活动的操场, 建有篮球场和乒乓球场这样休闲健身的活动场所, 晴天, 刚刚走到高三年级教学楼前的操场上, 一道声音, 把晴天从沉浸在宋宇薇的思绪中拉了回来, 声音很清甜, 很轻柔, 那种轻缓的音调, 几乎直接能伸入到骨髓里面, 周丹, 不用回头, 晴天就可以完全断定, 这声清甜轻柔的声音, 周丹, 安华义中高中部有四大校花, 平民校花周丹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他之外, 还有李柔, 杜成明以及孙小夕, 在整个安华义中, 除了四大校花之外, 还有一种四少, 曾经的晴天也是一种四少里响当当的人物, 你来了, 我去你们班看过你好几次, 不过你都不在, 能不能找个地方, 我有话要和你说, 周丹走过来缓缓地道, 我还有事, 先走了呀, 冯刚这小子倒是挺有颜色的, 看到周丹走过来之后, 慌忙逃窜, 不过当他跑出一段距离之后, 就回过头来迷茫地打量了起来, 不知道这周丹来找晴天是什么事情, 以前晴天姐没有落败的时候, 晴天可是经常骚扰周丹, 秦叔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往日里, 这妞几乎都不敢看见晴天, 怎么今天反倒是主动找上门来了, 对于周丹主动找上自己, 晴天倒是颇为意外, 来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 他有些好奇地盯着周丹打量了起来,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晴天疑惑地道, 和其他几个校花比起来, 周丹这个平民校花才是大众学生的理想情人, 周丹家境不好, 在安华裔中倒是少有的几个整天穿着校服的学生, 所以一来二去的就有了平民校花的成虎, 不过一身校服穿在周丹的身上, 不仅丝毫遮挡不住那清新脱俗的气质, 反倒是更多了几分清纯的魅力, 你家里的变故我都听说了, 你别灰心, 只要好好学习, 考上一所号的大学将来一定还是有出息的, 周丹点点头, 脸色羞红地说出这么几句话来, 晴天更加意外了, 平日里这个周丹看到他就躲, 没想到这次一连几天没来学校, 这妞不仅不躲了, 反而还主动找上自己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听上去倒是颇有几分小情侣的感觉, 你别这样看着我, 周丹的脸颊更加羞红了起来, 这些话他可是憋足了好大勇气才说出来的, 为此, 还, 一个人偷偷地在家里排练了很久, 晴天文言倒是收回了目光, 不过却故意装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就我这成绩, 怎么可能靠上大学呢? 他倒是想搞明白, 周丹今天和自己说了这么多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别灰心, 只要努力就有希望的, 现在距离高口还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周六周日咱们休息, 你有什么不会的地方可以去找我补习, 周丹慌忙道, 晴天傻眼了, 这世界简直太疯狂了, 前面美女班主任找到自己给他补习功课, 现在美女校花又找上门来给自己补习功课, 这尼玛简直是不要不要的, 真的? 嗯, 周丹重重地点了点头, 偷偷地看了晴天一眼继续道, 只要你能和我靠上同一所大学, 我就答应你的条件, 什么条件? 晴天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 做你女朋友? 说完, 这妞撒腿就跑, 啊? 这算什么? 表白吗? 晴天彻底傻眼了, 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 回到教室, 晴天满脑子都是周丹最后说的那句话, 看来那个锦花张小雅, 还真的是自己的幸运心, 自从在医院醒来, 从她的身上发现自己的异能之后, 到现在, 还真的一直都是惊喜连连, 说起来, 她和周丹之间, 还有一段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故事, 有几次周丹放学回家, 被几个小流氓欺负, 想要非礼她, 不过被晴天给救了, 这件事情, 倒是让周丹对于这个学校里, 名声并不怎么好的秦大少有了一些好感, 不过没想到, 以后晴天对她竟然没完没了的纠缠了起来, 就是这样, 周丹才开始见到她, 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拼命躲藏, 上午第一节课是宇文课, 宇文老师同样也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 长得虽然不如宋宇薇好看, 不过也算得尚是美女的级别, 有时候晴天甚至很怀疑, 安华译中每年重点一本那么高的升学率,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美女教师的缘故, 每次只要是这些美女教师的课, 全班同学一个个的都如如同打了鸡血, 一般兴奋, 兴致高昂, 上课的时候, 晴天再次有了意外的发现, 原本听什么忘什么的脑袋, 现在随着宇文老师没讲的一句话, 竟然全都清清楚楚的记在脑子里, 而且, 等到宇文老师全部讲完了之后, 一切在她的脑海中就如同放电影一般, 完全可以重新的来上一遍, 每一个字, 甚至每一个停顿的间隙, 都丝毫不差, 过目不忘, 晴天心头惊喜的琢磨到, 待到她继续在课本上翻看的时候, 终于完全得到了确认, 她这双拥有逆天异能的双眼, 不仅可以透视赌食, 治病, 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晴天现在越来越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她相信, 双眼肯定还有其他的, 暂时还没有被她发现的更多能力,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上午的课程很快就过去了, 晴天过目不忘的本事, 再次得到了更加准确的验证, 等到上午放学铃声响起的时候, 她的脑海就如同电脑的硬盘一般, 将上午所有的一切课程全都刻入了进去, 有了过目不忘的本领, 考上一所号大学肯定是绝对没有问题了, 走出教室, 晴天变得信心满满了起来, 此时, 她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周丹的那句话来, 只要考上同一所大学, 我就做你的女朋友, 咱们去门口的川卫斋庆祝庆祝, 出了教室, 冯刚凑过来道, 算了, 改天吧, 我还要去宋老师那里补习呢, 我看补习是假, 趁机多和宋老师单独相处, 才是真的吧, 冯刚的笑容, 显得有些邪恶, 滚蛋, 什么思想, 一点都不单纯, 那可是咱们老师呢, 晴天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这才笑呵呵地凑到冯刚的耳朵旁小声道, 知道就行了, 千万别说出来, 穿过操场和机动教学楼, 晴天缓缓地来到了教职工办公的区域, 安华一种的所有教师, 在学校都是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的, 这些办公室, 全都是一室一厅的格局, 办公生活完全没有问题, 还未走到宋雨薇的宿舍, 晴天远远地就闻到了一种扑鼻而来的香味, 等到她走过去之后, 这才完全断定, 香味正是从宋雨薇的宿舍里飘出来的, 不知道宋老师做饭的时候, 是一副什么样的样子, 带着这种疑惑, 晴天缓缓地集中精力, 慢慢地, 随着一道的光芒一闪即逝, 宿舍的房门开始慢慢变淡, 透明, 直至完全消失, 宋雨薇宿舍厨房的位置是正对着客厅的, 从入口的房门看过去, 刚好可以看到正在厨房忙活的宋雨薇, 不能看, 就看一眼, 一眼也不行, 一眼, 真的就只看一眼, 最终, 晴天心中黑色的小人战胜了白色的小人, 再次抬起头来, 宋雨薇的身影清晰地出现在了她的视线范围之中, 黑色的, 退去最后的伪装, 一切清楚地呈现在了晴天的眼前, 只是瞬间, 晴天那不争气的鼻血又喷了出来, 又来, 晴天快要崩溃了, 每次都是这样, 刚看上就流鼻血, 的, 实在是太不争气了, 喷喷, 她慌忙地扣响房门, 谁啊, 很快, 宋雨薇的声音传了出来, 宋老师, 是我, 晴天捏着鼻子道, 听到晴天的声音, 宋雨薇慌忙出来打开了房门, 然后接着就棱在了, 怎么流鼻血了, 快点, 快点过去洗一洗, 捏着鼻子一路冲进洗手间, 冰冷的凉水冲击在晴天的脸颊上, 这才算是让她清醒了过来, 结果, 晴天的鼻血再次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从洗手间出来, 晴天的心头满满的全是郁闷, 必须要想个办法治住自己这流鼻血的毛病, 不然这么玩下去, 非玩死人不可, 看还是不看, 看了流鼻血, 不看受折磨, 但, 不带这么玩人哪, 宋雨薇的厨艺还是很不错的, 这一点在之前来这里补的时候, 晴天就已经感受过了, 午餐做得很丰盛, 宋雨薇还特意炖了些排骨, 说什么现在正是长身体的年纪, 需要多补充一些营养, 吃过饭, 宋雨薇快速地收拾完一切, 开始帮助晴天补功课, 这一次, 晴天的表现倒是让她不禁有些惊讶, 平日里晴天来补功课的时候, 往往都是一问三不知, 可是今天, 对于上午学过的那些知识, 竟然滚瓜烂熟地熟记于心, 这妞不可思议地看着晴天, 就像是看到了一般, 晴天, 几天不见你的记忆力变得也太好了吧, 简直就是过目不忘, 这个, 其实我一直以来的记忆力都还是不错的, 前段时间可能是因为家里的事情, 有些心不在焉的缘故才会那样的, 晴天信口开河道, 反正她现在已经有了过目不忘的本领, 想怎么吹就怎么吹, 凭借你这么好的记忆力, 补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相信在高考前, 一定能把之前拉下的那些功课全部搞定, 来, 咱们继续补前面的功课, 之前的课程你几乎完全拉下了, 必须从开头一点一点的慢慢来, 宋宇威兴致冲冲的道, 心中对于晴天越来越充满了信心, 晴天应了一声, 在宋宇威的引导下, 从之前拉下的那些课程里, 可是从头补了起来, 随着宋宇威的讲解, 晴天几乎是和宋宇威完全同步, 等到她将问题讲解完之后, 她也完全同步理解于心, 晴天的脑子本来就聪明, 只不过一直以来没有用心学过罢了, 不过就是如此, 依旧还是有一些模糊的印象的, 此时加上宋宇威详细的讲解, 自然就很好理解了, 这道题要这样, 这样宋宇威讲解得很用心, 以至于有的时候, 身子几乎都要趴在了桌子上, 晴天的身高本身就要比这妞高出一头, 此时随着宋宇威前倾的动作, 视线可以清楚地落在领口缝隙的位置, 这一次的收获倒是让晴天略感欣慰, 终于没有再出现鼻血喷用而出的情况, 砰砰, 就在晴天心头暗自得意的时候, 响亮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谁? 宋宇威脸色一变, 心中已经猜出来了大胆, 宇威, 是我呀, 门外, 一道醉醺醺的声音响了起来, 曹振东这个老, 晴天一下就听了出来, 门外这道醉醺醺的声音, 就是教务主任曹振东的声音, 这老东西可是个十足的老, 仗着手里有些权势, 倒是没手,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倒是没有人多说什么, 他来找宋老师做什么, 不会是想打宋老师的注意吧, 晴天在心头暗暗地琢磨了起来, 这种可能性很大, 曹主任, 有事吗? 我现在有事,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 宋宇威脸色沉闷地道, 开门, 快点开门, 曹振东说着, 竟是直接踹起了房门, 晴天此时已经可以完全肯定自己心中的猜测, 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宋老师, 这牲口是不是经常来你, 如果不是经常过来的话, 相信曹振东一定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的, 宋宇威没有说话, 苍白的脸色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个狗日的, 晴天恼怒地站起身来, 冲过去直接打开了房门, 晴天宋宇威想要劝阻, 已经来不及了, 房门打开, 曹振东始料不及之下, 一脚踹出就往前栽了过去, 这次骂骂咧咧一晃地站了起来, 目光落到宋宇威身上, 色眯眯地就凑了过去, 曹主任, 晴天笑眯眯地挡在了宋宇威的身前, 曹振东心头大怒, 滚开, 信不信老子, 把你开除了, 如果晴家没有落败之前, 他倒是不敢把晴天怎么样, 可是现在晴家落败了, 几乎成了安华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个时候, 对于晴天他完全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想怎么玩即怎么玩, 不能再打了, 会出事了, 猛然间的变化, 倒是让宋宇威有些棱在了那里, 回过神来, 看着地上卷曲成一团的曹振东, 慌忙拉开了晴天, 拉开晴天之后, 宋宇威想去慌忙扶起曹振东, 不过被晴天给阻止了, 晴天, 老子非把你开除了不可, 好一会的功夫, 曹振东才从地上狼狈了爬了起来, 怒气冲天地咆哮了起来, 此时, 已经酒醒了几分, 开除我, 还是先想办法, 保住你这个教务主任的位置再说吧, 晴天不屑地冷笑道, 安华一中原本是是半高级中学, 不过后来改革的时候, 被张氏集团给收购了, 现在属于是半民营的性质, 不过安华一中被张氏集团并购了之后, 不仅学校的硬件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就连软件水平, 还有师资力量都得到了值得飞跃, 咱们走着瞧, 曹振东已经领教过晴天的身手, 自知不是对手, 撂下一句狠话之后离开, 你怎么能对曹主任动手呢? 宿舍内宋宇威无奈地道, 他那种混蛋, 打死也是活该, 晴天宋宇威脸色一沉, 语众心长的道, 这一次你动手打了曹振东, 如果他追究起来的话, 学校一定会把你开除的, 虽然秦家暂时度过了危机, 如果单凭之前晴天那些翘刻打架的行为, 曹振东还真的不能把他怎么样, 可是现在殴打教务主任这可是大事, 追求起来, 晴天还是很麻烦的, 十有八九是要被开除的, 尽管说是曹振东醉酒骚扰他在先, 可不管怎么说, 晴天毕竟是动手打人了, 宋老师, 你放心吧, 我还要你给我继续补习功课呢, 凭他一个小小的曹振东还开除不了我, 晴天继续道, 话音落下, 宋宇威就要开口, 不过又被他给打断了回去, 宋老师, 曹振东刚才说那些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说他老人家究竟怎么了, 宋宇威脸色苍白, 沉默了许久之后, 才开口将父亲重病继续手术的事情, 缓缓地讲述了一遍, 一边说着, 一双明亮清澈有神的大眼睛里, 已经开始闪烁起了晶莹的泪花, 听完宋宇威的讲述, 晴天终于明白了过来, 现在他算是终于弄清楚, 为什么宋宇威会默默地, 忍受着曹振东的骚扰, 而没有向学校的领导反映这个问题, 宋老师, 手术费大概需要多少钱, 宋宇威的父亲得了重病, 现在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 不然的话, 一旦病情完全恶化, 再做手术恶化, 已经是于事无补了, 三十万, 宋宇威无奈地叹了口气道, 之前父亲住院的时候, 已经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还从亲朋好友那里, 借了一笔不小的数目, 现在家里能变卖的, 已经全都变卖了, 亲戚朋友那里, 也没有人愿意再借钱给他们,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别说是三十万, 就算是三万, 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晴天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银行卡地了过去, 宋老师,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你先拿着给叔叔治病, 不够的话, 你再找我, 这, 宋宇威迟疑了一下, 晴天家里的情况他知道, 虽然现在暂时渡过了难关, 但想必也是正用钱的时候, 对于以前的秦家来说, 绝对可以轻松拿出五十万来, 可是现在, 这些钱应该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宋老师, 给你就收下吧, 家里的难关已经渡过, 现在这些钱根本算不得什么, 不信你看, 晴天看出宋宇威心中的疑虑, 说着从兜里拿出两张支票来, 一张三百九十万, 一张五十万, 宋宇威看了一眼, 倒是没有继续推托, 父亲的病耽误不得, 晴天, 老师先谢谢你了, 这样, 这些钱我先拿着, 等父亲做完手术之后, 剩下的我再还给你, 花费的这一部分, 老师以后慢慢还给你, 虽然老师的工资不高, 但是你放心, 老师一定会一分不少的, 全部还给你的, 不用了, 就当我预付的补习费和伙食费吧, 晴天笑呵呵的道, 凭借他现在可以赌食健保的本事, 五十万的数目, 还真的就算不得什么, 不行, 那怎么可以呢, 你是老师的学生, 老师给你补习功课, 怎么能还收补习费呢, 至于伙食费, 反正我一个人, 也是一样要做的, 多个人无非是多碗水的事情罢了, 宋宇威坚决反对, 一见僵持无果的情况下之后, 晴天只得无奈的答应了下来, 心头对于宋宇威的好感, 不由得又加深了几分, 在现在这样的时代, 能够像宋宇威这样, 心灵与外在同样美的女人, 确实已经不多见了, 晴天, 晴天, 你给我滚出来, 曹震东的动作很快, 片刻之后, 就带着学校保卫科的人员赶了过来, 见着晴天还待在宋宇威的宿舍之后, 顿时怒气冲冲的冲过来吆喝了起来, 今天的事情, 如果不是晴天在场的话, 说不定就能成功了, 他相信, 在父亲重病的情况下, 宋宇威就算是再抗拒, 最终肯定也会答应下来的, 眼瞅到手的白天鹅就这么飞了, 曹主任, 小点声, 旁边还有其他老师在休息呢, 大中午的吵吵闹闹多不好, 好歹你还现在还是这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呢, 怎么一点素养都没有, 晴天笑呵呵的眯起了眼睛, 曹震东快要疯了, 麻痹的, 老子都被你打成这样了, 还谈素养, 这次发誓, 等会把晴天赶出学校之后, 一定要再给晴天一点记忆深刻的教训, 把他给我赶出去, 从现在起, 他被开除了, 面色阴狠的吼了一声, 曹震东瞬间又把邪恶的目光, 瞥向了宋宇威一眼, 曹主任, 宋宇威慌忙出言劝阻, 不过此时的曹震东, 完全听不进去任何话, 招呼几个保卫科的人员, 就要动手, 面对几个凶猛的保卫科人员, 晴天不屑的笑了起来, 亦能改造过身体之后, 经过早上在学校门口的实战, 对于自己的身手他, 已经有了十足的信心, 几个保卫科的人员, 他现在还完全没有放到眼里, 不过刚要动手, 宋宇威的声音却响了起来, 曹主任, 按照校规, 就算你是教务主任, 也没有资格直接开除一名学生, 这是需要校长批准的, 他的行为完全够得上开除的标准了, 回头我向丁校长报批一下就可以了, 曹震东脸色阴沉的道, 说完目光落到宋宇威的身上, 一脸狠辣的道, 宋宇威, 你还是好好想想你父亲的病吧,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无耻, 听到曹震东再次提起手术费的事情, 宋宇威再也无法抑制心头的愤怒, 爆发了出来, 幸亏正好今天中午, 晴天在这里补习功课, 不然的话, 真的是, 宋宇威不知道自己到底会做出如何的抉择, 但是为了父亲的手术, 或许真的只能, 曹主任, 这个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前的事情宋老师已经解决了, 晴天笑眯眯的道, 说着, 走过去轻轻拦住了宋宇威的肩膀, 宋老师, 别生气, 和这样的衣冠禽兽动物, 伤了自己身体, 那可就滑不来了, 宋宇威的胶躯很柔软, 晴天拦上去之后, 感觉一种细腻和扑鼻而来的清香, 晴天, 他的动作, 让曹震东恨得咬牙切齿了起来, 宋宇威此时只顾的愤怒, 倒是并没有意识到, 晴天的动作有什么不妥, 直到从曹震东的眼神中才察觉了出来, 慌忙从晴天的手臂中挣脱了出来, 一个老师, 一个学生, 刚才的动作虽然说是在安慰, 但也确实有些,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来得那么多钱呢, 三十万的手术费, 这个不是一笔小数目, 难道是从宋宇威的表情中, 曹震东看得出来, 晴天的话绝对不是在说谎, 这让他觉得很疑惑, 目光落到晴天的身上, 曹震东更加疑惑的起来, 这样不大可能, 现在秦家已经落败了, 三十万的数目, 对于以前的秦家来说, 或许只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 但是对于现在的秦家来说, 那可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把他丢赶出去, 回过神来, 曹震东的眼底闪过一丝阴狠, 吩咐几个保卫科的成员, 继续把晴天赶出学校, 不过这样的行为, 却遭到了宋宇威的坚决反对, 宋宇威坚持让报请校长批准之后, 才能把晴天赶出校园, 这妞心里此时已经打定了注意, 如果到了校长那里, 曹震东还坚持要开除晴天的话, 他就把曹震东骚扰要挟自己的事情闹出来, 就算开除不了曹震东, 但是顾忌学校的声誉, 这个教务主任肯定是保不住的, 一番僵持之下, 圣怒之急宋宇威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校长, 而此时, 作为当事人的晴天却像一个没事人, 一样, 看到美女班主任如此维护自己, 确实是件无比月薪的事情, 很快, 所有人就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丁校长, 这个晴天平日里在学校就敲壳打架, 晴天更是对老师大打出手, 这样的学生, 咱们安华, 一种绝对留不得一定要开除了, 校长办公室里, 曹震东进门就直接恶人先告状, 一边说着, 一边指着自己鼻青脸肿的模样, 丁校长对于学校的情况还是很清楚的, 晴天身为一种四少平日里, 那些触犯校规的事情, 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没想到, 晴天竟然敢动手殴打学校的教务主任, 这就有些太过分了, 开除了吧, 丁校长淡淡的道, 以晴天现在的处境, 倒是也不用顾及晴家的脸面了, 更何况晴天动手殴打学校的教务主任, 就算是在晴家辉煌的昨天, 发生今天这样动手殴打学校教务主任的事情, 把晴天开除了, 晴家也说不出什么来, 丁校长, 您怎么不问问晴天为什么动手, 殴打曹主任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这件事情, 曹主任也有很大的责任, 宋宇威着急的道, 什么理由? 不管什么理由他, 一个学生殴打老师就是不对, 必须开除了, 曹振东慌忙道, 生怕宋宇威将自己骚扰他的事情说出来, 丁校长点点头, 没错, 振东说得不错,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都不能成为晴天一个学生殴打老师的理由, 丁校长, 宋宇威刚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再次被曹振东打断了话茬, 宋老师, 校长公务繁忙, 没什么事情的话, 就不要在这里打扰校长办公了, 说着, 是一几个保卫科的人员将宋宇威和晴天拉出去, 宋宇威在这期间几次开口, 都被曹振东巧妙地把话语给遮挡了过去, 晴天没有说话, 只是笑微微地盯着曹振东, 在来的路上, 他已经悄悄地把事情简单地编辑成短信发给了张东, 相信张东的电话很快就会打过来的, 整个安华役中都是张家的, 相信在这里, 还没有张东解决不了的事情, 果然, 一切和晴天预料中的一样, 正当几个保卫科的人员准备将他和宋宇威赶出去的时候, 丁校长的手机响了起来, 电话接通, 不知道对方说了些什么, 只见丁校长脸色大变, 冲着曹振东和几个保卫科的人员呵斥了起来, 助手, 都给我助手, 曹振东和几个保卫科的人员, 被丁校长突然间震怒的大吼声给震住了, 几个人过头来, 诧异地看着丁校长, 此时, 丁校长一脸怒气, 额头上的青筋都崩了出来, 曹振东,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晴天为什么要动手打你, 你把事情的前后经过给我说一遍, 丁校长怒视着曹振东脸色阴沉的道, 董事长家太子爷刚刚可是亲自来了电话过问这件事事情, 电话里说得很清楚, 把事情的前后经过都大概的讲述了一遍, 他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传到太子爷的耳朵里去的, 但是从太子爷的话语中却可以感觉得出来, 肯定和这个晴天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在安华役中, 他丁文华确实算是上一号人物, 但是在张家太子爷面前就什么都算不上了, 甚至只要对方一句话, 他这个校长就算是干到头了, 这个曹振东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 丁校长话里的意思很明显, 摆明了就是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很好奇, 刚刚那个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 对方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的, 曹主任, 要不我替你说, 晴天笑呵呵的眯起了眼睛, 闭嘴, 曹振东恼怒的呵斥了起来, 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如果丁校长给搪塞过去的话,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真要是追究起来, 不说开除, 起码他这个教务主任的位置是保不住了, 不过他相信丁校长应该不会太过深究的, 秦家已经落败, 宋宇威又只是个没有什么背景的普通教师, 而他则有个在世教育局做副局长的姐夫, 孰亲孰众, 丁校长心里肯定很清楚, 曹振东, 不说话, 以为我就不知道了吗? 瞧瞧你做的那些好事, 骚扰学校女同事, 并以条件威胁, 被秦天同学发现, 又出演威胁秦天同学, 你这个教务主任, 还真的是给全校师生起的好榜样的, 丁校长说着, 气得嘴唇都哆嗦了起来, 幸亏这件事情只是太子爷知道, 并没有传到董事长的耳朵里, 不然的话, 董事长会怎么看? 是他这个校长太无能了吗? 丁校长, 曹振东脸色一僵, 整个人瞬间就叶了下来, 行了, 什么话都别说了, 说是东西走人吧, 丁校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是一几个保卫科的人员将曹振东赶出了校门, 丁校长, 你这么做, 未免太绝情了吧, 好歹我姐夫也是暂时是教育局的副局长, 丁校长已经决定把自己开除了, 曹振东说起话来也不再顾忌, 撕破脸皮的, 副局长, 丁校长勉强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没有笑出声来, 别说一个区区的副局长, 就算是郑局长一把手在张家面前, 也算不上什么, 更何况, 现在的安华一中已经算是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 虽然还受教育部门的管辖, 不过有张氏集团这个大背景, 一个小小的安华市教育局就显得格外微不足道, 没有理会曹振东的叫嚣, 丁校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让保卫科的几个人将曹振东给赶了出去, 丁龙, 你还真敢把我给开除了, 咱们走着瞧, 办公室外, 曹振东气冲冲地叫嚣道, 本来他以为提出姐夫的身份之后, 丁龙这个老东西肯定会顾忌的, 没想到对方却丝毫不为所动, 坚持把他给开除了, 晴天, 今天的事情都弄清楚了, 一切都是曹振东旧由自取, 之前我不清楚情况, 听说你殴打了曹振东之后, 做出开除你的决定, 还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 毕竟我是校长, 听说这样的事情, 将曹振东赶出去之后, 丁孝长笑呵呵地走到晴天跟前, 还十分清静地拍了拍晴天的肩膀, 虽然不清楚晴天和太子爷什么关系, 但是眼前还是要搞好关系, 毕竟刚才他可是要可是要开除晴天的, 虽然是事出有因, 但是如果晴天在太子爷面前给他穿小鞋的话, 那也有他难受的, 丁校长, 我明白, 晴天笑呵呵地道, 行了, 现在快到上课的时间了, 你还是回去上课吧, 以后在学校有什么困难的话, 尽管直接来找我, 丁校长心头松了一口气道, 礼貌性地和丁校长打了声招呼, 晴天和宋雨薇一起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丁校长这样的处理, 完全是因为张东的关系, 所以对于丁校长晴天并没有什么感激的情绪, 待到两人离开之后, 丁校长开始在办公室里迷茫地琢磨了起来, 他很好奇, 这个晴天到底和张氏集团的太子爷张东是什么关系, 似乎并没有听说张家和秦家有什么关系, 毕竟如果张家和秦家真的有什么关系的话, 只要张家伸一把手, 秦家也就不会出现现在的情况, 可是如果说没关系, 刚才太子爷的语气表现出的意思可是非常清楚的, 和这个晴天之间的关系绝对是非比寻常, 晴天, 刚才那个电话是谁打的, 对方怎么知道今天中午发生的事情呢, 而且好像还很清楚的样子, 下午第一节课正好是宇文课, 这是宋雨薇的课, 出了校长办公室之后, 晴天陪着宋雨薇一起来到宿舍, 路上宋雨薇好奇的道, 他记得很清楚, 丁校长的态度是在接到一个电话后才发生转变的, 那就只有这个可能, 那个电话, 打电话的对方告诉了丁校长真实的情况, 谁知道呢, 说不定是凑巧被其他的老师看到了, 看不过去又不敢直接得罪曹震东, 这才给丁校长打的电话吧, 晴天随口回了一句, 应该是吧, 也就只有这个可能了, 宋雨薇想了想到, 这个丁校长真是个好校长, 直接把曹震东给开除了, 这倒是我没想到的, 宋雨薇继续道, 按照他的猜想, 最多也就是罢免了教务主任的职务罢了, 毕竟曹震东还有一个教育局副局长的姐夫, 晴天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张东的缘故, 相信丁校长就算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顶多也就是像宋雨薇说的那样, 罢免了教务主任的职务, 而他为了安抚曹震东, 恐怕也绝对逃脱不了被开除的民怨, 变强必须要变得更加强大, 晴天的心头, 这种想法不可抑制的疯狂的滋生了出来, 因祸得福, 得到这种逆天的能力, 如果不好好的做出一番事业来, 真的是对不起上天的这份安排, 亏对了自己逆天的异能, 透视健保, 治病救人, 晴天对自己的未来, 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强大的信心, 来到宋雨薇的苏宿舍, 这妞拿了备案之后, 两人一起从心走了出去, 可能是父亲治病的前有了着落, 也可能是开除了曹震东, 以后可以彻底摆脱了骚扰, 心情大好的宋雨薇走起路来, 不乏不免就快了几分, 晴天略微稍稍靠后一些, 和宋雨薇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的距离, 既可以清楚地嗅到那一阵淡淡蜜人的清香, 又可以恰到好处地欣赏到后面的弧度和曲线, 两人就这样, 一前一后地向着教室的方向走了过去, 从后面看去, 颇有几分生气中的小情侣的模样, 曹震东, 咱们继续走着瞧, 走在路上, 想起这个可恶的曹震东, 晴天恨得是咬牙切齿的, 宋雨薇不禁一间回头, 看到晴天那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想什么呢? 哦, 没, 没什么, 晴天慌忙回到, 心里却是已经打定了注意, 哦, 宋雨薇嗷了一声, 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虽然已经是下午将近三点钟, 但是剩下的季节里, 阳光依旧十分毒辣, 炙热的阳光打在这妞的脸颊上, 折射出迷人的光泽, 一路上谁都多说一句话, 直到快要叫学楼的时候, 宋雨薇这才又放缓了步伐, 不过这次这妞明显流落的心眼, 先是回头看了晴天一眼之后, 这才停下了脚步, 宋老师,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晴天加快一步, 追了上来, 嗯, 宋雨薇点点头道, 今天的事情, 这个曹震东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听说他和外面一个叫什么刀割的, 混混头子很熟络, 你以后可要小心注意点, 晴天虽然毫不在乎, 现在的他, 被异能改造过的身体, 一般的小混混, 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为了不让宋雨薇担心, 还是郑重地应了一声, 放心吧, 以后, 我会多加小心注意的, 宋雨薇缓缓地松了口气出来, 上了教学楼, 很快就到了高三一班的教室,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进去, 上课的时候, 宋雨薇明显还是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总是会忍不住想起, 刚刚那一瞬间尴尬的接触, 有好几次讲课的时候都差点出错, 好在自己及时地发现了问题给纠正了过来, 这才没有闹出尴尬的一幕, 这过目不忘也未免全都是件好事, 到最后, 百般无奈之下, 只能拼命地低着脑袋不去抬头, 这样脑海中才算稍稍地平复了下来, 好在一节课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见就到了放学的时间, 你去找宋老师补功课吧, 我也要回家复去了, 冯刚过来打了声招呼之后, 背起书包就跑了出去, 嗯, 秦天点头笑呵呵地应了一声, 其实冯刚的根基还是很不错的, 只是前段时间跟着他耽误了一些功课, 不过这家伙脑子好使, 相信努力复复的话, 还是没有问题的, 出了教室, 秦天向着教职工宿舍楼走了过去, 刚走到教职工宿舍路拐角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掏出来一看, 电话是张东打来的, 张哥, 是你啊, 下午的事情我正要和你说声谢谢呢, 接通电话, 秦天笑呵呵地道, 行了, 咱们就甭嫩多客套的了, 张东笑呵呵地道, 这会在干嘛呢, 两人虽然相识不久, 起因也不过是因为一枚奉天光绪一两亿级的古铜币, 可是经过这枚奉天光绪一两亿级的古铜币交易, 以及后面酒店的事情, 鼓完一条街赌十当的事情, 已经万家鼓完成的事情之后, 两人的关系, 反倒是比一些多年的老朋友还要亲密, 没事, 刚刚放学准备补功课呢, 秦天笑呵呵地应道, 张东说得不错, 两人现在就像是多年的顾娇一样, 确实不用这么磕头, 靠, 还是个好好学生呢, 今天晚上有个黑市拍卖会, 要不要过去一起凑凑热闹, 张东继续道, 什么黑市拍卖会, 秦天有些疑惑地道, 不是吧, 那么好的眼力, 竟然不知道黑市拍卖会, 真是白瞎了你, 那么好的眼力, 张东笑呵呵地道, 然后把黑市拍卖会的事情, 简单地讲述了一遍, 听完, 秦天算是明白了过来, 所谓的黑市拍卖会, 就是一种类似于拍卖行举行的拍卖会, 虽然规模上不一定比正规拍卖行举行的拍卖会小, 但是因为这些东西大度来力不明, 没有什么明白的出处, 所以这些东西的拍卖, 价格都会比正规市面上的价格低出不少, 而且还有一些东西是新出土的, 见不得光, 所以只能通过黑市拍卖这种方式, 黑市拍卖会每三个月定期举办一次, 举办的地点不确定, 每次只有在开始拍卖前的几个小时, 这些有资格得到邀请的才会收到消息, 得到举行黑市拍卖会的具体地点,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过去玩完, 张东继续道, 当然有了, 晴天毫不犹豫地应道, 行, 那你在学校门口等着我, 我现在开车过, 张东继续道, 挂断电话, 晴天先是给宋雨薇去了一个电话, 借口家里有事就不过去补了, 对此宋雨薇倒是没有怀疑, 叮嘱晴天回家别忘了自己付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缓缓地走出校门, 晴天学校门口的大陆一旁等候张东到来的时候, 学校门口往南有一个小胡同, 晴天不经意扫过去的时候, 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李亮亦能改造过的身体, 所有的一切都得到了质的飞跃, 包括势力, 而在此时, 随着晴天注意力的再次集中, 眼前的一幕竟然再次发生了变化, 双眼竟然将原本上百米远距离之外的一幕, 瞬间拉近放大到了眼前, 就像是摄像机里的拉近放大功能一样, 李亮带着一群混混将冯刚围在正中央的队着, 都已经将冯刚打倒在了地上, 还在不停地拳打脚踢, 人很多, 足足有将近二十号人, 全都是社会上的地痞混混, 下手之狠, 完全不是学校里那些看了几天蛊惑仔, 就学会装逼的混混学生可以比拟的, 晴天看得很清楚, 冯刚已经鼻青脸肿, 嘴角都溢出了鲜血, 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完全卷曲在了一起, 眼前的一幕, 让晴天忘记了再次收获到的特殊能力, 一股怒气, 不可抑制地爆发了出来, 晴天冲了过去, 疯狂的模样就像是一只正在咆哮中的狮子, 晴天, 你怎么会在这里, 李亮此时也注意到了晴天, 眼神惊慌, 一种恐惧从心底悠然而生, 看得出来, 早上的事情在他的心里留下了相当深刻的阴影, 不过只是片刻, 这丝就恢复了正常, 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猙獰的表情, 晴天, 你来得正好, 早上的事情老子还没和你算账吗, 这一群混混可是花了他整整两万块钱才请来的, 足足将近二十号人, 就算晴天再能打, 他就不幸还能打得过这整整将近二十号混混, 而且这些可是真正的地痞混混, 动起手来可绝对不是那些半裤学混混的学生可以比拟的, 晴天脸色沉了下来, 尽管早上和李亮几个人动手的时候, 他意识到异能还有改造身体的作用, 轻松就将李亮几个人给收拾了, 可是早上那会加上李亮无非才四五个人而已, 可是现在对方将近二十号人马, 而且还是真正的地痞混混, 他很怀疑, 就算是自己经过异能改造过的身体, 到底还能不能抗得住这么多人, 晴天, 晴大少,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入, 李亮的面目更加阴森争鸣了起来, 双眼之中闪烁起凶狠的光芒, 随着晴天的到来, 一群混混导尸也停了下来, 晴天看了李亮一眼不再说话, 走过去将冯刚扶了起来, 老大, 我没事, 你快走, 他们人多, 咱们不是对手的, 冯刚抹了抹嘴角的鲜血, 拉住晴天激动的到, 一股暖流涌上晴天的心头, 他轻轻地拍了拍冯刚的肩膀, 刚子, 我这个老大可不能白当, 说完, 面色一冷, 话风陡然一转道, 李亮, 刚子是我晴天的兄弟, 今天有我在, 谁都别想再动我晴天的兄弟, 除非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 冯刚心头狠狠地颤抖了起来, 眼眶净视也有些湿润了起来, 这种感觉, 仿佛回到了那一次, 他在学校门口, 相同的地点, 被学校里几个二流子, 同学欺负的场景, 秦大少还真是好大的威风, 莫非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以前的秦大少了? 李亮不屑地笑了起来, 面目猙獰, 你们家已经落败了, 秦大少, 落魄的秦大少, 拜托你先搞清楚自己的状况好不好, 麻痹的, 你就是晴天? 一群混混之中, 一个光头男走上前来, 眉头有着一道深深的刀疤, 看模样像是这群混混的头目, 光头男走过来之后, 目光阴狠地盯着晴天, 骂骂咧咧地继续道, 奶奶的, 老子可是买了你们家的整整十万块的股票, 今天正好借着李少这事, 老子也要讨点利息回来, 想起购买股票的事情, 光头男心头的怒气, 就不可抑制地爆发了出来, 人生第一次买股票, 结果整整十万块, 就他妈这样打了水漂, 晴天没有说话, 目光直直地盯着光头男, 擒贼先擒王, 他正在考虑, 等会动起手来的话, 先把光头男拿下, 二哥, 给我往死里再招呼这小子, 打出问题, 来我负责, 李亮阴狠地道, 放心吧, 李少,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这点规矩我牛二还是懂的, 牛二说完, 招呼一群混混动手, 而他则第一个冲了过来, 就在此时, 晴天再次有了意外的收获, 一群混混冲过来的动作很快, 可是落在他的眼里, 就像是被无限放慢了一样, 从出手到落下, 他可以清楚地捕捉到诡计, 就像是电影里漫放的镜头一般, 尼玛的, 竟然还有漫放的功能, 原本打算擒贼先擒王的晴天, 此时诡异地笑了起来, 打消了心中的最初的念头, 接下来的一幕, 就如同电影里的镜头一般, 一群混混将晴天围在中央, 可是始终连衣服边都没挨着, 麻痹的, 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了, 折腾了半天, 愣是连晴天的衣裳都没碰到, 光头难恼怒的破口大骂了起来, 一群混混更是气得叫骂成一片, 冯刚此时倒成了局外人, 本来他还想帮忙, 不过看着眼前的一幕, 就找了个空隙钻了出去, 站在一旁看起了热闹, 老大加油, 老大威武, 这次一边看着, 一边笑哈哈地叫喊道, 一扫之前狼狈的模样, 在人群中稀耍了片刻, 晴天对于这种慢放的熟练度, 掌握得越来越纯熟, 正当完的腻歪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个更好的主意冒上心头, 就这么定了, 晴天暗自得意地哼了一声, 拉起一个混混的拳头, 朝着另一个混混脸上砸了过去, 靠, 你他妈的打着老子了, 挨了一拳的混混叫骂道, 拳头却没停下, 向着晴天砸了过去, 结果被晴天巧妙的一个拉扯, 砸到了之前那个混混身上, 你妈的, 老子他妈只是不小心, 你他妈居然又打老子一拳, 我, 这混混很郁闷, 明明自己是砸向晴天的, 怎么就, 只是片刻, 一群混混竟然内部混战了起来, 尤其是领头的光头男, 被两个小弟打中了两拳之后, 更是暴跳了起来, 出手教训起了这两个小弟, 老大, 我们不是故意的, 这俩混混话还没出口, 光头男对着他们几个大嘴巴, 就抽了过去, 只是片刻的时间过后, 原本围着晴天的一群混混, 全都互殴了起来, 场面十分混乱, 助手都他妈的给老子助手, 光头男对着打了自己两拳的小弟打了一会, 忽然意识到了不对, 仔细一看, 尼玛的, 世间的主人公晴天, 此时就像是大爷一样, 揣着手站在一旁, 而他带来的这些小弟, 打的那叫一个水深火热, 一群混混文言, 全都反应了过来, 停手有些诧异的瞪大了眼睛, 什么情况, 怎么打着打着, 反倒成了自己人的内战, 恼怒的盯着晴天, 光头男在此, 招呼一群小弟动手, 结果和前面一样, 只是片刻的功夫, 就又演变成了一场内战, 尼玛的, 这也太邪门了吧, 片刻之后, 当光头男和一群小弟回过神来的时候, 全都傻傻的棱在了那里, 能打的人他们没少遇到过, 可是像晴天这样, 不一会就演变成了他们自己内战的情形, 这种情况, 他们还全都是第一次遇到, 鬼啊, 短暂的震惊过后, 一群混混之中, 不知道是谁先惊呼了一声, 接着, 一群人就坐金鸟散去, 四散而逃, 离开之前, 一个个看着晴天的眼神充满了恐惧, 这小子实在是太邪门了, 李亮看到眼前的一幕, 完全傻眼了, 他都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一群混混竟然自相残杀了起来, 此时, 这思看着晴天的眼神已经充满了恐惧, 晴天笑眯眯地盯着李亮, 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 步伐很慢, 别过来, 别过来, 李亮的眼神充满了恐惧, 他想跑, 可是双腿就像是筑签了一样, 重重地灌在地上, 抬不起来, 李少, 李大少, 晴天走过去, 笑眯眯的道, 眼神之中充满了顽味, 你, 你想怎么样, 李亮结结巴巴地道, 眼前的变故, 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本来以为带了这么多人, 教训完冯刚之后, 等晴天出来, 再好好地教训晴天一顿, 结果没想到, 人没教训着, 反而遇到了这么邪门的事情, 之前秦家没有落败的时候, 李亮就是晴天的小跟班, 不过在秦家落败之后, 这才奴才翻身, 变得牛逼轰轰了起来, 经常欺负晴天想, 依次来找回昔日的颜面, 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 对于晴天, 还是充满了一种畏惧的, 不过李亮怎么也想不到, 秦家的危机, 已经可以平稳地渡过去了, 重复辉煌,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你说呢, 晴天笑眯眯地道, 花音落下, 脸色陡然一转, 一脚朝着李亮的小腹踹了上去, 碰, 李亮直接被踹翻在地上, 摔了一个仰巴叉, 猛烈的疼痛落在小腹里, 就像是沸腾了的开水一般, 猛烈地翻滚了起来, 这丝捂着肚子卷曲在一起, 痛苦地生硬了起来, 脸色苍白, 晴天, 你, 你他妈敢打我, 好一会的功夫, 李亮小腹中那种翻滚的感觉, 才稍稍平复了下来, 这丝怒试着晴天, 恼怒地叫嚣了起来, 打你, 老子他妈打的就是你, 晴天二话不说, 接着砰砰两脚又踹了上去, 李亮的脸色更加苍白了起来, 整个人卷曲得更加厉害了, 苍白的脸色, 此时更是如同纸扎的纸人一般, 剧烈揪心地刺痛传来, 额头上都溢出了陡大的汗珠, 过了好一会的功夫, 李亮的脸色, 才稍稍地缓和了一些, 这次这次倒是学聪明了, 没有叫嚣得那么嚣张, 而是威逼地诱了起来, 晴天, 如果你今天放过我的话, 今天的事情咱们就作罢, 不然的话, 像二哥那样的混混, 我今天可以叫来二十个, 明天还能叫来更多, 虽然你今天是有些邪门, 不过我不相信, 面对几十号, 上百号人的时候, 你还能这么邪门, 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晴天的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直线, 说着话风陡然一转冷冷的道, 不好意思, 我这人最受不了别人的威胁, 我错了, 求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这次吧,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敢找你的麻烦了, 李亮被彻底打怕了, 挣扎着拉着晴天的裤腿, 求饶了起来, 真的不找了, 我发誓, 再也不敢了, 李亮可怜巴巴地道, 心里却是截然不同的想法, 只要过了眼前这一关, 改天一定要让晴天十倍的偿还, 可我怎么感觉, 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呢? 晴天笑眯眯地继续道, 李大少, 你这回心里肯定在想, 等过了眼前的事情, 一定要我好看, 没有, 我发誓, 绝对没有, 李亮慌忙到, 眼神之中一丝惊慌, 很被掩饰了下去, 不再理会李亮, 晴天把目光转到了冯刚身上, 刚子, 过来, 冯刚文言慌忙凑到跟前, 冷冷地盯着李亮, 活该, 自作自受, 然后才把目光转向了晴天, 你叫我啥事? 冯刚发疯似的, 在李亮的脸上抽了起来, 一边抽着, 一边愤怒地咆哮着, 李亮, 我发过誓, 等有一天有机会了, 一定将你这些添加注在身上的, 加倍讨回来, 今天, 是你还账的日子到了, 晴天没有说话, 内心一股接着一股的暖流, 不断地涌上心头, 他本来是要冯刚给自己讨回些场子, 没想到, 冯刚竟然那么清楚地记得, 李亮欺负他的事情, 准确到每一天每一个地点, 不知不觉中, 眼眶都有些湿润了起来, 好兄弟, 晴天发誓, 不论今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冯刚永远都是他晴天的好兄弟, 永远不变, 晴天对自己动手, 李亮还可以忍受, 可是冯刚居然敢动手打他, 这让李亮难以忍受, 不过看着站在一旁的晴天, 只能不甘地忍受了下去, 李亮发誓, 今天的事情, 一定要让晴天和冯刚加倍地偿还, 冯刚没有丝毫要停手的意思, 慢慢地, 李亮的眼前, 开始不断地冒出了惊心, 直到最后, 完全是一片星光灿烂的场景, 好了, 晴天上前阻止了冯刚的动作, 李亮嘴角已经是鲜血淋漓, 门牙都掉了好几颗, 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非闹出大问题来不可, 冯刚文言这才回过神来, 松手停了下来, 扑通, 李亮此时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眼前一黑, 脖子一歪, 直接倒了下去, 走吧, 招呼了一声, 晴天率先走出了小胡同, 冯刚在后面慌忙跟了过去, 一脸崇拜地盯着晴天道, 你真是太牛逼了, 怎么样, 爆发出来是不是格外的舒坦, 晴天笑呵呵地道, 带劲, 别提有多带劲了, 冯刚说着一脸难以抑制地兴奋, 对了, 几天不见你怎么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那么能打, 还有刚才是怎么回事, 那一群混混怎么自相残杀了起来, 想起早上的事情和刚刚的一幕, 冯刚忍不住继续问道, 尤其是刚刚的一瞬间, 一群混混自相残杀的场景, 实在是叼炸天了, 最近跟了一位武林高手学了几招, 晴天现在重大的变化, 完全是因为异能的缘故, 不过这件事情是他绝对的秘密, 暂时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真的啊, 还真有传说中的武林高手, 你帮我介绍介绍, 我也学几招, 这样以后李亮再找茬的话, 就不用你再动手了, 冯刚激动的道, 这个, 晴天有些为难了起来, 想了想继续编了下去, 那个武林高手交往我功夫已经离开了, 我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样, 冯刚有些失落了起来, 不过随即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顿时又变得兴奋了起来, 不如你来教我好了, 晴天无语了, 这可怎么办事好, 刚子不是打击你, 只是学功夫这事情, 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成的, 之所以几天就变得这么厉害, 完全是因为那位武林高手的灌顶, 想起武侠小说里的镜头, 晴天继续信口开河道, 不是吧, 竟然还有灌顶这是, 怎么, 不相信说的话了, 信, 当然信了, 只是可惜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继续闲聊了几句, 冯刚离开, 晴天继续在学校门口等候了起来, 张东的动作还是很快的, 这么一回闹腾的时间过去, 晴天只等了不足五分钟的时间, 这次就赶到了地方, 老弟, 这边摇开车窗, 张东冲着晴天招呼了起来, 张哥, 晴天应了一声, 走过去上车, 力量清醒过来之后, 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还未起身就听到了一声招呼声, 接着只听晴天应了一声, 带着疑惑, 力量挣扎着爬了起来, 第一眼就看到了站在路边的晴天, 正走向了一辆拉风的汉马越野车, 张东, 越野车的车窗摇下, 探出一个脑袋, 正是安华第一大嫂张东, 带到晴天上车之后, 司机驱车驱车, 几天不见, 这个晴天什么时候和张东扯上了关系, 看样子两人的关系似乎还挺不错的, 十分亲近, 力量傻傻地站在原地, 有些疑惑地嘀咕了起来, 看来, 自己的计划有必要要转变一下了, 望着汉马越野车瞬间远去的背影, 力量目光阴沉, 暗自嘀咕了一句, 秦大少发现, 车上除了张东之外, 还坐着一位老者, 大约六十岁出头的模样, 并脚虽然有几缕白发, 但是整个人看上去却格外的精神, 红光满面, 身躯硬朗, 一席灰色的长衫, 看上去虽然有些破旧, 但是却格外的干净, 一尘不染, 老爹,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周老, 古安方面的顶级专家, 张东笑呵呵对着秦天介绍道, 接着又冲着周老道, 周老, 这就是我和你提起的秦天, 我那没奉天光绪一两一级的古铜币, 就是他简陋简来的, 周老好, 文言, 秦天赶紧礼貌性地招呼了一句, 在安华, 能够有资格被张东成为周老, 而且还是顶级古玩专家的只有一个, 周青和周老, 安华古玩圈泰山北斗级别的元老人物, 周老笑呵呵的点了点头, 不错, 年纪轻轻就有如此眼力, 真是后生可畏, 周老您过奖了, 不过是运气凑巧瞎猫, 撞上了死耗子罢了, 秦大少挠了挠头道, 周老笑了笑不再说话, 像秦天这种年纪就拥有不错的眼力的年轻人, 虽然不多, 但是他倒是也讲过一些, 不过大都比较自傲, 自以为是, 第一次遇到, 心中对于秦天的印象不由的又好了几分, 途径一处银行的时候, 张东让司机把车停了下来, 和秦天还有开车的司机一起下车, 银行门口站着一个三十岁出头的中年人, 中年人腰杆挺的笔直, 身躯阴朗, 整个人往那里一站, 带着一种很强的威势, 手掌上可以看到明显的老茧, 绝对是个练家子, 在他左右手的两侧, 两个人的右脚下方挨着的位置, 各自摆放了一个黑色的大皮箱, 阿勇,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张东走过去问道, 放心吧张绍, 都准备好了, 被称作阿东的中年人, 点了点头应了一声, 阿辉你过去帮忙, 张东招呼一声, 和秦天一起上车, 坐在了后排的位置上, 被称作阿辉的司机点点头, 和阿东一起, 将地上的好黑色皮箱拎起来, 放到后备箱里, 然后上车驱车离开, 阿辉开车, 阿东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车上回想起刚才阿东和阿辉 拎起两个黑色皮箱时的一幕, 秦天有些疑惑得道, 此时对于这阿东和阿辉的身份, 他也已经猜测了出来, 肯定是张东的私人保镖, 钱不过也没多少, 不过才六百万而已, 张东随口应了一句, 张哥, 咱们去参加黑市拍卖会 你带这么多现金干吗? 放在车上万一被偷了怎么办? 秦天担心得道, 心里却在暗暗的嘀咕了起来, 不愧是安华第一大哨, 随随便便就带了六百万的现金出来, 就算是之前的时候, 他也没有这么阔气过, 头? 这些是要带去黑市拍卖会的, 张东笑了笑道, 带这么多钱去参加黑市拍卖会, 秦天更加疑惑了, 哈哈, 这你就不懂了吧, 黑市拍卖会所有的东西, 全都来立不明, 所以,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都是需要直接用现金交易的, 张东继续道, 秦天文言算是明白了过来, 张东说的不错, 黑市拍卖会这些东西, 都是见不得光的东西, 直接现金交易的话, 倒是避免了许多麻烦, 不过直接带着六百万的现金过去, 这未免也太多了吧, 毕竟, 黑市拍卖会上的东西, 大都比市面上的价格要低出不少, 价格最高的, 也不足正常价格的一半, 张哥, 前面找个银行停一下, 我过去兑换些现金来, 回过神来, 秦天继续道, 不用了, 黑市拍卖会要求最低的门槛是一百万, 我带这些, 全足够咱们用了, 有贵重物品的时候, 主办方都会提前通知的, 不过钱这东西就是底气, 带多了, 自然底气就足了, 张东笑了笑道, 行, 到时候如果用得上的话, 就算我借的, 回头我再还你, 你小子, 又客气上了不是, 到底还拿不拿我张东当兄弟看, 张东有些不悦的道, 张哥, 兄弟归兄弟, 可是这钱, 行了,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兄弟的话, 就少废话, 秦天文言倒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心头对于张东的感觉不由得又好了几分, 反正张东喜欢赌食和古玩, 凭借自己的眼力, 以后随便帮他挑两块赌食, 整点古玩什么的, 就全都回来了, 举办黑市拍卖会的地方, 在安华当地一个高档的娱乐会所, 金碧辉煌, 整栋会所一共十几层建筑, 即餐饮, 住宿, 休闲, 娱乐与一体, 举办黑市拍卖会的地方, 就在会所的最顶层, 这里平日里都是封闭的, 只有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才会开启, 会所的门口站着两个身材火辣的迎宾小姐, 曲线动人, 怎么样, 这里迎宾小姐还不错吧, 走进大厅之后, 张东笑眯眯的道, 张哥, 我怎么发现, 你对迎宾小姐的兴趣格外足呢, 晴天笑呵呵的道, 窈窕淑女, 君子好瞧, 通往金碧辉煌的顶楼, 有专属独立的电梯, 电梯的门口站着两个保镖模样的守卫, 看模样和阿东阿辉给人的感觉差不多, 绝对也是个练家子, 张东一马当先走过去之后, 直接亮出了一张请帖, 两个保镖接过请帖, 查看了一下, 恭敬地打开了电梯, 进入电梯, 一行人直奔最顶层, 到了顶层之后, 电梯门打开, 几个人出了电梯, 就看到几个体型彪悍的男子, 守在电梯的出口处, 请出示请帖, 几个体型彪悍的男子之中, 一个领头模样的男子道, 他们和楼下直达电梯口的守卫一样, 都是主办方安排的守卫, 虽然说经过了楼下的守卫, 走进这个电梯, 基本上不可能会出错, 毕竟这可是直达顶层的专属电梯, 中间的楼层是不会停留的, 不过为了稳妥期间, 主办方还是多做了一道安排, 张东出示过请帖, 经过验证之后, 一行人就被放了进去, 张哥, 这黑市的主办方到底是什么人啊? 这么厉害, 居然将整个金碧辉煌的顶层都给包了下来, 请帖有些好奇的道, 金碧辉煌在安华当地名气很大, 绝对是最好最奢华的一家娱乐会所, 没有之一, 黑市主办方竟然能够包下整个金碧辉煌的最顶层, 这个平日里根本不对外开放的区域, 实力可想而知, 那是当然, 想要举办黑市拍卖会, 没有一定的实力, 怎么能行呢? 张东笑呵呵的道, 穿过一条走廊之后, 是整个顶层大厅的入口, 门口站着两个一身旗袍开插的迎宾小姐, 身材很好, 腿很白, 很长, 大厅内按照一定的布局摆满了桌椅, 每张桌子上都摆满了丰盛的韭菜, 黑市拍卖会一般都会经过很长时间的竞拍, 有的时候, 可能会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的时候才结束, 所以, 在黑市拍卖会正式开始之前, 主办方都会准备好足够的食物和酒水, 进入大厅之后, 相继有人不断地和张东打起了招呼, 看得出来, 张东这个安华第一大哨, 在整个安华确实还有很大的名气的, 而且, 肯定也是黑市拍卖会的常客, 周老, 张绍, 一位中年人走了过来, 冲着周老和张东笑呵呵地招呼道, 周老淡淡地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不过张东却是笑了笑道, 马老板, 带着一位朋友一起过来玩,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了, 张绍你的朋友, 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 马老板继续道, 目光落到晴天身上的时候, 马老板就疑惑了, 张东作为安华第一大哨, 身边的朋友自然也全都是平川最顶级的大哨, 可是这些顶级大哨之中, 他好像对晴天并没有什么印象, 不过人既然是张东领来的, 那就肯定不会有问题就是了, 继续寒暄了几句, 马老板告辞, 继续去迎接其他的贵客, 晴天和张东还有阿东阿辉找了个位置, 直接坐了下来, 知道这个马老板不知道, 他就是黑市拍卖会的主办方之一, 坐下来之后, 张东缓缓地道, 知道新华集团的董事长马新华, 晴天点点头道, 新华集团在安华当地可是有名的大集团, 绝对不是他们家才刚刚上市的企业, 就可以比你的整个新华集团的市值超过数百亿, 是仅次于张氏集团之下的五大集团之一, 秦大哨此时, 才算是真正明白了黑市拍卖会主办方的真正背景, 马新华作为新华集团的董事长, 才不过是主办方之一, 那么其他的主办方呢? 相信必然拥有不输于马新华的背景, 距离黑市拍卖会正式开始, 还有将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晴天几个人都没有吃饭, 趁着这回的空当倒是也没有客气, 二十多分钟之后, 一行人全都填饱了肚子, 此时, 伴随着一个一身黑色紧身连衣长裙的女子走上前方的高台, 黑市拍卖会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现场的气氛在此时也达到了一个高桥,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毫无意外地放在这个走上高台的女人身上, 诸位老板晚上好, 在座的有许多都是咱们黑市拍卖会的常客, 不过在拍卖会正式开始之前, 我还是要把规矩简单地给大家讲述一遍, 黑衣紧身衣女子上台之后, 目光缓缓地扫射过全场道, 女子很漂亮, 大眼睛, 高挺的鼻梁, 小尖的下巴, 一头靓丽的长发, 笔直地披散在肩头, 若柳般纤细的腰肢, 将整个身体前突后翘的部位恰到其好的勾勒了出来, 性感十足, 尤其是那一双更多的暴露在空气中修长的眉腿, 在黑色的高跟鞋的衬托下, 更是多了几分成熟的魅惑, 女子的声音没有那种刻意的做作, 但是每一个字都能深入在场所有男人的心魂, 举手投足之间不经意地就流露出一种风情, 天生魅骨, 王满, 晴天很意外, 没想到黑市拍卖会负责拍卖的人, 竟然会这个女人, 凌云阁古玩店的老板王满, 秦大少一直觉得有一种女人天生就是为了妩媚而生的, 此时, 眼前高台上的这个王满, 毫无疑问属于这一种天生为了妩媚而生的女人, 怎么样, 这女人漂亮吧, 张东此时也忍不住盯着高台上的女人, 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和他一样的, 还有整个黑市拍卖会现场所有带把的爷们, 这样一种天生魅骨的女人, 恐怕只要是个正常的男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上几眼的, 天生有物, 秦大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知道这女人是谁吗, 张东继续道, 知道, 凌云阁古玩店的老板王满, 晴天点点头道, 凌云阁古玩店在安华当地绝对是排的上名号的古玩店, 本身所收藏的古玩在一个非常庞大的树木, 而且大多价值不菲, 当然, 在安华当地提起凌云阁最有名的并不是凌云阁的古玩, 而是这里的老板娘有着豆腐西施之称的王满, 而现在随着狼牙榜的热播, 王满这个天生魅然的女人又有了另外一个名头, 秦伯热, 这么一个天生游物, 真不知道最后要便宜了哪个狗日的, 张东叹了口气继续道, 晴天文言顿时就惊呆地张大了嘴巴道, 什么意思, 不都说这个王满河在安华当地, 关于王满的传言很多, 再加上这个女人所表现出来的妩媚, 秦大嫂一度认为, 王满确实是一个如同传言中的女人, 可是现在张东话里的意思, 分明传言, 那些不过是一些传言罢了, 真正的王满, 绝对不是你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 这是一个骨子里很保守的女人, 张东继续道, 说着凑到晴天的耳边, 小声地嘀咕了起来, 据说, 这个王满到现在为止, 还是个, 不是吧, 秦大嫂的嘴巴张得更大了, 具体都未不清楚, 只是听别人提起过一些罢了, 张东话继续道, 下面黑市拍卖会正式开始, 高台上的女人, 目光再次扫视全场缓缓地道, 随着她的话音落下, 台下一侧的一个工作人员, 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木盒走了上来, 大约50公分的高度, 晴天和张东的视线, 野区都又放在了高台上, 此时秦大少这回心里很好奇, 他很奇怪, 这个王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王满缓缓地打开木盒, 从里面捧出一件白底兰花的花鸟人物瓷瓶来, 下面开始拍卖, 今天黑市拍卖会的第一件拍卖品, 送花鸟人物瓷瓶, 起拍30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万, 下面, 诸位老板有15分钟的时间看保, 正式开始, 黑市拍卖会发展到现在, 已经经过了20多个年头, 现在的黑市拍卖会, 已经早不是最初的黑市拍卖会了, 如今的黑市拍卖会上, 真品赝品惨次不齐, 所以主办方才会在拍卖每间藏品的时候, 都给出一些时间, 让现场的近拍者做出鉴别, 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 说白了就是告诉这些近拍者, 是真是假可要看仔细了, 全凭个人眼力, 如果运气不好买到赝品, 也怪不得别人, 黑市拍卖会的这种情况, 经常来这里参加黑市拍卖的诸位老板, 彼此之间也早已经是心知肚明, 不过这里的东西便宜, 如果真的有什么收获的话, 转手就可以赚上一笔不错的数目, 就算是自己收藏的话, 也会省去不少的花费, 所以, 在明知道如今的黑市拍卖会, 真假赝品惨次不齐的情况下, 还是有许多人, 原来过来参加黑市拍卖, 不错, 这件瓷瓶, 但从咱们现在的位置看去的话, 外在的包姜和兰花, 还都是十分不错的, 不过具体的还是要过去仔细查看之后, 才能做出鉴定, 张东扫视了一眼之后道, 但从现在看过去的情况来看, 确实像是宋白底也有兰花桃瓷瓶, 经历过一番古玩之势的恶补之后, 秦大少如今对于古玩的基本情况, 也都有了大致的了解, 一件东西但从外在的情况, 已经基本能判断出所属的类型, 不过具体的真伪, 在不依靠透视能力的作用, 还是无法准确地分辨出来的, 周老, 咱们过去看看, 张东继续道, 走吧, 周老点点头, 起身走了过去, 张东招呼了一声晴天, 两人跟在后面也走了过去, 走过去之后, 张东就盯着这件宋白底又兰花桃瓷瓶, 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对于古玩的见识它本来就有一定的眼力, 所以查看起来有模有样的还挺像那么回事, 至于周老, 也直直地盯着这件宋白底又兰花桃瓷瓶, 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不过周老的眼光和观察的角度, 看起来明显要比张东高级了许多, 秦大少走过来之后, 目光却没有放在这件宋白底又兰花桃瓷瓶上, 而是不由自主地落在了王满的身上, 近距离地观察下, 那种天生媚然的妩媚更加明显, 只是一眼看过去, 秦大少觉得自己的心头就像是被无数只蚂蚁爬过一样, 一股莫名的火焰在小腹处来回窜动, 这么近的距离, 秦大少还闻到了一种淡淡的悠香, 和宋宇威身上的那种味道很相像, 不是什么香水和化妆品的味道, 而是一种淡淡的, 秘人心肺的体香, 王满毫无疑问也注意到了秦天打亮的目光, 这女人也有些好奇地盯着秦天打亮了几眼, 她看得很清楚, 秦天是和张东一起走过来的, 而且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模样, 十分亲密, 在安华, 有资格让张东表现出如此一副姿态的人并不多, 她很好奇, 这个秦天到底是什么身份, 随着王满打亮自己的眼神, 秦大少觉得那种妩媚的姿态更浓了, 有些悄悄地把脑袋稍稍地转移了一下位置, 不过目光依旧偷偷地扫射在王满的身上, 慢慢地, 秦天眼前的一幕开始发生了变化, 王满身上那一层黑色的紧身连衣裙开始变淡, 就如同一层薄薄的透明的薄纱一般, 朦胧中依稀可以看到里面那一抹黑色的蕾丝花边, 接着, 这层透明的薄纱也消失, 只剩下最后一层黑色的蕾丝, 再往后, 所有的一切完全消失不见, 一切都呈现出了最原始的状态, 秦大少此时再次不争气地喷出了鼻血, 你妈! 秦大少快要崩溃了, 每次一不留神, 透视过美女之后, 都是他妈这个样子, 这种感觉就像是眼前躺着一个光溜溜的大美女, 但是却他妈的只让看不让摸, 那种难受的滋味可想而知, 老爹, 你这是咋回事呢? 怎么流起鼻血来了呢? 张东仔细地查看了一番这件宋白底又兰花桃瓷瓶后, 目光转过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秦大少鼻血喷出的一幕, 而此时, 周老一早就收回了目光, 没事, 上火了, 一会就没事了, 晴天郁闷地回道, 王满此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些年, 他倒是见多了太多太多像晴天这样的目光, 不过这些人之种, 像晴天这样盯着自己能看得流出鼻血来的, 还真的是第一个, 上火, 张东不经意间就注意到了王满那一副笑容, 目光落到王满身上, 打亮了几眼之后, 收回目光, 一脸猥琐地凑到晴天的耳旁, 小声地嘀咕道, 老爹, 你这定力也太差了吧, 照我估计, 在场的爷们都上火, 可像你这样, 上火伤到鼻血往外喷的, 还真是第一个, 秦大少郁闷地翻了个白眼, 你妹的, 能不能不要这么埋他人, 赶紧的, 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了, 抓紧时间, 看看这件宋白底右蓝花桃瓷瓶到底如何, 张东笑呵呵地勾住晴天的肩膀继续道, 对于周老和晴天的眼力, 张东都有绝对的自信, 一个是安华古玩眷里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 一个是他亲自领教过的古玩高手, 论眼力, 绝对不比他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高手差, 晴天点点头, 装模作样地走过去, 盯着这件瓷瓶仔细地打亮了起来, 其实则悄悄地开启了透视的能力, 很快随着精力的集中, 秦大少在这件宋白底右蓝花桃瓷瓶就发现了那种熟悉的青色雾气, 这种青色的雾气, 正是秦大少可以在陶瓷类真正的古玩上发现的那种雾气, 真品, 此时秦大少已经可以完全可以断定, 这件宋白底右蓝花桃瓷瓶是一件货真价实的真品, 而且上面溢出的青色雾气还很浓厚, 说明这件宋白底右蓝花桃瓷瓶的价值同样很高, 15分钟时间已经到了, 麻烦诸位老板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下面要正式开始竞拍了, 15分钟剑宝的时间到了之后, 王满再次目光扫视过全场缓缓的道, 周老, 怎么样, 这件宋白底右蓝花桃瓷瓶到底如何, 回到位置上坐下之后, 张东急切地问道, 看得出来, 对于这件宋白底右蓝花桃瓷瓶, 张东有很大的兴趣, 周老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把目光转到了秦天的身上, 听张东说过秦天的事迹以后, 以及秦天在车上恭敬的态度, 让他觉得很满意, 就像趁机如果能呕提点提点的话, 就提点提点秦大哨, 让小天说说看, 周老笑呵呵地道, 秦天笑呵呵地挠了挠头, 周老, 我这点微末的伎俩哪敢在您面前献丑啊, 你小子就少来那么多客套的, 周老, 让你说你就说, 张东没好气得道, 周老的性格他了解, 虽然是安华古玩圈内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 但是为人性格随和, 还十分喜欢提携小辈, 眼前的情况很明显, 周老的意思摆明了, 就是想借机再看看秦天的眼力到底如何, 顺便能够指点的话就指点一番, 毕竟,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没错, 小东知道, 我的性格, 你这碗说就是了, 周老笑呵呵地继续道, 行, 那我可就说了呀, 说得不对, 周老您别见惯, 虽然一能早就让秦大哨得到了准确的答案, 不过他还是谦虚地道, 而故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件宋白底右蓝花桃瓷瓶应该是件真品, 而且还是宋白底右蓝花桃瓶中难得的精品, 周老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秦天的看法和他如出一辙, 继续说下去, 你是如何判断出, 这件宋白底右蓝花桃瓶是真品, 而且还是当中难得的精品, 张东文言顿时就打起了精神, 周老这么说, 就说明这件宋白底右蓝花桃瓶确实如同秦天所说的一样, 是一件难得的精品, 虽然对于秦天的眼力, 张东有绝对的自信, 不过能够得到周老的肯定, 还是让他十分兴奋的, 而且, 周老虽然主要是为了提点秦天, 但是他在一旁多听一听, 也会十分受用的, 宋白底右蓝花桃瓶最主要的特点在于瓶身的蓝花, 这也是官瑶和明瑶最重要的区分方式, 明瑶的蓝花是后天点缀上去再次烘烤形成的, 而官瑶的这种蓝花则是烧制的时候在胚胎上点缀上一种特殊颜料, 烧制为成品之后, 蓝花自然成型, 非常自然, 这件宋白底右蓝花桃瓶瓶的瓶身上, 蓝花非常自然, 浑然天成, 所以我觉得这件宋白底右蓝花桃瓶应该是官瑶的东西, 而且这件宋白底右蓝花桃瓶瓶历经这么多年依旧保存的如此完整, 十分难得, 秦天点点头道, 周老欣慰地点了点头, 好, 不错,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眼力, 而且还分析得如此透彻, 假以时日在古玩上的成就必然不可限量, 秦大少文言再次有些炯炯地挠了挠头, 现在这几乎已经成了他的招牌性动作, 他刚刚侃侃而谈的一番话, 完全是资料上的记载而已, 对他来说, 不过是照本念经罢了, 真正的鉴别真伪, 还是双眼那种特殊异能的作用, 哼, 那就太好了, 今天这件宋百底右蓝花桃瓷瓶, 就是我张东的了, 张东兴奋地道, 他这话倒不是在吹牛, 凭借张氏集团的财力, 想要和别人在拍卖上抢到一件东西, 完全是小儿科的事情, 在安华, 单论有钱的话, 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比得上张氏集团的, 张哥, 这种宋百底右蓝花桃瓷瓶, 怎么才只给出了三十万的起拍价, 最近几天饿补了很多的古玩知识, 秦大嫂对于这件宋百底右蓝花桃瓷瓶价值还是大概清楚的, 拿到市面上拍卖的话, 至少要在一百万的起拍价, 这里是黑市拍卖会, 流入这里的东西大都是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在外面的话, 想要出手非常困难, 而且就算是最后真正的能出手, 价格必然也会压得很低, 所以, 这些东西在这里给出的价格虽然低, 但是比起直接拿到外面交易, 被压价之后的价格还是要高出不少的, 所以, 到时有许多人愿意把东西拿到这个地方来拍卖的, 张东笑呵呵地解释道, 秦天文言, 这才明白了过来, 张东的话没错, 这里的价格虽然很低, 但是比起外面偷偷摸摸找买家出手的话, 价格还是高出不少的, 而且有竞拍就有竞争, 最后说不定还能卖出个更高的价格, 黑市拍卖会上的东西都是他人提供的, 那么, 黑市拍卖会主办方, 他们从何赚钱? 秦天继续道, 用金, 所有的藏品拍卖, 主办方是要收取交易额的20%作为抽水的用金的, 张东继续道, 秦大少不由地冷了一下, 20%的用金,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怪不得连马兴华这样的人物, 都会成为黑市拍卖会的主办方之一, 宋白底也有兰花套次平, 起拍价30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万, 王满站在高台上, 目光缓慢地扫视过四周缓缓地道, 下面竞拍正式开始, 40万, 50万, 60万, 70万, 100万, 竞价的过程很激烈, 在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十万十万的在网上加价, 根本没有人只加注竞拍的起步加价金额, 片刻之后, 这件宋白底又兰花套次平的价格, 就已经飙升到了100万的数目, 面对如此激烈的竞拍, 高台上的王满嘴角不自觉地就勾起了一抹弧度, 作为拍卖会的主持人, 他今天晚上的收入, 是和这里的成交额成正比的, 最后的成交额越高, 所能拿到的用金就越多, 110万, 120万, 125万, 150万, 价格到了150万之后, 竞价依旧在疯狂地进行着, 毕竟, 虽然说在外面拍卖, 这件宋白底又兰花套次平的起拍价, 虽然只有一百万的数目, 但是最后的成交价, 往往都要比起拍价翻上数倍, 甚至是高达十倍, 就拿现在的这件宋白底又兰花套次平来说, 在外面进行拍卖, 一百万的起步价, 最后的成交价, 至少也要在五六百万的数目, 如果碰到真正喜欢的, 还能开出更高的价格, 张哥, 你不是要出手吗? 秦天有些疑惑地看了张东一眼道, 这次刚才说得很清楚, 要出手, 拿下这件宋白底又兰花套次平, 怎么到现在还没参与进价? 急什么, 进拍现在才算是正式开始而已, 张东笑呵呵地道, 黑市拍卖会上的东西, 都是在到了拿到外面拍卖行的起拍价的时候, 才算是正式的进拍开始, 这个时候的加价已经不再像最初的那样激烈, 毕竟来这里的大都是抱着这里价格低, 想要简陋赚上一笔的目的来的, 价格给的太高的话就没有意思了, 而且这里的东西想要洗白的话, 中间还是需要一笔数目不菲的花费的, 秦天明白张东话里的意思, 笑了笑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两百一十万, 当这件宋白底又兰花套次平的价格提升到两百万的数目时, 竞价者明显少了许多, 两百一十万, 直到最后, 当有人爆出两百一十万的数目时, 其他人才全都停止了加价, 两百一十万, 这位老板出价两百一十万, 还有没有人给出更高的价格? 王满目光缓缓地扫尸过全场继续道, 这个天生魅谷的女人举手投足之间, 那种魅态横生的感觉完全浑然天成, 只是一个扫尸的动作就不免让人有些热血沸腾, 如果没有人继续给出更加的价格的话, 那这件宋白底又兰花套次平就是这位老板的了, 目光缓缓地扫尸过全场之后, 王满继续道, 两百一十万第一次, 两百一十万第二次, 两百一十万, 三百万, 就在王满要宣布两百一十万第三次的时候, 张东这时才缓缓地举起手来, 喊了一声, 果然不是号称安华第一大少的张东, 在两百一十万这个没有人继续竞价的数目之后, 竟然出口就将价格抬高了整整九十万的数目, 张大少, 早点说你看上了这件宋白底又兰花套次平就行了, 我直接让给你好了, 白瞎我浪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出价两百一十万的中年人笑呵呵的道, 和张东竞价, 他自认为自己还没有那个实力, 郭老板, 那多不好意思, 再说了, 咱们要真这么做的话, 回头马老板还不带着咱们俩算账, 张东笑呵呵的道, 哈哈, 出价两百一十万的中年人笑了笑, 不再说话, 张大少真是好魄力, 王满此时也露出了一张灿烂的笑脸, 妩媚的笑容带着一种石骨销魂的味道, 三百万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没有的话, 这件宋白底又兰花套次平可就是张大少的了, 王满笑微微的继续道, 张东既然都出手了, 自然没有人继续参与竞价, 随着王满立行规矩的三次宣布之后, 锤子落下, 这件宋白底又兰花套次平最终被张东以三百万的价格拿下, 下面开始第二件拍卖品, 随着王满的示意, 台下的工作人员再次抱上来了一堆木盒, 这一堆木盒比起之前的那个木盒要大上不少, 足足有将近一米的高度, 宽度和厚度大约在三四十公分的样子, 下面要拍卖的这对宝贝, 卖家把这件东西送来时非常神秘, 我们也是直到刚刚才知道, 这是一堆青碧玉绒凤瓶打开木盒, 王满从里面将一堆青碧玉绒凤瓶分别从精致的木盒中取了出来, 青带碧玉绒凤瓶最高16.3厘米, 最宽20.5厘米, 厚4.1厘米, 气物为碧玉质地, 玉质纯正银润, 微透明, 局部有鹤斑, 该气整体上立体镂空, 由一代盖扁瓶, 即易有孔树桩连接成, 扁瓶有盖, 盖顶卧服一盘吃微扭, 瓶外凸雕一龙盘绕于一侧, 瓶颈部两侧雕出双奎尔, 瓶身一面雕火珠, 一面雕蝙蝠, 梅干花叉为不规则椭圆形口, 中空, 外凸雕一粒凤, 口仙灵芝与龙回首相望, 底部有梅花枝与灵芝相连接, 此器物设计精巧, 构图讲究, 做工精细, 刀法圆润, 好漂亮的一对青币玉绒凤瓶, 远远地看着高台上的一对青币玉绒凤瓶, 张东忍不住感慨了起来, 龙凤瓶的珍贵之处在于两者缺一不可, 经过动荡的年代之后, 这种龙凤瓶已经很难遇到一对保存的完好无损的, 所以这种保存完好无存的龙凤瓶价值格外珍贵, 曾经新港苏富比拍卖行上拍卖过一对类似的龙凤瓶, 当时这对龙凤瓶的价格足足达到了2200万的天价, 不错, 但从现在的角度去观看的话, 这一对青币玉绒凤瓶确实是相当不错, 周老此时也忍不住点了点头道, 成队的龙凤瓶十分珍贵, 对于像周老这样真正喜欢鼓丸, 把鼓丸当成生命去看的人来说, 能够发现一些不错的珍贵的老物件, 绝对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来的兴奋, 晴天从这一对木盒被同时抱上来的时候, 就已经透视过里面的情况, 但从外在的表现来看, 确实是一对青币玉绒凤瓶, 但是在双眼透视的特殊能力之下, 晴天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陶瓷类的鼓丸在双眼特殊能力的作用下, 是会泛起青色的光芒的, 而这一对龙凤瓶只有其中的龙蚊瓶上泛起了浓厚的青色光芒, 而那只凤瓶瓶上竟然看不到丝毫的青色光芒, 一真一假, 晴天心头冒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王小姐, 龙凤瓶如此珍贵的东西, 怎么也不提起打声招呼, 是啊, 如此保存完好无损的一对龙凤瓶, 价值很可能要突破到千万的数目, 一点招呼都不打, 大家伙谁手里会带这么多现金来, 台下前来参加黑市拍卖会的老板, 纷纷抱怨了起来, 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有价值超过五百万靠上的宝贝, 主办方都会提前打声招呼, 方便他们携带更多的现金过来, 像现在这一对龙凤瓶的情况, 还真是第一次, 龙凤瓶的珍贵他们都很清楚, 没有准备足够的现金怎么竞牌, 黑市拍卖会的规矩, 所有的拍卖品都是必须直接用现金交易的, 诸位老板, 非常抱歉, 具体的情况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 这是一对青碧玉龙凤瓶的, 王满微微一笑, 媚态横生, 今天这一对青碧玉龙凤瓶, 主委老板只管竞拍, 现金的话, 由我们黑市主办方暂时垫支, 回头主委老板只管用现金来交换就是了, 闻言, 众人这才缓和了下来, 这种卖家神秘的要求, 以前参加黑市拍卖会的时候, 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类似出现这种情况, 都是由黑市主办方先垫付现金, 等到拍卖会结束, 拿下拍卖品人, 十五分钟健保时间开始, 王满目光再次缓缓地扫拾过全场, 轻轻地道, 周老, 秦老爹, 咱们过去瞧瞧, 张东说着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道, 走吧, 咱们先过去瞧瞧, 周老起身笑了笑道, 向着高台走了过去, 晴天没有说话, 点点头跟了过去, 这一对青碧玉龙凤瓶的真伪, 他的心中早就有了答案, 对于他来说, 过去看一看, 无非是走过过场, 掩人耳目而已, 张哥, 你对这对龙凤瓶有兴趣, 走在中间的通道上, 晴天有些好奇的道, 他记得很清楚, 之前那件宋白底右兰花桃瓶 开始拍卖的时候, 张东只是等过了一会, 才上前看了一番, 完全不像现在这样, 王满花音刚刚落下, 就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 没错, 这种龙凤瓶, 能够一对完整无损地保存到现在非常困难, 没想到, 今天竟然能够在黑市拍卖会这地方, 遇到如此珍贵的一对青碧玉龙凤瓶, 倒还真是个意外之喜, 张东激动得到, 本来他也为没有携带足够的现金而烦恼, 不过现在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了, 这一对青碧玉龙凤瓶的真伪, 他心里早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不过现在就告诉张东, 这一对青碧玉龙凤瓶的问题, 未免有些太过骇然, 他打算等过去洋庄查看一番之后, 再告诉张东, 来到高台前, 张东并没有像之前那样迫不及待地凑上前打量, 而是给周老腾出了一定的位置, 这种青碧玉龙凤瓶的真伪, 以他现在的眼力, 还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周老腾点头, 来到这一对青碧玉龙凤瓶前, 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那种目光, 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者, 在看待自己最亲近的人的那种目光, 晴天来到高台前之后, 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王满身上, 豆腐西施的名头, 他早就听说过, 不过像今天这样, 能够近距离亲眼目睹豆腐西施的魅力, 还真的是第一次, 这是一个魅惑到骨子里的女人, 晴天从来不敢相信, 一个女人竟然会有如此的妩媚,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 就会被吸引过去了全部的目光, 他的目光一直都是躲躲藏藏的, 尤其是注意到王满的目光, 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都会下意识地去闪躲, 这小子, 倒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王满嘴角勾起一抹特别的弧度, 肆无忌惮迎接的目光, 他见过太多太多, 可是像晴天这样躲躲藏藏羞涩的目光, 倒还是第一次遇到, 尤其是想起刚才晴天鼻血喷出的荧幕, 这妞嘴角那一抹翘起的弧度, 更加上扬了起来, 周老盯着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 仔细打量了一番, 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不停地点头, 露出欣慰的笑容, 可是看到最后, 脸色却慢慢地有些慎重了起来, 眉头跟着也变得紧皱了起来, 注意到周老脸色的变化, 张东的心头狠狠地揪在了一起, 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片刻之后, 周老自嘲地摇了摇头, 紧皱的眉头也缓缓地舒展开来, 张东此时, 心头跟着也缓缓地松了口气出来, 周老如此放松开的表情, 说明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本来他还以为周老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呢, 现在看来, 倒是他有些担心过度了, 张东不经意间回头, 发现晴天一个人站在一旁低着脑袋傻愣,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走过去勾住晴天的肩膀道, 过来看看, 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到底如何, 晴天点点头走过去装模作样地打量了一番, 片刻之后和张东周老一起走回到了位置上, 怎么样, 坐下来之后张东迫不及待地道, 但从观察的情况来看, 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并没有什么问题, 而一对龙凤平还全都保存得如此完整, 应该是一对难得的精品龙凤平, 周老脸色凝重, 缓缓地道, 哈哈, 没什么问题就好, 本来见到周老一副神色凝重的表情, 张东心里还有些担心, 不过等到周老的话落下, 顿时就兴奋地大笑了起来, 小冬, 你先别激动, 我只是说, 但从表现来看, 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并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但是我总感觉这一对龙凤平有问题, 周老语气沉重地继续道, 周老, 你老发现什么了吗? 周老摇了摇头, 倒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只是觉得, 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有些怪怪的感觉, 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协调, 那种感觉就像是, 这一对龙凤平是被勉强拼凑在一起的, 而不是那种焕然天成的一龙一凤, 龙凤城祥, 不过仔细观察, 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完全符合那个时期的一切特征, 但从剑宝的几个角度和层面却看, 却又看不出丝毫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我多虑了, 秦大少心头对于周老更加佩服了起来, 从鉴定的角度和层面看不出问题, 但是惊艳的感觉却能感觉出一种不妥, 这份眼力没有相当长时间成年累月的积累, 是绝对做不到的, 周老, 张哥, 其实我也感觉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有一些问题, 正当张东心头刚要松口气的时候, 秦天的声音响起, 顿时让他刚要放下去的心顿时又悬了起来, 有问题, 什么问题, 张东顿时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难道说这小子倒是看出什么问题来了,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这小子的眼力可真的是相当惊人, 日后的成就恐怕要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达到一个无数人难以企及的地步, 周老此时也露出了同样的疑惑, 有些好奇地打量起了秦天, 张东声音很大, 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注意的目光, 这次黑黑一乐, 这才压低声音继续道, 你倒是说说看, 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到底有什么问题, 难道是假的不成? 对于秦天的眼力, 张东在万家古完成的时候已经再次领交过了, 现在在他的心中, 对于秦天在古玩方面的见识, 已经有了一种近乎茫然的自信, 再加上周老刚才的那种感觉, 张东相信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真的可能有什么问题, 秦天再次摇了摇头, 一真一假, 倒也不能说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就是假的, 不是假的那有什么问题? 张东疑惑得到, 随即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难道说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经过修复过? 真正的古玩修复专家, 修复过后的古玩是很难被发现问题的, 比如在万家古完成的时候, 那件瓷瓶的底部是经过修复的, 当时他就没有察觉到问题, 不可能是修复过的, 周老肯定得到, 顶级专家修复过的瓷器, 一般的鉴定专家或许看不出来, 但是绝对逃不过他的眼睛的, 倒也不能说全是假的, 一真一假, 秦天缓缓地吐出了几个字来, 什么? 一真一假?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张东彻底傻眼了, 无论如何他都没有想到, 这一对轻蔽玉蓉凤平竟然会是一真一假, 周老此时也是同样一副震惊的神色, 龙瓶是真的, 凤瓶是假的, 秦天继续道, 说着又把凤瓶的问题简单地照本念经说了一遍, 资料中的记载, 秦天曾记得, 上面看到过的一种纺制这种轻蔽玉蓉凤平的办法, 做工很特殊, 基本上真假难辨, 不过现在因为缺少一种必要的材质, 所以根本无法进行这种纺制, 资料也就这样流露了出来, 以周老的眼力都没能发现这只凤平的问题, 秦大少可以肯定, 这一只凤平的纺制手法, 肯定就是这种资料上记载的这种特殊手法, 清末时期纺制的产物, 不过这种纺制的手法虽然很特殊, 真假难辨, 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金黄色的龙凤纹用手指用力摩擦的话, 可以摩擦出一些金色的光泽印在手指上, 好眼力, 这份眼力连老夫都自愧不如, 真是厚生可畏, 周老听完, 感慨得道, 现在, 在他的心头, 已经把秦天放在了比他还要高的位置, 毕竟这一对清碧玉龙凤平的问题他并没有看出来, 只是感觉有些不妥而已, 而秦天则是真正的看出了问题, 周老, 您老过奖了, 其实我只是闲着无事, 用手指用力的擦了一下试试看而已, 没想到, 还真的就擦出了金色的光泽, 秦天心虚的道, 你小子, 就别跟老夫客套了, 小冬这小子, 要是有你一半, 谦虚就行了, 周老和和大笑了起来, 张冬躺着中枪, 有些无辜的耸了耸肩, 说话间的功夫, 十五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 随着王满宣布竞拍正式开始, 现场立马就陷入了一片激烈的竞拍中, 这一对青碧玉龙奉瓶起拍价三百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二十万, 三百五十万, 四百万, 五百万, 五百五十万, 六百万, 众人前面加价的幅度很高, 出去一个加价最高的, 直接加了一百万之后, 剩下加价最少的也都在五十万的数目, 片刻之后, 这一对青碧玉龙奉瓶的价格, 就被抬升到了六百万的数目, 六百五十万, 七百万, 七百五十万, 七百七十万, 八百五十万, 价格飙升到七百五十万之后, 加价的幅度瞬间就降了下来, 没有人在五十万五十万的价格, 开始在最低二十万的加价幅度上进行加价, 不过片刻的时间, 这一对青碧玉龙奉瓶的价格, 再次被抬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八百五十万, 尼玛, 这一次不知道是谁要倒霉了, 看着众人激烈近拍的势头, 张东忍不住感慨了起来, 看情况, 突破一千万的数目应该是没问题的, 按照外面市面上的价格, 这一对青碧玉龙奉瓶两年前在两千两百万的数目, 现在卖到两千五百万靠上的数目, 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一千万买到一件真龙瓶, 倒也算不上倒霉吧, 秦天想了想到, 在他看来, 就算是按照两年前的行情, 一对龙奉瓶的价格可以卖到两千二百万的数目, 那么一个龙瓶一半, 也有一千一百万的数目了, 顶多算是宝本没赚头而已, 老爹, 你这眼力做老哥的没法说, 可是对于行情的了解, 那可就不如老哥我了, 张东笑呵呵的道, 龙奉瓶的珍贵, 我早就说过了, 在于一对龙奉, 缺一不可, 正常的情况下, 一对龙奉瓶可以卖到两千万两百万的数目, 而且, 以现在的行情还可以更高, 可是, 如果只剩下一只的话, 价值就要大大折扣, 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的数目, 两千两百万, 十分之一就是两百一十万, 尼玛, 还真是赔大发了, 晴天棱在了那里, 如此说来, 说拿下这一对青碧玉龙凤瓶, 确实要倒大霉了, 此时, 他也暗地里下定了绝对, 一定要抽时间, 多了解了解股玩方面的市场行情, 不然的话, 就算捡漏捡到好东西, 也很可能被别人打眼, 以远低于正常的价格买去, 又或者, 像现在这样, 错误地判断了一件东西的真正价值, 因此而出现打眼的情况, 八百九十万, 九百一十万, 这一对青碧玉龙凤瓶的竞拍, 明显没有了之前激烈的程度, 竞价的人数相对减少了很多, 只剩下了不足最初竞价人数的十分之一, 一千万, 在价格飙升到九百一十万数目的时候, 一个中年男子开口, 直接将价格提高到了一千万的数目, 出价的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男子, 尖嘴猴腮, 很瘦, 整个人浑身上下, 就像是被刀剃过的排骨一般, 高台上的王满, 在听到中年男子给出一千万的报价时, 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 不自觉的就带出一种妩媚的气息, 黑市拍卖会上的东西, 一般都只会给出市面上三分之一的价格, 最高的也不过一半以, 这一对青碧玉龙凤瓶在给出一千万的价格之后, 已经几近接近了这一对青碧玉龙凤瓶在黑市拍卖会所能拍出的极限价格, 毕竟, 黑市拍卖会上的东西, 大都没有明确的来历, 想要洗白的话, 很麻烦, 而且还需要一笔相当树木不菲的花费, 如果不洗白的话, 就算拿下来也没有什么作用, 而且搞不好, 哪一天被发现就要被没收充公了, 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在排骨男给出一千万的价格之后, 现场明显沉寂了下来, 一时间, 所有人倒是都棱在了那里, 没有人再继续加价, 杜老板出价一千万, 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一对青碧玉龙凤瓶可就是杜老板的了, 王满声音轻柔, 缓缓地扫拾过全场道, 脸上的笑容更加妩媚了起来, 一眼扫拾过去, 完全渗入到了每个人的骨髓一面, 现场, 在座的每一位老板, 心头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倒是有一些人张了张嘴巴, 不过最终话到嘴边, 又都咽了回去, 尼玛, 真是个勾人的妖精, 秦大少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迎着王满的眼神, 让他整个人都变得有些酥软了下来, 据我所知, 这一对青碧玉龙凤瓶两年前曾经在新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出了2200万的天价, 最近两个陶瓷类收藏的价格一直在走高, 尤其是这种龙凤瓶, 价格走高的趋势更是十分高涨, 按照现在的行情, 这一对青碧玉龙凤瓶保守的价格也要在2500万的数目, 甚至突破3000万的大关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王满继续道, 说着, 双手轻轻地在胸前环绕了起来, 不经意地挤压下, 一抹弧度变得更加清晰了起来, 似乎随时都要挣脱牢笼的束缚, 爆发出来, 这是一个很有魅力, 也十分懂得如何利用自身优势的女人, 随着王满仿若无意的动作, 现场所有带把的爷们再次瞪大了眼睛, 一个个眼眶充血, 变得无比亢奋了起来, 1020万, 1050万, 1180万, 果然, 随着王满仿若无意间的动作, 在场的诸位老板, 就像是发情了的公牛一般, 靖家再次陷入到了一个小狗翘, 达到1180万的数目, 怪不得黑市拍卖会的主办方, 会请来王满作为黑市拍卖的主持人, 靖家再次进入的一个小狗翘, 让晴天忍不住感慨了起来, 虽然说这些人再次竞价, 有一定的原因, 是因为王满再次道出了, 这对清碧玉龙奉嫔的价值, 而且, 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可是这其中, 弧度更加清晰的一瞬间, 晴天感觉自己都有些要把持不住失去了理智, 张东此时也是如此, 而此时, 其他人也都是同样的神情, 当然, 不然你以为安华第一美女, 豆腐西施的名头是白叫的吗? 张东笑呵呵的接着道, 不过黑市拍卖会请来王满作为拍卖会的主持人, 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代价? 再大的代价和王满所能为他们创造的价值比起来, 想必也算不得什么了吧? 晴天笑了笑道, 张东摇了摇头, 算不得什么? 你们知道, 王满主持黑市拍卖会的出场费是多少吗? 正常的拍卖会主持人, 大多是按照主持一场拍卖会的规模, 给予一定的酬金, 就算是一些顶级的拍卖会主持人, 按照利润的抽水, 拿无非也就是1%的数目而已, 王满就算再多一些, 无非也就是3%的数目吧? 晴天笑了笑道, 这一对青碧玉龙奉平的价格, 在达到了1180万的数目以后, 虽然近拍者又减少了不少, 不过还是有人在不停的竞价, 王满利润3%的抽水, 主办方还是赚了不少, 3%? 你也太小看豆腐稀释的魅力了。 张东笑呵呵地道, 王满主持一场黑市拍卖会的抽水, 每次都是拿到总利润的10%, 晴天诧异地棱在了那里, 10%的抽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恐怕和王满所能带来的那些额外的利润比起来, 两者之间也没有了什么太大的差距。 这样的话, 黑市拍卖会的主办方再请王满来主持黑市拍卖,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请王满来这里主持黑市拍卖, 并不只是你表面上看到的这些东西, 还有现场的人气, 这无形之中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看出晴天心里的疑惑, 张东继续解释道, 晴天文言也就明白了过来, 张东说得不错, 能够为黑市拍卖会拉来更多的人气, 这在无形之中就为近拍创造了可能更高的价格。 1500万。 之前出价1000万的排骨男, 此时再次开口, 将价格抬升到了1500万的高度。 这一次,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现场再次变得安静了下来。 排骨男的态度明显是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继续竞价下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 而且, 这一对亲碧玉龙奉平的价格, 在黑市这个地方, 1500万的数目, 确实已经算是一个极限了, 继续加价, 就算是最终拿到手里, 也没有什么意思。 这里大部分都是做骨丸生意的老板, 如果没有什么利润的话, 就没意思了。 至于那些骨丸爱好的收藏者, 洗白的成本更大, 自然也没有这个必要了。 而那些是为了王满主持拍卖会, 而慕名而来的诸位老板, 就更加没有必要继续加价了。 毕竟他们来, 只是为了多一次机会, 可以近距离目睹王满的姿色而已。 这些人, 只是在拍卖会的开始, 能够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而已, 最后关键时刻的竞拍, 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看来, 这个排骨男药成为今天最大的冤打头了。 擎天笑呵呵的道, 这可不一定。 怎么, 都到了一千五百万的天价, 难道还会有人继续加价? 等着看就知道了, 张东神秘的笑了笑, 擎天心头不由的疑惑了起来, 不过却也没有多问。 一千五百万, 杜老板出价一千五百万, 王满的嘴角再次勾起一抹上扬的弧度, 目光缓缓的扫尸过全场。 还有没有出价更好的, 没有人出价的话, 那这一对青碧玉龙奉平, 可就是我渡海的了。 排骨男目光得意地扫尸过全场道, 最后肆无忌惮的眼神, 不加任何掩饰地落在了王满的身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转眼间就过去了两分钟的时间, 现场依旧是一片寂静, 没有人继续加价。 只是, 谁都没有注意到, 在座的诸位老板中, 一个身材臃肿的中年男子, 瞧着排骨男那一脸得意的表情, 脸色微微有些难看了起来。 王小姐, 看样子是没有人继续加价了, 渡海的目光落在王满胸前的弧度上, 得意地道。 没有人再继续加价的话, 这一对青碧玉龙奉平就是杜老板的了。 王满的嘴角依旧是一抹上扬的弧度, 眼神里对渡海那无比的厌恶, 被深深地掩埋了起来。 这些男人们的目光, 他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过还是从心底感觉到一种厌恶, 只是为了做成那件事情, 他必须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出这种妩媚, 1500万第一,1500万第二次, 1500万, 就在王满准备喊出1500万第三次的时候, 有人出声打断了他的话茬, 1520万。 说话的是一个身躯臃肿的中年男子, 不过, 只是按照底价加了刚刚20万的数目。 刘向东, 你这是存心和我为难了? 渡海有些不悦的道。 渡老板, 话可不能这么说, 今天这一对青碧玉龙奉平, 你渡渡老板想要, 我刘向东也想要。 身材臃肿的中年男子淡淡的道。 好, 那咱们两个就玩一把, 看看谁能撑到最后。 渡海脸色难看得到, 1550万, 1570万, 1600万, 1620万, 1700万, 1720万。 刘向东就像是故意和渡海为难一般, 每次加价, 只是给出最低的加价额度, 20万。 张哥, 这个渡海和刘向东之家, 是不是有什么恩怨? 晴天疑惑地问道, 刘向东的样子, 摆明了就是故意和渡海作对。 哈哈, 我早就说了, 今天最大的冤家是谁还不一定呢? 张东笑呵呵地道, 老弟, 我跟你说, 这个渡海和刘向东可是一对生死冤家, 晴天听完也就明白了过来, 怪不得这个刘向东在这里刻意地和渡海作对, 搞了半天, 原来两人是一对生死冤家, 两人在安华当地所经营的建材公司, 实力在乎在伯仲之间, 所以彼此之间经常因为生意上的一些事情, 闹得不可开交。 1820万, 思绪间的功夫, 价格已经在刘向东的僵持下, 被抬高到了1820万的地步, 2000万? 渡海彻底怒了, 怒气冲冲地盯着刘向东, 直接把价格从1800万提升到2000万的数目, 刘向东此时, 却并没有像众人想象之中的那样继续加价, 而是停了下来, 姓刘的, 有本事你继续跟啊, 渡海一脸得意地继续道, 不跟了, 你杜老板有钱财大气粗, 我刘向东自认比不过。 刘向东此时露出一脸得意的笑容, 杜海脸一沉, 瞬间就变得难看了起来, 从刘向东的笑容中他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这次是着了刘向东的道了, 看着刘向东, 杜海恨得是咬牙切齿, 刘老板, 杜老板出价2000万你还要不要跟了? 王满此时也明白了刘向东的心思, 不过还是示意性地询问了一句, 不跟了, 不跟了, 我姓刘的可没有杜老板那么财大气粗, 刘向东连连摇头道, 说着目光落到杜海的身上继续道, 杜老板, 恭喜你了, 这一对亲笔御龙奉平现在是你的了。 杜海恨狠狠地咬了咬牙, 姓刘的, 咱们走着瞧, 杜老板出价2000万, 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依照惯例, 王满目光缓缓地扫试过全场继续道, 2000万第一次, 2000万第二次, 2000万第三次, 恭喜杜老板, 现在这一对亲笔御龙奉平就是杜老板的了。 接下来开始拍卖的第三件藏品, 是一件黄花梨木做的屏风, 价值并不算太高, 晴天和张东连上前查看一番都没有, 而是坐在座位上一边优雅地喝着红酒, 一边笑呵呵地一轮道。 这次杜海算是被刘向东狠狠地阴了一把, 2000万买下一对一针一假的亲笔御龙奉平, 回家之后非哭鼻子不渴。 张东笑呵呵地道, 不过刘向东这招确实够阴损的, 确实挺损的, 不过瞧瞧杜海出价1500万时那嘚瑟的样子, 也算是旧由自取。 晴天笑了笑道, 这个杜海什么都好, 就是喜欢嘚瑟显摆, 这一次在刘向东手底下吃了这么一个大亏, 估计应该能记上一阵子吧。 亲笔御龙奉平之后的拍卖品, 并没有什么太过显眼的陆续拍卖了几件玉春壶, 鼻烟壶, 还有黄花黎笔筒这些东西, 大都在几十万的树木上, 唯一一件价值最高的无畅硕的字画, 倒是拍出了280万的高价。 只剩下最后两件藏品了, 下面要拍卖的是一尊佛像, 底价5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 王满的声音落下, 将木盒打开, 从里面取出了一尊佛像了。 但从外面看, 这是一件大度弥勒佛像, 不过佛像上的流经几乎已经完全退落, 袖极斑斑, 已经被腐蚀的完全失去了大度弥勒佛原来的模样。 如果不是佛像扛着的大肚子, 恐怕很难有人会认出这是一件同流经弥勒佛像。 不是吧? 竟然是这样一个垃圾。 王小姐,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竟然拿了这么一个破铜烂铁的破烂玩意出来拍卖? 一尊腐朽成这个模样, 只能靠着挺着的大肚子才能分辨得出来是同流经弥勒佛像。 就算它是一尊大明永乐年师的同流经弥勒佛像, 也完全没有了价值。 随着王满将这一尊已经腐朽不堪的同流经弥勒佛像从墓盒取出来之后, 几乎所有人都露出了不懈的笑容。 就像他们之中有人所说的, 就算是一尊最珍贵的大明永乐年间的同流经释迦摩尼佛像, 腐朽成这般模样之后, 也完全没有了丝毫的价值。 周老此时也露出了一脸失望的表情, 没想到这次的黑市拍卖会竟然还弄来了这么一个破烂玩意, 实在是有些让人失望。 就像其他人所说的一样。 这件同流经弥勒佛像真伪完全不用鉴定, 但从如此腐朽不堪的程度上就可以做出评判, 无论是多么珍贵的东西, 腐朽到这样的程度已经完全变得一文不值了。 晴天从这尊腐朽不堪的同流经弥勒佛像 还没被从墓盒之中取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透视过了里面的情况。 此时, 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一尊腐朽朽不堪的同流经弥勒佛像身上。 特殊的透视能力之下, 秦大少惊讶地发现, 这一尊同流经弥勒佛像除了表面溢出了一缕淡淡的金色光芒之外, 还有一股浓厚的金黄色的光芒从内部溢出。 这种情况, 秦大少在古玩一条街的时候, 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难道说, 和那黄花离笔筒内的奉天光绪一两一级古铜币一样, 在这尊同流经弥勒佛像内, 也藏有加层。 加层里的东西, 还是件同气类了不得的宝贝。 秦天记得很清楚, 当时那枚奉天光绪一两一级古铜币溢出的金黄色的光芒虽然浓厚, 但是远远比不上现在这尊同流经弥勒佛像加层内溢出的金黄色的光芒。 现在, 这尊同流经弥勒佛像加层内溢出的金黄色的光芒, 至少有那枚奉天光绪一两一级古铜币溢出的金黄色的光芒的两倍之多。 集中经历, 双目之中一道蔚蓝色的光芒犹如实质性的一闪而过, 直接没入到了这尊腐朽不堪的同流经弥勒佛像的内部。 特殊的透视能力之下, 秦大少赫然发现, 在这尊腐朽不堪的同流经弥勒佛像之下, 竟然还藏着惊人的宝贝。 大名永乐年师同流经释迦摩尼佛像。 同流经释迦摩尼佛像, 在华夏古代的历史上十分多件, 各个年代都有铸造, 但是论制造工艺和精美性, 只有大名永乐年间铸造的那些释迦摩尼佛像, 这个时间所铸造的释迦摩尼佛像, 大部分都是官瑶铸造, 而且铸造之后, 还经过大名永乐皇帝的亲自筛选, 最后被选中流传下来的数量极少。 而且名永乐皇帝以后, 这种特殊的铸造方法也已经失传, 所以直接导致后世无法再铸造出像永乐年间如此精美的同流经弥勒佛像, 这也直接导致了名永乐年时的同流经释迦摩尼佛像的更加珍贵。 当然, 在大名永乐年间, 不光这种同流经的释迦摩尼佛像珍贵, 其他铸造的同流经佛像也同样珍贵, 可以说在大名永乐年间, 佛像的铸造完全达到了一个巅峰, 铸造工艺独一无二, 而且材质特殊除了黄铜、乌纱、水银之外还掺入了一种特殊的物质, 直到现代也无法从中分解出这种特殊的物质来。 发啥冷吗? 不会是看上这个破烂玩意了吧? 张东拿手在晴天的眼前晃了谎道, 晴天点点头, 没有否认。 靠, 不是吧? 还真的是看上这玩意了? 你看他那腐朽不堪的模样, 就算真的是大名永乐年师的同流经弥勒佛像, 也完全失去了本身应有的价值。 张东诧异的道, 张哥, 这件事情我回头再和你仔细说, 晴天神秘的道, 这么神秘, 难不成还真有什么秘密不成? 张东带着疑惑目光继续落到了高台上的这尊同流经弥勒佛像上。 周老此时再次饶有兴致地盯着晴天打量了起来, 经过了刚才的亲碧玉龙凤瓶之后, 他已经把晴天当成了真正的古玩高手。 周老相信, 这件普通人通过表面腐朽不堪的痕迹就可以判断出价值的东西, 以晴天的眼力会看不出问题来。 如此说来, 只有一种可能, 这件表面上看上去已经腐朽不堪的同流经弥勒佛像之下, 肯定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片刻之后, 张东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样, 整个人的表情都变得慎重了起来。 这尊同流经弥勒佛像已经完全腐朽不堪, 晴天如此看重, 想来只有一个可能, 加层, 王小姐, 赶紧换下一件压皱的东西吧, 这玩意没人要的。 是啊, 王小姐, 赶紧换压皱的东西来吧, 瞧瞧那腐朽不堪的破烂样, 完全就是一块破铜烂铁了。 好一会的功夫, 根本没有任何人参与竞价, 在座的诸位老板都有些不耐烦了起来。 王满微微一笑点点头, 就要招呼下面的工作人员, 将这一尊腐朽不堪的同流经弥勒佛像抱下, 换上下一件压皱拍卖的物品时, 晴天慌忙喊了一声, 等一下, 五万, 我出五万。 陡然出现的变化, 倒是让所有人都有些意外的棱为一下, 纷纷地把目光落在了晴天的身上。 尼玛的, 这样一个破烂玩意, 还真有人要啊。 五万块的起拍价, 对于在场的所有人来说, 不过是一笔很小很小, 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数目, 不过钱这玩意, 就算再有钱的人也不会嫌自己的钱多, 明知道是一堆破铜烂铁的破烂玩意, 谁还会去出手。 这位先生出价五万, 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没有的话, 这一尊铜流经弥勒佛像就是这位先生的了。 虽然明知道不会有人继续出价, 不过王满还是按照规矩询问了一番。 王小姐, 快点吧, 别再耽误时间了, 大家伙可都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见识见识这最后的压轴物品呢。 几乎是所有人再次忍不住催促了起来, 历来每次黑市拍卖会的压轴物品, 都是正常拍卖会里最贵重的宝贝, 他们都迫切地想要知道, 这最后的压轴宝贝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 五万第一次, 五万第二次, 五万第三次, 按照规矩, 例行三次喊话完毕, 锤子落下, 这尊表面看上去只是一尊破铜烂铁的玩意, 被擎天以五万的起拍价轻松拿下。 快点, 快点, 赶紧请上最后的压轴宝贝。 这件腐朽不堪的铜流金弥勒佛像, 被擎大嫂以五万块的底价拿下之后, 所有人再次迫不及待地催促了起来, 全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 最后的压轴宝贝到底是件什么样的东西。 最后的一件压轴宝贝, 倒还真是一件了不得宝贝。 这是一套四庆色的浴室, 包裹手镯, 挂坠等等等等, 整整一整套。 四种庆色分别为水坑谷, 鸡蟹红, 黄土绣蟹沁和鸡谷白。 真正的整套四庆色浴室, 极为罕见, 如果这整套的四庆色浴是真正的四庆色浴室, 而不是作假做出来的话, 相信其价值绝对不会输于那一对清碧玉龙奉瓶的价值, 而且真要是比起来的话, 甚至还要略高一筹。 浴室中庆色多以两庆色为主, 三庆色的就已经十分少见, 能够达到四庆色的价值就完全到了一个十分高昂的地步。 至于说传说中的六庆色浴室更是价值连城, 正是因为庆色浴室的少见, 不少一些作假的商人都想尽办法来作假庆色浴室, 一来而去, 时间长了, 还真的被他们找出了作假的方法。 目前已知用的比较普遍的作假四庆色浴室的办法, 主要是用四种不同的办法, 分别种出四种颜色各异的青色。 这四种颜色分别是水坑谷、 鸡蟹红、 黄土秀蟹庆和鸡骨白。 和最后这件压轴宝贝的四庆色整套浴室所表现出来的青色, 完全相同。 水坑谷是用浓度高的乌眉水煮, 预期本身会被子乌眉水逃空, 然后呈现出被水冲刷过的痕迹, 然后再用铁油法上色, 看上去与水坑谷极其相似, 很难分别。 鸡蟹红则是以素干当地深山中一种红光草, 取其枝加入少许沙, 焉于玉气的纹理之间, 然后用新鲜竹汁燃火烧烤, 使其红色入于玉气敷里, 红似鸡蟹。 黄土秀蟹庆则是用猪血和黄土混合成泥, 放入大缸内, 将玉气埋入其中。 时间较长后, 玉气上会幽涂咬黄土秀蟹庆的痕迹, 鸡骨白的青色仿制起来, 相对于是四种庆色之中最为简单的, 只需要将玉气用火烧烤, 使其玉气的底色变为灰白, 就可形成鸡骨白的颜色。 虽然这四种坐假庆色的玉气的方法, 已经被大多数人知道, 但是因为起坐假做出来的庆色, 十分难以分别, 就算是知道了坐假的方法, 可这些后天坐假的庆色玉气, 除了一些对玉气精通的高手来说, 一般的鉴定师都难以分辨得出来。 老规矩, 15分钟时间健保, 现在开始。 将这整套四庆色的玉室, 从一个长方形精致的木盒内打开, 摆放在高台上之后, 王满目光再次缓缓地扫射过全场道。 四庆色的玉气十分罕见, 尤其是整套四庆色的玉室就更为珍贵, 王满话音刚刚落下,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走了过去。 张东此时倒是很淡定, 优雅地举着酒杯, 目光扫射过这些急冲冲的人群, 露出一脸淡淡的笑容。 怎么?不去看看吗? 晴天有些好奇的道, 那时候,张东当时可是第一时间就迫不及待地走了过去, 可是现在, 这论价值丝毫不属于那一对青碧玉龙奉拼的整套四庆色玉室, 张东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这让他觉得很好奇。 这东西我那里已经有了一套, 而且老头子那里还有一整套六庆色的玉室。 张东摆了摆手道, 六庆色整套玉室? 晴天文言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现在他算是终于明白 为什么张东对这整套四庆色玉室好无兴趣了, 和整套六庆色的玉室比起来, 这一套四庆色的玉室明显就有些不够看了。 我过去看看, 周老起身微微一笑, 缓缓地走了过去, 在刚刚王满将这整套的玉室逐一拿出来的时候, 他曾经注意地观察了一下, 似乎有些问题, 不过具体略微有些偏远, 并不敢太过确定, 还需要上前仔细观察一番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走吧, 咱们也过去瞧瞧。 周老起来之后, 晴天起身笑呵呵的, 怎么? 你对这一对四庆色玉室有兴趣? 想要的话, 等会哥们拍下来送给你, 当作见面礼, 只当你为我玩会了下半年和明天的生活费一点表示, 倒也没兴趣, 只是过去看看而已。 晴天继续道, 你小子, 可别客套, 看上了尽管说话, 不然就是不拿我张东做兄弟。 张东故作不悦地道, 放心吧, 真要是看上的话, 我肯定不会客气的。 晴天说完继续道, 张哥, 我倒是很好奇, 你一年的生活费到底有多少? 这套四庆色玉室的价值, 去过全部为真正的四庆色的话, 绝对比那一对真正的亲币玉龙文凭的价值还要高。 而张东却说要买下送给他, 作为挽回生活费的表示, 他倒是很好奇, 这个安华第一大少一年的生活费到底几何? 也不过, 基本上在一两个亿的数目吧。 张东想了想到, 咋? 晴天彻底傻眼了, 虽然早就知道张氏集团财大气粗, 可是在听到张东爆出自己一年的生活费之后, 依旧不免为止一斤, 一个亿, 这可是之前他们家的全部家当, 没想到, 居然只是这个安华第一大少一年的零花钱而已, 那如果整个张家家起来呢, 秦大少不敢想。 两个人走过去之后, 周老已经再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慢慢地, 周老的表情有些凝重了起来, 最后轻声地叹了口气, 走了回去。 晴天凑在一旁向征信地看了几眼, 和张东也一起走了回去。 这一整套四庆色的浴室, 他看得很清楚, 按照双眼的特殊能力, 在浴器类的老物件上, 他所能看到的光芒应该是绿色的光芒, 可是眼前这一整套四庆色的浴室, 除了在那件挂坠上, 晴天看到了浓浓的绿色光芒之外, 其他的所有饰品中, 完全没有丝毫的光芒, 全都是做假的庆色。 清碧玉龙凤瓶一真一假, 虽然说单个的龙凤瓶价值要大打折扣, 可是四庆色的浴室同样也是如此, 单个的价值和成套的比起来, 要差出很多。 比如眼前的这整套四庆色浴室, 如果全是真的话, 价值两千万, 可是单件的价值, 恐怕只有十几二十万的样子。 整套四庆色浴室, 起拍价三百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二十万, 十五分钟的健保时间, 随着王满的话音落下, 紧拍正式开始。 三百万, 三百五十万, 四百万, 五百万, 紧拍开始之后, 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大的高潮, 几次出价之后, 价格就被抬高到了五百万的数目, 而且, 众人加价的势头依旧十分高昂, 但从现在竞价的情况来看, 相信, 突破千万数目的关口, 也用不了多久。 五百五十万, 六百万, 八百万, 很快, 片刻之后, 就各就被抬高到了八百万的数目。 此时, 竞拍依旧在激烈地进行着, 一千万, 当有人爆出一千万的数目之后, 现场的竞拍终于变得缓和了下来, 加价的人数明显减少了不少, 不过剩下的这些竞拍者, 加价的幅度却没有丝毫降低, 依旧在以五十万五十万的数目在往上降价。 一千三百万, 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价格再次飙升到了一千三百万这个新的高度。 此时, 竞价的人数再次减少了不少, 而且随着加价的幅度也降低了下来, 剩下继续竞价的, 基本上都是维持在二十万的起步价。 看样子, 今天这一整套四庆色的浴室, 很有可能要逼近两千万的大关。 张东轻轻地抿了一口红酒道, 黑市拍卖会历来的规矩, 压轴的东西都是由黑市拍卖会的主办方进行电资, 事后由主办方和拿下的竞拍者进行交易。 历来黑市拍卖会的压轴宝贝, 很少有价格低于千万的, 如果每次来参加黑市拍卖会的时候, 所有人都拎着那么多的大箱子, 怕是很容易引起注意,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很有可能, 不过今天谁最后拿下了这一套压轴的宝贝, 谁就成了今天最大的冤大头。 晴天小生的道, 这一整套四庆色浴室有问题。 张东脸色一惊, 慌忙小生的道。 周老文言顿时再次来了兴趣, 这一整套四庆色的浴室, 他也看出了问题, 不过张东并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这才没有在这里点铺而已。 嗯, 如果我没有看出的话, 除了挂坠之外, 其他的饰品全都是庆色作假的货色。 我去, 不是吧? 这一下不知道到底是谁要取代渡海, 成为今天最大的冤大头了。 张东心头一惊到, 对于晴天的眼力也越来越佩服了起来。 之前看出了一对青碧玉龙凤屏的问题, 这可是连周老都没有确切地看出问题来的东西。 所以, 张东有绝对的信心, 既然晴天说这一套四庆色浴室有问题, 那就绝对有问题。 而且之前的青碧玉龙文凤, 晴天还走过去查看了一番, 这才判断出了一针一架来。 可是现在这整套的四庆色浴室, 晴天只是过去随意地打量了几眼, 这就看出其他庆色的问题。 这份眼力, 绝对已经达到了对玉器类古丸, 有着十分专业研究的顶级专家的水准。 好眼力, 真是好眼力。 周老再次忍不住感慨了起来, 而这也更加肯定了张东心里的想法。 奶奶的, 论年纪我还比你年长几岁, 你小子这眼力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 简直也太神了吧。 张东忍不住爆出了粗口, 其实也没啥, 不过是在书本上看过一些记载而已。 秦大少再次心虚地道, 然后又照本念经地把资料上的记载, 简单地说了一遍, 这套四青色浴室的颜色分别是水坑谷, 机械红, 黄土嗅血沁和鸡谷白, 而仿制四青色浴室的颜色基本上也是水坑谷, 机械红, 黄土嗅血沁和鸡谷白, 这才看出了问题来的。 滚犊子, 如果都照本念经都能像你这样的话, 那满大街跑的都是古文专家了。 张东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道, 这个可能是我悟性比较好吧。 文言周老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张东就有些郁闷了, 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这不是明说他脑子笨吗? 一千六百万。 这么一回说话的功夫, 这整套四青色的浴室已经达到了一千六百万的高价。 近拍的涨价幅度虽然比最初要小伤不少, 只有最低的加价额度, 但是其中的激烈程度却丝毫不属于最初近拍的势头。 所有人的心, 随着这一整套四青色浴室的价格被抬高到一千六百万的数目时, 全都紧紧地揪在了一起。 一千六百二十万。 一千六百四十万。 一千九百万。 近拍依旧在激烈的进行者。 一千九百五十万。 一千九百七十万。 随着越来越高的价格, 所有人不约而同的都宁神秉息, 目光全部落在现场仅剩下的两个近拍者身上。 两千二百万。 当价格攀升到两千二百万的高度时, 终于有一个人选择了放弃。 这一整套四青色的浴室, 最终被一个三十岁出头的中年人以两千两百万的价格拿下。 没想到, 今天最大的冤大头竟然是孔启申, 不知道等他拿回去之后, 发现这整套四青色的浴室, 只有挂坠是真正的四青色, 其他的全是仿制的青色时会是如何一副表情? 恐怕非被气得吐血不可。 看着最终拿下, 这整套四青色浴室的孔启深松了口气的时候, 张东忍不住叹了口气道。 虽然说古玩这玩意, 有简陋就有打眼, 不过这种打眼的事情发生到谁的头上, 想必都有些不爽的, 尤其还是花了天价以为买到了宝贝, 结果却是赝品豆腐渣, 这种落差的心情可想而知。 是啊, 想必比吃屎还要难受。 擎天跟着叹了口气道, 周老倒是笑呵呵的没有说话, 活到这把年纪, 像这种打眼的事情, 他见得太多太多了, 别说是孔启深2200万, 买下了一套, 只有一个挂坠是真的四青色浴室, 其实以更高的价格买到赝品的事情还有很多, 他觉得最清楚的就有一个, 曾经见到过一个一锅一的价格, 从其他藏友手里买下了一副泛高的油画, 结果却是件赝品。 最后一件压轴拍卖品被孔老板以2200万的价格拿下, 今天的拍卖会到此位置, 非常感谢周伟老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今天的拍卖会, 王满目光缓缓地扫试过全场, 说了一些接触语, 很俗套, 无非都是一些早就听得滚瓜烂熟的接触语, 不过这些话从王满的嘴里说出来, 却别一番味道。 下面, 请周伟老板遗足, 这来还精心地准备了一些调味剂给周伟老板放松放松心情, 王满继续道, 说着缓缓地走下高台, 穿过通道, 向着众人身后的方向走了过去, 带到这个女人走过通道, 一马当先地走向后面一处被分割开来的区域时, 在座的所有爷们, 这才回过神来, 激情十足地跟了过去, 走吧, 咱们过去玩两把。 玩两把? 玩什么? 晴天冷了一下道, 虽然不知道张东所说的玩两把是什么, 但是想必肯定和王满口中放松的调味剂有关。 历来黑市拍卖会结束后, 都有一场小型的赌食会, 然后是赌局。 张东笑呵呵地解释道, 晴天文言也就明白了过来, 起身, 几个人一起走了过去。 王满在前面带路, 黑色紧身连体短裙的束缚下, 背后看去, 那种S型的曲线更加动感, 尤其是一双高跟鞋的作用下, 性感的Killtown左右均匀摇摆的幅度, 更是动人。 秦大少忍不住透视了过去, 退掉伪装, 背后那完美的线条和肌肤更加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一个完整的背部大特写, 让秦大少再次忍不住喷出了鼻血。 好在, 只是很快就止住了。 你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会功夫, 就留了两回鼻血了。 回头没事, 哥们带你去检查检查身体。 张东勾住晴天的肩膀道, 张氏集团下属的医院, 不仅在安华当地, 就算是在全国范围内也名气十足, 所有的医器, 全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医器, 单论设备的话, 绝对不比国内任何的一家医院差, 而且医疗人才也全都是国内顶尖的专家, 还有一些从国外请来的专家, 可以说张氏集团下属的医院, 是一家医疗设备条件和技术力量极为雄厚的一家医院。 没事, 只是最近上火而已。 晴天慌忙拒绝, 万一被检查出双眼的特殊情况, 拉他到实验室里做小白鼠怎么办? 对于秦大少来说, 美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他可不想去到实验室里做小白鼠, 扑通, 王满正走着的时候, 突然觉得眼前一黑, 整个人扑通一声向前趴倒在了地上。 随着王满的倒地, 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 惊呼声不断响起, 有人甚至已经拿出手机拨通120的急救电话。 晴天和张东说话的功夫, 前面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 张哥, 我学过一些医术, 咱们过去瞧瞧。 晴天说着, 一马当先从人群中挤了进去。 张东和周老文言都有些诧异, 不过两人根本没有机会多问, 晴天就已经冲入了人群, 瞧着张东让阿辉和阿东在前面开路, 自己和周老一起也挤入了进去。 来到王满的跟前, 晴天蹲下来将这妞的身体翻转了一下, 双手放在身前, 不经意间就落在了那曼妙的弧度上, 随着用力翻身的动作, 那种挤压感伴随着强烈的弹性, 通过手掌清楚地传递到大脑内的每一根神经。 干什么呢? 小子, 别乱动, 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怎么办? 晴天突然间的动作, 在现场引起了巨大的反应, 这个天生就是为了五妹而生的女人, 几乎是安华所有带把爷妹们心中, 共同幻想的对象。 人在昏倒的时候, 有一些情况是不能随便翻动的, 不凡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万一因为晴天的动作, 就此葬送了这么一位五妹到骨子里的女神, 岂不是太可惜了? 真要是那样的话, 秦大少估计就要成为安华所有爷们心中的全民公敌了。 而且, 秦大少翻身时的动作, 那一双手摆放的位置, 明显有些不太合适, 更像是趁机开游。 晴天没有说话, 看到王满脸颊上, 除了额骨上有些亲子之外, 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大碍的时候, 心头缓缓地松了口气出来。 还好还好, 幸亏没有伤到门面, 不然可真的是暴恋天物。 秦大少暗自呼了口气道, 此时秦大少也得到了更加准确的答案, 这个女人眉整形, 纯粹的天生魅骨。 集中精力透视向王满的身体内, 随着一道蔚蓝色光芒的深入, 一层黑色的颈身连衣短裙再次变淡, 变得透明起来, 直到最后完全消失, 连里面最后的黑丝蕾丝也完全退掉最后一层伪装的时候, 秦大少的目光不可抑制地再次停留在了那细嫩的汤体之上。 你妈的, 要命啊! 虽然秦天少在开始透视的时候, 就一直念叨着, 只是在治病, 医生治病, 直到这完美的汤体上的时候依旧不免为之心颤, 目光久久地不舍地离开。 索性的是, 这一次关键的时刻, 秦大少那鼻血没有再不争气地喷涌出, 缓缓地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秦天宁神秉息, 深呼了口气, 目光继续深入了进入, 穿过肌肤的表皮, 一丝丝血肉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接着是血管, 经脉, 骨骼, 五脏六腑, 总之, 身体内所有的一切都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而且完全是彩色的照片, 比目前最先进的六十四层的螺旋CT还要先进, 王满身体内的五脏六腑完全正常, 没有丝毫病变的情况, 秦大少这次把目光转到了大脑之上, 只是一瞬间, 左脑右脑等等穿过脑壳内所有的一切都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脑宫血不足, 当目光注意到一根提供宫血的血管出现萎缩的时候, 终于发现了王满昏倒的问题所在, 这女人大脑内一根提供宫血的血管发生了萎缩, 这根宫血的血管萎缩的情况非常严重, 几乎已经到了接近半干枯的边缘, 平日里估计也只是勉强可以维持脑补的宫血, 这种情况很危险, 任何情绪的波动都可能导致血管发生宫血中断, 发生昏迷的情况, 必须及时抢救, 如果抢救的不及时的话, 很容易造成危险的发生。 喂, 你小子到底在干嘛呢? 秦天只是盯着王满打量的不停的动作, 更加坚定了所有人心头他想要趁机开油的念头, 所有人怒气冲冲, 语气不善的道。 治病, 秦大少没有回头, 淡淡的回了两个字。 治病, 就你, 别开玩笑了。 小子, 你那点龌龊的想法谁不知道, 要是因为你的翻动引起什么严重的后果, 这个后果, 你自己在心里好好琢磨琢磨, 笑话, 你是医生吗? 我虽然不是医生, 不过, 我却可以治好王小姐的病。 秦天淡淡的道, 集中精力, 那种从双目射出犹如实质性的蔚蓝色的光芒, 缓缓地将王满大脑中这根提供供血严重萎缩的血管, 团团包围了起来。 不是医生能治病? 别开玩笑了, 所有人再次不屑地笑了起来。 秦大少没有理会众人再次的嘲笑声, 继续控制这种特殊的能量进行修复, 蔚蓝色光芒的修复强化作用下, 这根严重萎缩的血管, 开始慢慢地恢复光泽, 王满的昏倒, 对于黑市拍卖会的主办方来说也是一件大事, 如果在场的诸位老板把这件事情迁怒于黑市拍卖会的话, 恐怕以后的黑市拍卖会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不过短短一分多钟的时间, 黑市拍卖会的主办方之一马兴华就赶到了地方, 一时间在场所有人的矛头都指向了正在为王满治病的晴天。 张绍, 你这位朋友这么做, 如果马兴华看着张东为难的道, 众怒难为, 可是张东可是张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他也得罪不得。 虽然说现在是晴天在给王满治病, 但毕竟人是张东带来的, 而且看两人的关系还相当不俗。 马老板你只管放心, 我这位兄弟既然说他可以治好王小姐的病, 那就一定可以治好, 出了什么问题我张东来负责。 张东缓缓地呼了口气道, 说实话, 对于晴天在古玩方面的眼力, 他绝对没得说, 可是治病, 他的心里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底。 不过张东相信, 既然晴天这么说了, 就肯定有他的把握, 是绝对不会乱来的。 周老此时看着张东欣慰地点了点头, 这就是张东的长处, 说不定未来张氏集团在张东的带领下, 还会走进一个新的巅峰。 正在为王满治病的秦大少, 心头一阵暖暖的, 甚至是有些热血沸腾, 他十分清楚, 如果自己今天治不好王满的病, 而且, 王满在抢救的时候, 也遇到了危险, 他所面临的处境, 而现在, 张东竟然毫不犹豫地, 把这件事情担了下来。 秦大少暗暗发誓, 这个兄弟, 他秦天这辈子都认定了。 好, 既然张少都这么说了, 那我马兴华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马兴华笑呵呵地道, 王满大脑内那根公鞋的神经, 在以肉眼的速度缓缓恢复, 先是恢复了光泽, 看上去鲜活了起来, 然后一点一点扩充, 秦天看得很清楚, 就在血管扩充的时候, 王满的眼皮, 缓缓地刹动了一下。 尼玛, 要想个办法才行, 不然的话, 就这么看着王满就把人给救醒了的话, 估计他也要被拉到实验室里, 当成小白鼠去实验了。 秦大少此时, 想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推拿吧, 想起一些老中医推拿神奇的功效, 秦大少心底冒出了一丝小邪恶。 王满大脑内, 那根提供弓血萎缩的血管, 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的宽度, 内壁的韧性, 在秦天那种特殊能力的强化下不断地加强, 慢慢地, 血液又重新恢复了宽血。 事不宜迟, 秦大少双手落在王满的额头上, 轻轻地按压了起来, 划过脸颊沿着雪白的粉颈一路向下。 弹性很足, 秦大少不免多停留了片刻。 此时, 在场所有带把的爷们再次露出了愤怒的神色, 张东心里也有些嘀咕了起来, 这小子到底实在治病还是在开油? 片刻之后, 王满大脑中那个提供弓血萎缩的血管, 已经在秦天那种特殊能力的作用下, 变得强韧十足, 弓血功能完全恢复正常。 此时, 王满的眼皮再次眨动了起来, 一眨一眨, 然后缓缓地睁开。 流氓, 王满睁开眼睛的第一眼, 就看到秦天放在自己胸口的双手, 而且还伴随着一种缓缓地按压的动作。 啪, 这女人二话不说, 抬手一巴掌就抽了过去。 本来看到秦天那羞涩的目光, 没想到竟然是个十足的流氓, 比他见过的那些混蛋更可恨的流氓, 竟然趁着他昏倒的时候开油。 最重要的是, 这么多人看着, 还没人阻止。 王满完全疯狂了, 愤怒的眼神如同火山喷发了一般, 喷射出炙热的火焰。 秦天猛啊, 你妈的, 有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吗? 病给你治好了, 一声感谢的话也不说, 居然先抬手赏了一个大嘴巴, 真是个刁蛮的女人。 行了, 这小子难道真的会一朔? 只是一番简单的推拿, 就将王小姐救星了。 这就是传说中神奇的中医推拿吗? 神奇? 真是太神奇了。 看着清醒过来的王满, 所有人忍不住惊呼了起来。 张东心头此时也终于缓缓地松了口气出来, 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 算是终于落了下来。 中医, 推拿, 王满冷了一下, 随即像是想明白了一些什么, 看着秦天的眼神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微微一笑, 媚态横生带着不可抵挡的魅力。 秦大少再次失神了。 放手! 当目光落到秦天的双手上时, 王满脸色通红地道。 秦大少闻言倒是慌忙撒手, 柔软的弹性消失, 心头一阵空空的失落。 谢谢, 小弟弟。 秦天突然间慌乱和失落的表情, 让王满的嘴角不经意间就勾起了一抹上扬的弧度。 这女人直起身子, 嘴巴经过秦天的耳朵旁时, 轻声地道了声谢谢。 声音很轻柔, 吐气若蓝。 此时, 在王满的心中, 对于秦天的误会消失, 他的心头, 对于这个羞涩的大男孩, 更加多了几分特殊的感觉。 秦天只感觉一股暖流流向耳畔, 接着整个人就像触电般酸软, 那种声音, 没有可以的作点, 只是很轻缓很平常的音调, 但是却让人有一种骨髓的颤抖。 起身, 没有理会一脸傻乎乎的秦天, 王满继续向着后面的赌食会场走了过去, 一群人跟在后面, 虽然一个个恨不得直接贴上到这女人的身上去, 但是一个个走在后面, 却都与王满保持一定的距离。 别愣着了, 人都走没影了, 还在回味呢。 张东走过来, 弯子拍了拍秦天的肩膀到。 秦大少这才回过神来, 炯炯的笑了笑, 走吧, 咱们去看看赌食去。 没想到你小子竟然还真的会医术, 而且是中医推拿。 几个人一边走向后面的赌食区, 张东一边道, 小时候曾经拜过一个为师, 学过一些推拿的手法。 擎天笑呵呵的编造了个理由。 中医推拿, 这还真的是挺神奇的, 竟然来回推拿了几下人, 就清醒了过来。 张东感慨道, 中医从华夏古代传到现代, 已经逐渐落寞, 现在满大街的几乎都是青一色的西医, 真正懂中医的已经狠手。 尽管国家这些年来大量扶持中医, 但是相对于西医发展的势头, 中医的发展还是有些后劲不足, 不过还好已经受到了重视, 不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此没落了, 可真是太可惜了。 中医确实有很多神奇的地方, 我曾经一位故人得了绝症, 便访名义无果, 最后就是被一位给调理好了, 不过可惜的是, 那位已经不在了, 而且也没有留下传人, 一直没有说话的周老, 结果话差感慨得到。 继续走向赌石区, 张然勾住擎天的肩膀, 一脸坏笑道, 怎么样? 刚才感觉如何? 什么感觉? 擎天冷卫一下, 有些不明所以, 你小子, 还倒装起了迷糊, 还能什么感觉? 当然是手感了。 手感? 秦大少更加迷糊了, 你小子, 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张东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道, 那地方可是安华无数代把爷们梦寐以求的阵地, 没想到, 今天王满突然间的昏倒, 倒是给擎天创造了一个好机会。 嗨嗨, 秦大少猛然咳嗽两声, 故作无辜地道, 那个, 其实我当时只是为了做推拿救人, 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 说这话的时候, 心虚的秦大少脸颊都红了起来, 张东疯了, 忍不住抱起了粗口, 大好的机会竟然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本来他是打死都不相信秦天所说的话, 不过看着秦天那信誓旦旦的模样, 又不得不信。 此时, 秦大少也成了鼎鼎有名的演技派, 说话间的功夫, 一行五个人已经走到了后面的赌石场, 拍卖会只占用了顶层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 后面被分割开来三分之二的区域里, 此时已经成了临时的赌石场, 除了一些必要的通道之外, 堆满了许多赌石。 这么多赌石, 不知道你小子今天有没有那天的运气, 再解除一块玻璃种帝王绿的翡翠来。 张东大概的扫视了一眼, 笑呵呵的道, 玻璃种帝王绿翡翠, 可是翡翠中的四大王者, 哪里是那么好就遇到的, 上次不过是凑巧运气而已。 秦天笑嘴上虽然说得很坚决, 几乎不可能, 不过心里却是盈盈有些期待了起来, 凭借他可以透视到赌石内部的特殊能力, 只要这些赌石内蕴含有真正的玻璃种帝王绿翡翠, 就一定可以被他看出来。 只是不知道, 这么多的翡翠里究竟有没有蕴含的有这种玻璃种帝王绿翡翠。 秦大绍心里还有另外的期待, 四大王者翡翠分别是玻璃种帝王绿, 玻璃种紫罗兰, 极品血域翡翠和极品明皇翡翠。 目前他已经解除了一块玻璃种帝王绿, 如果能再解除另外其他三种王者翡翠, 将四大王者翡翠凑齐了, 那可真就是完美了。 这种四大王者翡翠非常珍贵, 有些赌石高手一辈子都不一定可以解除其中之一, 想要凑齐四种, 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这一切对于拥有透视能力的擎天来说, 久卧安全不是什么问题。 没想到, 小天除了在古玩方面的见识颇深之外, 竟然还是个赌石高手。 周老笑呵呵的道, 对于古玩方面, 周老最精通的就是玉器, 而赌石更是他的强项, 在整个安华的赌石圈, 周老和安华最大的珠宝行明星珠宝的首席赌石顾问, 并称为为安华赌石圈里的两大赌石高手, 绝对是安华最顶级的赌石高手。 玻璃种帝王绿翡翠的珍贵周老非常清楚, 虽然说想要解除这样的翡翠, 很大程度上是要靠运气, 但是对赌石没有一定的了解, 没有相当的严厉, 也是绝对不行的。 周老, 您见笑了, 不过是运气凑巧而已, 秦天心头汗颜的道, 对于他来说, 赌石健保完全是因为异能的作用, 在张东面前装装也就算了, 可是让周老这位, 无论在古玩还是赌石圈子里, 都是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夸赞, 实在是有些愧不敢当。 你小子就别客套了, 不然等会周老又要说我了。 不带周老说话, 张东没好气的道。 哈哈, 秦大少哈哈一笑, 周老此时跟着也笑了起来, 继续闲扯了两句, 周老开始缓缓地走向一边查看起了赌石, 张东勾起秦天的肩膀, 走吧, 咱们到那边看看。 赌石区域内的赌石, 和重温大厦赌石场的一样, 按照价格分为A、B、C三个区域, 三个区域中A区的, 大都在几万块钱的样子, B区的相对要高出一些, 大都在十万块起步, 五十万靠下的数目, C区的赌石, 全都在五十万靠上的数目, 有许多赌石的价格都突破了百万, 有些甚至高达数百万。 张哥, 你这是要到哪里去? 打A区经过的时候, 张东竟然不做丝毫的停留, 勾着秦天的肩膀, 继续往前走去。 当然是直接去C区了, 虽说C区的赌石最贵, 但是外在表现, 却也是这些赌石当中最高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 想要解除好的翡翠来, C区的几率还是相对较高的。 张东笑呵呵地道, 果然是财大气粗的安华第一大手。 秦天心头暗自嘀咕了一句, 笑呵呵地继续道, 咱们还是先在A区看一看再说吧, 这边赌石的价格低, 万一能遇到什么好的料子, 等会解开之后, 岂不是更让人兴奋? 这倒也是。 张东应了一声, 停下脚步。 王满将所有人带到赌石区, 稍作停留了片刻之后, 就离开了赌石区, 打A区走过的时候, 一路从C区走来, 这女人一直用眼睛的余光在扫视着, 终于在经过A区的时候, 终于发现了秦天的身影。 此时秦大哨正在专心地查看赌石, 并没有注意到王满打量的目光。 盯着秦天打量了片刻之后, 王满嘴角再次勾起招牌动作上扬的弧度, 转身离开。 出了顶层, 王满称作直达电梯直接下了一楼, 刚刚走到门口, 一个论姿色样貌丝毫不属于他的少女, 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 如果说两人硬要有什么差距的话, 那就是这女人身上没有王满那种浑然天成的妩媚, 不过却多了一种青春向上的气息。 这少女十七八岁年纪, 一张圆圆的鹅蛋脸, 眼珠紫黑漆漆的, 两颊晕红, 周身透着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 小麦色的皮肤给人一种健康活力的感觉, 穿着耐克的一整套的纯白带粉色边运动服, 微卷的褐色头发扎成一个轻松活泼的辫子, 总是那自信可爱的表情。 姐, 我刚刚听说你在这里昏迷了, 怎么样? 没事了吧? 看到王满, 刚刚冲进来的少女顿时就激动地奔了过去, 一把激动地扑通王满的怀抱之中, 满脸担心, 眼眶里竟是也闪烁起了晶莹的泪花。 没事了, 你看姐姐现在不是好好的了吗? 王满笑微微地将怀抱中的女人扶起来, 一脸爱恋的道, 小雨都这么大的孩子了, 还哭鼻子, 羞不羞? 姐, 我没哭, 只是眼睛有点酸。 被称作小雨的少女故作坚强地道, 王满没有说话, 笑微微地抚摸了一下王雨的额头, 两人一起走了出去。 门口一辆顶级的兵力轿车停靠在那里, 见到王满和王雨走了出来, 驾驶员位置上坐着的一位中年人慌忙下车, 打开车门。 大小姐, 二小姐, 中年人笑微微地道, 大约五十岁出头的年纪, 很祥和, 但是整个人身上不自觉地就流露出一种气势, 很强大, 一种生人物尽的感觉。 德说, 您怎么又客气上了? 王满撒娇地道, 此时一副小女生的模样和之前那种妩媚的姿态完全判若两人。 被称作德树的中年人呵呵地笑了起来, 带到两人上车之后, 关上车门驱车离开。 上车, 返回住处, 王满鞋靠在靠背上目光呆泻地看着前方, 脑海中竟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了晴天的身影, 还有他昏迷在地上之后, 刚刚睁开眼睛时的一幕。 当时, 虽然下意识的动作给了晴天一巴掌,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她的心里还有着几分悸动, 那种感觉虽然让人有些羞涩, 不过却又有一种特别的滋味。 姐, 想什么呢? 王宇看着心神不宁的姐姐, 疑惑地道。 哦, 没事, 没事, 回过神来, 王满慌忙道。 嗯, 没事就好。 王宇点点头继续道, 对了, 你今天病情突发昏倒, 那个神奇的小中医, 你有没有记下她的联系方式啊? 一个推拿就能让你清醒过来, 说不定还能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彻底让你痊愈呢? 姐姐的病姐姐知道, 想要彻底痊愈是不可能了, 只是拖的时间的长短问题罢了。 王满叹了口气道, 谁说呢? 姐姐, 你一定会没事呢? 王宇撅着小嘴巴, 心里已经暗自打定了注意, 等回头一定要找到那个, 今天把姐姐救醒的那个小中医, 说不定就能够让姐姐的病彻底痊愈呢? 不管最后到底结果如何, 起码要试一试, 万一真的就好了呢? 德书开着车, 听着王宇和王满的对话。 心头顿时对这个神奇的小中医充满了好奇, 大小姐的病她是知道的, 每次发病必须要特效的药物及时服用, 不然的话根本没有办法。 而现在, 这个神奇的小中医只是一个推拿就让人清醒了过来, 这份本是绝对神奇。 大小姐, 你说的这个神奇的小中医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我没问, 不过她说和张东一起过来的。 王满笑了笑道, 张东? 张氏集团的那个张东? 嗯, 就是他, 返回别墅, 王满努力地驱走内心这些杂乱的想法, 缓缓地呼了口气出来。 我这是在想什么呢? 他才不过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孩子而已。 金碧辉煌顶层的赌石区A区, 秦天开启双眼的透视能力, 缓步向前, 一块赌石接着一块赌石透视了过去。 费石, 费石, 斗轻重, 干重。 这些赌石的情况和在重温大厦赌石遇到的情况大致相同, 作为外在表现最差的A区, 秦天一路透视过来所看到的这些赌石, 基本上都是一些费石或者是一些最垃圾的翡翠, 完全没有什么价值。 好在有了古玩一条街赌石档和重温大厦赌石事情, 秦大少心头早就有预料到可能会是这样的结果, 虽然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翡翠, 倒也没有太多的郁闷。 斗轻重, 费石继续往前透视过去, 秦大少足足又透视了上百块赌石, 前后加起来已经有数百块赌石的时候, 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所见到的水头最好的一块也不过是块冰重, 但是块头太小, 完全没有价值,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斗轻重, 血液翡翠, 正当秦天有些失望的时候, 突然有了惊喜的发现, 一块外在表现极差的赌石内, 竟然蕴含了一块极品血液翡翠, 足足有一个成人拳头的大小, 按照价值, 保守估计也要突破到千万的数目。 尼玛的, 还真是物极必反啊。 秦大少美滋滋地向着这块赌石所在的地方走了过去, 血液翡翡翠和玻璃种帝王绿一样, 都是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翡翠。 等等, 刚加快步伐走出两步, 张东的声音响了起来, 停下脚步, 秦天有些疑惑地看了张东一眼, 不明所以, 你就是这么挑选赌石的? 张东跟在后面, 见着秦天就这么一路东张西望地缓慢前行, 完全没有丝毫地停留, 有些忍不住问道。 在他的印象中, 就算是那些最顶级的赌石高手, 挑选赌石的时候, 虽然说最初的会大致地扫看了一下, 但是对于从其中挑选出来的赌石, 必定要停下来驻足仔细观看的。 像秦天这样, 完全是一眼扫过的挑选赌石的方式, 倒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一路走来, 所看过的赌石至少已经有了数百块, 这样的挑选速度未免也有些太过害人了, 而且张东相信, 这么多的赌石里, 总不至于连一块像样的赌石都没有吧。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秦天故做差一道。 有什么问题? 你说有什么问题? 问题大了, 完了这么长时间赌石, 像你这么挑选赌石的, 我倒还是第一次遇到。 张东没好气得到, 别人挑选赌石都是大致的查看一番, 然后挑出几块, 看着还算可以的驻足仔细观看。 哪有你这么一回功夫, 看了上百块赌石, 连停都不带停的。 嘿嘿, 张哥, 我早就说过了, 我玩赌石全靠运气, 完全就是凭感觉来的。 秦天笑呵呵地继续道, 走吧, 发现了一块料子, 感觉还可以, 咱们过去瞧瞧。 张东无语了, 没有说话, 任由秦大少勾着自己的肩膀, 向前走了过去。 秦天走到刚才看中的那块, 内部蕴含有血液翡翠的赌石前, 直接招呼前方的一个工作人员, 送来一辆推车, 然后将赌石抱上推车, 招呼张东一起过去解石。 作为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极品血液翡翠, 秦大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解开。 你这挑选赌石的方式也太夸张了吧, 就这么远远地看上一眼, 就选中了这块赌石。 张东再次不可思议地张大了嘴巴。 如果说之前是秦天在大致地筛选赌石, 他还勉强可以接受, 可是现在, 他们刚才距离这块赌石的位置, 足足数米远的距离, 秦天远远地看上一眼, 走过来直接就把赌石拿了下来, 实在是有些太过骇然了, 起码也要过来仔细地观察, 一会再出手吧。 运气, 感觉, 秦天笑呵呵地再次吐出几个字来。 张东无语, 无奈地耸了耸肩, 不知道该说什么事后。 收银台在赌石档的中央, 秦天走过去之后, 打算把支票在这里给兑换了, 不过张东却抢先一步, 直接让阿东从箱子里拿出一搭钱递了过去。 只管完, 今天在这边的一切消费都算哥们的。 完了, 这次非常大气的道。 这样, 等会如果解除翡翠来的话, 翡翠算咱们两个的。 秦天笑呵呵地道。 行, 张东倒也没有推辞,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秦天在古玩方面的见识, 他完全信服, 不过赌石上, 只是凑巧在古玩一条街的赌石档, 遇到秦天解除一块玻璃种帝王律来, 当时他还以为, 秦天也是个赌石高手, 可是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还真的很可能就像秦天所说的一样, 只是运气而已。 而且, 这块赌石的外在表现极差, 但从外在的表现去看, 几乎就可以断定, 内部完全是废石一块。 走吧, 咱们现在去解石。 秦天看出张东心里的想法, 笑呵呵地招呼道, 他很期待, 等到赌石解开, 一块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血与翡翠, 暴露在张东的眼前时, 他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秦天和张东一行人来到解石机前。 秦天在赌石上标注好记号, 然后解石的师傅, 将赌石固定好在解石机上开始解石。 滋滋, 随着沙轮摩擦赌石, 擦出滋滋的声响, 很快就有许多人被吸引了过来, 其中有一位还是秦大少的老熟人, 在开园大厦和他赌石的那个刘老, 这个刘老在圈内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 不是吧, 竟然是这么一块赌石? 太差了, 这块赌石的外在表现太差了, 怎么会有人挑选这样一块赌石进行解石呢? 废石, 但从外在表现来看, 几乎可以断定是废石一块。 许多人凑过来之后, 盯着这块被固定在解石机上正在进行解石的赌石, 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他们和张东的看法完全相同, 如此一块外在表现极差的赌石, 怎么可能会解除翡翠来呢? 别说是一些水头较好的翡翠, 就算是最垃圾的豆青重干重这样的货色, 恐怕都没有。 物极必反, 说不定这块赌石还真就能解除不错的翡翠来的。 我也这么认为, 越是不可能的东西, 往往有时候越是可能发生奇迹。 人群中倒是有人表示出了不同的看法, 不过只有区区的两个人而已, 想对于一边倒的认为, 这块赌石完全就是废石一块的人群, 就显得有些太过微不足道了。 物极必反, 是有这种可能, 不过这种几率不亚于买彩票中了五百万的几率。 而且, 你们自己也说了, 这样的赌石解除不错的翡翠, 无疑于是一个奇迹, 奇迹的几率有多大, 这就更不用多说了吧。 对于众人纷纷的议论声, 晴天只是暴以淡淡的笑容, 目光落到谢石师傅手中的动作上, 没有说话。 这块赌石他所标注的那些记号上, 几个面上的第一道记号, 故意没有标注到翡翠的位置, 只是到第二道记号的位置, 才标注到了翡翠的边缘位置, 不过还不是直接切出翡翠的位置, 只是边缘地带, 还需要简单地擦拭之后, 才可以将翡翠的一侧切面完整地显露出来。 刘老走过来之后, 目光不自觉地, 就落在了站在解石机一侧的晴天的身上, 只是一眼, 刘老的眼神中就闪烁起了浓浓的恨意。 好歹在圈内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 在赌石上输给一个名不见传的矛头小子, 这口恶气无论如何都难以忍受下去。 而且还说的是, 那么冤枉, 竟然让晴天这小子好运碰到了罕见的莽班, 这才让他误认为是旧。 什么玩意, 竟然挑选了这样一块赌石来窃, 想钱想疯了吗? 还是真的把赌石这一行当场了一刀天堂的行当? 看清楚这块赌石的情况之后, 刘老不屑地冷哼了起来, 声音很大, 完全没有加以丝毫的掩饰。 这块赌石外在表现极差, 连勉强一般都算不上, 虽然料子看上去是老坑的无疑, 但是表皮确实最差的手纹皮, 纹路粗糙模糊, 而且上面还有一段一段纹路断裂的裂纹, 凭借他多年的赌石经验可以完全判定, 这块赌石内是绝对不可能蕴含有翡翠的。 就算真的破天荒被解除了翡翠, 也绝对是最垃圾的豆青重肝种这样的货色, 完全没有丝毫价值。 刘老,刘老,听到这老头的声音, 倒是有不少人纷纷打起了招呼, 看得出来这老头确实还是有一定名气的。 刘老文言微微地点了点头, 一脸得意, 在场的都是在安华有一些身份地位的人, 能被这样一群人尊敬, 也算是一件颇有面子的事情。 赌石这行虽然说是一刀天堂没错, 可同样也是一刀地狱, 我见过不少怀揣梦想太多, 想要一夜报复赌石人, 最后的下场大多数都是输得倾家荡产, 一无所有, 真正能切掌一刀天堂的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站在刘老身旁的一位中年人, 不懈地笑了笑, 结果话查道, 看两人的模样应该是一起来的。 虽然能够有资格被请来参加黑市拍卖会的, 都是一些有一定身价的人, 但是在有钱一旦染上了赌石瘾, 就像吸毒的瘾君子一样, 最后的下场只有一个, 家破人亡, 倾家荡产。 是啊, 赌石这行向来报喜不报忧, 其他的围观者, 接过话查继续道。 这些人在安华, 虽然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是若玩起赌石的话, 偶尔的当作消遣散心的玩意, 还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陷入进去的话, 就他们那些身价, 估计要撑不了多久, 就要一无所有了。 这样的赌石, 怎么可能会解除翡翠来, 完全就是费尸一块。 和刘老一起的中年人继续道, 别这么说, 说不定还是有可能解除斗青种, 甘种这样货色的翡翠的。 刘老接过话查, 阴阳怪气的道, 他的声音没有刻意压低, 反而还故意加大了几分, 就算是站在解释机旁的晴天和张东, 也听得清清楚楚。 斗青种, 甘种, 随着刘老的话音落下, 所有人不懈地笑了起来。 他们的目光毫不例外地, 都落在这块正在解释中的赌石上, 本来听到解释机响起的声音, 想要过来凑凑热闹, 看看能不能沾点气域, 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一块货色, 心头不免有些失落。 张东闻言脸色有些不悦了起来, 不过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这块赌石的外在表现确实太差了, 连他都看出来几乎完全是费尸一块, 想要解除翡翠, 除非有奇迹发生。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到这老头, 还真是缘分啊。 秦天的嘴角勾起一抹不屑地笑容道, 你们认识? 张东疑惑地道, 秦天点点头道, 嗯, 前几天在重温大厦赌石的时候, 有过一面之缘, 不会是有什么过节吧? 从两人的表情中, 张东似乎读懂了一些东西, 过节? 我倒无所谓, 不过估计这老头现在看到我, 都要恨得半死。 秦天笑呵呵地把重温大厦赌石的事情说了一遍, 你嘛, 你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 极为罕见的莽班都能被你遇到, 你说的没错, 这个刘老在圈内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 不过为人心胸狭义, 现在这老头心里肯定把你恨得半死。 张东笑呵呵地道, 暗叹秦天的运气好, 一块翡翠卖出三百九十万的高价, 还从刘老那里迎来了五十万。 走吧, 继续去挑选赌石去, 这块赌石完全是费石一块, 没什么可看的。 迎着晴天笑呵呵的模样, 刘老心头更加恼怒了起来, 招呼身旁的中年人一起离开。 中年人点点头, 确实没什么看头,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倒不如趁着时间去多挑选几块赌石出来。 随着两个人交谈的声音,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议论了起来。 说的没错, 这样一块赌石, 继续看下去还真是没什么意思, 趁着时间多挑选几块赌石才是正式。 老吴, 我记得上次黑市拍卖会后的赌石你当时可以解除了一块玻璃种翡翠, 虽然是无色的, 不过却也非常珍贵。 不知道这一次你的运气如何, 众人纷纷议论着, 转身就要跟随着刘老和中年人的脚步离去。 刘老的脸上在此时终于露出了几分得意的笑容, 如果这些围观者全都跟着他离去的话, 对于晴天倒是扇了一记狠狠的耳光。 不过就在此时, 晴天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秦大少笑呵呵大步向前招呼道, 刘老, 没想到咱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还真是缘分啊。 刘老闻言顿时就停下了脚步, 脸色难看地盯着晴天道, 晴天, 这一次, 你可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上次重温大厦的事情, 一直都是刘老心头的一块心病, 一口难以下咽的恶气, 他一直在找机会可以狠狠教训晴天一顿, 来报重温大厦堵食之痕。 今天的事情, 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可不一定, 我这个人的运气一向都是很好的。 晴天淡淡地道, 堵食内部的情况他可以清楚地透视到, 别说是刘老这种只是在赌食圈小有人气的角色, 就算是那些真正的顶级赌食高手, 来了, 他也无惧。 哦,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敢不敢再来一把? 刘老心头一喜道, 再来一把。 随着刘老的话音落下, 现场的围观者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难道说, 之前这小子就和刘老赌过时? 再来一把。 晴天笑得更加不屑了起来, 这老头的话倒是正好说到了他的心窝里去, 既然这老头要主动送上门来待宰, 那就只好成全他了。 怎么? 怕了吗? 晴天的质问落在刘老的耳中, 反倒是成了一种害怕。 害怕? 秦大少不屑地笑了起来, 笑话, 不知道刘老你想怎么玩? 不是吧? 刘老好歹也是圈内的名人, 这小子竟然要和刘老赌食, 上来就挑选了这么一块赌食, 想必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矛头小子, 不知者无畏啊。 不自量力, 真是不自量力。 晴天话里的意思很明白, 摆明了已经答应了下来, 围观者中再次掀起了一阵议论纷纷的声音, 声音之中充满了对晴天的不屑。 很简单, 就读你现在正在解释的这块赌食能不能切掌。 刘老淡淡地道, 得意地笑了起来。 按照他的估计, 这块赌食内基本不可能蕴含有翡翠, 就算是真的侥幸蕴含有一些翡翠, 必然也是最垃圾的痘青种和肝种这样的翡翠, 完全没有什么价值, 相对于这块赌食几万块钱的价格。 如果只是解除这些垃圾货色的翡翠的话, 最多只是宝本, 并不能算是切掌。 正常的情况下, 赌食想要切掌, 解除翡翠的价值, 至少要比赌食的价值翻出两杯, 才算是切掌。 以现在这一块赌食, 想要切掌, 除非是解除冰种或者以上的水头, 又或者是大块的痘青种肝种这样的货色。 而现在, 这块赌食的表现和块头, 注定不可能解除大块头的痘青种活肝种这样的翡翠。 好, 没问题, 不过赌注呢? 晴天笑眯眯的道, 既然是赌局总要有赌注, 不然的话岂不是太过没趣了? 当然, 上次玩五十万太少了, 没什么意思, 不如这次咱们玩大一点, 五百万如何? 刘老笑呵呵的道, 五百万? 晴天冷了一下, 现在他的手头加起来才不过四百四十万而已, 不过有张东在, 钱倒不是问题, 反正这次赌局的结果他都是赢定了。 怎么? 闲多拿不出来? 如果你拿不出这些钱的话, 倒是也可以少一些。 刘老得意地继续道, 笑话才不过区区五百万而已, 我张东的兄弟岂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 别说五百万, 就算是五千万, 五个亿我兄弟也拿得出来。 刘老不屑地冷嘲, 让张东有些不悦了起来。 更何况, 平日里对于这个圈内小度机长的刘老, 本就没有什么好感, 或许一些珠宝商或者一切其他的富豪, 因为刘老在圈内还算是小有名气, 不敢得罪。 毕竟说不定, 哪一天他们就有用地上这老头帮忙挑选赌食的时候, 比如今天这个中年人。 不过张东不在乎, 以他的身份和地位, 刘老这种小有名气的赌食高手, 在他看来完全算不得什么, 不值一提。 刘老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僵硬了起来, 心头对于秦天的怨恨, 竟是让他忘记了秦天氏和张东一起来的这件事情。 五百万或许秦天拿不出来, 但是对于张氏集团未来唯一的继承人张东来说, 就算不得什么, 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其他的围观者在此时也识趣地闭上了嘴巴。 虽然他们在安华当地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是和张氏集团比起来, 那就有些太过微不足道, 不值一提了。 张哥,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咱们今天就玩大一些。 五个一太多, 我担心刘老拿不出来, 不如咱们就赌五千万好了。 秦天笑呵呵地道。 行, 五千万就五千万。 尽管知道这次的赌局, 秦天是输多赢少, 但张东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秦天是他张东的兄弟, 可以输了钱, 但绝对不能输了脸面。 刘老, 您老在赌识圈里也算得上市一号人物, 不如咱们今天就赌大一些, 五千万如何? 秦天笑眯眯地把目光转了过去。 五千万, 好, 没问题, 咱们就赌五千万。 刘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在他看来, 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事。 赌局约定之后, 及时生效, 至于合约什么的秦天不在意, 有张东在场, 相信就算是刘老再大的胆子, 也不敢赖这个安华第一大哨的账。 目光转向张东, 秦天继续道, 等会赌局结束, 赢了钱, 咱们平分。 张东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过心头却是十分不以为然。 赢了钱平分, 就这块赌石还能赢了赌局? 谢时的师父, 随着秦天和刘老的赌约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心头暗自感叹刘老的好运。 能被黑市拍卖会请来做解释的师父, 这些人大都是一些经验老道的解释高手, 对于赌石的见解都十分深厚, 这块赌石只要一眼就可以判断得出来, 绝对没有什么价值。 这小子疯了, 竟然要用这块赌石和刘老对赌? 五千万, 居然开口就是五千万, 这种把钱送上门来的好事, 怎么就没让咱们遇到呢? 随着赌约约定下来, 围观者似乎忘记了秦天和张东的关系, 再次议论纷纷了起来, 一个个把羡慕的目光落到刘老的身上, 暗自替秦天默挨了起来, 不自量力。 解释吧? 众人纷纷议论的声音和羡慕的表情, 让刘老心头更加得意了起来, 目光落到谢时的师父身上, 这老头得意的道, 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就在此时, 人群中突然响起了一个人的惊呼声, 顿时把所有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谢时的师父随着再次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迎着众人的目光, 惊呼这人有些炯炯的笑了笑, 那个, 我只是是想起来这小子是谁了, 刚才一过来, 我就觉得这小子眼熟, 而且刘老的话就更让我起了疑心, 这小子就是前几天在重温大厦和刘老堵时的那个小子, 什么? 这小子在重温大厦和刘老堵过时, 结果如何? 废话,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说了, 刘老可是赌食圈里有名的高手, 他一个名不见传的矛头小子, 岂会是刘老的对手? 也是, 不过这小子既然和刘老堵过一次, 现在居然还敢和刘老继续赌, 这脑子, 有人疑惑得到, 输过一次还继续, 这不是摆明了脑子进水的脑残吗? 众人纷纷的议论声不断响起, 舆论全都是一边倒的偏向刘老, 在他们看来, 晴天和刘老堵食绝对是必输的局面, 之前说话的那人再次炯炯的笑了笑, 目光落到了刘老身上, 不知道该说什么事后, 刘老此时满脸憋得通红, 众人把他捧得越高, 等于这借耳光扇的越重, 上次堵食是这小子赢了, 憋了半天, 刘老最终憋出了几个字来, 什么? 这小子堵食居然赢了刘老? 文言, 几乎在第一时间, 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张大了嘴巴, 虽然是这小子赢了不假, 不过只是他运气好, 竟然遇到了十分罕见的莽班, 刘老满脸憋得通红继续道, 原来是遇到了莽班, 怪不得呢, 我就说, 这小子堵食怎么可能比刘老还厉害呢? 莽班的罕见程度, 不亚于玻璃种翡翠的罕见, 这小子还真的是运气够好的, 这些围观者继续道, 听说了莽班的事情之后, 也就释然了, 莽班的罕见他们都是清楚的, 而且与就十分相似, 别说是刘老, 就是比他再厉害的赌室高手, 也难以分辨, 在安华这地方, 能够准确地分别出莽班, 和旧的区分的赌室高手, 或许就只有孙老和安华最大的珠宝行的那位首席赌室顾问, 运气, 秦大少没有说话, 只是笑呵呵地眯起了眼睛, 解食吧, 刘老继续道, 只要等这块赌室被解开, 狠狠地当众给秦天一点深刻的教训, 他在重温大厦赌室上丢回的场面, 才能彻底找回来, 解食的师父得到刘老的示意, 正要解食, 操作解食就要解食, 此时, 秦天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等一下, 怎么, 还有什么问题吗, 不会是要反悔吧, 刘老不屑地道, 没有理会这老头的问话, 秦天凑到张东的耳边, 小声地嘀咕了起来, 围观者议论纷纷地羡慕声, 倒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提醒, 这次的赌局, 他早已经知道结果, 稳赢的局面, 既然如此, 何不趁机再多赚上一笔, 外围赌局, 你确定, 张东不可思议地道, 他怎么也没想到, 秦天竟然让他坐庄外围赌局, 所谓的外围赌局, 就是指在两个人的赌局中, 有人出面坐庄, 坐庄的一方, 根据赌战双方的实力和表现, 给出赔率, 然后其他人可以下主, 等到赌战结果结束, 赢的一方, 按照事先约定好的赔率, 进行赔付, 确定, 你只管坐庄吧, 输的这些钱算我的, 还有之前那五千万, 都算是我借的, 赢了咱们评分, 秦大少信誓旦旦地道, 拥有可以透视健保的能力之后, 秦大少对于自己充满了十足的信心, 只要他愿意赚钱对他来说, 绝对是一件很轻松无比的事情, 靠, 你这话算什么, 不拿我张东当兄弟了是不是, 张东不约得道, 输了算我的, 赢了是你的, 不行, 绝对不行, 秦天文言坚决反对, 最后, 经过一番争执, 秦大少和张东终于达成了一致, 无论输赢都算做两个人的, 不过, 张东此时心里早就打好了注意, 就算是输了的话, 这些钱也坚决不会让秦天出一份的, 张东不知道, 秦天早就知道了赌局的结果, 在他看来几乎是必输的赌局, 其实完全是一场稳赢的局面, 几万块钱的一块赌石, 解除血域翡翠这样的急拼翡翠来, 如果还不算赌涨的话, 秦大少真的不知道, 到底一块赌石要解除什么样的翡翠才算是赌掌, 既然大家伙都认为我兄弟是必输无疑, 那好, 今天我张东就做个庄, 刘老陪帅一赔一, 秦天赔率一赔五, 起步一百万, 上步封顶, 张东目光缓缓地扫过四周道, 众人闻言, 有些诧异地看向了张东, 明知是必输的赌局, 居然还要做局外装, 他们很好奇, 秦天和张东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自信, 有前任性, 诸位老板放心, 我张东的性格相信大家还是了解的, 想要下注指管来, 张东继续道, 众人闻言再次相互查看了起来, 一个个你看看我的, 我看看你, 谁都没有说话, 一百万, 我下一百万, 最终, 终于有一个围观者按捺不住诱惑, 开了一张一百万的支票头, 张东接过支票, 从赌石厂工作人员那里要来纸张, 开始登记了起来, 某某某, 下注一百万, 有了第一个人, 很快就有第二个, 慢慢的, 下注的人越来越多, 两百万, 我来两百万, 一百万, 我也来一百万, 五百万, 这边来五百万, 三百万, 一千万, 张东最后干脆让赌石厂的工作人员搬来桌椅, 坐在那里, 一个接着一个的登记了起来, 下注的人越来越多, 金额的上限被不断突破, 只是片刻, 就有人把赌注提升到了一千万的数目, 他一边坐着等级, 一边在心里暗自估计了一下, 这么一回的功夫, 在场的人下的这些赌注, 就已经突破了五千万的数目, 继续下去的话, 可能突破一个亿的数目, 也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这些钱对于他来说, 并算不得什么, 不过明知必输的局面, 还要继续送钱, 张东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不过事已至此, 倒也容不得他去退缩, 五百万, 我押秦天英, 之前说物极必反的那位老板, 心头就偏偏不信这个邪了, 上前压了五百万买秦天英, 秦天那自始至终, 一副淡然的表情感染了他, 他有绝对的把握相信, 秦天绝对会是那些莽撞, 不知轻重的年轻人, 当然, 其实最重要的是以为压秦天英, 可以有一比五的赔率, 如果秦天真的好运营了赌局的话, 那到手的除了本金, 可还有两千五百万, 罕见的莽班在赌时的时候, 都能被秦大少遇到, 他相信这一次秦大少说不定还有这么好的运气, 三百万, 我也压秦天英, 另外一个保持相同看法的老板, 跟着压了三百万上去, 郭老板, 李老板, 你们两个吓住我兄弟赢, 可真是有眼光, 一比五的赔率, 我兄弟真赢了的话, 你们可是赚大发了, 张东笑呵呵的道, 心中也算是松了口气出来, 终于算是有人压了秦天英, 虽然相对于压刘老营的庞大群体而言, 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无异于杯水车薪, 不过总好过于了胜于无, 这也是他把秦天的赔率定到一比五的目的, 你们两个还真的以为这小子能赢, 其他人见到这俩人竟然真的压了秦天英, 忍不住有些瞪大了眼睛, 凡事都有可能, 说不定就真赢了呢, 两人不甘示弱的回到, 站在一旁的秦大少顿实心塞了, 有两个人压了他赢支持他这本来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不过他的心里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一个五百万, 一个三百万, 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是八百万, 一比五的赔率, 除去本金, 他们还要赔给这两个人四千万整,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几乎抵得上以前秦家一半的家业了, 这个张哥真是的秦大少郁闷的嘀咕道, 他知道张东这么做的目的, 提高自己的赔率, 就是为了吸引一些人下注压他赢, 这样可以少损失一些, 可是这块赌石, 他真的是, 秦大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好, 还有没有人继续压我兄弟赢了? 快点啊, 一比五的赔率, 再不下注就没机会了, 张东继续吆喝道, 秦大少快要吐血了, 尼玛的, 还有完没完了, 整个下注的时间, 大约持续了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终于结束, 下注的人很多, 不过除了中间两个下注压了秦天盈的之外, 其余的人再也没有人继续压秦天盈, 而且, 还有人继续追加了赌注, 所有人之中, 当属和刘老一起来的中年人, 下注最多, 整整下了五千万买刘老营, 刘老是他带来参加黑市拍卖会的, 为的就是在拍卖会结束后的赌视会上, 看看能不能赚上一笔, 没想到赌视还没开始, 秦天倒是先给了他一个意外之喜, 在他看来, 赌视刘老肯定是赢定了, 而他也算是到手了五千万, 其实他本来是想下注更多的, 只是碍于张东的面子, 才克制住自己, 只下了五千万的赌注, 所有人之中, 有像他这样想法的, 其实还有很多, 开始解识吧, 所有人下注完毕之后, 秦天目光转向谢时的师父道, 闻言, 谢时的师父操作谢时机, 开始解识, 张东此时也已经做好了统计, 下注的金额一共是一亿两千一百万, 其中八百万压秦天盈, 压刘老赢的, 足足有一亿一千三百万的数目, 加上秦天和刘老之间赌局的五千万, 这一场赌局下来, 赌注已经接近两个亿的数目, 这些钱已经差不多是他一年还要多的零花钱了, 张东脸色郁闷, 看来以后的日子里, 要节俭一下了, 张哥, 别担心, 等会赌识解开, 你就只管等着数钱吧, 看着一脸沉闷走来的张东, 秦天凑过去笑呵呵的道, 哦, 张东默默的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等着数钱, 他实在是不知道, 秦天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自信, 竟然对如此一块赌识表现出如此的信心, 秦天在古玩方面的眼里他见识过, 如果秦天说一件其貌不扬的东西, 是件值钱的老物件的话, 张东心里肯定不会怀疑的, 可是赌识这行当, 谢时的师父动作很快, 这么一块的功夫, 已经沿着一侧秦天标注好的第一道线切了下去, 灰蒙蒙的一片, 什么倒没有, 直到窃下的废识脱离, 晨雾散开一切变得更加清楚的时候, 依旧是灰蒙蒙的一片, 没有丝毫要出雾的迹象, 重新固定好赌识, 解识的师父沿着几个周边的第一条线条, 继续往下切了下去, 待到四周秦天标注好的第一道记号, 全部窃下的时候, 还是灰蒙蒙的一片, 没有丝毫要出雾的迹象, 废了, 这块赌识绝对是废了, 早就说了, 这块赌识不行, 居然还要拿着这样一块赌识和流劳赌, 真的是不自量力, 以为上次侥幸遇到了莽班, 这次还能那么好运, 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 旁边的围观者不屑地议论了起来, 其实这块赌识剩下的体积还有很大, 切下来的这些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样子, 剩下大半的赌识还是有可能解除翡翠的, 虽然从这块赌识的外在表现去看几率很低, 但毕竟还是有一丝可能的, 不过这些人大都下了赌注压流老赢, 自然是巴不得这块赌识完全废掉, 什么都解不出来, 那可不一定, 没看这块赌识还剩下那么大一块呢, 就是, 现在就妄下结论未免有些为时过早了吧, 两个下了赌注买秦天盈的老板, 此时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不过这两个人嘴上虽然这么说, 心里去其实早就没有了底气, 现在两个人甚至有些后悔了起来, 其实他们嘴上说物极必反, 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奇迹的, 但是心里和众人的看法其实差不多, 并不认为这块赌识能够解除什么有价值的翡翠, 之所以去买秦天盈, 只是为了一比五的赔率而已, 还有秦天那淡定的表现, 毕竟赌识虽然说眼力很重要, 但是很大程度上也要靠气域, 如果这一次, 秦天还像上次遇到罕见的莽班一样那么好的运气, 他们岂不是就可以狠狠地赚上一笔一比五的赔率, 这可是小投入大回报, 嗯, 还剩下一大半的赌识, 还是很有可能解除翡翠的, 不过最多也就是斗轻重甘重这样的, 流老得意的道, 话音落下, 再次响起了一阵不屑的嘲讽声, 斗轻重甘重, 这可是最垃圾货色的翡翠, 就算是解除这样的翡翠, 又能值几个钱, 能算得尚且涨吗? 哈哈, 也就你们俩会相信物极必反什么的, 等会赌识完全解开, 你俩就等着看我们数钱吧? 老爹, 到底怎么样? 一连几刀下去, 都没有丝毫勿气的一出, 张东有些担心得到, 虽然说一开始他就认为这块赌识切掌的几率不大, 近乎为零, 但心头其实还抱有一丝希望的, 放心吧, 晴天微微一笑, 投过去一个肯定的眼神, 张东闻言, 尽管心头还是十分怀疑, 不过终究没有多说什么, 带到四周分别标注的第一道线条, 被完全沿着窃下之后, 谢时的师傅继续沿着第二道线条, 开始切了下去, 很快, 一刀下去, 正当解释的师傅准备一刀切到底部的时候, 突然有了惊讶的发现, 一丝血红色的雾气沿着切口的地方渗出, 接着第二丝, 第三丝, 一脸足足好几道血红色的雾气溢出交叉在一起, 血红色的雾气很艳丽, 有一种似乎随时都要滴出血滴来的感觉, 血玉翡翠, 这位谢时的师傅有幸解出过一块血玉翡翠, 只是一眼就判断了出来, 切口出溢出的这种血红色的雾气, 和他当时解出那块血玉翡翠所溢出的雾气完全一样, 出误了, 出误了, 两个下注买了秦天营的老板, 见到一丝血红色的雾气自窃口出溢出的时候, 顿时兴奋地惊呼了起来, 血红色的雾气表明内部蕴含的翡翠为红翡, 红翡的价值在所有颜色的翡翠里也算是不错的翡翠, 比一般的甘青种, 痘青种那样的货色要好上不手, 只是不知道, 这块赌石里蕴含的红翡, 到底是什么样的红翡, 难道说, 自己今天要解除人生中的第二块血玉翡翠, 只是不知道水头怎么样, 带着这种激动的心情, 谢时的师父慌忙停下手中的动作, 一水瓢水泼了上去, 晨雾散开, 这一抹血红色的雾气变得更加清晰了起来, 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 切口出一出的血红色的雾气, 有一种娇艳欲滴的感觉, 和传说中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血玉翡翠, 积极为想象, 不会是血玉翡翠吧, 出价五百万买了秦天营的这位老板, 激动的道, 血玉翡翠, 一定是血玉翡翠, 这种娇艳欲滴的红色雾气, 只有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血玉翡翠, 才能一出, 另外一个买了三百万秦天营的老板, 跟着激动的道, 随着这种娇艳欲滴的血红色雾气, 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除了这两个下注买了秦天营的老板之外, 其他人全都不可思议的瞪大着眼睛, 傻愣在了那里, 他们毫无例外全都下了注买刘老鹰, 如果这块赌石真的解除了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血玉翡翠的话, 那么他们可就是全输了, 尼玛的, 不是吧, 这样的赌石竟然也能解除血玉翡翠来, 扯淡, 特尼玛扯淡了, 短暂的震惊过后, 这些人纷纷议论了起来, 虽然现在翡翠连一次的切面都没有露出, 但是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判断得出来, 这里面一定是最顶级的血玉翡翠, 不然是绝对溢不出这种娇艳欲滴的血红色雾气的, 如此一块外在表现极差, 连勉强一般都算不上的赌石, 竟然解除极品血玉翡翠这样的王者翡翠, 真的是太过不可思议了, 这些人现在也都有些后悔了起来, 早知道这小子运气还这么好, 真不应该出于对刘老赌石的自信, 而吓出去买刘老鹰, 此时, 他们的心头, 倒是都羡慕起了两个买了秦天英的郭老板和李老板来, 不可能, 这样的赌石怎么可能切出血玉翡翠这种罕见的王者翡翠呢? 外面纹路粗糙, 蛇纹皮, 还有断层, 绝对不可能切出像血玉翡翠这样最极品的王者翡翠的, 刘老的脸色此时也变得难看了起来, 虽然但从切口处溢出的雾气去判断的话, 确实应该是极品血玉翡翡翠, 但是他无论如何都绝对不愿意相信, 如此一块赌石竟然真的能解除极品血玉翡翠这种最顶级的翡翠, 胶艳欲滴的血红色雾气就一定是血玉翡翠, 也有可能是外强中肝, 和刘老一起的中年人接过话查继续道, 前段时间在重温大厦赌石的时候, 有个人不是曾经解开过一块赌石, 当时切口出溢出的绿色雾气纯正, 浓厚, 银润, 剔透, 但从外在溢出的雾气就可以判断得出来, 至少是高冰种, 甚至达到了玻璃种帝王绿的水头, 结果等到继续往下解下去的时候, 雾气突然就慢慢变淡, 然后消失, 最后只变成一块废石, 对啊, 怎么把这种情况给忘记了, 可不是吗, 如此说来, 这块赌石还很可能是块废石, 外强中肝, 一定是这样, 随着中年人的话音落下, 其他人跟着议论纷纷了起来, 那种情况的几率有多高, 想必你们心里都清楚吧, 下注五百万买擎天银的那位郭老板, 有些不屑地笑了笑道, 几率, 恐怕不会低于买彩票中五百万的几率吧, 下注三百万买擎天银的李老板接着道, 此时, 两个人心头又开始暗自庆幸了起来, 幸亏他们买了擎天银, 一个五百万, 一个三百万, 一比五的赔率, 那可就是两千五百万和一千五百万,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足以顶得上一块高档翡翠的价值了, 这样的赌石都能溢出如此娇艳欲滴的血红色雾气, 难道不是奇迹吗, 既然是奇迹, 那就还有可能有奇迹发生, 那些绝大多数几乎占到全部买了刘老营的诸位老板, 再次反驳道, 这是他们心中最后的希望了, 虽然说希望很渺茫, 但终归还是有一丝希望的, 对于众人议论纷纷的声音, 秦大少直接选择了无视, 神色淡然地扫视了一下刘老, 他很期待, 等会堵失一侧的切面被完全切开之后, 这老头会是什么一副更加精彩的表情, 解释的师傅动作很快, 议论间的一会功夫, 贴近翡翠一侧的切面已经被完全切开, 肺石脱落, 沉雾散去, 一抹更加浓厚银润胶艳的血红色雾气涌出, 切口的一侧, 可以清楚地看到, 翡翠一侧的边缘正是罕见的血玉翡翠, 血玉翡翠, 真的是血玉翡翠, 没想到今天竟然有机会解除人生第二块极品血玉翡翠, 谢石的师傅, 第一个忍不住惊呼了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块完全不被他甚至是所有人看好的赌石, 竟然真的解除了极品翡翠, 而且还是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极品血玉翡翠, 对于谢石的师傅们来说, 能够亲手解除一件顶级王者翡翠的心情, 绝对不亚于赌石主人那种激动的心情, 哈哈, 我就说了吗, 外强中端的几率有多高, 怎么可能, 郭老板兴奋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血玉翡翡翡, 果然是传说中的血玉翡翡, 李老板跟着激动的道, 在场的其他人, 与郭老板和李老板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相对于他们两人的一脸兴奋, 其他人都显得颓废了许多, 一个个无精打采地垂着脑袋, 尼玛的, 老子可是下了一千万的赌注, 买刘老鹰, 这一下完全赔大发了, 还好还好, 我只下了三百万, 还是我最明智, 只下了一百万的抵注, 压了一百万买刘老鹰的这位, 刚才还在后悔没有多下些赌注, 现在瞬间就变得庆幸了起来, 五百万, 老子他妈也下了五百万, 八百万, 老子还下了八百万呢, 只是瞬间, 所有下注买了刘老鹰的这些老板, 都开始纷纷叫骂了起来, 那些下了大注的心理, 恨得都快要骂娘了, 下注少的倒是暗自松了口气, 和刘老一起来的中年人, 一直都没有说话, 脸色铁青, 嘴角哆嗦着, 五千万, 他可是下了整整五千万买刘老鹰, 此时, 中年人的心头已经开始低血了, 抢打起精神, 估计就要脖子一歪昏倒了过去, 五千万对于他几个亿的身价来说, 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张东兴奋地乐呵了起来, 本来对于这场赌局他已经抱着必输的心态, 没想到, 竟然还真的解除了价值不菲的高档翡翠, 而且还是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极品血玉翡翠, 血玉翡翠作为四大王者翡翠, 和这块赌石本身的价值比起来, 哪怕就算是很小, 只够做上一个吊坠的话, 价值就要远远超过赌石本身的价值, 而且眼前的情况, 但从一侧的切面去看的话, 这块血玉翡翠的大小, 恐怕差不多有一个篮球大小的样子, 粗略估计的话, 价值比起那件玻璃种帝王绿来趾高不低, 保守计算的话, 也要在三千万靠上的价格, 别愣着, 继续解释啊, 晴天笑呵呵的拍了拍解释师傅的肩膀, 解释的师傅稍稍冷了一下, 随即回过神来, 操纵起这时机继续解释, 晴天在赌石周边做的第二道记号, 且都是紧贴着翡翠标注的, 带到解释的师傅, 围着周边第二道记号全部切下去之后, 一块血玉翡翠露出了大概的轮廓, 这块翡翠块头, 比起之前在古玩一条街赌石档解出的那块玻璃种帝王绿更大, 差不多有那块翡翠的一个半大, 正方形的模样, 难道说, 这人真的是个赌石高手? 将这块血玉翡翠解出大概的轮廓之后, 解释的师傅有些疑惑地盯着晴天打量了起来, 他甚至觉得, 这块赌石周边的第一道记号是晴天故意为之的, 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第二道记号的位置就全都刚刚好切到了翡翠的位置, 多一分则会伤到育肉, 少一分则要浪费擦石的时间, 赌石上倒是有一些顶级的赌石高手, 可以准确地判断出翡翠大概出现的位置, 误差在一个厘米之内, 像晴天这样准确地判断出内部翡翠位置的赌石者, 绝对算得上是最顶尖的赌石高手, 或许, 从一开始, 晴天就知道了这块赌石内蕴含有价值不菲的翡翠, 不然怎么会和刘老那么淡定地打赌? 老爹, 你压得也太好运了吧, 竟然解除血玉翡翠这种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翡翠来, 张东的注意力一直都放在解释机上, 待到这块血玉翡翠露出大概的轮廓之后, 终于忍不住勾起了晴天的肩膀, 早就说了嘛, 我这个人运气一向很好的, 晴天笑呵呵地道, 按照这块翡翠的块头去计算的话, 这块翡翠的价值很可能要突破五千万的数目, 老哥我现在算是领略到什么叫做神一般的赚钱速度了, 这才短短几天的功夫, 你小子已经收入了将近一个亿的数目, 张东继续感慨道, 张哥, 你肯定认识一些珠宝商吧, 把我把这块翡翠给处理了, 秦大少继续道, 你肯定可以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没问题, 张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目光扫视过那些绝大多数郁闷的人群, 顿时一个注意冒上了心头, 凑到晴天的跟前笑呵呵地道, 这样, 等会咱们先来个现场拍卖会, 如果价格合适了就直接出手, 不合适的话, 回头我再帮你联系珠宝商, 价格上尽管放心, 老哥出面这些珠宝商肯定还是会卖我几分面子的, 行, 那就这样吧, 晴天笑呵呵地应道, 现场倒是有一些珠宝商直接竞拍的话, 说不定还能卖出一个相对于市场价, 还要高出一些的价格, 翡翠的大概轮廓解除之后, 剩下的就是擦拾的动作了, 相对于切实来说, 擦拾绝对是一件更加浪费精力的事情, 必须要求操作者时刻保持绝对集中的精力, 不然, 一个疏忽都可能导致育肉受到严重的伤害, 现实的师傅操作起劫时机, 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翡翠上, 小心翼翼地开始擦拾, 擦拾同时也是一件十分浪费时间的事情, 等待的过程相对于解释的期待, 反倒是有些让人着急, 小兄弟, 这块翡翠, 你打算怎么出脸? 现在翡翠的大概轮廓已经出来了, 如果你愿意卖的话, 我们明星珠宝一定会给你一个合适的价格的, 等待擦拾的时候, 在场的围观者中, 终于有一个珠宝商身份的中年人忍不住到, 中年人大约40岁出头的模样, 身材臃肿, 长长的耳朵, 颇有几分弥勒佛的模样, 前来参加黑市拍卖会的倒是有不少珠宝商, 除了前面那个明星珠宝的老板之外, 大约还有差不多五六个其他珠宝行的老板, 随着明星珠宝老板的话音落下, 其他的珠宝商也纷纷冲着晴天招呼了起来, 这块翡翠, 我们鼎盛珠宝也有兴趣, 小兄弟如果愿意卖的话, 只管开价, 只要价格不算太离谱, 我们鼎盛珠宝都接受, 对, 尽管开价, 只要价格合适, 这块翡翠, 我们太合珠宝就要了, 我们四合珠宝, 我们云海珠宝, 这些珠宝商纷纷开口, 表示了对这块血域翡翠强烈的购买的意念, 最后所有的珠宝行竟是都给出了让晴天开价的优厚条件, 血域翡翠作为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王者翡翠, 其珍贵性自然不言而喻, 就算是有些大型的珠宝行, 无非也不过是靠这种血域翡翠, 还有其他的王者翡翠来当作镇垫之宝的, 如果一个珠宝行能够搞来这种王者翡翠当作镇垫之宝, 整个珠宝行的档次相对也会提升许多, 对于任何一家珠宝行而言, 这种王者翡翠的价值, 还有泛生出来的价值都是非常可观的, 当然, 这些珠宝商让晴天开价,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如果晴天不懂行情开出的价格较低的话, 他们等会竞价的时候, 也好尽可能的压低价格, 小兄弟, 卖不卖你, 倒是说句话, 这块血玉翡翠可是十分难得的王者翡翠, 这么大的块头, 就算是买回去也有很高收藏的价值, 不错, 这样难得的王者翡翠, 收藏价值可是丝毫不亚于那些价值不菲的古玉, 此时, 就算是一些不是珠宝商的古玩爱好收藏者, 对于这块极品血玉翡翠也都标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毕竟在玉器类的收藏中, 一些古玉有很高的收藏意义, 但是一些稀少珍贵的玉石, 同样也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就算是新玉也同样拥有不菲的收藏价值, 比如眼前这块蓄玉翡翠, 还有一些价值更高的天然玉雕翡翠, 卖, 当然要卖了, 擎天笑呵呵的道, 这块翡翠的情况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 这样, 咱们就选择像拍卖会一样的模式, 两千万起拍价,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百万, 最后, 哪位老板出价最高, 这块蓄玉翡翡就归他了, 两千万的起拍价, 虽然相对于翡翠真正的价值差了很大一截,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绝大的差距, 更容易激发竞拍的气氛, 这也是为什么各大拍卖进行拍卖的时候, 都会把一件东西的起拍价定得远远低于正常的市场价, 最后却经常卖出远比正常市场价要高出许多的价格来的重要的原因, 竞拍, 对于擎天提出低价两千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百万的竞拍方式, 倒是让在场的几个珠宝商有些失落, 如此以来, 他们计划试探擎天心中低价的计划, 算是落空了, 两千万, 我出两千万, 不过失落归失落, 随着擎天话音刚刚落下片刻, 就有人开出了两千万的底价, 两千一百万, 两千三百万, 两千六百万, 有了第一个人出价, 后面立马就有许多人跟着出价, 这些人加价的幅度很高, 除了第一个加价的只加了一百万的底线之外, 其他都最少都是两百万起步的往上继续加价, 两千八百万, 三千万, 三千三百万, 竞拍很激烈, 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这块极品血液翡翠的价格, 就被抬高到了三千三百万的数目, 不过, 这块血液翡翠正常的市场价, 应该在五千万靠上, 两千万的底价, 相对于这块血液翡翠本身的价值来说, 还差的很多, 所以, 竞拍刚开始的时候, 加价的幅度往往都是比较快的, 再往后, 就会一步一步的放慢, 三千五百万, 三千六百万, 三千八百万, 减狂的飙升着, 片刻之后, 价格就被抬高到了四千万的数目, 此时, 距离这块翡翠正常的市场价, 只剩下一千万的差距, 加价的势头明显减弱了不少, 四千一百万, 四千两百万, 竞价的珠宝商和那些喜欢玉器类收藏的诸位老板, 没有人再继续进行几百万的加价, 每次加价, 全都维持在一百万的最低加价额度, 五千一百万, 明星珠宝的老板, 终于给出了正常的市场价格, 当有人给出五千一百万的市场价的时候, 现场顿时就变得安静了不少, 许多人都变得沉静了下来, 这个价格, 已经是正常的市场价格了, 虽然说, 这这种顶级的王者翡翠, 一般最后卖出的价格, 其实要比正常的市场价, 要高出相当的比例, 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 以高出市场价的价格来购买的, 毕竟翡翠买下来之后, 还需要相当一笔可观数目的后期开支, 拿眼前这块血液翡翠来说, 五千一百万买下之后, 后面还需要请最顶级的雕刻大师进行雕刻, 这也需要一笔巨大的费用开支, 再算上其他的人工和销售成本, 价值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至少要在七千万靠上, 而且, 高档翡翠的销售, 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 想要卖出更好的价格, 至少也要半年以上的销售周期, 甚至是一年或者更久, 一般的珠宝行, 根本承受不住这种高成本的长期投入, 除非是那些大型的珠宝行, 在安华当地, 最大的珠宝行有两家, 分别是明星珠宝和鼎盛珠宝, 两者分别各自占领了安华珠宝市场的半边天下, 五千两百万, 短暂的沉默过后, 鼎盛珠宝的老板, 终于给出了五千两百万的价格, 本来, 如果是其他人给出五千一百万的正常市场价的话, 他已经打算不再继续加价, 毕竟,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继续加价的时候, 势必会引起死对头明星珠宝姓林的继续加价, 这样下去的话, 那可就是合棒相争, 渔翁得利了, 可是现在, 在明星珠宝姓林的出价之后, 竟然没有其他人跟着加价, 所以, 尽管明知道自己加价, 可能引发和明星珠宝之间激烈的竞价, 但是却不得不去加价, 毕竟, 一旦这块血玉翡翠被明星珠宝拿下的话, 短时间内, 顶圣珠宝势必要被对方压上一头, 这种结果, 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今天, 就算是再给出更高的价格, 都绝对不能让这块血玉翡翠落到明星珠宝姓林的手里, 5300万, 明星珠宝的林老板迟疑了片刻继续到, 他本来是打算等到其他人给出比自己的价格稍高一些的价格后, 就退出竞拍, 没想到在他出价之后, 竟然没有人继续出价, 除了顶圣珠宝信度的之外, 其实他心里的想法和顶圣珠宝杜老板心里的想法都是相同的, 只是有些预料之外的是, 在他出价5100万之后, 竟然没有其他人加价, 所以现在, 就算是明知道两人继续竞价下去, 只能是两败俱伤的局面, 也只能咬着牙关硬撑下去, 5400万, 5500万, 6000万, 两人100万100万的往上加价, 片刻之后, 价格已经被抬高到了6000万的数目, 你小子还真是运气好, 没想到竞拍到最后竟然是这俩人杠上了, 看来今天这块血液翡翠, 肯定要卖出一个天价不可, 张东凑到擎天的耳朵旁, 羡慕的嘀咕道, 两人谁都不愿意让对方得到这块血液翡翠, 最后的结果, 只能是价格飙升到一个极高的数目之后, 一方放弃, 怎么, 这两个人有什么问题吗, 擎天疑惑的道, 看到没, 那个大耳朵肥肥的, 有点像弥勒佛的那个, 就是明星珠宝的灵徽, 那个稍微瘦一些的是鼎盛珠宝的杜康, 明星珠宝和鼎盛珠宝, 非别是咱们安华最大的两家珠宝行, 两者以市中心最繁华的的步行街为分界线, 各自控制了一般区域内的翡翠市场, 张东笑呵呵的道, 这样一块血液翡翠, 无论被他们两个谁拿下, 都会对另外一家在短时间内形成一定的压力, 所以, 在价格没有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之后, 肯定不会有人退出的, 文言, 秦天少笑呵呵的裂开了嘴, 张东说的不错, 两大珠宝行互为死对头, 肯定是谁都不愿意让对方拿下这块翡翠, 或许本来他们的想法, 不过是在这块翡翠正常市场价的位置试试水, 没想到在这个数目的时候, 其他人居然全都停止了竞价, 到最后, 只好是他们两个杠上了, 等到价格被飙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之后, 就算一方选择放弃, 另外一方最终拿下了这块翡翠的一方, 可这一笔巨额的花费定然会让珠宝行承受一定经济的压力, 另外放弃的一方, 则肯定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到打压, 说起来, 两人算是两败俱伤, 九千八百万, 九千九百万, 一亿, 最终, 当明星珠宝的林老板给出一个亿的天价数目时, 鼎盛珠宝的杜老板终于选择了放弃, 寂静, 此时, 随着明星珠宝的林老板给出一个亿的天价之后, 现场顿时就变得沉静了下来, 竟到可以清楚地听到每一个人的呼吸和心跳声, 一个亿, 这块翡翠竟然拍出了一个亿的天价, 何棒相争, 渔翁得利啊, 短暂的震惊失神之后, 在场的其他人纷纷感慨了起来, 这些人都是黑市拍卖会的常客, 在安华当地也都有相当的地位, 对于两家珠宝行之间的矛盾还是十分清楚的, 今天的这块血液翡翡, 虽然最终被明星珠宝的林老板以一个亿的价格拿了下来, 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压上鼎盛珠宝一头, 可是几乎是多出一倍的花费, 足以抵得上这一段时间内珠宝行所能创造的盈利了, 两败俱伤, 一个亿, 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没有的话, 这块极品血液翡翡, 可就是明星珠宝林老板的了, 虽然明知道不可能会有人继续加价, 但晴天还是试探性地问道, 目光说是扫尸过全场, 其实倒不如说是一直落在鼎盛珠宝的杜老板身上, 顶盛珠宝的杜老板一脸沉闷, 默默地看着明星珠宝的林老板, 没有说话, 最终, 这块极品血液翡翡被明星珠宝的林老板 以一个亿的树木买下, 不过他却没有丝毫买下一块极品翡翡的喜悦, 反倒是有些愁眉苦脸了起来, 只是勉强挤出了一张笑脸, 比哭还难看, 林老板, 恭喜了, 一个亿的价格, 买下这块血液翡翡, 放眼整个安华, 也就你林老板有这个魄力了, 顶盛珠宝的杜老板阴阳怪气的道, 信度的, 你也别得意, 虽然我花费了一个亿, 拿下了这块血液翡翡, 只是赔本赚腰喝罢了, 不过你可别忘记了, 这块血液翡翡终究还是被我拿下了, 你那顶盛珠宝, 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好过不了, 明星珠宝的林老板脸色阴沉的道, 我知道, 这一段时间肯定要被你们压上一头, 不过今天, 你这额外的开支, 足以抵得上这块血液翡翠在一段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了, 话这么说是没错, 不过咱们两家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 我们明星珠宝也算是终于有机会可以有时间压上你们鼎盛珠宝一头, 在场的基本上全是安华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相互之间虽然不能说都是熟识, 但起码还都是认识的, 见着两人还在争斗, 有人忍不住劝说了起来, 老杜, 老林, 我说你们俩都别争了行不行, 这样争下去有啥意思? 何棒相争, 鱼翁得利, 文言, 两个人倒是沉默了下来, 相互不爽地瞥了对方一眼之后, 谁都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对方说的没错, 他们两个争的你死我活的, 最后把这块翡翠的价格抬到一个亿的天价, 说起来也算是两败俱伤的局面, 倒是白白便宜了秦天这小子, 张哥, 支票你收着, 回头赚一半, 给我就行了, 秦天接过支票之后, 转手交给了张东, 不行不行, 这钱你自己留着吧, 我还能缺你这点钱, 张东坚决地摆了摆手, 之前开始的时候, 张东就做好了打算, 赢了全是秦天的, 输了算他自己的, 那怎么行呢, 咱们可是说好的, 输赢对半分, 秦天笑了笑, 不带张东回话继续道, 张哥, 这钱你要是不收下的话, 就是不拿我当兄弟看了, 张东见着秦天那一脸坚决的模样, 只能无奈地收了下来, 从这块翡翠一侧的切面被解开之后, 刘老脸上的表情就彻底僵硬在了那里, 到了现在, 竞拍结束, 那张僵硬的脸颊变得更加阴沉了起来, 怨恨地盯着秦天瞪了一眼, 刘老低着头, 转身就要离开, 到了现在这种状况, 如果他还继续待下去的话, 只能是涂家丢人, 当然, 刘老心头还很郁闷, 他实在想不明白, 这样一块赌石, 怎么还真的就切账了, 而且还解除了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血语翡翠, 刘老, 您老这是要干嘛呢, 不会是输了赌局, 想要偷偷开溜吧, 秦天追了上去, 大声地招呼道, 区区五千万而已, 我还说得起, 刘老脸色难看得到, 既然这样, 那你干嘛一声不吭地就要走, 秦天笑眯眯地继续道, 对于刘老的为人, 他已经发自内心地感觉到了一种厌恶, 说起话来, 自然没什么好客气的, 哼, 老夫只是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刘老冷哼了一声, 开出一张五千万的支票递给秦天道, 拿好了, 别得意得太早, 以后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迟早我会让你全部吐出来的, 好啊, 那咱们拭目以待, 我早就说过, 我这人运气一向很好的, 秦天淡淡地道, 拥有可以透视到赌石内部的特殊能力, 玩赌石的话, 别说他一个在安华当地小有名气的刘老, 就是再厉害的赌石高手, 来了也无据, 刘老不再说话, 冷冷地瞪了秦天一眼, 转身离去, 刘老, 刘老和他一起来的中年人, 慌忙从后面追了上去, 这次请刘老来参加黑市拍卖会, 帮他为拍卖会的赌石会挑选赌石, 他可是花费了一笔不小的数目, 现在赌石没挑到, 反倒是先输了五千万出去, 如果刘老就此离去的话, 那今天晚上, 可真的是输到姥姥家了, 秦天在这边管刘老讨要赌注的时候, 张东那边也没闲着, 一亿两千一百万的局外装赌注, 出去有两个人, 分别以五百万和三百万的数目压了秦天盈之外, 其他所有人全都是清一色的压了刘老认, 两个人一个人赔了两千五百万, 一个人赔了一千五百万, 加上本金的话, 一共是四千八百万, 赔完这两个人局外装的赌注, 张东手离已经只剩下了七千三百万, 哈哈, 老李, 还是咱们俩有眼光, 五百万转手变成了三千万, 这赚钱的速度, 足以赶上解除一块极冰翡翠了, 拿到支票, 然后下注压了五百万的郭老板, 美滋滋的道, 是啊, 可惜我只压了三百万, 早知道就多压一些了, 下了三百万的李老板, 相对于郭老板的表情, 明显有些失落了不少, 谁不是啊, 我也后悔没有多压一些了, 郭老板和李老板你, 一句我一句的对话, 让那些原本输了局外装就不开心的其他人, 顿时变得更加不悦了起来, 一个个没好气的, 冲着两个人翻起了白眼, 得了便宜又卖乖, 这张五千万的支票你也拿着, 老规矩, 咱们两个对半分, 收回支票, 秦天走了回去, 转手再次交给了张东, 这一次张东倒是没有拒绝, 直接就收了起来, 这么几天来的接触, 对于秦天的性格他还是非常了解的, 如果他坚持不要这些钱的话, 秦天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老弟, 翡翠卖了一个亿, 局外装一共收了一亿两千一百万, 不过有两个买你赢的, 赔完他们还有七千三百万, 加上五千万的赌注, 这些钱全部加在一起, 可是足足两亿两千三百万, 张哥, 你就别说了, 要不是你他们肯定全押那老头赢了, 现在可好, 辛辛苦苦忙活大半天的局外装, 直接就被别人给捡走了将近一半, 听到局外装的事情, 秦天就觉得郁闷, 这个, 张东郁闷的挠了挠头, 说不出话来, 他只是觉得, 秦天几乎没有赢的可能, 才那么去做, 没想到, 结果秦天竟然真的赢了, 周老赶到地方之后, 拍卖已经结束, 围观的人群也大都缓缓地散去, 小东, 小天, 刚才这里是怎么回事, 那么热闹, 周老, 您老不知道, 刚才秦天可是解除了极品血玉翡翠, 而且张东心智冲冲地, 把刚才的事情简单地讲述了一遍, 周老看向秦天的眼神, 再次发生了变化, 如果重温大厦赌食的事情, 可以说是运气的话, 那么刚才的极品血玉翡翠呢, 以及古安一条街赌食当的玻璃种帝王绿, 这些事情全部加在一起, 恐怕就绝对不是运气这么简单, 就可以形容的, 年纪轻轻, 不仅在古安上的眼力过人, 赌食上竟然也有如此惊人的眼力, 假以时日的成就, 必然不可限量, 周老心头不禁再次感慨了起来, 周老, 您要的赌食已经送过来了, 是现在就开始解食, 还是, 说话间的功夫, 一名工作人员推着推车走了过来, 走到周老的身旁, 恭敬地招呼道, 现在就解吧, 周老点点头示意了一下, 在工作人员的帮忙下, 谢食的师傅两个人, 抬起赌食, 放在解食机上固定好, 周老从解食机旁拿来记号笔, 在上面标注好记号, 就按照这些线条切, 一般真正的赌食高手, 自己亲手挑选出来的赌食, 都会标注好记号, 让谢食的师傅, 按照自己标注的记号切, 这种事情, 谢食的师傅见过许多, 当下就点了点头, 按照周老标注好的记号, 操作起解食机, 开始解食, 果然不愧是安华当地最有名的赌食高手, 这份眼力, 着实厉害, 看着周老标注好的记号, 擎天忍不住感慨了起来, 这块赌食从开始被台上解食机的那一刻, 他就透视了过去, 赌食内部蕴含有一块高冰种紫罗兰翡翠, 这是仅次于四大王者翡翠之外, 最顶级的翡翠, 价值不菲, 而且, 周老在赌食上标注的记号, 也非常精准, 虽然没有直接画到翡翠出现的位置, 但是却也相差无几, 最大的误差也不过在两公分的样子, 怎么样, 看他老头子挑选的这块赌食如何, 随着谢食师傅谢食的动作, 周老笑呵呵的道, 那还用说, 以周老您的目光, 这块赌食肯定能解除价值不菲的翡翠, 张东毫不犹豫的道, 周老没有说话, 而是把目光转到了擎天的身上, 我和张哥的看法一样, 这块赌食肯定有不俗的表现, 擎天笑了笑道, 他在赌食方面的眼力, 完全是因为异能的作用, 在刘老头那样自以为是的老者面前, 装装也就算是, 是让他在周老这样德高望重的老者面前装, 秦大少心里实在是有些羞愧难当, 谢食的师傅动作很快, 一会的功夫一刀就切了下去, 切口处溢出了紫色晶莹的雾气, 此时周老也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看来一切和他猜想中的差不多, 虽然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 他可以肯定这块赌食内拥有价值不菲的翡翠, 但是在赌食没有完全解开之前, 谁也不敢确切地肯定, 随着解食师傅继续忙碌的动作, 一块赌食没过多久的功夫就露出了大概的轮廓, 高冰重紫罗兰和擎天透视到的情况完全相同, 高冰重紫罗兰, 这倒是有些出乎老夫的意料之外, 周老笑呵呵地道, 本来他只是看出这块赌食内应该蕴含有不错的高档翡翠, 却没想到居然还是一块高冰种, 玻璃种的翡翠十分罕见, 一般情况下能够解除高冰种这样水头的翡翠, 就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周老,恭喜了, 张冬和擎天笑嘻嘻地道, 有什么好恭喜呢, 要恭喜也应该恭喜小天, 居然解除了血与翡翠那样的王者翡翠, 这么一回的功夫, 周老对于擎天的称呼也直接称呼上了小天, 这样一个眼力不错, 又知道谦卑的后辈倒是很对他的胃口, 此时, 在周老的心中, 俨然已经把擎天当成了自己的小辈看待, 当然对于擎天的眼力, 周老心里绝对是已经放到了顶级的大师级别, 谢时机的轰鸣声再次吸引了不少的围观者, 这些人见到是周老在解释的时候, 全都沉默了下来, 谁都没有说话, 周老是安华赌视圈内真正的顶尖人物, 在场的对于周老的性子十分清楚, 周老在解释的时候, 最忌讳的就是旁人的喋喋不休的声音, 直到翡翠的轮廓完全显露出来之后, 众人这才纷纷议论了起来, 毫无疑问都是一些吹捧的话, 厉害, 果然不愧是周老, 一出手就来了这么大一块高冰种子罗兰, 那是自然, 周老可是咱们安华圈内最厉害的两大赌视高手之一, 这份眼力自然不同凡响, 走吧, 咱们接着去看看其他的赌视, 这块翡翠最后被一个珠宝行拿下, 周老招呼了一声, 一行人继续在赌视场内四处溜达了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就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此时已经是凌晨的时间, 赌视会正式结束, 期间晴天和周老分别出手几次, 至于张东在晴天的帮助下, 也拿下了几块赌视, 总之赌视会的期间, 有输有赢, 不过秦大哨三个人都有不错的收获, 赌视会结束, 主办方为所有的贵客提供了夜宵, 住宿的地方也都安排好了, 直接包下了金碧辉煌整整一层的地方, 周老倒是没有留在金碧辉煌, 而是让张东派人把他送了回去, 晴天本来也打算回家的, 毕竟明天还要去学校上课, 不过却被张东给坚决地拦了下来, 最后只能是无奈地选择留下, 两人的房间是正对门, 回房休息的时候, 张东并没有直接回了自己的房间, 而是来到了晴天的房间里面, 可算等到时候了, 快点说说看, 那件腐朽不堪的弥勒佛像到底有什么秘密, 从黑市拍卖会上, 晴天出手拿下这件腐朽不堪的铜流金弥勒佛像开始, 张东的心里就一直充满了好奇, 现在可算是等到时候了, 张东相信, 这件腐朽不堪的弥勒佛像中一定还藏有什么秘密, 不然的话, 晴天是绝对不会出手买下这么一尊, 已经完全腐朽不堪, 是个人都可以看出毫无价值的铜流金弥勒佛像的, 赌诗会结束之后, 秦大少就把拍下来的这尊佛像取了回来, 走进房间随着张东的声音, 秦大少将怀里抱着的木盒放在桌子上打开, 将里面这尊表面上看去只是一尊腐朽不堪的铜流金弥勒佛像的东西给取了出来, 能找来修车用的扳手之类的东西吗? 晴天询问道, 这玩意我车上就有, 不过现在车子阿东开走, 送周老了, 张东想了想道, 这样我让阿辉去找, 说完便吩咐了下去, 阿辉的动作还是很快的, 随着张东的吩咐离开, 前后不过十多分钟的时间就拿了一套修车的东西上来, 扳手钳子之类所有的东西一应俱全, 而且连千斤顶都拿了回来, 这个晴天无奈的笑了笑, 取出扳手在这尊腐朽不堪的弥勒佛像上敲打了起来, 本是想让阿辉去取一个修车用的扳手或者相似的东西来, 没想到对方竟然带来了整套修车的工具, 加层? 随着晴天的动作, 张东更加肯定了心头的猜想, 阿辉此时也随着晴天的动作, 目光仔细地落在了晴天的动作上, 他和阿东都是跟随张东多年的人了, 见多了安华以及国内许多在剑宝和赌视上厉害的人物, 可是像晴天这样, 和张东一般年纪就在剑宝和古玩上表现出如此惊人的眼力的, 还是第一次遇到, 从那一对青碧玉龙奉嫔上, 他们都看得出来, 晴天在古玩上的眼力完全不属于周老, 而且真要是说起来比周老还要厉害几分, 毕竟周老只是感觉有些不妥, 而晴天确实真真切切地看出了那一对青碧玉龙奉嫔的问题, 没有理会一脸震惊的张东和阿辉, 晴天一只手拎着扳手, 一只手扶紧佛像不停地敲打了起来, 很快, 佛像表面的这层铜流经开始不停地脱落, 接着那些腐朽的地方也开始一点一点地破碎, 随着破碎的地方越来越大, 一抹耀眼的流经光芒从破碎的缝隙中清晰地溢出, 隐约可见一尊是加摩尼铜流经佛像的面部, 佛像, 加层里也是铜流经佛像, 而且还是铜流经释迦摩尼佛像, 张东惊讶地道, 虽然他早就猜想到加层里应该也是金属类藏品一类的东西, 不过却没想到竟然也是佛像, 而且还是佛像之中最为珍贵的释迦摩尼佛像, 晴天的动作很缓慢, 足足耗费了大半的小时的时间, 才将外面这尊腐朽不堪的佛像全部提出, 一尊铜流经释迦摩尼佛像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毕竟外面这层佛像和里面的佛像很近, 如果动作过大用力过猛的话, 一个不小心或者疏忽, 很容易伤到里面的佛像, 完整的铜流经释迦摩尼佛像被取出来之后, 秦大少翻了过来, 底座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明永乐年师的六字款制, 大明永乐年师释迦摩尼佛像, 这尊释迦摩尼佛像竟然是永乐年间最珍贵的六字款制, 当看到底座上大明永乐年师的六字款制的时候, 张东顿时就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古安方面的眼力, 张东虽然算不上多厉害, 但是箭矢确实是非常不凡, 铜流经释迦摩尼佛像在华夏古代的历史上十分多箭, 各个年代都有铸造, 但是论制造工艺和精美性, 只有大明永乐年间铸造的那些释迦摩尼佛像, 这个时间所铸造的释迦摩尼佛像大部分都是官瑶铸造, 而且铸造之后还经过大明永乐皇帝的亲自筛选, 最后被选中流传下来的数量极少, 而且明永乐皇帝以后, 这种特殊的铸造方法也已经失传, 所以直接导致后世无法再铸造出像永乐年间如此精美的铜流经弥勒佛像, 这也直接导致了明永乐年师的铜流经释迦摩尼佛像的更加珍贵, 当然, 在大明永乐年间, 不光这种铜流经的释迦摩尼佛像珍贵, 其他铸造的铜流经佛像也同样珍贵, 可以说在大明永乐年间, 佛像的铸造完全达到了一个巅峰, 铸造工艺独一无二, 而且材质特殊除了黄铜、乌纱、水银之外还掺入了一种特殊的物质, 直到现代也无法从中分解出这种特殊的物质来, 大明永乐年师铜流经释迦摩尼佛像, 可以说是所有时期释迦摩尼佛像中最为贵重的, 而且, 佛像还分为四字和六字款制, 六字款制又分为大明永乐年师和大明永乐年制两种六字款制, 眼前的这一款大明永乐年师的六字款制铜流经释迦摩尼佛像, 更是三种款制中价值最高的一种款制, 没想到竟然是大明永乐年师的铜流经释迦摩尼佛像, 倒还真的是意外之喜, 擎天笑呵呵的道, 老爹, 你这眼力老哥可真是越来越佩服了, 前面从黄花梨笔筒的加层中搞出了奉天光绪一两一几股铜币, 这次更狠, 直接搞来了大明永乐年师铜流经释迦摩尼佛像, 张东一脸惊呆的道, 最近新港苏富比拍卖行, 曾经拍卖过这样一款六字款制的大明永乐年师铜流经释迦摩尼佛像, 足足卖出了将近七千万的价格, 你这一件比起来, 比那件还要更加精致, 价值恐怕有可能突破一个亿的数目, 震惊之余, 张东继续道, 哈哈, 这么说, 这次可算是捡了个真正的大漏, 擎天笑呵呵的道, 和这间大明年师铜流经释迦摩尼佛像比起来, 那家奉天光绪一两亿级骨铜币的价值, 完全不值一提, 废话, 当然是大漏了, 你妈的, 老子玩了那么长时间骨玩, 都没你小子这么好运过, 张东没好气得到, 说着从擎天手中, 把这尊大明永乐年师的铜流经释迦摩尼佛像抢了过去, 不行, 这东西先接我玩几天, 行, 没问题, 擎天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下来, 哈哈, 果然是好兄弟, 张东说着, 一把勾住了擎天的肩膀, 说笑的一会功夫, 阿东已经送完周老返回, 见着, 张东和阿辉起身离开, 晚上多加保重, 张东这货离开之前, 冲着露出了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 很猥琐, 1609号房间, 就是这里了, 刘飞飞来到16楼1609号房间前, 看着眼前的门牌号, 漠不吭声的棱在了那里, 此时, 站在门口, 可以清楚地听到, 靠近门口洗手间里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 刘飞飞心头更加紧张了起来, 虽然来的时候, 她就已经咬紧牙关下定了决心, 可是当真正站在客房的门口, 只要伸手扣向房门, 一切就真的要发生的时候, 她的心头依旧不免忐忑, 沉默了许久, 当房间内哗啦啦的流水声停止, 刘飞飞此时终于再次咬紧牙关, 下定了决心, 小魏, 你放心, 姐姐一定会帮你凑租手术的费用的, 脑海中浮现出弟弟躺在病床上的额椅幕, 刘飞飞眼眶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终于扣响了房门, 秦天冲洗了一番刚要躺下,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张哥, 你这个时候又跑过来, 到底是有什么事情? 秦天以为是张东, 招呼了一声过去打开了房门, 房门打开的一瞬间, 秦大少彻底的棱在了那里, 随着一阵浓烈的香水味传来, 一个一身衣着性感暴露的年轻女子出现在她的眼前, 年轻女子的长相倒是不错, 削尖的下巴大大的眼睛, 精致的五官搭配在一起, 混合着浓烈的香水味道, 充满了一种性感的诱惑, 身材很情感, 腰肢纤细若柳, 搭配着前后凸起的部位, 勾勒出了完美的S型线条, 昔日的秦大少, 倒是没少去过各种各样酒吧夜总会之类的地方, 见到这名衣着性感暴露的女郎时, 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不过秦大少昔日虽然没少去过这些地方, 但是却只是去和一些狐朋狗友热闹热闹, 倒还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一时间不免觉得有些窘迫, 而且, 面前的这个性感女郎虽然看上去和那些女子没什么两样, 但是眼神却明显有些闪躲, 而且还总是下意识去拉紧伸短裙的底部, 似乎想要努力遮挡下去更多裸露出来的肌肤, 那个, 有事吗? 秦大少脸色尴尬的道, 刘飞飞没有说话, 脸颊瞬间通红了起来, 明明是对方打电话叫她来的, 而且也已经向酒店支付了费用, 可是现在竟然问自己有事吗? 真是太欺负人了, 不过, 为了弟弟的病, 她还是忍了下来, 低着脑袋, 她默不吭声地走了进去, 只是两只细嫩的玉手紧紧地攥着裙底的一脚, 秦大少慌乱了, 只得无奈地关上房门走了过去, 房门关上的一瞬间, 秦大少就像是做贼担心被人发现一般, 左右偷瞄了几眼, 这才慌忙地关上房门, 接着就给反锁了起来, 刘飞飞走进来之后, 默默地走到床脚坐了下来, 两只玉手依旧在紧紧地攥着裙底的一脚, 心头忐忑, 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慌乱了起来, 秦大少慌乱关上房门并反锁上的动作, 让她的心头彻底沉到了谷底, 在她看来, 晴天慌乱的动作完全就是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毕竟对于自己的姿色, 她还是有十足的信心的, 要不然也不可能凭着第一次就能交换到足够弟弟手术的费用, 那个, 美女, 你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吗? 是不是走错房间了? 秦大少走过来, 勉强克制住自己的冲动道, 不得不承认, 这个性感暴露的年轻女子, 确实有着她诱人的资本, 火辣的身材, 精致的五官, 足以勾起任何一个正常男人犯罪的欲望, 走错房间? 怎么可能, 来的时候可是足足站在门口十多分钟, 反复看了无数次之后才扣响了房门, 刘飞飞心头暗自诽谤了起来, 这女人不说话, 秦大少只能无奈地在这妞的身旁坐了下来, 侧面看去, 那一抹糊涂优美的线条变得更加清晰了起来, 两人都没有说话, 房间内的气氛变得十分安静, 让人感觉怪怪的, 刘飞飞好奇的目光落到了秦天的身上, 现在秦天一副安静的模样, 和之前迫不及待反锁上房门的时候, 完全就是判若两人, 先生, 如果您要开始, 随时都可以开始了, 沉默了许久之后, 这妞终于鼓足了勇气到, 虽然钱已经到了酒店里, 但是如果就这么一直坐下去的话, 恐怕等明天一早她想要拿到钱来, 肯定是不可能的, 打, 秦大少再次傻眼了, 你妈的, 什么情况, 这妞说话的模样, 俨然一副英勇就义的表情, 那个, 美女,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没有打电话叫, 回过神来, 秦大少苦着脸道, 好歹她还是个初歌呢, 怎么着也不能把第一次给了一个小姐吧, 尽管这是一个模样身材都不错的美女, 我不是小姐, 秦大少小姐两个字还没说出后, 就遭到了刘飞飞的反驳, 这妞满脸占红的道, 秦天没有说话, 一脸不可置信的落在刘飞飞的身上, 不是小姐, 不是小姐干嘛这个时候打扮得这么妖艳的来, 扣想自己的房门, 不过这么一个漂亮的美女做这行, 还真是有些太过可惜了, 她的质疑, 让刘飞飞觉得很不舒服, 再次强调了一遍自己的身份, 我真的不是小姐, 行行, 就算你不是小姐, 可你这个时候跑到我的房间里, 到底是要干嘛呢, 刘飞飞怒了,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你这人怎么这样, 明明是你打电话叫我来的好不好, 我打电话, 没有搞错吧, 我就刚冲得早出来, 不信你看我手机还有客房的电话, 这段时间内, 我可是连一个电话都没打出去, 刘飞飞愣住了, 难道是自己真的搞错了, 可是门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16094个数字, 这里是不是1609号客房, 没错, 秦天点点头, 应了一声, 那就错不了, 刘飞飞郁闷的道, 电话里16094个字, 他可是听得非常清楚, 秦大少文言更加无语了, 继续和刘飞飞交谈了片刻, 算是终于搞清楚了, 确实是有人打电话叫他来的自己的房间, 可是这个电话有是谁打的呢, 难道是张东, 想来想去, 想起张东离开时, 那一脸的坏笑, 秦天觉得只有这个可能, 姑娘,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谁打的, 但是你都看到了, 确实不是我打的, 弄清楚状况之后, 秦天为难的道, 这个, 姑娘, 你还是走吧, 都这个时间了, 咱们孤男寡女的待在一起, 有些不合适啊, 他真担心这么继续待下去的话, 自己会克制不住, 做出什么禽兽的事情来, 那个, 就算电话不是你打的, 可是打电话的人已经替你付过钱了的, 刘飞飞为难的道, 如果他现在就这么走了的话, 那这些钱怎么算, 弟弟小薇的手术费怎么办, 钱没事, 付过就付过好了, 秦天笑了笑道, 谢谢你, 不过我现在不能走, 如果我现在走的话, 那些钱就没有了, 我需要这些钱, 这是我弟弟手术的救命钱, 刘飞飞为难的道, 就算秦天不计较, 可是酒店那边肯定也不会同意的, 你弟弟手术的救命钱, 秦大少一脸疑惑, 嗯, 刘飞飞点点头, 将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 秦大少闻言这才明白了过来, 怪不得这妞打扮的, 虽然与那些小姐无疑, 但是看上去却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原来真的是自己搞错了, 这妞哪里是什么小姐, 分明就是想用女孩最宝贵的第一次, 为自己的弟弟筹足手术费, 那个, 要不这样吧, 晚上你睡床上, 我睡地上好了, 沉思了片刻, 秦大少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个, 刘飞飞闻言觉得倒是有些挺过意不去的, 想了想到, 要不这样吧, 咱们两个都睡床上好了, 被子分开一人一半, 话说完, 这妞脸颊就完全通红了起来, 最后, 两人采用了刘飞飞的提议, 一个晚上, 对于秦大少来说, 就是一种折磨, 身边躺着个娇俏可人的美人, 偏偏还动不得, 再也没有比这还让人觉得郁闷的事情了, 第二天, 一直到早上七点多钟, 这妞离开的时候, 秦天才算凭腹下躁动的心情, 睡着了过去, 刘飞飞离开房间, 心头缓缓地松了口气出来, 昨天晚上她真担心, 秦天会半夜爬过中间那道分界线, 现在好了, 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不过这妞心头虽然松了口气, 但是却不免有些疑惑, 她倒是很怀疑, 一晚上秦天是怎么撑过来的, 莫非不是个正常的男人, 这妞的想法, 如果被秦大少知道, 非被气得吐血不可, 做好人反倒被当做了不是男人, 你妈的, 还有没有比这更窝囊的, 上午十一点钟, 张东带着阿东阿辉过来敲响了秦天的房门, 起床了起床了, 太阳都晒到屁股上了, 还不起床, 秦天勉强打起精神, 穿好衣服过去, 打开了房门, 怎么样, 是不是昨天晚上折腾得太离开了, 张东走进来之后, 看着一脸疲倦的秦天笑眯眯的道, 张哥, 都是你干的好事, 害得我一个晚上没睡好, 张东的这话, 让秦天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郁闷的道, 身边躺着一个勾人魂的妖精, 谁他妈的能睡好, 哼哼, 还不错吧, 张东笑呵呵的道, 昨天那个, 可是我特意为你挑选的, 还是个咒呢, 别提了, 秦天郁闷地翻了个白眼, 想起这个事情, 他就觉得格外郁闷, 做男人做到他这个份上, 还真是男人, 你小子, 不知道知恩图报说声谢谢也就算了, 居然还埋怨我, 真是太没良心了, 知恩图报, 秦大少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没有说话, 不过心里却在寻思起了那个刘飞飞来, 手术费交起了之后, 应该很快就可以安排手术了吧, 走吧, 中午的午宴黑市拍卖会的主办方已经安排好了, 午宴过后就是赌局的时间了, 咱们过去玩几把, 张东继续道, 赌局? 没错, 每次黑市拍卖会结束, 参加完赌事会后, 第二天下午, 就是拍卖会主办方安排的赌局, 大部分参加拍卖会的老板都会参加, 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狠狠地赢上一笔, 张东继续道, 赌局的场地, 还有赌局结束后的宴席什么的, 全都由主办方负责, 不过他们需要从赌局中抽水, 百分之二十, 有时候一次黑市拍卖会后的赌局, 淡淡抽水就有好几千万, 晴天文言不仅感慨了起来, 果然是越有钱赚钱越容易, 淡淡抽水就有几千万, 这代需要多大的赌局呢? 此时, 他越来越觉得, 单凭以前家里那点身价, 在安华这个地方, 其实什么都算不上, 亏他以前还为此引以为傲, 出门, 几个人直奔午宴大厅, 此时, 晴天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糟糕, 拿出手机, 看到来电显示上显示的宋老师三个字的时候, 晴天彻底猛了, 今天是礼拜二, 他好几天没去上学, 好不容易, 昨天去了一天, 今天居然又敲课了, 想必宋雨薇打电话过来, 肯定是要质问他敲课的事情, 电话那边, 宋雨薇的表情和晴天猜想中的一样, 这妞拉着连气呼呼地坐在宿舍的沙发上, 其实在安华一种翘课的学生并不在少数, 可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晴天再次来上课之后继续翘课的时候, 他的心头就有一种强烈的怒气, 不可抑制的滋生了出来, 怎么不接电话呢? 傻棱着蛋吗? 张东疑惑地把目光凑到晴天的手机上, 看清楚宋老师三个字的时候, 顿时就笑了起来, 嗨, 原来是你们老师打电话, 就这点小事, 来, 我给你搞定, 说完, 不由分说地把晴天的手机抢了过去, 电话接通, 张东还要说话, 对面宋雨薇一顿劈头盖脸的呵斥, 就劈了下来, 晴天, 你干嘛呢? 怎么今天上午又没来上课? 咱们昨天不是说好的, 以后每天都到我这里来补习的, 努力争取考上一所号的大学, 现在马上赶到学校来, 中午还到老师这里来补习功课, 宋雨薇继续道, 语气中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 嗨嗨, 张东炯炯地咳嗽了两声, 想他堂堂安华第一大哨, 还是第一次被人在电话里喝斥成这个样子, 那个, 宋老师, 我是晴天的表哥, 今天我们家里有些事情要商量一下, 晴天现在正在那边忙着呢, 电话没拿, 宋雨薇瞬间傻眼了, 有些甘大地笑了笑道, 那个, 不好意思, 我以为是晴天呢? 没事没事, 有您这样的老师关心, 那是晴天的福气, 那个, 宋老师, 要不等会晴天忙完我, 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不用啊, 你让他今天把事情忙完, 明天记得准时来学校上课就行了, 行, 那谢谢您了宋老师, 电话挂断, 张东笑呵呵地勾住了晴天的肩膀, 不错嘛, 这个宋老师对你还挺关心的, 而且, 听声音想必肯定是颇有几分姿色, 奶奶的, 老子上学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遇到美女老师对我如此的关心呢, 还单独补课, 说着, 这次的笑容更加猥琐了起来, 尤其是最后四个字单独补课, 更是刻意拉长了声音, 变态, 晴天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道, 靠, 你压得才变态呢, 张东郁闷地哼了一声, 一行人继续向着宴会大厅走了过去, 来到五宴的大厅, 此时已经陆陆续续地来了不少参加黑市拍卖会的老板, 十二点钟的时间, 宴会正式开始, 一直到两点钟的时间才结束, 宴席结束, 所有人再次去了顶层, 此时原本摆放赌食的地方已经被完全清空,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赌桌, 上面有玩扑克的, 有玩头子的, 也有玩麻将的, 想玩什么? 扑克, 头子还是麻将? 进来之后, 张东询问道, 头子扑克都可以, 晴天想了想到, 麻将没玩过, 也就玩过扑克和头子, 凭借他可以透视的特殊能力, 玩头子和扑克绝对一个最正确的选择, 玩头子的赌桌分为两类, 一类是玩家相互之间摇头子对赌, 一类是有玩家选择做装, 然后其他的玩家选择压住, 压住非为点数, 区间大小和单双四种选择, 其中大小和单双的赔率相同, 一赔一, 区间一赔二, 点数的话一赔三, 至于扑克, 一般的玩法都是斗牛, 炸金花或者是比点数, 有没有要玩扑克比点数的, 有的话快点来了呀, 抵住五十万起步, 上不封点, 就在此时, 一处玩扑克的堵桌前, 一个阔哨模样的年轻人大声的吆喝道, 又是这个装逼惑, 瞧着对方那嘚瑟的表情, 张东美好气地哼了一声, 张哥, 这人是谁啊? 秦天好奇地问道, 正在吆喝的这位阔哨, 他昨天就注意到了, 一身爆发户的打扮, 格外引人注目, 恐怕只要有人看上一眼, 就绝对会格外的印象深刻, 十根手指衫挂满了金戒指和半只, 脖子上挂着一条大大的金链条, 下面还有一个大块头的挂坠, 金手链,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似的, 朱奎, 家里做码头生意的, 只是最近几年才冒出头来的大家族, 不过生意发展得很快, 现在的势头更是盖过了, 咱们安华当地有名的五大集团, 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朱二抠, 秦天笑呵呵地道, 朱奎的名头在安华当地还是很响的, 不是因为朱家的势力, 而是因为这或是出了名的抠门, 朱奎在朱家排行老二, 所以也就落了个朱二抠的名头, 张哥, 咱们过去玩两把, 哈哈, 我也正有此意, 张东笑呵呵地道, 勾着秦天的肩膀走了过去, 张绍, 见到张东, 朱奎恭敬地打起了招呼, 虽然他们朱家最近的势头很大, 大有盖过其他五大集团的势头, 不过和张氏集团比起来, 就明显有些不够看了, 在其他人面前, 朱奎或许还敢摆摆架子, 摆摆谱, 但是在张东面前, 这小子倒是老实得很, 朱二抠, 五十万起步, 上不封顶, 等会输了, 可千万不要哭鼻子哦, 张东笑呵呵地道, 朱奎脸色一僵, 随即又勉强挤出了一张笑脸, 如果是别人这么说, 他肯定不会忍下来的, 不过说这话的是张东, 只能是无奈地忍下, 张绍有没有兴趣, 坐下完会, 当然要完了, 不然过来做什么, 张东笑呵呵地应了一声, 招呼秦天坐了下来, 然后吩咐阿东过去兑换了一些筹码, 全都是十万一张的金色筹码, 足足兑换了两百张, 和秦天两个人, 每人各拿一半, 随着朱奎的吆喝声, 倒是很快凑齐了一桌子的人, 五十万起步, 上不封顶, 这样玩着才算刺激, 一个刀疤脸, 笑呵呵地道, 上次玩的时候我就大杀四方, 今天我还要接着大杀四方, 一个瘦弱的中年人得意地道, 少吹牛, 谁不知道谁啊, 上次你是在这里杀了个通, 不过回头在外面就输个吊弹金光, 差点没把裤衩输进去, 旁边一个身材臃肿的中年胖子, 笑呵呵地道, 什么意思啊, 存心找茬是吧, 被人戳穿自己的痛处, 瘦弱的中年人有些不悦的道, 找茬, 找茬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中年胖子这人毫不退缩的道, 好了好了, 都别吵了, 还要不要玩了, 朱奎派头十足的道, 闻言, 这两个人相互不爽地瞥了对方一眼, 倒是没有人继续多说什么, 他们虽然在安华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 但是和朱家比起来就不行了, 朱奎这小子一向没大没小, 如果他们继续吵闹下去的话, 肯定要被这小子把脸面给踩下来的, 五十万的砥柱, 七个人, 玩着还真是刺激啊, 秦大少心头暗自感慨道, 砥柱是五十万的砥柱, 一共七个人一把下来, 单单砥柱就有三百五十万之多,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此时, 秦大少的心中那种赚钱的念头, 更加强烈地滋生了出来, 因祸得福, 上天赐给了他可以透视健宝的逆天异能, 如果不做出一番成就的话, 真是太过愧对了老天赐给他这逆天的能力, 或许以前赚钱两个字对于他来说难度很大, 但是现在凭借可以透视的能力, 想要赚钱就变得简单多了, 赌食就是当中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 很快第一轮开始, 有人选择按牌, 有人选择看牌, 秦大少双眼把所有人的牌面全都透视了一遍, 第一把牌, 大家的牌面有大有小, 其中三个人手里只有两点三点的样子, 他手里一个大十九九点, 张东手里一对对三豹子, 朱奎那小子的运气倒是十分不错, 居然搞到了一对对二豹子, 不过很可惜, 遇到了张东一对三豹子, 第一圈的时候, 秦天就直接选择了弃牌, 除了他之外, 另外三个人也都选择了弃牌, 只有张东和朱奎继续跟了下去, 七个人完比点数, 两三点的点数完全就是小点, 根本没有跟下去的必要, 张东和朱奎各自按了三把之后, 终于选择了看牌, 张东看到一对豹子三之后, 毫不犹豫地又五十万跟了上去, 朱奎一对二豹子自然也不会弃牌, 两人接着又跟了几把之后, 朱奎终于选择了开牌, 张东一对三豹子强杀朱奎一对三豹子, 一把下来, 除了自己的本金之外, 足足赢了将近六百万, 朱奎此时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第一把牌来的对二豹子, 本以为可以狠狠地赢上一把, 没想到居然被张东对三豹子给强杀了, 三百多万就这么没了, 哈哈,朱奎扣, 早就说了, 玩这么大别把自己输得哭鼻子了, 现在才当当开始第一把, 无非就输了三百多万, 你小子就这个样子了, 我还真怀疑还能不能继续玩下去了, 张东笑哈哈地道, 第一把牌就来了得开门红, 这运气确实是相当不错, 才不过区区三百多万而已, 这点钱我朱奎还没放到眼里, 朱奎故作大方地道, 好,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张东笑呵呵地继续道, 他这是激将法, 省得朱奎如果刚玩几把就输得不完了, 那可太没意思了, 过来和朱奎一桌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这个朱二抠一点教训, 接着第二把, 秦大少的这次的运气明显不行了, 居然只拿到了一个一点, 这已经是用扑克玩笔点数中最小的点数了, 完全没有赢的可能, 郁闷的秦大少, 值得再次选择了气牌, 第二把牌张东的运气还不错, 一个大十九通杀, 其他五家还强杀了朱奎的一八九, 笔点数的规矩, 十和九在一起, 就是点数中最大的九点, 一和八家在一起的九点次之, 接着是二和七家在一起的九点, 再往后是三和六加起来的九点, 一次类推, 如果都是同样的十和九的九点, 那就分花色, 红桃最大, 方块刺织, 再往下是黑桃和梅花, 朱二扣, 不好意思, 这把又把你给强杀了, 张东得意的笑着, 将一桌子的筹码搓了过来, 这么一回的功夫, 他的筹码已经从一千万变到了一千七百多万, 果然是真正有钱人的豪赌, 瞧着, 秦大少忍不住又感慨了起来, 很快开始第三把, 这一次秦大少的运气还不行, 虽然比上次好点拿到了一个三点, 可是张东居然又拿到了一对豹子, 朱奎一个最大的九点, 其他三个人两个六点, 一个九点, 第一轮, 秦大少就直接选择了弃牌, 张东和其他人每个人都先跟了一圈, 一圈之后, 两个六点的弃牌, 只剩下张东, 朱奎, 还有另外一个人, 赌桌上的规矩, 在下注的超过两个人的时候, 是不允许开牌或者是开牌的, 三圈下来, 九点的那个也选择了弃牌, 只剩下张东和朱奎两个人, 开牌, 有人弃牌之后, 朱奎立马选择了开牌, 结果再次被张东强杀, 三把牌, 朱奎兑换的一千万的筹码, 已经全部输光, 此时这丝的脸色已经彻底沉到了谷底, 想退场, 不过想起刚开始张东说的那些话, 这丝只能是又兑换了一些筹码, 继续玩了下去, 我就不信了, 运气能这么一直插下去, 继续兑换了一千万的筹码之后, 朱奎心头都要滴出血来了, 哈哈, 早就说了, 今天非要杀到你猪二扣哭鼻子不可, 张东笑得更加得意了起来, 连续三把牌, 连斩了三把, 手里的筹码已经有了两千五百万之多, 朱奎一脸沉闷没有说话, 继续开始第四把, 这一次, 张东的运气明显不行了, 居然只拿了个一点, 而朱奎这小子居然拿了一对酒豹子, 这在比点数的牌面里, 已经是仅次于两对十豹子之外最大的牌面了, 相当于炸金花里炸十二, 可能是前面连续三把输了一千万, 朱奎这一次竟然直接选择了看牌, 眼神之中一丝得意的神色被深埋起来之后, 这思固作为男的咬了咬牙, 加了五十万的底柱跟了上去, 秦大少这把的点数还可以, 三六九点, 不过他已经透视到了朱奎的牌面, 自然不会傻到继续跟下去, 这一把牌, 他依旧选择了弃牌, 连赢三把的张东明显势头正胜, 一直按牌了下去, 中间秦天几次咳嗽提示, 可是张东竟然就像是没听到一样, 依旧在那不停地吓住, 很快, 七个人又只剩下了张东和朱奎两个人, 你妈的, 好像有些不对劲, 跟了好几把之后, 张东发现, 朱奎每次吓住的时候, 都是表现得犹犹豫豫, 可是却每次都跟了上去, 开牌, 加完赌注, 张东直接晾开了牌面, 不好意思, 张少, 这次我要赢了, 朱奎此时才露出一脸得意的神色, 将牌面摊开, 笑哈哈地将赌注搓了回去, 你个猪二抠, 还挺会演戏的, 张东没好气得到, 本来看着朱奎犹豫的样子, 他觉得对方牌面不大, 这才一直按牌跟了下去, 对方明牌, 他按牌, 一不二还是可以的, 可谁知道, 这小子竟然都是装出来的, 幸亏他最后及时地察觉了出来, 不然的话, 一直跟下去, 那可急输得惨了, 一把牌, 把张东又打到了解放前, 从朱奎那小子这里迎来的那些赌注, 全都又送还到了朱奎的手里, 不过好在, 还从别人手里赢了小几百万, 张绍, 俗话说得好, 兵不厌诈, 朱奎得意地道, 来来来, 赶紧开始, 趁着运气我可要接着大战四方了, 别得意得太早, 上一把你好运拿来的对酒豹子, 这一次就不一定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张东不爽地道, 第五把开始, 朱奎这小子又拿了一对六豹子, 其他所有人当中, 最大的是张东一个二七九点, 毫无疑问, 这把牌又是朱奎赢了, 连续两把下来, 朱奎这小子不仅赚回了自己的筹码, 还又赢了三百来万, 可能是连赢两把有了信心, 第六把开始朱奎直接选择了按牌, 张东看了看牌, 继续跟了上去, 其他人开牌有人弃牌, 有人跟牌, 不过只是两圈下来, 其他人全都弃牌, 只剩下了张东和朱奎两个, 哈哈, 没想到每次到最后都是我们两个, 前面三把你强杀了我三把, 后面该轮到我连斩你张少三把了吧, 朱奎信心满满的继续按牌跟了下去, 秦天早就透视过所有人的牌面, 朱奎是和九最大的九点, 强杀张东三合六的九点, 秦大少想出演提醒张东, 可是又不好明说, 只能偷偷地做起了小动作, 谁知道张东和前面一样, 对于秦天做出各种各样的小动作, 竟然直接视若无睹, 无奈之下, 只能选择放弃, 几圈之后开牌, 结果很明显, 张东现在算不仅把自己赢的那些都输了出去, 本金也只剩下七百来万的样子, 至于秦天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 手里也不过七百万整的样子, 六把牌垫底垫了三百万出去, 秦大少从来没有像现在觉得如此郁闷过, 明明清楚地知道所有人的点数, 可是牌面不争气, 只能选择弃牌, 而且其他人的点数还都很大, 想要乍合都不可能, 朱奎现在手里的赌注最多, 除去自己兑换的两千万筹码之外, 还有大概一千万左右的样子, 其他四个人的情况比秦天害惨, 有两个只剩下五百万的样子, 还有两个手里的筹码连三百万都不到, 第七把牌发下来之后, 秦天再次透视了所有人的底牌, 这一把牌所有人的拍面都不大, 最大的一个才不过是五点的点数, 尼玛的, 终于有机会可以乍合一把了, 摸清楚其他人的底牌之后, 秦大少决定乍合一把, 喂, 我说你这把不会还选择弃牌吧, 朱奎依旧选择暗牌, 秦天道, 从第一把到现在六把结束, 竟然一连弃牌弃了六把, 也就秦天这独一份了, 谁说我要弃牌了, 秦天没好气的翻了的道, 第一圈也选择了安排五十万跟了上去, 所有人的点数都不大, 张东和其他四个人跟了一圈之后就选择了弃牌, 一百万, 秦天看了下牌面之后, 继续跟了过去, 有意思, 一不二, 这个好玩, 朱奎继续按牌, 接着两圈下去之后, 朱奎见着秦天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看了一下牌面, 马德, 只有三点, 朱奎强压下那种郁闷的心情, 看了看桌子上的赌注, 直接推了两百万上去, 两百万, 那么多的筹码, 倒是值得搏上一把试试看, 秦天手里, 现在刚好还有三百五十万的样子, 毫不犹豫地将这些筹码全都推了上去, 两百万我跟了, 再加一百五十万, 他明白朱奎的意思, 摆明了就是想炸和自己搏一把, 可是朱奎的底牌他早就知道了, 怎么可能会被炸和到呢, 而且, 加住一百五十万, 把自己剩下的赌注全部压上, 更能让这家伙心里胆触, 朱奎傻眼了, 本想炸和一下秦天, 可是没想到对方不紧跟了, 还又加住了一百五十万, 这把牌面不大, 只有三点, 我弃牌, 犹豫了片刻, 朱奎亮开牌面选择弃牌, 你小子行啊, 几把不吭声, 出手竟然直接挽起了缩哈, 我来看看你什么点数, 张东说着将秦天的牌面摔开, 秦天把剩下的三百五十万赌石全部压上, 其实也算是缩哈了, 一张牌面五, 一张牌面七, 加在一起十二, 十点不算, 只有一个小小的二点, 我去, 不是吧, 一个两点, 你小子竟然敢这么玩, 张东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本来秦天连续六把气牌之后, 终于跟了一把, 他以为肯定有不小的牌面, 没想到居然只有亮点, 此时, 其他人也都是同样的表情, 尤其是那个拿到最大点数五点气牌的人, 脸色更为难看, 朱葵的脸色是所有人中最差的, 本来想炸和秦天一把, 没想到居然反倒是被秦天把他给炸糊了, 看着秦天, 这私恨的是咬牙切齿, 接下来的几把牌, 秦天要么是拿到了不错的牌面大杀四方, 要么是大家点数都小炸糊了过去, 手里倒是也赢了不少的筹码, 不过朱葵这回运气也不错, 真要是算起来的话, 赢的次数比秦天还要略微多出来一些, 一翻下来, 七个人之中, 秦天和朱葵的筹码相当, 张东还剩下大概三百多万的筹码, 其他四个人当中, 连个已经输光了所有筹码, 还有两个也不过两百万的样子, 马德, 今天这运气看来不怎么样, 居然输光了, 之前扬言要大杀四方的瘦弱中年男子, 有些郁闷的道, 就你那运气, 就算是在这里让你赢, 出门到了外面还是输光, 旁边的胖子文言就开始嘲讽了起来, 别得意, 你不和我一样, 也输光了所有的筹码, 瘦子不甘示弱地反驳道, 再说了, 我就算是最后输光, 好歹也赢过, 不像你, 每次做场就没有赢过一次, 你赢过又怎么样, 最后不还是全部输光, 两人争吵了片刻之后, 全都选择了退场, 赌桌上只剩下秦天, 张东, 朱葵, 还有另外两个年轻人, 你小子, 运气不错吗, 看着台面上的筹码, 张东笑呵呵地道, 张哥, 托你的福气, 看来今天我是真的要大杀四方了, 秦大少呵呵地应了一声, 指着离去的两个中年人道, 张哥,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老对头了, 本来两人关系很不错, 合伙做生意, 做得也挺好的, 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就闹掰了, 公司一分为二, 然后每次见面, 两人就闹得都像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似的,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呢, 秦天终于明白了过来, 感情是一对生死冤家, 下午不过三点多钟的时间, 另外两个人也输光了所有筹码, 赌桌上只剩下秦天, 张东和朱奎三个人, 秦天手里大概有两千多万的样子, 朱奎手里有五千万出, 至于张东手里就只剩下了两百万的数目, 接着一把牌之后, 张东终于也输光了所有筹码, 朱奎又赢了一把, 手里的筹码到了五千五百万的数目, 秦天的手中还剩下两千五百万, 现在, 所有人的筹码终于全都汇聚到了他们两个人手里, 只剩下咱们两个了, 这次我看你还怎么继续炸河, 朱奎得意的道, 只剩下两个人的对战, 如果秦天还想象之前那样炸河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了, 炸河? 炸河干嘛? 我可是要大杀四方的, 对于这个传说中的朱二抠, 但听传闻就让秦大少对他没有丝毫的好感, 有钱抠门, 放眼整个安华的那些顶级大少的行列了, 这次也算是出类拔萃独一份了, 是吗? 想要大杀四方也要看看, 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我这个人运气一向都很好的, 好, 那咱们拭目以待, 朱奎说着, 招呼和官开始发牌, 这一把牌, 两个人的运气都不错, 秦天拿到扑克牌笔点数中最大的点数, 红桃石和方块石的对石豹子, 而朱奎则拿到了一个黑桃石和一个梅花石的冤家牌面, 按照扑克牌笔点数的规矩, 两张相同牌面相同点数的情况下, 按照花色算胜负, 秦天的一对红石刚好强杀猪奎的一对黑石, 尼玛的, 这个猪二扣的运气, 还真是逆天了, 随着秦天注意力的集中, 两个人的牌面都都清清楚楚地显示在他的眼前,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种冤家牌面居然撞到了一起, 对红石和对黑石撞在一起的几率, 就如同炸金花里三条和三条K撞在一起的几率, 秦天相信, 这把牌,无论如何, 诸葵都不会开牌的, 这样正好, 倒是方便一次性就把这货给解决了, 就咱们两个了, 不如玩大一些, 两百万的砥柱如何, 牌面发现来之后, 诸葵笑呵呵的道, 刚刚大杀了两把, 倒是给了他十足的信心, 没问题, 碧莹的牌面, 秦大少自然不会拒绝, 一连跟了几把下来, 反倒是诸葵最先不淡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双方都没有看牌, 但是秦天那一副信心满满的表情, 让他心头有些莫名的, 就心虚了起来, 五百万, 看完牌之后, 朱葵暗自得意了起来, 不过表面上, 依旧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对黑石可是扑克笔点数里, 仅次于对红石之外最大的牌面了, 朱葵绝对不相信, 秦天这一把, 能够那么好运的拿到对红石, 毕竟, 这种冤家牌面撞在一起的几率, 不亚于买彩票中了三点六亿的希望, 几乎完全没有可能, 赌局上的规矩, 虽然按牌和名牌是一拨二, 但是到了二的时候, 名牌的就要翻出二点五倍, 比如眼前的情况, 按牌两百万, 朱葵下注的话必须要五百万, 三百万的话一拨二六百万, 但是到了四百万的时候, 就又变成了二点五的倍率, 一千万, 这倒是个好机会, 正好方便一次性解决, 看到朱葵看牌之后, 擎天心头暗自送了口气, 如果朱葵一直按牌的话, 两人这么一直按牌到最后, 对方的赌注比他多出一千万, 想要一次性解决朱葵, 就需要继续兑换筹码, 现在好了, 对方看牌, 只要他继续按牌的话, 到最后双方的赌注刚刚好起鼓相当, 就这样, 擎天两百万按牌, 朱葵五百万看牌, 几圈下来, 桌子上的赌注已经到了五千万之多的数目, 此时, 擎天的手里大概还有不到一千万的筹码, 朱葵的手中大概两千万出头的样子, 靠, 你小子还不打算看看牌面? 终于, 张东有些忍不住了, 在两百万拨五百万的情况下, 朱葵能够选择连续跟了几圈, 只能说明这小子的牌面很大, 不然以他猪二扣的性格是断然不会如此的, 早就知道了底牌的秦大少, 坚决地摇了摇头道, 不要, 我就和他赌一把运气, 运气? 朱葵不屑地笑了起来, 老子一对黑石你凭什么来赌运气? 除非你是一对红石, 不过那怎么可能, 只是朱葵怎么也没想到, 秦天的牌面竟然真的就是一对红石, 听哥们一句劝, 还是看看牌面再说吧, 张东继续劝说了起来, 秦天依旧一脸坚决地拒绝, 见着, 张东只能无奈地选择了放弃, 张哥, 别担心, 我说了, 我的运气一向很好的, 秦大少笑呵呵地安慰道, 不担心, 能不担心吗? 对方二点五的倍率都跟了那么几把, 肯定是牌面很大, 张东心里郁闷地嘀咕道, 不过嘴上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秦天是他带来的, 要玩的话, 自然也要玩个痛快, 更何况前面的赌石的时候, 秦天可是为他赚了将近一个亿的数目呢, 就算是这些赌注全输光了, 这次也算是赚上了一笔, 当然, 就算是没有前面赢的那些钱, 秦天如果坚持要玩的话, 他也不会多说什么的, 虽然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这个秦天却是很对他的胃口, 在心里, 张东已经确确实实地把秦天当成了自己的兄弟, 当然, 秦大少的心中也是如此, 既然你要赌运气, 不如这样好了, 咱们桌面上的筹码, 按照现在的下注方式, 差不多在相当之间, 这一圈咱们直接缩哈好了, 正好一次性解决, 继续跟了一把之后, 朱葵一脸得意地笑着道, 靠, 缩哈就缩哈, 我还能怕了你不成, 秦天说着, 直接把剩下的筹码全都推了上去, 哈哈, 好胆色, 竟然敢在我名牌的情况下, 赌运气赌到最后, 真的是好破裂, 朱葵笑得更加得意了起来, 一把将牌面摔开之后继续嘚瑟的道, 不好意思, 对黑石, 看来你的运气似乎没那么好啊, 对黑石, 秦天虽然早就知道了对方的牌面, 不过在朱葵将一对黑石亮出来之后, 依旧装出一副目瞪口袋的表情, 整个人完全傻愣在了那里, 毕竟, 对黑石可是扑克牌比点数中仅次于对红石之外最大的牌面了, 对方翻出这样的牌面, 基本上都是稳赢的局面, 对红石和对黑石撞在一起, 那怎么可能, 怎么, 夜了, 刚才还一脸气势汹涌的要赌运气, 现在就傻眼了, 朱葵继续道, 别得意的太早, 你才不过是一对黑石而已, 又不是对红石, 晴天沉默了片刻, 不悦的道, 对红石, 莫非你以为你还能掀出对红石来, 朱葵笑得更加不屑了起来, 牌面还没开呢, 说不定我还真就掀出了一对红石, 好, 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掀出一对红石来, 张哥, 帮个忙, 帮我先张看看, 晴天把目光转到张东的身上道, 张东以为晴天一时间受不了这种打击, 拍了拍晴天的肩膀安慰道, 算了, 之前我就说过了, 今天在这里玩, 说了都算我的, 好, 那咱们就还是老规矩说好的, 赢了咱们对半分, 晴天到, 秦大少等的就是张东这句话, 前面赌石的事情张东已经分了不少, 现在的赌局如果他赢了的话, 以张东的性格, 这次无论如何都不会收的, 现在正好是个机会, 在张东的心里摆明了认为他是必输的局面, 所以他这么说的话, 想必张东也不会反对, 好好, 赢了对半分, 张东无语了, 实在不知道晴天哪里来的这么大惺惺, 都这个时候了, 还敢说赢了对半分, 莫非真以为自己, 可以开出一堆红石来, 怎么可能, 磨磨叽叽的倒是敢不敢开牌啊, 朱奎有些不耐烦的道, 说着直接招呼何官过来兑换筹码, 瞧着, 秦大少不乐意了, 干嘛呢, 我牌还没亮呢, 你就要兑换筹码, 怎么, 一句玩笑话, 你还真以为自己, 可以开出对红石来, 牌面还没开, 说不定就真有可能, 行, 赶紧的, 我倒要看看, 你今天怎么开出一堆红石来, 朱奎不懈的道, 如果你今天真的能开出一堆红石来, 我就把裤衩脱下来, 套在头上当帽子, 好, 这可是你说的, 秦大少说着, 目光再次落到了张东的手上, 张哥, 帮个忙, 给我掀一张牌, 看看能不能先掀出个红石来, 张东无语了, 一脸无奈地拍了拍晴天的肩膀, 不过还是一眼, 掀开了一张牌面, 红石, 怎么可能, 真的是红石, 当张东把一张牌面有气无力地掀开之后, 突然听到了一阵惊呼声, 闻言张东顿时打起了精神, 的, 还真的是一个红石, 只是瞬间, 张东又变得颓废下去, 侥幸献出一个红石还可能, 两个红石吗? 完全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晴天和朱奎的牌局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本来这会已经有不少人输光了赌注在围观, 瞧着晴天的牌面真的被掀出一个红石的时候, 全都兴奋地变得期待了起来, 如果能够亲眼目的一对黑石和一对红石的冤架牌, 确实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 哈哈, 真的是红石, 秦大少此时也兴奋地大叫了起来, 朱奎此时倒依旧是一脸的不屑, 一个红石而已, 想要掀出一对来, 怎么可能? 别得意的太早, 有本事你再掀出一个红石来看看, 晴天没有说话, 目光再次落到了张东的身上, 别看我, 这次我说什么也不来了, 这次坚决地回绝道, 侥幸掀出一个红石已经可以了, 还想再掀出一个来, 想要逆天吗? 无奈之下, 秦大少只得把求助的目光落在了美女合官的身上, 美女, 帮个忙, 这张牌面, 你来帮我掀开如何? 和在之前在天成人家地下见到的合官一样, 这位合官也是个美女合官, 姿色也是相当不俗,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审美观的问题, 这位美女合官也是典型的锥子脸, 大眼睛, 一脸妩媚的笑容倒是十足, 黑色的抹胸搭配着的一身黑色的职业装, 在袜的衬托下, 更下凸显出了几种成熟的诱惑, 颇有几分制服诱惑的味道, 我, 美女合官冷了一下, 有些惊讶的道, 嗯, 最后, 在秦天的再三要求下, 美女合官终于答应下来, 缓缓地走到秦天的身旁, 掀开了最后一张的牌面, 随着弯腰的动作, 那一抹K-O-TAN的弧度, 更加清晰地凸显了出来, 上上半身的位置, 更有一种随时都要挣脱黑色牢笼束缚的冲动, 对于这些, 美女合官早已见怪不怪, 并没有刻意地闪躲, 反倒是咧咧地敞开, 目光落在在场的几个阔哨身上, 笑容更加妩媚了起来, 都是一群有钱人, 要是能够棒大上一个有钱的阔哨, 比做合官可是要舒服多了, 红石, 真的是红石, 对黑石碰到对红石, 这可是天大的冤架牌, 人生第一次遇到对红石和对黑石撞在一起的这种冤架牌面, 逆天了, 这牌面真的是要逆天了, 等到美女合官将牌面掀开的时候, 全场先是短暂的诗神, 接着是一片震惊的呼喊声, 随着众人的惊呼声, 美女合官也傻眼了, 没想到自己还真的掀出了一张红石来, 哈哈, 早就说过了, 我的运气一向可是很不错的, 早就知道了结果的秦大少, 秦大少依旧故意装出一副惊喜的模样, 激动的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着就从桌面上拿起几张筹码丢给了美女合官, 美女, 这些送你了, 美女合官粗略的数了一下, 大概四五十万的样子, 顿时兴奋的乐开了花, 一边笑着, 双手还可以在胸口用力的挤出了一抹更加清晰的弧度, 秦大少只是淡淡的笑了笑, 没有什么特别的小动作, 如果是之前的秦大少, 或许还会趁机凯把游, 不过现在, 一般的女人可入不了了秦大少的法眼,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对黑石怎么可能和对红石同时出现, 这绝对不可能, 当秦天真的掀出一对红石的时候, 朱葵脸色瞬间难看到了极致, 看着桌子上的牌面自言自语的嘀咕了起来, 不好意思, 我还真的就是对红石, 这把牌, 我赢了, 秦天笑呵呵的盯着朱葵道, 一边说着, 一边招呼美女合官兑换筹码, 住手, 美女合官刚刚拿了赏钱, 文言自然更加卖力地工作了起来, 不过刚拿过几张筹码清点起来, 朱葵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这货占起身来, 怒气冲冲地盯着秦天道, 这牌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一定是你从中动了手脚, 朱少,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玩赌局的牌, 每次一把下来都直接作废, 发牌机里, 都会自动地再送出一副新的扑克, 而且这些牌在到了咱们每个人手里之前, 谁都没有碰过, 你这话算怎么回事, 莫非是说我和主办方串通好了, 故意来黑你的, 晴天不月的道, 说话的时候, 故意把幕后的主办方也给拉扯了进来, 赌局现场有专门的负责人, 见状负责走了过来, 脸色不善地道, 朱少, 你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 虽然朱家的实力, 目前已经有压过安华其他五大集团的实力, 但是黑市拍卖会的主办方, 可是安华五大集团中的马老板, 和另外两个在安华都算的上市顶级大佬的人物, 创办的朱家的实力或许比上这三个人中任何一个要强, 但是如果要和三个人同时比较起来, 那就有些不太够看了, 张东说起话来就更加不客气了, 好你个朱二扣, 今天不把话给老子说清楚了, 就别想走, 晴天是我兄弟, 你说我兄弟作弊, 就是说老子作弊, 证据呢? 给老子把证据拿出来, 这个朱二扣也真是的, 说不起就不要玩, 居然说别人作弊, 这下好了, 捅到马蜂窝了吧, 朱家老二的性子,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引起输不起, 说了这么多, 心里肯定过不去这个坎的, 就算再过不去, 也不能说别人作弊吧, 这不是把马老板几个也都给得罪了, 更何况, 这小子还是张东的兄弟, 众人非常清楚张东这句话里代表的意义, 在安华, 有资格和张东成为朋友的倒有不少, 但是说到兄弟, 还是第一次见到张东在这么多的外人面前, 说别人是自己的兄弟, 这些人全都盯着晴天仔细地打量了几眼, 以后, 又多了个能不招惹, 就尽量不去招惹的人物, 朱奎脸色更加阴沉了起来, 勉强挤出几分笑脸, 赔起了不是, 不好意思, 是我太冲动说错话了, 太冲动说错话了, 麻痹的, 你说得倒是轻巧, 太冲动, 说错话, 就可以说我兄弟作弊了吗, 今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出来, 以后岂不是都以为我张东的兄弟, 是好欺负的, 张东不依不饶的道, 面对张东的态度, 朱奎脸色难看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事好, 好在最后主办方的负责人出面调停, 这件事情才算是就此作罢, 事情解决之后, 朱奎灰溜溜的离开, 秦天和张东把筹码兑换了之后, 开始分账, 秦天坚持要把张东兑换的筹码除之后评分, 不过张东坚持要按照所有的筹码评分, 两人因此争执了许久, 最后, 在张东的再三坚持下, 秦天无奈的答应了下来, 按照张东提出的方法评分, 八千万的赌注, 扣除主办方百分之二十的抽水之外, 还剩下六千四百万, 每人分到手三千两百万, 尼玛的, 要是老子这辈子能交上这样一个好兄弟, 也算是值得了, 两人的坚持倒是让在场的所有人不免一阵感慨, 上千万的现金, 就算是对于他们来说也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可是现在张东和秦天却都坚持要少拿一些, 这份情谊或许是他们一辈子都找寻不到的, 这些钱, 加上昨天赌食时卖掉翡翠的钱, 和局外装的收入, 每人大概到手一亿一千万的样子, 张东算了一下, 直接给秦天开了一张一亿一千万的支票, 赌局结束之后, 主办方安排了晚宴, 然后黑市拍卖会的一切活动才算是正式结束, 老爹, 你这赚钱的速度还真是快啊, 哥们这两天跟着你算是沾了大光, 福星, 你就是哥们的福星, 离开金币辉煌, 张东兴奋的感慨道, 这两天的收入全都是秦天赚来的, 如果不给自己平分的话, 现在秦天的手里已经到手了两亿两千万, 不到两天的时间就赚了这么多钱, 这份赚钱的速度, 就算是他们整个张氏集团比起来都要自愧不如, 阿东和阿辉一个开车, 一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两人听着张东的话也都是同样的想法, 在没认识秦天之前, 张东无论是赌食还是赌局, 全都是输得吊蛋金光, 张哥, 你就别埋态我了, 就我这些钱还不够你一年的零花钱呢, 而且, 就这点钱和你们张氏集团比起来, 那差的可就不是一心半点了, 秦大少郁闷的道, 和张东一年过亿的零花钱比起来, 他这点钱还真的算不上什么, 不一样, 这不一样, 张东连连摇头道, 我说的是赚钱的速度, 这和零花钱的多少没关系, 而且我们张氏集团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也是从我爷爷那时发展到现在的积累, 单论赚钱的速度的话, 这点我们整个张氏集团可是拍马都赶不上, 而且, 就你这赚钱的速度, 恐怕连李超人都要自愧不如, 别开玩笑了, 人家股票随便一涨就是上百个亿, 前段时间, 人家超人李股票上涨, 可是三天之内身价就上涨了两百多个亿呢, 股票是股票, 和现金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而且股票有涨就有跌, 张东摇了摇头道, 秦天文言笑了笑, 倒是没有说些什么, 张东的话不错, 股票和现金确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比如现在国内互联网的三大巨头摆, AT或许他们每个人的身价都很好, 但是大部分都是股票的市值, 手里的存款或者是实物资产, 其实并不一定真的有多少, 而且真想要把股票全部兑换成现金的话,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中途经过一家银行的时候, 秦天和张东打了一声下车, 他打算将支票上的这些钱全部兑换了, 顺便办两张卡, 一张上前多一些给家里发展生意用, 另外一张自己留着备用, 毕竟想要赌时赚钱的话, 必须要一笔很大的资金支持, 手里的资金越多, 才能够尽可能的多挑选赌时, 赚钱的速度才会越快, 秦大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了自己的差距, 必须要更努力的去赚取更多的钱来, 以前的秦家, 或许在安华也算是有些名气, 算得尚有钱人, 但是通过和张东这几天接触到的一切, 他清楚地认识到, 以前的秦家距离这个真正顶级的圈子, 还有不小的差距, 张东这边, 秦天下车之后就驱车返回了别墅, 张绍, 这个秦天也太厉害了, 赌识健保样样精通, 车上, 阿东敢开道, 没错, 确实很厉害, 而且下午赌局的时候, 最后一把我观察得很清楚, 他至始至终, 虽然尽力地表示出意气用事和震惊, 但是其实整个人却很淡定, 就好像早就知道了结果一样, 阿辉跟着道, 不是吧, 难道这小子真的作弊了? 张东诧异地道, 不可能, 作弊倒是绝对不可能, 自始至终他都没碰过牌面, 阿辉继续道, 张东想了一下, 好像确实如此, 这个秦天倒真是让人有些捉摸不透, 虽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 马上临近银行的下班的时间, 但是银行里面前来办业务的人还有很多, 大厅内提供休息的座椅上, 坐满了人, 还有的站在一旁, 先生, 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秦大少走进去之后, 一名银行的工作人员招呼道, 存款, 工作人员从自主叫号机上点了几个, 取出一张拍号的纸条递给秦天, 一只手放在小腹的位置, 弯腰另外一只手伸向休息的座椅处, 先生, 请过去休息区等候, 柜台会自动叫号的, 秦大少点点头, 走了过去, 心头对于银行, 这名接待小姐的工作态度还是相当满意的, 相对于其他的那些国家机关单位, 银行的服务态度, 最近几年倒是越来越好了, 贵宾VIP业务办理处, 秦大少刚准备坐下去的时候, 目光不由的就落在了最东边一侧的一个柜台上, 刚好有一个人办理完业务离开, 处于空闲的区域, 看了看时间, 秦大少起身走了过去, 他知道这种贵宾VIP业务办理处是需要出示贵宾卡的, 不过虽然自己没有贵宾卡, 但凭着一亿一千万的支票, 去一个贵宾VIP业务办理处办理业务, 还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吧, 毕竟在他的记忆中, 这种四大国行的贵宾卡, 最顶级的钻石客户, 只需要三千万的存款就可以办理, 银行的礼负责在大厅内接待的人员只顾的忙活, 并没有注意到秦天的动作, 秦天走过去之后, 直接在贵宾VIP业务办理处前坐了下来, 他的一身打扮, 价值不菲的一身阿玛尼和手腕的百打翡翠手表, 一看就是典型的扩哨大半, 先生, 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柜台里的工作人员是一名姿色还算可以的少妇, 大约三十岁出头的样子, 脸上画着淡淡的青装, 银行的制服穿在身上倒是颇有几分淑女的韵味, 存款? 秦大少点点头道, 嗯, 请出示贵宾卡, 这名三十岁出头的少妇轻轻地捋了捋头发继续道, 这个不好意思, 我没有贵宾卡, 秦大少有些炯炯的道, 没有贵宾卡, 卫先生, 您就别开玩笑了, 这名颇有几分淑女味道的少妇笑呵呵地继续道, 这个我是真没有贵宾卡, 秦天炯炯地笑了笑, 继续道, 真没有, 没有, 秦天坚定地点了点头, 不过, 没有你来贵宾区办什么业务, 开玩笑不是, 刚要开口, 这名少妇的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一脸美好气得到, 打算了他的话茬, 目光继续在秦天身上扫视了一番, 这名少妇的脸色更加不屑了起来, 假冒的地摊货吧, 此时, 在这名少妇的心中, 俨然已经把秦天列入了猪鼻子里插大葱冲向的那类人中, 弄一身地摊货的破烂假名牌, 出来冲有钱人, 还有一些甚至还网购一些奔驰宝马奥迪的纺织钥匙, 尼玛的,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本来见着这名少妇的态度, 秦大少心里觉得还不错, 淑女的味道搭配上少女清新的语调, 倒是颇有几分感觉, 没想到转眼间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怎么了, 是不是被我说着了, 赶紧麻溜地过去排队去, 这名少妇一脸不屑继续道, 如果我今天非要在这里办理业务呢? 秦大少本来是想好好解释, 不过这名少妇接连不屑的态度, 让他也有些怒气冲上心头, 保安, 保安, 这名少妇不再理会秦天, 直接叫来了保安, 把这个人给我赶走, 别在这里碍事, 耽误其他的贵宾客户办理业务, 保安过来之后, 这名少妇的态度更加蛮横了起来, 只差一点没有差起要来, 两名保安相互对视了一眼, 目光为难地转到了秦天身上, 负责贵宾区办理业务的这位少妇, 在银行里, 虽然只是一个负责贵宾区业务的普通职员, 但是所有人都清楚, 他和银行里一个副经理关系暧昧, 而且这少女生性刁蛮, 绝对是银行里最不能招惹的人物, 这位先生, 要不您还是, 你们放心, 我不会让你们为难的, 秦天知道这些生活在这会最低层人员的艰辛和难处, 笑了笑道, 目光落到柜台里的少妇身上时, 与其顿时就变得冰冷了起来, 泼妇, 怒上心头的秦大少, 毫不客气地道, 什么, 你敢说老娘是泼妇, 快点把人给我赶出去, 还自称老娘, 不是泼妇是什么, 秦天的心中, 对于这名少妇第一印象的那些好感, 彻底烟消殆尽, 淑女, 韵卫, 老子拍, 整个一个完整的泼妇, 你们两个, 快点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 不然你们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三条腿的蛤蟆难找, 两条腿的保安满大街都是, 这名少妇说起话来, 郁家的难听了起来, 连两个保安都骂了起来, 凭借他和那位副经理的关系, 开除两个保安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两位保安虽然心有怨言, 不过只能忍气吞声忍了下来, 没办法, 谁让这女人后台硬呢? 目光求助地落到秦天身上道, 先生, 我们只是来个打工的小保安, 别让我们为难行吧, 银行里发生这样的争执, 倒是很快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一名工作人员慌忙去后面的办公室, 找到了银行的经理, 杜经理, 不好了, 一位客人和徐亚利闹起来了, 怎么回事啊? 杜经理慌忙问道, 现在银行行业的竞争格外激烈, 服务态度一直是所有银行手打的第一张牌, 银行里面发生工作人员和客户争吵的事情,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处理不好的话, 影响扩散出去, 会对银行的声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也会间接地影响到银行的存款的, 这名工作人员简单地把事情解释了一遍, 走, 带我过去看看, 杜经理说着, 慌忙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这个徐亚利他是清楚的, 和另外一个副经理关系暧昧, 对于这个徐亚利, 他本身完全没有什么好感, 如果不是碍于另外一位副经理的关系, 早就把这个徐亚利调离贵宾VIP客户接待处了, 银行的贵宾VIP接待处, 这个是银行最重要的窗口, 毕竟这里接待的都是银行最重要的贵客, 他们才是银行存款的关键所在, 可以说, 银行里的这些负责人, 谁把持住了贵宾VIP接待处, 等于就把持住了银行大半个命脉, 杜经理和这个副经理关系不好, 一直想找机会把贵宾接待处安排上自己的人手, 可是这个副经理后台很硬, 很难下手,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来到前台的时候, 徐亚利还正在气冲冲地怒吼着, 杜经理冷冷地呵斥了一声, 这女人才算是安静了下来, 虽然说杜经理碍于他后面的那位副经理, 不敢真的对他怎么样, 平日里他自己对于杜经理的安排也经常不予理会, 但是事情闹大的话, 杜经理真的翻脸要把他调离贵宾VIP接待处, 他身后的那位副经理也保不了他, 而且他更明白这个位置的重要性, 杜经理, 我们看到杜经理, 两名保安终于松了口气出来, 你们两个出去吧, 这给我来处理, 杜经理冲着两名保安招呼一声, 走到了晴天的跟前, 微微一笑继续道, 这位先生, 我是这间银行的经理杜伟, 请问您贵姓, 秦, 单字一个天, 秦天点点头道, 秦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们银行有我们银行的规定, 贵宾VIP业务办理处, 确实只能是贵宾VIP客户在这里办理业务, 您看您还是杜经理陪着笑脸道, 他的态度倒是让秦大少的心情缓和了不少, 杜经理, 不知道咱们银行的贵宾VIP客户办理的话就有什么样的要求, 或者说什么条件才够资格办理咱们银行的贵宾VIP客户, 咱们银行的贵宾客户分为三个等级, 分别是普通贵宾卡, 白银贵宾卡, 黄金贵宾卡和钻石贵宾卡四种, 普通贵宾卡的话一次性存款一百万就可以办理, 白银贵宾卡则需要五百万, 黄金贵宾卡五百万, 钻石贵宾卡三千万, 而且必须时刻保证卡里的余额不能低于三千万的数目, 不然就会被做降级处理, 杜经理笑着讲解道, 钻石贵宾卡才不过区区三千万的额度而已, 那就给我半张钻石贵宾卡吧, 晴天淡淡的道, 淡淡他手里的这张支票, 就足以办理三张钻石贵宾卡还绰绰有余, 话音刚落, 徐雅丽不懈的嘲讽声又响了起来, 钻石贵宾卡, 才不过区区三千万而已, 你还真敢说大话, 不说三千万, 三百万, 三十万, 你拿得出来吗? 杜经理刚要开口呵斥, 晴天冷冷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瞪大你的狗眼看, 仔细了, 说着, 秦大少拿出一张一亿一千万的支票, 贴在了柜台的玻璃上, 你, 徐雅丽一个, 你自刚出口, 就被支票上一串长长的数字吸引了目光, 他仔细数了一下, 一共九位数, 前面两个一, 后面七个零, 瞬间, 这女人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一脸不屑的表情顿时变得笑颜逐开了起来, 先生, 我就说嘛, 您这样的贵客怎么可能不是贵宾客户呢? 刚才我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而已, 您别介意, 徐雅丽一边说着, 一边对着晴天抛起了媚眼, 一只手还故意把秀发翻开, 露出洁白的粉颈和下方紧连着一片雪白的肌肤, 搔手弄姿, 一抹糊涂优美的线条若隐若现, 开玩笑? 真的, 晴天淡淡的笑了笑, 不过不得不承认, 这个女人倒还真是能屈能伸,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清楚如何利用自身优势的女人, 一个女人牛逼, 要么是睡他妈的人牛逼, 要么就是睡他的人牛逼, 从徐雅丽现在的姿态来看, 秦大少可以肯定, 这个女人绝对是属于后者, 当然是真的了, 徐雅丽的声音更嗲了起来, 秦大少听了有些恶心, 没有理会这女人搔手弄姿的模样, 晴天收回支票装进了口袋, 转身就要走出去, 晴先生, 晴先生, 请等一下, 见着晴天要走, 杜经理慌忙追了上去, 虽然不知道支票上的具体数额是多少, 但是从徐雁丽震惊的表情和前后态度巨大的转变上, 可以看得出来, 必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杜经理, 有事吗? 晴天微微一笑道, 杜经理的态度还不错, 说起话来自然也就客气了许多, 那个, 刚才您不是说要存款办理贵宾客户吗? 杜经理着急的道, 对于一个银行的经理来说, 能够拉到的存款越多, 说明他这个经理越有能力, 以后晋升的空间也越大, 如果能够留下晴天这个客户, 对于他的业绩来说又是一笔重大的业绩, 而且, 最近银行的安华管理中心要从他们分行, 还有下面的支行, 挑选出一位能力优秀的到管理中心担任主任的职务, 这可是一次绝佳升迁的好机会, 拉到晴天这个大客户, 对于他晋升的几率又增大了几分, 嗯, 这张支票上有一一千万, 我本来确实是打算在这里开个户存下, 以后的钱也都继续存到咱们银行的, 不过现在我改变注意了, 晴天道, 一亿一千万, 杜经理冷了一下, 这些钱可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而且还只是晴天来开户的存款, 后续还有, 如果能把晴天这个客户留下来, 绝对是拉到了一个财神眼, 可以一次性存款过亿的, 在安华虽然不少, 但是相对于庞大储户的群体来说, 也绝对算不上多, 秦先生, 我知道您是因为我们那名工作人员的态度, 而改变注意的, 我在这里给您道歉, 请放心把钱存到咱们银行, 这样的事情我们确保不会再有下次发生, 杜经理遭急的继续道, 不必了, 晴天说着, 再次转身离开, 杜经理听着心头对于这个徐亚丽更加恼火了起来, 都是这个女人干的好事, 一个大客户眼瞅就要这么溜走了, 说话间的功夫, 徐亚丽也追了出来, 挡在秦大少的跟前, 两条手臂可以在胸前拖起了更加清晰的线条弧度, 秦先生, 刚才的事情真的是个误会, 我确实只是想和您开个玩笑而已, 这是我的电话, 如果先生您心里还不舒服的话, 晚上我请您吃个饭, 当面向您陪不睡, 这女人说着, 故意又抛起了媚眼, 话里的意思很明显, 瞧着徐亚丽的姿态, 杜经理露出一副厌恶的神色, 此时刚刚叫来杜经理的那名工作人员也是一脸厌恶, 臭不要脸, 你对自己的姿色很有信心, 秦天笑眯眯的道, 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秦先生, 徐亚丽妩媚的扭动了一下身体, 做出一个相当高难度的动作, 嗲嗲的道, 你觉得自己很有味道, 秦天嘴角那一抹弧度上扬的更加厉害了起来, 徐亚丽不明所以, 杜经理和那名银行的工作人员也有些不明所以, 一个个瞪大眼睛诧异的盯着秦天, 秦天说着话风陡然一转冷冷的道,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说着目光转向杜经理继续道, 杜经理, 今天我在这里把这些钱存下也可以,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杜经理激动的道, 把这个女人从银行赶走, 杜经理文言有些为难了起来, 虽然她确实是这个银行的一把手, 也有开除职员的权利, 可是这个徐亚丽和一个副经理关系暧昧, 就这么开除了有些不大好做, 而且对方又没有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就算她是经理也不能随便开除, 徐亚丽文言怒了, 气冲冲的插起了腰, 给你好怜你还真当自己是大爷了, 不过一个亿的存款而已, 你真把自己当成大尾巴狼了, 告诉你, 在那些地方性的小银行, 或许你这存款确实是个了不得的大客户, 但是在咱们这里, 虽然也不算少, 但也绝对算不上什么顶级的大客户, 在咱们银行存款过十亿的, 一个本事, 异想天开, 这女人越说越气愤, 本以为在她做出暗示之后, 晴天肯定会动摇的, 毕竟对于自己的姿色和魅力, 她还是很有信心的, 只是怎么没想到, 晴天竟然开出了这样的条件, 来交换她的存款, 顶级大客户? 晴天笑呵呵的眯起了眼睛, 他算不上真正的顶级大客户, 那么张东呢? 相信这里作为四大国行之一的华夏银行, 在安华的第一分行, 张东肯定应该在这里办理的, 有存款业务的, 目光落到杜经理身上, 继续请大哨笑呵呵的继续道, 杜经理, 不知道张东在你这里存了多少钱? 张东? 哪个张东? 杜经理心头一动道, 还能有哪个? 当然是咱们安华张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安华第一大哨的张东了, 这个, 具体的数额我也不是不清楚, 不过至少也过百亿了吧, 杜经理不明所以的道, 这家银行是安华分行, 也是安华银行的核心, 一些大集团的业务, 都是直接在分行这里办理的, 张东目前打理张氏集团将近一半的产业, 倒是有相当一部分存款是在这里办理的, 可以说, 张氏集团是整个安华的财神爷, 也是他们银行的财神爷, 而且杜经理能够做到安华分行副行长的位置,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拉到了张东张大哨相当比例的存款, 杜经理, 不知道张哥在这里算不算的, 尚是真正的顶级大客户, 确定张东在这里真的有存款之后, 晴天笑呵呵的继续道, 张哥叫得还挺清热, 徐亚丽不屑地道, 在那话, 张东的名气无人不知, 倒是经常有一些自以为和张东关系不错的人, 经常张哥张哥地挂在嘴边, 但是真正关系很铁的, 却不多, 不敢说没有, 但绝对是屈指可数, 是, 当然是了, 张勺可是我们银行最大的客户, 杜经理慌忙回道, 心头则是暗自琢磨了起来, 难道说, 这个晴天和张大哨还有什么关系? 毕竟晴天一口一个张哥的称呼, 确实相当清热, 如果不是有相当不俗的关系, 肯定不会如此的, 而且, 从晴天的语气中, 杜经理也感觉得出来, 并不像是杂炸和人的, 哦, 这么说, 如果让张哥把这里的存款全部取出来, 会是什么结果? 杜经理傻眼了, 如果张东把他在这里的存款全部取出去的话, 他这个经理也算是干到头了, 开除倒是不一定, 不过这辈子恐怕都只能成为一个小职员了, 这样, 他干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直接卷铺改回家得了, 让张绍把这里的存款全部取出来, 你以为你是谁啊? 自以为是, 徐亚丽这个没有见识的女人继续不屑的道, 说不定你认识张绍, 张绍还不认识你呢, 晴天不再说话, 拿出手机拨通了张东的电话, 很快, 张东接通电话, 晴天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要张东过来银行一趟, 对此, 张东倒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阿东, 前面掉头去银行, 挂断电话, 张东直接吩咐了小区, 阿东应了一声, 前方路口调转车头去了银行, 银行里面, 瞧着晴天挂断的电话, 徐亚丽继续不屑地冷逢了起来,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把张绍叫来, 装得还挺像, 本会看你还能不能继续装下去, 晴天的在电话里, 只是说了一句让张东过来一下的话, 其他的什么都不说, 这种语气在安华, 恐怕除了张家老爷子, 还没有人敢这么和张东说话, 在他看来, 晴天一定是在吹牛, 秦大少淡淡地笑了笑, 没有说话, 怎么, 被我说中了吧, 他的沉默, 落在徐亚丽的眼中, 反倒成了一种心虚的表现, 十几分钟过去之后, 张东这辆拉风的汉马越野车, 终于赶到了银行这里, 阿东把车子在银行前面的停车位停好, 张东下车迫不及待地, 向着银行里面走了进去, 张绍,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作为银行里接待贵宾客户的, 徐亚丽对张东还是非常熟悉的, 张绍, 杜经理心头一惊, 慌忙打起了招呼, 张东慌慌张张的样子, 让他更加肯定了自己心里的猜测, 面前的这个晴天, 定然和张东有着不俗的关系, 没有理会徐亚丽和杜经理, 张东竟只走到了晴天的跟前, 怎么了? 这么着急, 把我叫来有什么事情吗? 出什么事了? 他走进来, 就看到几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围着晴天, 有负责贵宾VIP接待的徐亚丽, 还有银行的杜经理, 他知道这中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嘎, 徐亚丽傻眼了, 他没有想到晴天竟然真的认识张东, 而且看模样两人的关系还相当不俗, 杜经理的心头此时再次猛烈的颤抖了起来, 张哥, 我听杜经理说你在这里存了上百亿的存款, 晴天笑呵呵的道, 嗯, 准确来说应该是一百二十九亿多, 张东想了想道, 帮个忙把这些钱全取出来, 晴天继续道, 张东冷了一下, 虽然心中有些疑惑, 不过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行, 没问题, 我这就去, 说完, 目光落到杜经理的身上继续道, 杜经理, 你去准备一下, 我要取钱, 杜经理快要哭了, 你妈的, 这算是什么事情, 真要是让张东把钱都去出去了, 他还干得毛线啊, 当下着急的道, 张绍, 您看, 这个徐亚丽, 都是你跟娘们干的好事, 徐亚丽此时不仅没有了那种担心, 反倒是暗自窃喜了起来, 张东如果把钱全部取出去的话, 虽然他脱不了干系, 但是杜经理这个一把手的位置, 绝对保不住了, 到时候上台的, 肯定是他身后那位副经理, 只要身后那位副经理坐正了位置, 等过段时间风波平静下来, 他还不是在银行里面,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还更加的不用顾忌, 反正张东这个大客户, 已经流失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兄弟都这么说了, 张东摆摆手淡淡的道, 如果是别人, 他或许还不会这么做, 但是秦天是他张东唯一任的一位兄弟, 杜经理脸色颓废, 整个人不由的摇晃了一下, 幸亏被那个随行而来的工作人员及时扶住了, 不然恐怕非要栽倒在地上不可, 杜经理, 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 秦天在此时突然笑了笑道, 闻言, 杜经理顿时打起了精神, 秦少您有什么尽管吩咐, 此时, 杜经理说起话来对秦天的称呼也变了, 已经由秦先生变为了秦少, 很简单, 只要你把这个女人开除了, 我保证张哥在这里的存款还会继续存下去, 而且以后我的钱也都会在这里存下, 秦天继续道, 杜经理先是短暂的诗神, 接着兴奋地冲着徐亚丽呵斥了起来, 徐亚丽, 你可以收拾东西走人了, 她早就想赶走了这个女人, 现在倒是真是个好机会, 而且也可以趁机整治那个不听话的副经理, 仗着有点关系了不起啊, 这次的事情如是报上去之后, 就算是这个副经理身后的大人物, 也不敢说什么, 毕竟张氏集团的张大少要把存款全部取走, 这个不是一件小事, 而她, 挽回了如此重要的客户, 也算是大功一件, 徐亚丽彻底傻眼了, 原本暗自窃喜的笑容瞬间凝固, 她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到了最后竟然又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怎么, 是不是听说张哥要把钱取走, 很庆幸, 晴天不屑地笑了笑道,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张少, 你不能这样, 杜经理你不能开除我, 回过神来的徐亚丽, 顿时慌乱了起来, 四处求救, 自己赶紧走人吧, 免得等会被赶出去的话丢人, 杜经理冷冷地道, 不能开除我, 你不能开除我, 我现在给孙经理打电话, 徐亚丽更加慌乱了, 孙浩, 别说他, 这一次谁也保不了你, 徐亚丽沉默了, 片刻之后抬起头来, 不甘地看了杜经理一眼, 最后怒气冲冲地瞪着晴天走了出去, 眼前的情况和杜经理说的一样, 如果他自己不出去的话, 继续待下去的结果只有一个, 被轰出去, 徐经理, 你去帮我办理两张卡, 一张存上一个亿, 另外一张一千万, 徐亚丽离开之后, 晴天继续吩咐道, 好好, 我这就去办, 杜经理兴奋地道, 如果再拉拢到晴天这个客户, 那这个功劳可就更大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次管理中心主任的职位, 肯定是非他莫属了, 杜经理的效率还是很快的, 片刻之后就办理好了一切的业务, 将办理好的两张银行卡, 还有钻石贵宾的VIP会员卡递给晴天道, 晴少, 这是您的钻石贵宾VIP卡, 还有这张是一个亿的存款, 这张一千万, 晴天点点头接过来, 笑呵呵地对着杜经理打了声招呼, 和张东几个人走了出去, 杜经理一直送着两人出了银行, 带到两人上车离开之后, 这才返回银行里面, 住什么地方? 上车, 张东道, 东方国际花园, 晴天回道, 阿东, 驱车去东方国际花园, 张东继续冲着正在开车的阿东吩咐道, 阿东应了一声, 在前方路口转了个方向, 向着东方国际花园的位置驶了过去, 东方国际花园, 在安华当地也算是一处比较高档的别墅区, 里面住的几乎全都是当地一些有一定名气的人物, 不过和张东家居住的生龙凤凰城比起来, 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在安华, 有四大最顶级的豪宅, 生龙凤凰城就是其中之一, 其他的三处分别是太极公馆, 云海庄园和紫云山庄, 这四处豪宅里面, 居住的全都是安华最顶级的人物, 说的再简单一些, 这里面居住人的随便出来一个跺跺脚, 安华都要抖三抖,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车上张东好奇地继续问道, 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秦天竟然会不惜把他给拉过去, 用取光存款的方式威胁银行的杜经理, 也一定要把那个徐亚历给开除了, 对于徐亚历, 张东的印象提示还是很深刻的, 毕竟徐亚历是负责贵宾VIP接待储业务办理的, 这个少妇虽然生活作风不怎么好, 不过人倒是还颇有几分姿色, 平日里来办理业务的时候, 说起话来的态度也是十分彬彬有礼, 张东很好奇, 徐亚历到底是怎么惹到了秦天, 竟然会把秦天记成这个样子, 嗨, 别提了, 还不是那叫什么徐亚历的婆娘, 秦大少大概的把在银行里发生的事情, 简单的说了一遍, 直到现在, 提起徐亚历那个少妇, 依旧感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 原来是这样, 如此说来, 这个叫徐亚历的女人, 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还有如此一副嘴脸, 可不是吗, 想起来就觉得生气, 刚开始时候对你喜眉笑眼的, 带到说没有贵宾卡之后, 直接就开始咒骂诋毁了起来, 完了看到支票之后, 顿时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最后冲突闹僵, 再次冷嘲热讽, 典型的视力眼,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行了, 犯不着和这么个人生气, 张东拍了拍秦天的继续道, 对了, 你回头给叔叔阿姨打声招呼, 最近让他们尽快的把工厂的生产开足马力, 全部恢复起来, 马上就会有大批的订单过去, 到时候你们可要做好准备, 订单, 什么订单, 晴天疑惑的道, 你们家的工厂不是做纺制品生意的吗, 衣食住行可是我们张氏集团最重要的四大主营业务, 我们这边现在有一批衣服和鞋帽的订单, 我已经和下面的负责人打过招呼, 让他们把这批订单从其他地方转到你们家的工厂里去做, 张东继续道, 张哥, 谢了, 晴天激动的道, 家里的生意想要最快的发展, 和张氏集团合作加工张氏集团的订单, 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快的选择, 本来凭借他和张东的关系, 只要他开口, 张东绝对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的, 不过秦大少不想这么做, 只是, 他怎么也没想到, 张东竟然主动安排了下来, 你小子又开始客气上了不是, 还拿不拿我当哥们啊, 张东没好气的翻了白眼道, 再说了, 就这两天的时间, 你小子可是帮我就赚了一个一出头回来, 真要是客气的话, 我还要跟你说谢谢呢, 而且, 我们工厂的订单给谁不是给, 既然这样, 何不留给自己人做, 俗话说得好, 肥水不留外人田, 晴天笑了笑, 倒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从开始接触到张东这个安华第一大少到现在, 对方丝毫没有摆什么安华第一大少的架子, 一直把它当作真正的兄弟对待, 这个兄弟交得值了, 继续聊了片刻, 张东突然接接到了一个电话, 不知道对方究竟就说了些什么, 张东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老爹, 我恐怕送不成你了, 公司那边有些事情, 需要我去处理一下, 挂断电话, 张东有些为难的道, 没问题, 尽管忙去吧, 我自己打车就好, 晴天笑呵呵的道, 打了声招呼下车, 他知道, 张东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张氏集团作为安华最大的集团, 国内顶级的集团, 下属的产业很多, 虽然聘请了很多职业经理人来打理, 但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还是需要他们出面做决断的, 来到路边的人行道上, 晴天站在路边准备打个车回家, 就在此时, 一个先锋倒鼓倒是模样打扮的老者, 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 手里拿着一个招牌, 上面写着占卜两个大字, 小施主, 过来补上衣罐如何? 看到晴天, 这名先锋倒鼓倒是模样打扮的老者, 笑呵呵的眯起眼睛招呼道, 晴天微微一笑, 还真就走了过去, 以前的话, 对于这些算卦的他完全不幸, 不过经历了双眼特殊异能的事情之后, 秦大少觉得, 既然双眼能够因祸得福, 突然间莫名的就拥有了, 透视健保治病的这种特殊能力, 那么又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而且老者一副先锋倒鼓的模样, 明显和那些一般的街头算命的先生不一样, 说不定真的有一些本事, 老先生, 您老就能算什么? 姻缘? 前途还是, 这个要看你想求什么了? 老者眯着眼睛将面前摆放着的一个竹筒 推到了晴天的跟前, 里面插着许多的竹签, 摇一下, 无论你想问一下, 只要摇个签出来就行, 这种摇签算卦的招数秦大少见得多了, 不光在电视上, 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 尤其是以那些人行天桥上这样的人最为居多, 本来看着老者一副先锋倒鼓的样子, 秦大少还以为这位老者与其他的算命先生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没想到, 居然也是这种老掉牙的招数, 摇一下就摇一下吧, 虽然对于老者的那种特别的感觉消失, 不过秦天还是一眼摇了起来, 反正既然都过来了, 摇一下看看又何妨, 很快一根竹签掉落, 老者拿起竹签看了一眼, 脸色就变得凝重了起来, 小施主, 你这是下下之签, 所有签里面最差的一签, 而且老夫管你印堂发黑, 最近一段时间必有血光之灾, 靠, 老头, 哪有你这么骤人的, 信不信我现在就砸了你的瘫子, 秦大少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道, 最近刚刚得到了可以透视健保治病的逆天异能, 这老头竟然说自己有血光之灾, 还真不是一般的扯淡, 小施主, 出家人不打狂语, 老者一脸凝重地道, 少装算, 我再来摇一次看看, 这一次我再摇出个其他的签看你, 还能怎么说, 说完, 秦天接续抢过竹筒摇晃了起来, 他倒是很想看看, 等会摇出了个其他的签之外, 这老者怎么说, 老者没有说话, 露出一副神秘的笑容, 很快, 一根竹签掉落, 这一次, 依旧是下下之签, 怎么样, 老夫说了, 你硬堂发黑, 必有血光之灾, 而且就在眼前, 就算你继续摇下去, 依旧是同样的结果, 老者神神叨叨地继续倒, 你嘛, 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 秦大少抓起竹筒, 继续摇晃了起来, 第三次, 依旧如此, 第四次, 也是如此, 第五次, 亦是同样的结果, 秦大少足足摇晃了十几次, 依旧是同样的结果, 怎么样, 老夫说的没错吧, 相逢即是缘分, 今天看在咱们有缘相逢的份上, 老夫就帮你, 化解了眼前的灾难, 老者继续倒, 少废话, 想要钱不是, 没钱, 毛钱没有, 本来秦天来的时候, 打算随便丢给这老头几百块钱得了, 不过现在, 老者的话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完全打消了这个念头, 老头, 你这里的竹签, 都是下下之签吗? 秦大少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突然间道, 说着将竹筒里的竹签全部倒了出来, 查看了起来, 一看之下, 还真的和他猜想中的一样, 这额全是下下之签, 你妈的, 还真是这样, 秦大少早就见多了这样的骗局, 要么全都是下下之签, 装神弄鬼吓唬人骗钱, 要么全是上上之签, 然后讨要什么洗钱, 没好气的冲着老者翻了个白眼道, 老头, 这下还有什么好说的? 老者依旧一副淡然的神色, 丝毫没有办法把戏被揭穿得尴尬, 小施主, 不听老夫言, 吃亏就在眼前, 秦大少没有说话, 只是一脸不屑的鄙夷竖起了一根中指就要离开, 是他, 就是这小子, 大家伙快点上给我抓住这小子, 就在此时, 一道大喝声响起, 晴天回头, 发现身后不远的地方, 十几个一身黑衣的标形大汉, 一脸凶神恶煞地盯着自己冲了过来, 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 看到这些向着自己冲过来的一群黑衣人, 晴天疑惑地琢磨了起来, 他不记得这些天自己得罪过什么厉害的大人物, 真要是算起来的话, 也就只有理量和学校的教务主任曹振东, 可是眼前冲过来的这一群十几号黑衣人, 一眼就可以看出绝对一群训练有素的保镖, 以理量和曹振东的身份, 断然没有这个能耐的, 小子, 识相的话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 我们少爷要见你, 眨眼的功夫, 十几黑衣标形大汉就冲了过来, 将晴天围在了正中央的位置, 你们少爷, 不认识, 抱歉没空, 晴天想都不想, 就一口回绝了过去, 虽然收拾过一群混混之后, 他对自己的身手信心暴增, 但是眼前的这十几号黑衣人, 摆明了就是一些恋家子, 完全不是那些普通的地痞混混可以比拟的, 秦大少不敢确定, 自己就一定是这些人的对手, 小子, 我们家二少爷要见你, 这次你去也待去, 不去也待去, 一群十几号黑衣人中, 一个光头往前跨出一步, 一脸阴狠的道, 看样子, 在这群黑衣人之中应该处于头领的位置, 怎么, 莫非你们现在还敢在大街上当众绑架不成, 晴天不屑的道, 现在正是下班的高峰时期, 道路两旁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很多, 而且偶尔还会有巡逻的警车经过, 他不相信, 这帮黑衣人有那么大的胆子, 敢在这样的时间当众帮人, 光头男不屑的笑了起来, 片刻之后, 笑声止住, 画风陡然一转冰冷的道, 上, 一个个都手脚力锁点, 快点给我把这小子的绑起来, 花音落下, 一群黑衣人就动了, 动作很快, 向着晴天围过去, 就要把人给绑走, 在他们看来, 晴天的模样不过是一个手无腹机之力的附加阔少而已, 完全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秦大少傻眼了, 没想到这帮人还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竟然敢在这个时间对他动手, 你马的, 豁出去了, 秦大少暗自咒骂了一句, 毫不退缩地迎了上去, 其实这个时候, 心里完全没有底气的秦大少原本想跑, 可是四周已经被十几号黑衣人给团团围了起来, 完全没有退路, 无奈的秦大少只能选择硬拼, 还敢还手, 一群黑衣人有些诧异地冷了一下, 在他们看来, 晴天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束手就擒的, 不过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晴天竟然还敢还手, 一个黑衣人咒防不及之下, 被晴天一脚踹到了小腹的位置, 整个人连一声惨叫的声音都没有发出, 沉闷地哼了一声之后, 直接眼前一黑,脖子一歪昏死了过去, 什么? 眼前突然间出现的变故, 倒是让其他黑衣人全都不约而同地傻愣了一下, 他们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毫无腹肌之力的附加阔少, 竟然也是个练家子, 而且身手还相当不俗是个高手, 他们这群人全都是训练有素的特种兵出身, 对于彼此之间的实力十分清楚, 除了领头的光头男之外, 其他人中任何一个人想要一脚踹昏, 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马德, 都给老子上, 弄死这小子, 领头的光头叫嚷着, 抽出随身携带的钢管, 对准晴天的脑门劈了过去, 随着他的动作, 其他的黑衣人也都纷纷抽出随身携带的钢管, 橡胶棒, 狼牙棒之类的东西, 跟着论起来朝着晴天的脑门招呼了过去, 秦大少有些慌乱了, 这么多人全都挥舞着手里的钢管之类的东西, 一时间他还真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 只是瞬间, 秦大少的手臂上已经被一把片刀给划出了一道口子, 伤口处, 鲜红的血液已经喷了出来, 一群人带着家伙欺负一个人, 算什么本事, 就在此时, 之前算卦的那个先锋倒鼓模样的老者, 忽然开口淡淡的道, 突然间响起的声音, 倒是让一群黑衣人暂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目光凶狠地转到了算卦的这位老者身上, 哪里来的算卦的老头, 滚, 老者没有说话, 目光缓缓地扫射过众人, 然后整个人突然间动了, 就像是一道残影闪过, 瞬间整个人就不见了踪影, 待到再次出现在众人的眼前的时候, 老者已经出现在了这群黑衣人的包围圈内, 站在晴天的身前, 小施主, 怎么样, 老夫早就说了你硬堂发黑, 今天必有血光之灾, 老夫没说错吧, 老者笑眯眯地盯着晴天道, 依旧是那么一副猥琐的笑容, 但是落在晴天的眼中, 却完全变出了另外一种感觉, 奶奶的, 这老头居然还真是个厉害的人物, 秦大少使劲地吞了口吐沫, 暗自嘀咕道, 虽然老者没有出手, 但是单凭刚才移动的速度就可以判断出, 这是一个绝对的高手, 那种感觉, 就像是电影里的瞬间转移一样, 老头, 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耽误了我们家二少爷的好事, 就算你再好的本事, 也要小心了, 一群黑衣人也意识到了老者的不凡, 短暂的失神过后, 回头神来的光头难威胁道, 你们家二少, 别说是那个小兔崽子, 就算是你们家老爷来了, 也不敢这么和老夫说话, 老者淡淡地道, 话音落下, 整个人浑身的气势就发生了变化, 一瞬间, 这群黑衣人都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 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他们每个人的背上, 都压了一座大山一般, 压得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 双腿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 竟是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哆嗦了起来, 扑通,扑通,扑通, 片刻之后, 一群黑衣人竟然全都不由自主地跪倒在了地上, 面色苍白, 额头上抖大的汗珠一出, 巴达巴达地不停地低落了下来, 此时, 这群黑衣人看向老者的眼神完全变得惊恐了起来, 就算他们是一些身手厉害的恋家子, 但是毕竟只是普通的正常人, 老者表现出来的实力完全已经超乎了常人的想象, 如果不是亲身体会, 他们绝对不会相信, 竟然会有人单凭身上的气势, 就可以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这群黑衣人心中, 此时全都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畏惧, 尼玛, 这也太变态了吧, 秦大少此时也完全傻愣在了那里, 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这群跪在地上的黑衣人和老者, 他怎么也搞不明白, 这群黑衣人就这么被老者盯着之后, 竟然会一个个地跪倒在地上, 露出如此一副惊恐的神色, 秦大少并不知道, 这一切其实只是因为老者可以完美地控制自身释放出去的压力, 把压力全都释放到了一群黑衣人身上, 并没有丝毫外泄, 而他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并没有感觉出什么不妥的, 滚吧, 收回一身伶俐的气势, 老者淡淡地摆了摆手, 压力瞬间消失, 一群黑衣人如获重视, 这个平日里听上去无比刺耳的声音, 此时落在他们的耳朵里, 反倒成了醉悦耳的声音, 这些人顾不上捡起掉落地面的钢管, 橡胶棒, 狼牙棒之类的东西, 浪费逃窜, 相逢极是缘分, 今天老夫就看在有缘一场的份上, 免费帮你化解了这场灾难, 目光落到擎天身上, 老者一脸淡然地道, 老头, 你到底是不是人啊? 擎天一脸惊呆地道, 依旧还没有从刚才那种震惊的状态中回过神来, 老者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太过恐怖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绝对不相信竟然有人有如此的身手, 那种感觉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古灵高手, 或者是那些现代修真小说里的古武高手一般, 瞬间一动, 气场, 实在太可怕了, 你小子,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老夫好歹也算是你的半个救命恩人, 不知道知恩图报也就算了, 居然还骂老夫, 你个小没良心的, 老者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道, 完全没有之前半分高手的姿态, 老先生, 师父, 教我功夫吧, 回过神来, 秦大少一把拉住老者激动的道, 如果能拜老者为师, 学会刚才那一招办事的本领, 以后岂不是就天下无敌了? 老夫说过, 相逢即是缘分, 原本老夫就看你根古齐家, 是个上好的练武的料子, 打算传授你一本上等的武学, 老者一脸淡然地道, 说着从怀里的灰山中, 摸出了一本古朴破旧的书籍道, 这本轩缘玉龙诀你拿去, 以后能修炼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全靠你自己的造化了, 秦大少从老者手中接过这本古朴的书籍, 大概地扫了一下, 封面上几个苍老的自己依旧很清晰, 上面清楚地写着轩缘玉龙诀五个大字, 等到感应到天地原历, 在体内聚集起原历的时候, 再去找我, 将这本轩缘玉龙诀交给秦天之后, 老者叮嘱了一句, 转身离去, 只是瞬间, 整个人就消失了踪影, 就如同从未出现过一半, 看着手中的古朴书籍, 秦大少如获至宝, 慌忙给收了起来, 正要就地拦个出租车, 找个地方包扎一下伤口, 返回家中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你这是怎么了? 手臂怎么受伤了? 还流了这么多血, 张小雅赶过来之后, 慌忙抓住秦天的手臂问道, 下班开车刚好经过这里, 结果看到, 秦天捂着手臂傻站在这里, 手臂上流了很多的血, 连衣经都被鲜血咽红了一大片, 于是就慌忙下车走了过来, 死, 伤口撕裂, 秦天疼得有些倒吸了一口冷气, 啊, 张小雅这才意识到自己用力有些了, 慌忙松手, 今天没上班, 缓了口气, 秦天勉强挤出了一张笑脸, 张小雅今天换下了一身干练的警服, 取而代之的是一身黑色的修身长裙, 裙子很长, 下班了, 张小雅随口回了一句, 盯着秦天手臂上的伤口继续道, 你胳膊上的这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身为一名专业的刑警, 张小雅可以清楚地判断了出来, 秦天手臂上的伤口是刀伤, 而且从伤口的角度来判断, 绝对可以排除自伤的可能, 秦大少的脸色瞬间就哒拉了下来, 一脸郁闷的道,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我就刚在这边下车, 准备打车回家, 结果一群黑衣人冲过来, 莫名其妙地就把我围了起来, 说什么家少爷要见我, 我不去, 他们就动手想要绑我, 然后我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了, 于是就被砍了一刀, 还好最后一辆警车赶了过来, 这才慌乱逃窜, 关于老者的事情, 他并不打算说出来, 毕竟老者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完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就算是说出来的话, 也不一定有人会相信, 秦大少心头现在也很好奇, 他很奇怪, 这些黑衣人是谁派来的, 李亮和曹震东没有这个实力, 可是除了两个又有谁, 什么, 在这里被一群黑衣人围下砍了一刀, 这群黑衣人也太大胆, 太无法无天了吧, 张小雅一脸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可不是吗, 真的是无法无天, 秦大少跟着硬和道, 两个人的距离很近, 居高临下的位置, 刚好可以临口出裸来那一片雪白的肌肤, 对了, 你刚才说, 那群黑衣人说家少爷要见你,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回过神来, 张小雅继续道, 不知道, 要说得罪人肯定得罪过, 不过都是一些小冲突, 完全犯不着动这么大的阵势吧, 而且, 那群黑衣人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保镖, 能触动这么多保镖的, 绝对是能够在咱们安华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这些大人物, 我连解除过都没有, 更不要替得罪他们了, 秦大少郁闷地道, 张小雅想了想, 扶起秦天继续道, 走吧, 我先带你去医院包扎一下, 这件事情, 回头我会调查清楚的, 谢谢了, 秦大少笑呵呵地道, 在张小雅的搀扶下, 秦大少走向了这妞的车子, 惯性的作用, 上车, 秦大少被搀扶到后排座椅的位置上坐下之后, 张小雅上车, 驱车直接去了究竟的一家医院, 对于秦天的印象, 在他心中还是可以的, 说起来两人还真是有缘, 第一次见面是秦天被人打昏了过去, 正好他巡逻经过, 把秦天给救了, 结果第二次爷爷忘记突然犯病, 又被秦天给救了, 现在, 第三次, 正好又是秦天受伤, 被他下班经过发现, 车内的装饰是一水的粉色, 后面的座椅后, 还摆放着几只卡通可爱的小豹熊, 坐在后排靠右侧的位置, 十几分钟之后, 张小雅就驱车到了医院, 此时门诊楼已经下班, 张小雅搀扶起秦天, 直接来到了外科住院部, 找到值班的医生, 为秦天包扎了起来, 医生拿着酒精棉球, 先在秦天的伤口, 仔细地擦拭了起来, 待到把伤口处的情况擦拭完毕, 准备上药包扎缝合伤口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状况, 伤口处, 竟然已经慢慢地愈合了起来, 有一种马上就要结痂的感觉, 这名医生瞬间有些不可思议地张大了嘴巴, 目光在秦天受伤的伤口, 和衣服上的血迹上来回打量了起来, 但从伤口处的情况看, 绝对不是刚刚受过的伤, 起码也要过去了两三天的时间, 可是但从衣服上的破洞和血迹来看, 又确实是刚刚受伤的样子, 医生,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察觉到医生的表情, 张小雅疑惑地道, 问题倒是没什么, 只是他手臂的伤口, 真的是刚刚才受过的伤吗? 回过神来, 医生依旧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没错, 张小雅不明所以的道, 那就真是太奇怪了, 刚受的伤现在居然就有结痂的迹象, 这么奇怪的情况, 我从衣这么多年来, 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医生摇了摇头道, 说着在伤口处撒了一些药粉, 然后便包扎了起来, 片刻之后, 伤口包扎完毕, 两个人一起离开了一样, 你手臂上的伤, 真的是刚刚被人砍伤了, 出了住院部的大楼之后, 张小雅一脸差一的刀, 那名医生说的不错, 这样的刀伤想要结痂, 起码也要几天的时间, 如果晴天真的是刚受的伤的话, 怎么可能这么快结痂呢? 当然了, 你看我衣服上的血迹, 秦大绍兴拉扯了一下自己的衣服的, 好像确实是这样, 不过你这恢复的速度, 未免也太快了吧? 张小雅想了想好想确实如此, 他见到晴天的时候, 衣服上的血迹还没有干呢, 只是这恢复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 简直就是妖面, 这个可能是和我学中医, 然后从小经常用药水浸泡身体有关吧, 秦大绍信口开河, 胡乱编造了个理由, 其实这一切的情况他非常清楚, 全是因为双眼这种特殊能力的作用, 但是他被瓷器碎片划伤双眼本, 以为自己要瞎了的情况下, 居然就很快结痂好了起来, 而且还因祸得福, 得到了可以透视健保, 并且还能强化身体治病的逆天异能, 哦, 文言张小雅淡淡的哦了一声, 虽然觉得这个说法太过牵强, 不过似乎也就只有这样一个解释了, 走吧, 上车我送你回去, 来到停车上, 这妞继续道, 秦天点点头笑了笑道, 这样吧, 你把我送到服装店好了, 我去买身衣服, 不然这个样子回家, 家里人肯定要担心了, 行, 张小雅应了一声, 心头对于秦天的印象再次好了几分, 知道害怕家人为自己担心, 起码说明秦天还是挺有孝心的, 驱车张小雅直接去了一家男士服装店, 到了地方之后, 这妞停下车子, 在秦天下车之后, 又叮嘱了起来, 最近小心一些, 嗯, 秦大少点点头应了一声, 张小雅驱车离开, 秦大少盯着这妞离开的背影, 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直到消失在茫茫车流之中, 才笑呵呵地收回了目光, 这女人倒还很是个热心肠的好女人, 瞧着离开的背影, 秦大少暗自感慨道, 如此漂亮又热心肠, 而且还是个美女锦花的美女, 在如今这个社会, 还真的是不多见, 在这家服装店买了一身新衣服换上之后, 秦大少出门拦了个出租返回家中, 返回家中的路上, 秦大少满脑子都是那个先锋倒鼓老者的模样, 这个老者所表现出来的一切, 实在是太过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实在很难想想一个人竟然能够拥有如此的实力, 就像是那些现代修真小说里的古武者一般, 薛元玉龙觉, 这老头该不会真的是小说中才有的古武者吧, 我该不会是遇到神仙了吧, 将思绪从那个算卦的神秘老者身上收回来, 秦大少又开始回想起了这群黑衣人来, 少爷, 二少, 仔细琢磨了一番, 秦大少终于想起了一个人来, 朱家二少, 朱二扣朱葵, 以朱葵朱二扣的性格, 自己在赌局上最后一把, 将他赢了个精光, 这货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虽然说碍于张东当时没敢怎么样, 但是事后的报复肯定是少不了的, 自己得罪的那些人中也就朱葵有这个实力, 看来以后确实要小心一点, 注意着这个朱二扣了, 回家, 秦大少看到父母一脸愁云的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已经好几天没有抽烟的父亲再次抽上了香烟, 爸, 怎么回事, 难道说工厂又出了什么事情, 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来, 秦大少一脸担心的道, 嗯, 秦妇点点头, 脸色凝重的道, 是不是资金问题, 需要多少钱, 我这里有, 秦大少说着, 掏出那张一个亿的银行卡递了过去, 秦妇冷了一下, 前几天秦天才刚给了他三千五百万, 怎么现在又拿出了一张卡来给自己, 看模样, 这次的钱似乎更多, 这张卡上有多少钱, 秦妇并没有急于接过银行卡, 而是脸色凝重的问道, 一个亿, 秦大少小声的回道, 他已经可以预想到自己说出这个数字之后, 父母脸上表情巨大的变化, 多少, 果然, 一些和秦大少预料中的一样, 父母文言顿时惊呆的张大了嘴巴, 一个亿, 秦大少再次小声的回了一句, 什么, 一个亿, 这些钱你是哪里来的, 秦妇秦母的脸色更加凝重了起来, 一个亿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巅峰时期整个秦家的身价, 无非也不过一个多亿的数目而已, 秦天挠了挠头, 弱弱的把和张东一起参加黑市拍卖会, 然后赌时参加赌局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 不过他并没有提起张东的名字, 只是说了一句朋友, 秦妇秦母脸上的表情更加精彩了, 过了许久之后才缓过神来, 与众心肠地叮嘱了起来, 对于父母的嘱咐, 秦大少连连点头秤势, 不过心头却丝毫不以为然, 父母的担心他理解, 只是在他透视健保的异能作用下, 这些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除非是他故意为之, 秦妇秦母瞧着秦大少如此一副神色, 心头终于缓缓地松了口气出来, 虽然现在自己的儿子确实这样赚了不少钱, 但是幸运之神不可能一直眷顾下去的, 他们见多了因此最后落得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的事情, 其实说起来应该是好事, 张氏集团今天突然找到, 咱们要给咱们家的工厂下一批订单, 脸色缓和下来之后, 秦妇继续道, 订单很大, 我和你妈担心是个骗局, 并没有直接答应下来, 后来我和你妈调查了一下来下订单的那个人, 确实是张氏集团下属产业的一位经理, 主要负责张氏集团下面的服装鞋帽生意, 所以我和你妈才会觉得很奇怪, 张氏集团是咱们安华最大的集团, 这样大的订单, 恐怕肯定会引起无数人争相争夺, 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来找到咱们家, 非要咱们家的工厂, 接下这笔单子不可, 而且还说什么, 后续还会有更多的订单, 秦大少文言顿时就笑了起来, 唉, 原来是这事啊, 爸妈, 这件事情你就别再担心了, 我刚才不是和你们说这次黑市拍卖会和一个朋友一起去的, 我那个朋友就是张东, 张东, 你是说张氏集团的那个张家大少爷, 没错, 就是他, 秦大少笑呵呵的把自己和张东从那枚骨铜壁结石, 再到后面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 然后继续道, 对了, 爸妈, 这件事情今天张哥已经和我说过了, 订单的事情是他吩咐的, 事事无常, 变化万千, 半个月之前家里破产, 还在焦头烂额的秦大少, 怎么也没想到短短的几天时间, 就得到了透视健保治病的这种逆天能力, 教了张东这个安华第一大少, 解决了家里的难关, 转手又赚了一个多亿, 这些事情, 就算是亲身经历, 也依旧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直到现在, 还有一种恍若梦境的感觉, 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听完秦天的讲述, 秦父秦母终于松了一口气出来, 放下了心头的担心, 目光再次落到秦天身上, 秦父秦母觉得自己越来越看不透自己这个儿子了, 短短的数日时间, 这个平日里, 他们认为顽固不学无数的孩子, 竟然先是帮助家里渡过了难关, 然后又接着赚到了以前整个家里的身价, 结识张氏集团的张东, 为家里的工厂拉到源源不断的大顶单, 爸妈, 我还有事, 就先回房休息了, 继续在客厅做了一会, 秦天招呼了一声, 返回房间, 客厅内只剩下秦父秦母两个人, 瞧着秦天的背影, 二人不禁感慨了起来, 秦父感慨的道, 没想到这次家里的危机, 竟然是小天这孩子帮忙给平稳的渡了过去, 是啊, 不仅渡过了难关, 而且还为工厂后面的发展, 创造了更大的机会, 最近这些日子, 天的变化真的是挺大的, 回到房间, 秦天迫不及待的关上房门, 繁琐起来, 然后摸出那本《轩原玉龙诀》慢慢的翻开, 不知道这《轩原玉龙诀》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如同那些现代修真小说里提到的那些修炼之法一样, 带着这种疑惑, 秦大少慢慢翻开了起来, 隐约之中, 秦大少觉得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个领域是他之前所从未接触到的, 甚至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沿着《轩原玉龙诀》的内容往下看去, 越看秦大少越觉得深奥, 这上面讲述的确实是如同他猜想中的一样, 是一本修炼的功法, 主要讲述的是一种聚气之法, 感受天地之间的元气, 将其转化为体内可以吸收的元力储存起来, 只是这种功法好奇怪, 语句都很错乱, 那种感觉就像是弄反了一样, 这本《轩原玉龙诀》上不仅有文字的注解, 上面还有有图解, 修炼起来倒是方便了许多, 想要修炼《轩原玉龙诀》,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感应天地元气的存在, 天地元气是存在于空气中的一种特殊存在, 很难感应, 许多修炼者往往在入门感应天地元气的时候, 就浪费了许多时间, 感应到天地元气之后, 就是第二个重要的环节, 引气入体, 通过运转功法将感应到的天地元气集中起来, 然后转化为可以被身体吸收的元力储存在体内, 引气入体,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可以很好的改善体质, 强化身体, 强化到最高层次, 可以做到金刚不坏之身的地步, 当然这一切对于现在的秦大少来说还很遥远, 首先第一步能不能感受到天地元气的存在都是个问题, 毕竟, 按照这上面的讲述, 感应天地之间天地元气的存在是修炼的基本, 也是最重要最难的一个环节, 收回思绪, 秦天开始按照上面的记载修炼了起来, 闭目, 宁神秉息, 身心合一, 静静地感受起了四周天地中的天地元气, 几乎在秦天进入修炼的同一时间, 安华一处高档的私人会所里面, 一个房间里, 一群黑衣人哆哆嗦嗦地站在那里, 前方还站着一个年轻的阔哨, 如果秦天在这里一定可以认得出来, 这个阔哨不是别人, 正是猪二扣猪奎, 而这群黑衣人正是围抓他的那群黑衣人, 废物, 一群废物, 猪奎恼地咆哮了起来, 派去的这么多人, 全都是退伍的特种兵出身, 这么多人过去, 居然连一个小小的秦天都没能收拾了, 反倒是自己一群人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二少, 这次倒也怪不得我们, 谁知道最后我们居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算卦老头, 算卦的老头, 猪奎挑着眉头道, 没错, 就是一个算卦的老头, 当时, 一群黑衣人之中, 那个领头的光头男, 把当时的事情大概的讲述了一遍, 直到现在, 提起那个算卦的怪老头, 一群人还是一阵心有余悸的感觉, 难道是他? 可是这老头怎么和晴天车上的关系呢? 听完光头男的讲述, 猪奎暗自琢磨了起来, 晴天这边随着修炼的进行, 终于在空气中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东西, 这种东西正是记载中的天地元气, 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元气吗? 睁开眼睛, 晴天似乎看到空气中一丝丝奇怪的气体, 在环绕在半空中, 不停地四处游荡着, 其实这种天地之间神奇的天地元气, 根本是无法看到的, 不过双眼拥有那种特殊的透视能力的晴天, 在感应到天地元气的存在之后, 已经可以在双眼透视的能力之下, 看到这一丝飘荡在空气之中单薄的气体, 好像感应天地元气并没有所说的那么难吧? 秦大少暗自嘀咕了一句, 按照上面的讲述, 有的人困在这一步足足数年, 可是在他看来, 未免也太简单了吧, 不过不足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感应到了天地元气的存在, 感应到天地元气的存在之后, 秦大少开始引气入体, 慢慢地, 随着他的意识, 四周的天地元气开始以他的整个身体为中心, 缓缓地向着他靠拢了过来, 在这种天地元气聚拢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开始源源不断地透过他的呼吸, 以及肌肤表皮的毛孔涌入体内, 元气入体, 随着秦天的意识, 他竟是进入到了一种内饰的状态之中, 身体内的情况, 清晰地出现在秦天的眼前, 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元气入体之后, 慢慢地凝结成一种金黄色的能量丝, 然后汇聚在丹田之内, 这种能量丝很细, 大约只有一根头发丝五分之一的模样, 轩辕玉龙诀上有记载, 晴天之道, 这种东西, 就是天地元气在体内凝实幻化而成的元力, 元力的多少, 与境界直接挂钩, 每当元力增添到一定的力量的时候, 境界就会随之提升, 元气一旦入体, 就一发不可收拾, 片刻之后, 四周空气之中, 如同掀起了一阵疯狂的龙卷风, 源源不断地天地元气, 疯狂地向着晴天所在的位置涌来, 一番隐气入体下来, 晴天发现体内丹田中的那种金色的能量, 已经变成了两根头丝的样子, 不知道这种天地元气在体内转化出的元力, 到底有多大的威力, 能不能像传说中的那样, 排山倒海, 秦大少暗自琢磨到, 一拳轰了出去, 砰, 一声巨响, 墙壁上竟然出现了一道手掌印的痕迹, 你妈的, 这也太变态了吧, 怪不得那算卦的神秘老头, 有那么变态的实力, 秦大少完全惊呆了, 没想到刚刚隐气入体, 竟然就有这种威力, 在墙壁上打出一个手掌印, 这如果继续修炼下去, 岂不是要逆天了, 毕竟如果放在之前, 就算是他的身体, 经过异能改造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这一拳下去, 想要在墙上打出一个手掌印, 也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甚至手掌不被打得血肉模糊就不错了, 小天, 怎么回事啊, 巨大的声响, 惊动的隔壁房间正在熟睡的秦妇秦母, 两人出来慌忙地敲响了房门, 没事没事, 刚刚看电影, 声音不小心开大了, 哦, 秦妇秦母嗷了一声返回房间, 这才放下了心来, 继续引气入体了一番之后, 秦大少发现, 丹田内的那种金色能量并没有明显地增加, 只是原本两根头发丝粗细的能量丝, 似乎变得更加有力度了起来, 秦大少不知道, 他这一夜睡得挺香, 但是有些地方, 全都乱成了一锅粥, 都在疯狂地查找天地元气巨大动荡的原因, 而这一切都是秦大少无意之间造成的, 第二天一大早, 秦大少早早早地就爬了起来, 吃过早饭, 出门拦了个出租, 一路直奔星河大厦, 昨天那位神秘奇怪, 而又强大的算卦老头曾经说过, 如果自己感应到天地元气的存在之后, 就去找他, 轩辕玉龙觉得古朴秘笈里有一张纸条, 上面记着一个电话和地址, 地址正是星河大厦, 车上, 秦天先是拨通了宋宇薇的电话, 刚刚朦朦胧胧地触碰到, 这个平日里, 他完全不敢想象的东西, 秦大少的心头很兴奋, 很好奇, 同时也有很多问题想去弄清楚, 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解决掉的话, 就算是让他去了学校, 也完全没有心思学习, 喂, 秦天, 有事吗? 很快, 电话接通, 宋宇薇的声音响了起来, 宋老师, 那个, 我今天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 能不能再请个假? 说话的时候, 秦大少的底气明显有些不足, 昨天才刚耽误了一天, 今天又要请假, 他甚至想象得到宋宇薇此时的表情, 请假? 怎么又要请假? 虽然说你这次到了学校之后, 补习的进度很快, 但是也不能这样耽误, 三天两头就又要请假, 才不过只上了一天的课, 算上今天已经是第二天请假了, 宋宇薇没好气得到, 宋老师, 我这次是真的有事, 你也知道, 我家里前段时间出了一些事情, 现在虽然度过了难关, 不过还是有许多事情要去处理, 秦天思索着寻找起了理由, 多长时间, 这个具体的我也不大好说, 也可能半天就办完了事情, 也可能需要一天, 秦天想了想到, 他有许多话要问那个神秘的算卦老头, 而且他知道自己感应到天地元气之后, 找到这位老者之后, 必然还会接触到其他更深一层的东西, 所以具体的时间秦天并不敢确认, 不过再晚, 想必今天之内都是可以解决的, 这样, 我再给你半天时间, 中午放学必须赶到我这里补习功课, 宋雨薇想了想到, 这个, 没有什么可视的, 就这么定了, 这妞说着, 不容抗拒地就挂断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嘟嘟的盲音, 秦大少郁闷地搭拉下了脑袋, 半天时间, 这一下可怎么是好, 师父, 快点, 回过神来, 秦大少慌忙地催促了起来, 时间紧迫, 必须尽可能地抓紧时间, 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午放学的时候赶回学校, 兄弟, 这次出租车不是飞机, 再说了, 现在这个点正是上班的高峰期, 交警太多, 查到了要罚款的, 司机不耐烦得到, 够不够, 秦天没有废话, 直接拿出查了一千块钱递了过去, 兄弟, 不是钱的问题, 司机继续道, 不待他话说完, 秦天再次查了一千块钱过去, 兄弟, 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司机师父继续道, 话刚出口, 秦大少又是一千块钱丢了过去, 三千, 一千块钱, 目光不经意间, 扫射到仪表盘上的时速表上的时候, 秦大少不由得傻眼了, 这鸭的竟然在闹市, 把一辆车子的车速开到了120, 你妹的, 你当这是在跑高速呢? 一路上, 这辆出租车经过, 刹车声和鸣笛声不断响起, 秦大少甚至都听到了, 后面司机和行人的咒骂声, 车子穿梭在拥挤的车流中, 沿途甚至有好几次, 都差点与别的车子撞到了一起, 哥们, 你这是在开飞机呢? 想起刚上车那会的事情, 秦大少没好气得到, 放心吧, 你要是赶时间, 坐我这车就绝对没错, 在安华这地方, 单论车技, 不是老哥自夸, 强得过老哥的, 还真没几个, 出租车司机得意的道, 他这话倒不是在吹牛, 这次以前可是地地道道的F1赛车手, 只是后面出了一些变故, 这才心灰意冷地回来, 做了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不过血液里流淌的那种赛车的激情, 是永远都不会流失的, 从秦天家的住处, 到星河大厦正常的情况下, 大约需要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而像现在这个上班高峰期的时间段, 所需要的时间更长, 甚至可能需要四十来分钟, 甚至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不过在这位出租车司机的速度下, 最后愣是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 就赶到了地方, 哥们, 下次飞高一点, 下车, 秦大少心有余悸地道, 自己是说要赶时间, 也是给了这个出租车司机三千块钱, 要他开快一点, 可是尼玛也不用开这么快吧, 直到下车之后, 秦大少还是一阵心有余悸, 哥开的不是车, 开的是寂寞, 出租车司机潇洒地留下一句话, 潇洒地离去, 随着他的离去, 不过片刻的时间, 一对警车呼啸而过, 看模样, 绝对是本着刚刚那辆出租车去的, 星河大厦, 安华当地最顶级的大厦之一, 和张氏集团的集团总部大厦, 并成为安华当地最大, 最豪华的两栋大厦, 星河大厦隶属于金师孙家星河集团的产业, 和张氏集团一样, 星河集团同样是国内顶级的大集团, 世界500强排行前20的大集团, 两者的财力, 以及在国际地位上的影响力, 两者互在伯仲之间, 不过如果单论在华夏国内的情况,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星河集团的背景和实力, 其实是要稍稍地强过张氏集团一些的, 果然不愧是号称安华当地最大的两栋大厦, 星河大厦的气派果然不同凡响, 看着星河大厦那参天耸立的高楼, 秦天暗自感慨了一句, 走了过去, 什么人, 站住, 秦天刚刚走到大厦的门口, 就被两个守门的保安给拦了下来, 这两个保安双手都长满了老姐, 一眼就可以看出, 全都是身手不错的练家子, 绝对不是那些普通保安可以比拟的, 倒是更像私人保镖, 给秦天的感觉和张东的那两个私人保镖给他的, 而感觉差不多, 我来找人, 秦天微微一笑应道, 来的路上他已经和那位神秘而又强大的算卦老头通过电话, 对方告诉他到了大厦去找一个孙云雷的人, 找谁? 两个保安继续道, 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 孙云雷, 秦大少继续道, 你说什么? 孙云雷, 两个保安诧异地张大了嘴巴, 星河大厦隶属于京师的孙家产业, 孙云雷是孙家当代家主的独子, 也是星河集团未来的继承人, 可是孙少不过才刚当到了安华而已, 这小子怎么就知道孙少来了这里? 毕竟孙少来到这里的事情可是绝对的秘密, 很少有人知道, 除了他们两个贴身跟随的保镖之外, 也就只有这里分布的最高负责人才知道, 其他人绝对得不到任何消息, 更重要的是, 秦天的面孔很面生, 这更加加重了他们心中的疑惑, 孙少不在, 两个保镖淡淡地回道, 不在, 不可能吧, 我来的时候刚刚打过电话, 他们说让我到这里直接去找一个孙云雷的人, 秦大少迟疑了片刻, 皱了皱眉头道, 是不是你们搞错了? 要不这样, 你们让开, 我进去找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说吧, 秦天就要往里面走去, 不过两个保镖再次挡住了他的去路, 干嘛呢? 说了孙少不在就是不在, 两个保镖此时, 说起话来已经有些语气不善了起来, 在不在, 你们让我进去找找不就知道了, 我都说过了,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有人让我到这里来找一个孙云雷的人, 秦大少耐着性子解释道, 谁让你找孙少的你, 就去找谁去, 两个保镖也有些耐烦了起来, 有人让你来找孙少? 真是开玩笑, 你妈的, 秦大少郁闷地嘀咕了一句, 看了看两个守门的保镖, 本想直接往里面冲进去, 不过想了想, 还是算了, 以他现在已经感应到天地元气, 可以做到隐气入体的地步, 这两个保镖虽然伸手不凡, 但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 毕竟, 他现在可是能直接在墙壁上打出手印来的, 这可绝对不是正常人所能做到的地步, 你就是秦天吧? 就在此时, 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 直接走到秦天的跟前停了下来, 年轻人大约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个头很高, 很挺拔, 虽然目光落到秦天身上, 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但是却让秦大少感觉到了一种强大的压力, 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种很强的气势, 孙少, 两个保安慌忙打起了招呼, 没错, 我就是秦天, 秦大少淡淡地硬道, 从连个保安的称呼中, 他已经猜到了年轻人的身份, 我是孙云雷, 古老在上面等你, 你和我一起来吧, 确定了秦天的身份之后, 孙云雷笑呵呵地道, 古老原来那神秘强大的算卦老头姓古啊, 两人一起走了进去, 秦大少笑呵呵地道, 孙云雷给他的感觉很随和, 不自觉的两个人的关系就拉近了许多, 神秘强大的算卦老头, 秦老弟敢这么称呼古老的, 也就你独一份了, 孙哥, 你和古老什么关系? 秦大少好奇地问道, 几步路说话间的功夫过后, 两个人就变得熟络了起来, 以至于相互之间的称呼都发生了变化, 这个, 说起来古老算是我的师父, 不过我目前只是个记名弟子, 师父他老人家还没答应我正式拜师呢, 孙云雷郁闷地道, 他一直想拜师成为古老的正式弟子, 可是古老坚决不同意, 这道真是个令人头疼郁闷的事情, 古老所在的地方在星河大厦的最顶层, 从一楼到顶层有专属的直搭电梯, 说话间的功夫, 两人已经乘坐专属直搭电梯, 来到了最顶楼的地方, 穿过一道长长的走廊, 有一个通往楼顶区的台阶, 孙云雷带着晴天走过去之后, 示意晴天站在这里稍等片刻, 他则推开门走了进去, 古老, 人已经到了, 古老点点头, 你去吧, 让他进来, 是, 古老, 孙云雷应了一声, 转身退了出去, 来到通道的入口处, 孙云雷笑呵呵地招呼道, 去吧, 古老让你过去, 行, 那我先过去了, 秦大少笑呵呵地招呼了一句, 走上最顶层的天台, 上来之后, 秦大少这才发现, 天台之上别有洞天, 竟然有小桥流水的风景, 还有一盘各色各样的奇花异草, 有许多都是他之前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 来了, 坐吧, 地面上对立着摆放了两张蒲团, 古老此事盘西而坐在一张蒲团之上, 表情很淡然, 仿佛给人一种泰山崩于眼前都无动于衷的感觉, 老头, 现在你的模样倒是还有几分世外高人的模样, 晴天笑呵呵地走了过去, 学着古老的模样盘西而坐,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这个神秘而又强大的算卦老头如此一副淡然的模样, 他实在很难相信, 这和昨天那个弄了一堆全都是下下签的竹签忽悠自己, 唯唯琐琐的老头是同一个人, 什么意思啊, 合着你说老夫昨天的样子就不像世外高人了, 古老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道, 再说了, 世外高人就一定要是那种冰冷如霜,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才算是世外高人, 老夫那叫活得洒脱, 率性而为, 晴天呵呵一乐, 老头, 这就对了吗, 你这个样子给人的感觉挺舒服的吗, 别像刚才, 搞得我都有些压力山大, 说吧, 乖干嘛, 古老瞇着眼睛道, 早上晴天给他打电话过要过来找自己, 当时他倒是没有多问,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反正正好他也想找晴天聊聊修炼的事情, 既然要把晴天带入一个关于鼓舞者全新的世界, 自然要把这里面的事情更多的告知晴天一些, 你让我过来找你的啊, 晴大少郁闷的道, 明明是这老头说要自己感应到天地元气之后就过来找他, 怎么现在反倒是问起自己来干嘛呢, 我让你来找我的, 这下轮到古老郁闷了, 他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怎么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对啊, 你说等我感应到天地元气的存在之后, 就按照你给我留下的联系方式, 过来找你, 晴大少道, 没错, 我是这么说过, 可是, 古老话说到一半, 突然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你已经感应到天地元气的存在了, 嗯, 说起来这好像没什么难的, 我只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就感应到了天地元气的存在, 晴大少小声地道, 嘎, 古老惊呆的嘴巴张得更大了, 虽然他是因为看出晴天体质不凡在, 这才动了收徒的念头, 出手相救并传授晴天宣元玉龙诀, 但是他却怎么也没想到, 才不过一个晚上的时间, 晴天竟然就真的感受到了天地元气, 而且, 按照晴天自己的说法, 其实从修炼宣元玉龙诀道, 感应到天地元气的存在, 只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而已, 这样的速度, 恐怕已经不能用天才, 妖孽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了, 他曾经想象过, 晴天感应到天地元气所需要的时间, 但是怎么都没想到, 竟然只是一天的时间, 准确地说, 是仅仅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而已, 喂, 老头, 别这个样子, 很吓人的, 秦大少双手在古老的眼前晃悠了几下, 你小子, 一点都不知道尊师重道, 好歹我把薛渊玉龙诀传授于你, 也算是你的半个师父, 有你这么和师父说话的吗? 回过神来, 古老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继续道, 既然你已经感应到了天地元气, 想必, 那你也一定引气入体, 在丹田内结成元力了吧? 修炼意图, 最难的就是天地元气的感应, 有不少人正是因为卡在这个地方, 一生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 只能转而练体, 至于第二个重要部分, 引气入体, 气势则容易了许多, 只要可以感应到天地元气的存在, 按照功法的运转都可以做到, 半个师父, 您老要是真正的收我为徒, 将一身本事都传授于我, 我保证以后, 对您老毕恭毕敬的, 给您老养老送终都没有问题, 秦大少呵呵一乐, 继续道, 元力, 不知道您老说的, 是不是丹田中那如同头发丝粗细的金色东西, 虽然说按照上面的记载, 原气入体会凝结成原力储存在体内的丹田中, 但是却并没有说明, 原气入体转化为原力储存在丹田之中的时候, 会凝结成实质化的东西, 什么, 古老本来听到秦大少前面那话, 正不爽的, 想要呵斥两句, 不过等到秦大少把话说话的时候, 整个人就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半嗓没能说出话来, 原气入体结丹, 他怎么也没想到, 秦天竟然直接走到了这一步, 按照正常修炼的进度, 只有引气入体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 秦天竟然在原气入体之后, 原力竟然直接就进行了结丹, 古老, 有什么问题吗? 从古老震惊的表情中, 秦大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意, 一脸担心道, 尤其是想起修炼的感觉到的问题, 秦大少更是担心地问道, 对了, 古老, 还有个事情我要问你呢? 什么事? 你给我的那本功法, 怎么读起来感觉怪怪的?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全都弄反了一样, 秦大少继续道, 弄反了, 不可能吧? 你把那本轩辕玉龙诀再给我看看, 秦大少掏出轩辕玉龙诀递了过去, 直接打开指点古老看, 宁老看是不是挺怪的? 你就是这么修炼的, 古老的嘴巴这次张得更大了,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 问题大了, 古老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继续道, 真不知道你小子是怎么修炼的, 这样修炼也能被你感应到天地元气, 然后直接元气入体元力结丹, 真是怪了, 看来你小子不仅体质特殊, 是个怪胎, 而且也是个修炼的怪胎, 他看得很透彻, 秦天的体质绝对属于修炼者中千百年之中难得一遇的特殊体质, 这种人的体质可以说完全就是为了修炼而生, 修炼的速度就算是与那些所谓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比起来, 也绝对是一日千里, 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会不管什么祖师爷的规矩, 把本门绝不外传的顶级修炼心法传授给了秦天, 当然古老爷有自己的打算, 收了秦天做自己的徒弟, 这样以来也不算是违背了祖师爷的教训, 您老就别打雅弥了, 快点说说我修炼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该不会是你给我的秘籍弄错了吧, 秦大少着急地道, 扯淡,这东西可是货真价实的宝贝, 怎么能错了, 只是你自己修炼反了而已, 古老爷好气得道, 你不知道像这种古籍, 都是要从后往前字, 往左一行一行的看的吗? 啊, 这次轮到秦大少傻眼了, 怪不得他修炼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 那种感觉就好像弄反了一样,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被他搞反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回过神来, 秦大少一脸郁闷的道, 这个我怎么知道, 谁知道你小子竟然到着修炼 也能炼成, 还直接圆气入体之后, 直接就原理结单, 你小子, 古籍的基础常识, 你就不懂吗? 古老美好气得道, 古籍? 你还好意思说, 就你这秘籍, 除了封面看上去有些古谱之外, 里面的内容完全就是现代印刷的简体字, 你也好意思说是古籍, 秦大少郁闷地翻了个白眼, 回到家中翻看起轩缘玉龙诀, 按照上面的记载开始修炼的时候, 秦大少才发现, 里面的内容完全是现代的印刷, 不过想了想古老变态的实力, 他迟疑了一下, 倒是并没有怀疑, 照着上面描述的东西就修炼了起来, 这个, 古老有些窘迫地挠了挠头, 里面的内容坏掉了, 我从心找人打了一份, 倒也怪我没有及时提醒你, 现在怎么办, 要不我再重新修炼, 秦大少更加郁闷了, 不行, 重新修炼的话, 绝对不可以, 古老立刻表示坚决地反对, 古武者的修炼, 每一个人都只能修炼一种心法, 而且要从一而终不能更改, 如果随意变化修来功法的话, 轻则两者都不能修炼有成, 重则走火入魔, 反正你小子反着修炼的结果还不错, 直接就原理结单了, 那就继续反着修炼吧, 看看以后到底能练成什么样子, 靠, 不是吧, 这么一来, 那我以后要是成不了超级高手怎么办, 晴天郁闷地道, 好不容易接触到了古武者的世界, 也得到了顶级的修炼功法, 结果却只是因为遇到一个不太靠谱的老头, 最后阴差阳错地道着修炼, 如果因此而不成为超级高手, 那可就真是太郁闷了, 这个倒也不一定, 既然你能直接原理结单, 说不定将来的成就更大, 而且, 你这么一来我倒是有些想起了一件事情来, 古老说着, 相识会议起了一件十分久远的事情, 什么事, 秦大少慌忙问道, 这件事情说来就久远了, 那时候我还小, 才不过刚刚拜入师门, 师父将这本宣言御荣爵传授于我的时候, 我记得师父曾经说过, 当初祖师爷留下这本宣言御荣爵的时候, 曾经说过顺则反逆则先这样的一句话来, 不过当时祖师爷留下这么一句话之后, 就驾鹤西去, 再也没有留下其他的什么话来, 所以, 自打祖师爷往后起, 就没有人弄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现在按照你的情况来看的话, 应该是这本宣言御荣爵可以导致修炼, 当然, 这也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 古老目光落到晴天的身上继续道, 事已至此, 你也不要多想了, 就这么修炼下去吧, 说不定祖师爷留下那句话的秘密, 还真的能在你身上揭晓, 靠, 合着你这是拿我做实验呢, 秦大少郁闷的道, 你小子, 什么实验不实验的, 这话多难听, 你这叫用于尝试, 大胆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古老笑名利的道, 扯淡, 秦大少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道, 好了, 你也别和老夫争论这个了, 事已至此, 就算是你不愿意, 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不然的话, 我已经说过了, 下场只有两个, 要么一事无成, 要么变成一个匪人, 古老继续道, 把你修炼出来的原力展示出来, 给我看看, 秦大少一眼按照轩辕玉龙绝上的记载, 控制体内丹田中的原力, 缓缓地沿着经脉, 流淌响掌心, 一丝丝金黄色的原力, 从那两根凝实化, 如同头发丝一般存在的里面, 也就是古老所说的结丹, 很快就从掌心一出, 如同两团雾气一般, 静静地悬浮在掌心之上, 这一次, 古老再次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老半天的功夫才回过神来, 如此醇厚的原力, 果然不愧是千载难逢的特殊体质, 古老感慨地道, 不同的体质和不同的修炼心法, 感应到天地元气之后, 引气入体, 转化为体内所需要的原力时, 这种原力的纯度, 会因为体质和心法的不同, 有所区别, 纯度越高, 原力的威力就越大, 反之则恰恰刚好相反, 体质? 难道说我的体质就是像那些小说中所描述的天才体质吗? 文言, 秦大少兴奋地道, 天才体质? 算是吧? 古老笑呵呵地道, 秦天的体质已经不能单纯地用天才体质来形容了, 什么叫算是吧? 老头, 说清楚一些, 秦大少有些不舒服了, 这个, 怎么说呢? 其实你的体质比那些所谓的天才体质还要厉害, 说你是天才体质都有些委屈了, 哈哈, 这话听着还不赖, 秦大少兴奋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古老突然间收起了一副嬉笑的表情, 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小子, 既然老夫把你带入了修炼者这个, 你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世界, 所以一些东西, 老夫必须提前和你说清楚了, 秦大少意识到, 古老接下来要说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 收起一副嬉笑的表情, 郑重地看着古老,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确实有一群特殊的存在, 这点想必您也已经猜到了, 没错, 我们就是修炼者, 和那些现在什么网络上流行的都市修真小说上的描述差不多, 在我们华夏国内, 对于修炼者有一个特别的称呼, 俗称古武者, 古老缓缓地讲述了起来, 最后又将古武者的实力划分告诉了秦天, 按照古老的说法, 古武者按照境界可分为天地玄黄四个境界, 当然, 还有传说之中的圣阶高手, 只不过现实之中, 谁都没有亲眼见过圣阶高手的存在, 天地玄黄每个大境界, 又分为四个小境界, 初期, 中期, 巅峰, 以及大圆满, 古武者的修炼, 最重要的是心法, 其次是武技, 心法可以直接决定一个古武者以后可以成长到什么样的地步, 武技则是将体内的元力更大威力地释放出来, 心法武技与古武者的境界一样, 同样分为五个等级, 天地玄黄以及最顶级的圣阶, 每个等级的心法和武技又分为上中下三的品级, 继续交谈了一番, 古老又交给了秦天一本秘籍, 是一种武技, 不过这门武技只是一种最基本的武技, 只有黄阶上品的水准而已, 按照古老的说法, 武技这东西并不同于心法, 实力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如果修炼过高品阶的武技的话, 很容易引起反噬的副作用, 一旦发生这种反噬的副作用, 后果很严重, 老头, 东西我就收下了, 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再过来找你, 告辞了, 收起秘籍, 秦大少站起身来, 大大咧咧地道, 你小子, 知不知道尊师重道, 等你正是收我做徒弟了再说, 秦大少说着, 转身走了出去, 古老暂时并没有答应要收他为徒, 而是要等到压正式步入古武者的行列, 也就是达到黄阶初期的实力时, 才可以让他拜师, 出了顶楼之后, 就遇到了孙云雷, 孙哥, 你怎么还在这里, 看到孙云雷, 秦大少有些吃惊的道, 也没什么事, 等会我还有事要找古老, 所以就在这里后着了, 孙云雷笑呵呵地道, 秦老弟, 怎么样, 我看古老对你好像挺上心的, 是不是要收你为徒啊, 提起收徒的事情, 秦大少就觉得郁闷, 嗨, 别提了, 这老头非说要等我什么时候, 正是达到黄阶初期的实力再说, 孙云雷是古老的记民弟子, 古武者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自然就没有什么秘密而言, 所以秦大少说起话来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什么, 古老还真的要收你为徒, 孙云雷一脸震惊的道, 虽然秦天说古老暂时没有答应收他为徒, 但是古老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只要秦天到了黄阶初期的实力之后, 就正式地收秦天为徒, 这样说来, 拜古老为师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都是逃不掉的了, 成为古老的记民弟子, 孙云雷远比一般人清楚, 想要拜古老为师到底有多难, 而且古老还是古武圈内超然脱俗的高手, 无数人都想拜在古老的名下, 可以说成为古老的弟子, 在古武者的圈子里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也可以说是一道护身符, 毕竟古武者的世界里, 要比这些普通人的世界中要来得的更加现实, 弱肉强食, 这是古武者世界里最血腥残酷的生存法则, 孙哥, 不就是拜师吗, 至于把你激动成这个样子, 秦老爹, 你小子是身在符中不知符啊, 你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想拜在古老的门下为徒吗, 可是古老到现在说起来只收过一个徒弟, 不过关于古老说的这个徒弟, 只是听过传闻并没有听古老自己提起过, 至于记名弟子也就只有我一个而已, 不是吧, 这么说来这老头的名气还是挺大的, 秦大少张大嘴巴道, 没想到古老在古武者的圈子里还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 这一点倒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孙云雷无奈地耸了耸肩, 敢这么称呼古老是个糟老头, 估计放眼全天下也就秦天这么独一份了, 孙哥, 不过这老头虽然暂时没答应收我为徒, 倒是给了我一本武技, 不过只有黄阶上品的品阶而已, 说什么境界不到修炼高品阶的武技的话, 会遭反噬, 我看着老头就是抠门, 秦天没好气得到, 秦老弟, 古老说的没错, 境界不到的话, 修炼过高品阶的武技的话, 确实是会引起反噬的, 而且反噬的后果确实很严重, 孙云雷缓缓地道, 打个比方来说, 原本一个三岁的小孩, 但是却让他可以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成人的力量, 这肯定会造成身体极限的透支, 自然很容易就引起身体巨大的不适, 好像确实是这个道理, 秦大少如有所物地点了点头, 好像确实如此, 倒是他错怪了那老头子, 好了, 我还有事, 就不再送你了, 这是我的电话, 在安华有什么事情的话, 可以打上面这个电话找我, 说话间的功夫, 两人已经下了电梯, 走到了大厦的门口, 孙云雷给了秦天一张名片之后, 转身离开, 秦天收起名片, 有些奇怪的多大亮了两眼, 孙云雷的名片倒是很特殊, 通体漆黑色的名片, 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和姓名, 然后就是一个缩放的安华式地图, 这小子和孙少什么关系, 孙少竟然把自己的黑金名片给了这小子, 秦天离开之后, 之前在他来的时候, 阻拦他的两个保镖差异的道, 作为孙云雷的贴身保镖, 他们十分清楚这种黑金名片的贵重, 其实说起来, 孙云雷才是安华整个地下世界的真正掌控者, 当初孙少被家族派来安华历练, 就是他们两个跟随着来的, 只不过, 孙少控制了整个安华的地下世界之后, 就交给别人打理, 当然, 幕后他依然是实际的掌控者, 其实不止安华, 还有好几个城市的地下世界, 孙云雷都是实际的掌控者, 出门离开星河大厦, 秦大少坐在出租车上, 就迫不及待地翻看起了古老交给自己的武器, 然后按照上面的记载, 控制其体内的原力运转, 然后释放了出去, 当然, 有了在别墅里的经验之后, 原力释放出去的时候, 秦大少刻意地压制了许多, 不过就是如此, 依然产生了很大的威, 碰, 出租车司机正开着车的时候, 前挡风玻璃突然莫名其妙地就碎掉了, 在这辆出租车的前方, 是一辆正在行驶的越野车, 此时越野车剧烈地颤动了起来, 后面一块钢板的地方, 直接凹陷下去了一道痕迹, 突入起来的变故, 经得出租车司机一身冷汗, 幸亏是那种钢化玻璃, 玻璃虽然粉碎之后, 但是仍然粘合在一起, 并没有掉落, 不然的话, 非闹出大问题不可, 秦大少心头也是大吃一惊, 没想到5G增幅原力的威力这么大, 他只是释放出来那么一点点而已的原力, 竟然就有这么大的威力, 师父, 一千块钱你拿着回头换个玻璃吧, 目光落到一脸震惊, 还未回过神来的出租车司机师父身上, 秦大少拿了一千块钱丢过去, 潇洒地下车离开, 留下出租车司机一脸感动地盯着秦大少的背影, 好人啊, 罪魁祸首的秦大少, 反倒成了出租车司机师父眼中的大好人, 再次拦了一个出租车返回学校之后, 正好是放学的时间, 秦天心头暗自松了口气出来, 都要少不了一顿责备, 走进校门, 秦天一路直奔向教职宫的宿舍, 宋宇威的宿舍在二楼最东侧的地方, 秦大少上了二楼之后就沿着走廊向着最东侧的位置走了过去, 走到门前, 正当他准备敲响房门的时候, 却又停了下来, 回想起前天中午的一幕, 秦大少再次缓缓地透视了过去, 随着房门变淡, 再到最后变得完全透明了起来, 房间内的一切清楚地出现在了秦大少的视线之中, 宇威身上系着一个天蓝色的围裙, 正在厨房里忙活着, 随着这妞忙活中弯腰的动作, 纤细若柳的腰肢更加清晰地凸显了出来, 翘臀的位置被撑起一种紧绷绷的感觉, 清晰可见短裙中间那道裤缝线, 当然, 那一双白皙修长的双腿, 永远是最耀眼的存在, 大腿圆润细腻, 光泽十足, 如同出水芙蓉一般, 小腿细消动人, 瞧着, 秦大少再次不受控制地继续透湿了过去, 随着一抹白色的颈身连衣短裙变淡, 然后完全下势之后, 里面乳白色的蕾丝花边清晰地显露了出来, 再往后, 这最后一丝的蕾丝花边也完全消失不见, 只是瞬间, 秦大少的鼻血再次不争气地喷了出来, 喷喷, 捏着鼻子, 秦大少慌忙敲响了房门, 谁? 很快, 宋雨薇的声音就从厨房传了过来, 宋老师, 是我, 秦天, 听到秦天的声音, 宋雨薇慌忙从厨房里跑了出来, 于是, 一个正面大特写再次出现在了秦大少的视线之中, 而且, 伴随着宋雨薇急促小跑的步伐, 那种抖动中上下起伏的模样, 更是带来了一种极大的震撼, 你妈, 真要命, 秦大少郁闷地咒骂了一句, 慌忙停止了那种透视的能力, 还没吃饭呢吧, 稍等一会, 马山就好了, 几乎是房门打开的同时, 宋雨薇的声音就跟着再次响了起来, 不过, 带到这妞房门完全打开之后, 看到秦天捏着鼻子, 上嘴唇的一侧, 还有一些血迹的时候, 顿时就棱在了那里, 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流鼻血了, 这妞震惊得到, 上次秦天来的时候就流鼻血, 这次来的又是同样的事情, 难道说, 她的身体有什么问题? 没事, 上火而已, 秦大少仓促地回了一句, 慌忙进门直奔洗手间的位置, 可能是太过慌乱的缘故, 再加上宋雨薇站在房门的一侧, 秦大少往里跑的时候, 一条手臂很自然地, 就和宋雨薇一侧的胸口, 撞了个正正, 秦大少更加慌乱了, 狼狈逃窜, 宋雨薇这妞子时脸颊, 也有些微微地羞红了起来, 虽然说, 秦天只是无心之举, 而且, 也只是她的学生, 可毕竟男女有别, 洗手间内, 秦大少冲洗一番止住鼻血之后,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些郁闷地皱起了眉头, 每次透视到漂亮女人都是鼻血往外喷, 宋雨薇是如此, 王满的时候亦是如此, 这他妈的算是什么事情, 真是要命, 秦天, 你没事吧? 缓过神来的宋雨薇, 关上房门走过来, 担心地问道, 没事, 宋老师, 我说了, 只是上火而已, 现在已经没事了, 秦天说着, 收回思绪打开房门走了出来, 真没事, 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要不还是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宋雨薇继续道, 最近两次秦天来的时候都是流鼻血, 他倒是真担心, 秦天的身体会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宋老师, 真的只是上火而已, 你就放心吧, 秦大少炯炯地道, 事情的原因他很清楚, 要怪只能怪自己这不争气的鼻子, 不过为了避免宋雨薇的担心, 秦大少继续道, 而且, 我已经去过医院检查了, 真没事, 闻言, 宋雨薇这才算是放下心来, 没事就好, 午饭很丰盛,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按照宋雨薇这妞的说法, 秦天现在正处于长身体的时间, 一定要补充营养, 对此秦大少表示很郁闷, 低着脑袋, 看着牛仔裤的某个闷闷不乐地嘀咕了起来, 自己明明都已经发育得很完善了好不好, 吃过饭, 宋雨薇收拾完毕之后, 就要补功课, 不过当这妞手指放在课本霜, 脑袋刚刚转过去, 抬起头看向秦天的时候, 眉头突然间就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四, 这妞脸色有些难看的倒吸了口冷气, 脖子侧向一边, 一只手紧紧地捏了上去, 宋老师, 你怎么了, 脖子不舒服吗? 秦天担心得到, 宋雨薇点点头, 可能是刚刚扭到了吧, 我学过一些推拿的手法, 要不我给你捏捏吧, 对这些扭伤之类的伤势很有作用, 秦天继续道, 双眼特殊的异能, 已经在美女景花张小雅的爷爷身上做过验证, 秦天相信, 既然可以对血管阻塞产生的积淤有很好的作用, 使起完全恢复, 想必扭伤这点小小的毛病自然是更加没有问题, 真的, 你还学过推拿? 宋雨薇有些难以置信地道, 秦天点点头, 当然了, 我这推拿的手法, 可是跟这一位学了多年, 管用得很呢, 秦大少说着, 心里已经有些小小的激动了起来, 看着宋雨薇扭伤到的脖梗, 她甚至已经感觉到了那一丝肌肤的滑腻和细嫩, 嗯, 那你就给我吧, 宋雨薇说着, 手指在脖子一侧的位置上点了一下, 就是这里, 难受得很, 动一下就觉得疼, 秦天本来是在沙发一旁的椅子上坐着, 此时站起身来走过去, 在沙发上宋雨薇身子的另一侧坐了下去, 双手缓缓地放到了这妞脖梗上的位置, 这妞的脖梗很滑, 很细腻, 入手一种清凉的感觉, 两个人的距离很近, 她的身子几乎已经快要贴在宋雨薇的后背之上, 恍惚中, 伴随着还有阵阵淡淡的体香袭来, 一时间, 秦大嫂不免有些失神了, 那可不行, 如果我转行做推拿了, 那岂不是有很多推拿店的老板要关门大吉, 更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因此失业, 那么残忍的事情我可做不出来, 秦天笑呵呵地道, 再说了, 我可是答应过宋老师你的, 要努力学校, 好靠上一所号的大, 将来不辜负你的期望, 宋雨薇没有说话, 只是笑得更加甜美了起来, 这妞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 很迷人, 有一种笑颜如花的感觉, 瞬间, 秦大嫂觉得自己, 好像沐浴在一处春天盛开的花海之中, 对了, 宋老师, 叔叔的情况怎么样了, 手术的事情安排了吗, 秦天继续道, 还没, 宋雨薇无奈地叹了口气道, 怎么回事, 钱不够吗, 还差多少, 我这里有, 宋雨薇摇了摇头, 不是钱的问题, 本来之前那个主治医生说好的, 已经找到了适合移植的肾脏, 只要手术费交齐了之后就可以手术, 前天晚上, 我过去把手术费交齐了之后, 主治医师也答应了手术的事情, 本来是安排在昨天上午的, 可是到了昨天上午, 这个主治医生莫名其妙地就宣布取消手术, 说什么手术做不了了, 取消手术, 对方说什么原因了吗, 秦天不解的道, 说好的第二天上午做手术, 结果在第二天上午却又宣布手术取消, 这倒真是个奇怪的事情, 宋雨薇摇了摇头, 没有, 只是说手术暂时不能进行, 还要等一等, 我问他什么原因, 对方却什么都不说,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秦大少脸色难看得到, 看来应该是有人故意为难, 不过究竟是谁在背后使的这些小动作呢, 难道是曹振东, 秦大少有些疑惑地琢磨了起来, 想来想去只有这个可能, 宋老师, 曹振东最近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 打过, 昨天上午我刚从医院回来就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说给我三天时间考虑, 想要我爸爸做手术的话就去找他, 宋雨薇点点头道, 有些奇怪的看了秦天一眼, 曹振东给他打电话的事情, 他从来没有提起过, 秦天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果然是他, 秦天冷哼了一声道, 这个曹振东, 本来就打算再给这牲口一点更加深刻的教训, 没想到最近几天忙没顾得上, 这小子倒是主动找上门来了, 刚好, 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狠狠地教训这个牲口一顿, 感应到天地元气, 隐气入体之后, 秦大少现在越来越有自信了, 只要不是遇到真正的鼓舞者, 全都来者误具, 就算是号称全世界最强的米国的海豹突击队来了, 他也不怕, 原力释放出来之后, 可以直接在水泥混浇的墙壁上打出一个掌印了, 这份实力, 绝对不是这些所谓的最强突击队的队员就可以做到的, 你是说主治医生突然改变注意是曹振东搞的鬼, 宋雨薇冷了一下道, 秦天点点头, 当然了, 宋老师, 你想一下, 为什么好好的主治医生突然改变了注意, 而且, 为什么在你得到消息, 刚刚离开医院曹振东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宋雨薇沉默了, 没有说话, 仔细想想, 确实是这个道理, 叔叔的病还能支撑多久, 秦大少转移话题继续道, 前天来这里补功课的时候, 正好碰到曹振东过宋雨薇, 从曹振东来时, 那些威胁的话中, 他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但是可以肯定, 宋老师父亲的病, 必然拖延不了多久的时间了, 这个礼拜必须进行手术, 不然的话, 可能就, 宋雨薇说到这里, 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眼眶之中, 竟是溢出了精英的泪花, 这个礼拜之内, 今天已经是礼拜三了, 那岂不是就只剩下了四天的时间, 秦天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嗯, 宋雨薇脸色难看地点了点头, 秦天心头猛地触动了起来, 都到了这个时候, 宋雨薇居然还关心自己拉下的功课, 真的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老师, 宋老师, 你放心, 叔叔手术的事情, 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目光落到宋雨薇身上, 秦大少语气坚定地说道, 无论如何, 手术的事情, 他都一定要给解决了, 宋雨薇没有说话, 脸色依旧十分沉默, 解决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宋老师, 你放心, 我说过这件事情我来解决, 就一定可以解决的, 秦天双手紧紧地握紧这妞的双臂继续倒, 看着秦天宋雨薇恍惚之中还有一种感觉, 仿佛有这个男人在, 就算是天塌下来也不怕, 这一刻, 在他的眼中, 秦天仿佛不再是一个学生, 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其实这种感觉, 自从秦天教训了那个可恶的教务主任曹振东的时候起, 就已经在他的心头滋生了出来, 嗯, 终于, 宋雨薇重重地点了点头, 走, 咱们现在去医院, 秦天说着, 拉起宋雨薇的手臂就要往外走去, 去医院, 现在去医院, 你不要补习功课了吗? 都这个时候了, 还说什么补习功课的事情, 是叔叔的病要紧, 还是我的功课要紧, 秦天没好气得到, 文言, 宋雨薇倒是沉默了下来, 不再说话, 其实他也担心父亲的病情,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好, 毕竟医院的主治医生不肯安排手术, 他也没有办法, 而且, 宋雨薇甚至已经在心中做出了打算, 如果最后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的话, 就只能去找曹振东了, 秦天拉着宋雨薇的手一路直奔出了校园, 路上倒是被不少学生和老师看了得清清楚楚, 一个个看着眼前的一幕, 目瞪口呆地张大了嘴巴, 全校所有男师生心目中公认的女神, 竟然和秦天拉着手跑出了学校, 这他妈绝对是安华一种特大的头条新闻, 不是吧, 那个不是宋老师, 他怎么和秦天一起出去了, 乖乖的, 这个秦天不会是把宋老师泡到手了吧, 果然不会是咱们安华一种四大嫂之一, 厉害, 真是厉害, 两人谁都没有想到, 就这么出了校门, 居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学校掀起了风年风雨, 出门, 秦大少顺手拦了个出租车, 两人坐上去之后, 直奔像是第一人民医院, 车上秦大少直接给张东去了一个电话, 相信有张东出面的话, 手术的事情一定可以被马上安排, 毕竟单纯靠他的话, 如果是打架他确实是一把好手, 可是想要命令一个主治大夫安排手术, 秦大少自认为自己还没有那份实力, 秦老弟, 有什么事情吗? 很快, 电话接通, 张东那边传来气喘吁吁的声音, 旁边还伴随着一阵女性特有的喘息声, 张哥, 大中午的就活动上了, 也不嫌累, 秦天笑呵呵的道, 这你小子就不懂了吧, 哥们这才叫真正的享受生活, 知道哥们这辈子的人生手则是什么吗? 住最奢华的房子, 开最顶级的豪车, 睡最漂亮的女人, 张东笑呵呵的道, 说吧,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他知道, 这个时间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秦天是绝对不会给他打电话的, 还是你最了解我, 你还别说, 真是有件事情要你帮个忙, 秦天继续道,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再来这些客套话, 我就挂电话了呀, 张东大大咧咧的道, 两人现在的关系, 可以说是完全熟络了起来, 说起话来, 完全不用顾忌什么, 行, 那我就不废话了, 我有个朋友的父亲, 在咱们是第一人民医院住院, 需要做肾脏移植手术, 本来说好的, 交起了手术费, 就开始手术, 可是手术费交起之后, 就在准备手术的第二天上午, 医院的主治大夫突然说, 不能手术了, 所以想让你出面帮忙说一声, 秦天继续道, 宋雨薇坐在一旁没有说话, 听着秦天口中的朋友, 总觉得怪怪的, 不过想想也觉得, 并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除了师生之外, 也确实可以是朋友, 就这点事, 行, 你现在在哪里了, 我开车过去接你, 张东二话不说, 就答应了下来, 不用了, 我现在和我那位朋友, 已经坐上车赶往医院了, 咱们在医院碰面好了, 秦天继续道, 那就这么定了, 我马上就过去, 到了之后, 我再给你打电话, 张东应道, 挂断电话, 秦大少缓缓地松了口气出来, 宋老师, 现在没事了, 你就只管放心了, 有我这位朋友出面, 事情绝对可以轻松解决, 什么朋友, 这么厉害, 宋宇威好奇的道, 张东, 宋宇威冷了一下, 片刻之后,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一脸惊呆的道, 你说的是张氏集团的那个继承人, 号称安华第一大少的张东, 安华一中, 现在其实是隶属于张氏集团的一个下属产业, 所以这些学校的老师, 对于张氏集团还是比较了解的, 毕竟, 这可是他们的一世父母, 在整个安华, 安华一中在教学方面, 无论软硬件的设施, 以及师资力量, 在国内的中学之中, 都处于顶级的水准, 同样, 福利也是同级别中的最高水准, 嗯, 就是他, 秦天点点头道, 宋宇威看向秦天的眼神, 郁佳怪异了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秦天竟然会和张氏集团的张东扯上关系, 而且从刚才秦天打电话的语气中, 可以听得出来, 两人的关系, 似乎还相当不错, 怪不得秦天这小子, 家里的危机那么快就渡过了, 现在看来, 应该是张东的关系, 毕竟以张氏集团的实力, 救活秦家完全没有丝毫的问题, 回想起上次处理曹振东的事情, 校长接到一个电话之后, 态度180度的大转弯, 郑妞继续道, 上一次, 曹振东的事情, 校长接到的那个电话, 是不是就是张东打来的? 嗯, 当然了, 不然的话, 校长那老头子, 怎么可能会不怕得罪教育局的副局长, 也要把曹振东给开除了, 秦天笑呵呵的道, 安华一中是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 校长做出这样的选择, 倒是也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这事情是张东吩咐的, 想必曹振东就算是再恼火, 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 宋宇威暗自嘀咕了一句, 毕竟安华一中确实属于教育部分直接管辖的地方, 但是别忘了, 安华一中也是张氏集团的产业, 更何况开始曹振东的事情, 还是张氏集团的太子爷吩咐的, 其实那件事情倒也不能怪校长, 那样的情况下, 他并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沉默了片刻之后, 宋宇威继续道, 秦天笑了笑, 没有说话, 宋宇威的话不错, 有些时候身在其位身不由己, 有许多事情, 确实是需要考虑多更多其他方面的因素, 没办法, 这是华夏国内的特情, 人情事故在有些时候, 远比其他所有的一切更重要, 这会已经过了下班的高峰期, 路况很好, 说话间的功夫, 十几分钟已经过去了, 车子缓缓地停靠在了 是第一人民医院的入口处, 秦天和宋宇威下车, 一路直奔向医院的住院部, 不等那个张东了吗? 宋宇威道, 没事, 咱们先上去找那个主治大夫, 一会到了, 他到了会给我打电话的, 秦天笑呵呵地道, 他这样做, 是有他的目的的, 这个可恶的主治大夫, 既然和曹振东狼被围奸,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以趁着这回先好好地 给这个主治大夫一点教训, 也算先给曹振东试个警, 不然等到张东以来, 恐怕就没有动手的机会了, 毕竟以张东的身份, 来了必然要找上医院的大人物, 这个时候, 这个主治大夫, 还不是乖得跟孙子一样, 想要动手教训这牲口的话, 恐怕找不到合适的借口, 宋宇威父亲在住院部 十七楼的心胸外科, 两人上来之后, 宋宇威本来是想先去看一下父亲的, 不过被秦天给拦了下来, 宋老师, 我看, 咱们还是先把手术的问题解决完了之后, 再去看望叔叔吧, 这个时候, 还是抓紧时间教训这个主治大夫要紧, 不然的话, 说不定过了这一会的功夫, 张东就到了, 宋宇威想了想就答应了下来, 嗯, 那就等手术的问题解决了吧, 走吧, 咱们现在去找那个主治大夫去, 秦天说着, 拉着宋宇威的手, 向着护士站的方向走了过去, 现在医院的情况基本都是这样, 每层楼的中央有一个护士站, 值班医生以及科室主任的办公室都集中在这个位置, 宋宇威冷了一下, 迟疑了片刻之后, 还是任由秦天拉住自己的手掌走了过去, 这妞心头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尤其是被秦天那宽阔有力的掌心握住自己的手掌时, 心头更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宋宇威经常有一种错觉, 如果自己将来的男朋友能够像秦天这样,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宋老师, 那个主治大夫叫什么? 扭头看了一眼宋宇威, 秦天笑了笑道, 我这是想什么呢? 回过神来, 取走心头杂乱的想法, 这妞缓缓地道, 王文杰, 王文杰, 秦天暗自嘀咕了一句, 继续走向了护士站, 很快, 护士站的位置到了, 秦天笑呵呵地冲着值班的护士打起了招呼, 美女, 请问一下王文杰王医生在吗? 住院部的医生都是轮流值班的, 他并不确定这个时候, 这个王文杰就一定在医院, 还是要先确认一下, 你找王主任啊, 他在办公室里呢? 护士笑回, 以一个甜甜的笑容, 现在的医院, 虽然整体的服务水平还是有些不太好, 不过比起以前已经好了许多, 起码医生和护士的脸色都好看了许多, 谢了, 秦天笑呵呵地道, 拉起宋宇威向着主任办公室的地方走了过去, 没想到这个狗日的居然还是个主任, 真是玷污了医生这个光荣的称厚, 这人看上去好像气势不对, 不会是去找王主任麻烦的吧? 那天气势汹汹离开的势头, 刚刚那名护士道, 看样子像是, 我也有这种感觉, 另外一个护士道, 这个王主任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有人教训, 教训他也好, 只是不知道这小子什么背景, 可别到最后人没教训到, 反倒被王主任叫来保卫科的人给收拾了, 一名护士接过话查道, 在新凶外科住院部, 这些女护士平日里可没少被这个王主任, 不过对方是主任的身份, 又没有什么太过分的动作, 他们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所以, 在这些护士里面, 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王主任都是充满怨气的, 我想起来了, 这女的不是要做肾脏移植手术那位大叔的女儿吗?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王主任突然把手术给取消了, 这么说来, 那就真的是去找麻烦的了, 砰的办公室, 晴天拉着宋宇威走过去之后, 直接一脚就将房门踹开, 一声巨大的踹门声, 顿时再次引起了护士站这些护士纷纷的议论声, 这些人全都把目光转向了办公室的位置, 只是瞬间, 这些护士一个个脸颊全都羞红了起来, 红着脸慌忙收回目光滴下了脑袋, 护士站的位置正好是正对着主人办公室的房门, 随着被踹开的房门, 沙发上的一幕清楚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 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也引起了附近病人和一些陪护人员的注意, 这些人一边走过来, 一边议论纷纷了起来, 怎么回事啊, 看势头要出大事了, 赶紧过去瞧瞧, 王主任的办公室里, 这私党在门前一脸凶狠的道, 小子, 赶快把那些照片给老子删了, 不然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一边说着, 一边直接给保卫科的人打过去了一个电话, 那些照片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对方给传出去的, 不然的话, 他这个主任的位置算是做到头了, 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估计瞬间他就能成了安华当地人尽皆知的大红人, 事情闹大了的话, 别说主任的位置不保, 能不能继续在医院待下去都是个问题, 删了? 王主任, 你觉得这可能吗? 哦, 对了, 我还把这些图片传到微云上了, 晴天淡淡地道, 小子,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把照片删了, 今天的事情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然的话, 休想离开医院, 王主任的目光更加凶狠了起来, 只要晴天还在医院, 他有就把握将对方的手机抢到手, 此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一定要把手机给抢回来, 然后把微云的东西也都给删除了,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晴天不懈地笑了起来, 威胁? 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也可惜, 如果你今天不把照片删除的话, 休想离开医院, 王主任目光凶狠地继续道, 不好意思, 我这人最不喜欢受人威胁, 有本事的话, 自己过来拿, 晴天笑眯眯地道, 说着摇晃起了手中的手机, 王主任不再理会晴天, 把目光转向宋雨薇继续道, 宋雨薇, 你还想不想给你父亲治病吗? 手术还到底要不要做了? 竟然还敢打送老师的主意, 晴天暗自冷哼了一声, 随着王主任盯着宋雨薇的眼神, 他清楚地看到了眼底深处那一丝的邪恶, 你答应给我父亲做手术了? 宋雨薇冷了一下道, 只要你把这小子把照片删了, 我就给你父亲安排手术的事情, 王主任信誓旦旦地道, 其实他早就打定了主意, 等到照片删除之后, 再好好地教训晴天, 至于说手术的事情, 开玩笑, 保卫科那边他已经通知了, 如果晴天自己不删除的话, 等惠人一到自己就抢过来删了,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 等到保卫科的人到达, 期间绝对不能让晴天把照片发出去, 当然, 如果能够骗过去, 说动晴天主动把照片给删除了, 自然是最好不过, 宋老师别听这个狗日的东西的话, 晴天淡淡地道, 目光落到王主任的身上继续道, 王主任, 恐怕就算是我真的把这些相片删了, 你也不一定会安排手术的事情吧, 王主任一种被说穿心思的僵硬, 不过只是瞬间就完全恢复了过来, 你放心, 我说话向来说话算话, 只要你把照片彻底删了, 我马上就安排手术的事情, 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王主任, 这些骗人的把戏, 你就别再玩了, 说话算话, 你如果真的说话算话的话, 也不会把安排好的手术取消了吧, 晴天淡淡地道, 宋雨薇, 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要不要给你父亲安排手术, 你自己做选择吧, 依你父亲的情况来看, 可是拖不了几天了, 没有理会晴天, 王主任把目光转到宋雨薇的身上继续道, 毕竟相比较于晴天来说, 宋雨薇才是一个更好的突破口, 而且也更能拖延时间, 这个宋雨薇有些为难了起来, 如果王主任真的按照他所说的, 删了照片就安排手术, 自然是最好不过的, 可是万一删了照片, 对方耍赖不安排手术的话怎么办, 别担心, 以后张哥来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就算是他不安排手术, 自然会有人安排手术的, 晴天投过去一个安慰的眼神道, 宋雨薇文言顿时就放下了心来, 晴天说的不错, 凭借张东的关系, 就算是王主任不安排手术, 自然还有其他人安排手术, 什么张哥里哥的, 在这心胸外科住院部, 没我点头的话, 谁也别想安排手术, 王主任霸气十足的道, 医院一个主管业务的副院长, 是他的二叔, 可以说, 在安华是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的住院部, 完全是他一个人的, 如果他不安排手术的话, 没人敢多说什么的, 除非是院长出面, 王主任,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曹振东在背后指示的, 对吗? 目光落到王主任身上, 晴天继续道, 曹振东? 我不知道, 你说的这人是谁, 王主任眼底闪过一丝慌乱道, 真的不知道, 那我再给你仔细说说, 以前安华一种的教务主任, 不知所谓, 到底要不要安排手术, 你们再考虑考虑吧, 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王主任继续道, 行了, 王主任, 你就别再玩你这些骗人的把戏了, 我知道, 你现在无非是想拖延时间而已, 如果能骗过我删了照片自然最好, 如果骗不过去, 就拖延到你们医院保卫科的人过来, 把我手机抢过去, 强行删除了, 对不对, 晴天继续道, 没错, 我就是在拖延时间, 算了算时间, 保卫科的人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狠地落在晴天的身上, 不加掩饰的道, 小子, 保卫科的人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打扰了老子的好事, 今天老子要你好看, 说完, 王主任把目光落到宋宇薇的身上继续道, 想给你父亲做手术, 做梦去吧, 告诉你, 别整那些什么张哥里更没用的东西, 没有我的点头, 在这心胸外科住院部, 没有我的点头, 谁也做不了这个手术, 是吗? 不知道王主任打算要我怎么好看呢? 晴天不懈地笑了起来, 手术的事情, 他压根就不担心, 只要张东到了之后, 一切绝对可以轻松解决, 你觉得呢? 王主任的脸色更加阴狠了起来, 小子, 等会希望你还能笑得出来, 我保证今天让你躺着被抬出这间办公室的房门, 喷, 晴天不再废话, 直接一脚就踹在了王主任的小腹上, 来的时候, 他就做好打算要狠狠地教训教训这个与曹震东狼狈为奸的王主任, 没想到进门居然撞到了这丝和一名护士心情造人运动的事情, 这才暂时安耐住了自己的冲动, 陪着王主任耍了一回, 伴随着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声, 王主任直接一屁股蹲在了地上, 双手捂着肚子卷曲在地上, 痛苦地喧应了起来, 晴天这一脚幸亏只是踹在他小腹的位置, 如果再往下一点, 踹到命根子上的话, 那他妈的就真是惨了, 当然, 这一脚还是晴天并没有动用原理的结果, 不然的话, 凭见他可以一掌在赶紧水泥混浇的墙壁上打出掌印的力气, 这一脚不说, 把王主任踹到西天拜见佛祖, 肋骨断上几根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操, 你他妈, 许久之后, 王主任脸色才缓和了起来, 从地上爬起来怒吼着像是晴天就冲了过去, 砰, 晴天接着又是一脚踹了上去, 哦, 王主任还未近身, 话也没来得及说完, 整个人就再次捂着肚子卷曲着身子, 瘫倒在地上惨叫了起来, 办公室里的惨叫声很凄凉, 外面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听着房间内的王主任那熟悉的声音发出的惨叫声, 外面这些人再次纷纷议论了起来, 你妈, 真的动起手来了, 厉害, 这小子真是厉害, 居然跑到办公室里面把王主任给打了, 确实厉害, 奶奶的, 老子什么时候也能治药牛逼医会就好了, 有人在心里一淫道, 幻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么威武霸气一回, 跑到医院住院部主任办公室里, 先是直接把门一脚踹开, 接着再殴打住院部的主任, 这他妈的绝对是新港蛊惑在电影里才有的桥段, 护士站的那些护士, 此时也小声地凑在一起议论了起来, 这小子还真的把王主任打了, 这次事情可是闹大了, 打得好, 这个臭流氓早就应该有人好好教训教训他了, 没错, 终于有人替咱们出了口恶气, 听得出来, 还是有相当多的护士都受过这个王主任的骚扰, 喷喷, 将王主任踹到在地上之后, 晴天继续不停地踹了上去, 一脚接着一脚, 不过他看似杂乱无章地踹上去, 其实每一脚下脚的位置都很有分寸, 全都是一些无关要害的地方, 就算是再怎么踹, 也不会踹出大问题来的, 慢慢地, 刚开始痛苦, 身硬的王主任还一边痛苦地惨叫着, 一边还恶狠狠地咒骂威胁了起来, 不过到了后面就只剩下了惨叫声, 你们说, 会不会闹出人命来? 听着王主任越来越小声的惨叫声, 护士站里的这几个护士担心得到, 踹死了更好, 少了一个臭流氓, 话可不能这么说, 王主任可是医院主管业务的王副院长的侄子, 如果真的出了人命的话, 咱们恐怕都脱不了干系, 一名护士担心得到, 因为主管业务的缘故, 王副院长在医院里的实力很大, 仅次于周院长之外, 虽然说这件事情和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谁也保证这个王副院长会不会在盛怒之下, 把怒气迁怒到他们几个值班护士的身上, 王主任的办公室里, 眼看对方惨叫声越来越小, 挣扎的动作也越来越小, 宋宇威有些担心了起来, 慌忙拉住了秦天, 别打了, 再打下去的话, 闹出人命来怎么办? 这妞真担心, 秦天会把这个王主任给踹死了, 毕竟如果闹出了人命的话, 那就不好交代了, 就算是秦天和张氏集团的张东有不俗的关系, 可是人命案子这个是大事, 谁也保不了他, 没事, 我有份寸, 死不了他的, 秦天笑呵呵地投过去一个安稳的眼神, 不过却也停了下来, 一脚踩在王主任的面门上, 笑眯眯地继续道, 王主任, 现在你还要收拾我吗? 此时, 他那一副笑容, 落在王主任的眼中, 反而成了最可怕的笑容, 在王主任看来, 他的笑容比地狱里魔鬼般的笑容, 还要争鸣令人恐怖, 王主任没有说话, 脸色阴沉着, 眼底闪过一丝疯狂的怨气, 眼前的情况很明显, 如果他再敢多说什么次的话, 恐怕少不了又要一顿暴打, 不说话, 那我来替你说, 秦天笑眯眯地继续道,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在想, 等到医院保卫科的人来了, 好怎么收拾我? 王主任,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王主任依旧没有说话, 虽然他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 不过面对秦天的质问, 哪敢出口, 终于, 走廊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王主任听到这阵急促的脚步声之后, 脸色顿时就变了, 一扫之前的颓废变得兴奋了起来, 他知道, 医院保卫科的人到了, 让一让, 多给我让一让, 一群保卫科的人大约有十几号人, 领头的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人, 这人一马当先在前面开着道, 大声地嚷嚷着, 保卫科的人来了, 这小子这下惨了, 看到保卫科的人赶来之后, 围观者有些担心得到, 没错, 这小子就算再厉害, 也绝对不可能是这十几号人的对手, 护士站几个值班的护士, 瞧着赶来的保卫科人员, 倒是都松了, 一口气出来, 来得还算及时, 这回还能听到王主任小声的轩硬声, 不过随即, 这些人就又替秦天开始担心了起来, 医院里发生一闹的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 这一次, 这个秦天不死也要脱层皮, 更何况, 这一次, 秦天还是在办公室把王主任给打了, 依着这个王主任的性格, 秦天的下场, 绝对比之前那些人要更惨, 砰, 房门本直接撞开之后, 一行十几号身穿医院保卫科制服的保安冲进来之后, 王主任此时终于抬起了头来, 目光阴狠地盯着秦天道, 小子, 你死定了, 领头的中年人进来之后, 慌忙叫上一个保安过去, 一起扶起王主任, 一脸羡眉地道, 王主任, 怎么样, 没事吧, 至于剩下的那些保安, 则是把秦天和宋雨薇团团地围在了中央, 没事, 你他妈的说, 有事没事, 王主任恼怒地咆哮道, 马德, 眼瞅老子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居然还问有事没事, 你他妈眼瞎啊, 王主任, 要不您先去医院瞧瞧, 这里交开, 我来就好, 中年人一脸羡眉地继续道, 这里就是医院, 老子还用往哪里去, 王主任骂骂咧咧地继续道, 说着把目光转向了秦天, 牛逼轰轰地指着秦天道, 马德, 马上老子就让你知道花为什么开得这么厌, 此时, 这牲口终于又恢复了一身的王八之气, 好, 我等着, 秦天笑眯眯地继续道, 凭借他现在的实力, 别说这十几个保安, 就算是十几个号称单兵实力最强的米国海报突击队的人来了, 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嘴巴还挺硬, 老子看你马上还能不能继续硬得起来, 王主任的脸色更加阴沉了起来, 说完他把目光转向领头的这个中年人继续道, 孙科长, 这小子跑到我办公室里来闹事打人, 你们可要好好地给这小子长长心, 王主任放心, 孙科长笑呵呵地回道, 一会动手, 先把手机给我抢过来, 王主任凑到孙科长的跟前, 继续小声地道, 手机? 孙科长冷了一下, 有些不明所以, 让你抢你, 只管赵做就是了, 少来那么多废话, 孙科长不再废话, 示意一个保安过去把门关上, 这种事情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 经验十足, 这种动手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留下任何证据,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如果被人录下来传出去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只要把门关上, 外面看不到里面发生的情况, 就算是他们先翻了天来, 也没有人可以拿到实际性的证据的, 砰, 伴随着房门被紧紧关上的声音, 房间外再次陷入了一阵议润纷纷的声音之中, 惨了, 看样子, 马上就要有大动作了, 尼玛的, 每次的结局都是如此, 就不能来一个反转, 房门关上之后, 孙科长一脸冷笑地盯着晴天道, 小子, 就是你动手打的王主任, 动手, 谁动手了, 操, 老子都被你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居然还敢说, 没有动手, 王主任恼怒的大吼道, 王主任, 你眼瞎呀, 老子明明动得, 是脚好不好, 晴天淡淡地道, 一脸担心的宋语威, 此时也被晴天这一番话, 弄得哭笑不得, 都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 晴天, 怎么办, 这妞担心地道, 宋老师, 你只板放心好了, 就这些酒囊饭带的家伙, 收拾他们, 完全是秒秒钟的事情, 对方那么多人, 你行吗? 宋语威一脸担心地继续道, 刚才动手她, 倒是看出了晴天的身后, 可是现在对方, 可是足足十几号人的, 放心吧, 宋老师, 我可是练过武术的, 晴天信口胡拧道, 武术? 宋语威难以置信地道, 就晴天那一副略显瘦弱的模样, 居然还敢说着自己练过武术, 别看我瘦, 浑身上下全肌肉, 别闹了, 放心吧, 等会我就会证明给你看, 我的实力不是吹吹的, 晴天笑呵呵地继续道, 终于, 宋语威彻底败下阵来, 不再说话, 小子, 我倒真是有些佩服你的勇气, 都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有心思废话, 王主任眯着眼睛道, 说完话锋陡然一转, 对着晴天一巴掌就抽了过去, 麻痹的, 老子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在他看来, 都这个时候了, 说是晴天, 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时候, 晴天居然还敢还手, 碰, 晴天抬脚, 不带王主任一巴掌抽过来, 就一脚狠狠地踹了上去, 伴随着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声, 王主任再次捂着肚子惨叫了起来, 整个人卷曲地瘫倒在地上, 脸色苍白, 尼玛, 什么情况, 这声音好像是王主任的, 确实是王主任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 听到王主任再次响起的惨叫声, 外面的围观者有些诧异地一轮了起来, 此时, 护士站的几个护士, 也全都是一脸相同的疑惑, 办公室内, 孙科长慌忙上前, 想要搀扶起王主任, 不过他刚刚挽起王主任的手臂, 想要把对方拉起来的时候, 王主任更加痛苦地惨叫了起来, 松手, 你他妈的快点撒手, 王主任的身子被拉扯起来, 伴随着小腹出那种刺痛感更加强烈了起来, 这撕扯着嗓子吆喝道, 孙科长文言知道自己搀扶起王主任的时候, 牵动了对方的伤势, 慌忙撒手, 扑通, 王主任瞬间扑通一声跌倒在了地上, 你马的, 不会慢一点啊, 孙科长文言又要上前扶起王主任, 吓得对方连连摆手, 上, 给老子把这小子往死里招呼, 恼怒的目光转向秦天, 王主任怒气冲冲地抱和了起来, 当着这么多保卫科保安的面, 足足十几号标形大汉, 秦天在这个时候还敢动手, 确实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这更让王主任有一种恼羞成怒的疯狂, 孙科长一个眼神示意了过去, 一群保卫科的成员向着秦天再次逼近了过去, 而他更是一马当先地冲了上去, 打算从秦天手中将手机给抢回来, 如果是一般人这样吩咐, 他或许不敢在住院部办公室这地方直接动手, 不过现在开口的是王文杰, 这可是医院主管业务王副主任的亲侄子, 就完全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瞬间, 办公室里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秦天将宋雨薇送出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之后, 冲入人群, 犹如狼入羊群一般展开了凌厉的攻势, 以他现在的实力, 这些保卫科的成员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尤其是冲在最前面的孙科长, 更是被他一脚踹地倒飞了出去, 一个抛物线划过, 直接砸到了王主任的身上, 伴随着是王主任更加痛苦的惨叫声, 什么情况, 怎么又是王主任的惨叫声, 而且这次听声音更惨, 王主任更加痛苦的惨叫声传出去之后, 让外面这些围观者再次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不会是那些保卫科的成员反倒是对王主任动起手来了吧, 有可能, 不然的话, 怎么光听到王主任的惨叫声,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小子可就厉害了, 既然能让保卫科的成员对王主任动手, 这他妈到底是什么背景, 绝对是相当牛逼, 只是瞬间, 这些人几乎都轻一色地认为是这些保卫科的成员, 反倒是帮起秦天教训起了王主任, 一个个开始猜测起了秦天的背景, 这些保卫科的成员完全不是秦天的对手, 在秦天犹如狼入羊群的攻势之后, 惨叫声不断响起, 只是片刻的功夫, 一群保卫科十几号人马, 就全都痛苦地躺在地上卷曲着身子, 轩映了起来, 宋宇威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一幕, 不可思议地张大了嘴巴, 一切和他想象中的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幅场景, 甚至可以用戏剧化的一幕来形容, 好像不对啊, 刚才这一阵的惨叫声, 好像有许多的声音, 一群保卫科成员的惨叫声传出去之后, 外面的围观者再次意识到了情况的不不对, 难道说, 是那小子一个人收拾了十几号保卫科的成员, 有人大胆地设想道, 不可能吧, 一个人打十几个, 而且还都是身强力壮的标形大汉, 这不大可能吧, 那人话音落下, 就有些难以置信的道, 毕竟一个人就算再能打, 也不可能打得过这么多人吧, 那未免也太厉害了吧, 那你怎么解释这么多人的惨叫声, 大胆设想的那人反驳道, 这个说话那人沉默了, 不知道该如何说是好, 办公室内, 王主任好不容易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结果眨眼的功夫, 就看到十几个保卫科的成员全都被放倒在了地上, 扑通, 眼前突然出现的变故, 惊得王主任直接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 瘫倒在了地上, 此时秦天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掏出手机, 电话是张东打过来的, 秦老弟, 我已经到了医院了, 现在和医院的周院长在一起, 你在住院部哪个位置? 心胸外科主任办公室, 秦天笑呵呵地回道, 行, 那你先稍等片刻, 我们马上就到, 张东应了一声, 电话挂断, 秦天向着宋宇威走过去, 然后拉着一脸惊呆的宋宇威妞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翘起二郎腿, 一脸悠哉地在王主任和孙科长, 以及那些瘫倒在地上其他保卫科的成员扫视了一眼, 笑呵呵地目光落到宋宇威身上继续道, 宋老师, 怎么样? 我说过, 我可是练过武术的, 厉害吧? 宋宇威直到此时还是一副目瞪口袋的表情, 默认地点了点头, 直到过了还一会的功夫, 才回过神来, 周院长, 周院长, 几分钟的时间过去以后, 外面响起了一阵招呼声, 周院长和张东一起走了过来, 周院长示意地点了点头, 继续向着王主任的办公室走了过去, 此时, 两人还可以听到房间内传来的痛苦的声音声, 听着房间里的声音, 张东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而周院长此时心头也是狠狠地的触动了起来, 周院长怎么来了? 什么情况? 随着周院长和张东一起继续向着主任办公室走过去的时候, 有人疑惑地道, 不知道, 不过肯定和里面那小子的事情有关, 有人道, 这个和周院长在一起的人是谁? 怎么感觉周院长对他的态度还毕恭毕敬地, 一个人好奇地道? 不知道, 不过肯定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有人接过话查道, 周院长和张东走在一起的态度, 可以让所有人都明显地感觉出来, 就像是下属对待上级的态度一般。 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这人是张东, 张氏集团的继承人张东? 就在所有人疑惑和周院长走在一起的这个年轻人的身份时, 突然有人认出了张东的身份惊呼道, 文言, 所有人都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他们没想到, 这个和周院长在一起的年轻人, 竟然是张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张东, 这可是安华真正最顶级的大少, 绝对是可以在安华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这下肯定更有热闹看了, 张绍, 请周院长推开办公室的房门道。 张东点点头, 也没客气, 一马当先地走了进去, 周院长和张东两人进屋, 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王主任还有一群保卫科的保安, 全都瘫倒在地上, 晴天和宋雨薇倒是悠哉游哉地坐在沙发上, 张哥晴天笑呵呵地招呼道, 怎么样, 没事吧, 眼前的一幕, 张东一眼就看明白了过来, 走过去慌忙问道, 他知道, 肯定是晴天和王主任起了冲突, 然后对方叫来了保卫科的人, 想要教训晴天, 不过最后反倒是被晴天给收拾了, 没事, 当然没事了, 你看我的样子像是有事的人吗? 晴天笑呵呵地道, 你小子, 没想到你还这么能打, 张东笑呵呵说道, 目光转向宋雨薇稍稍地迟疑了片刻继续道, 这位就是你电话里说的那位宋老师吧, 嗯, 晴天笑呵呵地点点头道, 宋老师, 这位就是张哥, 张绍, 宋雨薇招呼道, 别这么客气, 直接叫我的名字张东就好, 你放心, 事情我已经和周院长说过了, 他已经安排了下去, 马上医院专家团的成员就会过来为宋叔叔会诊, 然后就会安排手术的事情, 张东笑呵呵地道, 谢谢了, 宋雨薇感激地道, 心头终于彻底松了口气出来, 虽然知道了张东的身份之后, 他知道手术的事情绝对不是问题, 不过在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时, 依旧不免有些担心, 不用, 你是晴老弟的老师, 就是我的老师, 这事情就等于我张东的事情, 张东继续道, 说完把目光转向了周院长, 周院长, 没想到在你们医院竟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看来你们医院是要到了整理一下的时候了, 张绍, 抱歉, 周院长文言慌忙地弯下了腰, 安华当地进行医院的改革, 他们第一人民医院是第一个试点改革的对象, 为的就是整理体制的臃肿, 目前他们第一人民已经被张氏集团入手, 成为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 周院长这样的动作, 被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些人看着周院长弯腰道歉的动作, 再次更加震惊了起来, 就算是张东是张氏集团的继承人, 可是周院长似乎也完全不用如此吧, 刚刚那种态度, 就已经给足了张东的面子, 这样的话, 周院长就不用说了, 一个月之后我要结果, 张东淡淡地道, 张少放心, 一个月之后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周院长恭敬地道, 看着眼前的一幕, 秦天也有些傻眼了, 怎么听着张东和周院长话里的意思, 这第一人民医院好像成了张氏集团的产业了呢, 张哥, 什么情况, 秦天疑惑地道, 哼, 这你小子就不知道了吧, 目前咱们安华医院改革, 现在的是第一人民医院, 已经是我们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了, 张东笑呵呵地道, 什么, 第一人民医院现在成了你们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 文言, 秦大少有些不可思议地张大了嘴巴, 本来他找张东过来帮忙, 是看中了张东的人脉, 想必肯定在这是第一人民医院拥有不俗的实力, 只是没有想, 这是第一人民医院, 竟然也变成了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呢, 宋宇威此事心头更是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 既然医院成了张氏集团的产业, 那手术的事情就更没有问题了, 毕竟现在第一人民医院成了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 张东就是这里的太子爷, 他一句话, 绝对能让医院里的所有人, 包括周院长在内堵全部跑断腿, 你码的, 不是吧, 瘫倒在地上的一群保卫科成员, 以及孙科长, 还有王主任, 全都一脸傻愣在了地上, 医院改革这件事情王主任是知道的, 也知道医院现在被收入了张氏集团的旗下,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宋宇威带来的这个年轻人, 竟然认识张氏集团的大少爷张东, 而且看两人的模样, 关系还相当不俗, 完了, 想起自己刚才威胁晴天的事情, 以及和曹震东勾结取消宋宇威手术的事情, 王主任只觉得, 眼前开始闪烁起了满天的小星星, 房间内的情况清楚地展示在众人面前, 加上晴天几个人说话的声音没有刻意压低, 外面的围观者, 可以很清楚地听到每一个人的声音, 听着, 这些围观者开始纷纷议论了起来, 尼玛的, 不是吧, 感情搞了半天, 这是第一人民医院已经成了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 乖乖类, 怪不得这小子刚刚那么牛逼, 居然敢直接踹门动手打人, 没想到居然和张氏集团的大少爷关系不菲, 这下这个王主任可是真的踢到铁板子了, 有着狗日的好受的了, 此时护士站里的护士也变得兴奋了起来, 刚才的情况很清楚, 那个晴天就是为了宋宇威父亲的手术来给宋宇威出头的, 现在医院成了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 对方请来了太子爷出场, 想必这个王主任的下场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不说被开除, 其实主任的职位是绝对保不住了, 这个王主任终于有人可以收拾他了, 没错, 总算是有人替咱们出了口恶气, 你们说之前的那小子是谁啊, 居然和张绍的关系那么好, 人又长得那么帅, 可惜已经有女朋友了, 不然的话, 一位花痴的护士开始幻想了起来, 很明显已经把宋宇威当做了晴天的女朋友, 帅吗? 我觉得还是张绍最帅, 又一个花痴的护士跟着道, 周院长, 你是这间医院的院长, 发生了这种医院安保人员暴力殴打患者家属的事情, 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一旦传出去的话, 绝对要醉咱们医院的声誉, 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 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王主任的办公室内, 张东目光落到周院长的身上继续道, 然后和晴天还有宋宇威一起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医院里各个科室的主人以及副主任还有那些院层的领导, 这些资料在他们张氏集团拿下市第一人民医院之前, 就全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这个心胸外科王主任的资料, 张东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毕竟这小子的二叔可是医院主管业务的副院长, 在医院的排名仅次于周院长, 张东相信这个王主任之所以敢如此蛮横, 肯定和这个王副院长的包庇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将这两个人给一并整治了, 他倒是要看看这个周院长如此处理这件事情, 有没有那个魄力, 毕竟常年积累下来的毛病, 雍正的体质, 没有大魄力的话, 是绝对不可能将医院按照他们制定的改革方案改革到底的, 医院的关系复杂, 而且这个王副院长在上面的层面还有很深的关系, 虽然以他们张氏集团的实力, 可以完全在乎这个王副院长上面的背景, 不过他们总不好直接出面做这些事情, 这样闹开的话不大好, 这个时候就必须需要一个铁血的负责人出来管事, 只管坐下去, 知道不管闹出再大的动静, 他们都会在后面处理的, 这就是了, 孙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周院长脸色冷漠, 目光落到瘫倒在地上的保卫科科长孙昊身上冷冷的道, 周院长, 这不关我的事情啊, 一切都是王主任的吩咐, 孙昊慌忙回道, 眼前的情况都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撇清自己与这件事情的纠葛, 孙昊, 你可不能血口喷人, 老子, 吩咐你什么了? 王主任文言慌忙反驳了起来, 反正口说无凭, 他已经做好了死不认账的准备, 这回, 关于宋宇威父亲手术取消的事情, 他也想好了应对的办法, 全都推托曹振东的身上, 把自己撇清关系, 就说是自己受到曹振东的威胁, 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这样的话, 就算是他科室主任的位置保不住, 但想必就算是医院归属到了张氏集团的产业下, 周院长也不一定敢直接把他给开除了, 医院里面水很深, 关系很复杂, 管理起来十分困难, 只要他还能留在医院, 就依旧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毕竟, 医院虽然归属于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 但是还是要直接归属于卫生局的监督领导, 王主任, 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明明是你打电话过来, 说有人在医院闹事, 动手打了你, 让我们看着办的, 孙昊恼火的道, 没错, 我是这么说的, 你自己也说了, 我只是说, 让你看着办, 并没有让你打人啊, 王主任反驳道, 心头一阵暗自得意, 马德, 你赢我, 孙昊更加恼怒了起来, 开口直接骂道, 眼前王文杰自身都不一定保得住, 更不要提保全他的, 所以现在, 他必须想办法, 把自己的关系撇到最小, 孙科长, 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 我只是说, 要你看着办, 意思是, 让你们按照医院的规矩处理, 谁知道, 你们就要动手啊, 王主任继续道, 至于秦天和宋宇威这两个目击者, 他并不担心, 只要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是他的吩咐, 就没有问题, 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就别怪我什么都全说了, 孙昊红着脸道, 周院长, 就算刚开始的时候, 王主任没直接吩咐, 对这位先生动手, 可是后面王主任可是叫嚷着, 要把这位先生往死里打, 出了问题他负责, 而且, 王主任还让我去抢这位先生的手机,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想必, 手机上一定有什么让王主任觉得顾忌的事情, 还有, 周院长, 王主任和医院的病人家属发生矛盾, 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 以前就有过这种事情, 每次王主任都是, 让我们把人带走教训一顿, 不幸的话, 你可以问问其他的这些人, 孙昊的目光, 落到保卫科的这群人身上继续到, 没错, 都是王主任的吩咐, 其他这些保卫科的成员, 不带周院长问话, 全都慌忙地回答, 现在,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托到王主任的身上, 他们的责任才能减到最小, 你们, 王主任脸色僵硬地指着孙昊, 和其他一群保卫科的成员, 气势汹汹, 不过憋了半天, 愣是没憋出话来, 王文杰,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周院长脸色冰冷地道, 周院长, 我都是被冤枉的, 他们是信口胡言, 王主任见着把罪名按不到保卫科的孙昊头上, 就开始耍赖了起来, 他已经打定了注意, 死不认账, 周院长, 这个东西你看一下, 晴天此时突然站起身走了过去, 将揣开房门时拍下的一幕照片给周院长看了一番, 看完, 周院长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起来, 好你个王文杰, 大白天的工作时间就敢在办公室做这种败坏风气的事情, 好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收拾东西走人吧, 从今天起你, 不再是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了, 你要开除我, 周院长, 不, 你不能开除我, 王主任惊慌地道, 他没想到, 周院长竟然丝毫不念及他二叔的情面, 直接就要把他开除了, 周院长没有理会王文杰, 直接把目光转到孙昊身上继续道, 孙昊, 你身为医院保卫科的科长, 竟然做这种狼狈为奸的蛮横事情, 收拾东西走人吧, 至于你们这些人, 只是听从于他人的命令行事, 虽然也是助纣为虐, 不过倒也不是绝对不可原谅, 罚你们每人一个月的薪水, 最后, 周院长把目光落在了一群保卫科的普通保安身上, 谢谢周院长, 谢谢, 一群保卫科普通的保安激动得到, 是第一人民医院的保安, 不同于其他的保安, 虽然之前他们的福利待遇不好, 但是自从这几天, 并入到张氏集团下属的产业之后, 福利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不仅交五险一金, 工资还上涨到了五千元, 这份收入在安华当地, 已经赶得上一个普通的小白领了, 所以这些保安得知自己, 还可以继续留在医院工作后, 才会如此的激动, 周院长, 不, 你不能开除我, 你绝对不能开除我, 王主任那边慌乱的继续道, 我给我二叔打电话, 我现在就给我二叔打电话, 王文杰, 现在就算是你找来你二叔也没有作用, 他自己都要自身难保了, 周院长冷漠的道, 这个王文杰, 还真的是认不清楚行事,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寄托于他那个主管业务的副院长的二叔身上, 如果是医院没有改革之前, 他想动王文杰的二叔很难, 几乎没有可能,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张绍的态度很明显, 摆明了就要拿王文杰的二叔来个下马威, 杀鸡儆猴, 虽然说凭借王文杰二叔在上面的关系, 想要拿下还是有些难度, 但是他十分清楚, 自己做的这一切, 后面都会有张绍父子去出面摆平,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顾忌的, 凭借他手里拿下的那些证据, 拿下王文杰的二叔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说什么, 你还要拿下我二叔, 就凭你, 王主任有些猙獰的笑了起来, 周院长, 就算是咱们医院现在成了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 但是院方领导的任命, 还是必须经过卫生局那边的批准的, 不是你说, 那就可以拿下的, 王文杰, 我知道你二叔的那些关系, 不过我既然说要拿下它, 就一定有十足的把握, 这些年, 你二叔主管业务, 暗地里收的那些回扣有多少, 想必你也清楚吧, 以前动不了它, 但是现在, 既然医院已经改革了, 凭借我手里的证据, 拿下它, 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周院长淡淡的道, 文言, 这一次王主任才算是彻底的颓废了下来, 说话间的功夫, 周院长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他叫来的专家团的负责人打开的, 喂, 林老, 情况怎么样, 什么时候可以尽快进行手术, 接通电话, 周院长慌忙问道, 今天晚上就可以进行手术, 病人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越早进行手术, 越有力, 电话那边,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了过来, 好, 那手术的事情, 就交给林老宁老来负责吧, 马上就安排手术, 好的, 周院长, 挂断电话, 周院长冲着一群保卫科的成员道, 你们还都愣着干什么, 快点把这两个人给我赶出去, 文言, 一群刚刚还瘫倒在地上的保卫科的人, 瞬间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不管什么以前的科长还是主任的, 几个人架起一个就给抬了出去, 张绍, 专家团那边给出结果了, 现在就开始准备手术, 走过去, 周院长恭敬的道, 好,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 就不再打扰周院长你的工作了, 记住, 一个月之后, 我要看到医院整改的结果, 张东说着站起身来, 放心, 我一定会给出一个满意的结果, 这样自然最好, 出了办公室, 张东和秦天还有宋宇威一起去了病房, 周院长则是慌忙离开, 一个月的时间听起来不断, 但是也十分有限, 想要在一个月之内做出明显的整改成效, 必须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方案来, 爸妈, 走进病房, 宋宇威看到一脸欣喜的母亲坐在床边, 父亲的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喂喂, 你怎么来了, 下午不用上课吗? 宋母见到宋宇威, 明显感觉到有些意外, 接着激动的道, 对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刚才医院来了几个专家, 给你爸做了全面的检查, 说现在就去安排手术的事情, 估计再过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样子, 你爸就可以进行手术了, 嗯, 我知道, 宋宇威点点头继续道, 妈爸, 这个是晴天我的学生, 还有这个是张东, 这次手术的事情多亏了他们的帮忙, 谢谢, 谢谢, 宋母闻言连连对着晴天和张东道谢, 他就觉得奇怪, 怎么医院会突然来了几个专家, 为孩子他爹检查身体, 然后非常快速的安排手术的事情, 原来是有人帮忙,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病床上的宋父勉强地支起身子道, 叔叔, 阿姨, 您千万别客气, 晴天和张东慌忙的道, 手术的事情安排的还是很快的, 刚刚过去了十分钟的时间, 一切就安排了妥当, 宋父被送进手术室之后, 几个人一直在外面进行等候, 整个手术进行了将近六个小时的时间, 一直到凌晨一点钟的时间才顺利结束, 手术很成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移植的器官完全没有出现排斥的迹象, 如果继续观察几天没有问题的话, 只需要做好消炎, 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了, 手术结束后, 张东让医院专门给宋父安排了一个单独的单间, 然后让又让人送来一些吃的, 以及一些营养的补品之后, 这才和晴天, 宋宇薇一起离开, 张绍, 晴天, 真是太谢谢你了, 一行人一起出了病房离开, 宋宇薇感激地继续道, 宋老师, 你是秦老弟的老师, 就也是我张东的老师, 可别再叫我张绍了, 张绍生气地道, 宋宇薇倒也不是太过拘泥的人, 笑了笑道, 行, 那你们两个说说想吃什么, 今天晚上我请客, 那怎么行呢, 我们两个大老爷们跟着, 怎么好意思啊, 给你一个女的请客呢, 晴天和张东一口同声地反驳道, 不行, 你们两个帮了我这么大一个恩情, 无论如何, 今天我都要请客, 宋宇薇坚决地反对道, 一番争执下来, 见着宋宇薇依旧是一副十分坚决的模样, 晴天和张东只好选择了妥协, 不过他们知道宋宇薇的情况, 所以, 两个人就选择了夜市大排档的地方, 这个时候, 经济实惠还没有关门的可以吃饭的地方, 也就只剩下夜市大排档这里了, 几个人一起来到医院的停车场, 阿东驱车, 阿辉坐上副驾驶的位置, 张东, 晴天和宋宇薇几个人上车离开, 随着张东的吩咐, 阿东驱车向着市第一人民医院附近一家名为石家庄的夜市大排档驶了过去, 石家庄夜市大排档在安华当地也算是一家相当有名气的大排档, 而且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十几分钟过后, 当一行人赶到地方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一点半的时间, 此时, 石家庄夜市大排档的里的生意明显已经冷清了不少, 不过依旧零零散散地坐着几桌客人, 阿东将车子在大排档前面停好, 一行人下车走了过去, 几位老板, 这边坐, 这边坐, 大排档的老板, 一眼就认出了这辆顶级的汉马越野车, 慌忙上前招呼道, 来他们大排档吃东西的, 虽然不乏一些有钱人, 但是开着汉马过来吃大排档的绝对不多, 尼玛的, 开着汉马来这里吃大排档, 装什么笔啊? 瞧着, 有人不爽地嘀咕道, 就是, 有钱还来这里吃东西, 故意跑到我们没钱人吃饭的地方, 穷显摆, 有本事你去金碧辉煌去。 另外, 一个人接着道, 没错, 有本事去金碧辉煌显摆去, 金碧辉煌, 是安华当地最顶级的一家娱乐会所, 随随便便一场消费下来, 没有个几万块钱, 是绝对拿不下来的, 所以, 能去那里的, 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 其中豪车自然也是金碧辉煌停车场, 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几乎全都是价值百万靠上的豪车, 其中不乏许多价值数百万, 甚至是达到千万, 超过千万的顶级豪车, 眼前这辆汉马, 虽然也算是价值不菲的豪车, 但是如果放到金碧辉煌那里的停车场去, 就绝对算不得什么了, 这些人的声音并没有可以压低, 张东倒是没有什么, 不过阿东阿辉的脸色, 就有些难看了起来, 目光冷漠地转到说话的几个人身上, 算了, 由他们去说好了, 张东笑呵呵地道, 阿东阿辉文言这才收回了目光, 靠, 吓唬谁啊, 有钱了不起啊, 操, 之前议论的那些人, 带到阿东阿辉收回目光之后, 再次不屑嘀咕了起来, 老板, 把你们这里的特色招牌菜, 全都来上一份, 没有理会这些人议论纷纷的声音, 张东冲着霸气十足地道, 说完之后, 这才意识到了不对, 毕竟今天晚上要请客的可是宋雨薇, 好嘞, 我这就安排, 果然是来了大主顾, 不过刚要吩咐下去的时候, 张东的声音就又响了起来, 等一等, 先别上, 就我们几个人吃不了那么多东西的, 浪费了多可惜, 切, 什么有钱人, 随着张东的转变, 再次有人不屑地道, 看这样子, 搞不好车子都是借的吧, 有人接着道, 听得出来, 这年头仇富的人还是有很多的, 秦老弟, 你和宋老师看着点吧, 就咱们几个, 点得多了浪费, 凑合着吃点得了, 晚上睡觉前吃太多不好, 没有理会这些人的议论声, 张东继续道, 也是, 现在这个时间吃多了, 睡觉确实不好, 秦天笑知道, 张东这是在为宋雨薇考虑, 笑呵呵地说着, 把目光转向宋雨薇, 宋老师, 我看咱们就随便凑合点吃的了, 宋雨薇知道, 秦天和张东完全是为了自己考虑, 不过两个帮了自己家里这么多忙的话, 如果不仅好好地吃上一顿, 他自己心里这道砍过不去, 毕竟, 秦天和张东也可以说是一家的救命恩人, 如果不是的话, 第一条手术费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 至于后面王主任不给安排手术的事情更难, 老板, 就把你们这些特色菜全部都上齐了, 宋雨薇咬了咬牙道, 宋老师, 真的不用, 就咱们几个多了, 真的浪费, 秦天慌忙接过话查道, 而且上小学的时候, 老师就教过我们要节约, 点多了吃不完真的太浪费了, 没错, 就听秦老弟的吧, 张东跟着道, 一边说着, 还一边念起了诗来, 除何日当午, 汗滴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配合上这丝摇头晃脑的动作, 倒是让宋雨薇跟着忍不住笑了起来, 秀丽精致的五官, 百里透红的脸颊, 愈发显得楚楚动人, 宋老师, 你真美, 瞧着, 秦天热不住凑到宋雨薇的耳旁, 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这牛文言脸颊更加羞红了起来, 没好气地冲着秦天翻了个白眼, 瞎说什么呢, 我是你的老师, 老师怎么了, 谁说老师就不能是美女了, 好了, 别说了, 张东冲着阿东阿贵一招手, 我们先去找个位置坐下, 你和宋老师慢慢聊哈, 这丝话里的语气, 带着一种怪怪的味道, 宋雨薇的脸颊更加羞红了起来, 一脸忧怨的目光落到了秦天的身上, 秦天不再说话, 拉着宋雨薇过去坐下, 然后要了一些烤串和啤酒, 又随意地要了几个凉菜和炒菜, 本来宋雨薇还是坚持要上满一桌子丰盛的韭菜的, 不过在秦天和张东的再三坚持下, 只得无奈地放弃, 这妞的心头, 对于秦天的感激更加强烈了起来, 这可时间大排档的客人不多, 上菜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不一会的功夫, 烤串什么的都上齐了起来, 秦天, 张东, 这杯酒老师敬你们, 我爸手术的事情, 真是谢谢你们了, 秦天买上几杯啤酒之后, 宋雨薇突然端起一杯啤酒道, 说完, 这妞直接一扬脖子喝了的金光, 见状, 秦天和张东也没有多说什么, 每人一杯跟着干了下去, 接下来的时间, 几个人一边吃着烤串, 一边喝着啤酒, 气氛好不融洽, 宋雨薇这妞平日里完全是滴酒不沾的, 不过今天心情大好的她, 竟是魄力喝了好几杯, 不胜酒量的这妞, 片刻之后, 脸颊就开始发红, 来, 老师再来敬你们两个一杯, 一脸红韵的宋雨薇继续举起酒杯道, 宋老师, 要不咱们还是别喝了吧, 看着这妞的脸色, 晴天担心的道, 哼, 不喝就是不给老师面子, 宋雨薇霸气十足的道, 说着举起酒杯不顾晴天的劝阻, 再次一饮而尽, 见状, 无奈的晴天和张东, 只得跟着举杯一饮而尽, 这一杯酒下肚, 宋雨薇算是老舌许多, 整个人的脸颊更加通红了起来, 就连眼神也有些迷离了, 说话还有动作什么的都明显迟缓了不少, 看得出来这妞确实已经喝得不行了, 晴天甚至感觉再有一杯, 估计宋雨薇就要喝趴下了, 大排档这里, 伴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摇滚声和急促的刹车声响起, 两辆越野车停靠了下来, 一行十来个人分别从两辆越野车中下车, 领头的是一个光头刀疤脸的中年男子, 看模样大约四十岁出头的样子, 一道深深的刀疤, 在这些的右侧的脸颊之上格外的醒目, 又是这群人看到刀疤男一群人走过来, 大排档老板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这个刀疤男他是清楚的, 这一片有名的混混头子, 绰号刀哥, 平日里没少在他这夜市摊上白吃白喝的, 不过这个刀哥还有另外的背景, 这个片区分局的局长是他的亲姐夫, 所以他虽然不甘心对方这么白吃白喝的,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是忍气吞声, 目光落到晴天一桌上的宋雨薇身上, 老板整个人浑身顿时就打了个机灵, 慌忙冲着一个伙计使了个眼色, 伙计会议慌忙向着宋雨薇走了过去, 刀哥的性子是清楚的, 如果被他发现了宋雨薇, 恐怕等会宋雨薇想走就很难了, 虽然从来的时候开的车子上看得出来, 这些人也全都是有钱人, 但是刀哥可不是一把的混混头子, 毕竟他姐夫可是这个片区分局的俄局长, 俗话说得好, 伤不与关斗, 老板赶紧的把你们这特色的饭菜全部都上齐了, 另外再来几塌啤酒, 还有烤串烤鱼的全都上来, 刀哥一群人还没走近, 跟着的一个小弟就开始吆喝了起来, 刀哥, 你们这犹豫了再三, 老板勉强挤出一张笑脸赢了过去, 以前刀疤男一群人虽然也经常到这里白吃白喝的, 可是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那么一两次的样子, 还可以接受, 可是现在一连半个月都是如此, 而且不光白吃白喝, 现在更是还直接白拿上了, 小本买卖本来利润就不大, 现在经过刀哥这半个月的闹腾, 更是赔了不少的钱, 这什么这, 马上去安排, 扫了刀哥的兴致, 马上把这地方给你砸了, 瞧着老板一副有些不情愿的样子, 刚刚叫嚷的那名小弟顿时就更加嚣张地叫嚣了起来, 话音落下, 又是一群小弟跟着嚷嚷了起来, 赶紧的, 快点安排去, 麻溜点, 听到没有, 我们到你们, 这吃东西是给你面子, 别不识好歹, 刀哥, 我这小地方不过是小本买卖, 您这一连半个月白吃白喝白拿的, 实在是有些吃不消啊, 老板一脸沉闷, 犹豫了再三, 最终终于鼓起勇气道, 得, 怎么说话的, 什么叫白吃白喝白拿的, 文言, 一个小弟不悦得道, 合着你是说我们给不出这个钱了, 不是, 不是, 老板慌忙回道, 说起话来都有些结结巴巴的, 不是就快点去上, 听见没有, 老板没有说话, 沉闷地站在这里, 刀哥此时终于动了, 向着老板缓缓地走了过去, 然后直接掀翻了一张桌子, 姓郑的, 最近翅膀是不是,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砸了你这摊位, 随着刀哥掀翻桌子的动作, 原本正在吃饭的几桌客人纷纷离开, 只剩下刀哥一群人, 还有晴天那边, 刀哥, 今天你要是想把我这摊位砸了就砸了吧, 反正这生意也没法做了, 瞧着几桌离开的客人, 老板索性把心意横道, 如果刀哥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他这大排档就只有关门了, 狗急跳墙,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更何况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 他妈的还真, 刀哥恼怒地咒骂了起来, 抡起巴掌, 朝着老板就抽了过去, 此时, 一个小弟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打断了刀哥的动作, 你看那边, 一个小弟不经意间就注意到, 晴天那一张桌子上做的宋雨威, 瞧着这小弟, 眼睛都快瞪直了起来, 慌忙冲着刀哥招呼道, 打, 什么是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 刀哥没好气得道, 倒是收回手来, 顺着这名小弟手指锁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只是瞬间, 刀哥整个人完全傻愣在了那里, 一双目光直直地落在宋雨威的身上, 眼神之中, 那浓浓的邪恶不加丝毫的掩饰, 只差一点, 口水都要滴落了下来, 此时的宋雨威, 一张白皙的脸颊已经完全布满了红韵, 酒精的麻醉下, 眼神显得有些迷离, 搭配上一身乳白色的紧身连衣裙, 勾勒出前凸后翘的完美身材, 瓜子脸, 柳叶眉, 高挺的鼻梁, 的红唇, 精致的五官组合在一起, 完全堪称是造物主完美的产物, 尤其是那也布满红韵的粉颈, 与白色的领口结合在一起, 更是楚楚动人, 饶是见多了美女的刀哥, 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美人胚子, 尤其是那一脸清纯的模样, 更是他之前所从来没有见过的, 怎么样, 不错吧, 刚刚发现了宋雨薇的那个小弟, 色眯眯的道, 走, 过去瞧瞧, 刀哥一招手, 一马当先的走了过去, 身后, 一群小弟慌忙的走了过去, 这么漂亮的美女, 等到刀哥完腻歪了, 丢给留下做刷锅的也不错, 几位, 你们快点离开吧, 今天这桌韭菜, 算我们老板请的, 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晴天这边, 伙计走过去之后, 着急的小声道, 怎么回事啊, 兄弟, 晴天疑惑的道, 看到这几个人没, 伙计悄悄的使了个眼色道, 此时, 刀哥一群人已经走了过来, 伙计的脸色更加着急了起来, 晴天点点头, 嗯, 看到了, 有什么问题吗, 刀疤男一群人走过来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了, 一看就是标准的地痞流氓混混, 而此时, 刀哥一群人正向着他们走了过来, 不过晴天不在乎, 以他现在的实力, 就这些地痞混混, 完全不用放在眼里, 而且还有张东在, 单凭张东的两个保镖, 就足以收拾了这群混混, 完全用不到他出手, 领头的这个是刀哥, 咱们这一片有名的混混头子, 这位刀哥生性好色, 如果看到这位小姐这么漂亮的话, 恐怕会, 伙计继续道, 剩下的话他并没有说完, 但是相信晴天几个人, 一定听得明白, 混混头子, 不带晴天回话, 张东笑了起来, 冲这伙计摆了摆手道, 别担心, 你只管忙你们的去吧, 几位先生, 这位小姐, 我劝你们还是快点走吧, 再不走的话就来不及了, 话音落下, 晴天几个人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 只是对于伙计的好意表示感谢, 片刻的功夫, 刀哥一群人已经走了过来, 见状, 伙计只能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匆忙离开, 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劝他们快点离开的吗? 大牌当老板这边, 老板一脸沉闷的道, 老板, 我劝过了, 可是他们不愿意走, 伙计无奈地道, 唉, 文言大牌当老板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再说话, 在他的心头, 此时已经把晴天几个人当成有钱人家, 那些平日里也嚣张惯了的公子, 刀哥走到宋雨薇的跟前停下脚步, 一脸色咪咪的模样, 还会说话, 一群小弟就先嚷嚷了起来, 一边吹着口哨, 一边嚣张兮兮地叫嚣道, 压根就被把晴天他们几个男人放到眼里, 美女,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老大, 刀哥, 赶紧的, 见到我们老大, 也不快点打声招呼, 美女, 我们老大想找你聊聊天, 探讨探讨人生, 有没有时间啊, 晴天, 张东几个人的脸色, 在刀哥一群人走过来的时候就沉了下来, 此时随着一群混混嚣张的叫嚣声, 几个人的脸色变得就更加难看了起来, 张东本来想直接让两个保镖阿东阿辉动手, 而且随着他的示意, 阿东和阿辉就已经站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晴天为什么要阻止他, 不过还是一眼让两个保镖坐了下来, 怎么, 想打架吗? 不懈地瞥了一眼, 站起来又坐下的阿东和阿辉, 一群混混继续嚣张地叫嚣了起来, 麻痹的, 信不信割几个现在就废了你们, 不知死活, 居然还想动手, 割几个分分钟就灭了你们, 对于这几个混混的叫嚣声, 张东几个人只是抱以淡淡不懈的笑容, 以阿东阿辉的实力就这些个混混, 一个人出手片刻的功夫都能给收拾了, 毕竟他们可是华夏最牛逼的特战大队退伍回来的特种兵, 是那种可以媲美号称世界最强的米国海豹突击队的高手, 闭嘴, 都他妈得给老子闭嘴, 咱们是文明人, 要讲礼貌, 刀哥冲着一群小弟呵斥了起来, 瞬间这群小弟就变得安静了下来, 美女, 认识一下呗, 有没有时间, 咱们一起吃个饭, 听说金碧辉煌那边的满汉全席不错, 一捉下来, 但是菜就要十几万呢, 要不咱们现在过去尝尝, 刀哥笑眯眯的道, 这是他管用的伎俩, 只要能用钱砸下来的女人, 就完全不是问题, 当然, 如果用钱砸不下来的话, 他还有别的手段, 金碧辉煌作为安华当地最顶级的一家会所, 所有的地方都是24小时营业的, 以往刀哥每次使出这招的时候, 几乎百发百中, 流氓, 滚, 酒精麻醉之下的宋宇威, 竟然破口大骂了起来, 操, 你个臭拔妖子, 说什么呢, 马德, 居然敢骂我们老大是流氓, 信不信我们老大现在就给你表演表演, 什么是流氓, 刀哥也是有些意外, 脸色不善地盯着宋宇威继续道, 小妞, 别进酒不吃吃罚酒, 麻溜的起来跟着老子走, 包你吃香的喝辣的, 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 不然的话, 后果自行脑补, 刀哥继续道, 说完竟是来了一句非常时髦的话, 滚, 臭流氓, 宋宇威更加恼怒了起来, 举起酒杯朝着刀哥的面门就泼了上去, 刀哥皱房不及, 被泼了个正正, 冰凉的啤酒沿着刀哥的面门洒落, 老大, 老大, 没事吧, 一群小弟慌忙凑过来道, 刀哥摆摆手, 示意一群小弟推开, 从桌子上抽出一张纸巾, 擦拭了一下眼睛的地方, 目光邪恶地落在宋宇威的脸上, 小妞, 性子还挺烈的, 不过老子喜欢刀哥色咪咪的小道, 伸手直接向着宋宇威的脸颊摸了过去, 晴天动了, 动作很快, 快到所有人完全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 人就已经来到了宋宇威的身前, 伸手抓住了刀哥伸过来的手腕, 修来过轩辕玉龙诀感应到天地元气引气入体之后, 晴天整个人的体质再次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 听力, 飞透视能力之下的视力, 感应能力, 速度, 包括整个身体的协调性, 其实本来他是打算让阿东阿辉出手教训一下这些混混的, 不过最后时刻觉得还是自己出手的好, 在他的心中, 已经把美女班主任宋宇威当成了自己的禁区, 这个时候, 英雄救美的事情自然要是他这个男主角亲自出场, 效果才会来的更好, 小子, 撒手, 刀哥只觉得眼前一花, 晴天就挡在了面前这美女的面前, 还抓住了自己伸过去的手腕, 顿时目光凶狠的道,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群小弟跟着也叫嚣了起来, 放手, 快点撒手, 你妈的, 听到没有, 快点放手, 奶奶的, 居然敢对我们老大动手, 你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放手, 好啊, 晴天笑呵呵的道, 说着, 竟然真的就松开了抓着刀哥的手腕, 不过松开的时候, 随着他上下一晃的动作, 刀哥伸过来的右手手臂, 肩膀的地方就已经脱臼了, 啊, 刀哥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声, 又手臂无力的软绵绵的垂了下来, 老大, 没事吧, 一群小弟慌忙道, 别动, 都别动, 老子手臂脱臼了, 都他妈别拉老子的手臂, 刀哥脸色苍白的道, 一群小弟慌忙松开刀哥, 这才发现刚刚那条手臂 已经软绵绵无力的垂了下来, 刀哥, 怎么样, 手臂脱臼的滋味不舒服吧, 要不我给你接上, 晴天笑眯眯的道, 小子, 有胆色, 现在马上把老子手臂给接上一会, 让你少受点折磨, 不然老子弄死你, 刀哥故作凶狠的道, 此时脱臼带来的那种疼痛感, 已经让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起来, 额头上更是开始布满了汗珠, 行, 没问题, 我这就给你接上, 晴天笑眯眯的道, 拉着刀哥脱臼的那条手臂往上一抬, 刀哥的手臂顿时就又接了上去, 好了, 活动一下试试, 刀哥文言活动了一下刚刚脱臼的右手臂, 顿时感觉就恢复了正常, 刚要说话, 晴天拉着他的右手臂又给拉扯了下来, 瞬间, 刀哥的手臂再次脱臼, 伴随着又是一声痛苦的惨叫声, 不过只是瞬间, 晴天就又给重新接了上去, 如此周而复始, 晴天笑呵呵地眯着眼睛, 抓着刀哥的手臂不停地拉扯下来, 然后重新接上去, 一阵阵凄惨的嚎叫声, 响彻整个也是大排档的地方, 尤其是在深夜的这个时间, 更是令人觉得恐惧, 毛骨悚然, 此时刀哥的一群小弟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一个盯着晴天和刀哥傻乎乎地棱在了那里, 上, 都他妈的还冷着干啥啊, 快点给老子上啊, 好不容易, 刀哥终于憋足了力气, 吐出这么一句话来, 一群小弟闻言这才回过神来, 慌忙向着晴天冲了过去, 不过这些人都还没近身, 就被晴天一脚接着一脚踹飞了出去, 就算是没有用上原力, 亦能和修炼之后强健的身体, 依旧将这群混混一个个的踹的倒飞了出去, 眨眼的功夫, 十来个刚刚还牛逼轰轰的混混, 顿时全都瘫倒在地上, 有气无力地宣映了起来, 在收拾这群小混混的时候, 晴天手上的动作也没有停下, 不停地拉着刀哥的手臂扯下, 然后重新接上, 修炼过轩辕欲龙爵之后, 晴天对于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十分了解, 这会拿着刀哥的手臂做试验拆骨接骨的动作, 也变得越来越熟练了, 变态, 惨叫声中的刀哥, 清楚地看到自己一群小弟的下场, 整个人忍不住就开始颤抖了起来, 慢慢地, 这种拆骨接骨的动作, 刀哥也感到了麻木了起来, 惨叫声慢慢变小, 不过额头上溢出的汗珠开始越来越多, 而且还越来越大, 一眼看去, 似乎随时都有昏死过去的可能, 大排档的老板和伙计两个人, 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变化, 全都张大嘴巴傻愣在了那里, 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 只看到瘫倒在地上的一群混混, 一个个痛苦地生硬着, 至于刀哥则是一脸苍白有气无力地发出痛苦的身影声, 激进昏死了过去, 不会是看花眼了吧, 两人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再次看过去, 眼前依旧是同样的一幕, 超人, 蜘蛛侠, 蝙蝠侠, 李小龙, 只是瞬间, 大排档老板和伙计的脑海中闪过无数个精彩的画面, 101次, 晴天这边终于停了下来, 将刀哥的手臂重新接上之后, 笑呵呵地道, 对人体的构造了解清楚之后, 还是第一次拿活人做这种拆骨接骨的实验, 感觉倒是还挺不错的, 刀哥这边终于有机会喘了口气出来, 听着晴天这话, 心头忍不住就想骂娘了, 拿着自己的胳膊做了101次拆骨接骨的实验, 居然还说感觉不错, 十足的一个, 是吧, 感觉怎么样, 要不要再来101次玩玩, 晴天笑呵呵的目光落到刀哥身上继续道, 别见, 听说晴天还要来, 刀哥瞬间委屈的快要哭了, 大哥, 求您了, 千万别再来了, 会死人的, 不会吧, 顶多会昏死过去, 不会真死人的, 晴天笑呵呵地继续道, 说着装饰就要再次抓起的右手臂, 大哥, 真的会死人的, 但吓得连连后退, 最后竟是扑通一声, 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大哥, 我错了,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求求你, 真的是不要再玩了, 错了, 怎么错了, 晴天拉过来一把椅子, 坐在他面前道, 我不该打这位的注意,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慌忙回道, 低着脑袋, 眼神显得郁佳阴狠了起来, 好歹他也是这一片有名的混混头子, 再加上有一个分局局长的姐夫, 平日里在这一片的地方横行霸道, 向来都是他欺负别人, 像今天这样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 还真的是第一次, 刀哥发誓, 只要把眼前这一关给过去了, 一定要找机会狠狠地教训这个晴天一顿, 另外还要当着这小子的面他的女人, 看看他到底能怎么样, 想到这里, 刀哥的眼神显得郁佳的猙獰了起来, 嗯, 知错能改, 都是好孩子, 晴天学起宋雨薇在学校教训那些坏学生的模样, 点点头继续道, 那个, 刚才你不是说要我看好的吗, 现在还想不想这么做了, 不敢了, 大哥, 你就是再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了, 慌忙硬道, 真的不敢了, 不会是现在口头硬下来, 等过了眼前这关, 就打算找人来, 再把我弄起来狠狠地教训一顿吧, 晴天继续道, 没有, 我发誓绝对没有, 信誓旦旦地道, 就算是有, 这回他敢说出来吗, 滚吧, 懒得和刀哥继续磨叽, 晴天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道, 此时, 这个平日里, 听来是那么刺耳的滚字, 落在刀哥的耳朵里, 却成了最动听最悦耳的声音, 刀哥从地上爬起来, 连滚带爬的慌忙逃窜, 一群瘫倒在地上的小弟, 跟在后面也连滚带爬的跑了过去, 刀哥, 咱们就这么走了吗, 上车, 一个, 废话, 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 咱们先离开, 我这就打电话给我, 等把这小子抓到警局之后, 再好好收拾这小子, 刀哥脸色阴沉的道, 马德, 今天这口恶气要是不出来, 以后老子就没法在这一片继续混下去了, 刀哥英明, 把这小子带到警局之后, 还不是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是自然, 分局就是给咱们家开的, 刀哥得意的道, 那等会这小子带走之后, 那女的呢, 一起带走, 等到这小子被带走之后, 你先带个人, 把这女人带走, 老子到警局教训完那小子之后, 再带着他过去, 让他看看, 老子是怎么当着他的面, 他的女人的, 刀哥脸色阴狠的道, 放心啊, 这件事情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保证给找个最舒服的地方, 那小弟一脸吟笑的道, 刀哥不再说话, 拿出手机拨通了姐夫的电话, 他姐夫完全是个气管炎, 接到电话之后, 在刀哥姐姐的呵斥下, 直接就爬了起来, 通知分局的人过来, 接着他, 直接奔向了大排档的地方, 你小子行啊, 没想到还是个高手, 看着刀哥一群人狼狈逃窜的模样, 张东笑呵呵的道, 宋宇威此时, 看着晴天的眼神, 也变得更加迷离了起来, 刚刚晴天挺身而出的那一幕, 让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在他的眼中, 晴天不再是那个顽固的学生, 转眼就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真正的男子汉, 厉害, 真厉害, 使劲地直起脑袋, 这妞竖起大拇指道, 花音落下, 这妞的脑袋就又垂了下去, 瞬间竟是向着晴天的怀里倒了过去, 晴天慌忙想要扶起宋宇威, 不过急促之下, 慌乱的双手竟是没有抓住这妞的双臂, 而是不偏不倚地抓在了胸口正的位置, 打, 伴随着一种无比柔软, 犹如海绵被挤压下的那种弹性的感觉充斥着掌心, 晴大少瞬间傻眼了, 宋宇威这妞的身体瞬间打了个机灵, 不过久经的麻醉之下, 这妞只是勉强打起了片刻的精神之后, 眼神就又变得迷离了起来, 打, 真要命, 无奈的晴大少, 极其不情愿地抽回双手, 将这妞扶起来, 可是这妞此时就像是完全失去了骨架一样, 刚扶起来就又向着晴天的怀里倒过去, 无奈之下, 晴天只得将宋宇威上半身的位置, 放在了自己的双腿之上, 高手, 绝对的高手, 阿东阿辉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剧都从对方的眼中堵出了同样的意思, 虽然也有十足的把握, 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地收拾了这群混混, 但是绝对做不到晴天那样的速度和从容, 尤其是当刀哥向着宋宇威伸出手的时候, 那一瞬间晴天的动作更是连都没看清楚, 两个人虽然不清楚晴天到底的实力如何, 但是至少可以判断出来, 真要是动起手来的话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晴天的对手, 甚至是两人加起来都不一定是晴天的对手, 什么高手不高手的, 不过是跟着一个气功大师学过一些功夫而已, 晴天笑呵呵的道, 行了, 别谦虚了, 就你刚才表现出来的身手, 估计和阿东阿辉比起来也不相上下了, 张东继续道, 他只是觉得晴天很厉害, 但是出于对阿东和阿辉绝对的仔细, 张东并不觉得晴天会是阿东阿辉的对手, 张寿, 我们恐怕不是晴少的对手, 文言, 阿东阿辉如实地道, 什么, 你们两个说什么, 不是他的对手, 张东整个人瞬间就愣在了那里, 不可思议地张大了嘴巴, 嗯, 而且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甚至我们两个加起来都不是晴少的对手, 阿东阿辉继续道, 话音落下, 张东的嘴巴张得更大了, 阿东阿辉的实力, 他是清楚了, 隶属华夏军方最强的第七特战大队的特种兵出身, 这可是整个华夏军方最强大的一支单兵素质最强的势力, 随便一个人出来, 都可以媲美有全球最强特种部队支撑的以色列沙漠野小子特种部队的高手, 按照规定, 像阿东阿辉这样的第七特战大队的特种兵, 是不存在转业复原的情况的, 就算是受伤成了残疾, 也都是直接留在部队养老的, 他之所以能够请来阿东阿辉做自己的保镖, 完全是因为故人的关系, 第七特战大队的一位老, 和他爷爷是故交, 过命的交情, 盯着晴天沉默了许久, 张东才崩出了这么两个字来, 阿东阿辉跟着他做保镖已经好些个年头了, 他对这两个人非常了解, 既然这么说了, 就一定是这么个情况, 晴天的年纪比他还要小上好几岁, 而且晴天以前的资料他也查过, 完全就是一个横纵的顽固子弟, 这么一顽固子弟拥有如此惊人的实力, 实在是超乎他的想象之外, 靠, 张哥, 你能不能换个好听的词语来形容, 比如天才, 爵士天才什么的, 晴天美好气得到, 还是两个字来形容最合适, 回过神来, 张东笑呵呵的继续道, 这么说话的功夫, 一脸震惊中的大排档老板和伙计, 也终于回过神来, 两人慌忙走向晴天这边, 一脸着急的道, 几位, 你们快点离开吧, 趁着那个刀哥还没回来, 暂时还来得及, 不然等蛇身返回来的时候, 想走也走不掉了, 他们还敢来, 没事, 就他们这些混混, 在多来上个几十后, 我们也照样能给收拾了, 不带晴天回话, 张东笑呵呵的道, 好些天都没试过伸手了, 刚才见到晴天活动了一番, 他这回心里也有些痒痒了, 想要迫不及待的试试伸手, 如果刀哥一群混混继续来找茬的话, 倒还真是一个送上门来的好机会, 他的伸手虽然比不上阿东阿辉这样的顶级特种兵, 但是也可以媲美一般的军区特种兵了, 收拾一些混混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更何况, 还有阿东阿辉, 以及晴天这个超级变态的家伙, 几位, 这位先生能打, 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可是就算是这位先生能打, 你们几个也能打那也没有啊, 依着刀哥的性子, 这回绝对不会再叫一群小弟过来找你们的麻烦了, 老板继续道, 不找混混, 难不成他还能找来警察不可, 张东笑呵呵的继续道, 你还真说对了, 这个刀哥的姐夫是这个片区分局的王局长, 依着刀哥的性子, 这次肯定要从分局搬救兵了, 等警察来了, 无论你们怎么说都脱不了干系, 势必非把你们带回警局不可, 到时候你们被带回警局教训一顿是小, 可是这位姑娘肯定会被刀哥派小弟给绑走的, 到时候恐怕你们被教训完了之后, 这位姑娘刀哥肯定是也不会放过的, 老板一脸担心地继续道, 不管这些客人听不听他的劝说, 他都必须要把话给提前说清楚的了, 不然的话, 这些人真的在他这里吃饭出了点事情, 心里会觉得不安的, 如果是这些客人不停劝阻而出了麻烦, 这样起码他良心上的谴责会少一些, 老板,你的好业我们心领了, 不过你放心好了, 没事的,该忙你们的就去忙你们的好了, 张东笑呵呵地继续道, 什么骗局分局的局长, 这样的角色在一般人眼力或许确实算是个大人物, 但是在他张大少眼力, 一个小小骗局分局的局长, 他还就真没给放到眼里, 不过心头对于老板的好心提醒, 他的心里还是很感激的, 此时张东也打定了注意, 本会一并把这个刀哥和他那个什么骗局分局的局长全都给收拾了, 然后让下面的人多关照关照这家大牌档的生意, 另外也照看这点, 几位, 你们还是听我一句劝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再晚真的就没机会了, 老板好言好语地继续劝说道, 他不知道, 因为自己的好心相劝, 不仅为以后大牌档拉来了许多生意, 更是有人按照照看着他这里的声音, 再也没有什么阿猫阿狗的混混地痞流氓, 敢在他这里继续白吃白喝白拿的, 老板, 你只管忙你的去好了, 别担心, 没事的, 他刀割不就是一个地痞混混, 有个当分局局长的姐夫而已, 张东笑呵呵地继续道, 话语之中, 那种不屑的语气丝毫不加任何的掩饰, 这个, 老板沉默了也会继续道, 好吧, 既然几位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也就不多说了, 说完, 老板转身离去, 从张东语气中, 他似乎感觉得出来, 这应该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阔哨而已, 听听话里的语气, 一个片区分局局长的姐夫而已, 这摆明了, 就是没把这个片区分局的局长放在眼里, 而且, 刚才老板也仔细观察了, 张东身旁的两个三十岁出头的中年人, 颇有几分保镖的架势, 身躯很结实, 一看就是厉害的练家子, 能够出门, 随身带着两个保镖出门的, 想必身份肯定不是那些一般的阔哨可以比拟的, 不过虽然老板此时也感觉出了张东不俗的身份,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这竟然就是安华赫赫有名的张氏集团的继承人, 号称安华第一大哨的张东, 片刻之后, 伴随着警灯的闪烁, 两辆警车就停靠了下来, 后面跟着刀哥和一群小弟过来时候开的两辆越野车, 车子停下来之后, 前面的两辆警车上下来了四五个民警, 领头的是一个中年人, 看模样大约四十岁出头的样子, 肩膀上扛着两杠一花, 这几个警察刚刚下车, 后面刀哥领着一群小弟, 下车就追了过去, 姐夫, 就是这小子, 刚刚就是这小子动的手, 你看我这胳膊, 还有你瞧瞧他们几个, 全都是被这小子打的, 刀哥追上来之后, 指着晴天怒气冲冲的道, 放心, 这口气, 姐夫一定替你出了, 等会你只管一口咬死这小子, 动手打你们的事情, 剩下的什么都不用说, 等到了警局, 就是咱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刀哥的姐夫小声的道, 现在毕竟是在外面, 还是要顾及一些场面上的形象的, 但是到了分局就不一样, 到时候关起门来, 无论他们做什么, 外面都不会有人知道的, 放心吧, 姐夫, 我明白, 刀哥点点头道, 目光阴狠地落到了晴天的身上, 闪过一丝近乎凶残的表情, 接着, 这次那一脸迎邪的目光, 又落到了趴在晴天腿上的宋宇威身上, 尼玛的,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刀哥心头郁闷地嘀咕道, 这么漂亮的女人, 她怎么就没发觉, 反倒是被别人抢了先, 真是够郁闷的, 王菊, 咱们过去吧, 一个民警打个哈欠道, 这个时间刚睡得正香呢, 就被揪起来出井, 那股瞌睡的尽头, 直到现在还没有过去, 自然是想赶快处理完这件事情, 回去接着睡觉, 刀哥的姐夫点点头道, 走吧, 今天晚上辛苦你们几个了, 王菊你这话就客气了, 能够为王菊和刀少处理, 那是我们的荣幸, 几个民警慌忙硬道, 姐夫, 本会的话, 你把那几个人也给带到警局去, 然后剩下的这女的, 我来处理, 刀哥接着道, 行, 小心点, 别捅出什么大乱子来, 刀哥的姐夫, 一眼就明白刀哥的意思, 点点头答应了下来, 放心吧姐夫, 这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 事后只要给点钱就能封口, 刀哥回道, 刀哥的姐夫不再说话, 点点头, 向着晴天几个人所在的位置走了过去, 此时, 随着他们一群人走过去的动作, 大排档的老板和伙计, 全都集中精力看了过去, 他们倒是想看看, 这个张东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连骗区分局的局长都敢不放在眼里, 小子, 刚刚这位先生和他的几个兄弟报警, 说你行凶商人, 跟我们到警局走上一趟协助调查吧, 还有你们几个, 既然你们都是一起的, 那就跟着一群过去协助调查吧, 刀哥的姐夫走过去之后, 淡淡的道, 行凶商人, 这位警官,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才一个人而已, 他们一群十来号人, 你说我对他们行凶商人, 晴天笑呵呵的道, 就是, 警察先生, 你这玩笑开的也太大了吧, 我们还要报警, 说是他们行凶商人呢, 张东跟着淡淡的道, 开玩笑, 我们经警方是接到报警电话才出警的, 而且, 到底有没有这事, 回头我们警方会仔细调查的, 现在你们还是回警局协助调查吧, 刀哥的姐夫继续道, 话音落下, 其他几个民警的声音跟着响了起来, 你们几个, 最好少废话, 没错, 老老实实地跟着回警局协助调查去,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我们警方自会调查清楚的, 刀哥此时也一脸怒气冲冲的道, 马德, 你瞧瞧他们几个的模样, 还敢说没有行凶商人, 而且, 你他妈的还搞得老子的手臂整整地拖救了101次, 现在你他妈的居然敢说没有, 你有病啊, 秦天没有正面回答刀哥的话, 而是冷不丁地吐出这么几个字来, 你有病, 你他妈才有病啊, 没病怎么尽说胡话, 我那是在做活人拆骨接骨实验, 秦天淡淡地道, 扑哧, 张东忍不住笑了起来, 秦老弟, 你压得真是太有才了, 都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有心思调侃, 厉害, 佩服, 笑声止住, 张东大大咧咧地道, 小子, 敢刚才你自己也承认了, 既然这样, 还是快快地跟着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去吧, 你放心, 我们金放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同时也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坏人, 刀哥的姐夫信誓旦旦地继续道, 我们要是不去呢, 不带秦天回话, 张东接过话茶, 笑呵呵地眯起了眼睛, 不去, 那就是妨碍警方执行公务, 别怪我们洞墙了, 刀哥的姐夫脸色不善地道, 用墙, 我倒是看看你们谁敢用墙, 张东一脸淡然地继续道, 说着竟是直接开口骂了起来, 少女马在那冠冕堂皇地说那么多场面话,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 这小子是你的小舅子, 对吧, 什么狗屁, 行凶伤人报警, 妨碍执行公务, 你这完全是在包庇庇护, 袒护凶手, 动动你的脑子想想, 我们才几个人, 他们那边几个人, 如果他们不来找麻烦, 我们难道还会去主动找他们的麻烦, 就算是他们被我兄弟打了, 那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说到底, 我兄弟不过是正当防卫而已, 带走, 刀哥的姐夫不再废话, 冲着几个民警吩咐道, 几个民警拿出手铐就要动手, 谁敢, 张东大声地呵斥道, 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阿东和阿辉两个保镖直接就冲了过去, 挡在了晴天的面前, 怎么, 莫非你们还敢暴力拒捕不成, 刀哥的姐夫脸色更加阴沉了起来, 如果是正常的协助调查, 自然没有问题, 张东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继续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 今天我就把话给你割这了, 有我在, 谁也别想带走我的兄弟, 废话还真多, 动手, 刀哥的姐夫不耐烦地道, 几个民警闻言就要动墙, 不过这些个被酒囊犯带, 整天养尊处优惯了的民警, 怎么可能会是阿东阿辉的对手, 不过一个照面的功夫, 就全都被放倒在了地上, 几个民警瘫倒在地上, 暂时失去行动的能力, 一个个卷去着身体, 痛苦地惨叫了起来, 老板, 他们竟然敢动手打警察, 大排档的伙计, 惊呆地道, 看样子, 这个年轻人确实有不俗的背景, 老板看着张东, 缓缓地道, 不俗的背景, 就算再厉害, 也不能和警察动手吧, 而且还有咱们这片区分局的局长在这里呢, 伙计继续道, 老板拍了拍伙计的肩膀, 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眼里, 咱们确实惹不起这些当官的, 可是在有些人的眼中, 他们就完全算不得什么了,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刀哥他们这次算是踢到铁板了, 阿东和阿辉的伸手老板看得很清楚, 而且, 两人举手投足之间的那种气势, 挺得笔直的腰杆, 无意不再说明, 这俩人都应该是军人出身, 军人出身有这么好的伸手, 恐怕就只有电视上演的那些特种兵了, 而能够请得动这种特种兵出身的高手来做保镖, 身份绝对不同凡响, 马德, 居然还真敢暴力拒捕, 看老子不崩了你, 刀哥的姐夫暴怒了起来, 掏出随身佩戴的佩枪, 对准张东的脑袋瞄准了过去, 虽然动手打人的是晴天, 但是现在的情况看得出来, 张东才是最核心的关键人物, 老板, 枪都拿出来了, 伙计见状惊恐的道, 别担心, 这不过是吓唬人而已, 别看他是咱们这个片区分局的局长, 也没胆子开枪的, 不愧是大排档的老板, 倒是还有几分见识, 真的假的, 我看这王局长气势汹汹的样子, 说不定真的会开枪呢, 伙计担心的继续道, 没事, 你这帮往下看好了, 老板继续道, 目光盯着张东继续打量了起来, 此时他愈加地感觉到张东这一行人不俗的身份, 毕竟在简单王局长掏出配枪之后, 还能保持如此的一副镇定的神色, 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开枪崩了老子, 有本事你就开枪, 老子今天倒要看看, 你真的有没有这个胆子, 张东不懈地笑着道, 说着向前走近了过去, 别过来, 不然我真的开枪了, 刀哥的姐夫惊呆的道, 按照正常的情况, 这些人见到他连手枪都掏了出来, 绝对是要被吓到的, 可是现在, 对方不仅没有被吓到, 还走了过来, 这倒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刀哥的姐夫心头开始疑惑地琢磨起了这个张东的身份, 不过事已至此, 已经是骑虎难下, 容不得他去退缩, 警官先生, 虽然你是这个骗区分局的局长, 按规定可以配枪, 但是想开枪, 可不是你说开枪就能开枪的, 张东走过来笑眯眯地道, 对于配枪的规定, 他还是十分清楚的, 不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下, 是绝对不可以开枪的, 在华夏, 对于枪支弹药的管理, 不只是在民间, 就算是警方这样的强力执法部门, 也有很严格的管控, 小子, 你说的没错, 确实是这样, 不过现在, 你们暴力拒捕, 但凭这一点, 我就算开枪把你崩了, 也是合乎规矩的, 刀哥的姐夫脸色一沉, 眼神之中闪烁起了几分阴狠的神色, 暴力拒捕, 我们为什么要暴力拒捕, 你包庇袒护自己的小舅子, 想要以权谋私, 难道我们就要任凭你们为所欲为吗, 张东冷冷地继续道, 再问你最后一次, 要么老老实实地跟我回警局, 要不就别怪我开枪了, 刀哥的姐夫一脸阴狠地继续道, 想开枪, 起码也要先把枪堂上了吧, 张东丝毫不为所动, 依旧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 他的一副模样, 让刀哥的姐夫彻底疯狂了, 直接将枪堂上去, 对准了张东的脑袋, 瞧着, 张东的两个保镖阿东阿辉两人心头一惊, 慌忙就要把张东护在身后, 毕竟虽然说对方开枪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他们作为保镖, 绝对不能让雇主去冒这个危险, 这是他们的使命, 更是他们做军人以来就明白的职责, 比他们自己生命更重要的职责, 王永亮, 你他妈的, 给老子助手, 一阵急促的刹车声响起, 几辆警车停了下来, 最前面的一辆警车上, 一个五十岁出头的中年人下了警车, 就一路小跑冲了过来, 一边跑着, 一边大声呵斥的, 刚才的一幕他看得很清楚, 包括王永亮子弹上膛的动作, 接到张东的电话之后, 他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张氏集团是安华当地最大的企业, 每年为安华当地的税收贡献了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数目, 可以说, 一个张氏集团就撑起了半个安华的经济, 所以张氏集团在安华的影响力绝对是不容小视的, 如果张氏集团未来唯一的继承人出了事情, 肯定会影响到张氏集团在安华的继续投资, 甚至直接撤走安华当地的所有产业, 不是没有可能的, 到时候整个安华的经济恐怕都要引起巨大的震荡, 毕竟张氏集团可是世界五百强的大集团, 在华夏的排名更是直接排入了前五十的位置, 一旦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么他这个市局局长必定要首当其冲, 脱不了干系, 刀哥的姐夫傻眼了, 大声的呵斥声他很熟悉, 回头果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跑了过来, 刘,刘局,刘局长您怎么来了, 中年人走过来之后, 刀哥的姐夫说起话来, 直接就变得结结巴巴了起来,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市局的刘局长竟然也来了, 这可是整个安华警局的一把手, 真正站在安华权力核心的大人物, 难道是因为他们几个? 目光落到张东几个人身上的时候, 刀哥的姐夫心头狠狠地颤动了起来, 从刘局长那一副怒气冲冲的情况看来, 这种可能性很大, 刘局长过来十有八九, 就是因为这几个年轻人, 脑海中回想起刚才张东说的那些话来, 刀哥姐夫的脸色愈加地苍白了起来, 额头上甚至就已经开出了汗珠, 张东话里的意思很明显, 摆明了压根就没有把他这个骗区分局局长给放在眼里, 此时, 刀哥一行人更是傻眼了, 作为混混头子, 对于像刘局长这样身份的角色, 肯定要是第一个了解的, 认出刘局长的身份之后, 他就想要开溜, 不过却别后面警车下来的警员给围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刘局长为什么来到这里, 但是想必肯定和这几个年轻人脱不了干系, 对方既然能够惊动刘局长出面, 那么身份背景可想而知, 就凭他姐夫这个分局局长的位置, 别说保他, 这个时候自己能不能保得住自己估计都是个问题, 老板, 这人是, 瞧着被刀哥的姐夫称为刘局的中年人, 伙计诧异得道, 他们不过是一群普通的老百姓而已, 在他们看来, 像刀哥姐夫这种分局局长的职位就已经是很大的官僚, 可是现在, 一个中年人的出现却让刀哥的姐夫, 这个分局的局长表现出如此惊恐的神色, 那这个中年人的身份肯定是更厉害了, 刘振东, 咱们安华市公安局的局长, 一把手, 老板缓缓地道, 市公安局局长刘振东, 可是安华的大人物, 经常在电视新闻节目上看到刘振东的身影, 所以在刘局长走过来之后, 老板一眼就认了出来, 他来这里做什么, 伙计继续道, 肯定是和这几个年轻人有关, 老板松了口气道, 市局的刘局长都来了, 看来这次遭殃的要是刀哥和他的姐夫了, 不过他的心头, 这回倒也是更好奇了这一群年轻人的身份, 竟然能够惊动刘局长亲自出面, 而且从刘局长下车那惊慌奔跑的模样看得出来, 这几个年轻人在这里出了这种事情, 定是把他也吓得不轻, 这样的话, 那刀哥和他的姐夫岂不是要惨了, 伙计说着突然变得兴奋了起来, 嗯, 终于有人可以替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出上一口心头的恶气了, 但欣慰得到, 心头再次松了口气出来, 按照眼前的情况, 刀哥和他姐夫肯定是要有大麻烦的, 如此以来, 想必刀哥这群混混肯定要老实起来, 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他这摊位里捣乱了, 如此以来, 他这小生意又可以继续做下去了, 张东, 你没事吧, 刘局长过来没有理会王永亮, 跑到张东的跟前慌忙道, 张东, 闻言刀哥的姐夫彻底傻眼了, 在安华这地方叫张东的人到底有多少他不清楚, 但是能肉让市局的刘局长摆出如此一副姿态的, 恐怕只有一个, 张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太子爷张东, 完了, 这下真的完蛋了, 这次心头狠狠地颤抖了起来, 凭借他刚才做的那些事情, 张东追究起来的话, 市局的刘局长为了避免事情闹大, 肯定是要把他这个分局局长的职务给罢免了不可, 而且还很有可能直接给开除党级公职的身份, 都是你干的好事, 目光落到自己这个小舅子身上, 王永亮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起来, 心头那叫一个恼怒, 迎着自己节目恼怒的眼神, 刀割老老实实地低下了脑袋, 连大气凑不敢喘一口, 我说, 这人怎么这样牛逼呢, 原来竟然是他, 大排档的老板惊呆的道, 大排档这地方, 有时候其实和古代的青楼差不多,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 上到国家大事, 下到鸡毛蒜皮的小事, 张东作为安华第一大少, 在大排档这地方, 他倒是经常听到有人议论过, 老板, 这人到底是谁啊, 你就别打雅弥了, 伙计疑惑的道, 张东, 我知道是张东,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张东是什么身份, 伙计继续道, 张氏集团你知道不知道, 老板笑了笑道, 知道, 当然知道了, 在咱们安华当地, 恐怕没有比张氏集团再有名的了, 估计上到老人, 下到小孩, 就没有不知道张氏集团大名的, 伙计应道, 张东就是张氏集团的太子爷, 老板继续道, 嘶, 闻言, 伙计心头倒吸了一口冷气, 怪不得能惊动市局的局长, 让市局的局长在这个时候慌慌张张的赶来, 原来竟是张氏集团的太子爷, 这可是安华真正的大人物, 跺跺脚, 整个安华经济都要抖三抖的大人物, 关于张东的传说, 在安华当地流传有不少的事迹, 但是最有名的也被公认的就是, 张东目前已经接管了家族的部分产业, 据说已经超过了四成, 而且还有传言说, 其实目前的张氏集团基本上已经在由张东打理, 而张东的父亲已经基本上做了个甩手掌柜, 名义上的董事长很少在亲自过问公司的事情, 没事, 暂时是没事, 不过刘局长, 你如果晚来片刻的话, 那就不一定了, 张东笑呵呵地回道, 说着指了指刀哥姐夫手中的配枪, 这位王局长倒还真是威武, 拿枪威胁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而且子弹都上膛了, 王永亮, 你他妈的还不给老子把子弹退堂, 枪给收起来, 刘局长恼怒地继续呵斥道, 不过他的心头却是暗自嘀咕了一句, 平头老百姓, 如果你张氏集团的大少爷张东也是平头老百姓的话, 那整个安华就全都是一般的平头老百姓了, 刘局长, 不, 不是你看的这样的, 刀哥的姐夫一边慌忙把配枪退堂收起来, 一边着急地解释道, 是他们暴力拒捕, 我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你看他们几个, 说着他指了指现在还瘫倒在地上的几个警员, 暴力拒捕, 你倒是说说我们为什么要暴力拒捕呢, 张东淡淡地道, 这个刀哥的姐夫张了张嘴巴说不出话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局长脸色阴沉地道, 幸亏他及时赶到, 不然真要是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他这个局长的位置可真是干到头了, 这个狗日的王永亮自己不想活了不要紧, 你他妈的可千万别把老子也给拉下水, 这个刀哥的姐夫脸色愈加地苍白了起来, 再次张了张嘴巴, 依旧没能说出话来, 没话说了是不是, 既然你没话说, 那我就替你把话说了, 张东淡淡地道, 说着把刚才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 刘局长,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王永亮,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 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刘局长恼怒地呵斥道, 刀哥的姐夫身体一哆嗦, 差点没蹲倒在地上, 刘局长, 现在事情你既然自己都弄清楚了, 那就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张东目光落在刘局长的身上继续道, 对了, 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我会追踪的, 放心, 我一定会严肃处理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的, 刘局长慌忙硬道, 张东话里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这件事情不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的话, 那么绝对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王永亮不过是他的一个下属, 一个小小的骗区分局局长而已, 他自然是不会为了这样的小角色而却得罪张东的, 嗡, 随着张东和刘局长的话音落下, 刀哥的姐夫脑袋嗡的一声就响了起来, 本来他还以为回头好好的疏通疏通, 就算自己局长的位置保不住, 但起码还会抱住公职的身份, 但是现在, 从张东的态度和刘局长的承诺来看, 公职恐怕十有八九也是保不住了, 好, 那我就等着刘局长你的处理结果, 张东笑呵呵的应道, 放心, 刘局长应了一声, 目光落到王永亮一行人身上道, 带走, 话音落下, 那些随行而来的警察, 就压着刀哥姐夫几个警员, 以及刀哥一群混混上了警车,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这件事情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毕, 然后把处理结果通知你的, 刘局长冲着张东继续道, 行, 那就麻烦刘局长了, 这件事情我就做得你的回复了, 张东应道, 刘局长点点头, 继续招呼了一声离开, 张哥, 还是你牛逼啊, 带到这一群人被带走之后, 晴天笑呵呵的道, 你小子就别埋怠我了, 怎么样, 吃饱喝好没有, 好了的话咱们就回去吧, 张东笑了笑道, 走吧, 时间不早了, 明天还要回学校上课呢, 晴天应道, 这么一回闹腾的功夫, 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的时间了, 老板, 结账, 张东叫来大排档的老板, 就要结账离开, 此时, 宋雨薇这妞, 已经是一副醉得不省人事的模样, 听着张东的声音, 倒是抬起头来嚷嚷了一句, 他要结账的, 然后接着一头又爬在了晴天大腿之上, 一副快要睡着过去的样子, 不用了, 今天几位的消费免单, 老板走过来兴奋的道, 那怎么行呢, 你们这小本买卖不容易, 几位, 真的不用了, 经过你们今天的事情, 相信刀哥以后不会, 再到我这摊位上继续找麻烦了, 说起来, 你们可是我们这家大排档的打大恩人呢, 老板继续道, 这个, 张东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老板的声音继续响了起来, 见着老板如此一副坚决的表情, 张东倒是没有继续坚持, 反正他已经打好了, 注意回头, 让下面的人多关照关照这家大排档的生意, 相信下面那些人随便关照一下, 就远远不是这么一顿, 韭菜可以比拟的, 和老板热情地打了声招呼之后, 一行人在老板热情地欢送下离开, 宋雨薇这妞, 直接喝得醉醺醺的不省人事, 无奈的晴天, 直接一把将这妞拦腰抱了起来, 惯性的一条手臂, 就放在了那一双大腿的位置, 而另一条手臂, 则是顺着这妞的手臂下方缠绕了过去, 拦到了胸前的位置, 不偏不移, 刚刚好到了那一对饱满的弧度上, 尼玛, 真要命, 只是瞬间, 手臂和手掌上同时传来的那种滑腻细嫩, 以及柔软挤压的弹性, 让晴天整个人不受控制的, 就变得热血沸腾了起来, 此时, 这或小幅下方的位置, 牛仔裤的布料, 明显已经有些不够用了, 上车, 张东倒是很自觉地, 直接退到了最后一排的座椅上, 晴天抱着宋宇威坐在中间一排的座椅上, 阿东驱车, 阿辉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一行人在老板和火急热情的送别下, 驱车离开, 秦老弟, 这位宋小姐真的是你的老师, 车上张东好奇地问道, 当然了, 不然你以为呢, 晴天道, 你小子行啊, 竟然连你们这么漂亮的美女老师都能搞到手, 厉害, 真是厉害, 张东笑呵呵地继续道, 从晴天和宋宇威对彼此表现出的那种眼神和姿态中, 久经人情世故张东看得很明白, 那绝对不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应有的那种眼神和姿态, 张哥, 别瞎说, 晴天慌忙回道, 不过看着趴在怀抱之中的宋宇威, 心头却是一阵小小的得意, 能这么把美女班主任抱在怀抱之中, 那可是她无数次梦寐以求的事情, 这样的情形, 也就只有在梦境中才出现过而已, 瞧瞧你小子那窃喜的样子, 行了, 说吧, 晚上住什么地方, 要不送你们去我们张氏集团下属的酒店吧, 给你们安排一个最好的总统套房, 张东笑呵呵地继续道, 张哥, 你就别再开玩笑了, 这可是我们班主任呢, 晴天美好气得道, 虽然其实他的心头确实还是有这么个想法的, 切, 班主任怎么了, 这年头又不是没有师生恋的事情, 再说了, 咱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张东笑呵呵地继续道, 而且, 我就不相信, 放着这么漂亮的美女班主任在怀里, 你还能坐怀不乱, 滚球,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 是个只靠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晴天美好气地继续道, 两人的关系, 现在已经非常熟络, 所以说起话来的时候,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好估计的, 靠, 哪个男人不靠下半身思考问题, 难不成你还是个坐怀不乱的柳夏慧, 张东继续道, 说着向着晴天某个位置瞄了一眼, 还装算, 你看看, 张哥, 能不别开玩笑了, 晴天彻底无语了, 这事也不能怪他, 放着这么一个娇滴滴的美女在身上, 谁都没点反应啊, 除非不是男人, 哈哈, 张东哈哈大笑道, 行, 那就不拿你小子寻乐了, 说吧, 宋老师家住什么地方, 现在咱们送他回去, 这个, 晴天有些为难的挠了挠头, 宋宇威家住什么地方, 他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 张东愣了一下道, 确实不知道, 不过我倒是知道宋老师在学校的宿舍, 晴天回道, 那就送你们回学校好了, 张东说着冲着阿东吩咐道, 去安华一中, 别去, 几乎是随着张东的声音刚落, 秦大少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张东愣住了, 有些不明所以的看向晴天, 好一会的功夫才一脸坏笑的道, 你小子, 不会是想明白了, 要去开房吧, 滚蛋, 晴天美好气的翻了个白眼, 靠, 不是开房, 那你是要干嘛呢, 害得哥们白白替你激动了一场, 现在宋老师这个样子不能回学校的, 不然的话, 被学校里其他的师生看到了影响不好, 晴天缓缓的道, 他倒是不在乎, 可是如果传开了一些沸沸扬扬的流言蜚语, 伤害了宋宇威, 这就不是他所愿意的了, 秦大少倒是不知道, 其实在下午, 他拉着宋宇威的手, 从学校里小跑出了校门的时候起, 就已经在学校里掀起了无数的闲言碎语, 现在, 整个安华义中, 议论最多的就是这件事情, 一个个的纷纷在猜测, 秦大少和宋宇威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倒也是, 那你说, 现在怎么办, 要不去你家, 张东想了想到, 不行, 绝对不行, 如果被我爸妈看到了, 只不定要想成什么样子的, 秦大少一脸坚决的反对道, 如果被父母看到他这么完了, 带个女人回家, 肯定会误会的, 如果他再继续解释这个女人是他的老师, 恐怕父母的误会还会更加深刻, 搞不好还会让他从安华义中转学也说不定,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怎么办吧, 要不, 还是去酒店吧, 秦大少想了想, 有些无奈的道, 想来想去, 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 是比去酒店更好的去处, 不过虽然决定了去酒店, 但是他的心里其实还是很忐忑的, 开一个房间的话, 如果第二天早上宋宇威醒过来, 发现自己和他住在一个宾馆, 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形, 秦大少很难想象的出来, 可是如果开两个房间的话, 宋宇威这一副最熏熏的样子, 谁来照顾, 说来说去不还是去酒店开房, 你小子前面装的还挺像, 张东笑呵呵的道, 接着冲着阿东吩咐了下去, 去咱们集团的总部酒店, 闻言, 秦大少倒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反正这个时候, 无论他说什么, 张东肯定都不会相信的, 是, 张绍, 阿东应了一声, 驱车向着集团总部酒店的方向驶了过去, 这个时候的街道, 倒是安静了许多, 行人几乎已经完全见不到了, 只能偶尔地见到一些稀疏的车辆, 阿东驱车的速度很快, 平时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这个时间只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 就赶到了地方, 张氏集团的总部酒店, 位于安华当地最核心的地段, 占地足足达到了数十亩的地方, 是安华当地最有名的大酒店之一, 和官方负责的安华大酒店, 并称为安华的两大酒店, 张氏集团的总部酒店, 分别一栋66层的高层建筑, 和树栋三层小楼房别墅样式的建筑组成, 即喜狱, 餐饮, 住宿, 休闲娱乐与一体, 这个地方, 之前秦大少倒是也来过许多次, 不过再次来到这地方之后, 依旧不免被眼前的场景感到震撼, 足足可以提供上百个车位的地面停车场, 在安华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是绝对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比拟的, 尤其还是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这一块的位置, 不说酒店的建筑和内部装饰的情况, 但从这前面露天的停车场, 就可以感觉得出来, 张氏集团总部酒店的气派, 也侧面地衬托出了张氏集团, 在安华当地的实力和财力, 张东这辆汉马进入到酒店之后, 阿东驱车直接来到了酒店的入口处, 太子爷的座驾, 这些酒店的工作人员全都清清楚楚, 毕竟来到张氏集团的总部酒店之后, 第一件要学习的不是礼仪, 而是认清楚集团的董事长和太子爷, 以及他们的座驾, 认出张东的座驾见到之后, 立马就有人通知了酒店的值班经理, 然后一个个的都打足了精神, 他们不清楚大太子这个时候, 突然到了集团的总部酒店要做什么, 但是必须要以最好的姿态, 去迎接太子爷的大驾光临, 阿辉下车为晴天打开车门, 他抱着宋雨薇走了下去, 张东跟着下车, 然后带着晴天向着酒店内部大厅走了过去, 少董事长, 门口的工作人员见到张东之后, 慌忙招呼道, 张东目前基本算是全面接掌集团的管理, 所以集团内部的人都习惯称他为少董事长, 张东点头示意了一下, 带着晴天继续走向酒店的大厅, 少董事长, 您这个时候来有什么安排吗? 酒店的值班经理接到下面的电话之后, 立马慌忙的就从办公室赶了过来, 来到大厅的时候, 刚好张东带着一对年轻的男女走了进来, 本来他还担心, 这个时候少董事长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不过看到身旁的张东身旁的一对男女的时候, 心头顿时就松了口气, 情况很明显, 这一对男女的样子应该是那种情侣的关系, 而现在女的醉醺醺的辈得抱在怀中, 又是这个时间来的酒店, 想必十有八九是为了安排房间的事情, 不过虽然心头松了口气出来, 但是值班经理的心头却是又多了几分疑惑, 他很好奇这个一对男女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会惊动集团的少董事长亲自过来安排, 孙经理, 你来了正好, 帮我这位兄弟给安排一个最好的总统套房, 张东吩咐道, 少董事长当心, 我一定把咱们酒店最好的房间安排给这位少爷, 和孙经理猜想中的一样, 他连忙点头印了下来, 不过目光落到晴天身上的时候, 孙经理又开始暗自琢磨起了这个晴天的身份, 在安华当地, 张东或许有不少朋友, 但是能被他成为兄弟的绝对不多, 至少就他所见到的, 晴天还是第一个, 秦老弟, 明天上午, 集团还有个重要的集团会议要开, 我就先回去了, 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招呼孙经理就行了, 张东继续道, 成, 没问题, 晴天应道, 张东继续打了声招呼之后, 转身离开, 不知道这小子今天晚上到的会不会刚转过身来, 张东就开始琢磨起了这件事情, 放着这么一个绝色大美女在身旁, 还喝得这么一副醉醺醺的模样, 恐怕没有几个男人可以做到坐怀不乱吧, 起码他认为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 这位少爷贵姓, 我是酒店的经理孙海, 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可以直接吩咐我, 酒店的大厅内带到张东离开之后, 孙经理冲着晴天热情地道, 晴天, 晴大少微微一笑道, 孙经理, 现在, 你还是带着我去酒店的房间吧, 没问题, 秦少请随我来, 孙经理恭敬得道, 在孙经理的安排下, 晴天和宋雨薇被安排到了最顶层的一个豪华的总统套房, 这里是整个酒店风景最好的一处位置之一, 站在房间内的阳台上, 几乎可以俯视整个安华, 将整个安华所有的一切尽收眼底, 房间内, 晴大少踏进房门的一瞬间, 心头就变得激动了起来, 锁上房门, 抱着宋雨薇来到了房间内, 她鼓足了好大的力气, 才将这妞轻轻地放在了床上, 从这妞后背之下抽出手臂的时候, 不经意间再次触碰到了那一侧柔软的位置, 瞬间带来的感觉, 让晴大少心头狠狠地颤动了起来, 动作瞬间就僵硬了下来, 呼, 过了好一会的功夫, 晴大少才深深地叙了口气出来, 勉强平复下了自己的心情, 目光再次落到熟睡中的宋雨薇身上, 看着那被酒精麻醉下红润的面孔, 朦胧的姿态, 晴天心头那股窜动的火焰瞬间就不受控制地滋生了出来, 她努力控制住心头那种强烈的欲望, 勉强使自己的脑海保持平静, 最终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终于将手臂从这妞的身子下抽了出来, 居高临下的位置自胸口那傲然耸立的地方开始, 一路向下, 在中间那纤细柔妖的衬托下, 动感的曲线更加清晰, 此时, 一双白皙修长的眉腿, 在阳光的照耀下, 更是折射出一种水润的光泽, 如同出水芙蓉一般, 吹弹可破, 勉强地安耐住内心那种灼热的躁动, 晴天缓缓地弯下腰来, 宋语微角上是一双黑色的细膏根, 将阻裸完美地衬托出来, 晴天一只手托住着妞的阻裸, 一只手缓缓地将这一双黑色的细膏根, 一只接着一只地缓缓吞下, 晴天的动作很缓慢, 随着一双黑色的细膏根被完全吞下, 一双玲珑玉卒更加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这一刻, 晴天的再一次的失神了, 看着宋语微这双精致的玉卒傻傻地愣在那里, 许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一副模样就像是在欣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完美, 许久之后, 晴天才从那种失神的状态中回过神来, 缓缓地吐出两个字, 这妞的一双玉卒绝对是他所见过的最精致的一双玉卒, 和这样一双美卒比起来, 什么电视上那些足模完全就要弱爆了, 直起身子, 晴天将这妞的身体继续往床中央的位置挪动了一下, 然后轻轻地为这妞盖上被子, 这种最豪华的总统套房有点类似于那种一室一厅的那种感觉, 晴天来到客厅内将外面的沙发垫取来, 打算在卧室的地上躺下, 毕竟以宋语微目前这种醉醺醺的状况, 如果他不带在身旁注意好的话, 万一出现了什么问题怎么办? 铺好一切, 晴天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宋语微, 然后躺了下来, 他不否认, 这一刻看着宋语微他心中确实不可抑制地滋生出了那种念头, 但是这种念头只要滋生出来, 就被他给狠狠地踩了下去, 晴天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什么柳下慧, 但是也绝对不是趁人之危的小人, 更何况, 这还是他的美女班主任, 一直以来对他都是十分的不错, 更是在他们家里落败的那段时间内, 主动提出要帮他补习功课, 然后鼓励他好好学习, 努力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将来好能谋个好出来, 在晴天的心里对于自己家里落败的那段时间内, 宋语微所表现出来的一切, 心里还是十分感激的, 睡, 我要睡, 刚刚将沙发垫在床边扑好, 宋语微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起身, 之间这妞闭着眼睛, 不停地转动着脑袋, 身子也是不停地扭动着, 伴随着微微如动的嘴巴吐出了这么几个字来, 宋老师, 你等一下, 我这就去给你倒水, 这妞的样子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诱惑, 晴天努力地回过神来应道, 慌忙起身过去倒水, 水, 我要水, 宋语微就像没有听到晴天的声音一样, 依旧在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 饮水机那里有烧开的热水, 晴天拿来被子将热水和凉水掺和在一起, 然后自己尝了一口, 直到觉得温度合适的时候, 才慌忙端着水杯走了过去, 宋老师, 水来了, 在床头坐下来之后, 晴天端着水杯随着宋语微嘴巴微微如动的动作, 然后将水杯放在这妞的嘴唇上, 缓缓地将水杯里的水喂了下去, 意识迷迷糊糊的宋语微根本不知道张嘴, 就算是晴天已经端着水杯开始喂水的时候, 依旧在不停地喃喃自语着, 不过一会的功夫, 晴天不仅没有喂下去一丝一毫的水, 反倒是将这妞的衣精都给弄湿了一大片, 雪白的坟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滑落的水珠, 胸前一大片的衣精更是完全被浸透, 紧紧地贴在了那一片肌肤之上, 朦朦胧胧中隐约可见一抹若隐若现的弧度, 用尽全力将目光从这妞胸前的位置收回来, 晴天慌忙找来纸巾为这妞擦拭了起来, 动作很轻缓, 但是不可避免地就触碰在了那一丝丝滑腻的位置, 水, 水, 宋语微似乎根本没有感觉到晴天的动作, 依旧如动着嘴唇不断地倒, 此时, 这妞身体的扭动越来越凌乱了起来, 脑袋摆动的幅度也更加厉害了起来, 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起来, 晴天文言慌忙继续为这妞喂水了起来, 有了上次的经验, 他直接找来毛巾垫在这妞的坟井上, 这一次, 水珠倒是没有继续弄湿这妞的坟井和衣精, 不过依旧没有味精去嘶吼, 这可怎么办是好, 眼见宋语微整个人越来越干渴, 越来越急躁, 而且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起来的时候, 晴天郁闷得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是好, 尼玛的只能这么来了, 犹豫了片刻, 回想起电视上的那些镜头, 秦大少终于下定决心做出了决定, 口中沁上一口水, 秦大少缓缓地对准宋语微嘴唇的位置映了过去, 这一刻,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那种鼻息声也越来越强烈了起来, 隐约间, 秦大少甚至还感觉到了宋语微身上的那种体温, 伴随着一阵悠香的气息, 秦大少终于凑了上去, 几乎是贴上去的一瞬间, 秦大少的脸颊跟着也通红了起来, 不过醉醺醺, 迷迷糊糊的宋语微却没有那么老实, 正当晴天想要喂进去水的时候, 这妞的脑袋突然就扭到了一边, 一连几次都是同样的情况, 到后面这妞的脑袋虽然不来回扭动了, 但是嘴唇却紧紧地闭了起来, 昔日的秦大少可是没少到那些风月场所溜达, 虽然没有过那样的事情, 不过轻嘴的技巧还是非常纯熟的, 打定注意之后, 秦大少无比纯熟地展开了攻势, 很快就攻城略地, 撬开了宋语微的嘴唇, 将浸在口中的水喂了进去, 宋语微使劲地吸引了起来, 只是片刻就喝了的金光, 而此时这妞还没有丝毫要停止的意思, 接着瘫搂地吸引了起来, 你妈,真要命, 鼓足了好大的力气, 秦天终于挣脱了出来, 就这样以同样的方式一口一口地将杯子中的水喂了下去, 一翻下来, 宋语微这妞终于心满意足地变得安静了下来, 然后再次慢慢地熟睡了过去, 秦天看着熟睡中的宋语微轻轻地摸了一把嘴唇, 似乎还能感觉到那残留的温度和香味, 收起水杯和毛巾, 秦天在这妞的嘴角擦拭了一下, 看着这妞胸前已经被完全浸湿的衣巾, 最终咬了咬牙, 将这妞的连衣裙给脱了下来, 然后盖好被子, 继续收拾好一切, 就准备在床边地下铺好垫子上躺下, 不过目光落到熟睡中的宋语微身上时, 秦天的目光再次不受控制地停留在了这妞的脸颊之上, 这辈子, 谁要是能娶上像美女班主任宋老师这样的女人做老婆, 绝对是莫大的福气, 看着宋语微, 秦天的脑海中莫名其妙地就冒出了这样的一句感慨来, 睡得正香的宋语微突然从床上爬了起来, 摸摸索索地向床边的位置爬了过去, 宋老师, 你这是怎么了, 秦天不知道什么情况, 慌忙过去就要扶起这妞, 哇, 她双手还没伸过去的时候, 宋语微张口就喷了出来, 不偏不移, 刚刚好喷了秦天满满一身, 完了这妞就像什么都不知道的没事人一样, 往床上一趟, 继续就熟睡了过去, 秦大少看着自己身上的荧幕, 慌忙跑到洗手间的位置冲洗了起来, 好在这种最顶级的总统套房, 各种家电设施都是一应俱全, 秦天将衣服换下来丢进洗衣机里, 然后回到卧室里, 将宋语微这妞的连衣裙也给取了过来, 反正要洗, 干脆一起洗了得了, 本来她的打算是挂起来晾干就好, 重新回到房间, 秦天为宋语微擦拭了一下嘴角, 然后将床上有些许污渍的地方给收拾了一下, 洗衣机开的是素洗, 待到收拾好这一切的时候, 衣服刚好洗好甩干, 将洗好甩干的衣服给晾在了阳台上, 这才又重新躺了下来, 此时已经是深夜将近三点半的时间, 可能是太过疲倦的缘故, 躺下来之后的秦大哨很快就睡着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可能是酒醉的缘故, 早上不到七点钟的时间宋语微就醒了过来, 脑袋如同被撕裂般的难受, 睁开眼睛的一瞬间宋语微就傻眼了, 房间内的一切完全不是她所熟悉的场景, 这是什么地方, 这妞使劲地揉了揉脑袋, 努力地回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任凭宋语微使劲想了半天也想不起什么来, 她只记得自己在大排档喝了喝多的酒, 然后趴在晴天的腿上睡着了过去, 接着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晴天回想起最后自己趴在晴天腿上睡着的一幕, 宋语微暗自念叨了一声晴天的名字, 然后双手支撑着身体就要靠着床头起身, 啊, 努力地想要支起身子的一瞬间, 宋语微才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自己身上的连衣裙竟然不见了, 只剩下了里面那件贴身的衣物, 这妞满脸通红, 捂着脑袋尖叫了起来, 宋老师, 怎么了? 熟睡中的晴天被宋语微的尖叫声吵醒, 慌忙爬了起来, 此时宋语微正依靠在床头, 看着自己身上的一幕发呆, 以至于上半身完全暴露在空气之中, 爬起神来的晴天看得很清楚, 一时之间不免有些失神, 使劲地吞了吞口水, 晴天努力地使自己保持平静, 晴天, 看着只剩下一件贴身衣物的晴天, 宋语微更加失神了, 脑子里嗡嗡乱成了一团糟, 眼前的情况, 此时一切似乎都一目了然, 从宋语微的眼神中, 晴天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慌忙拿起一块沙发垫子挡在身前, 宋老师, 你到底怎么了? 没事吧? 目光再次回到宋语微的身上, 晴天的眼神依旧难以抑制地变得炙热了起来, 宋语微此时也注意到了晴天那有些炙热的目光, 这妞顿时就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 慌忙拉起被子遮挡在了胸前, 美好的风景瞬间被掩盖了起来, 这是什么地方? 你怎么也在这里? 短暂的失神之后, 宋语微回过神来, 目光落在晴天的身上, 神色暗淡的道, 虽然心中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测, 不过他还是想从晴天这里得到肯定的答案, 其实在他的心里, 对于晴天并没有那种浓浓的恨意, 毕竟是晴天救了他父亲的性命, 而且如果不是晴天的话, 现在说不定他已经被曹震东那个牲口给遭建了, 只是就这么迷迷糊糊的醉酒之后, 让他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接受, 酒店啊, 昨天你喝多了, 我又不知道宋老师你家住什么地方, 所以就带到你来酒店开了个房间, 晴天慌忙回道, 老师喝多了? 你就带着老师来酒店开了个房间, 宋语微脸色难看得到, 本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晴天第二天见到自己绝对应该是很尴尬的, 可是现在他居然没有半分尴尬, 反倒是还说的好像自己很有道理一般,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晴天疑惑的道, 有什么问题? 宋语微脸快要抱走了起来, 不过最终还是强忍了下来, 从振扭的脸色上, 晴天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 慌忙继续解释道, 宋老师, 你误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昨天晚上, 其实我本来是想送你回学校的, 不过担心被人看到, 传出去对宋老师的影响不好, 所以才来酒店开了个房间, 其实我本来是想让张哥开两间房的, 不过担心, 你喝醉了, 没有人招呼, 这才只开了一个房间, 宋语微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起来, 这都是什么逻辑, 担心在学校里传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竟然还说出如此别搅的理由, 晴天知道, 这妞又误会了, 继续解释道, 宋老师, 昨天晚上, 我可什么都没有做, 你喝多了, 吐在了我身上, 还有你昨天晚上喊着口渴, 我为你喝水的时候, 弄湿了你的裙子, 这才把咱们的衣服都拿去洗了洗, 你看, 昨天晚上, 我都是在地上睡呢, 晴天指着地上铺好的垫子继续道, 真是这样, 宋语微冷了一下道, 仔细感觉了一下, 好像确实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而且, 如果晴天真的对他做了什么的话, 他自己就算是昨天晚上喝醉没有知觉,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肯定会察觉到异样的, 而且, 从地上铺好的垫子上看得出来, 晴天也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 昨天晚上一直都睡在地上, 当然了, 我发誓, 晴天信誓旦旦的道, 事情确实这样并没有错, 不过为这妞喝水的真实情况, 他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晴天, 今天的事情回去之后, 你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不能对任何人提起, 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之后, 宋语微脸色通厚的道, 虽然说昨天晚上只是因为自己喝醉了, 晴天又不知道他的住处, 迫不得已才来到酒店开了个房间, 而且并没有真的对他做了什么, 可是这样的事情传出去的话, 又有几个人会相信, 恐怕立马就会传得沸沸扬扬, 到时候他估计也没眼出门见人了, 放心吧, 我知道, 这件事情我会一直烂到肚子里, 打死也不说, 晴天应道, 嗯, 你过去把衣服拿来, 宋语微继续道, 你等着, 我这就去拿, 晴天应了一声, 跑去阳台把昨天晚上洗了之后, 晾晒的衣服给收了下来, 穿好之后, 晴天回到房间里, 将宋语微的裙子递了过去, 宋语微抽出一条手臂接了过来, 如偶般的手臂散发出一种银润的光泽, 白皙动人, 随着这妞接过裙子的一瞬间, 可能是有些尴尬的缘故, 两个人的手指头不自觉地就触碰在了一起, 很清凉, 很滑腻, 给人一种软弱无骨的感觉, 虽然已经牵过宋语微的御手, 但是这一刻, 这一瞬间的接触, 依旧让晴天的心头有些难以抑制的激动, 转过身去, 晴天冷了一下, 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宋语微, 我说你转过身去, 宋语微脸色羞红的又说了一遍, 宋老师, 你这又是怎么了, 晴天疑惑的道, 什么怎么了, 赶紧转过身去, 我要穿衣服, 宋语微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晴天终于明白了过来, 慌忙转身, 心里却是不以为然, 全身上下早就被她看了个遍,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过说起来也是奇怪, 昨天晚上给宋语微脱裙子的时候, 看到的樱幕除了正常的反应之外, 并没有再出现鼻血喷出的情况, 难道说, 这种流鼻血的情况, 只有在透视美女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 回想起黑市拍卖会透视网满的一幕, 晴天暗自嘀咕了一句, 尼玛的, 还真是个CAO蛋的副作用, 不许回头啊, 宋语微再次叮嘱了一句, 这才慌忙地把连衣裙穿了起来, 穿好衣服, 正妞下床, 被子掀开的一瞬间, 看清楚床单上的情况时, 正妞心头的石头, 才算是完全放了下来, 在酒店里吃完早餐之后, 两个人离开, 本来她们是要打车会学校的, 不过在昨天晚上, 那个值班经理的坚持下, 只得上了对方安排好的车子, 半个小时之后, 安华一中, 距离学校大约还有两三百米的距离时, 宋语微这妞提前下车, 晴天知道这妞心里的想法, 并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大早上的, 如果两个人从同一辆车上下车, 不免会有些闲言碎语地传出去, 他们两个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自从昨天中午, 晴天拉着宋语微从学校离开之后, 两个人的事情马上就在学校传开了, 各种版本加起来, 起码也要有数十种, 老大, 两三百米的距离, 不过是眨眼间的功夫就到了, 晴天下车, 刚好碰到冯刚走过来, 怎么样, 最近这两天, 那个李亮没有赶在找你的麻烦吧? 晴天笑呵呵地拍了拍冯刚的肩膀道, 没有, 最近这两天, 李亮这小子一直没来学校, 冯刚应道, 嗯, 走吧, 咱们进去, 晴天继续道, 老大, 问你个事情, 两个一起走进校门, 冯刚看了看四周小声的道, 晴天冷了一下, 什么事情, 还弄得这么神秘, 学校有传言说, 你和宋老师有, 到底有没有这事情, 冯刚继续道, 胡说, 谁他妈瞎说的, 晴天明白冯刚话里的意思, 顿时激动地道, 最开始是谁传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不过现在全学校议论的, 都是你和宋老师的事情, 老大, 我又不是外人, 到底有没有这事情, 如果有的话, 你就给我招了吧, 我保证谁都不会说的, 冯刚接着道, 没有的是, 难不成老大的话, 你也不相信了, 晴天美好气得道, 他倒是很好奇了, 到底是谁传出去, 自己和宋雨薇, 有点那种关系的事情的, 难道说, 昨天晚上去酒店开房的事情, 被人知道了, 可是也不应该啊, 信, 老大的话我当然信了, 只是昨天中午, 确实是有人看到, 你拉着宋老师的手出了校门, 冯刚继续道, 高中时代的学生, 思想相对于大学, 还有那些社会上的思想, 还是很单纯的, 在他们眼中, 男女之间拉拉手, 就等同于了那种情侣的关系, 晴天文言, 心头顿时松了口气, 只要不知昨天晚上去酒店的事情, 被人知道了就好, 嗨, 你说这事情啊, 宋老师的父亲在医院需要做肾脏移植手术, 可是主治大夫不给手术, 我昨天中午到宋老师那里补习功课的时候, 宋老师告诉我的, 所以就恼怒地拉着宋老师去医院找那个主治大夫去了, 宋老师的父亲需要做肾脏移植手术, 现在怎么样了, 手术的事情安排了吗, 那个主治大夫为什么不给安排手术, 还不是因为那个苟日的曹振东, 这老东西想打宋老师的注意, 所以就和医院的主治大夫勾结整了这么一档子事情, 晴天继续道, 不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 手术的事情昨天晚上就安排了, 手术很成功, 没事就好, 不过倒是有些可惜, 本来听到传言说, 你和宋老师的时候我还小小地激动了一把, 心想老大就是老大, 竟然把全校所有男师生心目中的女神给到顶了, 果然牛逼, 冯刚嘀咕了一句, 滚蛋, 晴天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说话间的功夫, 两个人已经来教学楼前的操场上, 此时, 周丹正站在操场的边缘, 盯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不停地打量着, 注意到晴天和冯刚一起走过来的时候, 这牛眼前顿时一亮, 今天的丹, 依旧是那身招牌服饰的校服, 在安华一种这个基本上, 看不到有穿校服人的地方, 一袭校服的周丹, 却是格外的显眼, 简单的布料, 蓝白相间的连衣裙, 朝阳一缕缕的光芒, 洒在周丹那精致的五官, 更是处处流露出一种清纯动人的气息, 老大, 等你呢, 注意到周丹打量过来的眼神, 冯刚笑眯眯的道, 你怎么知道, 晴天随口回了一句, 心头却是一阵暗暗难以抑制的激动, 其实他也看了出来, 从周丹看到自己的眼神中可以感觉得到, 这妞应该确实是在等他, 只是不知道, 这妞大早上的就站在这里等他, 到底是有什么事情, 我感觉像是, 你没看周笑花, 看到你的眼神不一样吗? 冯刚继续道, 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怎么就没感觉出来, 晴天故作迷糊地继续道, 说话间的功夫, 两个人已经快要走到了周丹的身边, 晴天, 周丹脸色有些羞红地冲着晴天招了招手道, 然后转身走向了一边, 老大, 我说的没错吧, 周笑花确实是在等你, 赶紧过去吧, 冯刚笑呵呵地说着, 加快步伐向着教学楼的位置走了过去, 你找我, 晴天加快脚步追上周云等于单道, 嗯, 周丹点点头, 停下了脚步, 明天就是礼拜六了, 别忘了去找我补习功课, 这是我们家的地址, 说完, 这妞拿出一张纸条塞给了晴天, 冯刚这边走过去没多远之后, 回头偷偷地看上一眼, 刚好看到周丹往晴天手中塞纸条的一幕, 不知道周笑花给老大的纸条上写的是什么, 难道说是情书, 暗自琢磨了一句, 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冯刚的心头冒了出来, 行, 没问题, 晴天这边接过纸条, 笑呵呵地应了一声, 美女笑花要给自己单独补课, 这种好事秦大少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周丹点点头, 转身离去, 这一样的一幕, 恰巧被几个走过的学生看到, 瞧着一个个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这不是咱们学校的四大少的晴天和平名校花周丹吗? 好一会的功夫, 这几个人才回过神来, 一人震惊地道, 没错, 就是他们俩, 不过这个晴天现在已经不是咱们一中四少了, 听说他们家前段时间破产了, 现在有人顶替了他的身份, 成为了新的一中四少, 另外一人接过话查道, 晴天家里落败的事情, 在李亮的大肆宣传下, 早就在学校里传开, 对于晴天界现在已经恢复, 并且还有了更好的发展的事情, 倒是没有几个知情人, 这两个人怎么搞在一起了? 刚刚周丹给晴天色的什么? 不知道, 看样子是张纸条, 难道说是情书? 不可能吧, 周丹会给晴天写情书? 晴天在学校里追求周丹的事情, 并不是什么秘密, 不过周丹对于这个昔日的一中四少的态度很冷淡, 怎么可能会给晴天写情书呢? 不过如果不是情书的话, 那这张小纸条到底怎么解释? 你们几个, 几里呱啦的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到说周丹, 晴天, 还有什么情说? 这几个人小声议论的时候, 突然一道霸气十足的声音响了起来, 晴天粗犷的声音很熟悉, 这几个人不用回头就听了出来, 一中四少新上位的罗霸道。 这人和他的名字一样, 一直以来在学校里都是极其嚣张, 之前也就在一中四少这几个人面前收敛一些。 最近这个罗霸道顶贴了晴天, 成为新的一中四少之一之后, 更是格外的嚣张。 罗绍, 慌忙招呼道, 对于这几个人对自己的态度, 罗霸道满意的点了点头, 很是受用。 你们刚才说的周丹, 晴天, 还有什么情说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 没什么? 这几个人结结巴巴的道。 最近一段时间, 自从晴天从一中四少之中被除名之后, 罗霸道一直在追求平民笑花周丹。 罗霸道的性子他们知道, 如果知道他们在议论周丹的话, 肯定没完。 少他妈给老子废话, 老子都听到了, 你们还敢说没有? 罗霸道脸色一转, 冷冷的道。 罗, 罗绍, 这个,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刚才周丹找到了晴天, 然后塞给了晴天一张纸条。 纸条? 罗霸道冷了一下, 目光落到了前方的晴天身上。 此时的晴天正看着纸条上的地址, 一脸兴致冲冲的模样。 周一到周五, 在学校有美女班主任宋雨薇补课, 周六周日可以到平民笑花家中补课, 这样的待遇, 放眼整个安华艺中, 也就他有这个待遇吧。 晴天, 你给我站住。 罗霸道插着腰, 冲着晴天吆喝着走了过去。 晴天回头, 淡淡地瞥了罗霸道一眼, 我当是谁呢? 原来, 是你罗老二。 罗霸道家中兄弟二人, 排行老二。 之前的时候, 他们几个一中四少, 倒是一直都称呼罗霸道罗老二。 操, 怎么和罗少说话呢? 是不是找打啊? 不带罗霸道说话, 跟在这户后面的一个小弟, 就嚣张地叫嚣了起来。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有机会可以这样教训昔日的一中四少, 也是一件相当熟心的事情。 怎么和秦大少说话呢? 好歹这也是昔日的一中四少。 罗霸道皮笑若不笑地道, 他这话里的意思, 嘲讽的意味很浓。 是, 是, 罗少。 不管怎么说, 秦大少昔日, 在咱们安华一中, 确实也是个风云人物, 现在沦落到这种田地, 确实是够可怜的。 这名小弟笑呵呵地硬合道, 罗老二,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老子没空和你在这里磨磨叽叽的。 秦天不耐烦得道? 对于最近罗霸道追求周丹的事情, 全学校都已经传开了, 这件事情他自然也是清清楚楚。 本来他就打算找个机会, 教训教训这个罗霸道, 让他以后离周丹远点, 别再继续去骚扰周丹, 只是有事情给耽搁了。 没想到今天, 这个罗霸道倒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了, 所以他说起话来的时候, 自然也就没什么好客气的。 操, 你骂他的找死啊! 那名小弟再次嚣张地叫嚣了起来, 说着, 竟是直接一巴掌向着秦天抽了过去。 这祸此时正在脑海中幻想着, 昔日的一中四少被他痛扁的一副模样, 罗霸道的脸色此时变得更加难看了起来。 之前秦家没有落败之前, 秦天就经常这么吆喝他, 那个时候他不敢对秦天怎么样, 可是现在秦天居然还敢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 这让罗霸道的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更何况他过来本是要好好地教训秦天一顿的, 秦天不屑地笑了起来,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不说动用体内的原力, 淡淡凭借异能以及修炼过轩辕玉龙爵之后的身体, 收拾这些个酒囊饭带的家伙, 完全就是小菜一碟。 随手轻轻一抓, 就将罗霸道这名小跟班的手腕给抓在了手中, 顺带着稍稍地用了点力气。 哦,幻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这名小弟只感觉手腕一种揪心的刺痛, 有一种快要被扭断的感觉, 顿时就弯着腰惨叫了起来。 放手, 你他妈的, 快点给老子放手。 惨叫声之余, 这名小跟班恼怒地叫嚷道。 砰, 没有多余的废话, 秦天接着一脚踹在罗霸道的小跟班身上, 然后这名小跟班就一屁股蹲在了地上, 捂着肚子惨叫了起来。 秦天, 叫你一声秦大哨,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以前的那个秦大哨了? 罗霸道脸色难看得到。 秦天这样的动作, 对他来说绝对是一记狠狠的耳光, 摆明了就是没把他放在眼里。 少废话, 有事快说, 有屁就放。 秦天不耐烦地道, 刚刚周丹是不是给了你一张小纸条? 罗霸道强忍住心头的怒气道, 他已经做好了打算, 等到从秦天这里拿到纸条之后, 再好好地教训秦天。 没错, 你看, 秦天笑呵呵地道, 说着摇晃了一下那张小纸条, 上面写的什么? 拿过来, 罗霸道继续道, 扯淡, 你说给, 老子就要给啊。 秦天淡淡地道, 罗霸道不再废话, 伸手就要去抢秦天手中的纸条, 在他看来, 现在的秦天不过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小绵羊一般, 就算是敢对刚才对他动手的小弟动手, 但是绝对还没这个胆量和自己动手。 事实上, 罗霸道完全猜错了, 当他动手要去从秦天手中抢走纸条的时候, 秦天也动手了, 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 动作很干脆, 直接一脚踹在了罗霸道的肚子上, 一脚, 秦天刻意加重到了一些力气, 只是瞬间, 罗霸道就捂着肚子惨叫了起来, 脸色苍白。 不是吧, 这个秦天居然还敢对罗霸道动手? 惨了, 这下这个秦天肯定要惨了。 没错, 以他现在的处境, 莫非还把自己当成了昔日一中四少的那个秦大少, 现在正是上午上学的时间, 秦天对罗霸道动手的一幕, 倒是有不少人看得清清楚楚。 这些人看清楚之后, 全都惊呆的张大嘴巴纷纷意润了起来, 毕竟以秦天现在的处境, 对罗霸道动手绝对是一件十分不明智的事情, 以罗霸道牙子必报的性格, 这下秦天肯定是要惨了。 操, 你居然敢对老子动手? 缓了好一会的功夫, 罗霸道才缓过进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秦天居然现在还敢对他动手。 罗霸道这是不知道周一那会, 秦天在学校门口教训力量的事情, 如果知道的话, 就不会只带着一个小跟班就敢和秦天叫嚣了。 动手? 谁动手了? 老子刚才明明动的事脚好不好? 秦天淡淡地道。 马德, 罗霸道完全疯狂了, 刚要破口大骂, 两个字刚出口就被秦天一巴掌给抽了回去, 既然你要我动手, 那我就动手好了。 啪, 话音落下, 秦天接着反手一巴掌又抽了回来。 秦天, 我去你, 罗霸道变得更加疯狂了起来。 秦天没有多余的废话, 出手很干脆, 接着正反手两个大嘴巴又抽了下去。 卧槽, 罗霸道恼怒地继续叫嚣了起来。 啪啪, 两个字刚出口, 回答他的又是两记清脆的耳光声。 我, 罗霸道这次只是一个字出口, 秦天接着又是两个大嘴巴。 罗霸道更加抓狂了, 继续叫嚷了起来。 这一次, 秦天更干脆, 还没等到他话出口, 只是刚刚又开口的动作, 就又噼里啪啦, 接着一阵耳光抽了下去。 罗霸道眼前有些星光闪闪了起来, 这回倒是变得老实了起来。 此时, 他两侧的脸颊上布满了清晰的手指印。 此时, 刚刚被秦天踹到在地上的那个小跟班, 整个人完全傻愣在了那里。 看着眼前的秦天, 他实在很难相信这是前段时间那个家里落败之后, 万分颓废, 几乎成了学校里人人都可以欺负的秦天。 这名小弟, 原本见到罗霸道动手之后, 打算起来帮忙的, 这回干脆爬在地上, 眯着眼睛装死了起来。 罗老二继续稍稍地晃动了一下手臂, 秦天笑咪咪的道, 秦天, 你有种, 咱们走着瞧。 罗霸道脸色阴沉的道, 倒是没敢继续叫骂。 最近刚刚晋升学校的一中四少, 风头正成的他竟然被一个落魄大少当着众人的面, 在操场上抽耳光如同摘豆角一般, 这份恶气, 如果不给找回来的话, 那他以后就没法继续在一中混下去了。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秦天笑咪咪的道, 你说呢? 罗霸道的眼神之中, 闪过浓浓阴狠的神色。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生平最受不了的, 就是别人的威胁。 秦天说着, 话锋陡然一转, 接着又是两个大嘴巴抽了上去。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像罗霸道这样的小角色, 他还真没放在眼里。 我发誓, 回头我一定弄死你。 罗霸道眼神之中的那种恨意, 变得更加浓烈了起来。 回答他的, 接着还是两极清脆的耳光上。 这一次的耳光落下, 罗霸道倒是变得老实了起来, 低着脑袋, 眼神之中闪烁起浓浓的恨意, 面目猙獰。 怎么不说话了? 还要不要弄死我了? 秦天笑眯眯地继续道, 老子问你话呢? 没听到吗? 秦天神色冷漠地道, 不了, 不敢了。 罗霸道一哆嗦, 脸色僵硬地回道。 就算他心中的这个想法越来越坚定, 但是此时却不敢再说丝毫的狠话。 毕竟都这个时候了, 如果他还继续放狠话的话, 下场可想而知, 这回罗霸道确实已经被秦天打怕了。 真的不敢了? 不会是这回不敢, 心里正在想回头, 怎么收拾我的吧? 秦天说着, 依旧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真不敢了, 我发誓, 绝对没有。 罗霸道低着脑袋道, 秦天说得不错, 他心里确实有这个想法, 但是都这回了, 他哪还有胆子继续说? 你这人不诚实, 上小学的时候, 老师就教育我们要做个诚实的孩子。 秦天接着两个大嘴巴, 抽在罗霸道的脸上继续道, 其实你心里的想法我自然明白, 说吧, 到底有没有打算, 事后报复我的想法。 想清楚了再说, 秦天继续摇晃起了手腕。 罗霸道有些梦了, 不明所以地看着秦天, 瞧着那摇晃中的手腕, 最终咬了咬牙道。 没错, 我确实有这个想法。 回答他的, 依旧是秦天两记清脆的大嘴巴, 都这个时候还想着报复我, 看来你小子, 还是没有长记性啊。 秦天抬手, 继续两个大嘴巴抽了上去, 说吧, 还要不要报复我了? 不, 不敢了。 罗霸道郁闷地回答, 你这孩子, 又不诚实了。 秦天继续两个大嘴巴抽了上去, 罗霸道的心头, 委屈得快要哭了, 说不敢秦天说自己不诚实是打, 说有这个想法, 还是要打。 你马的, 不带这么逼人的。 算了, 上课的时间快要到了, 老子没工夫和你闲扯了, 欢迎随时上门找虐。 秦天笑眯眯地继续道, 说着话风陡然一转变地凌厉了起来, 正想找你呢, 没想到你倒是主动找上门来了。 记住, 以后给老子离周丹远点, 不然的话, 老子见你一次打一次。 周一来学校的时候, 周丹可是找到他说, 只要两个人能考上同样的一所大学, 就答应秦天的要求做他的女朋友。 所以现在, 在秦大少的心里, 周丹已经是属于了他的私人禁区。 这个罗霸道竟然敢骚扰周丹, 那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事情。 听到没有, 老子和你说话呢? 见着罗霸道没有回话, 秦天一只手揪起罗霸道的衣领, 另一只手就扬了起来。 听到了, 听到了, 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应, 罗霸道慌忙惊恐地回道。 听到了最好, 秦天这才松开了罗霸道, 转身离开。 尼玛的, 不是吧, 这还是那个前些日子颓废的秦天吗? 竟然敢把罗霸道打成这个样子, 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花眼了。 乖乖嘞, 真是太吓人了。 直到秦天离开, 那些目睹了这一幕的一些学生, 还傻傻地棱在那里, 一个个不可思议地议论着。 此时, 几个花痴的女生看着秦天的眼神更加痴迷了起来。 冲冠衣怒为红颜, 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秦天, 罗霸道只觉得眼前一片星星闪烁的景象, 过了好一会的功夫, 才回过神来。 老大, 你没事吧? 随着秦天的离去, 罗霸道的这名小跟斑荒芒爬了起来。 没事, 你他妈说, 有事没事。 罗霸道脸色难看得到。 这个秦天也太猖狂了吧, 居然敢对你动手。 咱们怎么办? 这口气总不能就这么咽下去吧? 放屁, 老子要是不灭了这小子, 以后还怎么在意中继续混下去? 罗霸道脸色阴沉的道, 看了看四周围观的人群, 这丝恼怒的继续叫嚣了起来。 尼玛的, 都他妈看什么看? 信不信老子嚣死你们? 闻言, 四周围观的学生慌忙散去。 他们可没有秦天那样的胆色, 自然是不敢去招惹罗霸道。 老大, 咱们现在还要不要去上课了? 这名小跟班继续道, 上尼玛啊, 老子都这副模样了, 还上个屁的学。 罗霸道说着, 拿出一张毛爷爷甩给自己的小跟班, 去给我买的口罩和墨镜来。 这个样子, 乃还有脸继续去教室, 还尼玛先丢人丢的不够吗? 这名小跟班的动作还是很快的,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就买好了东西拿了回来。 罗霸道戴上口罩和眼睛, 领着自己这名小跟班向着学校外面的地方走了过去。 晴天这边回到教室刚在座位上坐下, 冯刚就凑了过来。 老大, 刚才我看到周丹给你塞了张纸条, 上面写的什么? 是不是给你写的情书? 老大就是老大, 居然有美女校花写情书? 牛逼啊! 情书? 你见过这样的情书吗? 晴天没好气的将纸条递给了冯刚。 这小子, 什么时候也变得如此八卦了? 林云路16号, 冯刚看了一眼, 有些疑惑的道, 这是什么东西? 地址, 周丹家住的地方。 老大, 你牛逼! 冯刚竖起大拇指道, 这他妈实在是太厉害了, 校花竟然直接就约到家了。 你压得脑子里能不能想念好的, 昨天晚上又被惊虫充脑了。 晴天没好气的道, 早就给你说了, 人家是要帮我补习功课。 补习功课? 恐怕不仅仅是补习功课那么简单吧。 学校那么多人, 怎么就没见到周校花主动要帮谁补习功课呢? 冯刚一脸贼兮兮的继续道, 说明你老大人缘好。 晴天没好气的继续道, 这话倒是不假, 老大的人缘确实不错, 好到之前周校花大老远的看到老大就想跑。 你小子,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 好好, 就算老大你, 人缘好行了吧。 冯刚一脸见笑的继续道, 上午第一节课是宇文课, 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 宇文老师拿着书本走了进来。 此时冯刚慌忙老实的跑回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 宇文老师是一个老学究, 已经六十来岁, 据说是某重点高中退休的老教师被他们学校给聘请了过来。 之前的宇文课对于晴天来说, 完全就是在睡觉之中打发时间, 尤其是那些古文, 听起来就如同是在听天书一般。 但是现在, 宇文老师讲的那些东西, 几乎是随着讲课的进度, 所有的知识不仅完全刻在脑海中之外, 还都清清楚楚地被他完全理解透彻。 这一节课结束的时候, 晴天自始至终都在认真听课, 没有半分走神。 晴天, 给老子滚出来, 下课铃声响起, 随着宇文老师前脚刚刚出了教室不久, 一个戴着口罩和墨镜的人, 带着几个跟班小弟, 冲进了教室, 站在教室门口, 骂骂咧咧地道。 话音落下, 整个教室内其他所有人顿时全都棱在了那里。 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戴着口罩和墨镜的家伙, 心里都在寻色起来。 口罩加墨镜, 这家伙到底是谁啊? 老大, 这家伙是什么人? 看到门口一群人气势汹汹的样子, 冲刚有些担心地跑了过来。 罗罢道, 晴天笑呵呵地道, 从罗罢道身旁的这个小跟班。 他的心头已经有了准确的答案, 绝对是罗罢道过来报仇找场子的。 罗罢道, 冲刚冷了一下继续道, 老大, 现在怎么办? 没事, 别担心, 你老大, 我可是厉害着呢。 晴天笑呵呵地道, 冲刚冷了一下, 随即就回过了神来。 哈哈, 没错, 凭借老大现在的功夫, 就这群家伙绝对不是老大的对手。 走, 出去瞧瞧, 既然有人送上门来找孽, 咱们也不好搏了人家的面子。 晴天继续道, 说完, 起身向着教室门口走了过去。 晴天, 有本事, 咱们到楼顶天台上去。 墨镜掩盖之下, 罗罢道的神色愈加得阴狠了起来。 走吧, 前面带路。 晴天笑呵呵地应道, 好, 有种果然不愧是昔日的一中四少。 罗罢道说完, 转身带着一群小弟一马当鲜地走了出去。 走, 晴天勾着冯刚的肩膀晃悠悠地跟在后面。 老大, 这个罗罢道今天的打扮好奇怪, 往楼顶天台去的路上, 冯刚疑惑地道, 老大能告诉你, 他是被老大打得没法以真面目见人吗? 晴天笑呵呵地道, 被你打得, 什么时候? 冯刚有些诧异地张大了嘴巴, 本来他还正好奇, 这个罗罢道怎么会跑到教室里这么嚣张地来找老大的麻烦? 搞了半天原来是这货被老大给打了。 虽然不清楚当时的具体情况, 但冯刚心中也可以猜出个大概, 必然是罗罢道还以为老大还是那个前些时日落魄的老大, 上门找麻烦没找成, 反倒是被老大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早上, 在操场上, 晴天随口回了一句, 打成什么样啊? 冯刚继续道, 很难想象, 罗罢道到底被打成什么样子, 才需要戴着口罩和墨镜出来。 冯刚心里很好奇, 等会上去你就知道了, 晴天随口回了一句, 晴天和冯刚所在的班级是高三十二班, 此时教室里随着他们两个走出教室, 跟着一个口罩眼睛男, 带着一群小弟向着楼顶天台的地方走去的时候, 全都开始纷纷议论了起来。 楼顶的天台基本上完全是高三年级这些学生相互之间约斗, 解决彼此之间矛盾的地方, 这一点在整个高三年级的学生中基本上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这个晴天又得罪谁了? 对方竟然带着一群小弟约他到楼顶天台解决。 一个学生道, 不知道, 那人戴着口罩墨镜谁知道是谁, 又一个同学接过话查道, 你们注意到没有, 这个口罩墨镜的家伙, 身旁跟着的好像是罗霸道的贴身小跟班。 有人突然道, 罗霸道的第一小跟班。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了起来, 那人确实是罗霸道的第一小跟班。 难道说, 那个戴着口罩和墨镜的家伙是罗霸道? 前面那人话音落下, 后面立马就有人硬胡了起来。 难道说, 那个戴着口罩和墨镜的家伙是罗霸道? 如果那人真的是罗霸道的话, 那这回晴天可就惨了。 没错, 以罗霸道的性子, 再加上这家伙最近正盛的风口, 晴天这次肯定少不了一顿苦头吃。 只是不知, 他是怎么得罪了罗霸道? 昔日的一中四少, 现在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确实也是可怜的。 有什么可怜? 以前这个晴天在咱们学校多嚣张, 牛逼轰轰的, 现在这样也算是风水轮流转。 教室那一群同学接着议论纷纷了起来, 有人欢喜, 有人担心, 还有一些则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不过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没有一个看好晴天的。 高三年纪, 占据了高中部最后面整整一栋楼的地方, 五层楼每层楼七个教室, 一共三十五个班级, 晴天所在的班级位于二楼的位置。 这么说话的功夫, 一行人已经上了楼顶的天台。 此时的天台上, 除了罗霸道刚刚带的那些个小弟之后, 还有大约二十来号小弟聚集在这里。 老大, 老大, 这些小弟见到罗霸道上来之后, 全都纷纷打起了招呼。 他们人不少啊, 差不多有三十来号人了。 上到天台之后, 冯刚粗略地点了一下人数道。 此时, 随着他们刚刚从通往楼亭天台的铁门穿过时, 罗霸道的一个小弟过去将天台的铁门 从里面给反锁了起来。 晴天淡淡地点了点头道, 没错, 他们人是不少, 不过打架可不是人多就一定顶用的。 那是, 老大的身手自然是没得说的, 就这些人绝对不是老大的对手。 而且我敢肯定, 只要老大动手放倒几个之后, 剩下的绝对就没人敢动手了。 冯刚一脸崇拜得到, 晴天在学校门口教训李亮带来的一群混混的时候, 他可是学校里除了李亮这个当事人之外, 唯一的目击者, 晴天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高手, 绝对是那些小说里高手才能展现出来的实力, 十几号混混, 不过眨眼的功夫就全都被放倒在了地上, 这份实力可想而知。 那些混混可不是这些还是学校的学生可以比拟的, 随便一个混混收拾上两三个学生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些人虽然看上去人数不少, 三十来号人, 但是动起手来的实力还不如之前李亮带来的那十几号混混。 晴天, 你还真有胆色, 没想到你竟然还真的敢跟着我到了楼顶的天台上来。 罗巴道摘下墨镜, 口罩, 一脸阴狠地盯着晴天继续道, 果然不愧是昔日的一中四少中的人物, 还真是有几分胆色的。 打啊! 随着罗巴道摘下口罩和墨镜的动作, 除了晴天和那个早上和罗巴道一起的第一小跟班之外, 所有人都愣住了。 尤其是罗巴道的这一群小弟, 他们本来就正好骑着罗巴道怎么戴着口罩和墨镜。 把自己武装得这么结实, 搞了半天原来是没脸出来见人, 两侧的脸颊上布满了巴掌的硬痕, 看模样起码也要挨了数十个巴掌。 尼玛的, 怪不得老大说这个罗巴道被他打得没脸出来见人, 这模样确实是没脸出来见人的。 冯刚看清楚罗巴道那满脸不满的巴掌硬痕的模样, 直直地傻愣了好一会的功夫, 这才回过神来, 心头暗自一阵感慨。 老大, 你脸上这是怎么了? 一群小弟回过神来, 慌忙问道。 被人打的, 罗巴道脸色难看得到, 真是一群没脑子的小弟, 这他妈多么明显的情况, 竟然还要问。 打的, 一群小弟更加震惊了, 竟然还有人敢对他们老大罗巴道动手。 而且还打成这个样子, 这人的单子也太大了吧。 在学校里, 罗巴道是新晋的一中四少, 在外面, 罗巴道的一个哥哥可是学校附近这个片区的大哥大级别的人物, 他们倒是很好奇,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老大, 什么人这么大胆, 这也太嚣张了吧。 一群小弟接着道, 别问了, 我打的。 晴天接过话茬, 笑眯眯地盯着罗巴道缓缓地道, 楼顶天台这地方, 我又不是来一次两次了, 有什么不敢来的, 这话倒不是在吹牛, 以他以前一中四少的名头, 倒是没少叫人过来天台上训话, 只不过之前都是他叫别人上来, 今天正好颠倒了过来, 他自己被别人给叫上了天台。 罗巴道一群小弟的表情, 随着晴天的话音落下, 目光全都转了过来, 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晴天说不出话来, 他们本来还就觉得奇怪呢, 老大这么兴师动众地, 叫来他们这么多人到天台上来, 到底是要干嘛呢? 现在看来, 其实是为了报仇, 这还是那个前些日子颓废不堪的落魄大少吗? 下手还真是够狠的, 看着此时的晴天, 罗巴道的这群小弟, 实在很难将现在的晴天, 与前些时日, 那个落魄的大少联系在一起。 晴天, 早上的事情, 现在到了, 我来找你算账的时候了。 罗巴道怒视着晴天, 脸色阴沉地继续道, 算账? 不知道你罗老二打算怎么算账了? 晴天淡淡地道, 操, 怎么和我们老大说话的, 罗老二这个名字也是你叫的。 不带罗巴道发话, 早上挨了晴天狠狠一脚的第一小跟班, 接过话茬, 直接破口大骂了起来。 如果早上那一脚踹的, 你还觉得不过瘾的话, 大可以放马过来继续试一下。 蓝不成你还敢动手不成? 晴天, 金哥我就先替我们老大教训教训你。 这名小跟班叫嚷就冲了上来, 他不相信, 在这样的情况下, 晴天还敢继续动手。 和早上一样, 抡起手掌对着晴天的脸颊就抽了过来。 冯刚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就要挡在晴天的面前, 不过被晴天顺手给拉在了一边。 接下来的一幕和早上的情形如出一辙, 晴天随意地伸手直接就抓在了这名小跟班的手腕上, 伴随着这名小跟班的一声惨叫个完全的身子, 接着一脚踹了上去。 伴随着一声更加痛苦的惨叫声, 这名小跟班捂着小腹下方的位置, 一脸苍白地蹲了下来, 只是瞬间额头上就溢出了陡大的汗珠。 看来早上那一脚确实是踹得有些轻了, 怎么样, 这一脚绝护撂阴腿如何? 打完收脚, 晴天笑呵呵地继续道, 这一脚还是他脚下留情的结果, 不然的话, 这个小跟班现在就不是脸色苍白地蹲在地上这么简单了。 晴天,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来得这么大的胆量, 都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笑得出来, 还敢继续动手, 罗爸道脸色阴沉地继续道, 现在我先给你个机会, 老老实实地给老子跪在地上刻上三个响头, 然后叫三生爷爷, 等会我动手的时候会考虑让你少受些折磨, 不然的话, 等会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他这是打算在动手之前先狠狠地羞辱晴天一顿。 罗老二,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也给你一次机会, 跪下刻上三个响头, 叫上三生爷爷, 然后等会我动起手来的时候会考虑手下留情一些, 不然的话, 我就也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的滋味。 晴天笑呵呵地继续道, 找死? 罗爸道更加恼怒了起来, 我好怕怕哦, 晴天装模作样地拍了拍胸口道, 一副模样倒是显得调侃的意味很浓, 惹得冯刚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上, 都给老子上, 往死里打, 打出问题, 老子负责。 罗爸道完全失去了耐性, 招呼一群小弟开始动手。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群小弟向着晴天就围了过去。 晴天冲着冯刚舌的眼色, 冯刚会议慌忙地跑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 晴天的身手, 他是见识过的, 这些人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 他留下来的话, 发倒是会成为晴天的负担, 毕竟这么多人, 如果动起手来的话, 晴天还要分心照顾他。 倒不如直接远远地躲起来, 也好看看一场好戏。 哈哈, 瞧着眼前的一幕, 罗爸道得意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晴天, 你还真是够可悲的呀, 没想到这才不过过去刚刚半个月的时间, 连这个最忠实地跟着你的冯刚也选择背弃。 冯刚跑出一段距离的一幕, 落在罗爸道的眼中, 反倒是成为了一种背叛。 冯刚, 本来我还正想劝劝你小子呢, 跟着这么一个窝囊废老大继续混下去, 完全没有前途了, 没想到你小子今天倒是主动开窍了。 目光落到坟岗身上, 罗爸道大大咧咧地继续倒。 只是, 他这两句话音刚刚落下, 整个人就傻傻地棱在了那里。 而此时, 他那个第一小跟班就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眼前的一幕, 随着一群三十来号人冲过去之后, 完全发生了一幕戏剧性的变化。 本来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 这回晴天绝对是要悲催了。 可是现在, 晴天不仅没有丝毫地悲催, 反倒是犹如狼入羊群一般, 几乎每一秒钟都有人惨叫着倒下。 不过片刻的功夫, 已经被放倒下去了十多号人。 剩下的这些, 不约而同的全都停了下来, 一个震惊地盯着晴天傻乎乎地愣在原地, 没有人敢再继续冲过去。 超人, 蜘蛛侠, 蝙蝠侠, 一个个厉害的名字从这些人的脑海中闪过。 此时, 这些人看着晴天的眼神, 再也没有了那种最初的戏血, 一个个都变得恐惧了起来。 眨眼的功夫就放倒了十几个人,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他们绝对不相信有人竟然有这么好的身手, 简直就是小说中的武林高手。 你妈的, 这也太变态了吧。 那名小跟班此时再次趴了下去, 学着早上那会的模样装作爬不起身来, 罗巴刀的脸色瞬间也变得苍白了起来, 无论如何, 他都没有想到晴天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功夫。 此时, 他的目光落在晴天的身上, 终于也有了几分闪躲。 剩下这十几个人停了下来, 晴天却没有停下, 继续往前凑了过去。 随着他没往前凑上一步, 这群小弟就往后退上一步。 上, 都他妈的给老子上。 眼瞅一群小弟已经快要退到了自己的身边, 罗巴刀近乎疯狂地叫嚣了起来。 闻言, 一群小弟虽然还是一阵心有余悸, 不过迫于罗巴刀的威严, 倒是都又冲了过去。 这一次, 完全是更加戏剧性的一幕, 晴天还没动手, 剩下的这十几号人冲过来之后, 一个个的倒是都主动倒了下去。 倒下去的同时, 还都发出阵阵痛苦的惨叫声, 一副煞有其事的表情。 老大威武, 冯刚此时跑了过来, 一脸崇拜地竖起了大拇指。 那是自然。 秦大少非常臭屁地道, 一边待着继续看好奇吧。 说完, 晴天向着罗巴刀继续走了过去。 别过来, 别过来, 罗巴刀终于害怕了, 一脸惊恐地随着晴天前进的步伐, 缓缓地向后退去。 晴天没有说话, 只是笑眯眯地盯着罗巴刀继续往前走去。 终于, 罗巴刀退到了楼顶天台的围栏边缘, 再也没有地方可退的时候, 这祸战战刻刻地停了下来。 罗老二, 瞧瞧你哪点胆色? 晴天微微一笑继续道, 还是那句话, 我也给你一次机会, 老老实实地跪在地上刻上三个响头, 然后叫上三声爷爷, 今天的事情就算作罢。 不可能, 罗巴刀恼怒地道, 你放心, 等会你肯定会答应的。 晴天笑眯眯地继续道, 你想干什么? 罗巴刀以为晴天要对他动手, 一脸惊恐地道, 晴天, 你可要想清楚了, 虽然你确实能打, 但是我不相信, 你打得过这三十来号学生, 也还能打得过哪些刀口天血过火的混混。 我知道, 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 有个做老大的大哥。 晴天淡淡地回了一句, 继续道, 不过早上那会我就告诉过你, 我这人生平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的威胁。 最后一次机会, 要么照我刚才说的做, 要么我把你从这里丢下去。 晴天继续道, 说着一把揪起罗巴刀的衣领给按在了围栏上, 五层楼的地方算不上高, 但也绝对不算低, 尤其是对于罗巴刀这个还有些恐高症的人来说, 通过围栏向下看过去的时候, 整个人变得更加惊恐了起来。 有本事你就把我从这里丢下去, 想要我跟你下跪道歉, 绝对不可能。 罗巴刀闭上眼睛, 故作硬气地道, 他不相信, 晴天真的敢把他从这个地方把他给丢下去, 你以为我不敢吗? 晴天画风陡然一转, 伶俐地道, 罗巴刀没有说话, 只是闭着眼睛不敢往下看。 晴天也没有继续废话, 一只手抓住罗巴刀的衣领, 直接把罗巴刀整个人都给提了起来, 然后直接将罗巴刀横着, 以腰部的地方为轴心, 担在了围栏之上。 此时, 正是下课的活动时间, 随着罗巴刀半截身子搭拉在楼顶天台的围栏之外, 下面操场上倒是有人立马就注意到了如此一幕。 有人要跳楼, 只是瞬间, 第一个看到这一幕的人就慌乱地惊呼了起来, 呼喊声响起,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那些原本就在操场上活动的人, 一个个向着楼顶天台的位置看了过去, 果然看到一个身影有一半的身子就搭拉在了围墙之外, 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似乎是正在用力地拉着这人的衣领。 片刻之后, 这样的事情立刻就传遍了整个高三年级, 所有人纷纷下楼向着楼顶天台的位置看了过去, 还有一些学生更是冲上楼顶想要救人, 不过很可惜通往楼顶天台的铁门被从里面反锁了起来, 这不是罗巴道和晴天吗? 看来刚才那个戴着口罩和墨镜的家伙确实是罗巴道, 晴天同班的同学下楼之后, 看到天台围栏上的一幕不可思议地张大了嘴巴, 没错, 确实是他们两个, 话音落下, 立马就有人硬核道, 虽然罗巴道的模样有些怪怪的, 整个脸颊像是吃胖了不手, 但是这些人还是全都一眼就认了出来, 什么情况? 这个罗巴道气势汹汹的把晴天叫上天台, 怎么却突然挽起了跳楼呢? 有人接着道, 眼前的情况很明显, 如果不是晴天拉扯着罗巴道的话, 绝对就要掉了下来, 跳楼, 不至于吧? 这个罗巴道为什么要跳楼呢? 有人对此倒是提出了怀疑的态度, 不是跳楼, 难不成是晴天要把他从楼上推下去, 这怎么可能, 这倒也是, 看样子也就只有跳楼这个说法可以解释得通了, 只是想不明白这个罗巴道怎么会要跳楼呢? 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也很快地惊动了学校的领导, 瞧着眼前的情况, 所有人一个个额头上都惊出了冷汗, 学校里发生学生要跳楼的事情, 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尤其是丁校长本人, 此时整个身体都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 真的让学生跳楼的事情发生的话, 那他这个校长也干到尽头了, 罗巴道, 有什么事情好好说, 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跳楼啊, 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平静, 丁校长着急地喊道, 晴天同学, 你可一定要抓紧了罗巴道同学, 丁校长冲着晴天继续道, 随着丁校长的声音落下, 几乎整个操场上的所有人都开始呼喊了起来, 有劝罗巴道要想开一些不要做傻事的, 还有叮嘱晴天一定要抓紧罗巴道的, 跳楼, 我跳你妹啊, 听着楼下震耳欲容的呼喊声, 罗巴道气的想骂娘, 明明是晴天把他拉到了围栏上威胁他, 可是现在, 居然被人说成是他要跳楼, 更可恨的是, 晴天反倒成了救人的英雄, 孤独用力睁开眼睛, 罗巴道想要把事情的真相说出去, 可仅仅是睁开眼睛的一瞬间, 这祸就惊恐地惨叫了起来, 几乎是瞬间, 天生恐高症的罗巴道只感觉到一股暖流喷涌而出, 接着裤子上已经被浸湿了一大片, 尼玛的, 不是吧, 居然被吓得尿裤子了, 一股哗啦啦的流水声响起, 晴天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罗巴道裤子上被浸湿的模样, 学校里的这些学校的领导反应还是很快的, 第一时间回过神来就吩咐了下来, 找人抬来体育器材是所有的垫子, 在操场上罗巴道可能跌落下来的位置上, 全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垫子, 接着留下几个人负责在下面观察情况, 剩下的全都向着楼顶天台的位置冲了过去, 老大, 老大, 你可千万不敢松手啊, 这么高掉下去会出人命的, 冯刚见到如此一幕慌忙跑了过来, 紧紧地抓住罗巴道的大腿, 如果晴天一个疏忽, 罗巴道就这么从楼顶上掉下去, 五层楼的地方不算高, 但是下面可是结实的水泥地, 罗巴道如果就这么掉下去的话, 绝对要摔成一堆肉泥, 拉住罗巴道的大腿之后, 冯刚这才意识到了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手掌和手臂上似乎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局目望去, 这才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尿裤子, 这个罗巴道居然被吓得尿射裤子, 罗巴道, 你竟然吓掉裤子了, 回过神来, 冯刚不可思议地道,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平日里嚣张兮兮的罗巴道, 骨子里竟然如此胆小, 随着冯刚的声音落下, 罗巴道带来的那群躺在地上装死的小弟, 一个个瞬间就打起了精神, 向着罗巴道看了过去, 果然, 从裤裆的位置和两条裤腿上看出了端倪, 冯刚说得不错, 他们老大确实被吓得尿湿了裤子, 然后, 所有人都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晴天, 有本事你就把老子从这上面丢下去, 杀人偿命, 老子就不信你有这个胆子, 羞恼的罗巴道, 近乎疯狂地咆哮了起来, 不是跳楼, 罗巴道的怒吼声很大, 大到楼下拥挤的人群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此时, 这些人才真正明白过来, 原来这个罗巴道真的不是要跳楼, 正在上楼的丁校长也清楚地听到了罗巴道愤怒的呼喊声, 瞬间, 心头咯噔一下, 就沉了下来, 快点, 都给我动作快点, 回过神来, 丁校长叫嚷着再次加快乐步伐, 晴天同学,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大, 有什么事咱们可以好好商量, 千万别做傻事啊, 没错, 你们现在还小, 可千万别一时冲动做出这些过激的事情, 不然的话, 以后一辈子就要这么葬送了, 晴天同学, 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 晴天没有理会下面纷纷的议论声, 笑眯眯地盯着罗巴道不屑地道, 罗老二,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松手吗, 老子就不信你真的敢撒手, 罗巴道继续道, 试图用这种办法找回一些脸面, 嘴巴还挺硬, 晴天不屑地笑了起来, 冲着冯刚道, 松手, 老大, 面对晴天的吩咐, 冲刚有些为难了起来, 怎么, 莫非你连老大的话都不听了, 这个, 冲刚沉默了片刻, 最终还是一眼松开了罗巴道, 随着他的双手松开, 罗巴道心头咯噔一下沉了下来, 罗老二,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三秒钟的时间你好好考虑一下, 晴天说着, 将罗巴道往外又拉了一些, 罗巴道更加慌乱了, 此时, 晴天开始倒计时, 三, 二, 晴天开始倒数, 每倒数一个数, 罗巴道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向着围墙之外, 一点一点地被拉出去, 与此同时, 伴随着的那种恐惧也在不断加深, 一脸恐惧的罗巴道, 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起来, 然后, 竟然接着又是一股暖流喷涌而出, 惊恐中的罗巴道, 再一次不争气地尿裤当了, 扑斥, 冲刚看着眼前的一幕, 终于再也没能忍住, 扑斥一声笑出了声来, 而此时, 罗巴道的那一群小弟, 一个个那一脸惊恐的神色中, 也终于换上了一副笑容, 不过这些人一个个的都用手捂住嘴巴, 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倒是没有发出阵阵笑声来, 一会的功夫, 吓得接连两次尿涉裤子, 他们这个老大, 也算是极品了, 终于在晴天倒计时数到二的时候, 罗巴道终于耸淡了下来, 别松手, 求你了, 千万别松手, 软淡, 晴天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将罗巴道从天台的围墙上拉了下来, 呼, 操场上的所有人, 见到眼前的一幕, 终于松了口气出来, 罗巴道此时, 已经完全贪软了下来, 普通一声跪在地上, 喷, 接着, 罗巴道一头刻在了地上, 爷爷我错了, 第二个, 第三个, 等到罗巴道刻完三个响头, 晴天这才轻轻地拍了拍手道, 早这么不就完事了吗, 非要自己找虐, 说完, 转身带着冯刚潇洒地离去, 望着晴天和冯刚离去的背影, 直到这俩人走到楼顶通往天台铁门位置的饿舍后, 罗巴道这一群小弟, 才一脸心有余悸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们的动作很快, 生龙活虎的样子, 很难看出来, 还是刚刚那一群瘫倒在地上, 发出有气无力声音的一群人, 这些人之中, 尤其属罗巴道手下, 这第一小跟班的动作最快, 几乎是瞬间搜的一下就窜了起来, 过去慌忙扶起罗巴道, 只是瞬间, 一股清晰的尿骚味就传了过来, 罗巴道这名第一小跟班, 几乎是下意识地捏住了鼻子, 与此同时, 其他人几乎也都是同样的表情, 罗巴道的脸色更加僵硬了, 抬手朝着挨着自己最近的第一小跟班, 一个巴掌就抽到了脑袋上, 老大, 你没事吧, 第一小跟班慌忙松手道, 老大, 老大, 你没事吧, 这群小弟跟着招呼道, 几乎是开口的同时, 这群小弟也慌忙松手, 这个时候, 罗巴道正在怒气头上, 他们谁也不敢出了罗巴道的眉头, 操, 你们他妈的说有事没事, 罗巴道怒气冲冲的道, 这会终于恢复了一些王八之气, 没用的废物, 一群没用的废物, 那么多人, 居然连一个晴天都收拾不了, 罗巴道怒气冲冲的继续道, 越说, 心头越是恼火, 文言罗巴道的这群小弟, 倒是没有说话, 只是心头有些不满的嘀咕了起来, 如果只是普通人,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刚刚晴天所表现出来的, 那他妈还是一个人吗? 一个照面, 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倒下去了好几号人, 直到现在想起来的时候, 还是一阵心有余悸的感觉, 晴天这边, 刚刚打开楼顶天台的铁门, 丁校长就带着一群人冲了进来, 丁校长瞧着, 晴天笑呵呵的招呼道, 晴天, 你没事吧? 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射, 丁校长一脸担心的道, 毕竟这可是太子爷的朋友, 一点差池都不能出, 这回, 丁校长倒是忘记了, 罗巴道才是受害者, 而晴天, 则是要把罗巴道推下天台的凶手, 没事, 要跳楼的是罗巴道, 我当然没事了, 晴天笑呵呵的继续道, 丁校长你不用担心, 罗巴道在我的劝说下已经彻底醒悟, 想必以后不会再做出这种跳楼的傻事了, 话音落下, 丁校长这才反应了过来, 回想起刚才最后罗巴道的愤怒的呼喊声, 看着晴天露出了一脸疑惑的神色, 其他人此时也都是同样的表情, 到底是什么情况, 究竟是晴天要把罗巴道推下楼, 还是罗罗巴道自己要跳楼? 丁校长, 我知道, 你们想什么, 一定是听到罗巴道刚才的怒吼声了吧, 晴天笑呵呵的继续道, 那是罗巴道故意的, 想要跳楼被我拉下来觉得不舒服, 然后才故意这么说的, 不信的话你, 现在过去问问他, 丁校长不再说话, 慌忙冲过了铁门, 身后跟着的一群老师也跟着冲了进去, 最后面的是那些早就围上来的学生, 所有人跨过铁门, 天台上的荧幕清楚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一群数十号人把罗巴道团团地围在中央, 一个个身上脏兮兮的, 就像是刚刚在地上滚了几圈一般, 怎么回事啊, 刚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丁校长第一个冲过去道, 花音落下, 丁校长这才意识到了有些不大对劲的地方, 罗巴道这边似乎有一种发骚的味道, 这个时候, 后面跟着过来的那些老师和学生们, 也都同样闻到一股发骚的味道, 见到丁校长, 罗巴道的这群小弟慌忙散开到了一旁, 一个个有些慌乱的不知道说什么事后, 别看他们跟在罗巴道的后面, 搞得跟那些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一样, 但事实上, 这些人见了老师之后, 还是有一种老鼠见了猫的感觉, 更何况, 现在站在他们眼前的还是校长, 这是罗巴道, 随着人群的散开, 后面那些学生之中顿时有人惊呼了一声, 他们清楚地看到, 罗巴道两侧的脸颊上完全胀肿了起来, 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通红的手掌印, 到底是谁这么厉害, 竟然敢把罗巴道打成这个样子, 这群学生接着在心头疑惑地嘀咕了起来, 罗巴道刚刚晋升一中四少, 现在可是整个安华一众风头正成的人物, 居然有人在这个时候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实在是让人很难相信, 难道是晴天? 回想起刚刚潇洒离去的晴天和冯刚, 这些学生在此疑惑地琢磨了起来, 罗巴道, 你这脸上是怎么了? 丁校长回过神来, 有些诧异地问了一句, 没, 没什么, 不小心摔了一跤, 罗巴道回道, 被晴天打了巴掌的事情, 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说出去的, 不然的话, 那可真是太丢人了, 不小心摔了一跤能摔成这个样子, 难道你是摔倒别人手掌上了? 丁校长脸色深沉地道, 这个, 丁校长, 真的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 行了,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丁校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道, 罗巴道脸上的事情他不管, 但是刚才的事情, 心里必须要弄清楚个大概, 如果真的像晴天说的那样, 是罗巴道自己要跳楼被他拦下来的话, 那这个罗巴道, 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继续留在学校了, 当然,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丁校长觉得罗巴道自己要跳楼的可能性很小, 丁校长, 刚才其实是话音落下, 罗巴道这边刚刚开口, 一句话还没说完, 一道声音非常不合时宜的就响了起来, 尿裤子了, 这个罗巴道竟然尿裤子了, 不知道是哪个眼见的学生, 第一个看到罗巴道裤裆和裤腿上的情况, 接着忍不住就惊呼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 随着这名学生的惊呼声, 全都转到了罗巴道的身上, 果然, 从罗巴道裤裆中央, 和两条湿漉漉的裤腿上看出了问题, 怪不得刚才他们就闻到一股尿骚味, 搞了半天, 原来是这个罗巴道尿裤子了, 罗巴道闻言心头那叫一个羞脑, 仗红着脸颊脚变道, 胡说, 我那是刚刚喝水不小心撒在上面了, 不小心撒的, 不可能吧, 会那么巧, 再说了, 这骨尿骚味怎么解释, 人群中不知道是哪个学生继续道, 扑齿, 随着这不知道是哪个学生的话音落下, 全场响起了一片哄哮声, 明知道人家是在遮羞, 干嘛非要说得这么直接, 打, 罗巴道的脸色更加僵硬了, 如果是平日里这货, 肯定是早就要破口大骂了, 可是现在丁校长在这里, 罗巴道只能是强忍住没敢说话, 行了, 都别笑了, 丁校长差点没跟着笑出声来, 倒是被他很好地克制了下去, 冲着罗巴道继续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丁校长,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约晴天同学到天台看风景, 然后我们两个就像做个刺激的游戏实验一下, 然后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罗巴道随口编造个理由道, 不然能怎么样, 总不能说他约晴天到楼顶天台来要教训晴天, 结果自己一群人反倒是被晴天给收拾了, 而他更是被晴天按在围墙上威胁, 要把他丢下去, 最后认怂给晴天鬼子地上磕上三个响头, 还喊了三声爷爷吧, 真的是这样, 真的, 绝对是真的, 行了, 没什么事, 那就都散了吧, 以后楼顶天台这地上, 禁止任何人私自上来, 发现直接开除, 丁校长继续道, 说完转身离去, 当然, 其实他的心里清楚, 事情绝对不会是罗霸道所说的那样, 而且从眼前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罗霸道应该是要教训晴天, 只是不知道最后什么原因, 反倒是被晴天给教训了一顿, 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 反正现在一切相安无事就好了, 老大, 这个罗霸道还真是个耸淡, 居然能被吓得尿涉裤子, 晴天这边, 两人下了楼顶天台之后, 冯刚一脸兴奋的道, 平日里罗霸道在学校嚣张至极, 没想到竟然这么胆小, 怎么样, 过瘾吧, 晴天笑呵呵的道, 过瘾, 当然过瘾了, 冯刚回道, 亲眼看到学校里牛逼轰轰的罗霸道, 被老大下的尿涉裤子, 还有比这更过瘾的事情吗, 过瘾就好, 以后还会有更过瘾的, 晴天笑呵呵的继续道, 自从拥有了双眼那种逆天可以透视, 健保, 治病, 以及修炼了轩辕玉荣爵, 接触到鼓舞者这个层面之后, 晴天的心头才愈加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他知道自己从今以后要走上一条不同于寻常人的道路, 这其中必然会有更加艰险的情况, 罗霸道这边带着一群小弟下了楼顶天台之后, 在一群小弟的拥促下去了五楼的卫生间, 清完场, 罗霸道让其他人留下把门, 招呼第一小跟班和自己一起走了进去, 老大,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要派给我, 这名第一小跟班兴奋的道, 罗霸道点点头没有说话, 还真是有重要的任务, 老大有啥是你尽管吩咐, 保证给办得漂漂亮亮的, 把裤子脱了, 罗霸道没好气得到, 这群小弟跟着作威作福的时候还行, 一到关键时候没有一个顶用的, 脱裤子, 这名小跟班傻眼了, 卫生间清场, 然后留下一群人把门不让进去, 然后罗霸道单独把他叫了进来, 再然后竟然要他脱裤子, 难道说是要, 老大, 你这是要干嘛呢? 这名小跟班有些心惊得道, 菊花随之意紧, 少废话, 让你脱你就脱, 再他妈磨磨叽叽的, 信不信老子大嘴巴抽死你, 罗霸道说着, 顺势一巴掌抽在了这名小跟班的脑袋瓜上, 可怜罗霸道的这个第一小跟班, 只能是无奈地脱下了自己的裤子, 然后罗霸道跟着也脱下了裤子, 难道说今天真的要菊花不保了? 这名小跟班心头更加紧张了起来, 不过接下来的一幕倒是让他稍稍地松了口气, 想象之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罗霸道只是拿过来他的裤子穿了上去, 把这个穿上, 罗霸道拿起自己尿湿的裤子, 丢给了自己的第一小跟班, 老大, 你这, 看着尿湿的裤子, 这名小跟班为难得道, 少废话, 快点给老子穿上, 要不你就这么光着屁股出去, 这名小跟班犹豫了片刻之后, 倒是老老实实地穿上了罗霸道尿湿的裤子, 虽然尿湿的裤子穿在身上有些难受, 还带着一股尿骚的味道, 但总比这么光着屁股的好, 换完裤子, 罗霸道带着一群小弟继续下楼, 今天的事情, 谁都不许给我说出去, 还有, 这几天给我在学校里盯紧了, 如果有人敢乱嚼舌根子, 就给我狠狠地教训他们, 绝对不能让这件事情传到更多人的耳朵里, 来到操场上, 罗霸道对着一群小弟吩咐道, 带到一群小弟硬下来之后, 这才带着自己的第一小跟班, 向着学校门口的方向走了过去, 罗霸道不知道, 就这么一回的功夫, 关于他尿湿裤子的事情, 就已经传遍了整个校园, 没办法, 这年头网络实在是太发达了, 朋友圈的传播速度, 更是快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老大, 咱们现在干什么去? 这名小跟班跟在罗霸道的身旁, 一脸羡媚地问道, 干什么? 当然是找我大哥, 给我出面报仇了, 不削死擒天那小子, 老子心头这口恶气, 就咽不下去, 去找威哥, 那这个擎天可就有的瘦了, 这名小跟班兴奋的道, 在他们看来, 天台上擎天的表现虽然变态, 但是对手只是一些手无寸铁的学生, 如果换成社会上这些地痞混混, 绝对会是另外一个结果, 操场上有正在上体育课的班级, 这些人看到罗霸道和他手下第一小跟班, 向着学校门口的方向走过去之后, 一个个的凑在一起, 小声的议论了起来, 这不是罗霸道吗, 就是他今天被吓得尿湿了裤子吧, 没错, 现在满校园传得沸沸扬扬的, 全是这件事情, 不过说起来, 这罗霸道也真是够耸的, 平日里那么一副嚣张兮兮的模样, 原来是个耸蛋, 居然能被吓得尿湿了裤子, 说起罗霸道的事情, 我倒是觉得这个擎天最近一些日子, 变化好像很大, 有人接过话查, 突然提起了擎天, 擎天? 好像确实是的, 一个人居然收拾了罗霸道数十号人, 还把罗霸道吓得尿湿了裤子, 这和前段时间颓废的秦大哨比起来, 完全就像是两个人一样, 而且, 就算是以前还身为一中四哨的时候, 那时的擎天也没这么厉害, 又一个人接着道, 前几天在学校门口, 把李亮一群人给揍了一顿, 现在又把罗霸道一群人给收拾了一顿, 这个擎天,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李亮前些天被擎天打了? 你不知道, 就在学校门口, 关于李亮被打的事情, 虽然是上学的时间被不少人看到, 但是事情来得快去的也快, 并没有像这次罗霸道的事情一样, 闹得人尽皆知, 教室内, 秦天和冯刚走进教室之后, 所有人立马都变得安静了下来, 此时, 这些人看着秦天的眼神, 竟然全都充满了恐惧, 一个人收拾了罗霸道一型数十号人, 还要将罗霸道给丢到楼下, 直接吓得罗霸道尿湿了裤子, 虽然说罗霸道的说法, 是什么和秦天玩一个惊险刺激的游戏, 但其实这些人心里都清楚, 绝对不会是如此的, 一上午的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 短暂的插曲过后, 很快就到了放学的时间, 老大, 中午一起出去到门口的老同关去庆祝庆祝, 随着老师前脚刚刚出了教室的大门, 冯刚就跑了过来, 去老同关庆祝, 你压得到底是要去庆祝呢, 还是要去看人家美女老板娘呢, 秦天没好气的翻个白眼道, 老同关是一中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餐馆, 饭菜很有自己的特色味道, 而且因为临近学校主要做一些学校学生的生意, 所以价格也比较实惠, 最重要的是, 这里还有一个美女老板娘杜心仪, 杜心仪虽然已经三十岁出头, 但是一身皮肤保养的依旧十分细嫩, 一眼看去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二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家一般, 姿色出众, 唯一有些可惜的是, 有过一段不太幸福的婚姻, 离异后一直单身, 依靠在一中附近开的这个小饭馆维持生计, 不过这段不太幸福的婚姻, 依旧不影响他在一中那些情斗初开的这群少年心中的地位, 饭馆的生意还是十分不错的, 而且在一种这些带把的爷们们的心中, 老同关小吃店的美女老板娘杜心仪, 自然而然的也成为了每个夜晚需要的时间又一个幻想的对象, 知我者, 老大爷, 冯刚笑呵呵的继续道, 丝毫没有被说穿心思的尴尬, 行了, 别那么多废话了, 想去的话, 你自己去吧, 中午还要去宋老师那里补习功课呢, 晴天随口回了一句, 话刚出口, 晴天这才又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 想必宋雨微心里应该和他一样, 还是有些尴尬的, 现在才不过只过去了一上午的时间, 恐怕中午过去的话, 宋雨微心头的那股尴尬还没有完全消除, 到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不免有些尴尬, 老大, 这学期才刚开始, 距离高考还有三个来月的时间呢, 补习的话, 倒也不用急于这一时, 冯刚继续道, 再说了, 就你哪点心思, 我心里清楚, 无非不过是想和宋老师多些单独待在一起的机会, 不过时间那么长, 就算是抽出一天来不去, 也没关系吧, 行, 那今天中午, 咱们就去老同关了, 说起来, 也有好久没有去过那地方吃饭了, 晴天想了想, 就答应了下来, 不过, 我要先和宋老师请个假, 放心吧, 宋老师绝对会同意的, 冯刚笑呵呵的回道, 掏出手机, 拨通了宋雨薇的电话, 铃声响了好久, 这妞才迷迷糊糊的接通电话, 喂, 晴天, 昨天晚上喝了太多的酒, 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昏睡了过去, 休息的时间已经是两点多钟, 今天一大早的, 又早早的醒了过来, 这妞直到现在还觉得浑身犯困, 脑袋昏昏沉沉的有些难受, 幸亏今天没有课, 不然的话, 还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宋老师, 你怎么了? 不舒服了, 听到宋雨薇有气无力的声音, 晴天担心的道, 没事,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 刚又睡了一觉, 宋雨薇回到, 摇晃了一下身子, 顿时觉得精神了许多, 随着整个人变得精神了起来, 宋雨薇顿时就变得清醒了过来, 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放学的时间, 按照约定, 现在又是晴天过来补习功课的时候了, 这可怎么办是好, 这妞心头有些着急的琢磨了起来, 和晴天猜想中的一样, 直到现在, 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心头依旧有些尴尬, 虽然说, 晴天只是为了照顾他, 至于衣服, 也不过是他自己弄湿了, 晴天帮他洗了一下, 可就是如此, 只要一想到自己那副囧态, 尤其是这妞脑海中浮现出, 晴天帮他脱去裙子时候的荧幕, 整个人的脸颊完全战红了起来, 当然, 宋雨薇也知道, 自己不可能一直躲着晴天的, 其实他, 只是需要一个小小的过渡期而已, 早上从睡起到来到学校的路上, 他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迷迷糊糊的过去的, 而到现在为止, 也不过过去了半天的时间而已, 所以在他的心头, 这股尴尬的感觉暂时还是很强烈的, 哪个, 宋老师, 我中午有点事情要出去一下, 就不到你那里补习了, 晴天继续道, 行, 好, 没问题, 宋雨薇文言心头顿时就松了口气, 答应了下来, 他正不知道, 本会晴天来的的话, 敢如何面对晴天呢, 现在晴天有事要出去, 倒是解决了这个麻烦, 叮嘱了一句, 晴天挂断了电话, 勾起冯刚的脖子道, 走吧, 现在咱们去老同关吃饭去, 从刚刚宋雨薇的声音中, 他听得出来, 这妞心头现在确实还是有些觉得, 面对自己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尴尬的, 老大, 我现在听你和宋老师说话, 怎么感觉, 你们来的关系, 好像越来越亲密了, 有点不大像学生和老师说话那种感觉, 冯刚走着, 笑呵呵的道, 有什么不一样的, 想多了你, 晴天淡淡的道, 不是, 绝对不是, 就刚刚你说话的语气, 倒是给人一种情侣之间说话的感觉, 冯刚一脸坚决的继续道, 滚犊子, 晴天美好气的翻了个白眼, 哈哈, 出了校门, 两人一路直奔向老童关小吃店的方向, 老童关小吃店距离学校门口走路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片刻之后, 两个人就赶到了地方, 走进去找个位置坐下来之后, 店里的美女老板娘就走了过来, 你们两个, 有些日子没来了, 说吧, 想吃点什么, 美女老板娘杜兴仪走过来之后, 手里拿着菜单递给晴天, 微微一笑道, 对于晴天, 他的印象格外深刻, 之前经常来这里吃饭, 冯刚则是他每次来都必须要带的人, 当然, 让他对于晴天记忆格外深刻的并不是这件事情, 而是晴天帮他觉得了一个大麻烦, 教训了他的前夫, 让他的前夫孙成明再也不敢到他的小餐馆里捣乱, 只不过最近消息传出晴天家里落败之后, 这个孙成明倒是又开始三番五次的过来找麻烦, 每次的目的很简单, 先闹, 然后就是要钱, 你妈的, 笑容真迷人, 瞧着, 冯刚忍不住暗自嘀咕了一句, 眼睛直冒金光, 秦大少此时也是同样的想法, 这个老同关小吃店的地方, 他来的次数并不算少, 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和冯刚一起, 所以对于他们两个, 美女老板娘还是比较熟悉的, 第一次来这地方的时候, 秦大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冯刚说这边新开了个小吃店, 老板娘长得超漂亮, 然后就跟着过来看了看, 没想到还果然如此, 单论姿色和身材的话, 这家老同关小吃店的美女老板娘杜心仪, 绝对不属于一些明显模特, 尤其是那一双美腿, 绝对可以媲美任何一个顶级的腿模, 最重要的是, 杜心仪浑身上下, 举手投足之间, 不经意之中就带出一种魅惑, 天生魅骨, 秦天有时候觉得, 这句话就是为了专门形容像美女老板娘这样的女人的, 老板娘, 几天不见, 你最近又变漂亮了许多, 秦天借过菜单, 笑呵呵的调侃道, 今天的美女老板娘杜心仪, 换上了一身紧身长款的黑色连衣长裙, 将整个凹凸有序的身材, 以纤细若柳般的腰枝为中心, 恰到其好的勾勒了出来, 领口是那种微微敞开的V字形领口, 一眼望去, 自下而上的那种视线感虽然模糊, 但是却带着一种别样朦胧的美感, 发型依旧是一头干练的短发, 刚刚和和粉颈的地方相衔接, 靠近脸颊前方的地方略掌, 后面的地方则稍稍的短上一些, 整个人看上去, 给人一种成熟朦胧的诱惑, 绝对是一副典型的职场女强人, 带给人的那种感觉, 倒是有些日子没见到你们了, 秦天, 你家的事情我倒是也听说了, 这样, 今天的饭菜我给你们免单, 想吃什么, 随便点, 美女老板娘杜欣怡笑了笑继续道, 微微一笑, 媚态横生, 真的, 那可真是太谢谢了, 秦天笑呵呵的道, 之前因为她出面帮忙的事情, 美女老板娘杜欣怡就一直坚持给她免单, 不过最后在她的坚持下, 只能是无奈的收下了饭钱, 这点事情还能有假, 你们只管点就是了, 美女老板娘继续道, 既然这样,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鱼翅燕窝, 抱于澳洲大龙虾, 秦天笑呵呵的调侃道, 你小子, 这东西, 我这小店可没有, 美女老板娘杜欣怡美好气的翻了个白眼, 不自觉的就带出一种别样的风情, 秦天笑了笑继续道, 老三样, 外加一个汤, 至于免单的话, 还是算了吧, 忘记告诉你了, 我们家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真的, 那可真是太好了, 你们先稍等一会, 我这就让后厨去做, 美女老板娘杜欣怡说着, 兴奋的下意识的轻轻的捋了捋额头的秀发, 一色精致细嫩的脸颊顿时变得更加清晰了起来, 犹如奶油一般, 似乎随时都要滴出水来, 只是瞬间, 不光逢刚, 就连秦天也有些稍稍的失神了起来, 论姿色的话, 美女老板娘杜欣怡和宋雨薇互在伯仲之间, 但是两个人给人的感觉, 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情, 一个是成熟魅惑带着几分风韵的妩媚, 一个则是青春动人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你们俩先等会, 这会人多待按着顺序来, 美女老板娘杜欣怡继续道, 说完转身离去, 高跟鞋撞击地面发出清脆的声音, 而且在这种高跟斜斜跟的作用下, 大腿和臀部恰到其好的配合在一起扭动了起来, 那种清晰的突起感, 格外的诱人, 老大, 这美女老板娘几天不见真是越来越好看了, 盯着美女老板娘杜欣怡离开的背影, 冯刚小声的道, 你小子, 瞧瞧你那副德行, 刚才你那眼睛恨不得都直接钻进人家美女老板娘的衣服里面去了, 也幸亏人家老板娘把你当成小屁孩, 不合你一般见识, 晴天美好气得道, 老大, 你也别说我, 刚才你的模样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冯刚随口回了一句, 然后低头瞄了一眼继续道, 再说了, 我哪里小了, 明明已经长成大人模样了好不好, 滚蛋, 晴天美好气得翻了个白眼, 怎么几天不见, 这个冯刚倒是越来越猥琐了, 哈哈, 冯刚哈哈一乐, 不再说话, 中午这会, 老同关小吃店的生意还是很不错的, 等了有一会的功夫, 饭菜才上级, 晴天和冯刚第一时间就开始风卷残云了起来, 说起来这个晴天也是个怪胎, 明明家中条件不错, 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过, 却偏偏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就像饿死鬼投胎一般, 至于冯刚的家境虽然不如晴天, 但是也算相当不错了, 这会, 随着两人吃饭的动作,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们两个的吃相上, 一个比一个精彩,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的目光, 此时也被吸引了过来, 瞧着, 嘴角不自觉的就勾起了一抹上扬的弧度, 吃饱喝足, 两人刚要结账离开的时候, 一个尖嘴猴腮, 有些干瘦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看模样差不多有四十对的样子, 醉熏熏的, 从这人走进小吃店开始, 所有人都清楚的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 老婆, 有些日子不见, 有没有想我呀, 这名醉汉走进来之后, 向着美女老板娘杜心仪就走了过去, 一脸吟笑的说着, 伸手就要去拉扯美女老板娘杜心仪的手臂, 不过却被她给激紧的躲了过去, 孙承明, 你又来干吗? 咱们已经离婚了, 以后说话给我放清楚一点,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气呼呼的道, 离婚不离床, 这话难道你没听说过? 你个臭娘们, 离了婚就在老子面前装得和一个清纯的大姑娘一样, 就你那身上, 还有老子不清楚的地方, 尖嘴猴腮的中年人依旧是一脸硬荡的笑容, 出去, 你给我马上滚出去,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气冲冲的呵斥道, 白净的脸颊瞬间被一片通红被覆盖了起来, 这辈子他还没有见过像他的前夫孙承明这么无耻的男人, 想要我出去也可以, 拿钱来我也不多要, 一万块钱, 只要你现在给我拿出一万块来, 我这就走, 孙承明一脸吟笑的继续道, 孙承明, 我凭什么要给你钱? 咱们已经离婚了,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气急败坏的道, 还有, 你昨天才刚从这里拿了两千块钱, 怎么现在又来啊? 越说, 杜心仪的心里越觉得难受, 等到他最后一个自落下的时候, 眼眶中已经开始闪烁起晶莹的泪花, 这个孙承明怎么还敢来? 晴天冷了一下道, 这个罪汉他是认识的, 孙承明,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的前夫, 之前过来骚扰美女老板娘杜心仪的时候, 被他给狠狠教训了一顿赶跑了, 自那之后, 倒是一直没赶在过来找过美女老板娘的麻烦, 没想到有些时日没来, 这个孙承明竟然又跑来找美女老板娘的麻烦了, 老大, 在李亮那小子的宣传之下, 现在咱们学校都知道, 老大你家里落败了, 想必这个孙承明肯定也是听说了, 才敢再过来的吧, 只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老大家里早就恢复了, 冯刚想了想到, 这个孙承明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晴天缓缓地吐出几个字来, 目光落到孙承明的身上, 变得阴冷了起来, 昨天, 没错, 昨天是给了两千块钱, 可是他妈的两千块钱够干吗? 老子他妈昨天晚上没玩到天亮就输光了, 孙承明骂骂咧咧地继续道, 一万块钱, 再给我一万我保证以后不再来骚扰你, 放屁, 孙承明, 昨天拿那两千块钱的时候, 你就是这么说的, 气急之下,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近视也抱起了粗口, 不过这样的话, 从一位美女嘴里喊出来的时候, 不仅没有半分的粗暴, 反而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 醉熏熏的孙承明摸了一把嘴角, 似乎是上面残留着杜心仪的唾膜星子, 这丝舌尖用力地添了一口, 模样极尽猥琐, 不错, 那是那么熟悉的味道, 不过可惜已经有些久违了,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够个屁啊, 孙承明继续道, 完全是一副无赖模样, 杜心仪, 今天老子就把话给你放这里了, 一万块拿来我现在就走, 以后不再来骚扰你, 不然的话, 我就在这一直闹, 搞得你这饭店没人敢来吃饭, 这一招对于孙承明来说可是屡试不爽, 反正他这个样子杜心仪报警也没用, 警察来了他就老老实实地离开, 不过这边警察前脚刚走, 他后脚就又溜了回来, 一来二去, 时间旧了, 杜心仪干脆自己就不报警了, 没有, 一分都没有,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恼火得到, 自从晴天家里落败的事情传出去之后, 孙承明就开始来捣乱, 不过刚开始还好点, 隔上几天来一次也不算过分, 可是最近几天, 这个孙承明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 每天都乱来, 刚开始是五百, 接着一千, 然后昨天是两千, 今天更是开口直接要一万, 这么下去的话, 不用孙承明这么闹下去, 他这小店也没办法再继续开下去了, 滚出去, 都他妈的, 给来自滚出去, 孙承明不再理会美女老板娘杜心仪, 转而冲着其他的学生嚷嚷了起来, 这些不过是一些上了初中和高中的学生, 虽然也有一些坏学生, 经常和社会上的流氓青年混在一起, 不过大多数还都是天性比较单纯的, 这些人见到孙承明这么模样之后, 一个个吓得慌忙起身逃窜, 哈哈, 眼前的一幕, 让孙承明笑得更加得意了起来, 不过等了一会, 待到只剩下秦天这一桌上的两个人还在那里悠哉悠哉的坐着的时候, 孙承明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操, 你们俩的还不滚蛋, 这伙怒气冲冲的叫骂了起来, 秦天笑呵呵的站起身来, 冯刚跟在后面随着站了起来, 快点拿钱来, 不然以后我就这么天天来闹, 孙承明以为秦天他们俩这是要离开, 目光落到美女老板娘杜心仪身上继续道, 没有, 要钱一分没有, 别说我真没钱, 就是有钱我也不给你,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愤怒地咆哮道, 马德, 你个臭娘们居然真给老子耍起横来了, 把钱拿过来, 不然看老子不抽死你, 孙承明说着, 杨手一巴掌就抬了起来, 孙承明, 有些日子不见, 你倒是有掌能耐了, 怎么, 莫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看来还是我上次给你的教训不够深刻啊, 刚要下手, 一道声音响起, 只是瞬间就让他清醒过来了不少, 闻言,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心头顿时就松了口气出来, 有秦天在, 今天的事情倒是不用担心了, 毕竟秦天说过, 他家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只要秦天还是以前的秦大少, 那以后, 他的前夫孙承明就不敢再来捣乱了, 一时间, 他的心头仿佛又回到了很长时间之前的一幕, 当时就是像现在这样, 在孙承明骚扰他的时候, 秦天就是这么挺身而出, 把孙承明给狠狠教训了一顿, 那是在离婚之后, 让他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依靠, 其实在杜心仪的心中, 对于秦天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他甚至觉得, 如果秦天再大一点, 或者说他再小一点, 又或者说他没有经历过这段失败的婚姻, 真想找一个像秦天这样的男人, 秦少, 孙承明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这才看清楚了秦天的模样, 几乎是下意识地哆嗦的一下, 上一次的教训, 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秦天出手的的手段, 实在是让人不能不记忆犹新, 老大瞧瞧他那怂样, 冯刚健壮忍不住笑了起来, 人就是个怂人, 不怂还能干吗? 秦天笑呵呵地回道, 不过只是瞬间, 孙承明又恢复了平静, 秦天, 没想到今天倒是在这里遇到了你小子, 怎么, 莫非你还以为你还是以前的那个秦大少吗? 孙承明面目猙獰的道, 现在你们家落败了, 老子不怕你了, 秦天没有说话, 一脸笑眯眯地向着孙承明走了过去, 嘴角勾起的弧度加上一脸灿烂的笑容, 落在孙承明的眼里, 却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孙承明记得很清楚, 上一次秦天教训他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副表情, 别管我是不是以前的秦大少, 收拾你这个酒囊饭带的家伙, 还是绰绰有余的, 走过去之后, 秦天淡淡地道, 身子微微地颤动了一下, 孙承明很快又憋足了力气, 恢复了正常, 曹, 就凭你现在的样子, 话音落下, 孙承明抡起巴掌, 向着秦天的面门上抽了过去, 这一巴掌, 孙承明可是用了十足的力气, 似乎是要一股脑地把之前受到的一切, 现在全都从秦天身上讨回来, 小心, 几乎是下意识的,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慌忙提醒道, 老板娘, 别担心, 就这孙子, 老大收拾他,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冯刚在一旁笑呵呵地硬道, 秦天的实力, 他是亲眼见识过的, 就孙承明这瘦弱的小身板, 不过是动动手指头的事情,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闻言, 倒是稍稍地松了口气出来, 紧张之余, 他竟是忘记了, 打架秦天可是个好手, 而且现在秦家也恢复了过来, 自然还是像以前那样, 可以完全不把孙承明这个街头混混给放在眼里, 啊, 孙承明想象当中的事情没有发生, 刚刚抡起在半空中的手掌, 就被秦天给抓在了掌心, 稍稍一用力, 顿时就惨叫着, 弯曲下了身子, 撒手, 这丝恼怒的道, 他没想到, 这个时候的秦天还敢对他还手, 秦天的情况他已经打听得很清楚了, 自从家里落败之后, 整个人完全颓废了下来, 就算是在一中学校里, 几乎都成了人人随意欺负的对象, 你让撒手就要撒手啊, 那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秦天淡淡的道, 顺便加大了一丝力气, 操, 快点给老子撒手, 不然老子弄死你, 孙成明的腰杆更加弯曲了, 恼羞成怒的道, 秦天, 你他妈的最好认清楚现在的形势, 还把自己当成以前的那个秦大少吗? 脸上的表情扭曲着, 呲牙咧嘴的表情甚是猙獰, 以前秦天还是秦家大少的时候, 他不敢把秦天怎么样, 可是现在, 秦天还敢这么嚣张, 孙成明心里很自然的就不爽了起来, 哦, 好啪啪呀, 秦天故意摆出一副害怕的模样, 啪, 算你小子, 现在认清楚了形势, 快点撒手, 孙成明最熏熏的道, 压根就没听出了秦天话里稀耍的意思, 刚子, 怎么办, 他要威胁, 要弄死老大呢, 要不还是撒手吧, 秦天继续调侃道, 嗯, 放手吧, 惹不起, 咱们还躲不起吗? 冯刚明白秦天稀耍的意思, 慌忙回道, 跟着也摆出一副恐惧的模样, 好, 那我可真撒手了啊, 秦天继续道, 撒手吧, 秦天点点头, 就要撒手, 哼, 算你小子实相, 孙成明这才得意的冷哼了一声道, 在他看来, 这回秦天应该是终于认清楚了自己现在的形势, 秦天笑眯眯的眯着眼睛, 突然松手, 顺势还往前拉了一下, 孙成明的身子本来就弯曲着向前倾斜了过去, 随着秦天这微微拉扯的动作撒手之后, 整个人惯性的就向前爬了过来, 直接来了个标准动作的狗吃屎, 孙成明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已经完全恼羞成怒了起来, 刚才咒防不及之下, 一个标准的狗吃屎动作, 门牙差点没被撞掉, 哎呀,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来来来, 我扶你起来, 秦天做事慌忙, 就要扶起孙成明, 注意摆出一副不小心的模样, 一脚又踩在了孙成明的手掌上, 这货本来是挣扎着要爬起来的, 结果手掌被秦天后世的鞋底踩上去之后, 吃痛之下, 整个身体又失去了重心, 上半身的位置, 再次以一个潇洒的狗吃屎动作爬了下去, 腰, 这又是怎么了, 咋又摔了个狗吃屎呢, 冯刚在一旁装枪做事道, 然后帮忙一起扶起了孙成明, 孙成明虽然喝得有些醉, 但是接连两次狗吃屎着地的动作, 也让他顿时清醒了不少, 不过, 这回孙成明依旧没有看出来, 秦天和冯刚正是在一唱一和的稀耍他, 动手打架的话, 他不是秦天的对手, 更何况这次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钱, 至于秦天, 等到把钱要到手之外, 再找人来收拾这小子也不迟, 没有了秦家的依账, 在孙成明看来, 想要收拾现在的秦天, 不过是小菜一桩, 而且孙成明心里也明白, 但从杜兴仪这里耍赖想要拿到钱的话, 今天恐怕很难, 倒是秦天的强出头给了他一个好机会, 相信杜兴仪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为他而出头的秦天, 以后被整得不敢来学校上学, 相信, 只要他开口拿秦天做威胁的话, 杜兴仪一定会答应他的条件的, 杜兴仪, 你个臭婆娘的, 还敢说你和这个小兔崽子没关系, 没关系的话, 这小子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为你出头, 孙成明打定把秦天先放到一边的注意之后, 便没有再继续理会秦天, 而是把目光转向了美女老板娘杜兴仪, 两万, 现在你最少要给老子拿出两万来, 不然的话, 我就赖到你这店里不走了, 孙成明继续道, 还有, 今天要是不把钱拿出来的话, 以后这小子我见一次打一次, 直到打得他不敢来上学位为止, 目光落在美女老板娘杜兴仪身上的时候, 那种欲望的眼神不加丝毫的眼神, 看得出来对于杜兴仪的身体, 孙成明还是有相当的渴望的, 你这是在威胁我, 还是说, 那我威胁老板娘呢, 秦天笑眯眯的道, 你说呢, 孙成明咬牙切齿的道, 小子, 我知道你能打, 不过就算你再能打不知道你能打得过几个呢, 啪, 话音落下, 秦天抬手一巴掌抽在了孙成明的脸上, 你敢打我, 秦天, 就凭你现在落魄大少的身份, 你还敢打老子, 孙成明面目猙獰的道, 打你, 打你怎么了, 老子打的就是你, 啪, 秦天说完, 反手一个大嘴巴又抽了回来, 孙成明被打猛了, 随手抄起一把椅子, 就要往秦天的脑门上砸过去, 不过这丝东西还没拿起来, 就被秦天给踹到在了地上, 接下来的一幕, 完全就是秦天一个人的表演, 片刻功夫, 孙成明就老实了起来, 不再做无谓的挣扎, 孙成明很郁闷, 他有些搞不明白, 这种情况之下, 杜兴仪怎么还不出来制止秦天, 难道他就不担心, 过了这会的时间之后, 自己去找秦天的麻烦,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孙成明恼怒的瞪着秦天, 小子, 咱们走着瞧, 好汉不吃眼前亏, 孙成明撩下一句狠话之后, 怒气冲冲的离开, 现在, 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秦天这个麻烦给解决掉, 到时候不愁杜兴一步乖乖的把钱送上门来, 马德, 早就说了, 生平老子最痛恨别人的威胁了, 秦天冷不丁的来了一句, 跟在后面抬起脚, 朝着孙成明的屁股一脚踹了过去, 再次以一个标准的狗吃屎动作摔在地面上之后, 孙成明快要抓狂了, 回头恶狠狠地瞪了秦天一眼, 又要放狠话, 不过看着秦天向着他逼近的动作, 也顾不上放什么狠话, 慌忙转身逃窜, 秦天, 谢谢你了, 这次又是多亏了你的帮忙, 美女老板娘杜兴一走过来, 感激得到, 看着秦天, 杜兴一的心头再次生出了那种错觉, 如果这辈子自己能够再遇到像秦天这样的一个男人该有多好, 为美女效劳, 乃是每个帅哥应尽的义务, 秦天笑呵呵地道, 扑哧, 杜兴一也被逗乐了, 还美女呢, 我现在都是残花败柳了, 老板娘, 你这话就说错了, 美女与年龄, 国度, 结婚与否,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比如老板娘你, 依旧是众人心中的大美女, 依旧是我们义中同学心目中的女神, 秦天笑呵呵地继续道, 这么说, 我也是你心目中的女神了, 当然, 秦天点点头, 毫不犹豫地回道, 杜兴一笑了笑, 眼底闪过一丝不意, 察觉的失落, 不过只是瞬间就恢复了正常, 秦天, 要不你, 还是先回去吧, 虽然你们家现在已经恢复, 可是孙承明不知道这事情, 等会他肯定是要过来找麻烦的, 到时候恐怕, 这妞本来是想说让秦天叫些人来, 不过总没好意思开口, 老板娘, 你放心好了, 这次我就替你一次性解决这个麻烦, 让这个孙承明以后不敢再过来骚扰你, 秦天笑呵呵地回道, 冯刚这边跟着道, 老板娘, 你只管等着看好戏吧, 不用其他人帮忙, 就我们老大一个, 就算是来再多的人, 也照样能给收拾了, 这个, 杜兴一有些为难的道, 秦天, 我知道你能打, 可是对方人多, 你一个人恐怕, 老板娘, 你就只管放宽心好了, 秦天笑呵呵地继续道, 投去一个安稳的眼神, 杜兴一文言倒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秦天这种安稳的眼神, 瞬间让他的心情就平复了下来, 这种眼神似乎带着一种魔力, 只是一眼就让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孙承明的动作还是很快的, 不一会的功夫, 就带着一群混混走了进来, 大约有十几个人的模样, 领头的是一个光头刀疤脸的男子, 刀哥, 就是这小子, 这次你可一定要给兄弟把这口恶气给他出了, 进门, 孙承明指着秦天就嚣张兮兮地叫嚣了起来, 看上去倒是酒醒了不少, 放心, 拿人钱才替人消灾, 经过这个事情, 保证处理到你满意为止, 刀哥一脸霸气十足地道, 小子, 就是你动手打的他, 刀哥走过来, 一脸牛逼轰轰地道, 秦天和冯刚是背对着门口的位置, 听着刀哥的秦天第一时间就听了出来, 感觉声音很熟悉, 鼓完一条街堵十当的那个刀哥, 沉色片刻, 秦天终于想了起来, 自从被一能改造过的身体之后, 身体各个器官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就拿现在这个刀疤男的声音来说, 秦天只是听到一次就记得清清楚楚, 操, 我们刀哥你们说话呢, 没听到, 小子, 赶紧麻溜的过来, 给我们刀哥回话, 奶奶的, 我看你小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刀哥的声音落下, 秦天依旧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 刀哥身后的一群小弟看着, 顿时嚣张兮兮的叫骂了起来, 秦天笑呵呵的转过身去, 目光落到刀疤男身上, 笑呵呵的眯起了眼睛, 刀哥, 嘎, 当秦天转过身来的时候, 刀哥完全傻眼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秦天, 对于秦天, 他的印象可是十分深刻的, 那可是和安华第一大少张东称兄道弟的人物, 这样的角色, 绝对不是他一个小小的混混头子就可以招惹的, 你妈的, 这个狗日的孙承明, 你他妈的想害死老子, 居然来找张少兄弟的麻烦, 刀哥心头暗自咒骂了一句, 幸亏没有上来, 直接就动手, 不然的话, 那可真是捅了一个天大的马蜂窝, 秦少, 是您啊, 刀哥陪着笑脸道, 双腿已经开始发软, 寂静, 随着刀哥这声话音落下, 房间内顿时变得寂静了下来, 除了冯刚这个知情人, 还有上次和刀哥一起的几个小弟之外, 一个个的全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震惊的神色, 伪女老板娘杜心仪傻眼了, 看着眼前的情况, 有些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 孙承明的表情更精彩, 眼前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 这个刀哥明显是认识秦天的, 而且从刀哥的态度上可以感觉得出来, 那种发自内心颤抖的恭敬,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刀哥啊, 你这是来替孙承明出头的, 秦天继续道, 不, 不是, 刀哥慌忙回道, 找秦天的麻烦, 就算是再借给他是个胆子, 他也不敢, 这可是张东的兄弟, 除非他不想继续在安华这个地面上待下去了, 真的不是吗, 我看你们这势头应该确实是来找麻烦的, 秦少,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怎么敢来找你的麻烦呢, 刀哥陪着一张笑脸继续道, 难道说是刀哥认识这个秦天, 知道秦天的身份, 孙承明暗自琢磨了一番, 目光转到刀哥身上继续道, 刀哥, 已经不是以前的秦家的了, 我得到绝对的消息, 秦家已经落败了, 不过孙承明还觉得有些不妥, 就算是刀哥知道秦天的身份, 可也不至于如此吧, 毕竟之前的秦家在安华当地虽然说小有名气, 但是还远远达不到, 让刀哥这个片区内有名的混混头子感到恐惧的, 只是, 除了这个理由, 他实在是想不出还有其他的什么理由, 你他妈的给老子闭嘴, 刀哥抬手一巴掌抽在了孙承明的脸上, 秦家落败的消息他也是知道的, 不过刀哥更清楚, 秦家现在已经恢复了, 而且还攀上了张氏集团这杆大棋, 而且, 如果不是因为张东的关系, 单凭秦天, 就算是秦家最如日中天的时候, 也远远达不到像现在这样, 让他如此忌惮的一幕, 俗话说得好,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当然, 如果穿鞋的人到了一个新的只能仰视的高度, 比如像张东的地步, 那就另当别论了, 孙承明被打猛了, 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刀哥, 看你麻痹啊, 刀哥抬手又是一巴掌抽了回去, 赶紧的快点给秦少道歉, 刀哥, 这小子家里真的已经落败了, 您这是孙承明脑袋蒙蒙继续道, 啪啪, 刀哥抬手接着两个大嘴巴抽了上去, 少尼玛, 废话, 快点道歉, 孙承明这次倒是被打得清醒了许多, 从刀哥的眼神中, 他也终于明白了过来, 这其中必然还有什么他不清楚的事情, 不然的话, 刀哥是绝对不会如此的, 这回他也终于明白过来, 怪不得刚才刀哥见到秦天会表现出那样一副态度, 也证实了他心中另外的疑惑, 对不起, 这撕滴着脑袋, 脸色阴沉的道, 此时, 孙承明的心中格外的郁闷, 找人来教训秦天, 没想到人是找来的, 结果到了地方反倒是帮着秦天教训起他来了, 还有比这更让人憋屈的事情吗? 戏剧性的一幕, 让杜心仪和冯刚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声音太小, 听不到秦天淡淡的道, 刀哥抬手就是一巴掌抽了上去, 尼玛的听到秦少说话没, 声音大点, 对不起, 这一次, 刀哥的声音倒是大了许多, 没诚意, 秦天继续道, 没道过签吗? 诚意? 知道什么是诚意吗? 刀哥接着又是一巴掌抽了上去, 孙承明委屈的快要哭了, 对不起, 哪里错了? 我不该找秦少宁的麻烦, 就这, 不是不是, 还有我不该继续来骚扰杜心仪, 孙承明慌忙回道, 知道还不赶快给老板娘道歉, 秦天话风陡然一转, 冷冷的道, 冰冷的声音似乎让这个小饭馆内的温度瞬间骤降了不少, 孙承明慌忙冲着杜心仪赔起了不是, 以后还敢不敢再来骚扰老板娘了? 秦天继续道, 不敢了, 不敢了, 孙承明心头颤抖的回道, 但从刀哥的表现中, 就算他是傻子也看得出来其中的问题, 连刀哥见了现在的秦天都这么一副害怕的模样, 他哪还有胆子继续来这里找杜心仪的麻烦, 躲还来不及呢, 行了, 滚蛋吧, 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来骚扰老板娘, 不然的话, 后果自行脑补, 秦大少撩出一句非常时髦的话之后, 冲着孙承明不耐烦的摆了摆手, 孙承明文言如蒙大赦, 慌忙逃窜, 秦少, 我已经到辞了, 你放心, 有我在保证以后, 没人敢再到这家小店找麻烦, 刀哥此时也是如释重负, 恭敬地表了个态, 招呼一群小弟追了出去, 刀哥, 这个秦天到底是? 孙承明出了小吃店之后, 就在门口的一侧候着, 等到刀哥出来, 慌忙问道, 你妈的, 居然找麻烦, 找到张东张大少兄弟的头上, 你他妈的活腻歪了别拖老子下水, 刀哥恼怒地道, 张东张大少, 孙承明暗自嘀咕了一句, 这才终于明白了过来, 为什么刀哥会如此的一副姿态, 感情是秦天攀上了张东这杆大棋, 在安华当地, 不知道张东这个名字的不敢说没有, 但是绝对很少, 马德, 幸亏今天老子没有直接动手, 不然的话, 真的要被你给害惨了, 刀哥继续道, 说完招呼一群小弟对着孙承明一顿痛打, 小吃店内, 秦天几个人可以清楚地听到孙承明的惨叫声, 孙承明, 以后不要被老子见到你, 不然的话, 老子见你一次打一次, 教训完孙承明, 刀哥这才带着一群小弟离去, 片刻之后, 孙承明从地上挣扎着爬了起来, 连滚带爬的慌忙逃窜, 尼玛的, 早知道秦天和张东攀上了关系, 就是借给他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去找杜心仪的麻烦, 秦天,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再次道谢道, 他知道, 这次的事情过后, 孙承明肯定是不敢继续过来骚扰他了, 美女老板娘杜心仪的笑容和漂亮, 很清甜, 秦天不自觉地就看得有些失神了起来, 尤其是居高临下的位置, V自行临口那一抹的弧度, 更是格外的清晰, 近距离之下, 秦天还感觉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的气息, 这种感觉和王满给他的那种感觉相似, 但是似乎又有着一些不同的地方, 如果说王满整个人举手投足之间, 都带着一种不可抵挡的魅惑, 流露出一种淑女的风韵之外, 那么杜心仪的, 则是那种淑女风韵和青涩少女的一种结合, 少了几分风韵, 但是却多了几分青涩, 老板娘, 你这话就客套了, 我早就说过了, 为美女出头, 那是每个帅哥的责任, 秦天笑呵呵地回答, 扑吃, 杜心仪忍不住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青眼嘴角, 笑容迷人, 对了, 刚才我忘记问你了, 那个刀哥, 为什么见到你一副吓呼呼的模样? 想起刀哥看到秦天时那一副震惊的模样, 杜心仪好奇的道, 你说这是啊, 前几天在古玩一条街赌十当的时候, 不带秦天回话, 冯刚抢过话茶道, 闻言, 杜心仪算是终于明白了过来, 对于秦天, 他的心中倒是多了几分好奇, 以前的秦天他是知道的, 不过也是个普通的纹固子弟,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秦天的心底不坏, 有颗善良的内心, 可是现在, 居然靠自己的能力度过了家里的危机, 还与安华第一大少张东交好, 这绝对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继续闲扯了片刻, 秦天和冯刚一起离开, 杜心仪一直送着他们出了小吃店, 这才蛇身返回, 老大, 恭喜你了, 看着杜心仪转身消失在小吃店内的背影, 冯刚一脸坏笑的道, 恭喜, 有什么好恭喜的, 秦天疑惑的道, 当然有了, 你没看美女老板娘杜心仪看着你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 我感觉, 你已经捕获了美女老板娘的方性, 冯刚信誓旦旦的道, 滚蛋, 秦天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 两人继续向着学校的方向走过去, 秦天突然接到了张东的电话, 喂, 张哥, 有事吗? 接通电话, 秦天笑呵呵的道, 有事, 当然有事了, 怎么样, 下午有没有时间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张东兴奋的道, 什么好玩的? 秦天顿时就来了兴趣, 去重温大厦赌食, 今天下午三点钟, 重温大厦有个赌食大赛, 张东继续道, 赌食大赛? 秦天稍稍的冷了一下, 关于重温大厦赌食大赛的事情, 他是听说过的, 只不过一直以来都只是大概的听说过一些, 具体的情况并不清楚, 嗯, 重温大厦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赌食大赛, 今年的, 就在今天下午三点开始举行, 六点结束, 历年的赌食大赛, 都是重温大厦最热闹的时间, 几乎吸引了整个安华所有喜欢赌食的人, 包括哪些珠宝商人, 赌食大赛只设有冠军一个名次, 获得冠军的话, 不仅可以赢得赌食大赛所有参赛赌食解除的翡翠, 还可以另外获得三千万的奖金, 张东继续道, 第一名的冠军获得所有参加赌食大赛的赌食解除来的全部翡翠, 秦天震惊的道, 至于张东那句三千万奖金的事情, 倒是直接被他忽略了,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过去玩一玩, 张东继续道, 去, 当然要去了, 这么好的事情怎么能错过呢, 秦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冠军所获得的翡翠奖励折算成现金的话, 绝对是一笔数目不菲的收入, 这对他来说可是一个天大的机缘, 怎么可能会舍得错过, 毕竟凭借他可以透视到赌食内部情况的特殊能力, 相信拿到赌食大赛的冠军绝对不是什么问题, 赌食最难的地方就是在于, 至今没有任何一种仪器可以探测到赌食内部的情况, 因此才有了赌食这个说法, 毕竟就算是国内公认在赌食方面最厉害的翡翠王, 也只是凭借经验, 严厉做出判断, 另外还有几分运气, 单论赌食的话, 只要有足够的赌食可以供他挑选, 秦天相信绝对不会有人是他的对手的, 什么位置啊, 我现在开车过去接你, 张东接着道, 直接开车来学校门口吧, 我在这边等你, 秦天回道,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马上过去, 张东应了一声之后, 挂断电话, 秦天这边, 勾着冯刚的肩膀, 继续向着学校门口的方向走了过去, 刚子, 等会你自己去学校吧, 我出去办点事, 行, 没问题, 冯刚点点头答应了下来, 从美女老板娘杜心仪的小吃店到学校门口, 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说话间的功夫, 两个人就到了学校门口的地方, 冯刚打了声招呼, 向着学校里面走了过去, 秦天则站在原地等候了起来, 张东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去之后, 那辆熟悉的拉风的汉马越野车就停靠了过来, 车窗摇下, 张东一个脑袋叹了出来, 上车, 秦天过去, 打开车门上车, 上车之后, 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阿东, 便驱车向着重温大厦的地方赶了过去, 张哥, 你和我说说, 这赌室大赛就有什么规矩, 秦天问道, 想要参加赌室大赛, 拔得冠军的头筹,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必须要把赌室大赛的规矩先搞清楚, 规矩倒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可以参加,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张东笑呵呵的道, 不过, 参加赌室大赛的所有人, 在三点之前必须进入到重温大厦内的赌室大赛报名接待处进行报名, 然后在三点中赌室大赛正式开始之前, 不可以在大厦内进行赌室的挑选, 另外, 所有报名参加赌室大赛的参赛者, 必须在五点钟之前, 挑选出三块参加赌室大赛的赌室来, 然后到负责登记的地方上缴登记, 如果逾期没有上缴, 赌室进行登记, 将会视为自动弃权, 赌室上缴登记的地方, 工作人员会为每个参赛选手的赌室做好标记, 之后有专门的人分批进行解释, 所解除的翡翠, 主办方聘请有专门的专家团进行统一的估价, 最后估价最高的胜出, 秦天文言点点头, 倒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怎么, 莫非你也想报名参加赌室大赛? 张东继续道, 其实他叫秦天过去, 无非是想一起过去热闹热闹, 不过看秦天的样子, 似乎是打定主意要参加赌室大赛, 而且一副信心满满的模样, 更是一副势在必得的表情, 当然了, 这可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如果能够拿到冠军的话, 那绝对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秦天不佳丝毫掩饰地回道, 这倒也是, 所有参赛赌室解出来的翡翠, 但从历年重温大厦赌室的情况来看, 历史解出翡翠价值最低的一次, 也没有低于一个亿的数目的, 张东继续道, 不过赌室大赛的竞争非常激烈, 不仅吸引了无数民间的赌室高手, 更加咱们安华几大珠宝行都有参加, 这些珠宝行的首席赌室顾问, 全都是圈内最顶级的赌室高手, 想要拿到冠军的名词, 谈何容易, 谢时的事情, 张东亲自见过秦天, 两次解除了价值不菲的翡翠, 而且还, 全都是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这种顶级翡翠, 但是说实话, 在他的心里, 对于秦天赌室的本事, 还是有些怀疑的, 总觉得, 这其中应该是运气的成分多些, 当然, 如果说到在古安方面的眼力, 张东绝对无条件地相信秦天, 他甚至觉得, 就算是安华当地古玩圈内最厉害的古老, 古玩方面的眼力都不一定高得过秦天,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 秦天笑呵呵地继续道, 再说了, 我可也是货真价实的赌室高手呢, 张东闻言笑了笑, 倒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试试就试试吧, 反正过去不过是为了玩得开心而已, 而且, 以秦天现在的身价, 几块赌室而已, 就算是全部挑选那些贵重的赌室, 也算不得什么, 毕竟, 淡淡一个黑市拍卖会上, 翡翠加上菊外庄的收入, 他和秦天每个人可都是收获了上亿的现金, 秦天知道张东心里的想法, 不过也没有继续多说下去, 双眼可以透视健保的这种逆天能力, 在没有足够的能力自保之前, 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秦天可不想被人抓到实验室里, 当作被实验的小白鼠去做研究, 不是他不相信张东, 只是有些知情之道的人越少越好, 崇文大厦在安华市中心的繁华地带, 平日里就吸引了不少的人过来, 想要撞一撞运气, 秦天一行人赶到地方之后, 顿时被门口热闹的景象吸引了, 果然不愧是崇文大厦一年一度的赌市大赛, 外面的露天停车场的地方, 早就停满了车子, 秦天和张东下车, 阿辉跟在后面下车, 至于阿东, 则是驱车去了地下停车场, 寻找停车的位置, 大厦入口处, 不停地有大批的人进入, 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张大哨, 张东走过去之后, 门口负责接待的人, 慌忙热情地招呼道, 张东点头微微地示意了一下, 继续向着大厦内走了过去, 进入崇文大厦, 更是一幅热闹非凡的景象, 几乎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 张大哨, 张大哨, 自从张东进入大厦之后, 就不停地有人打起了招呼, 看得出来, 这个安华第一大哨的名头, 确实是挺响的, 对于里面的情况很清楚, 一共五层, 一到三层的地方是堵石, 四层为办公区域, 五层则是大厦的安全室, 凡是在大厦内经营堵石生意的, 每年都可以以一定数目的租金, 从顶层的安全室租的一间安全室, 用来存放一些贵重的物品, 比如一些价值不菲的翡翠, 堵石商人不堵石, 这是不成文的默契, 不过, 当有人在他们这里, 解除价值不菲的翡翠的时候, 有机会, 他们还是会出手买下来的, 这样可以转手赚个差价, 如此以来, 安全室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安全室的安全防护措施, 全部采用目前世界上最顶级的安全防护措施, 一共五道安全防线, 瞳孔, 指纹, 红外体温探测, 语音和密码, 红外体温是五道安全防线中, 最新的高科技的防线, 可以根据每个人体温的不同, 做出准确的识别, 换句话说, 就算是有幸知道密码, 拿到瞳孔和指纹, 但是没有正常的体温过了红外体温这道安全防线的话, 也是绝对没办法打开安全室的大门的, 至于说强硬的破坏, 就更没可能, 这种精当的安全门, 据说是可以抵挡小型火箭炮的攻击的, 晴天进入大厦之后, 来回扫尸了起来, 顿时就足以到了一个赌视大赛报名, 接待出的招牌, 张哥, 咱们过去吧, 我去报个名, 不用这么麻烦, 你等我让他们把登记表送过来, 张东非常霸气的道, 说着就掏出了手机, 一个电话打出去之后,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一个中年人就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 晴天之前来过重温大厦, 对于这个中年人倒是认识的, 这回大厦的负责人林承宇, 少董事长, 林承宇过来之后, 弯腰恭敬的道, 林经理, 你过去拿个登记本过来, 我这位兄弟想要参加赌视大赛, 张东点点头, 微微的示意了一下道, 少董事长稍等, 我这就去安排, 林承宇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 转过身子的一瞬间, 林承宇的眼神, 不免在晴天的身上扫视了过去, 他很好奇, 这个晴天到底是什么身份, 居然能够让少董事长, 以兄弟这两个字相称, 作为张氏集团下属在安华当地的一个, 也算是重要的产业, 林承宇的身份, 在张氏集团里, 也算是处于中层领导的地位, 虽然和张东, 这个太子爷接触不多, 但是对这个太子爷, 却还是有相当的了解的, 他知道, 张东或许有很多朋友, 但是能够被他称之为兄弟的绝对不多, 至多也超不过五指之数, 张哥, 什么情况? 莫非这重温大厦, 也成了你们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 望着林承宇离开的背影, 晴天疑惑的道, 林承宇对张东的称呼, 是少董事长, 除了重温大厦, 也成为了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这个解释, 晴天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嗯, 也就是几天前的事情, 原本重温大厦的幕后老板, 在咱们安华相邻的新庆市, 做房地产生意失利, 然后资金遇到了巨大的缺口, 就打算把重温大厦的所有权出售, 我们家老头子得到消息, 就把重温大厦给拿了下来, 张东点点头道, 一个重温大厦, 单单靠给别的赌食商人, 提供场地收起租金的话,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高的收入吧? 秦仪获得道, 他倒是很好奇, 一个赌食商场而已, 张氏集团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这你就不懂了吧, 赌食可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这些赌食商人每年经营赌食的收入, 利润高到其他不清楚的人, 完全无法想象的地步。 张东继续道, 而重温大厦, 作为咱们安华第一大的赌食商商, 再就在圈内打出了名气, 现在只要提起安华赌食, 所有人第一个联想起来的, 就是重温大厦, 所以重温大厦内部的租金还是很高昂的, 一年下来的收入倒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张东继续道, 目前张氏集团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 如果不寻找新额突破口的话, 很难再出现新的增长企迹, 做这种大型赌食商场, 倒正好是一个新的突破口。 当然, 最重要的是货源, 世界各地的翡翠原石主要产自缅甸, 而每年缅甸那边翡翠原石的产出都是有限的, 所以这些翡翠原石每年的年初都已经分配完了配额, 其他人想要从那边拿到翡翠原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以前重温大厦的老板, 按照约定, 每年可以从缅甸那边拿到一定数目份额的翡翠,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大厦内的赌食商人宁愿花费十分高昂的租金租用重温大厦的地方, 也不愿另寻其他地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有是在重温大厦经营赌食生意的赌食商人, 才能从重温大厦赌食厂每年从缅甸那边得到的翡翠原石份额中分得一定的数目。 秦天点点头, 终于算是明白了过来, 张东说的不错, 重温大厦每年可以从缅甸那边拿到的配额货源确实是十分重要的一点, 而那些赌食商人想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就必须拿到更多的货源, 这个时候重温大厦这一部分的配额就显得尤为重要, 毕竟相对于高昂的租金来说, 在这里租用场地, 所可以分得的配额所带来的利润也是成正比的。 张哥, 目前这安华一中是你们张家的下属产业, 是第一人民院也成了你们张家的下属产业, 现在重温大厦赌食厂也被你们张家给收购了, 再这么下去的话, 估计咱们整个安华这地方的东西都要成为你们张家的下属产业了。 秦天感慨的道, 嘘, 小点声, 张东慌忙四处扫视了一番, 见得没有人注意到秦天的这番话之后, 这才放下了心来。 这年头仇复的心理太多, 你这么一说, 如果碰上有心人听到, 再加以炒作的话, 那哥们一家可就要处于风口浪尖的地方了, 这可不是件好事。 这倒也是, 秦天点点头应了一声, 张东的担心他是明白的, 毕竟风头越大, 所受到的关注就越多, 一不小心是很容易受到一些人的惦记的, 也就越容易出事。 反倒是像张氏集团现在不张扬, 不浮躁, 闷声发大财才是最稳妥的。 比如, 张氏第一人民医院收入旗下的事情, 如果不是张东的话, 他或许到现在也不会知道, 堂堂市第一人民医院, 也已经成了张氏集团的下属产业。 当然, 秦天也知道, 也张氏集团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真的有人想动他们的话,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必须要考虑考虑后果。 世界500强排名前50的企业,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都是很大的, 尤其是手下养活的数以十万, 甚至是百万人的生计, 不到真正万不得已的时候, 是不会用人愿意轻易动向张氏集团这样的大集团的。 毕竟, 一旦张氏集团出现波动的话, 受影响的面积太大了, 甚至会引发一场小型的骚乱, 也不一定。 杜成宇的动作还是很快的, 片刻之后就拿来了登记本。 赶紧的,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登记完之后, 差不多就是挑选赌石的时间了。 张东接过登记本地给秦天道, 其实, 以他现在是重温大厦太子爷的身份, 就算是不登记的话, 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 不过有些事情, 规矩就是规矩, 尤其还是一年一度的赌石大赛, 尽量还是不要破坏规矩的好。 不然的话, 如果秦天真的拿下了赌石大赛的冠军, 到时候, 有人知道这事情, 拿着事情, 说是的话, 怎么处理? 秦天这个冠军, 到底还算不算数? 如果算数的话, 肯定会对重温大厦赌石场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可如果不算数的话, 这未免有些, 所以, 还是按照规矩来办得比较好, 反正又不是什么太过麻烦的事情。 秦天按照登记表上标注的项目填写清楚之后, 转手交给了林承宇, 麻烦你了, 林经理, 客气了, 林承宇微微一笑道, 大厦内的人很多, 林承宇亲自送来登记本让秦天报名登记, 参加赌石大赛的一幕, 倒是不免被一些人看到, 瞧着, 这些人全都一个个的惊呆的张大了嘴巴, 这人是谁啊, 这么嚣张, 来报名参加赌石大赛, 居然让大厦的林经理, 亲自为他送来报名表, 不知道, 不过他旁边那人我倒是清楚, 张氏集团的太子爷张东, 废话, 这人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估计在咱们安华当地, 恐怕没有几个不认识张家大少的吧, 回过神来, 这些个人一个个纷纷议论了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从晴天填完报名表到赌石大赛正式开始的话, 也不过只是两三分钟的时间而已, 这么点的时间, 眨眼也就过去了, 赌石大赛报名时间正式结束, 下面赌石大赛正式开始, 三点整的时间, 大厦内的广播声响了起来, 一连三遍, 赌石大赛报名时间正式结束, 下面赌石大赛正式开始, 广播声结束, 报名参加赌石大赛的各参赛成员, 全都一晃而散, 各自寻找区域挑选赌石, 其中有一定比例的人留在了一楼这地方, 毕竟这里的赌石, 是整个三层赌石区域最便宜的地方, 当然, 相对于这些赌石, 出现高档翡翠的几率也相对较低, 这些直接选择在一楼这地方挑选赌石的, 想必应该都是一个没什么家底的, 过来心存简陋心思的玩家, 二楼的赌石, 相对于一楼的价格要高出不少, 同样也吸引一定比例的参赛者, 直接上了二楼, 这些人相对于一楼的人来说应该都是小有积蓄, 至于直接奔到三楼这地方的, 想必全都是一些真正的有钱人, 动辄超过百万的赌石, 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起的, 当然, 高昂的赌石价格也代表着, 这里出现高档翡翠的几率要高出许多, 走吧, 咱们四处溜达溜达, 挑选赌石去, 张东笑呵呵地勾住晴天的肩膀道, 说实话, 我倒是很期待, 你小子到底能不能拿到赌石大赛的冠军, 今年的赌石大赛不同于往年, 朱尔柯那小子通过周老请动了程子轩出战, 所以渐年,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朱尔柯那边可以稳稳地拿下赌石大赛的冠军, 虽然觉得晴天在赌石上的实力, 运气的成分要多出一些, 不过张东心头其实还是有些期待的, 如果晴天真的拿下了赌石大赛的冠军, 倒是又给他了一个惊喜, 毕竟朱尔柯清楚的是程子轩, 那可是安华赌石第一人程浩然的独子, 号称其父程浩然之下安华赌石第一人, 如果晴天能够赢了程子轩拿到冠军, 那岂不是说他在赌石这方面已经有实力和程浩然叫板了, 放心吧, 这次的冠军我是势在必得, 晴天笑呵呵的道, 程浩然他听说过安华赌石第一人, 不过单论赌石的话, 他还真就不把程浩然这个安华赌石第一人给放在眼里, 毕竟就算程浩然再厉害, 也没他这种可以直接透视到赌石内部的本事, 至于说程浩然的独子程子轩, 这个号称其父之下安华赌石第一人的年轻人, 自然就更不在乎了, 妖, 这么大信心, 那是, 咱这实力可不是吹出来的, 晴天继续道, 两人说着笑着的调侃声, 落在其他人的耳朵里, 反倒是成了一种炫耀, 尤其是刘老和朱二抠, 他们两个和程子轩正在一起得意的信心满满的交谈的时候, 就听到了晴天这番言论, 目光落到晴天身上的时候, 两人的眼睛完全被愤恨的目光给充斥了起来, 刘老这边第一次在重温大厦见面就被晴天当面剪漏, 第二次在黑市拍卖会后的赌石会上, 再次被晴天打脸, 如果是个赌石高手, 他也就认了, 偏偏是个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 这口恶气, 如果不能讨回来的话, 心里这道坎无论如何都过不去, 至于朱二抠朱奎, 直到现在一想起黑市拍卖会后的赌局, 一对黑石被晴天一对红石强杀的时候, 心里就翻来覆去的不是个滋味, 在他看来一定是晴天作弊, 不然的话, 绝对不可能有这妖巧的冤家牌撞在一起的, 刘老, 这次的赌石大赛, 你到底有几分把握? 收回目光, 朱奎冲着刘老道, 放心吧, 这次有子萱闲直出山, 绝对可以稳稳的拿下赌石大赛的冠军的, 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年轻人, 看模样和朱奎大约在相当之间, 刘老的目光落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信心满满的道, 年轻人就是张东口中的程子轩, 安华赌石第一人程浩然的赌子, 这倒也是, 有成兄出山, 一个小小的重温大厦赌石大赛的冠军, 自然是首到勤爱的事情, 朱奎一脸兴奋的道, 心中已经开始盘算起自己的如意小算盘, 通过提高赔率, 来吸引人下主, 甚至是加大下主, 这是朱奎心头早就打定的注意, 刘老的人情只有一次, 所以, 这是他唯一一次, 有绝对把握的机会, 历年赌石大赛的规矩都一样, 只产生冠军一个名次, 冠军得主可以拿到所有参赛赌石解出来的翡翠,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自然也吸引了无数人的垂涎, 当然, 除了冠军的奖励之外, 局外装如果操作得当的话, 也将会是一笔更大的收入, 比起这些翡翠的价值, 恐怕也要只多不少, 陈浩然曾经欠过刘老一个人情, 这一次, 朱奎通过关系联系上了刘老, 本来是想请陈浩然出山的, 不过碍于身份, 陈浩然没有答应出山, 不过却是让他这个老来得子的独子带他出山, 程子轩在安华有欺负之下, 赌石第一人的称号, 想必拿下今年赌石大赛的冠军, 应该绝对不是问题, 重温大厦赌石节的规矩, 参加重温大厦赌石节的, 必须是安华当地人, 所以倒是不用担心, 有其他地方的赌石高手过来搅局, 而关于重温大厦赌石大赛的局外装很简单, 任何人有信心, 可以拿到赌石大赛的冠军都可以做装, 下注也很简单, 分为三种下注方式, 比如朱奎做装局外装, 那么第一种买法, 就是下注买朱奎拿不到赌石大赛的冠军, 这样的赔率是一赔一, 适用于所有玩家包括参赛选手, 第二种是对自己有信心参赛选手, 可以买自己拿到赌石大赛的冠军, 赔率为一赔三, 仅限于参赛选手, 和一个参赛选手赢, 赔率一赔二, 同样包括参赛选手在内的所有玩家, 两位尽管放心, 一个小小的重温大厦赌石大赛, 不过是小诗一桩而已, 程子轩不屑地道, 有成兄这话我就更放心了, 这样, 成兄你和刘老先去挑选赌石, 我去安排局外装的事情, 朱奎继续道, 说完转身离开, 就算是只请出了程子轩出山, 朱奎的付出也是很大的, 冠军所得到的翡翠奖励全部归程子轩所有, 的份额分给刘老, 所以这一次他必须想尽办法, 将局外装的下注额提到一个极限, 朱奎的的动作很快, 片刻之后就找到了赌石大赛主办方的负责人林经理, 在林经理的安排下, 工作人员这边找来来了桌椅和登记本, 然后通过大厦的广播进行了喊话, 赌石大赛局外装做装现在开始, 朱奎诸绍做装, 平压一赔1.5, 点压其他人赢1赔3, 参赛者单压自己赢赔率1赔5, 在赌石大赛上进行局外装的做装, 所有人下的赌注都是由大赛主办方负责代为保管, 等到5点钟, 所有参赛选手上缴赌石的时间, 也是局外装下注结束的时间, 这个时候, 局外装做装的人, 则需要按照所有人的下注计分出, 如果输了赌局的话需要赔付多少的资金, 另外再加上这些资金10%的份额作为主办方的抽水, 然后将资金抵押在主办方这边, 等到赌石大赛结束之后, 主办方的负责人会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赔付, 朱奎做装, 果然是这个家伙做装, 当然了, 这次的赌石大赛, 朱家老二可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请出了橙子宣出山, 冠军的位置自然是势在必得了, 没错, 有橙子宣出山, 这个冠军的位置确实使有八九要落在了朱奎的头上, 而且, 这次朱奎还特意提高了赔率, 想必更是把握十足, 既然这样, 那这次的局外装怎么还玩不玩了? 玩, 当然要玩了, 大不了少玩一些, 说不定中途杀了匹黑马出来了呢, 而且, 赔率提升了一半, 倒是也值得去搏一把, 这倒也是, 随着大厦广播的声音响起, 几乎整个大厦的所有人都开始纷纷议论了起来, 晴天这边, 文言不由地笑了起来, 这个朱二抠做装倒是给他好机会, 正好可以借机会再给这个朱二抠一点狠狠的教训, 上一次的事情, 如果不是被人出手相救的话, 想必他已经危险了, 不过说起来, 晴天也算是因祸得福, 败了古老为师, 接触到了之前他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新的世界, 看来, 这次的赌石大赛, 朱二抠这小子果然是势在必得, 竟然主动提高了赔率, 张东笑了笑道, 正常的赔率是平压一赔一, 点压一赔二, 单压一赔三, 没想到朱奎竟然提升到了平压一赔1.5, 点压一赔三, 单压一赔五, 势在必得并不代表, 一定就可以真的拿下赌石大赛的冠军, 晴天的嘴角勾起一抹糊涂的笑容继续道, 张哥, 你说这个朱奎, 如果输了赌局赖账怎么办, 这回他正在考虑以朱二抠的本性, 真的输了赌局的话, 那么多的赌注, 恐怕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赖账吧, 毕竟,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个不用担心, 所有的赌注都是大厦这边负责收取的, 而且, 朱奎在局外装下注结束之后, 还必须缴纳足够赔付的金额和大厦的抽水, 张东笑呵呵地回道, 这个规矩, 自从重温大厦第二年举办赌视大赛的时候就开始实施, 到了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年头, 一直沿袭的就是这个规矩, 毕竟第一年的时候就出现过晴天刚才所说的情况, 这样以来就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这感情好, 今天倒是可以狠狠地给朱奎这小子一点教训了, 晴天的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道, 对付朱奎他早就有了这个想法, 不过通过和师父古老的交谈, 晴天知道自己暂时还不是朱奎的对手, 或者说是朱家的对手, 按照古老的说法, 朱家的守护神也是一位实力不俗的鼓舞者, 按照鼓舞者中的规矩, 师父古老不好上门直接去找麻烦, 想要报仇的话, 必须靠他自己有了足够的实力, 不过在这之前能让朱奎狠狠地肉疼一下, 他倒是很乐意的, 而且相信有了上次师父古老的出手, 朱奎肯定不敢继续乱来的, 既然你这家伙这么有信心, 金的哥们也陪着你好好的玩一把, 张东继续道, 他心中也下定决心, 等会看看晴天买多少自己赢, 然后自己也奔着下注, 走吧, 咱们过去挑选赌食, 晴天继续道, 不过去下注吗, 不急, 等会挑选完赌食再来也不迟, 晴天继续道, 走吧, 张东点点头, 勾起晴天的肩膀就要上二楼走去, 毕竟一楼这地方, 可是整栋大厦里所有赌食之中, 变现最差的地方, 往上面去的赌食虽然价格高, 但是表现也好, 解除有价值的翡翠的几率, 也有越高, 倒不如换个地方, 等等, 一楼这个地方咱们还没看呢, 晴天道, 什么, 你小子居然要在一楼这地方挑选赌食, 张东惊讶的道, 一楼的赌食, 是整栋大厦三层经营赌食的地方, 外在表现最差的赌食, 一般情况下, 大部分参加赌食大赛的, 只要稍稍有些底子的, 都会选择去二楼, 毕竟这地方的赌食相对表现较好, 而且价格适中, 绝对是首先的地方, 当然了, 这地方可是性价比最高的地方, 晴天笑呵呵的回答, 可以透视到赌食内部的情况, 他完全不用担心发生切款的事情, 这个时候, 一楼这里价格最低的赌食, 反倒是成了他最好的选择, 性价比最高是不错, 可是这里的赌食实在是, 张东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晴天已经一马当先走了过去, 见着, 只能是把后面的花咽了回去, 跟在晴天的后面走了过去, 晴天一路缓缓地透视了过去, 所有赌食内部的情况, 一块接着一块地清晰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知道, 这样大规模的赌食大赛, 想要拿下冠军拔得头筹, 单凭一些高兵重的翡翠, 甚至是普通的玻璃种, 恐怕是绝对不可能的, 万无一失的办法, 就是找出像四大王者翡翠, 这样的翡翠, 这样才有把握, 稳稳地拿下赌食大赛的冠军, 废食, 废食, 斗轻重, 冰重, 干重, 晴天一路进进出出地走进一家又一家赌食档, 从进门开始就直接透视过去, 直到透视完最后一块赌食离开, 转眼的功夫, 已经透视了好几家赌食档, 在这些赌食档内, 晴天基本上没有发现什么太过有价值的翡翠, 所透视到的这些赌食之内, 价值最高的也不过是一块冰重的翡翠, 这样的翡翠或许确实还有些价值, 但是参加赌食大赛的话绝对是不够看的, 尼玛的, 怪不得爸妈他们总是劝说自己不要赌食, 说什么他们身边有太多因为赌食而到最后闹得破产一无所有的人, 现在看来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晴天心头暗自感慨道, 出了这家赌食摊割, 继续走向另外一家的赌食档, 这么多的赌食基本上全都是废食, 偶尔有几块内部蕴含有翡翠的赌食, 但基本上全都是一些没什么价值的翡翠, 可以说这些赌食如果有人买下切的话, 至少要占据七八成的人是要亏本的, 秦老弟, 你不是要参加赌食大赛吗, 怎么也不说赶紧的开始挑选赌食呢, 张东好奇得到, 从开始挑选赌食起, 晴天就是这么一直往前穿过一家接着一家的赌食档, 根本没有在任何一家赌食档内有太多的停留, 虽然说晴天的目光从走进任何一家赌食档开始, 都在沿着摆放的赌食一路看去, 但是却没有做丝毫的停留, 这让他觉得很奇怪, 毕竟正常人赌食的话, 虽然也是大致的先看上一眼, 但是最后都是初步筛选出几块自己认为可以的, 然后再仔细检查的, 晴天这一路走来, 至少也观察了不下数百块的赌食, 总不至于连一块值得好好研究, 一下的都没有吧, 挑选了呀, 我这不正在选着的吗, 晴天冷了一下道, 这也算是在挑选赌食, 难不成看了这么多家摊位, 你就没有发现一块值得研究一下的赌食吗, 张东继续道, 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像晴天这样走马关灯的挑选赌食的方法, 他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这个还真没有, 晴天郁闷的挠了挠头道, 如果是之前发现了那块冰种的翡翠, 就算是不拿来参加赌食大赛, 晴天也会拿下来小小的赚上一笔的, 毕竟按照那块冰种翡翠的块头, 解出来之后赚上了两三百万的样子, 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过现在, 晴天的思维已经发生了转变, 少买金买, 这是他的计划, 不然的话, 相信整个重温大厦之内, 可以揭出高档翡翠的赌食一定很多, 切开之后, 赚个上百万的数目绝对不是问题, 可他总不能把这些赌食全部内下吧, 那样的话, 未免就有些太过惊世害俗了, 所以现在, 只有那些最顶级的翡翠, 才是晴天的目标对象, 没有, 我看你这家伙是压根就没挑选吧, 张东继续道, 选了, 你没看我这部都是在看着的吗? 张东无语, 只能是无奈地叹了口气道, 好吧, 豆青重, 干重, 废食, 高冰重, 高冰重, 冰重, 晴天继续一路透视下去, 所看到的这些翡翠, 水头最好的, 也不过是几块高冰重的翡翠, 不过可惜, 翡翠的块头并不大, 价值有限, 尼玛的, 果然不会是外在表现最差的赌食, 这其中蕴含翡翠的几率, 确实要低出不少, 看来是要上二楼的地方看看了, 晴天四处张望了一番, 整个一层的赌食摊位, 心头不免有些郁闷的暗自嘀咕了一句, 今天前来参加赌食大赛的人很多, 其中不乏许多民间的赌食高手, 以及一些珠宝行顶级的赌食顾问, 这些人的眼力大都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凭借赌食的外在表现判断, 是内部翡翠的价值, 但是一些顶级的高手, 已经可以做到了六分眼力的地方, 如果上去过晚的话, 说不定真的会被别人把一些好的料子给选走, 张哥, 走吧, 咱们去二楼的地方看看, 晴天继续道, 早就盖上二楼了, 张东说着, 这才提起了精神, 一楼这些最垃圾货色的原石, 他压根连看一看的心思都没有, 虽然说, 这些赌食中一旦解除高价值的翡翠, 那绝对是一笔大涨, 可是其中的几率有多高, 相信大部分人心里都十分清楚, 两人出了这家赌食摊位, 从另外一侧的赌食摊位前的通道穿过, 打算直接上二楼, 各位老板, 走过路过可千万不要错过, 咱们这地方可是刚刚从缅甸那边的老坑运来了一批料子, 虽然说外在表现不是特别好, 但绝对都是缅甸老坑的东西, 还是有很大可能解除一些价值不菲的翡翠的, 打一出摊位前经过的时候, 这家摊位的老板站在门口冲着他们吆喝了起来, 晴天文言倒是停了下来, 老坑? 什么是老坑? 不是吧? 连老坑你都不知道, 真不知道前面你这家伙是怎么解除玻璃种帝王绿和蓄域翡翠这样的四大王者翡翠的, 张东心头感慨的道, 连老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居然解除玻璃种帝王船和血域翡翠这样的王者翡翠来, 估计也就晴天这独一份来, 此时, 张东的心中对于晴天信心满满拿下赌识大赛冠军的看法, 瞬间就有些失望了起来, 现在看来, 晴天之前解除那样的王者翡翠来, 确实是运气的成分占据了大多数的因素, 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因素, 这个, 晴天对此只能是抱以无奈的笑容, 炯炯地挠了挠头, 老坑是这些年代必究久远的翡翠原石矿脉, 形成的时间长, 再加上开采的时间也长, 时间久了, 表层那些形成年代相对较少的翡翠原石已经被开采完, 剩下的则全都是一些年代久远的翡翠矿石, 这些矿石相对于那些形成时间较短的翡翠矿石来说, 解除翡翠或者是高档翡翠的几率相对都要高出不少, 张东解释道, 那咱们过去瞧瞧, 晴天说着, 一马当鲜的就走了过去, 张东来不及阻止, 只能是无奈地跟了过去, 张大少, 带朋友来玩啊, 老板一眼就认出了张东, 慌忙冲着张东热情地招呼了起来, 嗯, 左老板, 今天的生意不错吗? 看着赌石档内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张东笑呵呵地道, 一年一度的赌石大赛, 要是这个时候生意还不行的话, 那还玩个屁啊, 左老板笑呵呵地道, 行, 那你继续在这里招呼吧, 我进去瞧瞧, 张东继续道, 张大少尽管看, 有喜欢的只管拿走, 那倒不用, 给我一个折扣架就好, 张东随口回了一句, 放心, 一定是最低的折扣架, 左老板笑呵呵地继续道, 晴天走进这家赌石档之后, 就开始一块接着一块赌石透视了过去, 一翻下来, 不免就变得有些失望了起来, 什么狗屁老坑的料子, 虽然蕴含翡翠的几率相对于之前看到的那些摊位里的赌石, 要高出不少, 但是大多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垃圾货色, 张哥, 咱们走吧, 张东点点头, 倒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晴天如此挑选赌石的方法, 他今天也算是彻底受教了, 两人向外走了过去, 把门口经过的时候, 张东不小心扮在了一颗赌石上, 幸亏被晴天和阿辉及时扶住, 不然的话, 恐怕非摔个仰巴差不可, 这块赌石摆在进门的位置, 刚才他走进来的时候, 正好有人坐在上面休息, 倒是被他点忽略的, 这块赌石但从形状上看是一块长方形的赌石, 六个周边的面比较平整, 有点像经过后期加工了一般, 表面的纹路也很粗糙, 表皮是最普通的乌纱皮, 但从外在的表现去看, 这块赌石完全没有什么价值, 几乎是惯性的, 晴天一眼就透视了过去, 慢慢的, 赌石的表层开始变得透明了起来, 里面的情况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明皇翡翠, 晴天怎么也没想到, 差点被绊倒的这块赌石之内, 竟然蕴含了一块明皇翡翠, 和玻璃种紫罗兰, 玻璃种帝王绿, 血玉翡翠一样, 明皇翡翠并成为四大王者翡翠, 老板, 这块赌石怎么卖, 指着这块赌石, 晴天勉强克制下心头的激动, 故作平静的道, 有了这块明皇翡翠, 今天的赌石大赛的第一块参赛赌石, 算是搞定了, 这块赌石, 你确定是要这块赌石? 老板看了一眼就棱住了, 这块赌石是他这一批料子里最不被看好的赌石, 以至于在缅甸哪边的时候, 直接就堆放在了那里, 被当做垫屁股的石头, 没错, 就是这块, 晴天点点头继续道, 喜欢的话就拿取好了, 不要钱, 送你得了, 这块赌石原本就没有什么价值, 晴天是和张东一起来的, 这个人情自然是要卖给张东了, 不行, 这怎么行了, 老板你还是给个价吧, 不然的话, 万一这块赌石解除价值不菲的翡翠的话, 你反悔了怎么办, 晴天笑呵呵的继续道, 老板文言无语了, 这样的翡翠居然还妄想解除价值不菲的翡翠, 真是痴人说笑, 不知道如果他知道, 这样一块赌石内, 竟然蕴含了一块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明皇翡翠时, 心头会作何感想, 行, 那就随便给点意思一下得了, 这块赌石我竞价是一万八, 你就给我一万八的宝本价好了, 可以刷卡吧, 晴天点点头道, 没问题, 老板点点头道, 晴天掏出银行卡, 在赌石档里的POS进行刷卡交易完毕, 然后直接和张东继续上了二楼, 至于这块赌石则是被他留在了这家摊位, 反正有张东在, 完全不用担心赌石的安全问题, 更何况, 接下来还要继续挑选赌石, 如果带着这块赌石的话, 不免是个麻烦, 秦老爹, 那块赌石有什么好的? 你怎么看上了那么一块赌石? 出门之后, 张东终于按耐不住心头的好奇问道, 虽然他在赌石上的运气不怎么样, 但是对于赌石一些基础知识的了解, 还是十分清楚的, 刚刚晴天所挑选的那块赌石, 但从外在表现去看的话, 确实是一块普通道不能再普通的赌石, 完全没有什么价值, 他很好奇, 晴天在赚了那么多家的赌石档之后, 为什么会挑选到如此一块赌石? 毕竟之前转过的那些赌石档里, 但从外在表现去看的话, 不乏一些表现还算可以的赌石, 远远要比晴天刚才所出手拿下的那块要好。 当然, 这里的表现还算可以只是相对于一层这个重温大厦内, 赌石外在变现最差的一个地方来说。 张哥, 你可不要小看了那块赌石, 今天我可是还指着刚才那块赌石参加今天的赌石大赛呢? 晴天笑呵呵的道, 一块块头还算可以, 价值不菲的明皇翡翠, 确实是可以作为这次赌石大赛的参赛赌石了。 四大王者翡翠的珍贵, 晴天虽然接触赌石的时间不长, 而且对于翡翠的了解, 也不过是最近得到双眼透视剑宝的异能之后, 才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但是一直以来, 晴天却十分清楚这种四大王者翡翠的珍贵。 就拿安华这个地方来说, 有的时候, 一年也不见得可以出现几块这种四大王者翡翠的翡翠。 这一点, 但从有些珠宝行拿这种四大王者翡翠当作镇电之宝的举动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还需要是一些大型的珠宝行, 至于那些中小型的珠宝行, 能够勉强弄到一块玻璃种就算是不错了, 有些珠宝行更是最多只能拿到高冰种这样的翡翠去冲门面。 不是吧, 就刚刚那块赌石你, 还要拿去参加这次的赌石大赛。 张东惊呆的张大嘴巴继续道, 你小子不是看错了吧? 那块赌石的外在表现可是再一般不过了。 秦天微微一笑继续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有没有听说过物极必反这个道理? 这个自然是听说过, 不过这种几率实在是太低了。 张东继续道, 几率低不代表没有, 我倒是感觉这块赌石还是有很大可能性解除价值不菲的翡翠的。 秦天笑呵呵的继续道, 只是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吗? 当然了, 我早就说了我这人的运气一向是很好的, 再说了, 之前凭感觉我不是也解除了玻璃种帝王绿和蓄域翡翠这样的王者翡翠吗? 张东文言倒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秦天那么一副信心十足的表情倒是真让他在恍惚之中产生了一种错觉, 这块赌石说不定真的可以解除价值不菲的翡翠。 张哥, 如果刚刚那块赌石真的解除了价值不菲的翡翠的话, 你的功劳可是最大的, 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你刚才绊的一脚的话, 那块赌石我差点就忽略了过去。 说话间的功夫, 几个人就上了二楼, 去停车场停车的阿东在此时也赶了上来, 和阿辉两个人就那么默默地守在张东和秦天身后的地方, 保持在一米的距离之内。 究竟走进一家靠近楼梯的赌石档, 秦天开启双眼的那种透视能力, 直接开始扫视了过去。 痘青种, 冰重, 废石, 干重, 高冰重, 很快, 随着双目所透视到的情况, 一块块赌石的表皮在秦天的眼中退去伪装, 里面的情况清晰地显露了出来。 二楼的地方果然不愧是但从赌石的外在表现去看, 比一楼的赌石要好出不少的赌石, 就秦天在这家店铺内所透视到的情况来看, 姑且不论翡翠的水头如何, 淡淡翡翠蕴含率就要比一楼的赌石高出不少。 不过大部分都是痘青种干种这种最垃圾货色的翡翠, 达到冰种或者是冰种以上水头的翡翠并不多, 当然。 相对于一楼这地方的赌石来说, 二层这地方蕴含高档翡翠的几率确实是高出不少, 起码在这家摊位里, 秦天就已经发现了好几块的样子。 怎么样? 二楼这地方的赌石是不是要比一楼那地方强出太多了? 看到秦天有些稍稍停顿的神色, 张东笑呵呵地道, 嗯, 确实要比一楼的地方强出不少, 秦天点点头回道, 赌石的外在表现主要从纹路和表皮上去判断, 最普通的是乌纱皮, 后面还有黑纱皮, 云蟒皮, 紫云皮, 纹路则主要去看纹路的清晰度, 以及每条纹路的长度, 长度和清晰度和纹路的好坏成正比, 纹路的长度越长越清楚, 纹路就越好, 反之就越差。 正常的情况下, 赌石外在的表现越好, 解除高档翡翠的几率越高, 反之, 赌石外在的表现越差, 解除高档翡翠的几率也就越低, 至于他刚才说的那种物极必反的情况, 虽然也有, 但只占其中很小很小一部分的比例, 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 赌这种物极必反出现的可能性, 也就秦天这种, 可以透视到赌石内部情况的怪胎回去做, 正常情况下, 就算是相对一部分赌石高手, 也都不会如此的, 两人闲扯了几句之后, 出了这家赌石档, 继续一家接着一家的看了过去, 期间秦天再次发现了不少冰种和高冰种的翡翠, 就这一路透视下来的情况, 二十多家赌石档, 冰种和高冰种的翡翠加在一起, 倒是也发现了几十块的样子, 至于玻璃种的翡翠也发现了一块, 只是一块无色的玻璃种, 价值并不算太高, 二层赌石档的摊位并不多, 前后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已经转过了大半, 这么些冰种和高冰种, 还有那块无色比例中的翡翠, 虽然价值都不上四大王者翡翠, 但是在翡翠之中也算是高档翡翠了, 如果就这么给丢在这里不出手的话, 倒是也有些可惜, 一番透视下来, 秦天有些感慨得到, 这么多的冰种和高冰种的翡翠, 其中虽然有些赌石本身的价值, 就超过了内部蕴含翡翠的价值, 但是还是有相当部分的赌石, 内部蕴含翠翠的价值, 超出赌石本身价值不少, 这些赌石中, 翡翠单一的价值或许并不高, 但是几十块加在一起,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开个珠宝行, 琢磨了一番之后, 秦天心头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一旦冒出来之后, 就开始不可抑制的疯狂的滋生了出来, 想什么呢? 注意到秦天神色的变化, 张东好奇的道, 没什么, 只是在想现在开个珠宝行情况会如何? 珠宝行? 现在的珠宝行太多了, 而且已经被几大品牌珠宝行垄断, 想要成立一个新的珠宝行, 从这些大老云集的珠宝行中脱颖而出, 很难, 除非, 张东叹了口气道, 除非什么? 秦天顿时就来了兴趣, 除非坐之经营高档翡翠的珠宝生意, 不过这其中难度很高, 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想过, 而且也有人付诸于行动过, 不过这些人到最后, 大多是以灰溜溜的模样收场, 张东继续道, 只经营高档翡翠的话, 首先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货源, 如果不能维持长久稳定的货源, 最后肯定是要因为货源的问题被拖垮的, 货源, 秦天心头不屑地暗自嘀咕了一句, 对于别人来说, 货源或许确实是一个十分难处理的问题, 但是对于他来说, 货源的事情就完全不是问题了, 华夏国内的各大城市之中, 都有赌石厂, 只是大小规模略有不同而已, 如果想要充足的货源的话, 他只需去到这些赌石厂去一趟, 就可以解决问题, 一个城市的不够, 两个城市就算是两个城市的也不够, 还有三个, 四个, 其他更多的城市, 总之只有有赌石的地方, 只要这些赌石内部蕴含有高档的翡翠, 凭借他可以透视到赌石内部的特殊能力, 就一定可以保证不受货源问题的困扰, 张哥, 你这话倒是给我提了个醒, 只经营高档翡翠生意, 这确实是个从现在这种, 被各大珠宝行形成品牌效应的垄断下, 杀出一条道路来的好办法, 收回思绪, 晴天笑呵呵的道, 你小子还真的打算坐纸经营高档翡翠的生意, 张东惊呆的张大了嘴巴,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了, 问题大了, 首先第一个货源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 张东继续道, 还有, 就算是你货源的问题解决了, 翡翠雕刻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 高档翡翠的雕刻, 必须要由顶级专业的翡翠雕刻师来完成, 至于像玻璃重翡翠, 甚至是四大王者翡翠的顶级翡翠, 更是需要最顶级的专业翡翠雕刻师来完成, 现在这些顶级的翡翠雕刻师, 基本上都被国内几大翡翠雕刻公司, 和一些顶级的大型珠宝行垄断, 所以, 顶级翡翡翠雕刻师的问题, 是第二个难题, 看来, 想要做纸经营高档翡翠生意的珠宝行, 还有很多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 晴天感慨得到, 翡翠货源的问题他不担心, 但是这个原因, 他并不能告诉张东, 至于说, 张东后面所说的翡翠的雕刻问题, 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翡翠雕刻这一环节的花费, 在珠宝行的投资总成本中占据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 如果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支翡翠雕刻团队的话, 那么其中翡翠雕刻环节的开支, 所占的比例必然还要加大许多, 那是当然了, 而且我刚才说说的, 这还只是其中两个方面的问题, 将来一旦珠宝行真的成立, 必然还牵扯到销售渠道等一系列的问题, 张东继续道, 秦天点点头, 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继续向着另外一家赌十档走了进去, 不过此时, 他的心里却是打定了注意, 等回头制定好详细的计划, 然后一步一步的进行实施, 直到最后成立只经营高档翡翠的珠宝行, 当然, 在这之前, 出手拿下一处安全室, 从现在起就可以做高档翡翠的库存, 这倒是眼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毕竟所有人的因素加在一起, 是一位最重要的东西, 这是根本所在, 张哥, 我记得锦绣年华不是你们张氏集团下属房地产开发公司 所开发的一个安管中心吗? 想起安全室的问题, 秦天的目光转到张东的身上继续道, 安全室在安华当地有很多, 这些安全室的安防措施和重温大厦最顶层的安全室基本相同, 都是这种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最顶级的几道安全防护措施, 整个安华当地所有的安全室之中,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张氏集团旗下所开发的锦绣年华安管中心, 这里一共开发了数百套最顶级的安全室, 专门为一些商人提供重要物品保存的服务, 而且安全室的大小也各有不同, 最大的足足感的上一些大型商场的仓库, 至于小的, 有的则只有一间普通的卧室般大小。 嗯, 没错, 锦绣年华确实是我们张氏集团下属房地产开发公司, 在咱们安华当地开发的一个类似于安全室这样的大型安管中心。 张东应道, 目前锦绣那边的安全室还有没有空余的? 那种大型的可以用来当做大型仓库的安全室。 晴天继续道, 有, 不过不多了, 昨天的时间我刚去过锦绣年华那边视察过, 如果这两天没有出售的话, 应该还有三套可以媲美大型仓库的安全室。 你现在帮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有的话帮我留一套。 你小子要这种安全室干吗? 张东疑惑的道, 这个你就别管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晴天笑呵呵的道, 故意摆出一副神秘的模样, 还挺神秘的。 张东笑呵呵的说着, 掏出手机拨通了出去。 很快, 电话接通, 张东开门见山的直接问道, 带到的道锦绣年华负责人确切的答复之后, 直接吩咐对方留下一个最大的安全室。 好了, 已经搞定了, 我已经吩咐那边的负责人将剩下的那个最大的安全室留了下来, 等回头你有时间了, 我带你直接过去办手续。 挂断电话, 张东潇洒的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行, 张哥你给我个假, 我这就把钱给你转过去。 晴天点点头硬道, 什么意思啊? 打哥们的脸是不? 哥们都跟着你在黑市拍卖会上赚了一个多亿的数目, 现在一个安全室而已, 你居然还要提钱的事情, 不拿我当兄弟看事吧。 张东不悦的翻起了白眼, 晴天无语了, 给钱反倒是给出错来了。 好好, 不要钱最好, 我倒是也剩下一笔不小的开支呢。 早这么不就完事了, 张东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然后一把勾住晴天的肩膀继续道, 走, 咱们到那边去瞧一瞧。 顺着张东手指所指的方向, 晴天这才注意到了重闻大厦二层赌食场和一层的不同。 二层的地方不同一层那里是一个整体的区域, 所有的赌食档都分布在四周的地方, 这边则是被分开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他们现在所处的这边占据超过三分之二的地方, 在另外一侧, 还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被独立了出去。 半堵毛料区域, 集中精力看去的时候, 另外一侧地方分界处的一个牌匾被瞬间拉近, 几个大字清晰地出现在晴天的视线之中。 那边是什么地方? 虽然看清楚了牌匾上的表示, 晴天还是故意摆出一副疑惑的表情, 半堵毛料区域啊。 张东随口回道, 什么是半堵毛料? 晴天继续道, 这才是他想要问的问题。 关于翡翠的知识, 他通过买来的书籍上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 而且也从那些珠宝行内的实物上增长了许多指示, 不过对于赌食的了解, 倒是还只停留于书籍上记载的那些方面的东西。 晴天记得自己买来的那些关于介绍赌食的书籍, 只是介绍了赌食的基本文录和表皮的类别, 并没有其他更详细的记载。 而且, 按照他的想法, 赌食就是像他刚才做转过的那些赌食档内那些赌食的情况一样, 就是最普通的翡翠原石, 然后去赌。 至于现在说的这什么半堵毛料, 倒还是第一次听说过, 半堵毛料你都不知道, 张东的嘴巴张大更大了。 此时他愈发的肯定, 晴天之前解除的玻璃种帝王绿和血玉翡翠, 绝对不过是运气使然而已, 毕竟赌食的人哪有连半堵毛料都不知道的, 晴天有些炯炯的点了点头, 不知道。 翡翠原石被开采出来之后, 基本上都是咱们刚才这一路看来的那些赌食, 这些赌食被称为全堵毛料。 有些赌食商人在从翡翠矿卖那边运回来这些全堵毛料之后, 会从中挑选一些自认为不错的赌食进行开窗, 所谓的开窗就是在赌食上或是直接切, 或是擦出一个小窗口来, 这些开过窗的赌食就被称之为半堵毛料。 张东回道, 这些被开过窗的半堵毛料, 一旦开出的窗口中擦出颜色来, 那这块半堵毛料的价值相比于之前没有开窗的时候, 价值要高出很多, 至少也要在数倍以上的数字。 不过, 如果没有开出颜色来, 价值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基本上和一块废食的价格差不多。 当然, 这一切还要综合开出窗口的大小, 依旧堵食大小的因素来做综合判断。 张东继续道,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料子被称为明料, 明料就很好理解了, 其实就是所谓的翡翠。 秦天点了点头, 终于算是明白了过来。 对于那些窗口擦出颜色的翡翠, 他的心头倒是完全没有丝毫的兴趣, 毕竟一旦擦出颜色来的话, 价值至少都是成倍递增, 这完全和他简陋的想法背道而驰, 不过那些没有擦出颜色, 价值大打折扣的赌食, 倒是他可以考虑的对象。 说话间的功夫, 两个人已经来到了半堵毛料的区域。 相对于外面那些全堵毛料区域的人来说, 这里的人群更显拥挤,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重温大厦赌食大赛, 冠军可以获得所有参赛赌食解出来的全部翡翠的奖励, 这可是一笔不翡的数目。 所以多于大多数人来说, 选择半堵毛料区域的这些赌食, 最后能够拿到冠军的希望才会越大。 尽管他们都知道有成子宣出战的话, 他们拿到冠军的几率很小, 近乎渺茫, 但终究还是有一丝期望的。 看看这边的赌食, 全部都是切掌的半堵毛料, 想要拿下赌食大赛的冠军, 从这些半堵毛料中下手, 相对来说几率会较大一些。 张东目光落到一侧, 全都是切掌了的半堵毛料区域到。 算了吧, 还是去那些切垮了的半堵毛料区域看看吧, 这样才有刺激感。 晴天笑呵呵的道, 切掌了的半堵毛料, 价格都高到一个离谱的数目, 出手的话, 真是太埋态, 他双眼可以逆天透视到赌食内部的特殊能力了, 所以那些切垮了的半堵毛料, 才是他的最好选择。 而且, 现在距离赌食大赛上脚赌食的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段时间倒是足够他挑选赌食用了。 如果在这些切垮了的半堵毛料, 和全堵毛料中找不到合适的的赌食参赛, 到时候再来这些切掌了的半堵毛料区域查看也不同。 算了, 随你好了。 这么一路下来, 张东已经领教了晴天这种挑选赌食的独特风格, 无奈地耸了耸肩, 倒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刘老头, 两人向着全部是切垮了的这一侧的半堵毛料区域继续走来的时候, 刚到地方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和晴天有过两面之缘的刘老。 刘老跟在一个年轻人的身旁, 想必应该就是之前张东口中的那个程子轩, 在安华号称其父程浩然之下的赌食第一人。 哼, 刘老也注意到了晴天, 整个人的眼神瞬间就变得充满了怨恨, 冷哼了一声, 脸色阴沉。 秦老爹, 看来这个刘老头已经记恨上了你了。 张东笑呵呵地道, 先是从对方抛弃的赌食中简陋, 接着又在黑市拍卖会后的赌食会上狠狠地打量, 估计在刘老头的心头, 恐怕恨不得直接把晴天给扒皮, 抽筋得了。 随他好了, 晴天毫不在意地道, 如果是其他的老者, 他或许还会尊敬一些, 但是这个刘老的心胸实在是太狭隘了, 所以自然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在意。 哼, 这性子我喜欢, 随他去吧, 咱们只管完咱们的。 张东勾着晴天的肩膀继续走了过去, 张哥, 这里这么多切垮了的半堵毛料, 怎么那些赌食商人还要搞这种半堵毛料来? 进入切垮了的半堵毛料区域, 晴天疑惑得到, 一眼看去, 切垮了的半堵毛料和切涨了的半堵毛料的数目互在伯仲之间, 如果硬要论起来的话, 这边切垮了的半堵毛料, 应该还要比那边切涨了的半堵毛料稍稍多出一些。 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 开窗切垮的数目已经占到了绝对半数的数字, 这可不是一个很小的比例。 你这家伙, 刚和你说过你就忘记了, 没错, 这些切垮了的半堵毛料是占据了绝对半数的比例, 价值大打折扣直接到了近乎费食的价格, 可是那些切涨了的半堵毛料呢? 每一块堵食的价格起码要上涨数倍不止, 最低的上涨幅度也达到了原来正常堵食的三倍价格以上, 而有些表现超好的, 价值上涨的幅度已经超过了十倍的数目, 这样算下来的话, 一批料子开窗, 就算是其中有绝对一半的数目切垮, 相对来比较的话也还是赚了不少。 张东继续道, 这倒也是, 晴天这次倒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刚刚他倒是把价格上涨幅度这件事情给忽略了, 收回思绪, 晴天开启双眼的透视能力开始一块接着一块堵食透视了过去, 不愧是一个窗没擦出颜色来, 就被归入到了费食之列的半堵毛料, 这些切垮了的半堵毛料的价格低到一个完全难以相信的数字, 而且内部的情况基本上都和价格是成正比的, 拿晴天这么一会功夫透视到的这些切垮了的半堵毛料来说, 完全就是一堆废食, 这也侧面证明了一个问题, 外在纹路和表皮的种类表现较好的堵食, 只是切出翡翠和高档翡翠的几率相对高出许多, 并不代表一定可以解除高档翡翠了, 不然的话也不会有堵食这个说法了, 自然也不会有半堵毛料区域这边的切垮了的半堵毛料, 毕竟这些切垮了的半堵毛料, 可都是堵食商人挑选出来的那些外在表现不错, 认为可以切涨的堵食, 这人是谁? 刘老这边, 程子轩注意到刘老盯着晴天那愤恨的神色, 眉头微微的轻挑了一下道, 晴天? 刘老咬牙切齿的道, 就是那个在你手底下捡漏, 还在黑市拍卖会上和你打赌解除血液翡翠的那小子, 程子轩目光落到晴天的身上, 一脸不屑的继续道, 就是这小子, 刘老脸色阴沉的点了点头, 有意思, 等会咱们过去再会会这小子, 程子轩淡淡的道, 说完继续在另外一边切涨了的半堵毛料区域挑选了起来, 废食, 废食, 还是尼玛废食? 晴天这边接着继续透视了过去, 所看到的结果和前面的如出一辙, 直到把这边切垮的半堵毛料区域赚了将近一半的时候, 依旧没有丝毫的收获, 除了废食还是废食, 偶尔有几块内部蕴含有翡翠的, 还全都是干种豆青种这样的货色, 哪怕是连冰种这种高档翡翠中水头最差的翡翠都没有见到一个, 怎么样? 没什么收获吧? 张东道, 从晴天这一脸颓废的表情中, 他其实已经看出了答案, 晴天没有说话, 只是无奈地点了点头, 这边都是擦过窗窃垮了的半堵毛料, 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翡翠的, 不然的话, 也不会被这些赌食商人用近乎废食的价格处理了, 张东继续道, 继续往下看看再说吧, 晴天勉强打起精神道, 继续一路透视了下去, 这一次, 情况和前面的情况差不多, 一眼扫过去, 透视到赌食的内部, 依旧全都是一堆废食或者是豆青种和干种这样垃圾货色的翡翠, 你妈的, 郁闷的晴天心头暗自咒骂了一句, 正当他想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被前面不远处一块切垮了的半堵毛料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这块赌食的块头很大, 绝对有超过100公斤的重量, 赌食的顶部被开了一个窗口, 开窗的位置很大, 不过相对于这块赌食来说的话, 也算不上大, 大约占据了整块赌食不足五分之一的数目, 擦口处可以清楚地看到内部的赌食, 完全是一片灰色的景象, 但从擦口处的表现来看, 就算是继续擦下去的话, 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彩的可能, 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块半堵毛料才会被开窗的赌食商人直接给丢到了切垮了的半堵毛料区域出售, 但就是这样的一块翡翠, 却让晴天变得欣喜若狂了起来, 玻璃种紫罗兰晴天惊呆地发现在这块赌食的内部竟然蕴含了一块一个篮球大小的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玻璃种紫罗兰翡翠, 玻璃种帝王绿, 血玉翡翡翠, 还有刚刚拿下还没有进行解食的明皇翡翠, 如果再把这块赌食拿下的话, 那他也算是终于凑齐了四大王者翡翠, 想到这里, 晴天不免有些兴奋了起来, 可以亲手将四大王者翡翠全部解出来, 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赌食之人来说, 就算是对于那些真正的赌食高手来说, 也绝对是一件令人觉得无比兴奋的事情, 老板, 晴天开口冲着老板招呼了起来, 不过老板两个字刚出口, 一道隐言怪气的笑声就打断了他的话茬, 刘师傅, 这就是从你手下捡漏, 还打赌赢了你的那小子晴天吧, 竟然还在这边切垮了的半堵毛料区域简陋, 真是好笑, 晴天回头, 只见程子轩一脸不屑地走了过来, 身旁跟着满脸怨恨的刘老, 刘老只是满脸怨恨地点了点头, 对于程子轩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他这段修人的事迹, 虽然心中颇有不满, 不过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这次请程子轩出山, 诸葵可是花了很大的本钱, 再说了, 事成之后还有他三成的菊外装分成, 这可不是一笔小树木, 你就是晴天, 说话间的功夫, 程子轩已经走到了晴天的跟前, 轻蔑地瞥了晴天一眼, 一脸不屑地继续道, 都已经知道还问这么多干嘛, 废话不是, 晴天淡淡地道, 程子轩高傲自以为是的态度, 让他心头颇为不爽, 说起话来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客气的, 而且, 程子轩也将会是他这次重温大厦赌石大赛冠军之路最大的对手, 两人之间后面肯定还会有矛盾冲突, 自然也就更不用客气了, 嘴巴倒是还挺厉害的, 就是不知道赌石的本领怎么样, 程子轩一脸不屑地道, 说着, 目光来回扫尸了一圈继续道, 怎么样, 有没有从这堆废石里面捡到宝贝, 这块, 这块废石还不错, 块头够大, 擦出窗口的地方, 也不过只占据了整块赌石十分之一多一点的位置而已, 继续切下去的话, 说不定还会有惊喜的收获, 程子轩的目光, 最后落在了一块重量超过一百公斤的赌石上, 满脸不屑地继续道, 这块赌石和晴天刚才看中的那块, 内部蕴含有玻璃种紫罗兰翡翠的赌石并肩摆放在一起, 只不过, 这块赌石的开窗更小一些而已, 程子轩少整天一副自以为是, 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 有本事哪天在赌石上干过你老子再说, 他的态度终于让张东有些忍不下去了, 程子轩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了下来, 恼怒地盯着张东嘴巴如动了几次想要说话, 不过最终又忍了下来, 他程子轩在赌石上是厉害, 但是想要和张东这个张氏集团的太子爷叫板, 就算是他再自大, 也不会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有那个实力, 行了, 张哥, 有些人厉害的就只剩下嘴巴了, 你总不能连话都不让人家说吧, 晴天笑呵呵地道, 话一出口, 顿时就惹的张东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话说得当狠是够绝, 够有谁准的, 程子轩此时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起来, 被张东教训两句也就算了, 可是这个晴天有什么资格嘲笑他, 老板, 这块赌石怎么卖, 不再理会程子轩, 晴天勉强平复下自己的心情, 按耐住心头的那种激动, 指着那块擦窗占据了整块赌石将近五分之一的, 这块切垮了的半赌毛料道, 一块擦窗位置已经占据了五分之一数目的赌石, 居然还妄想从这样一块切垮了的半赌毛料中简陋, 这是笑话, 看到晴天要买这块赌石, 程子轩再次不屑地冷笑了起来, 他的话音落下, 刘老的声音跟着就响了起来, 不自量力的矛头小子, 莫非以为自己的运气侥幸好了一次, 两次还能这么继续一直好下去, 晴天没有理会程子轩和刘老的挑衅, 冲着老板继续招了招手继续道, 老板, 这块赌石怎么卖, 这个时候, 拿下这块赌石才是当下最重要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和程子轩和刘老一起之争的话, 不免会让人对这块赌石产生怀疑, 就算是最终没有人对这块赌石出手, 但是看到他和程子轩还有刘老争论的模样, 这块赌石的老板必然也会做得起价, 这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局面, 其实晴天心里的这个担心倒是多余的, 有张东在, 不管是谁都不会对他做地起价的, 俗话说得好, 不看僧面看佛面, 张东目前的身份可是这重温大厦的太子爷, 虽然说他们这些赌石商人只是在这里租摊位经营赌石, 并不是什么上下级别的关系, 但就是如此, 还是没有人愿意开罪张东的, 当然, 最重要的是, 重温大厦每年可以从缅甸那边的翡翠矿卖拿到的赌石份额, 这才是这些赌石商人最忌惮的一点, 也是他们为什么面对重温大厦内寸土寸金的高昂租金, 也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在这里赌石的原因, 相对于这些租金来说, 从重温大厦这里拿到的赌石份额所带来的利润, 远远超过租金这部分的负担, 张大少老板走过来之后, 先是笑呵呵的冲着张东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才把目光落到了秦天的身上, 既然是张大少的朋友, 这块赌石是切废了的半赌毛料, 如果真要是喜欢的话, 尽管拿去便是了, 这样一块切垮的半赌毛料, 拿去卖的话并卖不了几个钱, 倒不如白送给秦天, 也好在张东这里落个人情, 其实从秦天和张东两个人走过来的时候, 老板就注意到了, 张东勾着秦天的肩膀, 有说有笑的模样可以看得出来, 两个人的关系绝对是十分亲密, 在安华这些年, 他还没有见过张东对谁表现出如此亲近的模样, 所以两人的关系可想而知, 那倒不用, 本来一块赌石擦窗切垮之后就让你们损失了不少, 我总不好意思让老板你血本无归吧, 秦天笑呵呵的拒绝道, 这个老板苦笑了一下继续道, 这块赌石切成这个样子已经没什么价值了, 和废石差不多, 还是算了吧, 老板, 你还是开个价吧, 不然的话, 万一等会我在这块赌石内解出价值不菲的翡翠的话, 你要是后悔反悔了怎么办, 秦天故意这么说道, 这招在一楼拿下那块内部蕴含了明皇翡翠的赌石石就已经用过, 也算是屡试不爽, 其实他清楚, 就算是他真的当着老板的面把里面的玻璃种紫罗兰解出来的话, 老板虽然可能会懊悔万分, 但也绝对不至于反悔, 毕竟还有张东在这里站着呢, 他的想法无非是不想让张东亏欠这个人情罢了, 再说了, 本身就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何必因此而亏欠一个人情, 行, 那就给你按照五十美公斤, 这块赌石一共是一百三十六公斤, 领头我就不要了, 给我五千块钱好了, 老板陪着笑脸回道, 心中对此确实十分不屑, 这样一块开窗, 开了五分之一的赌石, 怎么可能真的解除翡翠来, 这点, 随便懂点赌石的人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能刷卡吧, 秦天继续道, 老板点点头, 招呼伙计拿来一栋POS机, 秦天熟练地进行刷卡完成交易之后, 并没有继续离开, 而是把目光转向了程子轩和刘老, 现在交易已经完成, 是找这两个家伙算账的时候了, 子轩, 这小子还真的把这块赌石买了, 刘老不屑地瞥了秦天一眼道, 这样一块赌石还妄想简陋, 如果真能从里面解除翡翠来, 可真是活见鬼了, 他和程子轩的父亲有过一些渊源, 说起来也算是程子轩的父亲曾经欠过他一个人情, 所以在程子轩面前, 刘老总喜欢以老卖老地摆出一副长者的姿态, 尽管程子轩对此总是相当的不以为然, 刘师傅,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块赌石剩下的部分虽然不足, 我给这小子点数来的那块大, 不过却还有相当的块头, 按照老板说的, 这块赌石总共136公斤, 擦出五分之一的位置, 也还剩下一百公斤出头的树木, 这样的块头可不能算小了, 慢慢切, 说不定还真的切出翡翠来的, 程子轩这回倒是换了副枪调, 不过依旧是那副不屑的冷嘲, 也是, 一百多公斤的废石, 慢慢切, 慢慢擦, 确实应该还有可能切出一些翡翠的, 刘老跟着硬核道, 当然了, 只可能是一些豆青种干种这样的货色, 豆青种干种也是翡翠, 如果侥幸切出个大块头的, 几万块钱还是能卖到的, 转手赚个几万块钱, 也算是不错的事情了, 这倒也是, 几万块钱虽然不算什么, 不过对于某些落魄的人来说, 想必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对于秦家落败的事情, 刘老是知道的, 只是他只知道秦家落败, 并不清楚, 秦家现在已经渡过了难关, 而且在张氏集团的关照下, 生意越多越大, 几天的时间, 已经收购了好几家服装厂, 规模比起之前, 更是扩大了数倍, 这个刘老道也是个猪脑子, 但从秦天和张东, 现在如此亲近的关系, 也应该能做出判断, 毕竟你两个人现在如此亲近的关系, 如果秦家没有渡过难关的话, 就算是秦天不开口, 想必张东也肯定会在暗地里帮忙的, 走吧, 刘师傅, 咱们继续到三楼看看, 本来还想见识见识, 这个从你手下捡漏, 还打赌侥幸赢了你的家伙, 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没想到居恩, 陈子轩故意没把话说完, 耸了耸肩摊开双手, 故意摆出一副颇为无奈的表情, 失望,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刘老脸色僵硬, 勉强挤出几分, 笑脸点了点头, 今天是重温大厦的赌食盛会, 大厦内的人很多, 比起平日里多出了, 起码也要有十倍犒赏的人群, 陈子轩和刘老都是赌食圈内的名人, 尤其是陈子轩这个号称欺负之下, 安华赌食第一人, 圈内的名气更是大到了一个可想而知的地步, 所以两个人对晴天的冷嘲倒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瞧着, 这些人一个个纷纷地议论了起来, 这小子是谁啊, 怎么看着陈子轩和刘老对他似乎有很深的敌意, 不清楚, 不过你说的倒是不错, 陈子轩和刘老对这家伙的言语里确实是句句带词, 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 矛盾肯定有了, 只是咱们不知道罢了, 不然的话, 他们两个人怎么可能会去无缘无故地找这家伙的麻烦, 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这家伙我见过, 人群中突然有一个人人惊呼了一声, 随着他的惊呼声响起, 围观的人群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向着他转了过去, 这小子就是前几天在重温大厦一楼那地方, 从刘老放弃的一块赌石中解除一块高冰重子罗兰翡翠, 这人继续道, 当时刘老放弃的这块赌石上有很大一块旧, 大家伙都知道就对赌石的破坏性, 所以刘老这边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放弃了, 可是这小子买下切开之后却发现, 那居然不是旧, 而是一种与旧极其相似, 就算是一些赌石高手都难以分辨出来的罕见的猛斑, 听完这人的讲述, 这些围观者全都明白了过来, 怪不得程子轩和刘老冲着这小子说的话里句句带刺, 尤其是刘老, 看着这小子的眼神都快要喷出火来了, 现在看来, 必然是因为这小子从刘老放弃的赌石中解除高兵种子鹿兰的缘故, 刘老虽然赌石方面的本事不错, 不过为人心胸狭隘, 这点已经是圈内公认的, 只不过谁都没有说破, 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兄弟, 你这就只是其一不知其二了, 就在众人恍然大悟的时候, 另外一道声音响起, 再次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迎着众人的目光, 这人继续道, 刚才这位兄弟说的只是其中之一, 其实这刘老和这小子的矛盾还有一件事情, 刚才在众人纷纷议论的时候, 他就觉得晴天看着眼熟, 后来仔细想了半天, 终于想了起来, 这不就是在黑市拍卖会后的赌石会上, 和刘老打赌, 解除明皇翡翠的那小子吗?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屏住呼吸, 谁都没有说话, 静静地盯着这人, 等待着他后面的故事。 前几天的黑市拍卖会, 想必大家伙中有人肯定也知道, 历届的黑市拍卖会后都会有个小型的赌石会, 当时这小子和刘老在赌石会上起了冲突, 还打赌, 最后这小子愣是从一块不被刘老看好的赌石内, 解除了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明皇翡翠, 所以说刘老对于这小子的记恨就更深了。 说完, 那人继续道, 我记得好像这小子叫什么晴天, 刘老的脸色, 在之前有人说起, 晴天在他手下简陋的事情时就变得难看了起来, 此时, 随着这人把黑市拍卖会后, 赌石会上的事情也讲了出来, 瞬间就变得更加难看了起来, 毕竟, 这两件事情对于他来说, 可是他活了这么大岁数以来, 觉得最为耻辱的两件事情, 回头, 刘老怒势地瞪着晴天, 愤怒的目光, 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一般, 围观的人群中, 随着这人的话音落下, 所有人闻言再次恍然大悟, 黑市拍卖会的事情, 虽然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参加的, 而且, 历来的举办地点都是不停地转换, 但是却也算不上什么秘密, 圈内大部分人还是都十分清楚的, 怪不得刘老看着这个晴天的眼神, 都快要喷出火来了, 感情除了在重温大厦简陋的事情之外, 还有黑市拍卖会后赌石会上那档子事情, 有人嘀咕了一句, 接着再往后, 一个接着一个的, 就开始议论纷纷了起来, 别说是刘老, 这事情搁到谁身上, 也都会觉得郁闷的, 一个圈内不说声名远扬, 好歹也是颇有名气的赌石高手, 居然在赌石上, 接连两个败给了一个毛头小子, 心里肯定郁闷了, 又一个人接着道, 这个晴天竟然能连赢刘老两次, 难道说这小子也是个赌石高手, 不过咱们安华年轻一代的赌石高手里面, 似乎除了程子轩并没有听说有其他厉害的人物, 有人疑惑的道, 不可能吧, 程子轩厉害, 那是因为这小子有个咱们安华赌石第一人的老爹, 这小子绝对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了, 没听这小子在刘老手下第一次剪漏, 是因为遇到了罕见的盲班吗, 想必这黑市拍卖会后的赌石会, 应该也是运气使然罢了, 再往后, 所有人的议论声中几乎一边倒的没有一个看好晴天的, 在他们看来, 晴天之所以能够从刘老手下剪漏, 还有后面侥幸赢了赌局, 无非是运气罢了, 单论真正赌石的实力的话, 晴天绝对不可能是刘老的对手的,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在这些完全清一色不看好晴天的议论声停止之后, 倒是有少数几个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未必, 如果说第一次从刘老手底下剪漏, 遇到了罕见的盲班师运气的话, 那么第二次的明皇翡翠如何解释? 作为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翡翠, 其珍贵和稀少性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吧, 靠运气可以解除高档翡翠, 甚至是普通的玻璃种翡翠有可能, 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靠运气可以解除明皇翡翠, 这种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翡翠, 一个人反驳道, 没错, 我也是这么认为, 甚至有可能第一次这个晴天就看出了那是一种罕见的莽班, 而不是旧, 前面这人话音落下, 接着有人应了一声, 还是很有可能的, 接着又有一个人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笑话, 怎么可能对于这少数几个人的看法, 前面那一大群一边倒不看好晴天的人群, 全都抱引了不懈的笑声, 刘老的脸色愈加的难看了起来, 虽然大部分人认为晴天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但毕竟还是有人觉得晴天应该是有那个实力, 这让他这个自认为圈内也算是颇有名气的赌识高手, 脸面上有些挂不住, 程子轩在此时停下了脚步, 目光落到少数几个, 觉得晴天可能是真的有实力的围观者身上, 然后不懈地指着晴天, 一脸意气风发的道, 就这小子, 你们觉得他有可能是赌识高手吗? 就他这副模样, 话语之中全是那种不懈轻蔑, 自始至终, 甚至连拿正眼看上晴天一眼都没有, 程大少, 听说你在咱们安华号称你父亲之下, 赌识第一高手, 晴天走了过去, 目光落到程子轩的身上, 笑眯眯的道, 其实在他拿下这块切垮了的半堵毛料之后, 就已经计划好了打算给程子轩一点教训, 只是程子轩的转身离开让他打消了念头, 不过现在, 既然程子轩已经停下了脚步, 反而变得更加不屑了起来, 这倒也是正好又给了他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时候, 晴天自然是不介意狠狠地再给这个自以为是猖狂的程子轩一点教训, 有热闹看了, 随着程子轩和晴天的正面冲突发生, 四周的围观者不约而同地冒出了同样的想法, 程子轩言语中的轻蔑和不屑, 以及程天走过去那淡淡的目光, 相信很快, 两人就要碰撞起来, 一切和众人猜想中的一样, 随着程天走过来, 话音落下, 程子轩的神色变得更加不屑了起来, 怎么, 不服气吗? 嘴角挂起一抹高傲的弧度, 也没什么不服气的, 只是觉得, 你这个在咱们安华号称其父之下的第一赌士高手, 似乎看上去也不怎么样, 是不是浪得虚名谁也不知道, 晴天淡淡地道, 一脸笑容, 可以明显地看出那种不屑, 以他可以透视到赌士内部的逆天透视能力, 别说是程子轩, 就算是程子轩的父亲程浩然, 包括号称国内赌士第一人的缅南那位翡翠王来了, 晴天也毫不在乎, 单论赌士的话, 他还真就什么人都不怕, 就算你赌士的眼力再好, 运气再好, 难不成你还有老子这种, 可以透视到赌士内部的逆天能力, 嘎, 话音落下, 所有的围观者全都变得安静了下来, 一个个瞪大眼睛, 目瞪口呆地盯着晴天, 居然说程子轩是浪得虚名, 估计放眼整个安华的赌士圈, 也就晴天这么读一份了, 这小子还真是猖狂, 这下肯定更热闹了, 没错, 程子轩的性子圈内没有几个不清楚的, 这小子今天麻烦了, 居然敢说程子轩是浪得虚名, 难不成这小子侥幸从刘老那里讨了两次便宜, 就真的把自己当成赌士高手了, 回过神来, 这些围观者再次议论纷纷了起来, 和之前一样, 依旧是一边倒的, 没有几个看好晴天的, 之前几个表示出不同观点的, 此时倒是没有和这些人直面反驳, 而是盯着秦天小声的嘀咕了起来, 说不定, 这个秦天还真的是个赌士高手也不一定, 程子轩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 秦天轻蔑的语气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浪得虚名, 你以为都和你一样, 只凭两次运气, 就觉得自己是个行家了, 运气? 你这么一说的话, 我倒是也怀疑, 你之前的名气是不是靠运气撞出来的, 秦天针锋相对的回道, 既然这样, 要不咱们俩也赌一把, 程子轩的脸色愈加难看得到, 没问题, 我正有这个意思, 秦天笑呵呵地应道, 语气很清淡, 一副表情似乎自始至终都没有把程子轩当成一回事来看, 赌时, 这正是他想说的, 小子, 莫非你以为你侥幸从刘师傅手下讨了两次便宜, 还能从我这里继续讨到便宜吗? 程子轩的脸色稍稍地缓和了一些, 不屑地道, 这次此时在心里发誓, 等会一定要给秦天一点深刻的, 记忆犹新的教训, 此时刘老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起来, 对于程子轩他无可奈何, 只能是把全部的怒气都转到了秦天的身上, 一脸胀红, 额头上的青筋都崩了出来, 格外明显, 单论嘴上功夫的话, 我倒是还有自知之明, 自认自愧不如不是你程大少的对手, 不过说起赌时的话, 虽然程大少名气很大, 不过我还是想亲自领教领教, 看看是不是浪得虚名, 秦天继续道, 至始至终都是那种淡淡的语气, 有胆色, 想要怎么躲, 画出个道道吧, 规矩什么的随便你定, 程子轩脸色阴沉, 目光冰冷的道, 不自量力, 在他看来, 秦天和他赌时完全是不自量力, 秦天不再废话, 随手指着自己刚才拿下的那块, 已经切垮了的半赌毛料道, 刚才程大少不是说, 这块赌时不过是费十一块吗, 我就和你赌这块赌时可不可以切涨, 小子, 你不是在说笑吧, 按照赌时的说法, 只要切出的翡翠超过赌时本身的价值就算切涨, 这块赌时你不过只是花费了五千块的数目, 想必只要切出一些大块的豆轻重和干重这样的翡翠, 卖个几万块钱还是没问题的, 程子轩不屑地道, 几万块钱, 程大少, 你不是在说笑话吧, 几万块钱的翡翠也能算切涨, 我就和你赌这块赌时可不可以切出价值百万的翡翠来, 晴天淡淡地继续道, 随着晴天的话音落下, 全场再次陷入了一片震惊之中, 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晴天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 从这么一块切垮了的半赌毛料中切出价值超过一百万的翡翠, 简直是在开玩笑, 你说什么, 从这块赌时里切出价值超过百万的翡翠, 程子轩笑了, 笑容里充满了不屑的神色, 这样一块已经擦开了五分之一窗口, 什么颜色都没有出现的半赌毛料, 基本上已经可以完全判断为废时了, 不然的话, 老板也不会当作废时的价格处理了, 刘老此时也是一脸的不屑, 目光轻蔑地瞥了晴天一眼, 莫非这小子是减漏减上瘾了, 真以为减漏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卖给晴天这块赌时的老板, 脸上的表情跟着也变得精彩了起来, 诧异地盯着晴天打亮了起来, 他很怀疑, 这家伙是怎么和张东张大少成为这么铁的朋友, 而且能够被张东称之为兄弟, 从眼前的情况来看, 这分明就是脑袋瓜子缺根筋, 围观的人群中过了好一会的功夫, 这些人才全都回过神来, 这小子不是在说笑吧, 竟然说要从这块赌石里切出价值超过百万的翡翠, 有人不屑地道, 从一块废石里妄想简陋, 而且还扬言要切出价值超过百万的翡翠, 今天终于算是长见识了, 疯了, 这小子绝对是疯了, 想要解出价值百万的翡翠, 起码也要有冰重的水头, 而且快头一定还不能太小, 不然的话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可是眼前这块切块了的半赌毛料, 就像程子轩说的一样, 如果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是可以解出几大块豆青种, 干种这样最垃圾货色的翡翠, 至于说冰种以及铐上的水头, 绝对没有可能, 在这些人看来, 秦天说这些要从这块赌石里解出价值超过百万的翡翠, 完全不过是一场笑话而已, 秦老弟, 你压的不会是疯了吧, 这样一块赌石你竟然说要切出价值超过百万的翡翠, 张东拉着秦天往后退了几步, 小声的劝阻道, 别担心, 我这人运气一向真的是很好的, 秦天笑呵呵的回道, 运气, 就凭运气你就要和程子轩这家伙赌这块赌石可以解出价值超过百万的翡翠, 张东不可思议的张大了嘴巴, 本来看着秦天刚才那一副淡定的神色, 他恍惚中还有一种错觉, 觉得秦天说不定还真的是一个赌石高手, 可是现在, 这家伙竟然说是运气, 你妈的, 不但这么开玩笑的, 嗯, 不然的话还能怎样, 秦天点点头回道, 张东无语了, 彻底崩溃, 两人的声音很小, 四周的这些围观者, 包括程子轩和刘老在内, 这些人都没有听清楚, 不过此时, 倒是站在后面迈出这块赌石的老板, 听清楚了两个人的对话, 当老板听说秦天是要和程子轩赌运气的时候, 整个人瞬间就傻眼了, 过了好一会的功夫才回过神来, 赌运气就要从一块废石身上赌切出价值百万的翡翠, 这他妈除了脑袋有病, 正常人谁能干出这事情来,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莫非是怕了不敢赌, 目光重新落回到程子轩的身上, 秦天淡淡的道, 怕, 笑话, 程子轩轻蔑的扫视着秦天, 不屑的道, 不怕那就好, 我就当你答应了, 不过既然是赌局, 总要有些赌注吧, 不然岂不是太过没有意思了, 秦天继续道, 赌注, 不知道你想玩多少呢, 秦天没有说话, 笑呵呵的将石只伸了出去, 十万, 程子轩笑得更加不屑了起来, 秦天依旧没有说话, 再次摇了摇头, 一百万, 程子轩说着, 依旧是一脸的轻蔑, 一千万, 秦天开口回道, 一根手指, 从食指变为了中指, 寂静, 随着秦天一千万三个字的话音落下, 现场再次变得安静了下来, 尽到可以清楚地听到彼此的呼吸, 甚至是心跳声, 一千万,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秦天一根手指代表的赌注, 竟然是一千万, 一千万, 这小子竟然要打赌一千万, 不是听错了吧, 震惊之余, 围观者中有些不可思议地道, 没错, 确实是一千万, 我也听到了, 疯了, 这小子绝对是疯了, 程子轩这次倒真是好运气, 居然有人白白把一千万送上门来, 这些人一个个诧异地议论了起来, 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在心中羡慕起了程子轩的好运, 居然有傻瓜白白地送钱上门, 程子轩沉默了下来没有说话, 从晴天那根竖起的钟纸上收回, 盯着晴天刚刚拿下的那块赌石, 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刚刚这块赌石他只是大致地扫了一眼, 并没有仔细观察, 看着晴天如此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 他倒是怀疑是不是有什么被自己忽略的地方, 一番仔细地打量之后, 程子轩最终暗自点了点头确定了下来, 这块赌石不过真的只是一块废石而已, 毕竟在程子轩看来, 自己在赌石方面的眼力绝对要比晴天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他这样的想法倒是没错, 单论赌石的眼力的话, 晴天就算只在往前追赶几条大街也追不上他,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 晴天根本不需要靠眼力, 逆天的透视能力之下, 所有赌石内部的情况都无所遁形, 这样逆天的能力, 远远生活任何一个赌石高手的眼力和运气, 好, 没问题, 我就和你赌了, 准备解释吧, 程子轩目光轻蔑地落在晴天的身上, 不屑地道, 等一会, 我还有件事情, 晴天继续道, 怎么, 不会是想要反悔吧, 没有理会程子轩的轻蔑, 晴天目光缓缓地扫视四周继续道, 大家都是道, 今天是重温大厦的赌石大赛, 按照大赛的规矩, 参加赌石大赛的参赛选手, 每人需要选出三块赌石, 交由大赛主办方安排人员统一解释, 这样做, 是为了防止有人作弊, 这块赌石, 我是打算留作参加赌石大赛, 用的赌石, 所以我想请在场的诸位老板做个见证, 等会这块赌石如果解除价值不菲的翡翠的话, 诸位替我证明, 这确实是在今天从重温大厦这里的赌石中解出来的翡翠, 不然的话, 这块赌石被切开之后, 我就没有办法继续用它参加赌石大赛了, 当然了, 我已经说过, 要用这块赌石当做参加赌石大赛的赌石, 所以等会无论这块赌石内到底解除什么样的翡翠来, 我都一定会用它来当做赌石大赛三块参赛赌石的其中之一的, 按照赌石大赛的规矩, 就算是在赌石大赛当天解开的赌石, 从里面解出来的翡翠也是不可以用来参加赌石大赛的, 毕竟如果有人大批解石, 然后从中挑选价值不菲的翡翠参加赌石大赛的话, 就失去了举办赌石大赛的意义, 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 如果你在一块赌石解开之后, 就表明无论等会到底从里面解出什么样的翡翠, 都要用这块赌石参加赌石大赛, 这种情况倒是被允许的, 不过首先需要一定旁观者的证明, 其次在解石的时候, 还需要赌石大赛主办方和旁观者的共同监督, 这小子居然还报名了赌石大赛, 而且还要用这块赌石参加赌石大赛, 你妈的, 老子没听错吧? 奇葩, 这小子也算是个奇葩, 怪事年年有, 今天特别多, 随着晴天的话音落下, 现场先是一片短暂的震惊, 然后就接着有人开始议论了起来, 你确定要用这块赌石参加赌石大赛, 不反悔, 程子轩追问道, 当然, 晴天淡淡的道, 好, 今天我程子轩就给你做这个证人, 虽然我程子轩的名气不如我父亲那般, 但是在圈内还是有一些信誉的, 程子轩继续道, 至于赌石大赛主办方那边, 张大少是现在重温大厦的太子爷, 相信他这个身份也足够用了, 张东此时倒是一扫之前的沉闷, 笑呵呵的上前勾住晴天的肩膀道, 行, 就冲着, 你这份魄力上, 这次的赌注, 输了算哥们的, 赢了算你的,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就算张东再不看好晴天, 也绝对不能退缩, 钱可以没有, 但绝对不能拉了兄弟的面子, 诸位老板, 我张东做这个主办方的公正人, 没有问题吧? 张东目光环视四周继续道, 当然, 张大少的信誉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话音落下, 围观者就纷纷回应了起来, 有程子轩和张东做公正人, 再有他们这么多的旁观者监督, 这样的情况, 相信无论是谁都不会反对的, 更不会有人产生怀疑的, 张哥, 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既然要这样的话, 那等会无论输赢都算咱们两个的, 晴天笑呵呵的道, 他了解张东的脾气, 如果现在不在这种情况下说清楚的话, 等会赢了赌局, 张东肯定不会要这些钱的, 行, 那就按你说的意思吧, 张东没有继续推托, 直接答应了下来, 反正在他看来, 这次和程子轩的赌局, 晴天一定是必输无疑, 好了, 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快点开始解识吧, 程子轩不懈地继续道, 轻蔑的目光扫视过晴天的身上, 每层楼的地方, 间隔上固定的距离都有解识机摆放的位置, 为的就是, 方便客人可以随时解识, 不过今天因为是赌识大赛的日子, 所以, 二层三层大部分的解识机, 都被挪到了一楼的地方暂时借用, 不过每层楼, 还是留下那么两台留作备用, 晴天程子轩赌识的事情传得很快, 随着众说纷纷的议论声, 很快就在整个崇文大厦二层传开, 隐隐有向一楼和三楼地方蔓延的趋势, 当晴天这边的赌识, 在二层东侧留下的这台解识机上固定好之后, 已经汇聚了更多的围观者, 现实的时候, 为了避免太过惊世骇俗, 晴天在赌识上标注记号的时候, 刻意多标注了几道记号, 不然的话, 一刀下去, 直接切到了翡翠的位置, 岂不是有些太过骇然, 一块废石而已, 居然还这么小心翼翼的标注, 难不成真的以为可以切出宝贝来, 刘老不屑的道, 刘师傅, 话也不能这样说, 这块赌识, 虽然大部分人都可以一眼看出是块废石, 但是也总会有一些不懂装懂的家伙, 明明对于赌识一窍不通, 却偏偏要装作赌识的好手, 既然有人愿意当作宝贝, 那就让他当作宝贝好了, 程子轩阴阳怪气的道, 子轩贤直说的不错, 就让他当作宝贝慢慢切吧, 我倒是很想看看, 你会他究竟要如何那这块赌识切出的翡翠, 去参加赌识大赛, 刘老继续道, 如果运气好恨的解出点豆青种, 甘种这样的翡翠还好, 如果运气不好, 连豆青种和甘种这样的翡翠, 都没有解出来的话, 恐怕就只能拿着等会被解开的一堆废石去参赛了, 程子轩的脸色稍稍的有些不悦, 明显对于刘老这种以老卖老的称呼有些不满, 不过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随着程子轩和刘老阴阳怪气的嘲讽声, 围观者也跟着纷纷议论了起来, 他们全都和程子轩还有刘老的看法相同, 就这块赌识, 擎天那样的切法确实是有些太过慎重了, 如果是没有开窗的话, 这样的切法当然无可厚非, 可问题是现在已经开窗了, 而且开窗的大小还占据了整块赌识五分之一的位置, 翁翁, 随着擎天在赌识上标注好记号之后, 解识的师父操作起届时机开始解识, 脸上的表情和所有人如出一辙, 明显对于这块已经切垮了的半堵毛料完全不屑一顾, 明明都是一块废识了, 居然还让切得这么精神, 真是好笑, 解识的师父心中, 此时也是和所有人同样的看法, 虽然只负责解识, 大部分人并没有真正的赌过识, 但是解识的时间久了, 还是积累到了很多的经验, 对于赌识的判断自然也比常人厉害上许多, 眼前这块赌识, 凭借他多年的解识经验来判断, 绝对只是一块废识而已, 这小子竟然就选了这么一块赌识去和橙子轩对赌, 伴随着解识及轰鸣的声音, 围观者的注意力才缓缓地从这块赌识上移开, 相互之间凑在一起, 议论纷纷了起来, 外在表现是不错, 如果没有开这个窗的话倒是值得一搏, 可是现在开了这么大一个窗, 赌识完全就废了, 真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想的, 居然拿这么一块赌识和橙子轩对赌, 而且还自己提出一千万的赌注, 真是可笑, 可笑, 这还不是最可笑的, 最可笑的是, 这小子居然还要用这块赌识, 当做今天赌识大三的三块参赛赌识之一, 这块赌识的情况很清楚, 切口直接占据了赌识将近五分之一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 切口完全没有任何出彩的征兆, 内部正常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有翡翠存在的, 所以这些后来被吸引过来的围观者, 和之前大部分的人一样, 都是保持相同的看法, 众人纷纷的议论声, 让程子轩和刘老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得意了, 嘴角挂着蔑视的笑容, 淡淡地向着晴天扫视了过去, 不过, 就在程子轩和刘老刚刚得意的扫视过去的时候, 之前少数几个表示出不同看法的少数人, 在此时又表示了相反的看法, 只是瞬间, 两个人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那倒不一定, 说不定这块赌石真的可以解除价值不菲的翡翠呢, 不错, 这小子那么一副气定神贤的表情, 摆明了就是心中早有把握, 能够解除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明皇翡翠, 我相信这个晴天一定是有自己真实的实力的, 笑话, 真实笑话, 不过是凑巧运气好撞上了两次罢了, 你们还真的把他当作赌石高手了, 随着这几个少数人不同的看法发表完之后, 大部分的人群跟着, 开始把不懈的目光转到了这几个人身上, 没错, 而且就算这小子真的像你们说的那样是个赌士高手, 难不成你还以为还能比程子轩还厉害, 又一个人接过话茬, 不屑地道, 比程子轩还厉害, 别逗了好不, 程子轩可是咱们安华号称其父之下的第一赌士高手, 就这小子有资格和程子轩对比, 有人接着道, 这几个人的声音倒是让程子轩和刘老臣下来的脸色又缓和了不少, 谢时的师父动作还是很快的, 大约只是过去了几分钟的时间之后, 就沿着擎天标注好的第一道记号将第一刀彻底的切了下去, 一侧废实掉落, 眨眼间的功夫过去, 陈雾跟着完全散开, 切口处依旧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象, 什么都没有, 怎么样, 切垮了吧, 这回你们还有什么说的, 待到第一刀完全切下来之后, 那些大多数认定程子轩必赢的围观者, 目光落到刚才几个少数看好擎天的围观者身上不屑的道, 这才第一刀而已, 就算是顶级的赌师高手, 恐怕也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一刀切下去, 就可以发现翡翠的存在吧, 对此, 这几个少数看好擎天的围观者, 倒是不甘示弱的反驳道, 还不死心, 行, 那咱们就继续看下去, 看看到底能不能切出翡翠来, 没有丝毫的停留, 解释的师父操纵起这时机, 接着第二刀切了下去, 片刻之后, 待到第二刀落下, 依旧是同样的结果, 切口处, 还是一片雾蒙蒙的景象, 随着第二刀下去, 切口处的情况清楚地展示出来之后, 之前那些嘲讽擎天的大部分围观者, 再次冷笑了起来, 目光落到少数几个看好擎天的围观者身上继续道, 怎么样, 现在都第二刀切下去了, 你们还有什么说的, 闻言, 这几个人有些不甘地张了张嘴巴, 不过始终却没能把话说出口, 第二刀的时候, 像这种情况下, 正常的赌师高手, 就算是在这里切不出翡翠来, 也绝对应该有彩色的光芒溢出, 赌石的情况, 当距离翡翠存在的位置达到一定的距离之后, 切口处是会有带彩的光芒溢出的, 这代表着内部继续切下去的话, 是蕴含有一定的翡翠的, 而像现在的这种情况, 两刀直接完全切下去之后, 依旧没有丝毫要出彩的迹象, 这代表着, 一块赌石已经是废了, 程子轩和刘老此时的神色, 变得更加得意了起来, 不懈的目光扫失在晴天的身上, 似乎是想看看晴天接下来怎么办, 晴天这会依旧是一副淡然的神色, 从头到尾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情绪波动, 那种表现反而比旁观者还要来的淡定, 这让程子轩和刘老不免有些失望, 秦老弟, 这块赌石不会真的要切垮了吧? 张东此时也有些担心了起来, 不知道, 我运气一向很不错的, 应该不会吧? 晴天回到, 稍作沉思了片刻之后继续倒, 不过也说不定, 这都两刀下去了, 已经窃下了将近一半的位置, 从现在的表现来看, 想要解除价值超过百万的翡翠来, 恐怕很难了, 张东无语了, 你妹的, 不带这么玩的, 之前还说要凭借自己逆天的运气和对方赌一把, 现在反倒是自己心里也没底了, 这还赌个屁啊, 算了吧, 大不了输了赌局, 不过一千万的数目而已, 张东心头暗自叹了口气, 自我安慰道, 说话间的功夫, 谢时的师傅操作起谢时机沿着晴天标注好的第三条记号, 就要切下去, 不过沙伦刚刚接触到赌石上的时间, 晴天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等一下, 谢时的师傅文言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疑惑地看着晴天, 不知道又有什么吩咐, 程子轩和刘老也饶有兴致地盯着晴天打量了起来, 他们倒是也想看看, 晴天这时候又有什么花样, 张哥, 你说我这个人运气怎么样, 没有理会众人瞩目的目光, 晴天把目光转到张东的身上道, 不错, 很不错, 不明所以的张东点点头, 非常违心地道, 之前晴天表现出来的运气确实不错, 但是这回嘛, 就有些不大好说了, 刚才我恍然间生出了一种感觉, 接下来的这一刀, 一定可以切出翡翠来, 而且翡翠的价值绝对要超过半晚, 晴天信誓旦旦地道, 扑吃, 花音落下, 不带张东回话, 围观者的人群里, 就爆发出了不懈的笑声, 感觉接下来的一刀, 一定可以切出价值超过百万的翡翠, 这些围观者中, 对于晴天的这个说法, 明显表示出了相当的不懈, 这些人之中, 其中有一些是经常玩赌食的, 有一些虽然不经常玩, 但是对于赌食的情况, 却非常了解, 像晴天刚才说的那句话, 他们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 真是有史以来在赌食这行当, 听到过的最好笑的笑话, 嗯, 众人的嘲笑声, 让张东的脸色也有些尴尬了起来, 这丝沉闷地应了一声, 尼玛的,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小子也是个极品, 感觉接下来的一刀可以切出价值超过百万的翡翠, 还真是什么样的话都敢说, 既然张哥你也这么认为, 不如咱们搞个菊外装吧, 晴天继续道, 自从在黑市拍卖会后的赌食会上, 和刘老打赌, 从菊外装上赢了不少的钱之后, 尝到甜头的晴天, 对于菊外装的记忆自然是格外的深刻, 相对于打赌双方的那些赌注而言, 菊外装的赌注才是大头, 打, 这一次随着晴天的话音落下, 张东更是直接惊呆的张大了嘴巴, 说不出话来, 菊外装, 单凭一个感觉居然就还要搞一个菊外装, 张东崩溃了, 本来以为他自己的行为已经够败家了, 但是从晴天现在的表现来看, 如果他们两个兑换一个位置的话, 晴天的表现绝对要比他的表现更败家, 在他看来, 此时搞菊外装, 简直就是主动往外白白送钱的举动, 程子轩, 刘老, 还有一群围观者, 此时也全都是同样一副震惊的神色, 晴天这样的动作, 确实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菊外装? 哈哈, 程子轩第一个回过神来, 不屑地笑了起来, 晴天, 如果你真的敢搞菊外装的话, 我压五千万, 目光落到晴天身上, 程子轩不屑地继续道, 没错, 如果你小子真的敢搞菊外装的话, 老夫也压五千万, 刘老跟着道, 晴天第一次简陋, 和第二次打赌赢了赌局, 一直以来都是他心头难以抹去的心情, 如果这一次, 晴天真的要搞菊外装的话, 对于他来说, 可是一个报仇的好机会, 不仅能够找回一些脸面, 还能顺带着迎上一些树木不菲的金钱来, 这种送上门来的好事, 何乐而不为, 随着程子轩和刘老的声音落下, 所有的围观者也都回过了神来, 除了之前少数几个看好晴天的人, 盯着晴天有些诧异的, 继续打量起来之外, 其他人全都不屑的大笑了起来, 这小子居然还要搞菊外装, 老子没听说吧, 有人不可思议的道, 笑话, 真是天大的笑话, 居然凭感觉就要搞菊外装, 这小子也算是一个奇葩, 尼玛的, 老子今天终于算是长见识了, 竟然还有如此极品的人才, 这些人的议论声很清楚, 全都是一边倒的, 带着对晴天那种不屑的嘲讽, 在他们看来, 晴天做出这样的决定, 实在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他们甚至觉得, 只要是个正常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不会做出如此的决定来, 擦窗占据五分之一大小的赌石, 接连两刀的切垮, 连丝毫带踩的雾气都没有一出, 这些已经几乎可以完全肯定, 这是一块废石, 而且是那种废到不能再废的那种, 如果这小子真敢搞菊外装的话, 我一定压橙子轩赢, 这群人接着议论纷纷了起来, 废话, 肯定要压橙子轩赢了, 除非是傻子, 才会压这小子赢嘛, 不仅要压, 而且还要大赌注的压, 这可是白白送钱的机会, 绝对不能错过, 没有理会众人那不懈的嘲讽声, 晴天笑眯眯的盯着程子轩和刘老道, 你们两个刚才说, 每人要压五千万的事情, 是真是假, 当然, 程子轩淡淡的道, 话音落下, 是刘老更加沉闷的声音, 五千万是肯定要压的, 就是怕你小子没这个胆子坐庄, 五千万压谁赢, 不会是压我赢吧, 晴天笑眯眯的继续道, 扑哧, 话音落下, 人群再次爆发出了一阵不懈的嘲笑声, 神经病, 绝对他妈一个地地道道的神经病, 笑话, 你觉得可能吗, 程子轩脸色阴沉的道, 自以为是, 刘老脸色阴沉的跟着道, 晴天话语之中那种细血的语气, 让两人觉得格外的不爽, 不是就好, 晴天说着, 故意摆出一副轻松的姿态, 缓缓的松了口气出来, 张东目光落到晴天的身上继续道, 真的决定要搞局外装, 当然了, 你不是也说了我这人的运气, 一向都是很好了, 那咱们就再赌一把运气, 晴天笑呵呵的回道, 赌局输赢的结果, 他早就了然于心, 只是不能告诉张东罢了, 这个时候, 众人几乎一边倒的看好程子轩, 倒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赚钱的机会, 好吧, 既然这样, 那就照你说的办, 不过还是老规矩, 输赢的话都算咱们两个的, 张东继续道, 眼前的情况很明显, 只要不是傻子的话, 是绝对不会有人压晴天赢的, 这个时候去做局外装, 到头来, 这些下注的赌注加在一起, 恐怕绝对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一场明知道是往外送钱的局外装, 张东只能这么说, 也算是尽了做兄弟的情谊, 毕竟, 如果他坚持输了赌局的话, 这些钱由他自己一个人承担的话, 晴天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晴天明白张东的意思, 一时间一阵暖洋洋的感觉涌上心头, 张哥, 你去准备局外装的事情吧, 师傅, 你先稍等一会, 等局外装这边下注完了, 再开始解识, 说完, 晴天冲着解识的师傅继续道, 谢识的师傅文言点了点头, 随手就将解识机关停了下来, 随手招来一个重温大厦的工作人员, 张东吩咐了下来, 很快, 工作人员就按照张东的吩咐, 搬来了桌椅, 并准备好登记的本子和笔, 局外装开始, 买晴天赢一赔五, 买程子轩赢一赔一, 张东坐下, 冲着人群继续喊道, 抵住五十万, 封顶五百万, 不过程子轩和刘老的话, 已经有了约定, 依旧可以下注五千万, 话语之中, 可以明显地感觉出, 那种底气不足的状态, 关于赔率的设定, 他故意把晴天的赔率设为一赔五, 毕竟现在的情况, 基本上是一边倒地认为, 程子轩是必赢的局面, 所以他只有把晴天的赔率, 设置到更高的数目, 不知道就算是将晴天的赔率设定为一赔五的赔率, 买晴天银的人肯定还是微乎其微, 不过只要有就行, 好歹也是聊胜于无, 有一个人买晴天银就可以少一分损失, 声音落下, 在场的围观者几乎是毫无例外地围了过来, 这些人围过来之后就有人要开始吓住, 不过此时一道声音响起, 倒是让那些吓住的人暂时地停下了动作, 这人是谁啊, 在这种明知道必输的局面之下, 还敢答应做庄, 万一输了赌局不赔钱怎么办, 这人明显是不知道张东身份的人, 哥们, 这个你就别操心了, 这可是张氏集团的太子爷张大少, 你放心, 只要你有钱下主, 不管输多少张大少都赔得起, 前面那人话音落下, 立马有人笑着回了一句, 什么? 这人是张氏集团的太子爷弄清楚张东的身份之后, 之前出言质疑的那人顿时惊呆地张大了嘴巴, 张氏集团, 安华最大的集团, 整个集团为安华当地的税收几乎贡献了将近一半的数目, 他居然怀疑张氏集团的太子爷赔不起赌注, 这可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晴天这边随着张东的话音落下, 脸色也变得沉闷了起来, 五百万封顶, 尼玛的, 这下肯定要少了不少收入, 更重要的是, 张东居然把他的赔绿舍定为一赔五,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压他赢的话, 那可怎么办是好, 目光落到那几个之前看好自己的围观者身上, 晴天的脸色更加沉闷了起来, 他看得出来, 这几个人确实有压他赢的意思, 一百万, 一百万买橙子轩赢, 张东这边很快有人开始吓注, 随着第一个人吓注之后, 顿时就变得热闹了起来, 后面许多人开始跟着不停的吓注, 两百万, 两百万买橙子轩赢, 五百万, 五百万买橙子轩赢, 一百万, 一百万买橙子轩赢, 五十万, 五十万买橙子轩赢, 吓注的人和张东预料中的一样, 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几十个人吓注, 可是这些人毫无例外的全都选择了压橙子轩赢, 就算是面对晴天一比五的赔率, 也没有人买晴天赢, 毕竟明知是必输的局面, 就算是赔率再高, 又有什么用, 五百万, 我来五百万压晴天赢, 正当张东有些失落的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 倒是让他精神了不少, 这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胖子, 走过来之后, 直接开了五百万支票递给了张东, 崔老板, 还是你有眼力, 张东接过支票笑呵呵的道, 终于算是有人压了晴天赢, 这个中年人他是认识的, 在安华当地经营了一家连锁的通讯公司, 行业内也算是小有名气, 不过张东嘴上虽然是这么说着, 心里却是相当不以为然, 不是我有眼力, 只是张大少这位兄弟, 自始至终那淡定的模样, 让我很好奇, 我相信张大少的兄弟, 绝对不会是莽撞之人, 说不定这块赌石的情况, 早就在他的掌握之中, 中年胖子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晴天自始至终那一副淡淡的神色, 让他恍惚有一种错觉, 似乎这块赌石的一切情况, 都在晴天的掌握之中, 其实从赌局开始, 他就一直在观察着晴天的神色, 一直到刚才, 晴天向张东提出局外装的时候, 从未有过片刻的离开, 五百万, 一比五的赔率就是两千五百万, 晴天郁闷了, 尼玛的, 就这一个人, 两千五百万的赌注就没了, 这他妈要多少个人下注买橙子轩, 才能赚回来, 崔老板, 说得不错, 我也来五百万, 买晴天营, 又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道, 这个中年人略显瘦弱, 和崔老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啊, 这一次, 晴天直接张大嘴巴傻愣在了那里, 一个五百万没完, 竟然又来了一个五百万, 张东的神色, 此时倒是和晴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次一脸得意的道, 孔老板, 你和崔老板一样有眼光, 还有谁要压我兄弟赢, 快点, 一比五的赔率,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张东继续吆喝道, 晴天崩溃了, 你妹的, 竟然还没完美了了, 幸好这次随着张东的吆喝声, 倒是没有人继续下注, 不然的话, 晴天真想过去揪起张东, 给从楼上丢下去, 败家玩意的家伙, 眨眼的功夫, 五千万就被你这么给搞没了, 奶奶的, 看来表现得太过淡定, 也是一种错, 下次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神态了, 从张东身上收回郁闷的目光, 晴天心头暗自嘀咕了一句, 从崔老板和孔老板的话中, 可以很明白地听得出来, 两人之所以压了五百万, 买他会赢, 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自己自始至终 表现出来的那种淡淡的态度, 你妈的, 不是吧, 竟然还真的有人压晴天赢, 好魄力, 这俩人真是好魄力, 这种情况之下, 竟然还敢压晴天赢, 什么好魄力, 我看绝对是脑子进水了而已, 这种事情, 只要是个正常的人就干不出来, 随着崔老板和孔老板两个人的下注, 在场的其他围观者先是诧异地愣在了那里, 片刻之后, 带到他们回过身来, 一个个张大嘴巴不可思议地议论了起来,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种情况下竟然还真的有人压晴天赢, 而且还是两人, 最重要的是, 每人居然还都选择了封顶的五百万赌注, 程子轩和刘老的脸色, 此时也变得十分难看了起来, 这个时候, 还有人压晴天赢, 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记狠狠地打脸, 尤其是程子轩, 一直以来在安华当地, 都是号称其父之下的赌食第一人, 现在和一个名不见传的人赌食, 竟然还有两个人压了封顶的赌注买晴天赢, 这更让他觉得颜面扫地, 子轩闲置不必恼火, 这两个不知轻重的家伙, 等会等晴天输了赌局, 让他们哭都没地方哭去, 刘老冷哼了一声道, 程子轩没有说话, 只是落在崔老板和孔老板脸上的眼神, 变得更加阴沉了起来, 在场的大部分都是安华当地之人, 崔老板和孔老板在安华当地, 也都算是小有名气的存在, 和之前的情家比起来, 互在伯仲之间, 所以倒是有不少人认出了崔老板和孔老板的身份, 老崔, 老孔, 你们俩不愧是生意上的好合作伙伴, 现实生活中的好哥们, 这同甘共苦的精神还真是可嘉啊, 围观者中, 一个额头上有着一道深深的刀疤的中年男子, 冲着崔老板和孔老板笑呵呵地道, 言语和神色之中满是那种鄙的不屑, 似乎还带着一种仇视, 和刘老看到晴天时的脸色差不多, 郭老板, 只要这块赌石一刻没有被完全解开, 赌局的输赢就尚在一个未知之间, 现在就这么得意, 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 崔老板和孔老板脸色不悦地回道, 是吗, 莫非你还以为这小子真的有赢的可能, 郭老板继续道, 为什么没有可能呢, 我们倒是觉得可能性还很大, 好,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我倒要看看, 你们等会还能不能说得出话来, 五百万, 则则, 真是好大的手扁, 郭老板阴阳怪气地继续道, 一比五的赔率, 如果这个晴天真的赢了的话, 我们每人到手的可是都有两千五百万, 不像郭老板你, 就算是赢了赌局, 也不过是和你下注金额对等的五百万而已, 一点激情都没有, 没错, 晴天的赔率确实是高, 如果这小子真的赢了的话, 你们确实是可以每人拿到两千五百万的赌金, 但是不要忘记了, 前提是这小子要赢了, 郭老板冷笑了一声过后, 继续道, 我这一比你的赔率虽然低, 但是却可以稳稳地拿到, 崔老板和郭老板这次倒是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目光从郭老板身上收回来之后, 两人缓缓地走了回去, 说实话, 虽然刚才两个人说的态度很坚决, 但是心里其实并没有多少底, 毕竟但从现实的情况去看的话, 晴天赢的几率不大,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 只是晴天表现出来的淡定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怀疑, 还有两人相信, 一个能够亲手解除血欲翡翠这种四大王者翡翠之人, 绝对不可能只是运气就可以做到的, 每人选择五百万的赌注压晴天赢, 其实也有些赌一把运气的成分, 一比五的赔率确实值得去博上一把, 一百万, 一百万买橙子轩赢, 三百万, 三百万买橙子轩赢, 五百万, 五百万买橙子轩赢, 五百万, 五百万买橙子轩赢, 五十万, 五十万买橙子轩赢, 崔老板和孔老板离开之后, 一个人索然无趣的郭老板也跟着离开, 伴随着三个人争斗的结束, 下场又陷入了一番激烈的下注, 后面这些下注的人, 毫无例外的全都选择了压橙子轩赢, 就连之前和崔老板, 孔老板保持相同意见, 认为晴天可能适得赌视高手的一位老者, 此时也下了五百万的封顶堵住买橙子轩赢, 下注时间足足持续了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才结束, 期间张东不仅一次地替晴天吆喝助威, 不过何可惜, 根本没有人听从他的劝说转而买晴天赢, 这样的结果让张东很郁闷, 不过确实让晴天心头不停地松了口气出来, 有几次听到张东卖力的吆喝声, 晴天真想过去把事情的真想告诉张东, 不过想来想去还是忍了下来, 而且就算是他说出来的话, 张东也不一定会相信, 其实别说是张东, 这样逆天的透视能力, 如果不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而是有人告诉他自己会透视的能力的话, 他一定会把这人当作神经病对待的, 这样的事情, 确实是有些太过匪夷所思了, 期间, 程子轩和刘老如约地过来下了五千万的赌注, 对此张东倒是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 可以数钱, 但绝对不能输了兄弟的脸面, 下注结束的同时, 张东也第一时间清点好了所有的赌注, 下注的一共五百六十一人, 下注总金额共计两亿一千三百万, 其中两亿零三百万的数目, 全对是买程子轩赢的, 而买秦天赢的, 只有之前崔老板和孔老板下注的区区一千万而已, 尼玛的, 这一下可是赔大发了, 一年的零花钱就这么进去了, 张东心头郁闷地嘀咕了一句, 收起支票向着秦天走了过去, 在他看来, 这次的赌局, 秦天绝对是必输的局面, 这么多的赌注, 秦天家中目前扩建工厂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秦天分担其中一半的赌注, 至于输了赌局, 如果秦天坚持的话, 张东也想好了应对之策, 就当他先把钱拿出来, 一半的钱暂时借给秦天, 当然说是借, 这些天他肯定是不会再要的了, 师父, 开始吧, 随着张东走过来之后, 秦天冲着谢时的师父招呼道, 得到吩咐, 谢时的师父打开解时机, 然后操作起解时机, 开始解时, 张哥, 情况怎么样, 目光落到张东的身上, 秦天继续道, 下注的一共561人, 下注总金额共计2亿1300万, 其中2亿0300万是买程子轩赢的, 至于买咱们赢的, 只有崔老板和孔老板他们俩的1000万, 张东勉强挤出几分笑脸, 把刚刚统计出来的结果又重复了一遍, 两人压了1000万, 1比5的赔率是5000万, 买冯子轩赢的2亿0300万, 扣除这5000万的话, 也就只剩下一亿5300万了, 秦天心头暗自盘算了一下, 不免就有些郁闷了起来, 1比5的赔率都怪张东把他的赔率定位了一赔5, 不然的话, 正常的情况下, 程子轩的赔率一赔1, 他这种赔率最多也就是一赔3, 这下倒好, 白白又多损失出去了2000万, 当然, 秦天也明白张东的想法, 在这个看起来必输的局面上, 无非是想尽力减少一些损失罢了, 站在张东的角度, 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张哥, 这个崔老板, 孔老板他们是不是和郭老板之间有什么矛盾, 秦天好奇地问道, 嗯, 确实有一些矛盾, 崔老板和郭老板这俩人做相同的生意, 孔老板之前和他们两个生意上都有来往, 不过郭老板这人人品有些问题, 后来孔老板不再和他合作, 所有的业务都交给了崔老板来做, 所以自那往后, 郭老板见了崔老板和孔老板俩人就觉得不顺眼, 一来二去的也就成了生死冤家, 张东笑呵呵地回道, 文言, 秦天终于算是明白了过来, 心头对于郭老板的厌恶, 不由得又加深了几分, 有了前面两刀的情况, 第三刀解释的师傅动作更快, 几乎是眼睛连看都不带看的就切了下去, 速度很快, 片刻之后, 沙伦就落到剩下这一部分堵石三分之一的位置, 此时依旧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象, 切口的地方, 除了飞溅的石墨和灰尘之外, 什么都没有, 沙伦下降到二分之一的位置时, 依旧如此, 张东的心紧紧地揪了起来, 崔老板和孔老板此时也有些不淡定了, 说白了, 秦天也就只有这一刀可以堵而已, 如果这一刀切下去, 见不到翡翠或者是溢出的光芒的话, 那绝对是要废了, 赶紧地, 快点一刀切下去结束吧, 如此一幕, 倒是让那些买了程子轩赢的围观者, 兴奋地呼喊了起来, 伴随着众人兴奋的呼喊声, 程子轩脸上的神色更加地得意了起来, 刘老此时自然也是一副喜上眉梢的表情, 解开这样一块切垮了的半堵毛料, 谢时的师父本来就没什么兴趣, 而且秦天最初表现出来的那种慎重, 更是让他不屑, 此时在这些围观者的催促下, 按着操作柄的手臂更加用力了起来, 其实对于他们这些谢时的师父来说来说, 解除高档翡翠的心情和赌食之人的心情差不多, 平日里他们这些解释的师父也经常在一起比拼谁解出来的高档翡翠多, 谁解除的翡翠价值高, 谁解除的翡翠水头最好, 出雾了, 出雾了, 张东的目光一直都放在解释机上, 随着沙伦继续向下的切割, 终于在沙伦的深度下降到距离赌食底部只剩下三分之一位置的时候, 一抹紫色的雾气溢了出来, 这思顿石就兴奋地惊呼了起来, 谢时的师父注意力根本没有在赌食上, 听到张东的声音之后, 慌忙把目光投到了赌食之上, 窃口处伴随着沉雾的飘散, 一抹浓浓的紫色雾气向外溢出, 以他多年切实的经验, 溢出如此光芒的紫色雾气, 起码也是达到了冰种水头的紫罗兰, 大掌脑海中冒出两个字来, 谢时的师父心头不免就变得激动了起来, 停下手中的动作从旁边早就准备好的水头里成了一水瓢水泼了上去, 而此时所有人的注意力也终于完全集中在了赌食之上, 晨雾散开, 这一抹紫色的光芒变得更加清晰了起来, 紫色的雾气十分浓厚, 而且这种紫气更是十分纯正, 银润, 紫色雾气的透度也很高, 一眼望去给人一种水晶般的感觉, 紫意盎然, 通透, 银润, 张东自言自语地说着, 突然惊呼了起来, 冰种, 但从这一出的紫色雾气上来判断, 里面的翡翠至少也要达到了冰种紫罗兰的水准, 赌食方面, 张东的眼力虽然不行, 但是见识却是十分不错的, 毕竟每年大把的钱砸在赌石上, 眼力不行, 运气不佳解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翡翠也就算了, 可如果连眼力都在没有丝毫长进的话, 那可真是白活了, 不错, 张大少说得不错, 但从切口出溢出的紫色雾气的情况来判断, 确实至少也有冰种紫罗兰的水头, 崔老板这边, 回过神来, 第一个应道, 花音落下, 孔老板的声音跟着响了起来, 大掌, 绝对的大掌啊, 哪怕真的只是解除冰种紫罗兰的水头, 翡翠的价值突破百万的数目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面对张东, 崔老板和孔老板, 他们三个少数人的惊喜, 在场的其他的大部分人则都显得沉闷了起来, 尤其是程子轩和刘老, 脸色瞬间阴沉到了极致, 两人都是赌石的好手, 尤其是程子轩, 在安华当地更是号称欺负之下赌石第一人, 刘老的眼力虽然比起程子轩来差上不少, 但好歹也是圈内颇有名气的好手, 所以但从窃口处溢出紫色雾气的情况, 两人心中第一眼就有了清楚的判断, 冰种紫罗兰, 这还只是最低限度的表现, 也就是说, 这块赌石内蕴含的紫罗兰翡翠, 最次也是冰种, 而且还有很大可能才超越冰种的水头, 毕竟这才只是从窃口处溢出的紫色雾气上, 判断出来的情况而已, 马德, 不是吧, 这第三刀竟然还真的切除翡翠来了, 围观者中, 有人回过神来, 一脸郁闷的道, 尼玛的, 这小子运气真的是要逆天了, 又一个人接着道, 诸位别失望, 说不定这块赌石内部是个外强中干的货色也不一定, 郭老板接过话查道, 看到崔老板和孔老板那一脸得意的笑容, 郭老板心里就翻来覆去的不是个滋味, 所谓的外强中干是直赌石的一种特殊情况, 随着这种象征着内部蕴含有翡翠的光芒一出, 继续往下切的话, 这种光芒会越来越浓厚, 越来越纯正, 越来越剔透, 直到让人感觉到内部蕴含的翡翠绝对达到了玻璃种的时候, 光芒这时陡然发生了转变, 开始慢慢变淡, 直到最后完全消失不见, 再到最后, 一块赌石被完全解成了一堆废石, 对啊, 说不定这块赌石真的是块外强中干的货色, 外强中干, 这样的赌石虽然不多见, 但也不是没有, 还真是很有这种可能, 当然了, 你也不想想是谁在和这小子赌石, 如果这块赌石真的能解除价值超过百万的翡翠, 你以为程子轩会看不出来吗, 这可是咱们安华赌石圈内欺负之下的赌石第一人, 如果他没看出来, 反倒是被一个名不见传的家伙看出来, 而且还和对方打赌赌石说了的话, 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何止是笑话, 恐怕连他父亲的脸面都要给丢进去了, 以后谁提起来, 肯定要说程浩然这个安华赌石第一人, 交出来一个愣得虚名的传人, 有道理, 所以说这块赌石肯定是外墙中端的废石一块了, 那是自然, 随着郭老板的话音落下, 其他人为官者接过话来, 再次议论纷纷了起来, 毫无疑问, 所有人都对郭老板的看法持相同的意见, 毕竟擎天赌石的对象可是程子轩, 这个在安华当地有欺负之下, 赌石第一人之称的赌石高手, 如果程子轩连一个名不见传的擎天都不能赢的话, 那绝对会是赌石圈内的一个笑话, 众人纷纷的议论声, 让程子轩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起来, 尤其是那几个人说什么, 如果他连晴天都不能赢的话, 那可真是白活了, 还有什么连他父亲的脸面都要给丢了的话, 更是让程子轩脸色僵硬到了一个极致, 这些人看似推崇的话, 其实等于把他逼到了一个极致, 一旦真的输了赌局的话, 程子轩可以想象得出来,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自己必然会成为圈内许多人茶余饭后谈论的笑柄, 刘老的脸色此时比起程子轩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虽然说赌局是程子轩和晴天之间的赌局, 但是他可是压了五千万的赌注, 真金白银的现金支票五千万, 相对于众人来说, 他们两个更清楚这种外强中干的几率, 这种出现的可能性可以说是直接近乎于零, 外强中干张东不屑地笑了起来, 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有多大他很清楚, 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 郭老板, 你还真会想, 连外强中干这样的想法都能被你想得出来, 崔老板和孔老板的目光双双地落到郭老板身上, 两人淡淡地道, 话语之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那种不屑, 怎么, 这种事情又不是没有出现过, 郭老板不甘示弱地回道, 没错, 是出现过, 不过几率有多大, 你应该也很清楚吧, 崔老板和孔老板两人一脸淡淡地不屑, 接着道, 几率是很小, 不过别忘记了, 这小子赌食的对象可是程子轩, 莫非你以为这小子的眼力能强得过程子轩, 得了, 我们也懒得跟你继续翡翠, 还是接着看见诗吧, 我倒是想要看看, 你说的那种几率丝毫不亚于买彩票中投彩的事情, 到底会不会出现, 两人淡淡地继续道, 哼, 郭老板冷哼了一声, 不再说话, 解食机这边操作解食机谢时的师傅, 一扫之前那种颓废和不屑, 整个人瞬间变得神采意义了起来,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能够亲手解除一块价值不菲的高档翡翠, 等于又多了一个炫耀的资本, 姿姿沙轮摩擦赌食继续发出滋滋的声响, 谢时的师傅小心翼翼地继续切了下去, 随着解食师傅的动作,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了过来, 对于张东, 崔老板, 孔老板这三个人来说虽然觉得那种外强中端的可能性很小, 近乎渺茫, 但是在赌食的情况完全揭晓之前还是有些担心的, 至于对其他人来说, 这完全是他们最后的一丝希望, 程子轩的目光随着沙轮下降的深度缓缓地下落, 心头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 此时这祸竟是在心中祈祷了起来, 希望这块赌食真的是外强中端的那种, 片刻之后, 沙轮终于渗入到了赌食的底部, 伴随着沙轮空转的声音响起, 一次的翡翠掉落了下来, 那一抹浓厚, 银润, 剔透的紫色雾气伴随着弥漫在半空中的尘埃, 变得更加清晰了起来, 乘起一水瓢水, 解食的师傅继续向着切口的位置泼了上去, 一瓢, 两瓢, 三瓢, 接连挤水, 瓢水泼下去之后, 切口处的尘埃完全散开, 一次切面的情况清楚地展示在了所有人面前, 切面的情况很清楚, 内部蕴含的翡翠直接露出了一次的情况, 可以说, 这一刀恰到其好的切出了翡翠的位置, 多一份则会伤到育肉, 少一分则会浪费擦食的时间, 高冰重紫罗兰, 竟然是高冰重紫罗兰, 随着眼前的情况变得完全清晰了起来, 崔老板第一个惊呼道, 没错, 这样的水头绝对已经超越了冰种, 高冰重紫罗兰, 没想到竟然解除了一块高冰重紫罗兰, 孔老板跟着一脸激动的道, 不知道这块翡翠的块头到底有多大, 不过单从这一侧切面的情况来看的话, 应该不会太小, 嗯, 单从这一侧切面的情况来判断, 这块翡翠的块头应该在一个正常的篮球大哨多少, 高冰重紫罗兰翡翠珍贵, 如果解出来的块头真的有一个正常的篮球大小的话, 价值绝对要在数百万之多, 崔老板和孔老板两人接着, 你一句我一句的议论了起来, 崔老板, 孔老板, 你们两个做生意行, 但是论其赌食的话, 那可就不行了, 张东笑呵呵的冲着两人招呼道, 张大哨见笑了, 论做生意的话, 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也不是你张大哨的对手, 崔老板和孔老板笑呵呵的回道, 张东不同于安华当地那些其他的顶级大哨纷繃子弟, 毕业于哈佛大学, 取得经济管理学博士学位, 几年前开始接手家族生意, 到现在为止, 整个张氏集团的生意已经有半数是张东在打理, 这些生意在张东的打理下, 不仅没有丝毫的衰退, 反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起来, 在整个安华的商圈内, 对于张东的评价很高, 甚至有了一种超越其负的态势, 这块翡翠两位真的认为只是一块勾冰种子罗兰而已吗, 张东的嘴角勾起一抹上扬的弧度道, 张大哨的意思是, 文言崔老板和孔老板不可思议的张大了嘴巴, 难道说这块翡翠是玻璃种子罗兰? 没错, 正是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玻璃种子罗兰, 张东点点头笑眯眯的回道, 玻璃种子罗兰, 崔老板和孔老板直接傻眼了, 论读识方面的见识的话, 他们的运气或许确实比张东这个翡翠杀手强出许多, 但是若论对赌识的了解, 两个人就算是加在一起, 拍马也追赶不上张东, 既然张东这么说了, 那么这块翡翠, 十有八九应该真的就是玻璃种子罗兰这种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翡翠, 玻璃种子罗兰, 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玻璃种子罗兰, 谢时的师父, 此时也终于从那种震惊的状态中回过神来, 一脸激动的呼喊了起来, 但从切口的情况去判断一块翡翠的真实情况, 他们这些负责解释的师父, 绝对可以媲美那些赌识高手, 所以, 这一块翡翠, 当一侧切面的情况, 清晰地展示出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认了出来, 这块翡翠, 正是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玻璃种子罗兰翡翠, 随着解释师父的话音落下, 全场再次陷入了一片震惊之中,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 有人解除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玻璃种子罗兰, 绝对是要在整个解释现场, 早场一阵惊喜的呼喊声, 可是现在, 现场不仅没有想起那种惊喜的呼喊声, 一个个的反倒是变得沉闷了起来, 神色颓废, 玻璃种子罗兰, 没想到这样一块堵石, 竟然解除了玻璃种子罗兰这样的翡翠兰, 程子轩和刘老两人盯着切口处展示出来的翡翠, 一个个的脸色阴沉到了极致, 谁都没有说话, 只是在心头怨恨的默念叨, 两个人眼神的余光去都落在秦天的身上, 那种愤恨的神色,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秦天现在在程子轩和刘老两人的眼神之下, 绝对要死了上百次不止, 秦老爹, 你这运气果然是要逆天了, 居然还真的被你的预感给严重了, 张东兴奋地勾住秦天的肩膀, 激动地道, 对于秦天预感, 可以第三刀可以切除翡翠, 而且绝对价值超过百万的翡翠, 刚开始的时候, 张东完全是不屑一顾, 没想到现在第三刀落下去, 居然还真的就切除了翡翠, 至于说价值, 别说是超过百万, 就是超过千万也完全没有问题, 那是当然, 早就说了, 我这人运气一向都是很好的, 秦天笑呵呵地回道, 本想着替你小子分担一半的赌注, 没想到这次结果, 又是跟在你这家伙后面白白捡钱了, 张东继续道, 张哥, 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我知道, 那种情况下, 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毕书的局面, 你这么做, 无非也是担心我输了赌局, 想要替我分担, 一些, 秦天笑了笑道, 不过可惜的是, 你把我的赔率设定为了一赔五, 就翠老板和孔老板两个人, 咱们就要赔出去五千万来, 这可是占据了其他人下的赌注加在一起, 全部的赌注的四分之一了, 张东炯炯地笑了笑, 无奈地道, 嗨, 我那么多, 无非是想让多些人买你赢, 好少一些损失, 还少一些损失呢, 幸亏只有崔老板和孔老板两个人买了我赢, 不然的话, 今天可有的咱们赔了, 崔老板和孔老板与郭老板之间是生死冤家, 对于之前郭老板的嘲讽, 现在两人找到机会, 自然也不会错过, 郭老板, 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 外强中干, 你以为那种几率不亚于买彩票中了头彩的事情, 是那么容易出现的吗? 两人走到郭老板跟前, 笑眯眯地道, 哼, 郭老板现在自然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冷哼了一声离开, 这个时候, 如果他继续待下去的话, 面对崔老板和孔老板两人的嘲讽, 只会愈加地尴尬, 郭老板, 这就要走了吗? 赌事还没完全解开呢, 不等着看看, 这块玻璃中紫罗兰的块头到底有多大吗? 两人盯着郭老板离开的背影, 笑眯眯地继续喊道, 郭老板没有回头, 只是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起来, 程子轩此时, 将阴狠冰冷的目光从晴天的身上收回, 转身就要离开, 刘老见状, 慌忙跟了过去, 一个在安华当地号称欺负之下, 安华赌事第一人的赌事高手, 竟然打赌输给了一个名不见传之人, 程子轩这会甚至已经感觉到众人那种不屑的眼神, 整个人浑身上下都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这个时候, 对于他来说在众人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 灰溜溜地离开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不然的话, 继续待下去只能是涂家丢人, 程大少, 你这是要干嘛去呢? 晴天这边虽然一直和张东在说着话, 但是其实眼睛的余光一直都扫射在程子轩的身上, 见着程子轩要离开, 他慌忙吆喝了一声, 对着张东示意了一下, 两人一起走了过去, 别得意的太早, 不过是侥幸捡到了一个大漏而已, 等到赌事大赛挑选赌事的实现完毕, 解释的时候, 咱们走着瞧, 程子轩停下脚步, 回头, 神色冰冷地道, 说完, 转身继续离去, 好啊, 我正想看看, 我这逆天的运气, 到时候是不是也能把赌事大赛的冠军拿下的, 毕竟都已经有了一块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玻璃种子罗兰, 单凭这一块赌事, 就有很大的胜算了, 晴天笑呵呵地回道, 然后继续冲着程子轩道, 程大少, 你先别急着走嘛, 我还有事要办, 没工夫和你在这里废话, 程子轩沉着脸, 咬牙切齿地一字一字地道, 废话, 晴天没好气地道, 输了赌局, 赌注还没给呢, 就想走, 一千万拿来, 说完, 笑眯眯地盯着程子轩伸出了右手, 程子轩没有说话, 陈卓脸拿出支票本开了一张一千万的支票递给晴天, 拿好了, 这个自然, 一千万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我自然会收好的, 就不劳烦成大少费心了, 待到程子轩和刘老气冲冲地离开之后, 晴天和张东舌身返回, 哈哈, 瞧瞧刚才程子轩那窝憋的模样, 张东一边走着, 一边勾着晴天的肩膀, 兴奋地道, 程子轩刚才那一副憋屈的模样, 和之前那种意气风发的模样, 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 看上去, 相当解气, 谢时的师父这边, 随着玻璃种子罗兰显露出一侧的切面之后, 接下来的每一刀都格外的小心翼翼, 毕竟玻璃种子罗兰, 作为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翡翠, 非常珍贵, 千万不能有丝毫的大义, 不然的话, 一旦出现插翠, 造成翡翠的损伤, 他可赔付不起, 不过好在有了晴天的标记, 谢时的师父的动作, 相对来说虽然慎重, 但是也颇为快速, 这么一回的功夫过去之后, 整个翡翠的大带轮廓, 已经完全显露了出来, 剩下的, 就只是擦拭了, 擦拭也是解释环节中十分重要的环节, 而且相对于切实来说, 擦拭对于解释师父的要求更高, 如果说, 切实只是一种力量的考验, 那么擦拭则是力道和精力的双重考验, 必须要时刻保持精力的高度集中, 尼玛的, 老子五百万就这么没了, 伴随着解释师父擦拭的动作, 震惊的围观者开始缓缓地回过神来, 第一时间就有人郁闷地咒骂了起来, 五百万, 搞得好像谁不是五百万一样, 又一个压了五百万的郁闷地跟着道, 嗨, 你们来也别郁闷了, 我这边也搞了五百万, 幸好张大哨这边的封顶堵住是五百万, 不然的话, 我肯定压得更多, 接着又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说话的时候, 还是一阵心有余悸的感觉, 三百万, 我的情况要比你们两个好点, 只压了三百万, 哈哈, 我的只有一百万, 还是老子最明智, 只搞了五十万的砥柱, 这些下注买了成子轩赢的, 开始纷纷地议论了起来, 有郁闷的, 有庆幸的, 一切和之前的模样比起来, 完全是判若两人, 毕竟最初晴天一连两刀切垮的时候, 那些下注多的, 当时都是一副欣喜若狂的表情, 而那些下注少的, 则是一连的苦闷和后悔, 所有的围观者之中, 蜀翠老板和孔老板, 两人的表情最兴奋, 他们两个可是每人五百万买的晴天盈, 这样一来, 每人除了本金之外, 可是可以足足转到两千五百万的数目, 这些钱, 已经不是一笔小钱了, 趁着谢时的师傅擦拭的时间, 张东分别清点了三千万的支票, 一共两亿一千三百万的赌注, 此时赔付万翠老板和孔老板之后, 还剩下一亿五千三百万, 接下来, 就是晴天和张东分赃的时候了, 平均分配的话, 每人七千六百五十万, 在张东的再三坚持下, 晴天最终收下了八千万的支票, 张东则是留下了七千三百万的支票, 这一次赌市大赛的局外装, 是朱家老二朱奎在做装, 按照眼前的情况来看, 晴天这小子, 已经解除了一块玻璃重紫罗兰, 还是很有可能拿下赌市大赛的冠军的, 要不咱们过去买晴天这小子赢, 每人收起本金家赔偿的赌注, 各自共计三千万的支票之后, 崔老板提议道, 好卓业, 走, 咱们这就下出去, 孔老板毫不犹豫地回道, 崔老板和孔老板两个人商定完毕之后, 向着楼梯口的方向走了过去, 两人觉得, 用刚才这些赢来的钱, 再去赌一把运气, 如果赢了的话, 那今天的收入可就更加丰盛了, 至于说书, 反正也是赢来的钱, 只当从来没赢过这些钱罢了, 崔老板和孔老板他们俩说得不错, 这次赌食大赛的冠军归属问题, 单凭这一块玻璃种紫罗兰翡翠, 这小子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 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有人嘀咕道, 没错, 玻璃种紫罗兰作为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翡翠, 其稀缺和珍贵性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一个地步, 而价值, 更是只有传说中更难遇到的天然玉雕翡翠可以超越, 但以眼前这块玻璃种紫罗兰大小去估算价值的话, 市场价应该在五千万左右, 有人硬核道, 随着谢氏师傅开始擦拭的动作, 翡翠早就显露出了大概的轮廓, 正常篮球大小, 一些对翡翠行情比较了解的, 但从现在翡翠的块头上, 已经可以基本判断出, 目前市场价格当然只是大概的价格而已, 不过误差并不会太大, 上下浮动的金额一般都在三百万之内, 本来以为朱家老二朱奎那小子请来了成子宣出场, 肯定是稳稳地拿下了这次赌试大赛的冠军, 现在看来最终冠军的归属还是个未知数, 又一个人接过话查道, 走吧, 要不咱们也下去压些赌注买这小子赢, 朱奎这小子把点压的赔率调整为了一赔三, 如果咱们压了这小子, 而他真的拿下了赌试大赛的冠军的话, 咱们连带本金可是一共可以拿到下注金额四倍之多的赔付呢, 一番交头接耳的相互议论声之外, 开始有人不断地离开, 关于赌试大赛局外装的规矩, 任何觉得自己可以拿下冠军的人都可以做装, 压做装者不会拿到冠军的话, 赔率为一赔一, 而点压某人赢赔率一赔二, 参赛选手压自己赢的话赔率一赔三, 不过这只是正常的赔率, 但是这一次的赌试大赛局外装, 信心十足的朱奎已经提高了赔率, 这些围观者下注压秦天赢的话, 就可以拿到一比三的赔率, 至于秦天自己, 如果下注买自己赢的话, 赔率将会高达一比五, 如果你小子真的能拿下赌试大赛冠军的话, 朱二扣这小子这次肯定是要大出血了, 张东此时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朱二扣在他们这些顶级大哨的圈子里, 是出了名的扣门, 能够见到朱二扣大出血的机会并不多, 如果晴天真的拿下赌试大赛冠军的话, 那这一大笔的损失, 足够朱二扣那扣门的家伙, 心疼的几天吃不下饭, 下不了床不渴, 毕竟但从这些离去的人群的交谈中, 可以清楚地听得出来, 这回这些人十之八九都打算和崔老板孔老板一样, 过去壮壮运气, 就算每个人只压上一些, 哪怕只是最低的底柱, 但是这么多人加在一起的话, 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重闻大厦就这么大地方, 相信这件事情很快就会传开的, 当然,相信这些人一定不会把这件事情传到朱二扣的耳朵里的, 不然这小子提前收桩怎么办, 大出血, 这次我要让朱二扣这小子直接吐血, 晴天冷冷地道, 派人绑架自己的事情, 晴天一直记在心头, 这次重闻大厦赌识大赛倒是个好机会, 他已经做好了打算, 到时候给朱二扣一点大大的惊喜, 秦老弟, 说实话, 这次的赌识大赛, 我对你可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张东笑呵呵地勾起晴天的肩膀, 继续道, 这一次哥们再陪你好好疯狂一把, 我倒是很期待, 朱二扣吐血时候的表情, 带到解释的师傅完成擦拭的动作之后, 这块玻璃种紫罗兰的形状变得更加清晰了起来, 椭圆形的形状和大部分人猜测中的一样, 翡翠的大小达到了根据切口处一侧的切面, 可以判断出最大的限度, 正常成人玩耍用的篮球大小, 怎么样, 我的预感还算准确吧, 晴天笑呵呵地走到解释的师傅跟前道, 此时, 围观者的人群已经散去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的那少数几个人, 也在解释的师傅完成擦拭, 停下手中的动作之后, 相继离去, 准准, 解释的师傅慌忙硬道, 他知道, 晴天一定也看出了他自己最初的不屑, 收回目光, 晴天看了看时间, 距离上脚堵石最后的截指之间, 只剩下了不足四十分钟的时间, 张哥, 你找个人把这块翡翠先送到下面上脚堵石的地方, 咱们继续挑选堵石去, 张东点点头, 刚要吩咐下去, 卖出这块堵石给晴天的老板的声音响了起来, 张大少, 你们只管去挑选参加堵石大赛的堵石吧, 这块堵石我给你们送过去, 行, 那就麻烦钱老板了, 张东笑呵呵地应了一声, 晴天几个人转身离开, 卖给晴天这块堵石的钱老板, 全名前锋, 在重温大厦所有经营堵石商人的人里面, 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 他在这里经营堵石的摊位, 是堵石大厦的五大堵石商人之一, 二楼这些堵石摊位, 咱们已经逛得差不多了, 要不咱们现在去三楼看看, 张东一边走着, 一边说道, 嗯, 我正好有这个意思, 据说上面还有去年窃费了一半的缅南彪王, 剩下的另外一半, 晴天继续道, 缅南彪王, 是缅南宫盘堵石活动举办期间, 挑选出来的公认为价值最高的堵石, 去年的缅南宫盘活动期间, 推选出来的彪王, 卖出了6800万的天阶, 结果却被切垮了, 当然, 切垮的只是其中一半, 剩下的一半, 后面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后经流传到了重温大厦这里, 至于缅南宫盘, 则是华夏国内最大盛事的堵石盛会, 每年有固定的日子, 在缅南定期举行, 为期三天, 算算时间, 现在距离缅南宫盘活动开始的日子, 也就剩下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已, 你说那一半切废了的彪王啊, 这个我清楚, 从这剩下一半的彪王被运到这边之后, 我就带着周老乖看过, 后面又一连看了好几次, 不过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没敢出手, 张东笑呵呵的回道, 彪王的一半已经切垮了, 剩下的一半切出价值不菲的翡翠的几率就更低了, 这个时候出手, 明显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更何况周老看了好几次, 也觉得剩下一半的彪王还有切垮的可能, 走吧, 时间不多了, 咱们赶紧上去, 晴天继续道, 一边说着, 一边加快了步伐, 张东跟着加快脚步, 此时停好车子的阿东也早就跟了上来, 一行人快速地向着通往三楼楼梯的方向走了过去, 解释机这里, 看着面前这块玻璃种紫罗兰, 钱老板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这块内部蕴含的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玻璃种紫罗兰翡翠, 竟然在他开窗开到占据堵十五分之一大小位置, 还没有出彩的情况下给丢在了这边切废了的半堵毛料区域, 当作废石给处理了的堵石上切出来的, 五千块钱卖出去的一块废石, 被人当着他的面解出玻璃种紫罗兰这种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价值不菲的翡翠, 钱老板心头的那种郁闷可想而知, 他的心中, 这块肠子都快要毁出来了, 按照目前上市场上的价格, 这块正常篮球大小的玻璃种紫罗兰, 价值至少要在数千万的数字, 差不多要在五千万左右的数目, 五千万的翡翠, 这种一千倍的涨幅, 单论涨幅的话, 恐怕已经可以成为重温大厦有史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块堵石, 马德, 早点怎么就没有把这块堵石给切了呢? 回过神来, 钱老板郁闷的道, 反正已经是一块废石了, 卖出去也没什么价值, 倒不如直接给给切完的了, 当然这也不过是钱老板一时的想法而已, 真让他这么做的话, 他并不一定会如此, 毕竟像刚才的情况实属罕见, 无异于等同于买彩票中了头彩的几率, 而窃费了的堵石, 虽然价格已经和废石接近, 但是好歹也是有些价值的, 能卖出去多少是多少, 总比血本无归的好。 诸位, 这块玻璃种子罗兰, 是张大哨的朋友, 在我这边切垮了的半堵毛料区域解出来的, 诸位老板有兴趣的, 可以过来瞧瞧, 说不定也能再逃出几块价值不菲的高档翡翠呢。 招来伙计送来扩音器, 前老板站在翡翠前开始吆喝了起来, 翡翠已经卖给了晴天, 而且现在晴天也已经解开, 就算是他再懊悔也没用了, 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像这样, 告诉所有人解除这块翡翠堵石的出处, 堵石圈里都有沾运气的说法, 这样一来, 相信他这边切垮了的半堵毛料区域的堵石, 绝对会被一扫而空, 而他在二楼堵石档经营堵石的摊位, 肯定也会是同样的情况。 扩音器响起的声音, 顿时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 前老板的位置靠近了过来, 晴天和张东这回刚离开不不久, 还未来到通往三楼的楼梯处, 自然也很清楚地听到了前老板的这些话, 张哥, 这个前老板还真的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 晴天笑呵呵地道, 没错, 这人确实是个生意精, 我就说这家伙怎么放着今天如此忙活的生意不照看, 而要帮咱们往堵石上脚的地方送翡翠, 原来是想趁机宣传他这边的堵石摊位, 张东笑呵呵地回道, 前老板这边随着他卖力的吆喝声, 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 而且还不停地有人往这边靠近, 前后不过片刻的功夫, 以前老板为原心, 方圆一大块的地方已经被围得水泄不同, 作为重温大厦一年一度的堵石大赛, 每年不仅吸引了无数堵石之人前来报名参赛, 同样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堵石, 毕竟堵石大赛举办的日子, 所有的堵石摊位都会将最好库存的堵石拿出来, 这个时候的堵石挑选出内部蕴含有相当价值的翡翠的几率, 相对于平常的时日来说要高出许多, 前老板, 这块玻璃重紫罗兰真的是在你这切垮的废石中切出来的, 围观者中一个人诧异的道, 看说话的模样和前老板应该是比较熟悉, 当然, 这件事情还能有假, 刚才届时的时候有不少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杜老板如果不相信的话, 等会大可以去打听打听, 前老板笑呵呵的道, 这倒不用, 前老板的信与我杜某人还是绝对信得过的, 只是觉得有些太过难以置信吧, 杜老板摆了摆手回了一句, 马德, 这样的废石之中, 竟然也能解除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玻璃重紫罗兰, 真的是要逆天了, 随着两人的对话, 围观者中跟着有人发出了惊叹声, 可不是吗, 简直就是奇戒, 要不咱们跟着沾点运气, 这倒是个好主意, 反正这些赌食又不贵, 跟着沾点运气解除一些有价值的翡翠, 还是很有可能的, 前老板听着众人纷纷的议论声, 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主委老板, 赌食有限, 主委想出手的可要加快了, 不然的话, 等会卖完了, 想要出手, 也没机会了, 有人解除玻璃重紫罗兰这种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翡翠, 跟在后面沾运气的话, 还是很有可能解除有价值的翡翠的, 前老板继续道, 有人在某家赌食摊位, 解除价值不菲的翡翠, 后面跟着去这家赌食摊位购买赌食, 有可能会沾到前面那人的好运, 解除相当价值的翡翠, 这种说法, 在整个赌食圈可是广为流传的, 尼玛的, 管他呢, 先来到手再说, 前老板的话, 毫无疑问给在场的所有人打了一阵兴奋剂, 只是片刻的时间就有人忍不住开始出手, 这人出手很干脆, 直接随手点了几块赌食, 直接拿下, 前老板这个时候, 自然是少不了坐地起价, 随着第一个人开始出手拿赌食, 后面随着就乱成了一窝蜂, 所有人开始纷纷地争抢着购买起了赌食, 弱大一部分切垮的半赌, 毛料区域的赌食, 不一会的功夫就被一扫而空, 这个时候的前老板已经变得合不拢嘴了起来, 这些切垮了的半赌, 毛料区域的费食, 愣是有很多甚至已经达到了正常赌食的价格, 还有的更是超出了正常赌食的价格, 如此一幕, 惹得其他摊位的老板, 一个个都红了眼睛, 你妈的, 老子他妈一块赌食都没拿到, 哈哈, 哥们搞到了三块, 还有, 我的虽然多, 但也有两块, 奶奶的, 一块也行, 总比没有的好, 赌食被扫空之后, 那些有幸抢到的一个个乐呵呵的合不拢嘴, 而那些下手碗的一个个就变得颓废了起来, 老板, 你这赌食的摊位在什么地方? 郁闷之余, 一个没有拿到赌食的人, 像是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一般, 激动的道, 话音落下, 其他许多人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一个个激动的跟着道, 老板, 你的赌食当在什么位置? 记号摊位, 既然在这边切垮了的半赌毛料区域有赌食买, 在这边肯定还有赌食当, 毕竟这些切垮了的半赌毛料, 都是从赌食当的赌食中, 挑选出一些外在表现十分不错的赌食, 进行开窗的, 62号摊位, 东南角从南往北属第二家摊位, 前老板慌忙回道, 给诸位老板透露个消息, 赌食当里现在的赌食, 和解除这块玻璃种紫罗兰的赌食, 都是一批从缅甸那边运送过来的料子, 全都是正宗的老坑货, 本来他正打算说出自己赌食当的位置, 让这些没买到赌食的人去那边抢呢, 没想到, 倒是有人先他一步主动的提了出来, 那些没有抢到赌食的围观者文言, 一个个的向着前老板的62号摊位撒腿就跑了过去, 那奔跑起来的速度, 如果拿去参加田径比赛的话, 国家未来赛跑这一项体育运动, 绝对可以多拿到很多的金牌, 果然是人体的潜能是无限的, 望着一群飞奔离去的人群, 前老板笑得更加灿烂了起来, 找来推车, 将这块玻璃种紫罗兰放入推车之内, 然后下了一楼, 此时, 一楼这地方, 朱奎坐庄这里, 已经被无数人围了个水泄不同, 一百万, 一百万点压秦天盈, 五百万, 五百万点压秦天盈, 三百万, 三百万点压秦天盈, 两百万, 两百万点压秦天盈, 一千万, 一千万点压秦天盈, 这些自下住人毫无例外的, 全都选择了点压秦天盈, 看样子, 全都是得到了秦天在见证之下, 已经用一块参加赌食大赛的赌食, 解除玻璃种紫罗兰这种, 四大王者翡翠之一的事情了, 可怜的朱奎, 此时只有他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看着这么多点压秦天盈的下住者, 兴奋的合不拢嘴, 一群傻逼竟然点压秦天盈, 真不知道这群人到底是不是脑袋瓜子进水了, 朱奎这边一边兴奋的登记着, 一边在心头不屑的冷笑着, 虽然对于这么多人点压秦天的事情, 他的心里感到很奇怪, 但是出于对程子萱的绝对自信, 尽管觉得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还是全部选择了来者不拒, 重闻大厦三楼, 秦天一行人上来之后, 秦天直接就开启了双眼的透视能力, 一家接着一家的赌食摊位透视了过去, 三楼的赌食摊位相对于一楼二楼的赌食摊位来说少了很多, 只有零零散散的十几家摊位, 不过每一家摊位内的赌食倒是都不少, 随便一家摊位起码都抵得上下面一二楼那些摊位内赌食储量的两三倍之多, 果然不愧是号称重闻大厦之内赌食价值最高的一层赌食, 这些摊位内的赌食就算是价格最便宜的也在一百万靠上的树木, 动辄数百万的赌食也有不少, 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赌食售价超过了千万。 尼玛的, 三楼这些赌食恐怕就算是安华当地那些真正的土豪们, 也没几个敢在这边随便玩的。 双眼的拉近放大之下, 秦天清楚地看到了那一块块赌食的标价, 尽管他之前就知道三楼赌食的价格起不价就在百万的树木, 但是亲眼目睹之下, 依旧难以抑制心头的那种震惊, 兵重正阳绿, 兵重鸡油黄, 斗青重, 金丝重, 高兵重祖母绿, 继续走进一家赌食摊位, 一块块赌食内部的情况, 随着秦天视线的转移, 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 外在表现越好的赌食, 蕴含翡翠的几率越高, 解除高档翡翠的几率越高。 继续透视玩这家赌食档内的所有赌食之后, 秦天心头忍不住感慨了起来, 他这一路走来, 加上这家赌食摊位, 一共透视了九家赌食摊位的所有赌食, 这些赌食之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费食。 豆青种和干种以及金丝种, 这种低档翡翠的比例占据一半, 兵种的翡翠占据三成半的份额, 高兵重再再一成多一点, 偶尔也有几块普通的玻璃重, 不过所占的比例只有不到0.5的样子。 不过这些赌食虽然高档翡翠的比例占据了半数的比例, 但是大都是一些普通的兵种, 和动辄数百万的售价比起来, 真正能切涨的赌食并不多, 毕竟大多数赌食本身的售价都超越了内部所蕴含翡翠的价值。 以晴天所透视过的这些赌食来说, 最坑的当属于块标价1200万的赌食, 这块赌食的重量有128公斤, 但从外在的表现来看, 绝对是最上等赌食的表现, 纹路清晰, 而且是那种十分漂亮的长纹, 整体的纹路长短均衡, 而且以一种十分整齐的排序均匀的布局, 表皮是十分难得的紫沙皮, 在赌食所有的表皮当中, 紫沙皮是一种十分难得的表皮, 凡是表皮属于紫沙皮的赌食,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解除价值不菲的高档翡翠, 但是这一块, 偏偏就是个坑爹的货色, 内部什么都没有, 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斗青重甘重这样的货色都没有, 完全是费十一块,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收获? 距离赌食上脚的最后实现, 已经只剩下二十分钟的时间了, 出了这家赌食摊位之后, 张东着急的到, 参加赌食大赛的三块赌食, 现在秦天才不过选中了两块而已, 走吧, 先去这家摊位看看再说, 秦天招呼了一句, 继续走进下一家摊位, 之前看过的那些赌食, 全都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如果等这几家摊位看完, 还没有其他的收获的话, 秦天已经打算从前面那些赌食之中, 挑选出一块价值最高的参加, 反正已经有了一块玻璃种紫罗兰和一块明黄翡翠, 单凭这两块赌食, 基本上已经可以稳稳地拿下赌食大赛的冠军, 但是为了稳妥起见, 还是尽可能地挑选价值更高的翡翠, 走进这家赌食摊位, 秦天刚要透视过去, 就被摆在正中央位子的一块赌食, 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这是一块巨无霸的赌食, 而且一侧明显有切割的痕迹, 似乎只是一半的赌食, 习惯性的动作, 秦天开启透视能力向着这只剩下一半的巨无霸的赌食内部透视了过去, 赌食的表皮瞬间变得透明了起来, 翡翠白菜透视到这一半赌食内部的情况之后, 秦天惊呆地棱在了那里, 他赫然发现在这一半的赌食之内, 竟然躺着一块玻璃种的翡翠白菜, 翡翠白菜是一种比四大王者翡翠更为珍贵, 罕见的天然玉雕翡翠, 因为通体有绿色的翡翠和白色的翡翠构成, 组合在一起酷似翡翠的形状, 因此得来了翡翠白菜这个称号, 尼玛的, 单凭这块翡翠白菜, 恐怕就可以稳稳地拿下赌食大赛的冠军了吧, 回过神来, 秦天暗自感慨道, 按照这一半赌食内蕴含的翡翠白菜的大小和水头来判断, 这块翡翠白菜的价值, 比起他前面拿下的那两块明黄翡翠和玻璃种紫罗兰翡翠加在一起的价值还要高, 小兄弟, 你的眼光可真好, 一进来就看上了这块赌食, 老板走过来笑眯眯的道, 实话不瞒你说, 这一半的赌食, 可是去年缅南彪王切剩下的一半, 听说过缅南攻盘活动吧, 彪王就是攻盘活动推送出来的, 但从赌食外在表现之上, 被认定的价值最高的赌食, 此时, 在老板的眼中, 盯着这半块彪王傻愣的秦天, 已经成了他眼中带宰的羔羊, 毕竟但从秦天的穿衣打扮来看, 绝对是个富家的公子哥, 原来这一半的赌食就是去年窃垮了的缅南彪王剩下的另一半, 听完老板的讲述, 秦天算是明白了过来, 怪不得这一块已经解开, 只剩下一半的赌食会被摆放在这家赌食当最核心最中央的显眼位置, 老板, 这块赌食怎么卖? 秦天笑呵呵的问道, 老板话里的意思他明白, 先是吹嘘这块赌食的来历, 然后就开始狮子大开口, 没听这货只是说了这是去年缅南彪王剩下的一半, 而不说前面窃下了的一半已经切垮了的事情, 毕竟关于切垮了的一半彪王虽然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却不是什么人都知道的, 一些不是经常玩赌食的圈内人士, 还是很容易被缅南彪王的名气震住, 忽略了另外一半表情的情况, 去年的彪王最后拍出了6200万的价格, 现在这剩下一半的彪王, 6200万除以23100万, 这样, 看着小兄弟, 你也确实是真的喜欢这一半的彪王, 临头我就不要了, 你给我一个整数, 3000万好了, 老板笑眯眯的道, 你妈的, 还真的把自己当成带宰的大肥羊了, 听到老板狮子大开口的要价, 晴天心头暗自咒骂了一句, 目光落到老板的身上, 没好气的就要把这块彪王另一半切垮的事情说出来, 老板, 不过他话刚出口, 就被张东打断了话茬, 冯老板, 你这忽悠人的本领, 还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没错, 历来缅南攻盘推选出来的彪王, 价值都是最高的, 但是, 这只是相对于彪王还没有被解开之前, 现在这块彪王已经被解开, 只剩下一半, 解开的那一半还切垮了, 而且还是大垮, 垮到连一星半点最垃圾的豆青种干种, 这样垃圾货色的零星翡翠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 你也好意思继续吹嘘, 这一半的赌食, 就是去年的缅甸彪王剩下的一半。 张东不悦地道, 张大少被称作冯老板的店铺老板愣住了, 刚才看到擎天盯着这一半彪王出神的模样, 以为遇到了一个可以宰杀的大肥羊, 只顾得兴奋, 倒是把后面跟着进来的几个人给忽略了, 此时, 随着张东的声音响起, 他才算是终于看清了后面三个钟, 领头的这个年轻人的模样, 赫然正是安华当地最富盛名的张氏集团的太子爷, 冯老板, 你这忽悠别人也就算了, 现在竟是忽悠到我兄弟的身上了。 张东笑呵呵地继续道, 做生意的都是讲究一个利润的最大化, 冯老板这么做, 无非不过是想要这一半的, 标王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而已, 无可厚非。 嗨嗨, 冯老板炯炯地咳嗽了两声, 这才继续道, 误会, 真的是误会啊, 没想到这位小兄弟竟然是张大少的朋友。 说着, 冯老板盯着晴天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在安华当地, 张东的朋友或许很多, 但是有资格被张东称之为兄弟的绝对屈直可数, 至少在他的见闻之中,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张东当着其他人的面, 称呼别人为自己的兄弟。 兄弟, 朋友, 虽然都是表示两人关系很好的一种称呼, 但是两者之间却有天大的差距。 朋友, 就算是关系再好, 彼此之间或许都还会有一些保留, 但是兄弟, 绝对是相互之间可以毫无保留的那种。 真的看上这块剩下一半的标王了, 不再理会冯老板, 张东的目光落到秦天的继续道。 刚才秦天盯着这一半标王出神的模样, 他看得很清楚, 从这一路走来的情况来看, 除非是看中的赌石, 否则秦天是绝对不会盯着打量这么长时间的。 嗯, 毕竟也是去年的标王, 虽然说切开的一半切垮了, 不过这一半还是有赌一把的希望的。 秦天点点头道, 不是吧, 你小子还真的看中这块剩下一半的标王了? 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但是听到秦天确认的回答之后, 张东的心头依旧有些难以抑制的激动了起来。 另外一半解开的标王, 你又不是不清楚情况, 一堆废石, 哪怕是一心半点的碎石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撞一撞运气。 有了切下一半切开的事情, 剩下一半标王的价值必然会大打折扣, 但是毕竟还盯着标王的名头, 就算是价值在打上许多折扣, 其价格也绝对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这个时候, 出手拿下一块这样一半的标王, 明显不是什么明智的举动。 赌石正常的情况, 一半的赌石窃垮之后, 剩下一半赌石解除翡翠的几率不超过一成, 所以如果擎天出手的话, 十有八九是要血本无归。 张哥, 不赌一把怎么知道呢? 万一这一半要是切除翡翠来呢? 凭借赌石自身的表现, 如果这一半解除翡翠的话, 肯定会有相当的价值的。 擎天笑呵呵的回答, 没错, 凭借这一半标王的外在表现, 如果真的解除翡翠的话, 肯定是有相当不翡的价值的,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这是去年的标王, 就算是以机构切垮了一半, 只剩下另外一半, 价值大打折扣, 但就是如此, 恐怕也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你这样搏运气的话恐怕, 张东继续道, 而且, 你想到的, 拿下这块标王的人肯定也想到了, 为什么对方不解释而选择了出手呢? 赌一把吧, 万一解除玻璃种的翡翠, 甚至是四大王者翡翠, 或者是天然玉雕翡翠的话, 那就赚了。 秦天笑呵呵地继续道, 可以透视到赌石内部的情况, 清楚地看到这一半标王内部静静躺着的翡翠白菜的事情, 他不能说, 只能是推脱运气赌一把, 把赌石拿下再说。 张东此时只能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再多说, 秦天的态度很明显, 就算是他继续劝说下去的话, 想必也不会改变注意的。 不过, 回想起秦天从二楼切垮了的半堵毛料区域内, 解除玻璃种子罗兰的事情, 他的心头又有些期待了起来, 也许这一半剩下的标王, 真会会有什么惊喜的收获。 冯老板此时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心头有些不屑地笑了起来, 还真敢想, 居然还想到了四大王者翡翠, 甚至是天然玉雕翡翠, 老板, 开个价吧。 目光落到冯老板的身上, 秦天继续道, 既然是张大少的朋友, 那就给我个保本价好了, 这一半的标王我从去年拍下这块标王的买家手中, 拿回来就花费了一千万, 你就按照这个价格给我一千万好了。 冯老板道, 当初拿下这一半标王的时候, 冯老板曾经想出手解开, 不过最终选择了放弃, 而他也想借助标王的名号多卖出一些钱来, 最后的结果证明, 别说是赚钱, 就连一千万的保本价格想要卖回来就很难。 现在这个时候, 以一千万的保本价格卖给秦天, 表面上看似给了张东的面子, 其实平老板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 甚至可以说他还是赚到了, 毕竟这一半的标王已经摆在这里大半年的时间了, 一直没能出手。 行, 一千万就一千万, 秦天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现在, 他只想快点出手拿下这块赌石, 以后继续拖延下去的话多生事端, 刷卡还是支票? 冯老板继续道, 压在心头好些天的一块石头也终于放了下来, 不然的话, 这块赌石放在这里, 倒是给整个重温大厦拉来了不少人气, 对于他来说却没有带来丝毫实质性的利益, 虽说慕名而来到他, 这家摊位的人不少, 明显有大幅度的增加, 但是出手购买赌石的人却恰恰相反, 不仅没有增长, 反倒减少了起来。 对于冯老板来说, 这一半的标王一天不处理出去, 就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心病, 刷卡交易完成。 距离赌石大赛赌石上脚的截止时间, 已经只剩下十分钟多点的时间而已, 晴天招呼冯老板派了店里的两个伙计, 跟着送着这一半的标王一起, 乘坐专门运送大块赌石的专属电梯, 一起下了一楼, 一刀天堂, 一刀地狱。 晴天直到此时, 才算是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拿眼前的这一半的标王来说, 拍下这块标王的买家, 以6200万这样的价格, 买下了这块标王, 结果切开的一半, 却变成了一堆废石, 以至于这剩下的一半, 直接选择了折价转手, 连继续切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6200万的赌石, 一半的价格卖出去了1000万, 等于直接百百损失了5200万的树木, 这些钱已经不是一笔小树木了, 以晴天以前的家境, 差不多已经抵得上整个晴天一半的家业了。 但是, 如果当初将这块标王一分为二的买家, 选择解释的对象不是那一半, 而是现在被他刚刚买下的这一半的赌石, 就会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结局。 而且, 如果这块标王的买家, 当初咬咬牙将这一半的标王也给解开, 结局也会是另外一副模样。 以这块玻璃种翡翠白菜的价格, 不仅能赚回购买标王付出的成本, 还能狠狠地赚上一笔, 太多不敢说, 但起码过亿的树木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天然玉雕翡翠不论水头, 但但凭借天然形成的形状本身就十分珍贵, 就算是最普通的天然玉雕翡翠, 价值都要在千万靠上的树木。 而这块天然玉雕的翡翠白菜, 即白翡和绿翡的水头都达到了玻璃种的水头, 正常的价值就算是达不到两亿的树木, 想必也会相差无几了。 一楼这边, 随着晴天一行人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时候, 整个中央硕大的空地上已经被摆满了解时机, 大概有二三十台的样子。 而且, 每台解时机负责谢时的师傅也都已经到位, 只等五点的最后实现到了之后, 赌石大赛正式开始。 朱奎这边, 随着钱老板将晴天解开的玻璃种帝王绿送到上脚赌石的地方, 也终于得到了消息。 不过最终出于对称子萱的绝对信心, 朱奎还是选择了来者不拒, 只要有人下注, 就全部接收。 在朱奎看来, 晴天解除玻璃种子罗兰的翡翠, 反倒是为他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条件, 一个可以赚取更多局外装赌注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 该下注的已经都下注了, 下注的总金额也突破了两个亿的数目, 不过朱奎还没有收局, 他在等待一个人, 等待晴天的到来。 上一次晴天好运被古老给救了, 以至于他直到现在也没敢再次对晴天动手, 毕竟虽然不知道古老是出于什么原因出手相救晴天, 但是晴天第二天去星河大厦待了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件事情, 他还是得到了准确的消息。 所以, 在没有弄清楚古老和晴天的关系之前, 绝对不能再次对晴天动手。 不然的话, 万一古老和晴天有很深的渊源, 他在对晴天动手的话, 必然会招来古老的愤怒, 到时候, 恐怕会为整个朱家兜带来一场灾难。 古老的名气, 在鼓舞者的圈子里可不是吹出来的, 就算是以他们朱家的守护神, 见到古老也必须保持相当的敬畏。 不过虽然不敢对晴天动手, 但是动一些小手脚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朱葵现在已经做好了打算, 等会见到晴天, 无论如何都要让晴天尽可能的下主。 而且还要下大主, 不能对晴天动手, 从这小子手里狠狠地宰上一笔钱来,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不愧不知道, 不用他绞尽脑汁, 晴天自己就绝对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 张哥, 你让阿东他们过去, 把之前的那块赌室给取回来, 然后一起给上脚过去, 咱们现在去挥挥这个猪二扣去。 走出电梯没一会的功夫, 晴天远远的就注意到了朱葵。 此时的朱葵正在四处扫视着,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人的身影。 感情这小子在等着自己呢? 当朱葵的目光落到晴天身上停下的时候, 晴天也明白了过来。 秦老弟, 朱二扣着扣门的家伙, 原来也在等着你呢? 注意到朱葵落到晴天身上的眼神, 张东笑呵呵地道。 对于朱葵这个人, 他非常了解, 牙子必报, 抠门到了极致。 晴天在黑司拍卖会后的赌局上, 一对红石强杀了朱葵一对黑石的事情, 以这朱葵抠门的脾气, 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次朱葵请出程子轩出面代表参加赌石大赛, 自然是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 想办法从晴天这里拿到更多的赌注, 绝对是不可错过的事情。 这次你准备玩多大? 晴天继续道, 你要看你了, 你玩多大, 哥们奉陪就是了, 不过也要看朱二扣那扣门的家伙, 敢不敢接? 放心, 以他现在信心满满的自信, 肯定会接了, 估计这会他还只担心咱们下着手呢。 既然这样, 那就走吧。 张东应道, 话音落下, 两个人加快步伐向着朱葵走了过去。 这一次, 朱葵的目光随着两人迈过来的步伐, 变得更加得意了起来。 朱二扣, 你小子这回倒是够魄力啊, 听说你坐庄可是来者不倔啊。 走过去之后, 张东笑呵呵地调侃道, 张绍, 我朱葵就算再有魄力, 也不敢在张绍您的面前显摆。 朱葵陪着笑脸回道, 如果说他们朱家目前在安华当地, 还有唯一一个惹不起的家族, 那就是眼前的张家, 这个安华乃至全国, 甚至是全世界的巨无霸超级集团。 和朱家一样, 张家也有一个守护神, 其实力和他们朱家的那位守护神的实力, 应该互在伯仲之间。 当然, 在朱葵的心里, 已经把张东放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毕竟张东和秦天的关系不俗, 而秦天和自己可以说是深仇大恨, 上次绑架未遂的事情, 相信秦天也一定猜得出来, 是自己动的手脚。 敌人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敌人, 所以对于他来说, 张东自然也就成了他的敌人。 而且, 从张东对他的态度中, 朱葵也明显地感觉得到那种敌意。 行了, 咱们都甭废话了, 你小子坐庄, 我跟着玩一玩, 没问题吧? 张东笑呵呵地继续道, 当然, 张少想完的话我自然是没有问题, 不过张少可千万别玩得太大, 不然的话, 您那家底, 我可承受不起。 朱葵阴凤凰扬为的道, 他的心里巴不得张东多下点注的, 我这个人无所谓, 就是图个心情而已, 今天的赌石大赛, 我兄弟才是主角, 自然是他压多少, 我就跟多少了。 张东淡淡地继续道, 对于朱葵, 他完全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而且上次因为赌局的事情, 其实两人已经算是撕破脸皮一次了。 这回虽然朱葵表面上对自己毕恭毕敬的态度, 但是张东可以肯定在朱葵的心里, 恐怕早就将自己恨了个半死。 随着张东的话音落下, 朱葵才把目光真正地落在了晴天的身上, 伴随着那一张笑脸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冰冷的面孔, 阴狠的眼神,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那种浓浓的恨意。 朱二少, 不知道你这封顶的赌注是多少? 晴天笑眯眯地道, 虽然是一副笑脸, 但是却可以让人也清楚地感觉到, 笑容之下, 那凌厉的锋芒。 封顶一千万, 不过晴少如果想完的话, 大可以随意, 不用管什么封顶堵住, 不封顶堵住的。 朱葵沉声道, 既然这样, 那我就玩得大一点。 晴天继续道, 话语之中, 挑衅额意味很浓, 没问题, 只是不知道晴少想玩多大呢? 朱葵不屑地道, 晴天竟然主动提出了要玩得大一点, 这道正好碎了他的心思, 多大都可以, 只是担心朱二少你不敢见。 晴天眯着眼睛继续道, 笑话, 朱葵冷哼了一声继续道, 晴少如果想完的话, 无论多少只管话出个道道, 我朱葵接下便是, 既然这样, 那就把我身上的这些支票全压了吧。 晴天继续道, 说完, 将刚刚打赌迎来的一千万, 以及局外装分得的八千万支票, 全部拿了出来, 夹在一起, 共计九千万。 朱葵猛然间, 见到晴天掏出那么一打支票的时候, 心头倒是被狠狠地震惊了, 不过带到他清点完这些支票上的金额之后, 顿时就不屑地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晴少要玩多大的呢, 才不过九千万而已, 语气很清淡, 带着浓浓的不屑, 朱二少别急, 还没完呢。 晴天笑眯眯地回道, 然后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张东, 张哥, 这张卡里有一个亿的数目, 你先给我开一个亿的支票用一下, 卡你先收着, 支票我这就给你开, 等到拿到赌市大赛的冠军再还我就是了。 张东霸气十足地道, 说着, 开出一张面额一个亿的支票递给了晴天, 可以输钱, 但是绝对不能输了兄弟的脸面, 这是张东一贯的准则, 这个时候, 自然是要表现得霸气一些。 朱二少, 加上这张一个亿的支票如何呢? 晴天笑呵呵地把支票送到了朱奎的面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